第478章 给鬼为君收尸 幽暗看到萧兰脸上的冷冽 不敢有丝毫懈怠 连忙拱手道 是 属下明白 话落 幽暗又拱手道 恭喜殿下 都为此战必定名扬天下 明洞四海等捷报入京都必定朝野震动 萧兰俏脸皱沉 猛地回头看向幽暗 声音冰冷道 你 给京都传信了 幽暗一惊 吓得连忙拱手道 陛下有秘旨 雍州境内有关小公爷的事 要一日一报 萧兰哪里不知道幽暗的心思 此时陛下最关注的就是雍州战事 谁能最先将雍州战报递到陛下的暗头 就是大公一箭 正 萧兰直接拔出幽暗的箭 抵在了幽暗的喉咙上 本宫不管你用什么办法 你发出的密信 立即截回来 徐安连八百里加级的捷报都没写 你却敢写 你以为这场战争的胜利 仅仅只是一场胜利吗 这其中能做的文章多了去了 最直白简单的那就是 向赵斯向监政宣战的信号 劳力的封锁战场吗 如果要你私发 徐安会连一点抢占功劳的机会 都不给雍州刺史吗 幽暗脸色顿时速速变白 声音都哆嗦了起来 属下 属下只是奉旨 萧兰将剑丢给幽暗 道 去 将密信拦截 这个时候 本宫绝不允许 有任何送信的渠道比八百里加级还要快 拦截不下来 或者是消息泄露 你自己去和陛下解释 是 属下亲自拦截 幽暗下的脸色煞白 转身离开军营 萧兰脸色阴沉 她没想到千房万房 最后问题竟然会出在了密蝶丝身上 之前江南疫情的事 密蝶丝的传信就存在很大的问题 现在要是敌人截获秘信 再来江南那一出善改秘信 大劫变成大败 那么京都肯定会瞬间血雨腥风 就算徐安事后证明是大胜 那胜利的震撼力就会减了大半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她绝不允许任何人抢夺她男人的功劳 这时 她听到了熟悉的声音 美女们 我徐安 回来了 萧莱脸色顿时欣喜起来 一抬头却看到徐安正被孔烟 轻衣等一群人围着 翘脸又微微一沉 这些女人都到了嫁人的年纪了 该找个时间让父皇给他们赐婚 总惦记本宫的男人算怎么回事 徐安 你怎么了 脸色看上去那么差 还有你腰怎么了 看着徐安揉着老腰 孔烟眉眸中有担忧 脸上却冷横道 该不会昨晚被丢下悬崖 摔的吧 胡说 徐安直接挤眼 少爷我这是和势力七朵大战三百回合 不小心受的伤好吧 听到这话 无邪和痴雨都抬头看天 没见过这么无耻的 明明是被新军将士颠的 非得说自己有多英勇 也不看看你那狗屁不通的武功 拿不拿得出手果然 一群美女起哄 不信任他 徐安 有事和你说 萧莱走过来 打断想要继续吹牛的徐安 怎么了 看你的脸色不太好 出什么事了 徐安笑着走了过去 看到萧莱的脸色不好 他心头不由暗暗一沉 可别针在这关键时候出事情了 萧莱将刚才的事情说了一遍 徐安听完后 看向萧莱道 秘信能追回吗 应该能 秀医使者应该还有更快的方法传信 只要在秘信抵达下一站之前截住就行 萧莱沉吟了一下 道 但也有可能截不住 或者像江南疫情一样 被敌人截获篡改 徐安揉了揉眉头 无语道 看来又得抢时间了 他看向萧莱道 你却有帅账 写八百里加急的捷报送上京 然后 不用等京都回应了 立即以雍州为起点 向大前各州各郡的秀医使者发布密令 让他们务必在三天内 让整个大前都知道雍州大劫的事 我们威慑的是大前各路藩王以及萧小 并不包括京都 京都无论怎么乱 只要我们回去 想乱也乱不起来 现在最主要的是要在赵司下手之前 让各路藩王不敢擅自妄动 只要雍州战场的具体战斗不暴露出去 他们就对新军充满忌惮 萧莱知道 徐安要用皇帝当初宣扬大前少年说的方法一样 对雍州战场进行宣扬和渲染 威慑天下 他点点头 道 此事交给我来办 必定在八百里加急抵达京都之时 让整个大前知道雍州大劫 我也下令让安建成全面收集 可能遗落在战场的武器装备 争取做到不留痕迹 徐安笑了笑 道 不 痕迹是要留的 不过不是这么留的 否则威慑的效果没那么强烈 放心吧 剩下的交给我 对了 雍州刺史来过了吗 萧莱指了指不远处的营帐 恢复了往日的亲王 等了你两个时辰了 你连一点捞功绩的机会都不给人家 估计现在 他正窝着火呢 你还是想想 怎么打发他吧 军帐中 上云霄一身盔甲 手压着宝剑 在帐筒中来回踱步 越想越气 老子才是雍州的老大吧 你徐安跑到老子的地盘上 当着我的面 将北敌最精锐的鬼威军给灭了 结果战斗结束了 我没吃到肉就算了 连口汤都没喝上 简直欺人太甚 老子没有功劳 好歹也有苦劳吧 你什么都不给说得过去吗 这时 营帐门帘被掀开 徐安笑着走了进来 哎呦 尚说 好久不见了 你老还是这么赢我 小侄跑到你的地盘 还没来得及 话没说完 上云霄一步上前 拎着徐安的后脖梗 将他提了起来 少废话 老子就问你 这事怎么算你不信任雍州军没关系 你特娘的 还不信任老子 打仗没老子的份 功劳呢 老子手底下的人 可都等着老子回去给交代 徐安身体在半空直晃荡 脸上依旧笑嘻嘻的 我这不是给少叔说 你送功劳来了吗 帮北敌六千鬼为君收尸 怎么样 上云霄呆了一下 大怒 老子特马打死你 第479章 叫你爷爷都行 上云霄当场大怒 你大爷的 老子堂堂一个雍州刺史 手握五万重兵 肉没吃到汤没喝上 现在还得给你当雍人使唤 你怕不是想死 眼看上云霄将自己扛在肩上 巴掌就要落下来 徐安赶紧到 耶律云英答应 用五万大前百姓 换取鬼为君的尸体 上云霄一听 愣住 五万百姓换六千鬼为君尸体 这买买值啊 这小子还真有本事 灭了鬼为君 已经是天大的功劳了 现在还换回来五万百姓 等等 这小子是想将这 换回这五万百姓的功劳 让给他 这功劳 虽然比不上灭了鬼为君 但解救了五万百姓 绝对算是大功一件 哈哈 贤侄 不就是帮着六千鬼为君收尸吗 这是我来干 多大点事啊 上云霄将徐安放了下来 将他按在椅子上 脚一抬 宽大的军靴 直接踩在了他的双腿间 居高临下地看着他 只是这五万百姓的事情吧 那是上书你和耶律云英谈下来的 和小侄没有半点关系 徐安立即举起双手说道 不是他要认怂 而是这遭老头子的脚 在往前顶 无耻至极 哎 贤侄 你这 你这太客气了 上云霄放下脚 将徐安拎了起来 双手在他的肩膀上 用力拍了拍 老叔果然没看错你 懂事还会来事 行吧 给北迪鬼为君收尸的事 交给老叔 你就放心吧 呵呵 脚都快踩到我兄弟了 我敢不懂事吗 徐安吐槽了一下 见到上云霄要转身离开 抬手拉住他的 上书 话没说完呢 不是简单的收尸那么简单 你还得准备六千副棺材 鬼为君的尸体 耶律云鹰是要带回北迪的 听到这话 上云霄险些跳了起来 瞪着徐安道 啥玩意儿 还要准备棺材 要不要老子给他们披麻带笑啊 收尸可以 随便找个地埋的就是 还得准备棺材 给他北迪送回去 小兔崽子 你想什么呢 当 上云霄怒火中烧 直接拔出佩剑指着徐安 自己趴在桌上 老子打不死你 徐安刚穿越过来的时候 就被徐霄用剑身打过 啪的一下打下去 屁股直接肿了五零米高的印子 那种滋味别提有多痛苦了 打死他都不想再体验一次 喂喂喂 老尚 我警告你别乱来 这是老子的军营 徐安瞬间蹦得远远的 指着上云霄道 你不愿意干就算了 我重新找人干 反正我和耶律云鹰谈好了价格 一副棺材五十两趴大 上云霄听到徐安的话 惊得手中的剑直接落在了地上 脸上更是震惊无比 一副棺材五十两 这小子简直是在抢北迪 在雍州 一副棺材的市场价是一两银子 好一点的棺材也就四五两 这小子直接翻了五十倍 简直要逆天 一副棺材五十两 六千副就是三十万两 乖乖的 这么多银子 咱老尚虽然是雍州刺史 可咱也没见过这么多钱 哎呦 贤侄 早说嘛 你早说老叔还能对你发火吗 上云霄搓着双手 双眼冒光地盯着徐安 能坑到北迪这三十万两 功劳可不比就回来五万百姓效 两者相加 那也是个天大的功劳了 无耻老贼 徐安按骂一句 脸上义正言辞道 不不不 尚书你别不用为难 我重新找人做就是了 不为难 不为难 一点都不为难 上云霄将宝剑收回剑锹 生怕徐安反悔 转身就走 老叔我这就通知整个雍州城的棺材铺子 开始赶工 争取两天内完成 尚书 等等 我话还没说完呢 徐安刚想叫住上云霄 尚云霄猛地回过头 剑指徐安道 小子 你别想反悔啊 你说 我在这鸟地方这么久了 就想捞点功绩 往上走走呢 不是 小侄这是想要帮尚书 你捞点真正的军功 徐安看向尚云霄 几眉弄眼道 小侄听说雍州境内 有一股巨大的肥口 尚书你怎么搅都搅不完 小侄打算在班师回京之前 顺便帮你把这股土匪干了 尚云霄听到这话 瞳孔陡然一缩 他盯着徐安看了好一会儿 确定徐安是认真的 脸色才凝重起来 小子 这不是开玩笑的 天门山是有一股土匪 近三万人 这些人和老鬼纠结的那些人一样 都是赵斯私底下培植的势力 不同的是 老鬼纠结的那些人 不过是些散兵游泳 或者说是 掩藏着三万人的影子 而这三万人 是经过隐门专门训练的 尚云霄向着徐安走了过来 在他面前停下脚步 他们站立不及鬼为君 但他们有鬼为君没有的优势 那就是天门山帝氏 天门山帝氏险峻 一手难攻 更何况 敌人还在上面建造了许多攻势 滚木 滚石 火油 弓箭 他们都不缺 想要攻打天门山 没有十万兵力 打不下来 徐安听完尚云霄的话 笑了起来 那是因为他们没有遇到我 我连鬼为君都做怕小了 还怕他们 天门山虽然帝氏险峻 可是 我们可以空降骑兵啊 徐安指了指天上 道 如果我能让尚书的两千金锐 直接落在天门山的敌军大营 再帮着尚书炸了敌人的天险 打开里应外合的通道 尚书 能打赢这一仗吗 尚云霄待在当场 一张嘴都能吞下自己的拳头了 天门山 那就是卡在他喉咙的一根刺塔 现在借助徐安的手 清空了赵斯在雍州外围的势力 但只要有天门山在 这些势力一年半载 就能重新发展回来 最重要的 一旦发生一变 这三万人随时能威胁到雍州 要是能彻底打下天门山 那他就有办法 彻底清除赵斯在雍州的所有势力 能 能打赢 尚云霄一步上前 双手捏住徐安的肩膀激动道 小子 你要真能帮我打下天门山 老子叫你爷爷都行 老子只要天门山 只要拿下天门山 那五万百姓 那几十万两银子 老子都不要了 全都还给你 你快点说说 具体到底怎么打 第四百八十章 下辈子 做个普通人 徐安和尚云霄在营帐中 聊了近一个时辰 出去的时候 尚云霄都脚步带风 一得致满 你是怎么说服他的 他居然没收拾你 萧莱看着昂首挺胸 走出军营的尚云霄 有些震惊地看向徐安 尚云霄他先见过了 这个糟老头子 对徐安封锁战场 独占鬼为君的事 那是相当的不爽的 他还以为徐安多少得挨一顿揍 没想到这家伙不仅没挨揍 反而将尚云霄哄的红光满面 徐安抱着双手 笑道 很简单 我和他说帮他打天门山 什么 你疯了 萧莱俏脸陡然僵硬 天门山他自然是知道的 一手难攻 号称万军难破 最重要的是 秀医使者在天门山 几乎没有安插进去什么人手 天门山的具体信息 他们一无所知 没疯 这就是我的第二步棋 徐安双手插腰 道 灭鬼为君 肯定会引起天下震动 为了查探消息 是真是假 雍州接下来一段时间 会汇聚天下各路人马的探子 而灭天门山 就是给这些探子看的 我要让他们回去 告诉他们的主子 一手难攻万军 难破的天门山 新军举手间就给破了 听到这话萧莱顿时愣住了 他记得之前徐安说过 痕迹还是要留下的 没想到他留下的痕迹 竟然这么腻贴 回过神 萧莱看向徐安 有些咬牙切齿道 你有没有想过 打不下天门山 你这打败 北敌鬼为军的这场大胜 影响力将会大大的折扣 所以 天门山必须打下来 徐安随意在台阶上坐下来 双手撑着下巴刀 打不下天门山 我的第三步棋 就没办法下 萧莱顿时震惊了 第三步棋 他连徐安的第一步棋 都没有消化完成 现在徐安竟然告诉他 他竟然还有第二第三步棋 现在这混账的 脑袋转得这么快的吗 你的第三步棋 是什么 萧莱深吸一口气 忍着将徐安按在地上 暴揍一顿的冲动 或者说 你接下来的计划 到底是什么 徐安抬头看了萧莱一眼 道 打土豪 分田地 解决朝廷击毙已久的 土地兼并问题 萧莱再度呆住 他愣愣地盯着徐安看了许久 少年嘴角依旧带着淡淡的皮笑 但脸上的从容和自信 却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心安 萧莱确定 他是认真的 这个答案 让他下意识地攥起粉群 心情澎湃 大前走到今天这个地步 最大原因之一 就是土地兼并问题极为严重 导致百姓没有自己的田地 只能租赁豪族的土地耕种 然而 辛苦一年下来 近乎九成的收益 都归豪族士族所有 最好到农民手中的 养活自己都难 正如徐安所写的 四海无咸田 农夫又饿死 朝廷不是没有整改过 然而每一次都石沉大海 没有任何效果 但现在 徐安出手了 你确定 要从雍州开始 萧莱美眸 灼灼地盯着徐安 他以为徐安 在京都积累了一定的名望 雍州现在调教最好 时机最成熟 徐安下巴 冲着远处 关押雍州豪族的营杖 扬了扬 道 别忘了 雍州豪族可是都在我手中 你以为我抓他们 就为了让他们亲眼 看着鬼违君怎么覆灭的 他们竟然好死不死地 犯到了我的手中 我岂能错过这样的机会 听到这里 萧莱美眸顿时亮了起来 心头对徐安 不由暗暗佩服起来 原来当初抓这些人的时候 他就已经考虑了这些事情了 这家伙总是 总是那么的别出心裁 走 现在就去见雍州豪族 萧莱将徐安从地上拉了起来 拖着他就往营杖走 本宫现在就想知道 你到底想怎么收拾雍州豪族的 是你怎么让雍州豪族就范的 等等 你好歹先让我休息一下吧 徐安无语 只能看向吴邪道 吴邪 去告诉安建成和陈南 让他们带着空军和炮兵 回营地休整 明天有作战任务 说完 他就直接被萧莱拽进了营杖 营杖中的数十个雍州豪族 见到徐安进来 脸色都是大便 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徐安看到他们鼻青脸中 也是震惊了 这咋回事 你们昨晚下山摔了 还全摔在脸上 他们昨晚想要趁乱分散逃 被 被吃力收拾了 萧莱给徐安解释 他有些心虚 刚才随徐安叫吃力小骂 哟 还能逃 体力还挺充沛啊 徐安笑了 目光逆了众人一眼 被他目光扫过 所有人都不由低下了头 没人敢和他对视 唯独云之凡 此时云之凡也是鼻青脸肿 满身伤痕 显然昨日他是被打得最惨的 但看着徐安的目光 依旧残忍而怨不 哎哟 老兄 咋搞得这么狼狈呢 徐安却很热情 上前揽住云之凡 你的雨扇呢 你的观金呢 你可是要挥斥方球 指点江山的人物 怎么能沦为阶下球呢 这不公平 这太不公平了 徐安手拍了拍云之凡的肩膀 道 放心 我这就为你解脱 毕竟藏兵谷的人 宁死不屈吗 话落他扭头看向门外 喝道 卫兵 道 门外的守卫 立即走了进来 云之凡的脸色 瞬间苍白下来 猛的抬头看向徐安声音尖锐道 徐安 你要干什么 我可是藏兵谷的人 藏兵谷的人 天下何人敢动 但徐安敢 老子灭的 就是藏兵谷的人 徐安手轻轻拍了拍云之凡的脸 道 再说 你知道的太多了 我是不能留你活口的 嗯 下辈子 好好地当个普通人 云之凡一听 当场都快哭了 我知道的太多 我知道什么了 知道你有神秘武器 这算什么知道 你的武器是什么 我都没见过呀 呼的 他想到了什么 面色呆住了 徐安说的他知道的太多 说的不是武器 而是一股传情报 一股传情 这是以前战争从未用过的 但肯定会是以后战争的主流 那么会训练蛊虫的南疆人 将会是天下各大势力争夺的对象 这对南疆百姓来说就是灾难 徐安杀他 是为了保护南疆 第481章 你们没机会了 想通了这些的云之凡 顿时都给吓尿了 他是谁 藏兵谷七大弟子之一 将来注定辅佐君王 颠覆天下的人物 他怎么能死 他怎么能死得这么窝囊 徐安 我错了 别杀我 别杀我 生死面前 云之凡哪里还管什么身份 扑通 他直接跪在徐安的面前 眼泪鼻涕齐流 连连求饶道 你放过我 我当什么都不知道 昨晚的战事 我肯定会闭口不言 我保证 我发誓 我不想死 求你别杀我 听到他的哀嚎声 连一众雍州豪族都吓得直哆嗦 徐安看着这一幕 心头极为满意 他本来就是要借云之凡杀鸡仁侯 还以为这家伙 怎么这也得挣扎下 却没想到他竟然这么怂 一下直接就尿了 而且这恐惧气氛 那是拉得满满的 怎么 这就怕了 你可千万别怕呀 徐安走上前 居高临下 顶着云之凡 老兄 合着你拿个羽毛扇 就为了装逼而已呢 你这胆破和逼格 不成正比呀 你说了 我娘被判了藏兵谷 是整个藏兵谷的耻辱 你这被判了算怎么回事 徐安嘴角微扬 笑容和煦道 你作为藏兵谷弟子 要宁死不屈 要坚韧不拔 要敢于和我这样的邪恶做斗争 要慷慨赴死 徐安给卫兵打了个眼色 道 拖下去 凌迟处死 卫兵瞄懂徐安的意思 当即大声喝道 是 凌迟处死 三千六百刀 保证一刀都不会少 不 不要 饶了我 饶了我呀 云之凡吓得贪软在地 手下意识地 想要抱住徐安的腿 但还没碰到徐安 就被卫兵拖出去了 啊 下一秒 营帐便传来云之凡 凄厉的惨叫声 一众雍州豪族 吓得瑟瑟发抖 气都不敢喘 徐安脸皮 却是抖了抖 娘脸 就算是做戏 你们也能不能认真点 好歹也给点准备的时间啊 萧兰不由微微摇头 有些无奈 他知道 这家伙又开始眼上了 好了诸位 回神了 现在轮到咱们聊聊了 徐安拍了拍手 将雍州豪族的注意力拉回来 他嘴角依旧带着笑容 但这笑容 对雍州豪族来说 却宛若鬼魅一般可怕 徐安 你到底想干什么 记忆脸色苍白 忍着恐惧盯着徐安 我们乃是雍州豪族 你别太过分了 否则我等必定上京告欲壮 有人带头 一众京都豪族也都连连附和 对 徐安 你别太过分了 否则我们和你与死网破 没错 我们代表着整个雍州 九成十八线的世家豪族 你竟然如此羞辱恐吓我们 我们绝不与你甘休 徐安 十项点赶紧把我们放了 我们可以既往不救 徐安看着这一幕 不由就笑了 你妹明明恐惧的要死 却一个个装得强势的一批 吓唬鬼呢 鬼为君都趴下了 你们算个毛 告欲壮 听起来是很吓人 徐安拉过来一张椅子 翘着二郎腿 坐在众人正中 笑呵呵的 可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你们没机会了呀 勾结赵斯 乱我朝纲 勾结北敌 乱我大前 勾结匪扣 乱我雍州 罪名太多 数不过来 没事 反正都是死罪 随便领一个受死就行了 徐安冲着肖兰挥了挥手 道 公主殿下 让刽子手准备一下 他们就别临迟了 给他们一个痛快 对了 把脑袋挂到雍州城城墙上 我要用他们的脑袋 以锦笑油 听到徐安的话 雍州一众豪足 顿时都傻了 他们这时才反应过来 眼前这家伙 就是个混世魔王 最不怕的 就是威胁 越是威胁 对方只会越来劲 徐安 你到底要干嘛 直接说你的需求 能满足的我们绝不推辞 继营坐不住了 直接认怂 他总觉得 徐安是故意唬他们的 但他不敢赌 赌着赌着的脑袋 搬家了 找谁说理去 需求 之前是有点需求 徐安双手整着脑袋 看着坐在前方 怒目瞪着自己的继营抱 但我转念一想 其实直接杀了你们 似乎对我更有利 哎 算了 谁让少爷有仁慈呢 那就给你们一个机会吧 能不能把握得住 就看你们的选择了 徐安扫了一眼众人 淡淡道 少爷 我不要你们的财产 不要你们的金银珠宝 但我要你们的土地 嗯 简单点来说 就是你们 只能留你们自己原有的土地 其他吞并轻占的土地 大钱要重新收回来 进行重新分配 他话没说完呢 整个帐篷瞬间就炸了 什么 你怎么不去抢 不可能 那是我们的土地 绝对不可能上交徐安 你别欺人太甚 我们是不可能答应的 所有雍州豪族 眼睛都红了 怒瞪着徐安 土地就是他们的命 要他们的土地 就是要他们的命 他们岂会答应 看吧 我就说你们不会答应的吗 徐安耸耸肩 探导 但你们通敌叛国 通匪为患 耶律云英和天门山的土匪 都可以作证 那还是杀了你们吧 杀了你们 你们的金银珠宝是我的 你们的豪宅粮田是我的 你们的老婆孩子也是我的 呃 最后一条仅限于美女试用 公主殿下 走吧 找一下雍州刺史 准备抄没他们的财产 他的话 就像是一盆冷水 浇灌在了雍州豪族的身上 将他们交的一个透心粮 他们终于醒悟过来 徐安不是来和他们谈条件的 他们现在是接下球 根本就没有和徐安谈条件的资格 而且徐安说的对 杀了他们 他们的一切都属于徐安了 徐安 给我们两天的时间考虑 就两天 济营看向徐安 求饶说道 还他妈的 敢跟我讲条件 徐安呵呵一笑 挥手道 彤彤拉下去 砍了 不要 求求你了 就两天 两天之后 我等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 看着砰砰磕头哀求的众人 徐安沉吟了一下 道 行 那就给你们两天的时间考虑 刚好这两天 少爷我要打天门山 没时间和你们扯 要是我打完天门山回来 你们还没有做好决定 那我就只能送你们上路了 众人听到这话先是一愣 随即都激动起来 打天门山 这顽裤 怕不是疯了吧 天门山是那么好打的吗 第482章 少爷 我们很仁慈的 徐安看到雍州豪族激动的样子 哪里不知道 他们在想什么 天门山一手难攻 他们这是等着他在天门山翻车呢 但徐安也懒得揭穿他们 现在逼着他们 他们为了活命 肯定也会答应 但终究心里会不舒服 他在雍州还好 他不在雍州 有人找上他们 他们肯定还会再乱 那就先给他们一点希望 再将他们的希望碾灭好了 让他们主动退让 那事情可就好办多了 你这心眼 有点多了 看来往后连本宫都不得不防了 萧莱跟着徐安出了大营 美眸逆着徐安 冷冷说道 这家伙看上去嘻嘻哈哈不靠谱 但心思却极为缜密 他知道物极必反 所以给雍州豪族一个缓冲的时间 等他打完天门山 估计不用他开口 雍州豪族就会主动找他 接受他的建议 什么叫心眼多 这叫以德服人 徐安义正言辞 美女 你这是对我的诽谤 得 你有吗 萧莱瞪了徐安一眼 转身离开 你要做什么速度快一点 京都还有大事等我们回去 我们没时间耽搁 徐安想要解决土地兼并的问题 这是立国立民的大好事 但现在他们已经出来快十天了 妖心还只有不到半月便会降临 要是肇丝发难 皇后会很危险 放心吧 咱们三天后 班师回朝 徐安冲着萧莱的背影说道 他此时心头美滋滋 出来这一遭 好处还是很多的 比如和大老婆的关系 就有了明显的改善 就是想要他接受那些的事情 还有点难度 不过没关系 慢慢来就是了吗 大将军 我回来了 这时 安建成的声音传了过来 徐安寻声看去 便看到安建成正一蹶一拐地向他这边走来 这家伙现在依旧满脸红光 看不到半点疲倦 而且连屁股上的伤都不管了 显然昨晚还没爽够 现在听到还有仗打 直接就让吴邪带他回来了 大将军 需要我做什么 你尽管吩咐 安建成拍着胸口道 是有点事情需要你去做 徐安抬手拍了拍安建成的肩膀 道 去找一个热气球 涂成天空蓝的颜色 飞天门山一趟 我需要拿到天门山的布防图 陈南 把望远镜给他 让他在天上将敌人的布防图画下来 陈南现在对望远镜宝贝的不行 一听要将望远镜给安建成 他险些扭头就走 安建成可是对他的望远镜早捶咸三尺了 给你可以 但给我保护好了 陈南一脸肉疼地将望远镜递给安建成 咬牙切齿警告道 要是蹭破一点皮 老子扒了你的皮 去去去 不就是个望远镜吗 说的老子很稀罕似的 安建成取过望远镜 很宝贝的收进怀中 面上却假装丝毫不在意 大将军已经说了 班师回朝后 望远镜就会装备到各银各连 老子这只是借用而已 你是去搞侦查的 在天上别乱看 徐安走上前 给了安建成一脚 这家伙和城虎一样 两人之前接触到望远镜的时候 想到的不是战场上的排兵布阵 而是拿去偷看女人洗澡 这一次白天上天 徐安觉得 安建成肯定会居高临下 在天空到处找目标 单个是肯定不会单个正事 但要是惹到什么女高手 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陈南 地面侦查我就交给你了 务必找到最好的火炮阵地 徐安看向陈南 道 明天你要像昨晚打叶绿七一样 几排炮弹就得炸开敌人的大门 保证后续部队杀上山 不然 空降的两千金锐 可能会被敌人给灭了 陈南立即站的笔直 敬礼道 是 保证完成任务 去吧 本将军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徐安拍了拍两人的肩膀 便快步往军营大门走去 因为他看到了徐清宇这个小吃货 正在和盖威练拳 心头顿时生起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这小家伙虽然只知道吃 平时练拳就是要他的命 现在主动练拳 恐怕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果然 徐安刚刚接近 便听到徐清宇 眨着灵动的大眼睛道 大哥哥 你这拳法我学会了 感觉一点都不厉害 盖威一听 当场就不乐意了 胡说 我这是天刚拳 学成一拳千金重 就算是剑心挨上一拳 也得当场哭爹喊娘 他只见探了探徐清宇的脑袋 道 小东西 练功是一辈子的事情 哪有那么容易学会 你这刚练就说 自己学会了 徐清宇挠着小脑袋 道 可是 我真学会了呀 不然 你站着给我打一拳 徐安听到这话 险些一头栽倒 小妹啊 你这一拳两千金 会砸死人的 徐清宇 不许胡闹 徐安瞪了盖威一眼 道 你大爷的 没事别惹她 不然你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盖威一听 当场就更不爽了 他堂堂冠绝榜第一的高手 自然能看出 徐清宇血气非常足 但并不是块学武的料 身上并没有什么真气 徐安这么一说 不是说他连一个小孩子 都打不过吗 这能忍吗 这不能忍 虽然经脉被吃鱼给疯了 但以他的身后 还怕一个小孩子 一个小孩子 能有多大力道 没事 别理你哥 我就站在这里 给你打一拳 盖威抬手揉了揉 徐清宇的脑袋 道 用全力 不过还要感受权益 嗯 这个可能有点深奥 以后你就懂了 用全力 用全力你压的 就成肉饼了呀 徐安正想将徐清宇练骨的事 告诉盖威 这是肩膀微微一沉 孔烟和清衣 一左一右地站在徐安身侧 手都不约而通地 凝住了他的腰 徐安 你自己不会功夫 还不准盖威教徐清宇吗 孔烟美眸逆着徐安 眼底充满警告 徐安立即就明白了 这是孔烟和清衣 十多徐清宇干的 这 这玩得太大了 会死人的 徐安低声警告 那他昨晚玩你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会死人 孔烟冷冷一笑 道 放心 我们不会打死他 顶多打个半惨 嗯 打个半死就行 少爷 我们很仁慈的 清衣也重重点头 徐安一听 当场就猛逼了 仁慈 你们俩是不是对这个词 有什么误会啊 第483章 才这么高 小丫头流利了 徐安算是明白了 因为昨晚盖威 将自己丢下悬崖玩 现在他们 要将盖威丢到天上去玩玩 娘脸 也就是说 昨晚赤羽疯了盖威的经脉 是为了让他短期内 失去武力 好让这群女人下手 想到这些徐安顿时几倍发凉 为盖威的前途担忧了 放心 我已经封锁了徐清宇的几个翘穴 他现在能发挥的权力 只有一半 赤里把玩着他的骨舌 在徐安的面前停下脚步 低声道 徐安扭头看向赤里 嘴角猛地抽了抽 小妈 你怎么也瞎凑热闹 可 无邪 给盖威拿个盾牌 连小妈都出动了 盖威这一顿 打是跑不脱的了 徐安看向无邪 让无邪给盖威拿个盾牌 虽然小妈控制徐清宇的力道 但一半力道也是一千斤 她怕徐清宇一个没控制好 真将盖威给打残了 盾牌 我和你妹妹过两招而已 还需要盾牌 徐安 你啥意思 盖威双手插腰 瞪着徐安道 你瞧不起谁呢 老子好歹也是冠绝榜榜首 和一个女孩比试比试 还要盾牌护身 传出去 老子丢不起这人 来 小姑娘 用全力 往这打 盖威微微弯腰 让徐清宇往胸口上打 好的呢 大哥哥 徐清宇应了一声 然后 她的小拳头随意一拳砸起 就落在了盖威的胸口 好在无邪眼疾手快 在徐清宇小拳头 砸落在盖威胸口上的那一瞬间 无邪的盾牌 刚好落在了盖威的胸口 碰 一声巨响 盖威胸前的短牌 瞬间四分五裂 而原本弯着腰的盖威 瞬间向着天空飞了出去 她只感觉自己像是 被一头全速冲击而来的 猫牛撞在身上 那种力量难以言喻 但就那么轻轻一下 她就觉得 大地已经离她远去 我靠啊 徐安你妹的 你那妹妹是个什么妖孽 这特么是个五岁女孩 无邪 救命啊 老子会摔死的 盖威当空飙血 在半空中挣扎 徐安抬手遮光看了一下 特娘的这个高度 足足有四五十米高 砸下来 估计还真得当场摔死 孔烟 轻衣也吓得脸色有些发白 也没想到徐清雨的一拳 竟然这么重 他们是想要徐清雨 教训教训盖威 但没想将盖威打死啊 嗯 才这么高 这小丫头 还是流利了 吃力看着半空的盖威 撇了撇嘴到 要是权力一击 应该还能再高个十几张 徐安 五六十米高呢 这还叫流利了 那要是权力 还不得一拳将盖威打上天了 无邪 救人 救人 徐安赶紧催催无邪救人 盖威现在经脉被封锁 无法自救 无邪身影瞬间窜了出去 脚在军杖顶部点了几下 身体飘然掠上半空 抬手拎着落下的盖威 缓慢降落 靠靠靠 吓死老子了 徐安 你特娘那是不是故意的 刚落地 盖威就从地上蹦了起来 要找徐安算账 但站在他面前的徐清雨 看着自己的拳头 冲着他眨了眨眼道 大哥哥 你的拳法蛮厉害的 我还真在打一拳吗 刚才没用力 别 可别再来了 盖威吓得转身就跑 嗖的一声 他直接跳到了无邪的背上 像个竖带熊一般 挂在无邪的身上 看那样子 是打死都不下来了 小无邪 你可不能见死不救啊 想当年 你差点被人宰了 我可是背着你 爬千山十万水 他又不是白痴 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 是被徐安身边的 这群女人针对了 无邪脸色黑如锅底 那就是黑历史 盖威不提的话 他还能帮他一点 但他现在翻出黑历史 他就忍不住想要劈死他 当年他是背着他 爬千山十万水 但也折磨得他够呛 差点将他折磨得 当场拔剑自吻 好了 这件事到此为止 徐安看向孔雁和清一 美好气地道 我没事 你们就别折腾他了 这家伙心灵太弱小 小心想不开 徐安信口胡周 他怕自己不在 堂堂的冠绝榜第一高手 被他们几个给整死了 徐安 这时 龙啸川的声音传来 徐安扭头看去 见到龙啸川和朱泰正 带着一群江湖高手 在营地外等他 他们很多人身上 都满身燃血 徐安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 丢下孔雁他们 便快步往外走去 龙叔 太叔 你们这是怎么了 你受伤了 严不严重 军医 叫军医过来 徐安跑出营地的大门 便拉着龙啸川前后打量 脸色充满焦急 这些可都是四镜高手 都是他的底牌 损失一个他都心疼 没事 这是敌人的血 我们就几个兄弟 受了点轻伤而已 龙啸川看着徐安 直接说来意 小子 我们是来告辞的 很多年没回家了 兄弟们都想家想得紧 他们被徐霄抓了挺多年了 一直关在与世隔绝的天牢 很担心家里 应该的 那就回去吧 我说了给你们假期 就给你们假期 徐安看了众人一眼 道 但在这之前 我需要和诸位数拜道个歉 当年徐霄抓你们 是因为 赵斯拿到了南疆的药人之术 想要抓一批四镜高手 进行施药 用来替他们征战天下 虽然后来证明 赵斯拿到的药人之术是假的 但徐霄抓你们是真的 让诸位这些年 在天牢受尽了罪 徐安越说 龙啸川等人的脸色 就越精彩 越尴尬 最后 龙啸川不得不打断徐安的话 道 嗨嗨 徐家小子 你别说了 当年徐霄抓我们 是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这不是主要原因 那个 当年的事吧 有点复杂 你知道的只是皮毛而已 我们呢 以前是怪徐霄 但现在 对他没什么怨气了 你别想太多 告辞 龙啸川说完 头也不回地走了 其他人也拱了拱手 也都迅速离去 很惊慌 像是后面有什么野兽追他们 徐安看到这一幕 当场就猛逼了 我擦的 难道我的猜测是错的吗 徐安抓这些高手 不是因为赵斯想要拿他们练药 那当年 到底为什么抓他们 第484章 我迎起来连自己都怕 徐安看着龙啸川他们急匆匆离开的背影 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他一直以为天牢这些人 都是徐安为了防止赵斯拿到南疆药人之术 用他们来试药的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全是这样 当年肯定还有不为人知的故事 并且这个故事 对于龙叔太叔他们来说 并不是什么好的回忆 不然提及往事 他们也不会这么狼狈 徐安直接回来军营 找到小妈询问 看她知不知道当年的情况 结果吃力听完徐安的话后 脸色也极为精彩 有愤怒 有羡慕 有委屈 种种情绪徐安都能在她脸上找到 就在她以为 即将听到一个大秘密的时候 吃力狠狠地瞪了她一眼 道 别问我 这个问题 将来你步入江湖 你自然就知道答案了 问我也行 自己趴在桌上 给我打一百板子 徐安脸皮颤了颤 那还是算了 她虽然很想知道答案 但还没有想到 用屁股换的地步 再说屁股的伤 都还没有完全好呢 不过 小妈的态度 让徐安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 能让小妈不想提及的答案 估计又和关在藏兵谷的老妈有关 离开吃力的营帐后 徐安重新见了一次云芝凡 徐小公爷 我愿意为你效力 求你给我一个投效的机会 见到徐安 云芝凡双手拢在袖中 重重一里 腰都弯成了九十度 她不敢再挑衅徐安 不敢再暴露丝毫敌意 因为这个男人不讲理 惹怒了她什么背景都没用 照杀不误 我娘在藏兵谷 怎么样了 前身的记忆中 母亲是个端庄贤淑 高雅大方的女人 但随着如今很多事情的发展 似乎都和母亲有关 这让徐安很好奇 母亲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师姐她 没有性命之忧 云芝凡沉吟了一下 没敢隐瞒 师姐被锁在炼狱塔 每月要受一次刑罚 每次都会被打得皮开肉绽 再重新关回炼狱塔底层 我刚刚出谷的时候 师姐刚刚受过罚 被鲜血淋漓地拖出刑罚店 你说什么 徐安脸色骤立 瞬间站了起来 虽然有了猜测 但从云芝凡的口中得到了证实 他还是怒火中烧 愤怒地想要杀人 虽然是一届来客 但他早就徐家所有人 当成自己的亲人 有哪个儿子 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母亲 受苦而无动于衷的 藏兵谷的总部在哪里 徐安寒生问道 这一刻想要直接率领兵马杀过去 将藏兵谷轰成碎片 藏兵谷总部并不在大前境内 在方外玄州 察觉到徐安身上散发出来的惊天杀意 云芝凡暗暗心惊 吓得肝胆皆颤 之前徐安谈指尖覆灭鬼为君 已经够可怕了 没想到这个少年真正发怒的时候 才是最可怕的 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种杀意和果决 仿佛是从尸山血海杀出来的恶魔一般 每说的一个字都带着无尽的恐怖 让他不敢有丝毫忤逆 但我不建议小公爷 这时候攻打藏兵谷 云芝凡忍着恐惧道 徐小公爷的部队足够精锐 可和藏兵谷比起来 还有很大的差距 而且 藏兵谷有剑仙 有刀仙 有引试不出的绝世高手 还有一支最神秘 最恐怖的军队 如果藏兵谷那么简单的话 这些年 徐霄会选择隐忍 以他的本事 恐怕早就杀上藏兵谷了 云芝凡的话 就像是一盆冷水 浇在了徐安的身上 他冷静下来 陷入沉思 的确 以徐霄的性格 如果不是忌惮藏兵谷 早就杀上藏兵谷了 他可是高手榜第一 是个连白小生都不知道 有多强的男人 能让徐霄如此忌惮 甚至选择隐忍下来 这个藏兵谷 肯定没有资料那么简单 有什么办法 能让我母亲 少受点苦 徐安看向云芝凡问道 声音凛冽 现在 不能立即进攻藏兵谷 云芝凡说得对 他并不了解藏兵谷真正的实力 贸然出手 只会吃亏 别看现在新军灭掉鬼为军 太差 一旦被高手近身 那就是一面倒的屠杀 而藏兵谷可是有剑仙 刀仙 甚至还有影视不出的绝世高手 他要是杀过去 说不定真有人能在地面 一刀劈残了他的空剧 但是 再给他两年的时间 那情况可就不一样了 等机枪 AK 狙击枪弄出来了 管你妹的什么高手 一缩子弹 还不是得乖乖地躺在地上 所以现在 他只能退而求其次 先想办法 让母亲少受点苦 云芝凡脸色阴晴不定 但还是咬了咬牙道 有 但恐怕小公爷不愿意 徐安看到云芝凡的脸色 心头已经猜出了几分 接受藏兵谷的辅佐 你是这个意思吗 云芝凡吓得直接跪在了地上 道 我可以成为第二个云师姐 徐安一听这话 就明白云芝凡的意思了 藏兵谷的资源照常享受 人不鸟就是了 虽然藏兵谷的资源 他根本看不上 有后世的知识和手段做保证 就藏兵谷那点东西 能对他有多大的用 至于人脉 试炼 不是自己经营出来的试炼 你敢用 就拿新军来说 新军2500人 每一个士兵徐安 都让百奇斯 做过全面的背景调查 有问题的 都已经被侯军义给淘汰了 当然 除了袁康帝安排的人除外 可以 你和他们谈跳剑马 徐安站了起来 拍了拍云芝凡的肩膀道 掌控好尺度 跟我混 我可以让你成为名流千古的谋士 但和我玩阴的 我阴起来 连我自己都怕 云芝凡下的当场跪在地上 颤声道 属下不敢 雍州 四十斧 尚云霄将徐安要打天门山的事情 告诉黑袍男人的时候 对方直接惊得蹦了起来 什么 攻打天门山 他是疯了不成 黑袍男人在大厅来回踱步 有些崩溃道 这特娘的不在计划之中 这打了鬼为军事大胜 要是在天门山大败 陛下的大计可就泡汤了 尚云霄 你和徐安胡闹什么 尚云霄笑呵呵地道 之前不在计划之中 现在在计划之中了 天门山 我们破定了 第485章 帮他清理门户 黑袍男人简直气炸了他 奉命打入尹门 和尚云霄理应外合 就是想要在关键时刻 控制住雍州 避免雍州落入赵斯之手 但他刚刚和尚云霄联手 搞死了尹门在雍州的负责人上位 尹门很多在雍州的事情 以及赵斯和尹门的秘密 他都没有来得及深究查探 结果 现在徐安和尚云霄 直接要将天门山端了 那可是隐门在雍州的老窝 保密级别极高 连他对天门山的了解 都几乎为零 破定了 尚云霄 你知道天门山的布防吗 你知道天门山有多少安保吗 你知道天门山为了防备意外 准备了多少物资吗 黑袍男人指着尚云霄的鼻子 破口大骂 我告诉你 你就是十万大军封山 天门山的粮食 也足够两万人吃上一年了 你们拿什么打 你们怎么打 尚云霄怂耸奸 道 怎么打 是机密 不能给你说 但要把你摘出去 你需要将我们攻打天门山的消息 传给天门山 而且现在战场被封锁着 鬼为君大败的消息 还没有传出来 所以他们肯定不会相信的 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们了 我看你是疯了 黑袍男人的口水 直接喷在尚云霄的脸上 我是摘出去了 你呢 黑袍男人手点着尚云霄的盔甲 怒道 你率领大军攻打了天门山 肇司立即就明白 你是陛下的人 这会打乱陛下的计划 可相比于陛下的计划 我更倾向于徐安的计划 尚云霄虎目微眯 脸上带着果决 就算因为这件事 被陛下撤职斩头 老子都认了 气死老子了 气死老子了 黑袍攥着拳头 原地咆哮了两声 瞪着尚云霄道 徐安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 让你宁愿抗旨 也要跟着胡闹 那小子 贼有意思 比他跌强多了 提到徐安 尚云霄嘴角有了笑容 将他和徐安商议的事情 全部告诉了黑袍男人 男人听完之后 陷入了沉默 沉阴片刻后 他的指尖缓缓地颤抖起来 然后 他的声音也颤抖着 在空气中传来 尚云霄 你的意思是 徐安要在雍州搞土改 黑袍颤声问道 不等尚云霄回答 他已经先给出了答案 是了 是了 徐安这一仗 打出了天时地利人和 的确是个绝佳的机会 唯一的威胁 就是天门山 黑袍男人猛地抬起头 看向尚云霄道 天门山必须打 我亲自带兵去 尚云霄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 滚蛋去 一个玩阴谋的 懂什么打仗 你现在要做的 是要怎么利用这件事 巩固你在隐门的地位 今日之后 在雍州 可能就是咱俩在过招了 得合计合计 天门山一灭 他的卧底身份就暴露了 而赵斯在雍州的势力 也被尽数拔出 只有隐门的势力 还在苟延残喘 那将来在雍州对决的 极有可能就是 他和眼前这家伙 因为徐安太能折腾了 他回到京都 赵斯应付他 估计都应付不过来 雍州这边 就算他想要兼顾 那也得徐安同意不是 这些以后再说 现在最重要的是 打下天门山 现在天大的事 都没有这是重要 黑袍男人 瞪着尚云霄 道 就算是违抗圣旨 要杀头 老子陪着你一起 滚滚滚 老子喜欢女的 尚云霄骂了一句 脸色随即又凝重起来 此战过后 雍州算是真正意义上的 属于大钱了 能不能守得住 就看我们的了 黑袍男人 看向天门山方向 声音凌冽道 一定会守住的 入夜 徐安和云芝凡 一直聊到了晚上 收获颇风 和云芝凡聊过之后 徐安才知道 自己还是太小看古人了 藏兵古存在三百年 几乎主宰了 整个九州大陆的 王朝兴衰 这期间 一些著名的政变和名战 都是出自他们之手 徐安觉得 要不是自己有 现代知识打底 真将他丢到这个大染缸里 估计还真活不过两极 送走了云芝凡 徐安便拿到了 安建成和陈南的侦查报告 安建成的侦查 已经很相信 将整个天门山的地形图 已经防御 都画在了地图上 有这张图 上云霄的空降部队 就不会因为环境陌生 而迷失方向 但陈南的地面侦查 不是太理想 他需要拿望远镜 第二天再去侦查一下 再选定最好的炮兵阵地 只是徐安总觉得这家伙 是找借口 拿回自己的望远镜吧 在地图上做了相应的批示 徐安便将吴邪叫来 把这两张图 交到上云霄的手上 尽快交到上云霄的手上 吴邪冷冷瞥了他眼 我是保镖 不是传令兵 这不是传令兵能做的事 徐安将两张图纸 塞在吴邪的怀里 道 这是绝密 不能出现半点意外 只有你亲自去 我才放心 让上云霄务必在明天晚上 让他手下的突击队长 将地图刻印在脑中 否则 他们就算空降天门山 也是无头苍蝇 吴邪有些不爽 自己干的是保镖的事 现在都快成为 这家伙的专制跑腿了 不过听到徐安的话 他心头还是很舒坦的 只能高傲地抱着 建出了营帐 与此同时 天门山 山寨中灯火璀璨 两道身影 正站在天门山的城墙上 看着威恶的山巒 两人的脸上 都带着浓浓的寒意 黑袍传来的消息 你怎么看 站在右侧 是个身材魁梧的中年男人 也是引门派来 帮助他训练军队的兵家高才 我早说过 尚云霄不可信 奈何赵斯不信 有此报 也是他自食恶果 青年笑了笑 道 不过 我倒是不介意 帮他清理门户 攻打天门山 哼 只要有我孙玉在 天门山就是徐安这辈子 都别想跨过去的 天前孙玉 看向寇山河 笑容如雅 寇首领 传令备战吧 既然尚云霄是皇帝的人 那我们 便趁势拿下雍州吧 第486章 徐安 我等你来攻 孙玉有绝对的信心 天门山 可是经过他的特殊改造的 五万雍州军 加徐安的两千星军 就想要攻下天门山 简直做梦 就算是徐霄清帅十万大军来攻 他也敢保证 坚守三个月 绝对没有任何问题 徐安和鬼威军的大战 还是没有消息吗 寇山河双手撑在城墙上 看向一线天方向 徐安现在能抽出兵力来打我们 是不是证明鬼威军败了 如果他连鬼威军都打败了 那我们对这个敌人 就不得不重新评估了 寇山河曾经就在北境服役 后来因为不想和北敌人 拼命带着手下人当了逃兵 原本是被徐霄的百气司 缉拿追杀的 但在赵司的帮助下 逃过了一劫 在雍州落草为寇 经过十年的发展 他俨然已经成了雍州的一霸 自然十分谨慎 不敢有丝毫插持 就是怕一觉醒来 坐在他面前的是徐霄 没想到没等来徐霄 倒先等来了徐霄的儿子 一线天还是被雍州军封锁 里面到底什么情况 暂时不知 孙玉笑了笑 脸上略带嘲讽 所以黑袍传来的情报 我都怀疑会不会是徐安的障眼法 他怕战事胶着 被我们从后面偷袭了 寇山和腻了孙玉一眼 声音略沉 黑袍没有出过错 他知道孙玉和黑袍有恩怨 原本雍州隐门的主持者意外死后 孙玉和黑袍就争夺雍州隐门的控制权 孙玉说了 这些年 孙玉全力操练天门山的土匪 就是想要证明自己比黑袍更强 更适合做雍州主持者 所以 我才让寇首领备战 孙玉背着双手笑了起来 道 黑袍说 上云霄不是三天后 轻率兵马来吗 那就看戒时有没有徐安吧 寇山和沉吟了一下 点头 的确 鬼为君纵横天下 先有敌手 当年他放弃一切败逃 就是因为遇到的敌人 是鬼为君 那是一支如有神助的队伍 所有之处寸草不生 就徐纳两千新组建的新军 估计一个冲锋都扛不下来 就被耶律云鹰踏成肉泥了 那倒是 有先生在 天下谁能攻破我天门山 寇山和冷笑一声 脸色猙獰道 徐安不来还好 徐安若真敢来 那就趁机杀了他 将他的人头送给宰相几天 孙玉听到这话 眼底寒意一闪而过 他自然听得出 寇山和话中的意思 天门山这支人马虽然是隐门训练的 但是宰相赵斯的不对 那是自然 徐安的人头 理应送给丞相做贺礼 孙玉微笑汗手 原本他们的计划 就是借着灾心降临之士 响应天下清军策的口号 顺势攻下雍州 阻挡徐霄回原京都 如果徐安刚来 那就宰了他 给赵斯的大忌做贺礼 劳烦先生寻查一下防卫 我召集兄弟们聊聊 寇山和拍了拍孙玉的肩膀 转身下了城墙 孙玉站在城墙上没有动 只是扬起的唇角 显得阴狠和诡异 赵斯的人 哼 赵斯那蠢货 有资格指挥他 这支精锐的队伍 这支队伍 早就不属于寇山和了 从他接受训练的时候 这支队伍就已经是隐门的私兵 只是名义上 还是听从赵斯的调遣罢了 哼 蠢货 在城墙上站了许久 孙玉低声道 他是很瞧不起赵斯的 一个掌控着整个大前命脉的人 形势却如此畏首畏尾 被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真是可笑 如果是他 早就是大前的皇上皇了 徐安 才子榜榜首 谋士榜82 孙玉双眼微微眯起 看向一线天方向 一个顽固 何配如此殊荣 不是要攻打我天门山吗 我孙玉 等你来攻打 届时 我必定用你的人头告诉白小生 他的眼睛有多么的下 而你就乖乖当我的垫脚石吧 你要没有这些殊荣加身 连让我出手对付的资格都没有 他微笑 笑容轻狂而猙獰 隐门将他丢在天门山 已经五六年了 以前天天和黑袍等人勾心斗脚 想想他都要吐了 现在有这种机会 他一定会抓住 只要宰了徐安 他必定一战成名 名动天下 属下拜见军师 这时 身后有声音传来 孙玉嘴角的笑容 渐渐收敛 道 怎么样 所有不房和物资 都查过了吗 有没有问题 他身后站着的是个魁梧男人 闻言立即抱拳道 回军师 属下待人 已经全面清点过了 我军现在共有军粮 一亿两千斤 肉十万斤 开战能确保大军半年内 不会断粮 我军现在共有羽箭三十万只 弓一万张 火油十吨 头毛十万只 滚石滚木无数 听着男人汇报着山上的物资 孙玉嘴角的笑容 便越来越浓 三十万支箭 十吨火油 这些物资 别说五万雍州军 和徐安那两千杂牌军 就算是徐霄的十万精锐 想要攻打天门山 都得全部埋伸在这里 弓箭一扫一大片 火油一烧一大堆 徐安 你 拿什么爱工 我 很期待 京都 宰相府 赵斯坐在凉亭中 手中正捧着茶 陷入了沉淫 雍州 已经两日没有消息来了 这两日一直心神不宁 连早朝都称病在家没上了 就等着雍州那边的消息 啪大 就在这时 他手中的茶杯 忽然落在地上 摔得粉碎 滚烫的茶水四溅 仆人吓得跪了一地 赵斯却盯着破碎的茶杯 皱起了眉头 这时候茶杯碎了 他心头忽然有一种 不好的预感 成像 雍州有消息来了 这时 管家急匆匆走了过来 将刚刚收到的密信交给他 赵斯连忙接过密信 但看完密信中的内容后 他脸色极为阴沉 徐安末入城 还将雍州的一众豪族给带走了 这混账东西 又想要干什么 他难道还想在雍州 玩京都 他收买人心的那一套 南城商盟 现在提到这几个字 他就火大 短短半个月的时间 南城商盟 都快将京都豪族 打得生活不能自理了 如果再不遏止 京都豪族 恐怕都得先造反了 但他徐安 到底掳走那些豪族干嘛 第487章 徐安回不来了 赵斯现在 都被徐安整出后遗症了 知道雍州豪族被徐安抓了 他的第一反应 就是这小贼又有阴谋 难不成自己让老鬼 揪及雍州豪族 威逼胁迫徐安 反倒是成全了 这小兔崽子了 可一想好像又不对啊 自己现在管雍州豪族干什么 现在最重要的是 雍州的战士才对 只要耶律云英打赢了 徐安就算抓了那些雍州豪族 也没有任何作用了 因为他早就被耶律云英 踏成了肉迷 雍州 就只有这点消息吗 赵斯将密信 丢进主查的火炉中 脸色阴沉至极 暂时没有其他 管家摇了摇头 话没说完 一只白鸽便飞落在了院中 是鬼先生的鸽子 管家面色一喜 快步走了过去 抓住了鸽子取出密信递给了赵斯 赵斯摊开密信看完之后 脸色瞬间滴出水来了 阴沉得可怕 看来 你也得到了同样的消息 这时 坚政的声音从院外传来 赵斯抬头看去 见到坚政一身道袍抱着浮沉 先锋道鼓地从外面走了进来 赵斯眉头一皱 现在袁康帝正怀疑我们两个有阴谋 你这时候找上门来 不是落人口石吗 但现在的确管不了那么多了 雍州战士对他们来说影响太大 直接关系到他们后面的布局 都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别进来 赵斯挥了挥手 管家立即带着伺候的一群下人 恭敬地离开了院子 院里很快只剩下了赵斯和赵纯刚两人 血案的军队消失了 你怎么看 赵斯脸色阴沉地看向赵纯刚 他以为赵纯刚过来就是为了这件事 但赵纯刚却是轻笑一声 道 看来是频道高估了丞相的情报能力了 我这边的消息稍微提前了一些 说到这里 赵纯刚抬头看向赵斯 道前天晚上一线天炸了一夜 赵斯威正 炸了一夜是什么意思 字面意思 一线天天水湖方向 火烧了半边天 至于到底什么情况 我的人进不去 徐安派了武林好手 封锁了战场 赵纯刚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茶杯滴进唇边又没有了胃口 又将茶水放回桌上 他此时心里很不安 赵斯没在京都 对徐安那两声炸雷没有太大的感触 但山水山庄爆炸的时候 他就在观星楼上 那爆炸声简直地动山摇 在观星楼上都能听到正感 甚至他还看到了两股硕大的蘑菇云 冉冉升上半空 虽然后来各方面的消息证实 是徐潇这个老贼暗中出手了 全力两拳打爆了山水山庄 徐潇的实力连白小生都无法评级 他的确是有这个实力的 所以当时他们就都没有怀疑 可现在想想 这更像是袁康帝故意放出来的消息 徐安一直在瞎倒过神秘武器 如果这真是什么神秘武器呢 赵斯听到这话 双眼却是瞇了起来 随即嘴角微微扬起 那没有悬念了 现在的徐安应该已经成了肉泥了 嗯 赵春刚双眼陡然一瞇 就那么冷冷地盯着赵斯 他过来是想说京都炸雷的事情 却没想到先得到这样一个答案 你说的爆炸 应该是北敌大军的投尸机 发出的声音 赵斯此时心情愉悦 之前的郁闷和不安一扫而光 他面色略有得意 笑着解释道 老夫之前在北境之时 曾见过北敌鬼为军工程 他们的投尸机头的石头 是经过北敌军方用火油灯密法加工过的 石头在发射的时候会被点燃 而被点燃的火球会变成一个大火球 落在城中的时候便会发生大爆炸 火焰也会向四面八方溅散 将周围一切燃烧殆尽 我想一线天外的大爆炸 应该是耶律云英得手了 赵春刚眉头微皱 他总觉得似乎有什么地方不对 却一时间想不起来 但赵斯的话虽然很不中听 但他还是暗暗松了一口气 有可能真是自己太过于敏感了 徐安劳失远征 而耶律云英是以一代劳 要战胜徐安并没有太大的难度 放心吧 想必用不了多久 捷报就会传来 赵斯抬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微笑道 接下来我们可以继续实施我们的计划了 灾星降临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我们得做好充足的准备 赵春刚沉映了一下 微微汗手道 就按你说的办吧 等徐安大败的消息传回京都 必定会人心惶惶 届时就先让刘明闹起来 再让疫病传染开 到时候给皇帝扣上一个倒行逆施的罪名 逼着他善未便是 我四天见 肯定会全力协助你的 话落 赵春刚站起 告辞离开 看着赵春刚的背影 赵斯唇角的笑容一点点冰冷下来 来人 赵斯沉喝一声 管家进来后赵斯沉声道 立即启动你们的渠道 我要知道雍州的一切情况 速度要快 还有 告诉杜如画 明日早朝 弹劾徐安从容自信 是做给盟友看的 他还需要求证再求证 而这时整个京都虽然依旧繁华 但总是少了那么点活力 以往活跃的茶滩 喧嚣的酒楼 热闹的街道 虽然依旧人满为患 但议论声却少了很多 显得有些病烟烟的 唉 总感觉京都没有了徐晓公爷 感觉意思都少了一大把 就是 徐晓公爷不在京都 不整一点幺蛾子 还真特娘的不习惯 徐晓公爷啊 你啥时候回来啊 京都各地 别说很多百姓 都有些想念徐安了 他在京都的时候 各种幺蛾子多有意思 现在他不在京都 感觉这闷热的京都 都没什么东西能解暑了 回来 哼 他回不来了 京都一处酒楼中 赵高站在窗前冷声说道 徐安不在京都 他们的生活 终于重新步入了正轨 两天一次茶会 三天一次诗会 他再度成为圈子里的风流人物 不仅他回不来了 他身边的那群蠢货 也回不来了 在赵高的身后 长孙赞也是一手揽着美女 一手握酒杯 笑容阴险 这一次 耶律云英是直接将他的敌人 以锅端了 第488章 让他谈笑中 看着自己灭亡 雍州战报尚未入京 京都已经蠢蠢欲动 雍州大营 一顿新军将领 也都蠢蠢欲动 成虎 秦怀玉等将领 一早就等在徐安的营仗前求战 后果就是 直接被吴邪拎着打了一顿 至于讲道理这种事 交给侯军义了 虽然侯军义现在是新军统领 但成虎 安建成 他们以前就和侯军义不和 根本就不服他 想要他们安静听他讲理 根本就不可能 不过没关系 打一顿就能好好地听听道理了 要是还是不想听 那就打到想听为止 徐安动用炮帘和空军 协助尚云霄打天门山 就是为了突出新军的牛逼 给人留下思考的空间 新军区区一步 就能将天门山给拔了 要是新军全部 那还不得逆天 这才是他想要的效果 要是全军出动攻打天门山 他还需要尚云霄的配合吗 徐安让侯军义收拾城虎他们 同时让侯军义重新带人 仔细打扫一遍战场 他不想留下任何炸药包 给敌人做参考 同时 营中的一切事物 交给萧兰后 徐安便带着人出发了 空军和他随行 炮兵在陈南的带领下 先赶往天门山 布置炮兵阵地 小子 老子的兵全部准备就绪了 你准备得怎么样了 徐安刚出一线天 尚云霄快步走了过来 双手将徐安拎上了半空 报 快点 这一战 老子等了很多年 已经快等不及了 尚说 咱们是偷袭 别搞得这么兴师动众啊 徐安看到远处 威风凛凛身如镖枪的 雍州军 嘴角直抽搐 娘的 雍州地形复杂 地势险俊 你这么明目张胆 老子要是敌军立即找机会 伏击你好吧 恐怕没办法偷袭了 尚云霄拎着徐安走到一边 干咳一声道 徐小子 老子昨夜没忍住 给天门山下战书了 骂玩意儿 徐安一听 当场跳了起来 天门山本来就一手难攻 最好的办法就是 出其不意 攻其不备 不等天门山敌人有所反应 直接贴到他们脸上输出 你现在给天门山下战书 这不是通风报信吗 得到消息 敌人还会站着给你打 这不扯淡吗 老尚 你咋想的 你这是通风报信知道吗 老子都怀疑 你是不是被天门山的土匪收买了 徐安跳脚 他的计划中 就没有正面纲这一项 新军可都是他的宝贝 你叫的啥 要拼命的是老子的兵 你只负责运兵 和炸开敌人的大门 尚云霄一巴掌 甩在徐安的后脑勺 又在徐安的耳边 低声说了几句 将下战书的原因 告诉了徐安 一切都是为了 稳固黑袍在隐门中的地位 原来是这样 那就合理了 徐安听完后 顿时惊了 心头不得不对徐霄和狗皇帝 佩服五体投地 这是间谍大战啊 隐门和藏兵谷 一直躲在后面搞事情 徐霄和皇帝 竟然想直接将搞事情的人 换成了自己人 这想法可不是一般的大胆 天门山 就是尚云霄 送给黑袍的一个大功劳 当然 前提是徐安能打下天门山 这样黑袍的消息 才显得有意义 否则就是偷击不成十把米了 行吧 那计划需要调整下顺序了 徐安看向尚云霄 报 走吧 咱们去汇汇天门山上的隐门大佬 尚云霄看了一眼身后的大军 全军出动 废话 你通风报信了 不全军出动 怎么正面刚 徐安瞪了尚云霄一眼 道 接下来这一战我来指挥 你来执行 既然消息已经暴露了 那我就让他们知道 天门山天险 对我来说就是个屁 进军 天门山 尚云霄看着徐安上马 带着三万大军浩浩荡荡的开靶 当时整个人都不好了 什么叫你指挥 老子执行 老子同意了吗 这里是老子的地盘好吗 你这是夺权 黄昏 太阳已经熄垂 晚霞将整个天门山映的通红 仿佛染了血色一般 寇山河和孙玉政站在城头上 经过昨夜的会议 山寨所有头领已经达成了一致 只要雍州军赶来 就将他们全部留在天门山 充足的战备和战略物资 让他们有足够的信心 将雍州军彻底打趴下 至于徐安的那两千多星军 不过是个天头而已 爆 这时 背着黑旗的探马 快速冲上城墙 丹西跪地禀报道 首领 军师 雍州军三万人 正浩浩荡荡向天门山开来 距离天门山 还有不足无理地 真来了 寇山河和孙玉脸色结实一变 随即 两人的脸色也都激动起来 天门山 他们早就呆腻了 是时候去雍州城享受享受了 他们是大摇大摆地过来的 没有派先锋 也没有派探马 孙玉摇着折扇 问道 小兵回道 是 三万人浩浩荡荡地向天门山开来 没有派先锋 也没有派探马 为首的是个十八九岁 穿着警服的少年 听到这话 孙玉双眼陡然亮了起来 徐安 肯定是徐安 哈哈 这丸裤果然来了 大摇大摆 没有半点警惕 真是狂妄到了极点 简直找死 有朋自远方来 咱们要不设宴 说不过去啊 孙玉转着折扇 笑意盎然 来人 给我准备一桌上好的韭菜 我要在天门台宴请徐安 我要让他在谈笑中 看着雍州军士如何的灰飞烟灭 是 一个小兵领命离去 孙玉看向寇山河 笑道 山寨就交给寇寨主了 只要雍州军敢进攻 必定要他们有来无回 寇山河大笑道 军师放心去便是 我想宰徐霄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今日便先拿他儿子来练练手 孙玉点头 转身离开 半个时辰后 徐安率领大军抵达天门山下 虽然已经看过地形图 但徐安此时见到天门山 心头还是不由暗暗震撼 难怪尚云霄拿天门山无招呢 天门山是三座连在一起 确成品 自行分布的大山 地势险峻 地形复杂 根本就不利于大军展开 小谷部队攻山 聚多少送多少 可惜遇上了他 就注定成为过去式了 因为陈南的大炮 炮口已经对准了天门山 就等他一声令下 炮火就能炸平敌人的关爱 没有钢筋混凝土 什么攻势在大炮面前 都是豆腐渣 第489章 你算哪根葱 咚 徐安抬手 全军在天门山下停了下来 整齐的脚步声和盾牌声落地 宛若惊雷 连地面都震了震 小子 老子虽然很赞你的计划 但说实话 一到天门山 老子心里就发慌了 尚云霄在徐安身边驻马 道 这次若真打下天门山 老子就将天门山 和一线天连接成一体 打造成大前北面最强防线 不然打下一个寇山河 将来可能还会再来一个镇山河 徐安嘴角微抽 一线天和天门山 虽然在一条线上 但战略意义不同 一线天是雍州 甚至整个大前的门户 拿下一线天防线 可威胁大前京都 但天门山虽然一手难攻 但也就对雍州有点威胁而已 除非天门山 有路直达北境 那就两说了 否则 将相距几十里的地方 打造成同一道防线 劳民伤财而已 没必要 甚至以后 雍州都可以不设防了 徐安输了一个懒腰 扭头看向尚云霄道 因为 我会收复北境十八州 收回了北境十八州 雍州的战略位置 就没那么重要了 甚至 尚书你要是愿意 也可以将北敌算进去 尚云霄文言 顿时哈哈大笑起来 手掌用力拍了拍徐安的肩膀 道 好小子 我喜欢 这话听的提气 好了 按照你的要求 大军不设防 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接下来你怎么打 我告诉你 我的士兵虽然不怕死 但你也别想让他们门头冲 天门山地势险峻 大军施展不开 冲上去多少死多少 而且黑袍说了 寇山河为了防备不测 可是准备了充足的粮草和战略物资 用人命田 也不一定拿下天门山 就算拿下来了 这样的惨剩 对尚云霄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他的兵不是不能死 但要死在抵御外敌 保家卫国的战场上 而不是窝囊地死在土匪的手中 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徐安手缓缓抬起 贺道 全军准备 祸 三万雍州军沉喝一声 齐齐做好冲锋准备 气势磅礴 士气冲销 就在这时 前方忽然有一气向着徐安急驰而来 无邪直接打马上前 手中长剑抬起 来人止步 否则 死 谁是徐安 来人却没理无邪 贺问道 找我 徐安打马上前 笑道 我就是徐安 你就是徐安 我家军师请你赴宴 来人往远处山上只去 徐安顺着他所指的方向看去 看到山顶的悬崖凉亭上 正站着一个白衣飘飘的青年 看到他看去 便双手拢在袖中 冲着他微微拱手 军师 孙玉 他顿时眯了眯眼 又是个爱装神弄鬼的 刚刚收拾了藏兵骨的云之凡 现在又来一个隐门的孙玉 这小子啥意思 要和我逐酒论阴谋 你是觉得我攻不下你天门山是吧 敢这么挑衅小爷我 尚说 我先去挥挥这家伙 军队交给你指挥 等下听我命令 徐安看向吃雨 道 给我尚书一只小可爱 方便等下行事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尚云霄正想劝徐安 忽然感到耳朵一痒 下意识地想要抬手掏 耳中却先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声音 手莫动 弄死了老子的蛊虫 老子整死你啊 尚云霄顿时大惊 猛地回头看向骑马在自己身后 手里还拿着烤鸡的女孩 她是南疆古族的人 徐安手中竟然还有南疆古族的高手 他怎么不知道 我的天 天门山对他们来说是险地 但对南疆高手来说 简直就是如鱼得水 南疆十万大山 哪个不比天门山险要 他要是入山 不 他甚至可以不入山 就能窍无声息地 毒死整个天门山的匪扣 徐安这小子会搞事情啊 尚说 你别想太多 这一战他的作用 就是保证通讯而已 徐安知道尚云霄想什么 道 有些手段是禁忌 不能用 当年一句 南疆有要人之术 南疆人被杀得几乎灭绝 如今 活下来的南疆人 也不过几万人 要是他一夜之间 灭了两万多隐门 亲自训练的贼寇 那南疆接下来 又会是一场灭顶之灾 他们承受不住隐门的报复 尚云霄诧异地看了徐安一眼 小子你所谓的禁忌 是这个女娃娃吧 但想想 尚云霄也笑了起来 道 也对 战场应该是咱们男人的事 有些手段的确不能用 赤羽看了一眼徐安 没说话 吴邪 圣女 送我上山 竟然以门大佬相邀 这个面子 咱们得给 徐安跳下战马 随即只赶到肩膀一沉 人就已经腾空飞起 吴邪正抓着他的肩膀 借着悬崖峭壁 以及树木戒力 向着山顶 积虑而去 赤羽抱着烧鸡 跟在两人的身后 我擦的 吴邪你能温柔点吗 公主抱不会是吧 徐安瞪着吴邪 这家伙太粗暴了 一点都不温柔 我知道 你想成为 南疆圣女手中的烧鸡 吴邪冷冰冰地道 徐安看了一眼 赤羽抱在怀中 油光闪闪的烤鸡 骂道 你给我滚 片刻 徐安被吴邪拎着轻飘飘 落在了山顶梁亭外 见到徐安 孙玉连忙拱手道 想必这位 就是徐安徐小公也吧 在下孙玉这箱有礼了 行了 别爱这些虚的 直入正题吧 徐安直接向着梁亭走去 坐在桌边 看着桌上的美酒佳肴 冲着赤羽道 圣女 有毒嘛 没毒 刚做的 还热乎着呢 赤羽放下手中的烧鸡 美眸看向徐安 吃吧 都是你的 徐安笑着将手扒鸡 以及猪蹄 都推到了赤羽面前 孙玉看着这一幕 嘴角的笑容 陡然僵硬在了脸上 他想要的场景 是和徐安喝着美酒 给徐安指点江山 而山下 则是因为两人的博弈 战火连横 杀声震天 可现在 太伤意境了 简直有辱斯文 徐小公爷 此番如此进攻我天门山 可不是什么明智之举 孙玉走过去 端着酒杯 向徐安示意了一下 结果徐安下一句话 他刚刚入嘴的酒水 差点喷了出来 鬼威军都全军覆没了 你算哪根葱 第四百九十章 徐安 你狂过头了 孙玉当场就猛逼了 鬼威军败了 还全军覆没 开什么玩笑 孙玉看着正和赤羽 原本还想强势碾压徐安 踩着徐安名动天下 结果徐安上来 直接放这么个大招 着实把他吓了一跳 但消化了这个消息后 孙玉顿时激动起来 打败鬼威军好啊 打败了鬼威军 那你这垫脚石的作用 可就更加上档次了 你大败鬼威军 我大败你 你的一切荣誉 都将成为我的荣耀 哦 是吗 那应该恭喜徐小公爷了 孙玉微微汗手 笑道 徐小公爷能大败鬼威军 着实厉害 可我这里是天门山 徐小公爷该不会以为 也能攻下我天门山吧 徐安踢着鸡腿 看到孙玉眼底的激动 顿时就无语了 老兄 你这一脸要搞我是啥意思是 我要搞你啊 你别把主刺给搞混了好吧 他下巴冲着山下 三万大军扬了扬 道 能啊 这不是来攻了吗 孙玉一愣笑起来 呵呵 徐小公爷还真是幽默呀 随即 他嘴角的笑容微微收敛 目光带着嘲讽道 可我的天门山 可不是那么容易攻陷 鬼微君吃了地形的亏 你胜了 而你现在 也在吃地形的亏 不不不 吃了地形的亏的 是你们 徐安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 笑道 天门山是地势险峻 但这样的地形一旦攻陷 你们可是连后路都没有 只能等死 趁我没有攻山之前 你去做做工作 让山上的两万土匪 下山投降如何 徐安几眉弄眼 道 跟着赵司和隐门混 真没什么前途 跟少爷我混 前途四解 孙玉笑着摇了摇头 道 投降 那是不可能的 他提起酒杯 清领一口小酒 平静地看向徐安道 徐小公爷出道极巅峰 让人很羡慕 今日在下 想要借徐小公爷一身荣誉 为我大道筑基 希望小公爷成全 喂喂 老兄 仗还没打呢 你就知道 你赢定了 徐安看着眼前满脸自信的青年 怂怂奸道 荣誉什么的 其实我并不是很在意 不过我不想给 所以还得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让我将一身荣誉拱手相让 孙玉盯着徐安看了一会儿 抬手指向身后的天门山 天门山上有两万精锐 有粮食一亿两千斤 有羽箭三十万只 有铜油十几吨 而我在天门山 共布置了三镇十二关 孙玉笑容凭借而轻松 就像是久违的好友 在徐安面前侃侃而谈 三镇为剑镇 独镇 火镇 一旦启动 剑镇万剑齐发 独镇剑人封侯 火镇火烧连营 三镇下来 一只三万兵马 得折损一半 闯过三镇 还有十二关 过了十二关 疲惫不堪的雍州军 对上我的精锐 你觉得会发生什么 屠杀 一面倒的屠杀 说到这里 他抬头看向徐安 道 当然了 你这三万雍州军 我们就没有打算要放过 就算你现在撤退 我大军也会咬着你打 要是你的军阵一乱 那也是一面倒的屠杀 徐安听得目瞪口呆 我擦 我这还什么都没说 谁给你的底气在我面前这么狂的 耶稣吗 徐安摸了摸鼻 道 说的是很厉害 可问题是 你的这些阵法呀 关卡什么的 对付普通的军队有用 对我没用啊 在少爷我的炮火面前 你说的这些 不过是土鸡娃狗罢了 孙玉看着徐安 忽然觉得眼前的少年太装了 我在天门山经营了五年 几乎做到了草木皆兵 在你眼中却是土鸡娃狗 你狂得过头了 也罢 今日便让你知道 在我面前 狂妄会付出什么样的代价 看来 有些东西不见血 是难分对错的孙玉目光 看下天门山的前沿营地 道 那里就是我天门山的剑阵 剑藏于墙后 只要打开中枢 整个旗门就会运转起来 向外发射弩剑 一次发射一万之剑 你的盾牌是挡不住的 所以 你打算用多少人命去填呢 徐安咧嘴一笑 给了孙玉一个拳头 凌伤亡 孙玉手中的杯子 差点掉在地上 连呼吸也急促起来 饶是他氧气功夫再好 也因徐安几次逆天言论 搞得有些炸了 我说了这么多 你和我开玩笑呢 他轻笑一声 淡淡道 是吗 那徐晓公爷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在下很想知道 你想怎么凌伤亡 拿下我的剑阵大赢的 徐安点点头 笑道 好的 那你可得看好了 话落他看向吴邪 道 人家都这么要求了 那还等什么 发信号呗 吴邪走到悬崖边上 胡乱挥动旗帜 信号其实迷惑孙玉的 他们之间的传令 依旧是蛊虫 天门山顶 城墙上 寇山河带着山寨一群头领 站在城墙上 都兴致勃勃地 看着远处山顶的徐安和孙玉 议论纷纷 我说 这都大敌当前了 军师和徐安 还有什么好聊的 直接开打不就行了 一个张头鼠目 肩膀上扛着铁爪的男人说道 他是山寨的二当家 穿山甲铁鹰 还能说什么 读书人卖弄风骚呗 三当家是个肉滚滚的胖子 手轮着一把大砍刀 不屑道 要我说 哪需要那么多废话 直接批了徐安就是了 反正咱们天门山一手难攻 再来个十万兵马 照样干翻他们 寇山河嘴角带笑 眼底却充满狠力 道 军师这么做 是为了击碎徐安的信心 让他的指挥出现问题 不过 老二说的对 和雍州军何须多聊 直接开打就是了 反正今日雍州军 是别想活着离开天门山了 寇山河看向铁鹰 道 镇守剑阵的是你的人 有多少兄弟在那里 铁鹰笑道 三千人 三千人操控剑阵所有中枢开关 无论雍州军怎么进攻 保证剑阵一开 一扫死一大骗 修修修 话音刚落 天际忽然传来了刺耳的呼啸声 寇山河等人齐齐看去 只见天空中出现了数十个黑点 向着天门山落了下来 第491章 请刻毁敌人剑阵 山下 尚文霄看着和孙玉相谈甚欢的徐安 也是一阵火大 这小兔崽子 怎么还和孙玉聊上了 特娘 我们是来打仗吧 不是来聊天的 尚云霄有些烦躁 再不打天就黑了 他们可没有来天门山速营的准备 徐家小子 你到底在干什么 三万大军堵在这里 天黑你知道意味着什么吗 天黑意味着屠杀 敌人对天门山太熟悉了 天黑他们想怎么灭我们 就怎么灭我们 这时尚云霄都有些后悔了 这小兔崽子 嘴上说的一套一套的 做起来咋这么不靠谱呢 你想聊你 家人逮了 聊个三天三夜 老子都没话说 但你现在聊个毛球 聊三万大军埋在哪吗 将军 打吧 别再等了 尚云霄的副将也急了 沉声道 三万大军在这样狭窄的地带 那就是兵家大计 现在天快黑了 一旦敌人率先发起进攻 会致使我军首尾不能相顾的 废你娘的话 就你懂 老子不知道 尚云霄瞪了副将一眼 冷声道 都给老子闭嘴 等着就是徐小公爷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道理 可是 副将还想说什么 尚云霄虎目已经带着杀意 敢扰乱军兮 我先宰了你 副将只能乖乖闭嘴 面色不愤 一众雍州将领也都脸色难看 被徐安给气到了 此时正是大军气势高昂之际 正是一鼓作气拿下天门山之时 可主帅却和敌人喝酒吃肉去了 这叫什么事啊 陈南 徐安命令你开炮 目标 敌人的见证 这时 上云霄双眼顿时一亮 太好了 这小兔崽子总算知道干事了 开炮 那是什么 是陛下秘密运来一线天军营的秘密武器吗 同时 上云霄又陷入疑惑 一线天军营虽然是他奉命兼造的 但运来的武器全都贴有封条 由密蝶丝和百气丝亲自看守 任何人不得靠近 包括他这个雍州刺史 现在听到徐安说开炮 上云霄立即激动起来 这小子肯定是动用揍鬼为军的武器了 消消消 正想着空中便传来犀利的笑声 上云霄猛的抬头看去 只见数十个黑点 正从他的头顶飞过 向着天门山山脚下的营地落去 这 就是那小子的秘密武器 上云霄猛的攥紧拳头 声音激动 他知道 那是敌人的剑阵 巍峨的城墙 凌乱的怪石 高耸的树木 都被敌人设置有陷阱 若是强攻 敌人万箭齐发 大军必定会损失惨重 所以 徐安答应他帮着炸毁敌人的关爱 可就这么几个黑点 靠谱吗 这是什么鬼东西 暗器 头十 天门山上 寇山河看着飞进的黑点 双眼也眯了起来 管他什么东西呢 之前上云霄什么手段没用过 攻破咱们第一道防线了吗 铁鹰满脸嘲讽 道 嘿嘿 这次 上云霄留下的尸体肯定会更多 哦 不 应该是连上云霄的尸体都得留下 咱们这次 是要打进雍州城 老子可是对雍州城的女人 垂涎已久了 听到这话 一众将领也都大笑起来 笑声狂妄而暴力 天门台上 孙玉看到飞过来的黑点 也是猛地站了起来 他恶然道 那是什么 哦 这是宣道天门山覆灭的哨声 徐安淡淡说道 话音刚落 炮弹便已经落在了天门山的剑阵中 轰轰轰 震耳欲聋的爆炸声 陡然在空气 响起天门山的剑阵 瞬间一片火海 卫额的高墙 银杖 怪石 树木 当场大部分直接被摧毁 被火海所替代 火海中不断传来淒厉的惨叫声 见到这一幕 孙玉彻底呆住 山上满脸嘲讽 正畅想去雍州享受美女的一众土匪头领 此时笑容也都全部僵硬在了脸上 整张脸上是浓浓的错愕和难以置信 上云霄也是愣在当场 满脸震撼 刚刚质疑徐安的一众雍州军将领 也都惊得瞳孔瞪大 接着刺耳的破风声再度响起 一连几排炮弹落在天门山的剑阵中 直接将城墙 怪石 树木等全部摧毁 全部被炸毁成了碎片 熊熊烈火 迅速向四面八方蔓延 无数敌人在火海中挣扎 惨叫 声音凄厉恐怖 看着这一幕 孙玉心头蒙上了浓浓的阴影 丛容的脸上难以再保持镇定 他引以为傲的剑阵 自以为能收割无数雍州军性命的剑阵 就在他的面前这样毁了 毁得如此轻松 这到底是什么 孙玉猛地看向徐安 贺问道 这是老子的意大利炮 这是火炮 徐安和吃鱼抢着鸡腿 头都没抬 早和你说过了 你所谓的陷阱 在我的炮火面前 就是土鸡娃狗 现在 信了 孙玉闻言 儒雅的脸色陡然争鸣起来 之前徐安说这话时 他只觉得 对方是在痴人说梦 狂妄地过头了 现在 他才明白 原来对方不是狂妄 只是谦虚地有些过头了而已 该死的 他怎么会有这么强大的武器 他怎么能有 威力如此强悍的武器 孙玉在心头怒吓 老大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天门山上 铁鹰脸色已经苍白下来 声音哆嗦着问道 其他头领 也都满脸恐惧 天门山剑阵 曾经为他们抵御了 无数次敌人的进攻 每次都让敌人损失惨重 现在却被人如此轻而易举给毁了 管他什么东西 你们现在立即给我摸下山 找到这东西 是从哪里发射过来的 给我不惜代价毁了 寇山河难以再保持冷静 拔出长刀怒吓 他知道这就是几天前 炸了一线天一个晚上的东西 原本还以为是鬼为君搞出来的 没想到 竟然是徐安整出来的东西 这太可怕了 短短几个呼吸间 就毁掉了他们倾注心血打造的剑阵 那后面的毒阵 火阵 岂不是也会被轻易毁了 寇山河不敢再想下去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 毁掉这神秘的武器 否则 今日天门山危矣 第492章 纵横家都是无情的 天门山下 雍州军前 好 炸得好 哈哈 炸得好 看着不远处的漫山火海 尚云霄直接跳下马 激动得手舞足蹈 曾经这件阵 可是让他吃尽了苦头 无数兄弟都倒在了这里 现在徐安却只用片刻功夫 直接就将敌人最大的底牌炸毁了 哈 看到没这就是徐安 这就是大破鬼为君的徐安 尚云霄指着山上凉亭中的徐安 大笑道 服了没 老子就问你们服了没 现在还有谁敢质疑 一众雍州将领顿时都满脸笑容 连连羡媚 不敢 不敢 原来这是徐小公爷的诱敌之策 哈哈 徐小公爷真乃神人眼 老子服了 刚才是谁质疑徐小公爷的 站出来 老子打死他 一众雍州将领都激动无比 一个个大意凛然地夸赞徐安 仿佛质疑徐安的不是他们一般 当然 他们刚才质疑徐安 是因为徐安没有让他们 捞到鬼为君的功劳 他们心头郁闷有气 但现在一切都烟消云散了 打下天门山也是大功一剑 赵虎 立即带着你的人 将天门山各个下山路口堵住了 不许放一个敌人下山 尚云霄看向身侧的副将 道 徐安这小子这一通乱炸 扣山河肯定会急眼 派人下山捣毁秘密武器 绝不能让他得逞 接下来还得靠秘密武器 炸毁敌人的毒阵和火阵 赵虎立即大喝道 是 保证不让一个敌人下山 话落 直接率领三千人 将天门山的下山路口围起来 天门台上 徐安看到剑阵被毁得差不多了 看向无邪道 发信号 差不多了 留着点炮弹招呼后面的关卡 无邪点点头 手中的旗子一阵瞎摇晃 赤羽趁机给陈南传达命令 炮击停止 炮击一停 孙玉便直接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难以再保持从容 鬼威君 败得不冤 他看向徐安 如此说道 在这样突如其来的炮火打击下 神仙都得抖三抖 我说了 灵伤王攻下你的剑阵 现在信了 徐安取出手绢 擦了擦嘴道 现在再给你个机会 让天门山的土匪下山投降 否则 他们死定了 后面的话 徐安加重了语气 孙玉盯着徐安看了一会儿 嘴角微扬 徐安 我不得不承认 你的炮火的确很厉害 但那又如何 我还有两阵十二关 我就不信 你能一一炸毁 那便继续开炮吧 徐安淡淡开口 打断了孙玉 天快黑了 雍州军不擅长打夜战 得速战速决 炮弹声再度响起 片刻的功夫 孙玉便看到自己的毒阵和火阵 被炸毁了 毒阵的毒物 直接被大火焚烧殆尽 火阵的火油 却是被引爆了 直接将半山腰炸成一片废墟 哎呀 徐安 敢回我山战 老子和你势不两立 寇山河眼睛红了 那可是他辛辛苦苦 经营了十几年的山头 现在被徐安从山下 逐步往上炸了一遍 炮火所过之处 全程一片废墟 他焉能不恨 寇山河一把零七铁鹰 大刀架在了铁鹰的脖子上 下山的人呢 为什么还没有将徐安的 秘密武器毁了 为什么 铁鹰吓得脸色惨白 声音颤抖到 雍州军控制了 所有下山的路口 拼死阻拦 我们的人杀不出去 那要你何用 寇山河大怒 直接一刀将铁鹰 劈成了两半 他燃血的大刀 指着一众头领 道 你们亲自去 我只要毁了徐安的秘密武器 完不成任务 这就是你们的下场 一群头领连连点头 吓得惊慌而逃 此时 寇山河心头 那是一个悔啊 昨晚孙玉便曾劝过他 将一部分人马 埋伏在天门山外 等雍州大军攻山时 前后夹击灭掉雍州军 但他拒绝了 因为要派出去的那部分人 平时和孙玉走得很近 他以为孙玉这是 想要保存实力 等他和雍州军 拼得你死我活 他再出来 坐收渔翁之力 结果间接造成了 现在这被动的局面 要是外面埋伏有人 现在可以命令这些人 不惜一切代价 摧毁徐安的秘密武器了 可恶 孙玉 你误我呀 寇山河看向天门台 杀意凛然道 虽然信誓旦旦 要杀进来犯的雍州军 可是他们 内部矛盾重重 没有铁板一块 被徐安这么一顿狂轰乱炸 人心很容易散 哈哈 好 炸得好 徐家小子 老子爱死你了 山下 尚云霄激动原地转圈 满脸振奋 三阵已破 雍州军能够以最低的伤亡 拿下天门山 这简直大大超出了他的意料了 将军 我们上吧 尚云霄身后 有将领坐不住了 想要立即率军发起冲锋 不急 都别急 等命令 等徐安命令 尚云霄看向天门台上的徐安 道 这小兔崽子看着不靠谱 但他心里面有章法 等他觉得能打了 再开打 他其实也坐不住了 想要立即踏平天门山 一雪这些年的耻辱 但现在只能 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三阵已破 还有十二关 等徐安一路诈通关再说 厉害 很厉害 天门台上 孙玉看着毒阵和火阵也破了 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看来和鬼为君一战 徐孝公也准备得很充足啊 孙玉轻笑一声 嘴角苦涩道 我原本以为你徐安顶多是虚张声势 没有那么多炮弹可用 没想到库存竟然这么足 鬼为君死得不冤 看来 天门山我是保不住了 徐安看着对面的孙玉 虽然对这家伙没什么好感 但不得不说 这家伙的心境 真不是云之凡能比的 要是云之凡 这时肯定鬼哭狼嚎各种威胁了 结果这家伙呢 哪怕明知要败了 还是很快接受了现实 并且调整好了心态 好像这天门山两万人 就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一般 老兄 你别这么淡定行不行 你这样我很没成就感啊 徐安盯着孙玉 有些无语道 你这都快全军覆没了 好歹你也求饶求饶 说不定我能大发慈悲呢 孙玉睁开眼睛 看了一眼徐安道 落子无悔 徐安扶额摇头 果然纵横家都是无情的 第493章 你知道的太多了 徐安算明白了 天门山虽然是孙玉亲手打造 但这货只是想要利用天门山 达到他的目的而已 对他来说 天门山就是实现他目的的一个跳板 这就很没意思了 这样的人很懂得取舍 但也很无情 因为天地万物在他手中就是棋子 当然 这很符合隐门和藏兵谷的定位 无邪 传令泡兵 直接轰上山吧 徐安挥了挥手 道 天快黑了 赶紧完事 咱们回家吃饭 无邪腻了徐安一眼 你是跟着饭桶久了 都成饭桶了吧 你眼前一桌美酒佳肴 都还没吃完呢 很快 炮火再度响起 炮火将整个天门山炸得地动山摇 孙玉在天门山布置的十二道关卡 其实就是十二道木制城墙 每一道城墙都有重兵把守 一旦第一道城墙失守 守军就会退入第二道城墙 也就是说 想要攻上天门山 只有一个关卡 一个关卡的拔 结果就是 雍州军损失惨重 筋疲力竭 而敌人却几乎没有伤筋动骨 就像孙玉所说的 就算攻下了十二关 筋疲力竭的雍州军 对上养精蓄锐的天门山土匪 那就是一场屠杀 但现在不一样了 角色转换了 没有钢筋混凝土 这些对于雍州军来说 是噩梦的关卡 对于徐安的大炮 来说就是豆腐渣 一阵狂轰乱渣 整个天门山 就是引以为傲的关卡 就是一片废墟了 徐安 徐安 我要宰了你 我一定要宰了你 站在天门山山顶 寇山和双手 都将围栏捏碎了 他目自欲裂 凶狠地盯着和孙玉 谈笑风生的徐安 愤怒地恨不得冲过去 将他彻底撵碎 剁成肉泥 天门山他经营了十年之久 自以为铜墙铁壁 十万大军也别想攻上来 现在 却被徐安轻而易举炸了 收敛 现在怎么办 三当家也是恨意冲天 杀意凛然道 徐安这一番狂轰乱炸 将我们的防御攻势全部炸毁 还炸死 炸伤了我们近五千兄弟 我们现在几乎无险可守了 无险可守 那就不守了 寇山和面目猙獰 大刀指着山下的雍州军 兄弟们 雍州军上来了 咱们全都得死 想要活命 只能拼了 拼了 拼了 寇山和身后 剩下一万多土匪 奇奇何道 声音竟然一时间盖过了炮火声 如滚滚惊雷在天门上回荡 拼了 听起来挺悲壮 像是我才是那个倒行逆施的人 徐安的目光终于落在了天门山上 叹了口气道 这应该是他们最后的挣扎了 孙兄 你真不打算为他们做点什么吗 譬如 咱们这么近的距离 你可以奋起反抗 尝试着杀我 以解天门山之威 而且 你不是想要拿我这一身荣誉 为你的大刀铸鸡吗 上吧 英雄 别犹豫啊 孙玉放下酒杯 笑着眯起双眼 怎么 徐小公爷就这么想杀我 徐安摇了摇头 道 我是在叫你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颗气子 说不定天门山还能抢救下孙玉这一小段时间 已经想通了很多事情 他沉吟了一下 道 如果鬼为君不败 如果雍州豪族不在你手中 如果老鬼不死 如果雍州照思外围还有点人 那我真的会挣扎下 但现在 越是挣扎 只会越痛苦 何不如果断一些 直接放弃 徐安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笑呵呵地打亮着眼前的青年 鬼为君大败 和老鬼自杀的消息 目前都还是绝密 根本就不可能有人知道 他是怎么知道的 别误会 没人泄密 单纯只是分析而已 虽遇到了一杯酒 翻杯洒在了地上 也不知是祭奠老鬼 还是在祭奠即将覆灭的天门山 一 老鬼带着赵思养的 在外围的人 杀进了一线天 既然鬼为君都败了 那他自然是不可能幸存的 二 雍州豪族被抓了 这相当于是断了天门山的疾痒 就算你不来打 天门山也会自乱 三 青年抬起头 清澈平静的目光 看着徐安 黑袍 是大前皇帝的人 徐安手下意识地颤了颤 单凭自己给的一些消息 眼前这青年 竟然在这么短的时间 分析出来了这么多东西 又是个可怕的人 徐安安安庆幸 还好和耶律云英动手前 他不惜花费大力气 封锁战场了 这特娘要是消息 先泄露 让孙玉提前得到了消息 做出相应的部署 那今日他来打天门山 极有可能是来送菜的 果然战场上 真得知己知彼 才能百战百胜 无论和鬼为君 还是打天门山 徐安自认对手 都是两个牛逼人物 如果不是仗着武器的优势 他还真可能阴沟里翻船 他来以后 战前得多了解一下 敌人将领了 徐安在心头暗暗告诫自己 你知道的有些多了 特别是最后一条 我可能得灭你的口了 徐安输了一个懒腰 举着酒杯 向孙玉瑶进了一下 黑袍是袁康帝 一颗很重要的棋 他不能出现意外 不 你难道没看出来 我只是在争取一个 活命的机会吗 孙玉并没有惊慌 平静地看着徐安 我和黑袍斗了几年了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还是大概了解的 嗯 甚至我猜测 他曾经应该是个武将 想要打入尹门 可没那么简单的 但我可以帮你 在我离开大前之前 帮你将他训练成 真正的尹门中人 徐安沉默地盯着 眼前的青年片刻 道 老兄 你和尹门有仇 现在天门山上土匪 为了活命 士气高昂 拼起命来 雍州军可能会死不少 你还是先让我看看 你如何破山 我学习学习如何 徐安脸顿时黑了 打鬼为君 遇到云之凡这么个神经病 现在打天门山 遇到了孙玉 这么个精神病 天门山现在是你的大本营吧 你特娘的 现在还鼓励我去破山 徐安看向吴邪 声音凛然道 吴邪 给陈南发信号 将所有的炮弹全部打光 特娘的 没听到敌人的叫声 比他的炮声还要大吗 接下来 我要是听不到敌人的惨叫声 那我就要 听他陈南的惨叫声 还有 命令安建成 趁着炮火掩护 空军立即出动 第494章 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得到了徐安的命令 陈南直接将所有炮弹 可禁地砸在了天门山顶 整个天门山山顶 瞬间就是一片火海 啊 我的腿 救命啊 我投降 饶了我 到处都是惨叫声 求饶声 寇山河也被炸得 从城墙上摔了下来 而他原本站着的城墙 这时候 已经被大炮炸得四分五裂 徐安 徐安 我要宰了你啊 寇山河从地上爬起来 仰天怒吼 此时 他脑袋被炸伤 满脸是血 却已经顾不得脸上的血迹 他一跃而起 身体宛弱炮弹一般 冲天起 再度落在残存的城墙上 看着 还在和徐安相谈甚欢的孙玉 顿时怒火冲销 险些忍不住当场杀过去 他觉得孙玉被判了 再给徐安做引导 所以 徐安的炮火 才炸得那么准 但他忍住了 没有冲杀过去 现在手底下的人都陷入了混乱 需要人重新将他们聚拢起来 否则所有人只能等死 孙玉 杀了徐安 否则天门山毕灭 隐门追究下来 你也逃不了 寇山河大刀指着孙玉 怒火冲天 他把隐门搬了出来 想要让孙玉有多忌惮 然而 面对他的咆哮 孙玉却是站了起来 还是救不了天门山 还请寇寨主节哀 寇山河双眼突起 仿佛染血般心红 孙玉 你个卑鄙小人 你害死我呀 寇寨主何出此言 在下这些年 可是竭尽所能帮你打造山寨 孙玉笑着汗手 道 奈何敌人太强 注定了天门山必死的命运 在下可不想给天门山陪葬 寇寨主要是不想死 那就组织手底下兄弟 拼死抵抗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寇山河双手撑着大刀 愤怒的长发飘舞 孙玉的临阵背叛 让他原本就吃离破碎的军心 雪上加霜 因为孙玉在山寨中威望极高 只要他一声令下 很多人都愿意跟着他走 但现在为了活命 竟然都遭到了他的抛弃 还抛弃得如此正义凛然 哈哈 果然 你们众人不可信啊 寇山河仰天咆哮 这一刻对孙玉的恨 一度超过了许安 不想死的 都听我的命令 退守巨义堂 等雍州军杀上来 和雍州军拼了 寇山河跳下城墙 怒吼声传遍全场 开始巨拢残兵败足 而这时 孙玉笑着看向徐安 道 天门山后山 寇山河花了数年的时间 打造出了一条逃命的山道 整条山道极为隐秘 只有寇山河知道 因为修建山道的人 都被他灭口了 徐安指尖敲着桌面 平静地盯着孙玉看了一会儿 道 都说实实物者为俊杰 你很实实物 可是我怎么就这么想抽你呢 孙玉怂怂间 这个家伙 老子很想宰了他哦 吃鱼只对吃感兴趣 现在也忍不住了 看向孙玉的目光带着杀意 有种想要宰了他胃骨的冲动 徐安虽然也无耻 但和这家伙比起来 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 简直将人不为己 天诛地灭 表现得淋漓尽致 杀了几天 无邪也如此说道 他也从未见过 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两位 你们对我可能有误会 孙玉微笑着拱手失礼 道 我这是为了帮助你们徐晓公爷 尽快收拾残敌 徐安脸都黑了 差点当场拔枪 太无耻了 老子还需要你个精神病帮助 那什么逃命的小道 安建成在昨日侦查的时候 早就在地图上标注出来了 现在 雍州军就堵在后面 就等寇山河逃跑呢 再说 就算不知道后山那条小道 有热气球在天上引路 寇山河能逃到哪里去 空军到了 这时 吃鱼指了指头顶 听到这话 孙玉下意识地抬头看去 下一秒 待在当场 只见脑袋上 正飘过来上百个不明飞行物 宛若一片黑沉沉的云 遮天蔽日 连阳光都透不下来 这 这就是你所谓的空军 孙玉咽了咽口水 满脸震撼 眼底却透露出浓浓的恐惧 因为站在山顶 位置足够高 从这个距离大约 能看到热气球中的景象 每个热气球中 都站着十几个手持长枪的将士 他几乎瞬间就明白了徐安的用意 徐安这是想要空投这些将士到天门山 想到这些他顿时一阵心颤 原来他以为牢不可破的天门山 徐安竟然有这么多方法可破 如果在半夜三更 空投这些将士到天门山 恐怕他们都会在睡梦中 被人直接消首了 嗯 这就是我的空军 不过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军 徐安看都没看天上一眼 淡淡道 等将来研究出飞机 研究出战斗机 那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空军 就是这一天可能会很远 听到这话 孙玉心头那点残存的孤傲 直接被击得支离破碎 他自认质模无双 可在徐安的面前 他忽然觉得自己 就是个跳梁小丑 徐安 看来我还是太小看你了 他攥紧拳头 在心头暗暗感叹 如果不是心血来潮 想要和徐安逐久论阴谋 恐怕现在 他也只能在山上等死了 金锐 哈哈 老子的金锐终于来了 山脚下 上云霄看着天空中 黑沉沉压过来的热气球 激动得仰天长笑 热气球上 正是他的两千清兵 金锐一众雍州军将士 看着这一幕 也都一个个震撼无比 热血沸腾 果然和徐小公也打仗 打的就是大冒险 简直不要太刺激啊 天哪 那是什么怪物 那上面是什么 是雍州军 雍州军从天上来了 逃啊 快逃 天门山上 寇山河刚刚在炮火中 将队伍重新组织起来 但见到黑沉沉压过来的 满天热气球 刚刚组织起来的队伍 瞬间又散了 看到这一幕 寇山河痛苦地闭上了眼睛 完了 全完了 天门山 彻底完了 放声 空降 热气球上 安建成看着底下的战场 当即命令道 刷刷 一条条绳索 立即从热气球上抛出 两千雍州军精锐 如蝗虫一般 从空中落下 尚书 进攻 徐安立即下达命令 哈哈 徐家小子 老子就等你这句话呢 尚云萧当地抽出宝剑 指着天门山怒喝道 学耻的时候到了 全军出击 给老子碾碎天门山 杀 杀呀 大刀早就极可难耐的 三万雍州军 立即蜂拥 向山顶冲杀而去 第495章 天下伐徐 三万大军势如破竹 喊杀声惊天动地 尚云萧冲在第一个 宛若一头出龙猛虎 咆哮着向前杀去 一柄长枪 在他手中捂的 只剩下枪影子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血流成河 跟在他身后的 雍州军将士 也都嗷嗷叫往上冲 竟然一口气 率领三万大军 直接杀上了天门山顶 和残存的土匪 厮杀在一起 我擦 太凶残了 大局已定 但徐安看着这一幕 还是心惊肉跳 那么凌乱的山道 那么多人往上冲 这要是出现财踏事故 肯定比杀敌损失还要大 恭喜徐晓公爷 成功拿下天门山 孙玉站起身 笑容满面地冲着徐安 拱手祝贺 老子忍不了了 无邪打他一顿 徐安扬了扬手 他对这家伙的忍耐 已经到了极限 无邪早就不爽孙玉了 直接动手 劈里啪啦 片刻 孙玉在被提到 徐安面前的时候 已经和云之凡一样 敌青脸肿了 嗯 这样就舒服多了 徐安打量了一眼孙玉 吐掉嘴里的鸡骨头道 现在 咱们可以聊聊了 像你这种人物 怎么会被隐门丢在天门山 虽然只是短暂的交手 但徐安已经大概了解 眼前的青年 是个什么样的人物 他是个心狠手辣 为达目的不择手段 却又很会审视夺势的人 说的直白点 这就是和小人 但往往这种人 一般都会混得如鱼得水 至少随便找个藩王做幕僚 都会得到重用 在这小小的天门山 就显得极为不合理了 孙玉抬手抹掉嘴角的血迹 淡淡道 很简单 犯了点事 被隐门发配了 发配 徐安威正 娘的 跑到大前来搅动风云 你管这叫发配 一眼徐安忽然意识到了什么 你似乎对九州大陆 并不是很了解 徐安嘴角微抽 这话就扎心了 钱身就是个不学无数的货 记忆有限 这段时间 他虽然恶补了一些知识 但都是因为灾心降临 查了一些前朝史 和大前历史而已 对于九州大陆 他还真没那么理解 孙玉按道一声果然 看向徐安的目光 陡然有些高傲起来 道 大前 其实就是九州东边的 一个最落后的国家而已 如果不是因为出了一个徐霄 战力太过惊人 恐怕九州无数人 都不知道大前的存在 所以 尹门的重心 从来就没有放在大前过 他看着徐安 嘴角微扬道 说句不好听的 大前被尹门扶持的赵斯 掌权几十年 其实就是尹门随手为之而已 尹门的重点 在九州争霸上 在九州的强国上 而我是因为不太赞同尹门的一些理论 被发配到大前反省的 徐安听了孙玉的话 心头顿时充满错愕和震撼 整个九州这么大的吗 大前北京 虽然被割让给北迪了 但领土还算大 堪比历史上的北宋 当然 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 赵斯专政几十年 导致大前名不聊生 竟然还只是尹门随手而为的 他们那种高高在上 主宰苍生的感觉 让徐安十分的不爽 但不爽归不爽 徐安却从孙玉的话中 得到了一个超级恐怖的结论 尹门的强大 超乎他的想象 之所以在大前不是太显著 是因为 人家根本就瞧不上这穷乡僻壤 所以 只留下少部分人在这里瞎祸祸而已 此时 徐安终于明白 为何孙玉根本不在意黑袍的身份了 特娘的你就算再挑 顶多也就是能控制大前而已 对隐门来说根本无伤大雅 如果我要灭掉隐门 你觉得怎么样 徐安很不爽 看向孙玉问道 那你至少得和九州至少十个国家开战 而且这些国家 都强大的超乎你的想象 孙玉看着徐安笑容玩味道 他们有最强的军队 最先进的武器 最好的将领 一旦发动战争 便是千万雄兵 卧槽 徐安当场就猛逼了 直接抱了粗口 掌控了十几个超级大国 隐门竟然这样牛逼的吗 现在大前孱弱 真要和十几个国家开战 那是自找死路 就算他是穿越者 就算现在开始全面打造 AK和迫击炮 先说 及其全部人力脑力 能不能搞出来吧 就算真能搞出来 大前的钢铁量也跟不上啊 现在可全都是人工炼钢 不对 不对 现在出现AK和迫击炮 对大前来说才是灾难 到时候一句 大前有大杀伤力武器 大前就会被群起而攻之 难怪老姐当初 看到她的设计图 严正警告她 不能一步弄出那些东西 要循序渐进 否则会出大事情 老姐是记下学宫弟子 很多问题 她早就看出来了 我擦的 接下来得稍微 猥琐发育了 不能太浪了 徐安有些无语 这些情况 袁康帝和徐骁应该都知道 知道又特娘的不说 这是想要吓死老子 而且 你时间不多了 这时 孙玉忽然说道 听到这话 徐安险些跳了起来 警惕地看着孙玉道 你啥意思 什么叫我时间不多了 为天地立心 为声明立命 为往圣祭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 孙玉笑道 好句 阵龙发聩 还有大前少年说 同样阵龙发聩 让人热血沸腾 但这两样东西 会成为你的催命符 因为那些人 是不允许自己的学派 造成任何威胁的 所以短则一年 长则三年 你会面临天下伐徐的局面 则则 可能是整个九州天下 一起出动清军策 千万年来 应该是独一份了 徐安听得心惊肉跳 我擦 你可别吓我呀 老子就拿祖宗的东西 随便装个逼而已 后果竟然这么严重 他低语 有些被吓到了 天下伐徐 那场面 想想就可怕呀 徐安丝毫不怀疑孙玉的话 想想当初借用 横渠四句装逼的时候 大前 东于在场的所有文坛中人 皆是拱手败他 要不是他阻止 连狗皇帝和皇后都败下了 当初觉得很牛逼 现在想想就惊讽啊 果然 老徐和狗皇帝 就是两个坑货 同时 孙玉的话 让徐安想清楚了很多事情 譬如新军的诞生 新军的诞生并不合理 自古以来 君权就是皇帝的命根子 但元康帝就那么给他了 而且还大力支援 要钱给钱 要粮给粮 装备都是最优先装备 恐怕就是为了天下伐徐做准备了 第496章 孙玉的阳谋 当然 其实现在还有的简 孙玉看向徐安 笑道 你自枪吧 我自枪你大爷 徐安一听 当场跳了起来 去你妹的天下伐徐 别说你说的事情 只是有可能会出现 就算出现了又如何 天下伐徐 真当老子的机枪大炮 是闲着的吗 来多少 老子灭多少 他怒了 真当小爷 我是hello kitty呢 不让老子疼 那老子就狂给你看 一年 一年的时间足够了 一年的时间搞出 AK迫击炮 百万雄狮又怎样 分分钟将你打成百万病猫 哼 徐小公也有如此信心就好 孙玉耸耸肩 道 那么 我现在可能活命了 说这么多 他无非就是展现自己的价值 求取一丝活命的机会罢了 徐安点点头 道 是可以了 不过让你活命 不是因为你给我分析了我的处境 而是因为 黑袍 隐门或许很强大 但他在九州的事情我管不了 我只管大钱 大钱的隐门势力 必须掌控在黑袍的手中 毕竟我需要时间稍微猥琐发育 同时解决一下赵斯这个毒瘤 徐安暗暗补充了一句 成交 但我只顾训练 能不能趁机掌控隐门在大钱的势力 看他的本事 孙玉沉引了一下 点头 当然他觉得 单凭黑袍的能力 想要掌控隐门在大钱的势力 可不是那么容易的 倒是徐安 他觉得 要是徐安的话 要成功成为隐门的代言人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但他不知道的是 徐安现在已经是藏兵谷的代言人了 藏兵谷和隐门可是死对头 将来对他说不定有利用的空间 可以 徐安挥了挥手 让孙玉离开 同时警告道 还有 以后最好不要再大钱乱搞 否则下次再被我搞掉的话 你会很疼的 孙玉没有说话 拱了拱手离开 转身的那一刻 他的嘴角 便不由泛起了一抹 阴谋得逞的冷笑 原本波澜不惊的眼神 也变得犀利起来 下次 下次再交手 我会让你知道 什么才是真正的绝望 孙玉心头杀意凛然 今日被徐安活捉 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 下一次 他要让求饶的对象 换成徐安 徐安抬头看向天门山 此时天门山依旧一片狼烟 但喊杀声显然若去了不守 显然战场已经被雍州军主倒 天下伐徐 无险 有一天可能有无数人想要杀我 徐安背着双手 笑着说道 虽然不触 但心里面还是很打鼓 怕连累到身边的人 狗皇帝和徐骁 还有徐清风和骁兰 为了保护他 这些事情都没有让他知晓半点 就是怕他有压力 会影响到他的心态 现在 孙玉却将这一切摊开了 徐安知道这狗东西没安好心 他是想要自己一日三更 晚上睡觉都不安稳 生怕会遭到暗杀和袭击 如此长久以往 就算是个正常人 也得被逼成精神病 最终谁也不相信 这是杨谋 无邪跟在徐安的身边很久了 对他已经很了解 他声音虽然平静 但那种潜藏的压抑和哀伤 却怎么也掩藏不住 这不是他认识的徐安 他认识的徐安无所畏惧 草天草地草空气 上可斩王孙贵族 下可安天下百姓 无邪心中的杀意 几乎一瞬间席卷全身 他抱着剑走到徐安身边 那就杀回去 徐安扭头逆着无邪 笑道 人很多 无邪面色淡漠 冷声道 那就杀个天翻地覆 喂 你们是不是把我忘记了 吃鱼咬着鸡腿 含蓄不轻道 老子是南疆圣女 很厉害的脸 无邪轻哼一声 道 还有别忘记了 你还有个厉害到离谱的爹 还有天牢那群四镜高手 还有凶名赫赫的魔宗 徐安闻言 下意识地摸出了怀中的玉佩 那是师父叶孤玉 给他的魔宗宗主信武 对哦 差点忘记了 老子现在是魔宗宗主 徐安嘴角有了笑容 道 如此看来 我的势力并不是单力薄 可用的势力还是挺多的 嗯 回京之后 想办法再扩充新军 然后再从江湖选拔一批高手 组建特战队 嗯 这样的话 手里面的底牌就更多了 就这么办 徐安拍了拍吴邪的肩膀 道 走了 此件事已了 咱们回应吃饭 说完 徐安转身向山下走去 心情好了不少 吴邪嘴角微微扬起 一个闪身出现在徐安的身侧 他手拎着徐安的肩膀 瞬间向着山下掠去 我靠 吴邪你大眼 你什么时候能对我温柔点 徐安的惨嚎声 瞬间传荡整个天门山 一线天 新军大营 关押雍州豪族的营帐中 诸位 徐安已经率兵前去天门山了 你们觉得 此战的结果会如何 继营心里很不安 老爷扫了一眼 一众雍州豪族 想要综合他们的看法 来判断一下战局 因为一旦徐安胜了 对他们来说 将会是灭顶之灾 那还用说 天门山可不是一线天的 鬼为军大营 那里共有三镇十二关 徐安想要攻上去 那是痴人说梦 没错 我觉得徐安必死无疑 隐门的孙先生 现前估计连提携的资格都没有 很多人都对徐安有怨气 现在听到继营问话 自然都将心底的不爽宣泄出来 他们巴布的徐安死在天门山 否则他们就要割让 兼并的土地给大钱回收 这是在弯他们的肉 自然是他们的生死大敌 要真这样 那就好了 继营脑袋靠在一背上 微微摇了摇头 他现在都不敢闭上眼睛 只要一闭上眼睛 脑海中全是鬼为军覆灭的那一幕 火光冲天 炸雷遍地 要是徐安将这对付鬼为军的那一套 直接用在天门山上 寇山河还扛得住吗 鸡老 你别担心了 这次徐安肯定有来无回 有人冷哼一声 声音怨毒道 说不定等一下 我们就会听到 前来给徐安报丧的声音呢 哈哈 那人狂笑 其他人也都跟着笑了起来 他们仿佛已经看到 徐安失衡天门山场面了 笑容得意和细血 这时 营帐大门被掀开 一个双手拢在袖中的青山青年 从外面走了进来 第497章 还是想想怎么活下来吧 见到青年 众人的笑声 就像是被忽然掐住脖子的鸭子 当场戛然而止 所有人的脸色都僵硬下来 瞳孔都一点点地瞪大 整个营帐瞬间一片寂静 落真可闻 诸位 好久不见 没想到会在这样的场合见到了 孙玉拱了拱手 笑着打招呼 他的声音打破沉寂 所有人几乎不约而同地贺问道 孙玉 你怎么在这里 和你们一样 我现在是接下球 孙玉在雍州豪族中 找个位置坐了下来 淡淡道 徐安半个时辰不到 就攻陷了天门山 我是靠三寸不烂之舌坑蒙拐骗 才活下来的当然了 要是三个月内完不成他的任务 我还是会死的 听到他的话 一众雍州豪族瞬间待在当场 败了 徐安攻陷了天门山 而且还半个时辰不到 开什么玩笑 天门山一手难攻 号称万军难破 怎么说败就败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季营难以接受 冲着孙玉怒喝 孙玉 你不是说天门山有三阵十二关 就算十万大军也打不上去吗 怎么就败了 你干什么吃的 这些年 你们需要什么 我们就提供什么 你们就这样回报我们的 其他人也都连连附和 一个个义愤填膺 恨不得冲上去群殴孙玉 将他给撕成碎片 这些年 他们养着天门山上的土匪 将他们当成自己的退路 现在 这条退路 成了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 他们焉能不怒 诸位 现在争论这些 还有意思吗 孙玉看向季营 道 现在 你们还是想想 怎么活下来吧 一句话 直接给雍州豪族 泼了一盆冷水 让他们的心 直接跌入了谷底 徐安回到军营后 直接回了大营 虽然表现得不在意 其实他还是很在意的 天下乏徐啊 搞不好不仅要死他一个 估计连整个大钱都得陪葬 他得尽快将之前的一些计划 得改一改了 同时 开始重新推演一些事情 仔细分析 找出各种关系或者破绽 不能留给敌人太多的机会了 无邪亲自站在外面站岗 连萧兰过去都没他拦住 徐安现在谁都不见 萧兰立即意识到出了问题 找了跟着徐安 一起去天门山的吃雨 询问了一些事情 当知道从孙玉口中说出 天下乏徐 这样的口号后 他脸色冰冷的吓人 找死 他声音冷冽 险些忍不住 当场带人杀过去 将孙玉碎尸万段 作为皇族 他自幼就是在各种阴谋中泡大的 孙玉那点心思 他岂会不知 徐安虽然大大咧咧 但心思缜密 今日孙玉的话 极有可能会导致 他的神经一直紧绷 直到有一天神经崩断 那徐安也就废了 找死 赤里也是杀气腾腾 花了十几万两人的宝贝儿子 竟然被人明着算计 他这当妈的不能忍 放心吧 徐安心态很要得 死不掉的 赤雨抬头看了一眼 萧兰和赤里 道 关心则乱 这个时候 你们就别搞事情影响他了 老子相信他 自己能调整过来 徐安的墙 超乎你们的想象 别总想着保护他 想当初老子五岁 就被丢进不死林 天天和各种蛊虫大战 老子怕了吗 徐安欲强则强 你们胡乱插手 只会打乱他的计划 赤雨虽然是个吃货 但心思通透着呢 堂堂南疆圣女 真以为一顿饭 就能忽悠走的 他早就边吃边对徐安 做了一个全方位的了解了 不过 老子心情的确有些不爽 说完 赤雨站起身 拎着烧鸡往外走去 圣女 你去哪 池里下意识地问道 吃饭 打盖威 池里随意挥了挥手 池里和萧兰愣在当场 盖威 那家伙 现在应该还躺在床上吧 这要是再被吃雨一顿揍 会不会直接被打死啊 公主殿下 徐安让你过去见他 这时 无邪的声音在门外传来 萧兰面色一喜 转身便往外走去 很快 他便进了徐安的率账 见到徐安正埋头写着什么 他放轻脚步走过去 看到了徐安竟然在写红楼梦 萧兰暗松了一口气 看来是白担心了 赤雨说得对 这家伙的自我条件能力 不是一般的强 都这个时候了 徐晓公爷 竟然还有这样的闲情意志 他淡漠开口 语气带着淡淡的嘲讽 当然是故意的 这家伙白白害他担心这么久 他刚才都想杀人了 什么叫闲情意志 这事前 回到京都烧钱的地方太多了 徐安放下笔 只见点了点桌上的书稿 到 回到京都 书局得开起来了 《红楼梦》的销量 肯定会意气绝尘 我这个作者 必须得保证稳定更新 萧兰点点头 《红楼梦》他看过之后 都在拍案叫绝 一旦牵授 肯定会风靡整个京都 甚至会风靡整个九州天下 只是想到徐安的笔名 他俏脸爬上了几缕黑线 逍遥小郎君 这个名字一听就很不正经 换一个 不换 逍遥小郎君多好 来人的梦想 徐安逸正言辞 见到萧兰提起桌上的剪刀 顿时就无语了 我说萧大美女 有话好好说 怎么能一言不合就拔刀呢 不就是改个笔名吗 你说了算 萧兰沉吟了一下 将剪刀就回桌上 道 算了 笔名可以不用改 但要让人知道书是你写的 当然 你不承认就是了 孙玉说的没错 你的四句真言和大前少年说 无论是大前还是九州天下 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天下伐徐 不就是怕你形成自己的学派 对他们造成冲击吗 那你就不写和他们学派冲突的东西 直接就写这种画本 说不定他们看了你的画本小说 还会夸赞上几句 然后骂上一句不学无数呢 徐安愣住 随即 他直接蹦了起来 一把抱起萧兰 原地转了两圈 哈哈 大老婆就是大老婆 厉害啊 原来 还可以这样破局 这简直就是神来之笔 徐安大笑 满脸的激动 抱着萧兰 狠狠地亲了一口 第498章 徐安 简直太会来世了 徐安很激动 抱着萧兰 就狠狠地亲了一口 我擦的 我做了无数推演 都没有很好的办法破局 都已经准备大力搞银子求发展 和天下为敌了 结果大老婆几句话 竟然将这局给破了 这特娘的 还真是个转移注意力的好办法啊 她最不缺的 就是小说了好吧 针对女性读者 《红楼梦》 《西香记》等等 都大受欢迎 针对男性读者 《西游记》 《水浒传》 《三国演义》 都是传世名作 对于这个时代的读书人来说 都是难以抵御的诱惑 碰 然后 她飞出去了 被萧兰一掌给拍飞了 她是会点武功的 虽然不是很高 但对付徐安足够了 徐安 你找死 萧兰站在沙盘前 原本清冷地 翘脸疼的一下全红了 她粉拳紧钻 美眸中有愤怒 有紧张 有震惊 种种情绪汇聚在一起 导致她站在那里 有些不知所措 徐安竟然敢轻她 是很严重的失礼 说的在严重点 这是非礼公主 是杀头大罪 要搁以前 她会二话不说 直接淹了徐安 但现在 她有些舍不得 脸上生气 心头却没有那么生气 甚至竟然还有点小小的高兴 因为得到了徐安的认可和夸耀 不知道什么时候起 她竟然如此在意 眼前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看法了 我擦 激动过头了 徐安被重重摔在地上 当场就摔清醒了 她做了什么 竟然敢亲大老婆 这不是找死吗 她瞬间蹦了起来 警惕地看着萧兰 到 公主殿下 误会 这是误会 我是高兴过头了 情不自禁 因为你解决了困扰了我很久的问题 你千万要冷静 不要做傻事 徐安很怕她直接操起剪刀 那她只能喊救命了 但这种事 吴贤那混账不一定会管 萧兰儿咬了咬唇 没说什么 直接转身离开 徐安看着她的背影 顿时一阵发呆 这就结束了 大老婆竟然这么容易就结束了 她竟然没有发飙 连刚才拍飞她的那一掌 也只是轻飘飘的一掌而已 根本就没用太大的力量 不然她全力一掌 肯定能将她拍成重伤 因为徐安知道 自从在她穿越过来的那天 对她一阵上下起手后 这个女人就一直在学武 打残她完全没问题 呃 好事啊 沉吟了一下 徐安摸了摸鼻笑了起来 大老婆没发飙 应该是这段时间关系 飞速发展的原因 嗯 这次亲一下没事 那下次睡一下 嗨嗨 打住 会死人 徐安连忙甩了甩脑袋 将脑海中乱七八糟的想法甩了出去 她准备接受萧兰的建议 让天下人都知道 这些小说都出自她的手 至于伪装 那就没必要了 要完 那就光明正大的完 报告 大将军 雍州豪族要见你 这时 门外传来清兵的声音 雍州豪族 徐安眼睛陡然眯了起来 道 知道了 我等一下就过去 还有去通知一下公主殿下 片刻徐安再度在关押 雍州豪族的营帐外 见到了萧兰 她此时已经恢复了往日的清冷 见到她微微汗手 一副公事公办的样子 这让徐安顿时就不爽了 直接走过去 拉着她的手 向着营帐走去 萧兰没想到 徐安竟然敢众目睽睽之下牵她的手 翘脸顿时大变 徐安 你别得寸进尺 别以为本宫不敢杀你 本少爷牵自己的老婆 天经地义 谁敢说什么 徐安理都没理 直接拉着萧兰进帐篷 这个女人嘴上功夫厉害 行动上太保守 耸得要命 她要不主动点 洞房花竹也就很遥远 这混账 现在竟然敢这么霸道 萧兰儿咬牙切齿 很想一掌拍飞她 但见到徐安 已经进了关押 雍州豪族的营帐 忍住了 诸位 想清楚了吗 进了营帐 徐安笑呵呵地 看向一众雍州豪族 要是还没想清楚的话 我们可以先聊一点其他的 雍州一众豪族 脸色顿时大变 聊点其他的 聊什么 聊怎么抄家灭族吗 继营站了起来 叹了口气拱手道 徐小公爷 我们 愿意接受你的建议 这在徐安的意料之中 他打了一个响耻笑道 聪明的选择 放心 既然你们愿意接受 本少爷也不会让你们吃亏 徐安走到继营的身侧 低声说了两句 继营瞳孔陡然瞪大 盯着徐安激动道 此话 当真 当然当真 但现在是绝命 只有你一个人知道 徐安拍了拍继营的肩膀 道 机会 我给你们了 但能赚回来多少 看你们自己的本事了 继营退了两步 重重拱手毅力 多谢徐小公爷成全 徐小公爷放心 从今日起 雍州豪族 必定以徐小公 也马首是瞻 一众雍州豪族 看了看徐安 又看了看继营 满脸的郁闷 所以 你们到底说了什么 那就好 老剑 你是个聪明人 徐安冲着继营点了点头 随即看向孙玉道 走吧 黑袍应该快到了 你可以跟着他走了 我还是那句话 别作死 孙玉笑着拱了拱手 道 在下必定谨守诺言 话落 他便跟着徐安 一起离开了营帐 他知道 徐安这时候叫他出来 就是不想 他知道他和雍州豪族的秘密 季老 徐安和你说了什么 徐安一走 一众雍州豪族 立即围着继营问道 开海 继营目光扫了一眼众人 道 徐安在不久的将来 将会组建水师 打通海上商道 雍州豪族的货物 可以跟着官船一起走 受到水师的保护 并且三年内 官府不做任何抽成 而且 大前一旦和海外 国家建立外交 我们的店铺 可以开到海外 受到大前保护 话而言之 赚多少 都是我们自己的 众人听完寄营的话 都齐齐愣住 死 片刻 一道道道吸冷气的声音 响起随即 一众雍州豪族 顿时激动的险些 跳了起来 徐安 这败家子仗义 打通海上商道 那就是向外抢钱 咱们雍州的瓷器 茶叶 可是文明天下 哈哈 没错 老子忽然发现 有些喜欢这败家子了 一众京都 顿时欢声雀跃 之前对徐安那点不满 直接就烟消云散了 如果单单是海上商道 他们或许不会这么激动 但大前建交后 他们可以跟着大前 跑到其他国家开店 那可就诱惑人了 品牌打出去 那就是天大的利润 徐安 简直太会来世了 第499章 年轻的美女船长 出了军营 萧兰挣脱了徐安的手 你和继营说了什么 他竟然连最后 半点怨气也消了 萧兰心跳加速 有些无措 但此时翘脸清冷 掩藏得极好 不想让徐安看出来 不然以这家伙的无耻 不知道还能干出什么 得寸进尺的事情 开海 徐安摸了摸鼻 手有余香 见到萧兰儿翘脸微沉 他连忙放下手 道 当然 我是说了 带他们出海 可我没说 帮他们造船 萧兰微微一正 明白了徐安的意思 这家伙 果然一如既往的无耻 出海就得造船 而造船的话 朝廷的曹兰衙们 无疑是造船造得最好的 那雍州豪族 想要造出合格的船 那就得按照徐安的要求来 到时候 他就可以再狠狠地敲 雍州豪族一笔 阴贤 萧兰儿 清亨 什么叫阴贤 少爷我只是和他们 要点利息而已 徐安双手整着头 眼底冒着寒气 没有追究他们以前的事情 他们已经占了大便宜了 要不是大前现在 经不起折腾了 北方也需要稳定人心的话 按照少爷我的脾气 非得将他们全灭了 萧兰儿微微汗手 道 本宫会让秀医使者 盯死他们的 不用盯得太死 他们现在已经不敢反了 盯得太死 会适得其反 徐安扭头看向小脸 道 准备一下 咱们明日一早 班师回朝 缴护的战马全部带走 火炮给上云霄流失门 炮弹全部留给他 炸药包全部带走 一包都不要留下 这东西没有技术含量 现在暂时还不能暴露 否则我们会很麻烦 萧兰儿沉吟一下 点头 好 我亲自和上云霄说 徐安 这时 秦文俭的声音 从远处传来 徐安抬头看去 便见到秦文俭正走过来 而他的身后 新军将士 正压着十几个 高鼻梁黄头发的男人 我操 还真是老外啊 见到这些人 徐安忍不住惊呼 虽然这些人 现在衣衫褴褂 邋遢的不像样 但和前世所见到的老外 并没什么两样 最重要的是 这些人竟然在海上 飘到了冬鱼 被秦文俭逮住了 说明什么 说明这些家伙的脑袋中 有海上航线 只要将这些人收服了 到时候再给他们 配备指北针 那海上开拓团 便可以无往不利了 萧蓝俏脸 也有些错愕 这还是他第一次 见到外国人 你要的人 全部给你带过来了 秦文俭指了指身后 道 但他们的话 没有人听懂 我觉得 他话没说完 就看到徐安快步 走他身边经过 操作一口流利的英语问道 你们好啊 我的朋友 见到你们真是太高兴了 该死的 你们怎么能这么对待 我的朋友呢 太粗暴了 一点都不绅士 听到他的话 几乎所有人都愣住了 那一群邋遢狼狈不堪的老外 一个个猛地抬起头来 看向徐安的眼睛 都冒着金光 主啊 总算有一个人 能够说英语了 秦文俭瞳孔陡然一缩 果然猜测是正确的 徐安果然会说这些人的话 萧蓝也是满脸震惊 看向徐安的目光 仿佛见到鬼 这你也会 你还有什么不会的 你这天天花天酒地的顽固 从哪里学的外国话 先生 求你救救我们 我们不是敌人 我们是来自巅国的商人 我们是被可恶的海盗攻击 被迫在您的领土上停船的 为首的老外首贴在胸前 微微弯腰给徐安行礼 他一头长发乱糟糟 穿着破旧的水手装 脸上也满是污垢 但那一双湛蓝色的眼眸极为灵动 娇嫩的薄唇也极为性感 他自我介绍 说自己叫约翰 是船长 徐安顿时就震惊了 他真没想到船长竟然这么年轻 年轻就算了 还是一个如此性感的外国美女 只不过叫约翰 应该是为了伪装随意取的一个名字 但这伪装哪里能瞒得过徐安的眼睛 更别说他的伪装实在是一言难尽 徐安走上前 原本想要来个吻手里的 但大老婆在一旁看着 他最终没敢付出行动 怕被当场一脚踹飞 只能用大钱李拱了拱手 道 美丽的小姐 你们已经安全了 不用再做伪装 我们大钱人很好客 不会害你们的性命的 我已经为你们准备好了精美的晚餐 不过 我觉得 你们现在应该更需要洗漱一下 等你们吃饱喝足了 咱们再具体的聊一下 如何 女孩没想到 徐安已经看穿了自己 眼底顿时闪过一丝慌乱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回里道 我叫爱丽丝 拉尔先生 如你所愿 因为这群外国人的出现 这市营地中的士兵和将领 孔烟 以及徐清雨他们 都围过来看热闹 徐安看向城虎 道 城虎 再给他们换上一身干净的衣裳 城虎点点头 道 明白 交给我吧 清一 徐安将清一叫了过来 指着爱丽丝 拉尔道 她是女的 还是这些人的老大 带她下去洗漱一下 然后给她准备 一下晚餐等她吃完之后 带她来见我 清一一对美眸 顿时瞪得溜远 女的 女的这么高的吗 这还比少爷高出半个头也 徐安哪里不知道 清一想什么 拳头狠狠在他脑袋上敲了一下 想什么呢 还不快去 哦 清一委屈地应了一声 带着爱丽丝下去洗漱 洗漱完成 带她来见你 萧兰走到徐安的身侧 美眸中冒冷光 大将军 三更半夜孤男寡女 你 想做什么 秦文俭也看了过来 眼底有幽光 想什么呢你们 思想就不能健康一点吗 徐安义正言辞 道 我那是要和他谈正事 正事懂吗 既然是正事 何必半夜三更谈呢 萧兰淡淡道 既然是正事 那就回京再谈 秦文俭笑了笑 道 在下也觉得 公主殿下说得有理 小宫也是男儿身 半夜私会一个女子 确实不怎么好 什么叫私会 说得那么难听 老子是正大光明的会好吧 见到两女脸上的戒备 徐安知道 今晚肯定不能私下见爱丽丝了 只能点头的 行吧 你们说了算 我今晚不践行了吧 回营 睡觉 明月一早 班师回朝 第五百章 徐狗贼终于死了 鬼为君南下是一人双骑 除去战场损耗和受伤的 缴获的战马 还足有三千匹 一日一早 徐安便带着新军将士骑着马 浩浩荡荡离开一线天军营 班师回朝 京都到一线天 来时一共走了近八天的时间 现在全员骑马 大约三到四天的时间 大军便能回到京都 与此同时 京都 此时的京都已经喧嚣起来 泛夫走族的吆喝声 传遍了大街小巷 但今日京都的气氛 显然有些不对 因为今日有一些 关于徐安的小道消息 牵动了京都百姓的心 哎 你们听说了吗 有人说徐晓公爷在雍州兵败了 怎么可能 徐晓公爷那么厉害 怎么可能会败 我也听说了 说是宫里面传出来的消息 陛下大发雷霆 下令封锁了消息 不会吧 徐晓公爷可不能有事 京都不能没有徐晓公爷 街头巷尾 茶坛酒楼 很多百姓商骨都在议论 无数百姓脸色沉重 难以接受 徐安现在对他们来说 就像是一束光 能够带领着他们 走向更好的未来 但现在 这束光可能消失了 京都将会重新变回曾经的黑暗 南城府衙 一大早就会聚了数百人 有老人 有女人 有孩子 都安静地站在县衙外 没有人说话 就那么安静地站着 诸位 那是谣言 你们不要相信 大人是不可能败的 公孙衍站在大门前 大声解释 说是有些人 故意放出来的假消息 现在雍州没有任何消息传来 想让百姓退走 但是失败了 没有人离开 南城县衙前 反而更多的人会聚了过来 现在除了徐安 他们谁都不相信 甚至连中玉堂等国子健健生 也都赶了过来 在那里安静地等待消息 这段时间 他们按照徐安的方法 对南城县进行治理 效果极为显著 短短半个月 就让南城焕然一新 但今日 整个南城县 失去了往日的活力 连最活跃的孩童都不说话了 很多女人都在抹眼泪 因为传言 徐安在雍州战死了 整个南城县气氛压抑的下人 他们都没有办法正常工作了 这 就是明星所向吧 看着这一幕 中玉堂等人终于明白了 徐安培训手册中那句话的意思 为官者 将百姓放在心中 百姓才会将你放在心里 哈哈 徐狗贼终于死了 死得好 死得妙 死得呱呱叫 也有人欢声雀跃 举杯庆祝 明月楼 赵高和一众文官子弟 以及部分才子 就在推杯换盏 庆祝他们的头号敌人 终于死了 来来来 咱们一起举杯 敬徐安一杯 敬他死后不得超生 长孙赞抬手 将杯中的酒 向着雍州的方向洒在地上 他和徐安可是有夺妻之恨 要不是徐安横插一脚 梅香现在早就是他胯下的玩物了 但现在 这个女人因为一手 赤灵 成了京都无数男人的梦中情人 连他都只能远观 而不可泄完 这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来 敬徐安 敬他死无葬身之地 哈哈 敬徐安 敬他被踏成肉泥 敬徐安 敬他美女多多 却无福消受 哈哈 明月楼 雅间中一片欢声笑语 所有人都将杯中的酒 向着雍州的方向洒了出去 各个笑容满面 满脸争气 徐安 你终于死了 窗前 赵高的酒杯 也向着雍州方向缓缓倒出 他笑容玩味而暴力 作为敌人 我还是得敬你一杯 你的女人 我们全部笑拿了 众人文言顿时大笑 赵高说的是我们 也就是说 他们全部都有份 他们很心动 徐安身边的女人 全都倾城角色 现在终于要沦为他们的玩物了 江姑娘 赵少可是对你一片深情 你可别不识好歹啊 曾经号称京都第一台子的魏子征 举着酒杯半开玩笑 半威胁地看向江宇竹道 咱们赵少 可是才得兼备 文采风流 江姑娘跟了他 那可是荣华富贵 享之不尽 众人文言齐齐 看向江宇竹 目光炙热 徐安的女人 眼前不就有一个吗 在京都 谁不知道徐安和江宇竹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江宇竹指尖轻轻拨动着琴弦 笑道 魏公子说笑了 奴家一介风月见壁 岂敢高攀相辅大门 谁说要娶你 赵高微微一笑 道 我只是打算重开一家清楼 将徐安身边的那群女人都锁进去 以供我等迎欢作乐公孙赞 立即竖起了大拇指 道 此季甚妙 我喜欢 哈哈 我觉得还得在楼中 供着徐安的牌位 对对 最好欢乐的时候 就将他的女人拉到牌位前 让他看着 一群人立即出谋划策 笑着补充 茶缺补漏 将羽竹嘴角笑容依旧 眼底的杀意一点点凝聚 如果不是碍于身份 他会直接动手 将这群斯文败类全部灭杀 但他忍住了 他眉毛扫过全场 将所有人都记了下来 打算等徐安回来 将事情告诉徐安 让徐安去处置 至于说徐安死了 他打死都不相信 因为他也没有收到任何消息 这肯定是有人 想要混淆视听 故意泄露出来的消息 与此同时 京都城门的城墙上 萧元朗一身淤泥站在那里 遥望着道路的尽头 满脸担忧 得到消息后 他直接从南山赶了回来 站在这里等徐安回归 他也不相信徐安死了 一定要回来啊 他低声说道 京都大剧院 往日这时候 已经艰苦训练的一众美女 此时也都站在训练场上 气氛沉默而压抑 很多人眉毛已经红了 眼泪速速而落 大家不用担心 这肯定是假消息 我相信 徐小公爷肯定会凯旋归的 宋玉言企图安慰他们 却没有一点效果 南城商盟 今日是商盟召开例行会议的日子 但会议室中却安静地吓人 苏尔盯着总会长的位置 美眸中是浓浓地担忧 皇宫 书兰殿 皇后站在院中 抬头看着空中耀眼的太阳 低声沉吟 风雨欲来 小家伙 此次 你又该如何破局 第501章 捷报入京 京都 城墙上 萧元朗足足站了一个多时辰 就在他准备离开的时候 只见道路尽头 竖旗背着旗子士兵 正向着京都大门急驰而来 八百里夹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八百里夹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马卫道 马背上骑士的怒吼声 已经传了过来 萧元朗身体陡然将在原地 随即 他的手颤抖起来 接着身体跟着颤抖起来 双眼通红 热泪滚滚而下 雍州大劫 鬼为君全军覆没 作为大前太子 他很清楚 这意味着什么 但此时 这些他都不在意 徐安活着 胜过万千 哈哈 赢了 徐安你大爷的 你牛逼 萧元朗仰天长笑 他素来偏文雅 但现在忍不住 直接抱了粗口 除此之外 他找不到更好的词汇 来形容此时的心情 八百里夹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骑兵穿过京都城门后 只有一骑向着皇宫急驰而去 其他数骑 直接沿着各个路口分散而去 要将雍州大劫 宣告全京都然后整个京都沸腾了 哈哈 老子就说 之前是假消息 徐小公也怎会办 徐小公也怎能办 特娘的是谁说徐小公也死了 站出来 老娘一腿夹死他 哈哈 打得好 灭得好 徐小公也不会是我大钱好狼 庆祝雍州大劫 今日本酒楼酒水免费供应 徐小公也牛上天了 有人跪地仰天咆哮 有人嚎啕大哭 有人当街耍起了王八权 原本覆盖在京都百姓头顶的阴霾 此时终于一扫而光 徐小公也不仅活着 还打败了鬼为君 没有什么消息 比这消息更让人激动 让人热血沸腾了 徐安 我要嫁点你 有大家闺秀失控了 当街这样大声宣布 我可以不嫁 做情人就行 有美女人更大胆 直接当场反驳 觉得自己的身份配不上 但做个没身份的情人还是可以的 若是以往 这是大逆不道 是要被禁猪笼的 但现在 没有人会在意这些 面对大钱的好男 哪个少女不思春 赢了 赢了好啊 赢了好啊 徐安 你个小家伙 好样的 给我大钱长脸长志气 城门口 一个老者手撑着拐杖 老泪纵横 他正是当初在徐安离京时 宣称徐安凯旋归来时 要为徐安牵马坠凳的老人承之计 八百里夹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明月楼 正想胁迫江宇竹 让江宇竹成为玩物的赵高和长孙赞等人 此时听着楼下急驰而过的怒吼声 所有人就像是被点了穴道一般 待在当场 脸上的嘲讽和戏血 这时都僵硬在了脸上 许久 魏子珍回过神 低声道 刚刚 外面 说什么 他嘴角都在哆嗦 声音都在颤抖 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话 如果那是真的 那后果简直太可怕了 等徐安回来 他们大多数人会被徐安整死 血流成河 雍州大劫 徐小公也大破鬼为君 鬼为君全军覆没 江宇竹满心震撼 被这个消息给吓到了 徐安竟然做到了 真的覆灭了鬼为君 简直强大的离谱 但他很快冷静下来 笑着冲着赵高等人 大声宣布了这个消息 这些人在他这里狂妄 说徐安各种不适 就是想要给他难堪 现在 他终于可以全部给还回去了 徐小公也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我大前男人的榜样 这样的男人 别说是做妾 只要说一声 无数美女都会扫他宽衣以待 他拍着手掌 满脸的花痴样 丝毫不吝啬自己的夸奖 当然 是故意做给赵高他们看的 要气死他们 果然众人一听 脸色都轻了 他们之前各种诱惑 江宇竹都不给好脸色 现在说 徐安只要招手 他会脱光光爬上床等徐安 这简直就是赤果果的 打他们的脸 同时 很多人开始恐惧 刚才玩得太孩 江人说了徐安很多坏话 要是徐安回来 这个女人告状 那徐安还不得宰了他们那家伙 就是个疯子 连雀阴和耶律旗都斩了 不可能 这不可能 我爹的消息 怎么可能有错 赵高将手中的杯子 重重地砸了出去 杯子瞬间四分五裂 他脸色猙獰 满脸怨毒 不想相信这是真的 这消息可是从他老爹 赵斯口中说出来的 昨日诸葛青亲自告诉他的 这怎么能是假的 徐安 你这么不死 你该死啊 赵斯怒吼 彻底失控了 原来以为徐安死了 一切都回归正轨 没想到 这一切都只是一场梦 徐安还活着 而且还打败了 北敌引以为傲的鬼为君 从此之后 他在他眼中 将会连蝼蚁都不如 不可能 这不是真的 我不相信 长孙砸手中的杯子 已经落在了地上 眼底充满怨毒和恐惧 他恨徐安不死 但又极其害怕徐安 这混账就是个疯子 不讲一点规矩 回到京都 他们还能有好日子过 哪个 赵少 我忽然想起 我爹要找我 我先到辞了 有人不敢再待了 后果太严重 不等赵斯回话 当场站起来 直接开溜 哎哟 赵少 我也该回家吃个饭了 赵少 我跟他一起回家吃饭 到此 有人带头 很多人立即站了起来 直接离开了明月楼 滚 都给我滚 赵斯怒吼 这些人之前 还对他各种鳄鱼奉承 现在知道徐安活着 竟然都怂了 不敢再和他有纠缠 这种背叛 让他很愤怒 想要杀人 江雨竹看着这一幕 嘴角泛起了冷笑 哼 这时候才知道逃骂 晚了 他在心头冷笑 与此同时 南城县衙 南城县衙前 被堵得水泄不通 传信的骑兵 只能原地驻马 宣布消息 雍州大捷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威军 听到这话 原本沉寂的南城县百姓 当场就炸了 第502章 吹牛成真牛 雍州大捷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威军 萧兰儿在选择 报信之人的时候 为了防止路上出意外 选的都是新军中的高手 这些人在四城 有一定的知名度 而且很多人都知道他们 因此 南城百姓 见到马背上报信的是 新军中他们所熟悉的人 衙门却静了一瞬之后 激动的喧嚣声 惊涛骇浪般 在空气中席卷开 哈哈 我就说徐小公爷没事吧 徐小公爷 怎么可能会败给北敌狗贼 特娘的 果然是假消息 吓死老子了 徐小公爷太厉害了 灭了明洞天下的鬼威军 哈哈 还有谁不服 南城县衙前 一众百姓当场疯魔了 有人大哭 这段时间南城县的新政 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便利 他们很害怕徐安珍的阵亡 一切又回到原点现在 终于可以放心了 徐小公爷不仅活着 还打败了鬼威军 成了大前的大英雄 大人 大人真的做到了 大人 大人牛逼 公孙衍满脸激动 老泪纵横 他虽然老了 尚有一腔热血 还有一腔报国之治 不然也不会这个年纪了 依旧坚守在南城县第一线 赢了 真的赢了 哈哈 谁说我大前无力胜北敌 这特么就是证明 终于堂跳了起来 手指着天大鹤 他此时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激动的脸色胀红 这些年 北敌都快被那些软骨头 给妖魔化了 提到北敌大前百姓 第一反应就是打不过 现在 徐安这一战 直接在那些软骨头的脸上 狠狠甩了响亮的一巴掌 大前能胜北敌 哈哈 徐大人厉害 真乃我被楷模 大人不愧是大人 真乃神人也 大人 请回来收下我的膝盖 以后我就是你最忠实的追随者 国子健的一众健身 也沸腾了 北敌欺压大前几十年 夺土地弃我子民 徐安一战灭掉他们的精锐 不仅为大前血了尺 还给大前树立了抗击北敌的信心 北敌人 哼 也没什么了不起 京都大剧院 训练场 宋玉言和一群美女都安静地坐在那里 没有徐安的具体消息 他们都无心训练 这时 梅香等美女都是脸色决绝 一旦确定徐安阵亡的消息属实 他们今晚就上吊自杀 不是殉情 是因为徐安战死了 没有人再给他们庇护 而他们再也不想重新掉进那个地狱 小姐 小姐 有消息了 这时 柔儿从外面跑了进来 他脸上带着泪痕 跑得太快 还被门槛绊倒了 但他顾不得疼痛 爬起来一蹶一拐地向着宋玉言跑过来 当他跑到宋玉言的面前 被宋玉言扶起来时 张了半天嘴 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众人看到这一幕 一颗星都跌入了谷底 难道传言是真的 徐安真的阵亡了吗 想到这种后果 众人只觉得浑身被一股凉意席卷 从头冰冷到脚 传言 是真的 宋玉言抓着柔儿的手下意识的用力 指甲都陷入了柔儿的手臂中 他之前安慰姐妹们的时候 还能保持冷静 现在已经冷静不下去了 翘脸速速变白 美眸有泪光 不 不是 之前的消息是假的 柔儿拼命摇头 美眸泪如泉涌 雍州八百里加急 刚刚回到京都 说徐安一战灭掉了鬼为君 现在整个京都都沸腾了 我 我刚才太激动了 激动得说不出话来 他翘脸上有泪滴 此时又微微泛红 看上去我见游莲 一群人发猛 消化完成柔儿的说的信息后 当即就怒了 险些忍不住将他按在地上打一顿 你是激动了 却差点没把我们吓死 但很快 所有人翘脸激动起来 美眸中眼波流转 顾盼生辉 柔儿 你们耳朵是干嘛用的 没听到柔儿的话吗 八百里加急说的 梅香 绿鹰等一群美女 终于从沉默中活跃起来 向着柔儿围了过来 叽叽喳喳地问过不停 宋玉言也是松了口气 见到自己都将柔儿的手都掐子了 赶紧松开了手 你这家伙 话又不一次说完 想了想 宋玉言又给了柔儿后脑勺一巴掌 就因为他没有一次性说完 害得他刚才都情绪失控了 不得不说 他对徐安是有情愫的 不然也不会敢和当今公主争风吃醋 只是他不想承认而已 柔儿撅着嘴 搅着指尖低下了头 那能怪我吗 知道那个家伙没死 我控制不住吗 他暗暗赴飞 心里却极为高兴 自从那个家伙 将他从雀阴的手中救起 就理直气壮地闯进他的心里了 只是他不能说 他只是个丫鬟而已 好了 姐妹们 既然捷报已经入京 那徐小公爷 想必不久就要班师回朝了 宋玉言拍了拍手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给吸引过去 徐小公爷离开的时候说了 回来他就要听到霸王别姬 咱们努努力 争取在新军回京的时候进行慰问 以这一戏曲 犒劳犒劳我们 大败北敌鬼为军的英雄们 好 一众美女齐齐鹤 随即 锣鼓升起 宋玉言带着一群美女开始训练 南城伤盟 得到雍州大捷的消息 原本安静的会议室也直接炸了 哈哈 会长这一战打得好啊 没错 会长这一战 打得可不仅仅是北敌的鬼为军 也狠狠地抽在了京都豪族的脸上 简直太强了 现在 京都百姓万众一心 京都豪族再想搞事情 可就难如登天了 晨联后 刘善等人心中的石头落了地 都满脸快意 等徐安回京 南城伤盟的地位就彻底稳固了 京都豪族想要覆灭他们 几乎已经是痴人说梦 此时此刻 众人只觉得投降徐安 简直是明智的不能再明智的决定了 副会长的位置上 吹牛成真牛了 还真是厉害呢 第503章 将他定在耻辱柱上 京都豪族诱双若拙聚在了司徒家 半课钟前 他们还推杯换盏 庆祝徐安终于挂了 京都再度成为了他们的天下 那些敢和他们为敌的人 都将会遭到他们冷酷的清算 但现在 所有人都傻了 数十个大族家主聚在司徒家大厅 但这时 司徒家大厅却鸦雀无声 气氛压抑的吓人 因为进京传结的通讯兵 愣是在司徒家大门前 将雍州大捷的消息 足足重复吼了上百次 然后 所有人都猛逼了 南城商门欢声雀跃 但司徒家此时的气氛 却压抑的吓人 此时 京都豪族所有人聚在了司徒家 之前还兴奋激动 庆祝徐安终于死了 现在却都哑火了 现实再度给了他们狠狠的一巴掌 徐安不仅活着 还灭了鬼为君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战无不胜 功无不克的鬼为君 就这样败在他的手中了 假的 这肯定是假的 是皇帝故意放出来的消息 一定是 王大宝先崩溃了 大声怒吓 徐安怎么可能 能胜耶律云英 就新军那两千多人 怎么可能是鬼为君的对手 这一定是假的 他和徐安有大仇 当初京都良战 徐安第一个下手 收拾的京都豪族就是他 让他损失惨重 他对徐安的恨 超过了京都所有豪族 好不容易等到徐安战死的消息 他正激动地 要和徐安清算 用他亲近的人的命来学耻 现在百里加急告诉他 他高兴得太早了 徐安活得好好的 还功成名就了 这种感觉 就像是从天堂瞬间掉进地狱 让他发怒发狂 众人听到这话 就像是抓住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纷纷狂怒 对 一定是假的 我不信徐安能做到 没错 就徐败家子那点手笔 他绝不是鬼为君的对手 这一定是假消息 京都一众豪族都不愿意相信 都在找借口否认 徐安和鬼为君实力天欠之别 他竟然赢了 这简直太可笑了 华天下之大击 主作上 司徒南看着怒气汹汹的 京都豪族 脸色阴逸至极 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 他可是知道的 所谓的徐安战败的消息 就是赵斯和赵纯刚 让人泄露出去的 其目的就是 灾心计划要开始实施了 结果却很悲催 计划刚刚开始 竟然就传回来了 徐安大盛的消息 那都不用袁康帝出手 京都的明星 都能自己稳定下来 并且其凝聚力相较于 之前会更上一层楼 想要分化 可没那么容易了 这时候 素来不信邪的司徒南 都有些怀疑 徐安是不是真是 他们命中的克星了 司徒家主 你怎么看 这时 王大宝看向司徒南 想要征询司徒南的意见 喧嚣的大厅 顿时安静了下来 所有人的目光 不约而同落在 司徒南的身上 放下奢望 准备和徐安拼命吧 司徒南站起身 向着后院走去 这一次 是真的要拼命了 有不想拼命的 可以像南城豪族一样 向徐安摇尾起怜 他不想再和京都豪族废话 是已成定局 现在争论这些 没有任何意义 徐安即将回京 有那时间争吵 还不如想想 接下来怎么对付徐安 而众人听到司徒南的话 都齐齐呆住了 司徒南的态度 已经证明一切 徐安大胜鬼为君是真的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王大宝直接跌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双目无神 整个人的精气神 仿佛瞬间被抽离了身体一般 一众京都豪族也都面面相去 如丧考彼 徐安 混账 无耻 败类 秦英小柱 被袁康帝禁足的萧元轩 陆吼声也是传遍整个秦英小柱 他因为上次诬陷徐安是厉鬼 联合清云关的老道士 企图整死徐安 被袁康帝知道后 将其禁足 便没有再踏出过秦英小柱 但外界的是 他一直在关注 特别是徐安 那更是重点照顾的对象 得知徐安要和耶律云英大战 他激动一宿没睡 徐安什么垃圾玩意儿 他不知道吗 论无耻 他天下第一 但论打仗 一万个徐安 也不是耶律云英的对手 果然 今日便传来了徐安战死的消息 他正闻着美酒 正想开怀畅饮祭奠徐安 结果酒还没温热 新军的通信兵便已经到了 于是 他享受了和京都豪族同等的待遇 徐安拥州大捷的消息 通信兵足足在外面 吼了上百次 这对萧元轩来说 就是赤果果的炫耀 徐安 上天入地 本王必杀你 萧元轩一脚将温着的酒壶和炭炉踹翻 气得暴跳如雷 你就算赢了耶律云英 赢了鬼为君又如何 真以为本王没手段对付你了吗 等你回到京都 本王弄不死你 灾心降临 天下皆返 本王倒是要看看 你怎么破这死绝 皇宫 资政殿 龙椅上的元康帝 看着大殿上正滔滔不绝的张憨 脸色极为难看 今日传出徐安战败的消息 他心情就极为糟糕 原本想要罢朝的 结果愣是被群臣逼着 被迫营业了 原因无他 因为徐安遭到了数十位官员联名弹劾 陛下 江南有水患 西境闹旱灾 西南部落又发生战争 北境北敌大军压境 我大前已经不堪重负了 玉使张汉满脸正气 义正言辞道 徐安和北敌开战 并不是明智之举 微臣不是长他人置气 灭自己威风 而是徐安和鬼为君一战 结局已经显而易见 一旦战败 北敌势必会趁时大举进攻我大前 各地灾民也会因为 没有得到妥善安置而发生叛乱 西南部落甚至会趁机攻打我大前 如今的大前 承受不住如此之多的变故 臣请陛下下旨召回徐安 免得徐安私自开战 乱我大前 他自然是知道 袁康帝不可能召回徐安的 所以才故意这么说 反正徐安不可能是 北敌鬼为君的对手 只要他战败了 那大前接下来的一切动乱 都可以按在徐安的脑袋上 就像当年的承知记一样 让他来背锅 到时候大前会大乱 那就是他徐安一意孤行的后果 届时 必定会将他定在耻辱柱上 第504章 正气领然的文武百官 雍州兵败 除徐霄灾心将领 除皇帝 这就是赵斯集团想要达成的目的 因此张罕话音刚落 很多大臣当场便站了出来复合 陈副义 陛下 为了江山设计 此时应该和北敌和谈 而飞起兵戈 请陛下赐下金牌 臣愿亲自赴雍州 召回徐安 请陛下三思 如今大前内忧外患 不可忘记兵戈呀 一众大臣一个个正义凛然 一副皇帝不同意 便以死相见的样子 赵斯抱着玉归 站在最前方 没有说话 嘴角却微微扬起 对张罕等大臣的表现很满意 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因为无论皇帝答不答应 他都赢定了 他等到这时候再发难 就是因为 无论皇帝召不召回徐安 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了 雍州新军和鬼为军之战 肯定已经开打了 破局的方法只有一个 除非徐安能打败鬼为军 但这可能吗 不可能 陛下 别怪老臣心狠 要怪只能怪你不识好歹 赵斯微微仰头 看向龙椅上脸色阴沉的袁康帝 心中冷冷说道 此时 袁康帝看着大殿上上蹿下跳的一众大臣 心头怒火中烧 求和 然后再各让雍州以北给北敌 苟延残喘吗 够了 都给朕闭嘴 袁康帝再也听不下去 冷喝一声 资政殿这才渐渐安静下来 袁康帝目光凛冽地扫过全场 道 徐安出征时 朕曾说过什么 诸位爱卿是忘记了吗 没关系 那朕再重新说一次 朕说 有胆敢言和者 斩 他真动了杀意 这些年和这些老匹夫打擂台 他已经打够了 忍不住想要直接下令 让禁军将这群老匹夫 直接推出五门斩首 前方在打仗 在死人 这时候不想着怎么为前方提供帮助 还想着拖后腿 为自己谋利益 简直不可饶恕 陛下 老臣对我大前忠心耿耿担惊截律 所作之事 是为了我大前的江山设计 是为了我大前的天下苍生 若陛下依旧一意孤行 认为臣等该死 臣 愿临死 张憨跪在地上 正义凛然 他放下手中的玉龟 抬手将脑袋上的官帽摘了下来 郑重地放在了自己的面前 似乎准备随时慷慨赴死 臣等 愿与张大人一起同龄死 刚刚站出来附和的一众大臣 也都放下玉龟摘下官帽 跪在张憨的身后 他们一个个满脸正气 心头却是冷笑不已 不相信袁康帝真的敢杀他们 因为他们所作所作之事 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 若袁康帝真敢杀他们 那就是断自己的言路 以后谁还敢仗义直言 放肆 你们以为正不敢杀你们吗 袁康帝看着这一幕 愤怒的瞬间站了起来 正是傻子吗 他顿时杀气腾腾 沉声怒吓 来人在 大殿两侧的御林军 起起拔了刀 陛下 当真要孤注一掷 杀害忠臣吗 这时 赵司终于站了出来 冲着袁康帝里 道 老臣以为众臣所请 甚为合理 请陛下下旨 召回徐安 否则 我大前必会因此内忧外患 名不聊生 陛下作为我大前帝王 难道真要 眼睁睁看着我大前千万百姓 因为一个徐安而惨死吗 赵司集团的官员 见到赵司都亲自下场了 当场几乎都站了出来 起起附和 陈副义 请陛下召回徐安 陛下三思 莫要因为一个徐安 让文武百官 让天下百姓心寒 陛下 请陛下下旨追回徐安 整个资政殿 一时间喧嚣不已 一众文武大臣 几乎瞬间全部跪了下来 各个义政言辞 仗义直言 逼着袁康帝召回徐安 只有少部分大臣 站在大殿上 进退两难 他们要么是赵党之外的 其他党派 要么是一些算得上 是中正耿直之人 不愿意攀附赵司 只是凭他们此时 单薄的力量 无法与赵党抗衡 袁康帝看着这一幕 气得双手紧钻成拳 浑身都在轻微哆嗦起来 为了大前千万百姓 天底下最没资格 和朕说这句话的 就是你们 千万百姓 北境十八州 那才是真正的千万百姓 你们将北境十八州 割让给北敌时 可曾想过他们的死活 福利你们享受 丹夫骂名的市政 是前线生死搏杀的战士 是前线指挥战士的将军 凭什么 凭你们靠一张嘴 就能颠倒是非吗 袁康帝动了真怒 目光凛冽地盯着赵司 虽然准备不足 但他此时真不想再忍了 要强势出手 将这些乱臣贼子 就地格杀 因为他很清楚 这些人的目的 就是想要让天下乱起来 如此等灾心降临时 可以大做文章误导天下人 整个大殿 气氛一时间紧张压抑起来 就在他准备下杀手的时候 门外有怒吼声 由远而近 八百里加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八百里加急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脸色阴沉 杀意凛然的袁康帝 文言猛地抬头 看向大殿外 冰冷的双眼 陡然迸发着金光 雍州大战有结果了 徐安那小兔崽子胜了 他真的做到了 大殿外 一个个当场都傻了 雍州大劫 不会吧 这不可能吧 徐安怎么可能 会是鬼为君的对手 这肯定是假的 这一定是袁康帝的计谋 他在故意混淆视听 报 这时 穿着新军军服的少年 已经冲进大殿 跪在了大殿最前方 他日夜兼程回京 已经满脸疲惫 但双眼依旧炯炯有神 双手将手中的唐豹呈上 启禀陛下 雍州大劫 大将军徐安 一战覆灭鬼为君 六千人员康帝确定自己没听错 顿时激动的呼吸都急促起来 这小兔崽子做到了 他离开时说了 最迟十天半月内 让他收到雍州大劫的消息 刚好十二天过去 雍州的捷报 真的送回了京都 还回来得如此及时 第505章 有人跪久了 连战都不会战了 现在赵斯带着群臣发难 就是借雍州战为借口 因为无论是军队实力 还是指挥能力 对于赵斯等人来说 徐安远不是耶律云英的对手 于是雍州战还没有结果 他们就急不可耐地判定 雍州必败了 结果 徐安赢了 雍州大劫 鬼为君被全灭 哈哈 他们不是 想要借雍州战来发搞事情吗 现在雍州大劫 朕倒是要看看他们现在还怎么见 袁康帝激动的险些原地转圈圈 然而他还没来得及说话 张罕已经先跳了出来 你是何人 竟然敢谎报军情 真是好大的胆子 张罕以为 这是袁康帝的阴谋 于是率先发难 想要先发制人 恐吓传杰的新军将士 徐安能打败鬼为君 还真是天大的笑话 然而 传杰的新军将士 猛地扭头看向张罕 眼底有杀意 我是谁 我是威远伯府世子谢玉 我是南镇辅斯新军 一营三连二排排长 一线天天水湖一战 共斩敌三十八人 谢玉出身将门 武艺高强 而且一张嘴能说会到 是萧兰儿为了防备这种意外 特意选出来进攻传信的 而且一线天一战之后 新军将士都杀红了眼 现在几乎各个自带杀气 一个眼神 直接就将张罕威慑住 谢玉冷声道 我南镇辅斯新军将士 以两千五百人的兵力 对战鬼为君六千精锐 却将敌人赶尽杀绝 如今回京暴劫 换来的却是一句谎暴军情 大人是觉得 我新军败在鬼为君手中 就不是谎暴军情了是吗 哼 果然将军说得对 有些废物贵得太久了 连战都不会战了 张罕一张脸顿时仗得通红 小子 你放 你放肆 谢玉双手举着捷报 冷声道 陛下面前 三军军报是何等大事 你一介老匹夫 也敢当店阻拦陛下阅览军报 你最该当猪 张罕背对的一口老血 险些喷出来 指着谢玉说不出话来 你 你 群臣看到这一幕 顿时也都怒火中烧 果然近朱者赤近末者黑 这新军都跟徐安有样学样了 连徐安的暴脾气 都学了三分 陛下 当即有人便要声讨谢玉 但袁康帝岂会给他们转移话题的机会 他理都没理 目光盯着谢玉道 捷报呈上来 孙雕四立即跑下台阶 从新军通讯兵的手中接过战报 双手捧着送到袁康帝的手上 袁康帝立刻翻开战报 一目失行地看了起来 越看他脸色越激动 最后边看边忍不住放声大笑 哈哈 杀敌六千 全军伤亡不足百人 好 好得很啊 烧毁敌军大营和敌人所有粮草 打得敌人鬼哭狼好 好 干得好 不愧是我大钱好狼 缴获战马五千匹 北敌战马可都是宝贝 大好 嗯 整个鬼为君就只跑了一个耶律云鹰 哎呀 有点可惜了 朕还等着这小贼的脑袋当夜狐呢 袁康帝边笑边点评战报 笑声充满嘚瑟 赵斯等一众大臣知道袁康帝是故意的 之前他们借着雍州战士向袁康帝发难 现在袁康帝当着他们的面逐句点评战报 每一个字都像巴掌一般砸在他们的脸上 群臣只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之前还信誓旦旦说徐安不是耶律云鹰的对手 打不过耶律云鹰还会导致大前天下大乱 结果转眼间 徐安就用行动告诉他们 北敌鬼为君而已 我已经灭了 群臣就算脸皮在后 此时表情也都僵硬在了脸上 这让他们怒火中烧 恨不得将徐安给碎尸万段 该死的 徐家小贼 你诱坏我们的好事 群臣不由心头暗恨 在心头将徐安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当然 更让他们恐惧的是徐安既然能打败鬼为君 这让他们难以接受 那可是鬼为君战无不胜的鬼为君 徐安凭什么能打败他们 而且还打出了一比六十的战损笔 这简直就是天方夜谭 没有半点可信度 心头虽然这么想 但群臣都知道 这肯定是真实的 因为袁康帝不可能傻到 拿一份假的战报来打他们的脸 一旦事情败露 后果不堪设想 哈哈 好 打得好 袁康帝和尚战报 原本殷臣的脸 此时满脸笑容 声音却冰冷如刀 徐安雍州一战 覆灭鬼为君六千人 只剩主帅耶律云英狼狈而逃 但刚才你们却说 徐安不是耶律云英的对手 我大前新军将士 不是北敌鬼为君的对手 现在 你们可还有什么要说的 说 朕听着 赵斯等一众大臣 当场下的跪在地上 臣等万死 不用万死 一死足矣 听到袁康帝这话 群臣顿时身体紧绷 真有些被吓到了 但袁康帝话音刚落 却又笑了起来 当然 朕今日心情不错 不想杀人 先留你们一条命 让你们好好看着 大前是如何强盛起来的 说完 他将手中的战报给孙雕四 指着赵斯道 给丞相看看我大前郎的攻击 哈哈 老奴遵命 孙雕四接过战报 走到赵斯的面前 将战报递给赵斯 丞相大人 请吧 赵斯脸色平静 心头却早就气炸了 他知道 袁康帝这是故意的 是在故意嘲讽他 之前闹得最欢的 就是他的人 现在袁康帝就是想要告诉他 角色转换了 现在闹得欢的 是他袁康帝 而张罕等人 此时脑袋都快藏进裤裆里了 大气不敢出 然而 赵斯翻开战报后 双眼却眯了起来 战报上的自己极其清秀 一看就是女人的自己 根本就不可能出自徐安之手 这个发现 让他老眼骤亮 道 此战报虽然盖了徐安的率印 却并非出自徐安之手 老臣怀疑徐安是在故意欺瞒陛下 还请陛下先派人严查核对 众人听到这话 心头也都大喜 他们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 只要暂时无法确定战报的真实性 需要严查核对 往返雍州一趟 最快也得七天 这七天足够他做很多事情了 丞相大人果然会演 捷报的确不是出自大将军之手 袁康帝还没说话 谢宇先笑了起来 盯着赵斯道 因为大人没时间 全权委托了公主殿下带牢 公主殿下在写捷报的时候 大人已经率军配合雍州大军 攻下了天门山 听到这话 满场寂静 第506章 悔不当初的赵斯 袁康帝呆住了 赵斯愣住了 张罕以及一直没有说话的杜如画等人 全都傻眼了 其他人面面相去不明所以 但他们这些权力核心的人物 可是很清楚 天门山那两万人 就是赵斯养的 是赵斯的心肩宝贝 其目的就是将来如果发生异变 随时控制雍州 加上有雍州豪族的支持 只需要短短的几天时间 两万人便可以壮大到二十万人 封锁北京和大前京都的通道 阻止北京大军回援京都 但现在 天门山被徐安给攻破了 谢玉 此事可当真 为何捷报中尚未提及 袁康帝不淡定了 天门山就是卡在他喉咙的一根刺 很早以前 他就想要拔掉了 可赵斯找来了隐门的高手坐镇 不仅将天门山那些土匪 训练成了精锐之师 连天门山都被打造成了铜墙铁壁 想要攻下天门山 得出动十万大军 而且还不一定打得下来 因为只要有雍州豪族在 他们就能获得源源不断的物资支持 而十万大军的赤和拉萨 都得朝廷出钱 完全伤不起 他花费极大的代价 将黑袍打进隐门中 其中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从内部瓦解天门山 结果效果很不好 天门山有隐门的高手坐镇 直接拒绝黑袍 参与天门山的任何事情 这就导致几年的时间 黑袍就只拿下了雍州城那一亩三分地 但徐安却将天门山给打下来了 这小兔崽子竟然这么逆天的吗 超额完成了任务 赵斯也猛地抬头看向谢宇 眼底有冷光 难以再保持平静了 天门山可是他棋盘上 最重要的一步棋之一 有隐门打造的最前防御体系 有隐门训练的精锐部队 现在竟然被徐安直接毁了 杜如画 张罕等人也都齐齐抬起头 盯着跪在前方的谢宇 满脸的难以置信 特别是杜如画 此时瞳孔微缩 心头一阵窝火 赵斯被灭之后 这些都将会是他拉拢接收的势力 回陛下 劫报是先发出的 因此 劫报上并未记录 谢宇看向袁康帝 拱手道 而攻下天门山的劫报 是通过特殊渠道 加急送到小将手中的 具体战报 此时已经在路上了 而且 大将军不仅拿下了天门山 连雍州豪族皆已臣服 为表诚意 他们曾兼并私战的土地 愿意上交陛下 由朝廷重新分配给百姓 小将所言自自属实 这是公主殿下的信件 谢宇从怀中 取出秀依使者的秘信 双手成帝上去 而听了他的话 整个大殿再次陷入死寂 徐安不仅拿下了天门山 还收服了雍州豪族 这怎么可能 土地可是豪族的命根子 他们怎么可能轻易交出来 他们还在疑惑 难以置信 袁康帝却已经激动得心跳加速 冲着呆滞的孙雕四就是一脚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呈上来 是 孙雕四连忙从谢宇手中接过秘信 递给了袁康帝 他这个秀依使者的老大 此时都快哭了 徐安这一功力的太大了 但他手底下的秀依使者 却没捞到多少功劳 都快成徐安手底下全职跑腿的了 袁康帝摊开秘信 秘信中只有一句话 天门山已破 雍州豪族归降 看到女儿捐秀的字迹 袁康帝终于彻底相信了 他攥着秘信 激动的身体都在颤抖 全身的鲜血 仿佛在此时都沸腾了起来 哈哈 爽 爽啊 积押郁杰在心头数年的那一口恶气 徐安这小兔崽子算是帮政出了 要知道 那可是天门山 在他原来的计划中 要解决雍州的土匪 豪族 名声问题 至少需要五到十年的时间 结果 徐安三天解决 三天 还有谁 天下间还有谁 这小兔崽子 做得好 做得好啊 哈哈 袁康帝举着手中的秘信 笑声传遍大殿 真乃我大前其理而言 朕原本打算十年解决的问题 他三天解决了 朕就问你们服不服 服不服 当了这么多年皇帝 袁康帝少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 哪怕当年被逼着割让北境十八周 他虽然愤怒 却并没有表现出来 但现在 他控制不住了 站在龙椅前仰天长笑 嚣张的一塌糊涂 他已经很久没有这么嚣张了 看着皇帝一副要瘋魔的样子 赵斯心头那点侥幸 彻底湮灭了 他藏在袖中的手 轻微颤抖着 微微低着头 那张已经满是褶皱的脸 争鸣可怖 徐安 徐安 老夫一定要宰了你 赵斯在心头怒吼 杀一番涌 此时 他悔不当初 原本徐安在京都折腾的太凶 他想想办法 将徐安调出京都 让耶律云阴灭了徐安 结果没想到 徐安离开京都后 却闹得更凶负灭了鬼为君 荡平了天门山 收复了雍州豪族 这简直就是在毁他的根基啊 这 这怎么可能 这怎么可能是真的 张罕已经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上瞬间失去了血色 跟着他闹一起闹得最凶的一群大臣 此时也都低着头 袁康帝的每一个字 都像巴掌一般落在他们脸上 他们脸上火辣辣的 都没脸见人了 徐安大圣 之前他们各种上蹿下跳 就像是一群小丑 显得极为的滑稽和可笑 臣等服了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有徐小公也这样文韬武略的人才 我大前必定忠心 那些忠立和忠正耿直的大臣 此时也都齐齐跪地行礼 大声喝道 他们是真的服了 之前徐安出征 他们各种不看好 认为徐安只是胡闹 现在徐安用事实狠狠地给了他们一巴掌 他不是胡闹 北敌鬼为君在他眼中 的确如他所说的 不过蝼蚁一般罢了 大前有这种气吞山河的人物 他们或许也该重新选择战队了 我大前必定忠心 赵斯杜如画 张汉等人回过神 虽然不甘和愤怒 恨不得弄死徐安 但此时 他们却也不得不跟着夸赞他 现在 皇帝的面子不给也得给 没错 朕有徐安 大前必定繁荣忠心 袁康帝原本想要再狠狠羞辱一下赵斯等人的 但现在没有那个心情了 和他们扯皮 还不如回后宫和皇后分享喜悦 他直接看向礼部侍郎 道 礼部准备一下 徐安即将班师回朝 朕要以最高规格的仪式迎接新军班师回朝 退朝 袁康帝首一挥 大笑着离去 第507章 弟兄们 先桌子了 捷报入京 京都彻底沸腾了 捷报传遍整个大前 整个大前也震撼了 北京边城城外 前敌数十万大军正在对峙 而在两军阵前 正摆放着一张桌子 桌上正摆放着一个棋盘 此时棋盘上已经兴罗齐步 而坐在棋盘前厮杀对阵的 俨然是徐霄和耶律洪峰 徐大将军心似乎不静 你这棋 可都快是死棋了 耶律洪峰指尖撵着黑棋 看向徐霄笑容带着一丝玩味 徐霄虽然五大三粗 但却下得一手好棋 但今日明显心不在焉 一盘棋走错了好几步 几乎陷入死局 废话 我儿子在和你们北地太子大战 两天都没消息了 老子能不着急吗 徐霄冷哼一声 随手将棋子丢在棋盘上 下棋心不静 可是会输得很惨的 耶律洪峰看到他落子的地方 笑着将手中的棋落在棋盘上 报 死局了 徐大元帅还打算怎么捡 这时 远处一棋及时而来 徐安和耶律洪峰下意识地看去 报 大将军 雍州大劫 徐小公也一战覆灭鬼威君 尚未靠近 马背上的骑士的声音 已经如惊雷般传开来人 正是百气司的统领 齐赵玉 当晚做完徐安安排的事情后 齐赵玉便马不停蹄的北上 将这振奋人心的消息 第一时间告诉北京边军 告诉大帅徐潇 听到这话 原本严阵以待的前军将士 顿时一个个热血沸腾 什么 徐小公也 竟然真的灭了鬼威君 真的假的 肯定是真的呀 你也不看传信的是谁 那是徐大元帅的左膀右臂 鬼威君那些孙子 在北京作威作福 现在还不是死在了我大前的手上 边军将士都激动不已 喧嚣声在空气中传开 但是 他们的军阵却没有半点紊乱 而且忽然燃烧的士气 使得边军将士的气势上 得到了至一般的飙升 鬼威君败了 鬼威君怎么可能会败 假的 这肯定是假的 我北敌鬼威君 功务不克 战无不胜 对 一定是大前这些废物 故意渲染的 真是可笑 相比于大前边军的气势如虹 北敌大军的士气 却是遭到重创 都在质疑和怀疑 军中顿时出现了不少的骚乱 哈哈 这小兔崽子 不愧是我徐霄的种 干得漂亮 徐霄紧绷的神经 终于松了下来 老脸上充满得意和嘚瑟 他竖起一根手指 冲着耶律洪峰摇了摇 道 你们北敌太子不行啊 鬼威君也不行 口气都快大到天边了 结果遇到我儿子 还不是败了 儿子胜了 那老子这个做老子的 自然不能落后 嗯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耶律洪峰脸色微沉 老眼中难得的出现了难以掩饰的杀意 耶律云英虽然有自己的心思 但他入前 是耶律洪峰下的一部很重要的棋 他需要耶律云英在大前内部彻底打残徐安 打断大前的脊梁 却没想到耶律云英竟然败了 还葬送了他手底下最为精锐的部队 听到徐霄那嘚瑟而细血的话 耶律洪峰轻哼一声 道 老夫说这是死局 徐大帅还怎么捡 啪 你现在说翻脸就翻脸 徐破皮 你还真是个破皮无赖 给我杀 耶律洪峰拔刀指着徐霄怒喝 边城外 前敌大军立即厮杀在了一起 和以往不同的是 大前将士越战越勇 几乎一面倒地压着北敌大军打 与此同时 东静 一个身材肥胖的男人得到消息后 彻底怒了 派人去雍州调查 本王要知道徐安是怎么打败鬼卫军的特娘的 起兵在即 却出现这样的变故 不查清楚本王心难安 男人是静安王 萧景轩 他是袁康帝的叔父 如今已经年过五十 当年征皇位没有征过袁康帝的老子 现在被赵斯说服 打算和袁康帝争争 去查清楚怎么回事 不要错过一点细节 我要知道 袁康帝是不是有所准备了 如果有准备 那启示的事情被延后了 江南 淮南王府 淮南王一身红衣 看着被鲜血染红的鱼塘 声音极为平静和善 但站在他身后的人 却是吓得瑟瑟发抖 因为刚刚前来汇报消息的人 已经被他杀了 丢进池塘中喂了鳄鱼 情况有变 先看看情况再说 谢静 一个白衣青年也是如此说道 青年是镇西王府的世子 萧从 他父亲已经老了 没有太大的野心了 但他却有弃吞山河之志 想要趁着灾星降临 天下大乱之际 争亦争那个位置 但现在 徐安大败鬼为君的消息传来 他不得不慎重一点 打算先查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再做打算 此时 南静 西南 西北 几乎每个对皇位 对天下有想法的人 知道这个消息之后 都变得慎重起来 早有准备 不查清楚 他们难以心安 当然 也有少部分的人 认为这是元康帝的阴谋 目的就是在吓唬他们 让他们不敢轻举妄动 徐安 徐家小贼 老夫和你势不两立 京都 宰相府 下朝回到家的赵斯 彻底地绷不住了 气得暴跳如雷 将家里的东西摔碎一地 混账东西 你不是想要做京都的守护什么 你不是想要做大钱的救世主吗 好 我看你怎么叫 赵斯老眼通红 面目猙獰地指着管家道 传我的命令下去 立即投放瘟疫 我倒要看看 他徐安 回来怎么就这一座死城 第508章 哥 兄弟的命全在你手里了 徐安不知道 因为他一战 已经让整个大钱天下 风起云涌 他这个罪魁祸首 此时正悠哉地躺在草地上 嘴里叼着狗尾巴草 欣赏着天边的落日 左边是大老婆萧兰 右边是二老婆秦文俭 前边是大洋妞爱丽丝 拉尔 不要太惬意 当然 要是再能做点其他的事情 那就更惬意了 可惜 他每次和爱丽丝谈话 大老婆和二老婆都缠在身边 没办法 不久前的谈话中 爱丽丝太过激动轻了他一口 然后他身边的那群女人 直接就炸了 差点没当场 弄死爱丽丝 徐安一直解释说 礼仪 这是礼仪 但没人信 见两面就亲上了 再见两面 还不得滚床单 泽泽 来人三七四切都正常的事 怎么到了你这里 前怕狼后怕虎了 戴薇抱着双手走了过来 居高临下地逆着徐安 小子 你还是太嫩了 要向我学习 徐安不屑一笑向你学习 向你学习做流氓 呵呵 论理论知识 那老子的学习资料 足有两个T 盖薇当场就猛逼了 理论知识他懂 这学习资料是啥意思 就是你那套 只能自己瞎避避 没半点作用 徐安自然不可能将真正的含义解释出来 否则要被揍 他只能信口胡舟 要是按照你那套流氓手段来做标准 那我得是你祖宗 靠 你这话老子就不爱听了 盖薇当场就不乐意了 直接跳脚 他是谁 流氓剑客盖薇 流氓界的扛靶子 现在竟然这么被人瞧不起 他抬手指着远处正落下的夕阳 道 你不是能做诗吗 你就用眼前这风景 做出一句老子喜欢的诗 那老子就承认不如你 任你做大哥 你叫我往东 我绝不往西 萧兰和秦文俭 原本想将盖薇踹走的 受不了这家伙带坏徐安 结果现在一听 要徐安做诗当即都来了精神 徐安可是许久没有做诗了 而徐安听到这话 却是逆着盖威 老兄 你是认真的吗 此时此景 你是给我出了个送分题啊 行吧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了 徐安看着远处山头的落日 假装沉吟了一下 道 嗯 有了 一句是吧 那就叫 白日衣衫禁 白日衣衫禁 妙啊 首句远景 写进眼前开阔景色 秦文俭和萧兰 齐齐看向徐安 下句呢 结果却发现 徐安丝毫没有做下句的打算 正冲着盖威 几眉弄眼道 怎么样 满意不满意 盖威沉吟了一下 然后一拍大腿跳了起来 妙 太妙了 老子怎么就没有想到呢 满意 简直太满意了 好一个白日衣衫禁 秦文俭和萧兰愣了一下 翘脸顿时难看下来 流氓 混账 白日衣衫禁 多好的诗 多好的意境 结果都被你们给玩坏了 徐安逆着他 道 满意啊 满意就叫大哥 盖威当场就反悔 抬头看向天空 满意是肯定满意的 但我刚才说啥了 我啥都没说好吧 徐安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 怒道 怎么电 堂堂鼎鼎大名的流氓大侠 输不起是吧 胡说八道 叫大哥就叫大哥呗 盖威冲着徐安抬手一礼 大声道 拜见大哥 下一秒 直接窜进徐安的怀里 抱着徐安 大哥 你现在是我大哥了 你得保护我啊 快给你那群女人说说 我再也不玩你了 求他们高抬贵手 盖威心里都是累啊 想他堂堂灌绝榜第一的流氓剑客盖威 威名赫赫人人敬仰 结果现在 被一个五岁小女孩 一拳砸到天上去不说 昨晚被南疆的女人 荡成木棍轮着玩 今天早上本来想要喝酒 但军中没酒 萧兰给了他一种 带有酒味的药解馋 结果吃了那药丸之后 现在提到酒 这个字 他就恶心到想要吐 午餐的时候 竟然还从餐盒中吃出了虫子 显然是那个信孔的女人做得甚至 连战刃那群担任徐安警卫工作的女人 看着她的目光都极为不善 还有那个姓沈的女人 被徐安派出去做事情了 现在还没回来 她回来之后 估计会找自己鄙视一番 现在经脉被南疆圣女锁着 和她鄙视 那是找虐 徐安无语 合着你乱人大哥 是因为这事啊 行了 我给他们说一下 但有没有用 难说 徐安嘴角微微抽搐 她这不是推托 而是真的难说 其他人还好 多少会给她点面子 但南疆圣女 吃饭睡觉打盖威 几乎已经是每日必备的功课了 可 盖威还想说什么 这时身后 传来了萧兰的咳嗽声 这是下竹克令了 盖威身体陡然一将 善善冲着徐安道 大哥 兄弟这条命 全在你手上了 你要加油啊 盖威三不一回头 委屈巴巴地离开了 徐安扶额无语道 我说公主殿下 你们悠着点 她并不是故意要整我 你们没必要这样故意整她 萧兰淡淡道 那是万丈悬崖 徐安嘴角微抽 心说 那是因为盖威有信心能救我 但这种话 她还是没说出来 和女人讲道理 讲得通才见鬼 你和爱丽丝 拉尔聊了这么多 有什么收获 秦文俭看了一眼 坐在徐安前方 正双手撑着下巴 看落日的女人问道 有 很多 徐安躺在地上 道 和她聊下来 我猜测西方目前所处的阶段 应该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了 嗯 总体来说 人家的发展 比咱们好得太多了 说不定将来 估计会飘洋过海 来攻打咱们 秦文俭和萧兰 听得一脸猛 萧兰问道 什么是第一次工业革命 还有 你为什么说是第一次 难道还有第二次 徐安这才发现 自己一不小心 说漏了一些事情 她看着天空 满脸的惆怅 实不相瞒 在下上之五千年 下之五百年 天底下的事情 就没有我不知道的 秦文俭和萧兰一愣 滚 第509章 祥瑞对灾心 徐安福娥 和你们说实话 你们居然都不信 萧兰和秦文俭自然不信 现在徐安和孙玉的谈话 对他们来说 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一个连九州大陆基本格局 都不知道的人 但号称 上之五千年 下之五百年 骗鬼去吧 几人相互拆台了一会儿 秦文俭再度将话题 引到爱丽丝 拉尔的身上 他们从爱丽丝 拉尔和徐安的谈话中 便看得出来 这个女人虽然有些奔放 动不动就想亲徐安 但从她的举止行为中 能看得出来 这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她曾经是个公主 但国家被人侵占了 然后她被流放到了海上 不允许登陆 徐安将从爱丽丝拉尔 那里套到的信息 全部告诉了萧兰 和秦文俭说实话 她都有些佩服自己的运气了 一不小心 身边好像都是公主 萧兰是大前公主 秦文俭是东渔公主 宋玉言是前朝公主 爱丽丝 拉尔是巅国公主 沈奥云是江南武林盟主 沈孝庄的女儿 算是个武林公主 而且各个倾国倾城 碧月修花 将来全娶了 那老子岂不是九州最强关系户 她是公主 秦文俭和萧兰 声音陡然拔高 那个女人动不动就想要色诱徐安 要不是他们防得紧 她几乎都要得手了 种种行为 哪里有点公主的样子 她是想要你帮助她复国 所以才那么接近你的 萧兰俭脸难看下来 美眸中有杀意 这个女人果然不简单 想要用美人剂来控制徐安 让徐安为她所用 而徐安就是个色胚 很容易上当 秦文俭脸色也是阴沉下来 要真这样的话 这女人齐心可诛 可 你们想什么呢 她想要得到我的帮助 根本就不需要牺牲肉体好吧 徐安无语 你们这脑袋瓜子 能不能健康点 她指了指脑袋 道 她脑海中有航海线路 能帮我们打造最先进的船只 还能帮我们找来 大前现在最需要的农作物 这些东西 足够我让水师顺的帮她复国了 而且 咱们的确需要一个忠实的盟友 做通往世界各国的跳板 当然 这是以后的事情了 现在最重要的是 先解决赵斯 对于帮爱丽丝 拉尔复国 对徐安来说 并不是什么难事 到时候给新组建的水师 配备最先进的武器装备 加上大炮上船 到时候 凿开滇国大门就行了 她现在担心的是赵斯 赵斯的段位没那么高 雍州战报入京后 这糟老头 极有可能会狗急跳墙走极端 的确 雍州战报入京后 大前京都会更加的波轨云厥 秦文俭嘴角微扬 看向徐安道 我要是赵斯 我也不会束手就擎 主动出击 往往比被动挨打要强 因为主动出击 主动权掌控在自己的手中 秦公子 这是我大前的事 萧莱看了一眼秦文俭 翘脸微沉 虽然说的是事实 但自己家里的事 被别国的人拿来议论 让她还是很不舒服 没关系 她现在是我们的盟友 嗯 可以信任的盟友 徐安看了秦文俭一眼 冲着萧莱微微汗手 而且 在对付赵斯这件事情上 秦文俭也是帮了大忙的 说实话 她都不知道 为何萧莱对秦文俭的意见那么大 明明秦文俭没来大前的时候 她还从萧莱的眼中 看到过艳线 现在 都快仇人相见 分外眼红了 秦文俭看向徐安 面带疑惑 我帮了大忙 我怎么不知道 土豆徐安说道 秦文俭危症 原来是土豆 但她很快又陷入疑惑 徐安是说过 土豆是能解决天下饥荒的神物 但这土豆怎么和赵斯扯上关系了 土豆怎么对付赵斯 给赵斯吃 毒死赵斯 土豆 那是什么 萧莱儿俏脸更难看了 她发现 这两人私下还有她 不知道的故事 土豆 是将来大前告别灾荒的一种农作物 爱丽丝 拉尔他们的作用之一 就是为我们弄来更多的土豆 徐安笑了笑 道 当然 要是能弄来辣椒 玉米等等东西 那就更好了 萧莱儿听得一阵发猛 瞪着徐安道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这和对付赵斯有什么关系 关系大了 赵斯不是想要借灾星降临 诬陷娘娘吗 徐安几眉弄眼 道 那我就给娘娘披上神光 然后天降祥瑞 庇护大前 祥瑞对灾星 我看她还怎么玩 见到她的样子 秦文俭和萧莱儿 眼皮都是跳了跳 这家伙 又开始憋坏招了 但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回到京都这一切 不再在我的掌控之中 徐安眉头又皱了起来 她计划已经做好了 但期间出了京都 和耶律云英打了一仗 京都现在 是个什么样状况 她不知道 都说计划赶不上变化 要是回到京都 原先的计划不能用了 那才操弹 那就速度回京都吧 萧莱儿看向徐安 直接拍板 休息一晚 马不停蹄回京都 抵达京都前 大军在休整进京 她现在也很担心京都 一旦失控 会危及到皇后 京都 四天见 观星台上 监政赵纯刚 站在观星台上 一身道袍 正随风烈烈而动 在月光下 显得先锋道鼓 飘然若先 可惜 此时 她阴沉到猙獰的脸色 打破了这美好的画面 徐安 徐安 还是太小看徐安了 赵纯刚抬头看着 天空中的 已近大圆的月亮 声音凛冽如刀 每一次 我们觉得她 必死无疑的时候 她总像是如有神柱 总能绝境翻盘 她 到底还隐藏了多少手段 身后 李子凡拱着身体 脸色煞白 不敢回话 在她的记忆中 师父总是一副超脱世俗 以僻逆天下的眼光 和气势来布局 灾心降临 天下皆返的计策 就是出自她的手笔 她以一人之力 借助赵斯之手 遥控天下 但现在 却接二连三地 在徐安手中吃扁 饶使她师父心静再好 此时也有些崩了 也罢 那就如赵斯所愿吧 赵纯刚回头看向李子凡 道 一旦为一起 你们开始推波助澜 为灾心降临造势 我也很想知道 第510章 肖元朗的思想工作 京都 南山难民营 营中正燃烧着几堆篝火 将整个难民营照得透彻 此时 篝火周围都坐满了人 正叽叽喳喳地 讨论着雍州战士 这些人全都是难民中的青壮 他们已经忙碌一天了 但身上并不脏乱 因为回营之后 他们已经洗了澡换了衣服 虽然衣服很破旧 很多衣服还打满了补丁 但很干净 每天他们劳作换下来的衣服 当晚便自己洗干净 晾在营地外 一个晚上 外面燃烧的篝火 就能将他们的衣服烘干 要是没有烘干也没关系 早上出营干活的时候 太子身边的高手会出手 用内力帮他们把衣服烘干 如此下来 就算只有两套衣服 也能穿得干干爽爽 诸位 晚上好啊 这时 肖元朗走进了营地 他此时满脸笑容 浑身上下都透着自信 知道徐安大胜北敌 他这个太子 现在走路都带风 参见太子殿下 所有人连忙爬起来 跪地行礼 没有什么架子 让众人勉力起身 肖元朗走到篝火边 一个青年立即爬起来 用袖子用力 擦了几遍自己的凳子 笑着递了过来 肖元朗也没有客气 直接接过凳子坐了下来 笑道 都坐吧 我看你们聊得挺高兴的 聊什么呢 这是 一群汉子都不由抬手摸头 脸色顿时有些闪闪 片刻 递凳子给肖元朗的青年道 太子殿下 听说徐小公爷大胜北敌鬼为君 我们想知道 这是不是真的 听到这话 众人都齐齐看向肖元朗 他们其中很多人都来自北方 对鬼为君深恶痛绝 却也恐惧至极 当然是真的 咱们的徐小公也厉害啊 肖元朗提起徐安 立即竖起了大拇指道 他只用了2500人 直接就打败了北敌鬼为君6000人 而自身的伤亡不到100人 他早就回宫 从元康帝那里 获得更准确的消息 知道了徐安在雍州所做的一切 当时他震惊的下巴都合不拢了 完全没想到自己这个 以前顽固至极的好友 北敌鬼为君 连肇司倾注无数心血打造的天门山 还给荡平了 三言两语 让雍州豪足臣服 试问天下间谁还有他更牛 而从肖元朗的口中得到证实 整个营地顿时就沸腾了 我去 真是真的呀 徐小公爷也太厉害了吧 打得好 北敌鬼为君罪恶滔天 早该死了 爹 娘 小妹 徐小公爷给你们报仇了 你们可以安息了 有人激动的大笑 有人热血沸腾 更有人跪在地上 向着北方重重的磕头 那是来自北敌的青年 他们的家都被北敌毁了 现在 徐安一战灭了鬼为君 算是帮他们报了血仇 徐安可不仅灭了鬼为君 徐安还收服了雍州豪足 萧元朗目光扫了一眼全场 报 你们之中 有来自雍州的吗 举手我看看 我 我是来自雍州的 还有我 我家也是雍州的 人群中立即有十几个人举起了手 其中包括那个给他递凳子的青年 那恭喜你们了 徐小公爷收服了雍州豪足 雍州豪足已经答应 将吞并兼并的土地全部归还大钱 由大钱重新分配 萧元朗看着雍州来的那十几个青年 笑道 也就是说 用不了多久 你们家里面 每家每户最少能分到三亩地 听到这话 整个营地瞬间静了下来 爹 这个字对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没有谁比他们更清楚了 那是命 有地 就能活命 他们背井离乡 不就是因为家里没地 在家乡没有活路了吗 太 太子殿下 你说的是真的吗 片刻 那个给萧元朗递凳子的青年 眼睛瞬间红了 看向萧元朗 声音颤抖着问道 真的能分到三亩地 自己当家做主 不是给豪足当殿农 萧元朗点头 道 对 自己当家做主 不是给豪足点殿农 官府甚至提供最优质的种子 哇 他话没说完 站在身前的七尺汉子 已经一头跪在地上 嚎啕大哭 有田了 我家里终于要有自己的田地了 我爹娘终于是有点叛头了 我小妹 我小妹 男人抬头看向萧元朗 那张满是胡柴的脸上 全是泪水和哀求 太子殿下 我小妹卖给豪足抵债了 我能不能将他赎回来 文言 很多人的心都揪了起来 他们都有家人为了活命 被迫卖给了豪足当下人使唤 萧元朗看着这七尺男 哭得像的孩子 心里面也很不好受 道 当然可以赎回 如果是抢买抢卖 豪足不仅要放人 还要给予相应的赔偿 你们可以将事情告诉营地的管理者 让他们帮你们写壮旨 然后壮旨递交给我 我转成即将赴雍州主治土改的官员 让他们帮你们解决 或者 你们可以自己回去解决 得到萧元朗肯定的答复 然后一个人哭 变成了十几个人都在哭 但其他人看着他们的目光 却已经充满了羡慕 他们有了盼头 有了希望 但他们还没有 还有你们 不要沮丧 萧元朗站了起来 目光扫过全场 徐晓公爷 我 南镇府四星军 我们的目标就是让天下百姓 人人有田重 家家有余粮 所以用不了多久 相信你们家里 都能分到土地 要是有人敢阻拦 那鬼为君 就是他们的下场 听到萧元朗这霸气的话 整个营地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有希望就好 有希望 就有希望实现 况且 大前还有无往不利 战无不胜的徐晓公爷呢 太子殿下 我能加入新军吗 还有我 太子殿下 我也想加入新军 很多人立即沸腾起来 心头像是有一团火 在熊熊燃烧 还有很多人 虽然面色激动 却攥紧拳头 再犹豫 再挣扎 萧元朗知道 这些人都是赵斯安插在难民中的人 就只等赵斯的号令 他们就能在难民中迅速成军 发动叛乱 但现在 他们已经动摇了 当初 徐安给他出的计策 就是诉苦大会 这几日劳作回来 萧元朗亲自坐镇诉苦大会 每个人诉苦 其他人都同仇敌愿 义愤填膺 效果显著 现在 徐安在雍州成功收服雍州豪族 逼着他们让出土地 让雍州百姓重新得到分配的土地 成功地给诉苦大会 添了一把大火 那就是他萧元朗之前说的 都是真的 并非妄言 只要这些人相信了 愿意和他坦诚相待 那就瓦解了赵斯这一股势力了 PS 还请看到这里的兄弟姐妹好书友们 能帮本书多投票 多宣传宣传 小弟想冲绑 冲绑 冲绑啊 哎呀 打赏榜 推荐榜等等 只要是好的 各种票欢迎朝小弟砸下 千万别让我的同行们 承受不可承受之重 谢谢你们啦 大家帮小弟冲上榜单 小弟必回馈给大家好故事 好风凭借力 我们一起上青云 第五百一十一章 果然是这老贼 想要加入鬼为军 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 但萧元朗觉得 只要这些人脱离赵斯 那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只要有徐安 在就行了 这家伙随便吼上几嗓子 新军就被整得嗷嗷叫 思想什么的 立即全部统一 说实话 萧元朗现在都有点可怜赵斯了 摊上徐安这么个选手 算他倒霉 可以 鬼为军这次回京都 肯定会扩边 这是你们的机会 萧元朗目光扫过全场 笑道 到时候想要参与鬼为军的 都可以到我这里说明情况 我带你们去报名 徐小公爷再怎么样 也得给我这个太子一点面子吧 再说 咱们去参军 也是为了守护咱们家里 即将分道的田地 为咱们大前守好脚下的土地 他徐安敢不答应 至于审查的事 交给徐安去解决 有问题的人 被筛选出来后 直接淘汰就是了 现在稳定人心最重要 果然 听到萧元朗的话 人群顿时激动起来 眼前的人可是大前太子 有大前太子亲自带队 徐小公也肯定得给面子 就这样 萧元朗和一众难民聊了小半宿 才离开了难民营 殿下 已经查清了 负责和南山难民营中的人联络的 是兵部尚书长孙冲手底下的将领 萧元朗刚出难民营 孙雕四已经站在前方等着他 见到他出来 孙雕四拱手行礼 他此时脸色凝重 老眼中有杀意 长孙冲是兵部尚书 深受陛下的信任 整个经济的守备调动 都得经过兵部 要是京都出现大乱 有敌人进攻京都 长孙冲是只可以为叛军 清理出一条直杀到皇城的安全通道 兵部尚书没有调兵的实权 但是调兵的手续 都需要经过他的手上报 那他能做的手脚可多了 譬如调兵的命令 什么时候到军中 他兵部尚书说了算 看来徐安猜得不错 长孙冲的确是赵斯的人 萧元朗脸色难看下来 当初徐安说 长孙冲是赵斯的人的时候 无论是他还是袁康帝 都没有权幸 因为徐安凭借的 都是他的推断而已 更何况 当时他和长孙冲的儿子 长孙暂有冲突 现在终于得到了证实 长孙冲就是赵斯的人 是赵斯安插在袁康帝身边的人 萧元朗下意识地攥紧拳头 心头一阵窝火 素来儒雅心软的他 此时愤怒地忍不住 想要调兵杀向尚书府 因为他有一种被背叛的感觉 提袁康帝不值 这些年袁康帝很信任长孙冲 甚至徐霄离开京都后 整个京都的布房 都控制在长孙冲的手中 却没想到 这老家伙这些年很老实 不设党争 原来真如徐安说的一样 都是演的 当初怀疑长孙冲的时候 徐安就说过 赵斯敢在京都这么上蹿下跳 明显不合理 他就不怕皇帝一怒之下 不计代价杀了他 现在答案出来了 他真不怕 因为他有长孙冲 果然是这老贼 陛下怎么说 萧元朗看向孙雕寺 父皇刚刚得到雍州大捷的消息 正在信头上 估计这时候知道了这个消息 他恐怕已经气炸了吧 陛下说 信任长孙冲是他的问题 但徐霄可从未信任过长孙冲 孙雕寺此时脸上杀意腾腾 秀依使者监察天下 长孙冲这样的祸害 掩藏在京都这么多年 他却没有发现 这简直就是耻辱 他看向萧元朗 道 陛下说 想做什么 尽管去做 出了事 他兜着 萧元朗一呆 随即双眼陡然亮了起来 徐霄北上 京都的防务虽然交给了兵部 但是守备京都的将领 可是汝国公成铁和秦国公秦柱 那可是都是陛下和徐霄的亲信 换句话说 只要京都有变 危及到皇帝的安全 他们根本就不会鸟兵部的命令 直接就能杀进城救驾 更何况 京都还有大前最为精锐的黑甲军 果然 徐大元帅就是徐大元帅 虽然离开了京都 但京都还是被他安排的明明白白的 萧元朗由衷感叹 果然和这些老狐狸比起来 自己还是太嫩了 刚才就险些方寸大乱 沉吟了一下 萧元朗看向孙雕四道 今天晚上 本宫会命府兵在南山策划一起动乱 明日 本宫会调兵加强南山的防御 而你们秀医使者 需要明目张胆地对南城 南山难民营展开全面监督 本宫要让长孙冲的人 赵司的人 都不敢擅自接近南山大营萧元朗 脸上露出一抹果决 道 本宫要将赵司藏在难民中的这些人 彻底地瓦解掉 本宫接手赈灾 是为了让这些人活下去 而不是让更多的人因此死去 谁敢拿百姓的命不当命 本宫就拿谁的命不当命 孙雕四闻言 面色渐渐柔和下来 陛下 还是你老谋生算呢 无论是徐小公爷 还是太子殿下 都没能逃出你的手掌心 甚至 孙雕四现在严重怀疑 这些年 还是假的 这很值得怀疑 京都城外 一个小村庄中 月色下 四道黑影迅速从村庄的茅草屋顶掠过 很快 四人便落在了村里的水井旁 他们身上都穿着夜行衣 脸上也都遮得严严实实的 手上还戴着厚厚的手套 落在水井边后 其中三人迅速向四周警戒 为首的一人 却是取出了一个乌黑锁的严严实实的箱子 箱子刚刚打开 一股恶臭便在空气中席卷开 箱子中 放着的是几只已经死亡且开始腐烂的死耗子 为首的男人 小心翼翼地从箱子中取出一只死耗子 忍着干呕 随手丢进了水井中 随即迅速合上箱子 远离水井 走 去下一个村子 男人沉声说道 老大 就放一只 能行吗 这村里 可是有一两百人呢 负责警戒的三个人 立即围了过来 其中一人低声问道 能行 在江南已经试验过了 十天内 保证这个村子 人畜皆亡 为首的男人冷笑一声 道 屡次坏丞相大忌 现在 我倒是要看看 他回来还怎么蹦的 第512章 魏部淑的老贼 皇宫 书兰殿 这老贼 还真是魏部淑啊 这袁康帝背着双手站在窗前 脸色冷峻 雍州大捷 打破了北敌鬼为君不可战胜的神话 将大前那些软骨头 按在地上摩擦 这让他高兴至极 完全可以趁势做很多事情 结果 秀一使者终于确认 兵部尚书长孙冲 一直和赵斯暗通款区 袁康帝的兴致当即就被冲淡了大半 心头一阵窝火 愤怒地想要杀人 兵部尚书全力通天 说白了整个经济的守备和部署 都需要经过兵部 一旦赵斯有异动 或者是提前发动叛乱 事情可能会失控 所以 殿下打算如何处置长孙冲 皇后走了过来 给袁康帝披了披风 已经入秋 大前京都晚上的风很凉 长孙冲是兵部尚书 不是说动就能动的 而且他这个位置 是朕扶持上去的 袁康帝沉吟了一下 道 等玄安的小兔崽子回来再说吧 他和太子已经在行动 朕在后面掌控就行 一旦朕贸然出手 后果整个大前不一定承受得起 现在是知道赵斯他们 正准备借着灾心临时搞事情 可知道是一回事 证据又是另一回事 现在是知道了 但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 赵斯他们想要谋反 能拿他们怎么样 一旦悍然出手 直接将赵斯 甚至赵斯一旦强势镇压 那些有异心的人恐怕会趁机起事 祸害大前 当然 最重要的是 袁康帝不想打破徐安搞出来的好局面 虽说现在大前京都危机重重 但徐安回到京都 说不定他那一张嘴 那么扒扒几下 就能将危害降到最低呢 想到那小子的手段 袁康帝有些期待 你啊 又想将这两个孩子顶在前面了吧 皇后白了袁康帝一眼 帮他系上披风的扣子道 京都现在拨鬼云爵 什么鸣枪案件都有 想要破这个局危险重重 陛下要保护好他们 他们任何一个人都不能出现意外 不要小看赵斯 赵斯虽然算不得一个聪明人 但这些年的积淀 抵运肯定是有一些的 一旦他彻底发疯 局面可能真会失控 袁康帝抬手抚着皇后的脸 笑道 朕 从未小看过他 他不是个聪明人 但他是条好狗 隐门的狗 隐门 可不会放弃这么听话的狗的 袁康帝抬头看天 冷笑 说到底 大前真正的敌人 还是隐门 是藏兵骨 打掉一个赵斯 他们可能就会扶持上来一个 更难对付的李斯 张斯 这 才是最烦人的 要想不受到这些家伙的控制 只有一个办法 将他们彻底从大前除名 但这太难了 皇后文言 却是笑了起来 很难吗 天门山 不是隐门打造的铜墙铁壁 还不是被徐安一个时辰 就被覆灭了 袁康帝一愣 心情顿时大好 对啊 对付这种 只会使用阴暗手段的家伙 用徐安就对了 徐安这小兔崽子一个人 能够吊打他们一群 也对 那就看这小兔崽子 回到京都 又会带来什么惊喜吧 袁康帝阴策策地笑了起来 皇后美好气地 捶了袁康帝一拳 又想坑徐安 你一个皇帝 可别把孩子给玩话了呀 这时 孙雕四级匆匆地走了进来 面色激动到 陛下 研究院最新消息 徐 徐大小杰和孙神医的研究 成功了 听到这话 袁康帝和皇后 瞬间待在当场 片刻 皇后退了几步 惊得捂住红唇 这个当初百官逼宫 依旧从容淡定 记小本门的女人 先有的失态了 袁康帝更是一蹦两丈高 激动的身体 都在轻微地颤抖 他指着孙雕四喝道 你说什么 孙雕四 你再给朕说一遍 那气势 仿佛孙雕四少说一个字 就得被他当场给灭了 陛下 老奴刚刚接到 镇守研究院的 秀医使者报告 徐清风和孙神医的研究 成功了 孙雕四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 泪流满面 陛下 天佑我大钱 天佑我大钱啊 成功了 哈哈 袁康帝双手插腰 仰天大笑 鬼得天佑大钱 这是徐安的功劳 这小兔崽子 真乃我大钱的福星也 袁康帝一步上前 将孙雕四拎了起来 立即加强研究院的守备力量 同时 立即执行徐安的计划 照思西风催城 但朕东风已至 那就看看鹿死谁手了 哈哈 与此同时 京都数百里外 徐安病了 睡得很不安稳 像是在做噩梦 浑身都打着白子 这让萧兰和秦文捡几人 都有些难以置信 怎么也没想到 刚才还和盖威偷奸耍滑的人 竟然忽然就病倒了 军医给徐安检查过后 说他是忧思过重 导致邪风入体 加上数日征战没有得到休息 身体已经熬到极限了 萧兰听了军医的话 质问了吴邪 才知道 徐安这几日根本就没怎么睡觉 唯一睡得好一点的一次 还是被他一拳打晕 后面为了防止自己再被打晕 徐安都禁止他竞帅战了 这时众人才明白 这覆灭北敌 覆灭天门山的两战 他们看得激动无比 新军将士打得酣畅淋漓 却没有人知道 作为主帅的徐安 扛着什么样的压力 此时 徐安的确在做着噩梦 梦很杂乱 他看到了一线天天水湖大战 看到了耶律云英 争鸣怒吼要杀他 看到了天门山大战 正向着他招手 要将他拉入地狱 不行 烧得太厉害了 这样下去 他会被烧坏的 萧兰看向南疆圣女 道 赤羽姑娘 你有什么办法 能够帮他降温吗 徐安此时脸色苍白 嘴唇已经脱水 常规的湿毛巾 铁在额头降温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然而 赤羽还没有说话 徐安已经猛地坐了起来 徐安 众人顿时一喜 回京都 抛下大部队 我们几个人先回京都 徐安看向侯军义 道 侯军义 你带部队慢慢回京 正常新军就行 等我确定能进京之后 你们再进京 第513章 吃雨 老子和你没完 徐安的话 将所有人都镇住了 他现在重病缠身 走路都难 现在进京 开什么玩笑 我感觉很不好 莫名的心慌 总感觉回去晚了 回出大事 徐安坐在床上 双手紧钻成拳 指尖被压得泛白 他轻微摇着头 像是在和众人说话 又仿佛像是在异语 普通人 我不是什么大人物 我愿意被陛下坑 愿意做这一切 是因为我潜意识里 想要这个国家 少死一点人 我想在力所能及之下 让百姓能过得好一点 让这狗草的时代 多一点人为 我不是大人物 我也没有灵云之志 用百姓的命 做代价的博弈 做棋子 和柜子手没什么两样 听到这话 众人心头都是一跳 被他的话触动到 徐安 你到底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 萧兰儿看着床上的徐安 不由一阵心疼 徐安在他的印象中 以前顽固的让人讨厌 现在强大的让人倾慕 他还从未见过 这么虚弱的徐安 公主殿下 我们忽略了赵斯 很重要的一步起 徐安抬头看向萧兰儿 他的呼吸明显有些急促 瘟疫 他送往京都的那可怕的东西 我们已经确定是瘟疫 大军凯旋回京 陛下会以最高的规格 来迎接大军班师回朝 到时候 整个京畿周边的百姓 都会参加 如果赵斯已经投放了瘟疫 这么多人聚在一起 那简直就是瘟疫的天堂 用不了一天 整个京都就会全部感染 用不了十天 整个京都就是一座死城 众人闻言 脸色顿时大变 徐安在京畿百姓的威望 早就如日中天 他此时班师回朝 整个京都百姓都会清朝出洞 说不定能排到几十里外迎接 要是赵斯真的投放了疫病 那京都百姓汇聚起来 就是给疫病传播 提供了充足的条件 一天的时间 整个京都全感染 十天的时间 整个京都人处皆亡 想到那后果 众人都挤背发凉 心里发毛 这太可怕了 赵斯竟然敢走这么恶毒的招 他不怕遭到天谴吗 整个京都可是上百万人 要是将整个京都 十郡都算上 那可是足足二三百万人 难怪徐安会忽然生病 这是背下的 这 赵斯真敢这么疯狂吗 萧莱儿翘脸煞白 他也被吓到了 几乎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事实上 他清楚 自己这个问题有多愚蠢 赵斯做得出来 因为背锅的不是他赵斯 是他父皇 是太子 赈灾的是太子 收拢流明的旨意 是父皇下的 而他赵斯 早在东宇使团即将进京都时 已经将下令将流明 全部驱赶出京都 反而有先见之名 无论如何 我们先回京 命令秀一使者 将我的猜测告诉陛下 让陛下趁早提防 接下来这段时间 全面监控监督 有必要的话 封锁京都 徐安挣扎着从床上下来 结果刚走一步 整个人就向着地面甩去 萧兰和秦文俭眼疾手快 一左一右地扶着他 你现在这样子 怎么回去 萧兰担忧道 你先休息养病 我写密信 让秀一使者走特殊渠道 这路距离京都不是太远 信隔明日五时 应该就能飞回京都 不行 我必须得回去 徐安直接拒绝 道 如果疫病真的传染开 我在京都能安抚一下百姓 他们信任我 我不能将他们的命 丢给别人 见到无邪走过来 徐安猛地抬起头 眼底犀利如刀 无邪 你敢打晕我 老子一定弄死你 我送你回京 无邪平静道 马车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就在外面 徐安嘴角这才有了笑容 道 好 算你小子 你个狗约的又偷袭我 话没说完 无邪直接在他脑门上来了一圈 双眼一瞪 当场就晕了过去 无邪 你干什么 萧兰大怒 这家伙都病成这样了 你还下得了手 这是最好的办法 他不打 老子也会打 吃雨看向萧兰 道 他现在整个人就像是一团乱麻 越里越乱 让他睡一觉 路上我帮他治疗 醒来就好了 原来是这样 萧兰点点头 看向无邪道 谢谢 他将徐安交给无邪 让无邪抱着徐安 先出了率仗 便扭头 看向侯军义 道 战刃 城虎的一个连 本宫要带走 担任徐安的保卫 新军其余人马由你率领 放缓新军速度 等待命令入京 侯军义立即拱手道 末将领命 半驻香后 新军百余人一人双骑 保护着徐安的马车 向大前京都进发 两天后 徐安终于从昏睡中醒来 刚刚睁开眼 入眼的就是爱丽丝 拉尔那张清澄绝色的脸 哦 上帝 先生你终于醒了 一定是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 将你重新送回了人间 见到他醒来 那个女人立即激动地 点了点胸和额头 满脸的兴奋和激动 徐安嘴角微抽 无语道 要是你的上帝能显灵 你就不是落难的公主 而是威震天下的女王了 嗯 其他人呢 我们这是在哪 徐安发现自己正在马车上 而马车上只有爱丽丝 拉尔一个人 她可是知道 秦文俭和肖兰防这个女人 防得像贼一样 怎么可能将她放在自己的身边 万一她对自己用墙 怎么办 爱丽丝 拉尔告诉她 这几日都是他们几个女人 轮流照顾她 现在肖兰和轻衣太累了在休息 至于吃雨 她太粗暴了 不会照顾人 特别是听到爱丽丝说 吃雨将拇指大的虫子捣碎 捣固成液体 给声声掰开她的嘴倒下去 徐安胃里就一阵翻腾 险些直接吐了 至于秦文俭 这家伙现在是男儿庄 肖兰怎么可能会让她接近自己 相比于搞鸡 肖兰更容易接受爱丽丝 拉尔 哟 你醒了 吃雨先开车帘进来 手里抱着几块糕点 醒了就好 我们快到京都了 记得给我先动点肉食 为了救你和赶路 我可是两天没吃肉了 嗯 肉都给你吃了 徐安脸色瞬间发白 咬牙道 你给我吃了什么肉 那可就多了 像什么毛毛虫 小蛇 蚯蚓 吃雨故意掰着手指数了一大堆 徐安当场就先开车帘兔了 吃雨 老子和你没玩 第514章 又被明明白白地安排了 徐安站在京都城门下的时候 心都凉了半截往日繁华的京都 此时城门紧闭 城外更是空无一人 要知道 原来这个时间点 京都城门外百姓 已经排起了长长的队伍 等待着检查进城了 这紧敢慢敢 还是没来得及阻止 徐安脸色有些难看 也不知道现在具体情况怎么样了 狗皇帝控制住局势了没有 这要是控制不住 就是他是个穿越者 也一时间束手无策好吧 这时 徐安忽然听到 身后传来东西落地的声音 回头看去 看到孙雕四不知道什么时候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老奴参见徐小公爷 老奴奉陛下的命令 再次恭候徐小公爷 孙雕四微微拱手说道 徐安从这童颜鹤鹤发的老太监眼中 看到了难以掩饰的激动和炙热 这是看到自己的真情流露 徐安浑身直接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老头 我喜欢美女 你这样一直盯着我看 很容易引起别人的误会啊 当然 徐安现在没有时间 在这些问题上纠结 他看上孙雕四道 老孙 先具体说说情况吧 孙雕四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 老眼中有杀意 还好小公爷你及时预警 陛下收到 你密信荡日 立即下旨派兵封锁了京都 以及京都城外数十个村庄 因为陛下分析敌人 是想要给整个京都造成恐惧 所以他们不会直接在京都下瘟疫 要是蔓延太快 整个京都用不了几天 就会是一座死城 赵斯还没有和陛下同归于尽的勇气 所以陛下分析 瘟疫会下在城外的村庄 果然我等奉命监控下来之后 发现城外四五个村庄村民 都出现了头晕脑胀 高热寒战 恶心肝呕等症状 陛下当即下令 封锁了所有村庄 并且下指让太医院的太医 按照小公爷留下来的药方进行治疗 如今 情况尚在陛下的掌控之内 徐安听到这里 顿时松了一口气 好在他离开京都之前 为了防止意外 给袁康帝留下了十几道治疗疫病的中药方子 只要不出现败血症等病症 控制下来应该不难 但是 疫病的消息已经被人传播出去 加上京都封城 现在整个京都已经人心惶惶 孙雕四冲着徐安拱了拱手 道 陛下说了 虽然目前暂时能控制局势 但是京都如果继续出乱子 那京都肯定会从内部失控 所以 陛下说 接下来就交给徐小公爷了 徐安脸顿时就黑了 你妹 这锅甩的还真溜 老子特娘的 还是伤病员呢 让老子带伤上火线 老袁你做个人吧 我需要的东西 造的如何了 徐安看向孙雕四 虽然心里不怎么爽 但他身体还是很诚实 这事关几十上百万人的生死存亡 不能有马虎 孙雕四笑道 已经造好了 而且已经组装完成 就等小公爷一声令下了好吧 看来又一次被狗皇帝这老贼 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 徐安无语道 那就让陛下下旨 今晚少爷 我在四天见观星台 给国子健健升上一堂公开课 邀请群臣旁听 另外 让陛下明日一早 将整个太医院 以及京都院议上一线的大夫召集起来 上完课之后 我需要给他们培训一些 疫病方面的知识和防治 孙雕四道 是 老奴这就下去准备 还有 从现在开始 把口罩戴上 徐安直接孙雕四给将拎了回来 警告道 你现在再帮陛下跑腿 要保持警惕 尽量不要与疫区的任何物件有接触 否则出现意外 我必定先斩你 赵思和坚政整这一出 就是针对袁康帝的 要是袁康帝感染了 那还玩得毛 趁你病要你命 直接先桌子得了 孙雕四连连点头 然后搜的一下 直接飞上了城墙 徐安看着这一幕顿时有些猛 你大一大 你好歹先让人给我们开城门好吧 你自己上去了 我们一百多人哪 总不能全飞上去吧 吃 这时 紧闭的城门缓缓开启 徐安看了一眼身后的新军将士 道 整理军容 大胜归来 都给我拿出大胜归来的气势 身后的新军将士 立即整理着装 背着碎发枪 笔直得站成两列 萧兰 爱丽丝 拉尔等人的马车 跟在了新军后面 进城 徐安跳上骏马 一声令下 率领大军浩浩荡荡进城 原本徐安还以为城中会热闹一点 进了城后 他的心又凉了半截 原本喧嚣热闹的京都 现在苍凉的厉害 整条街上 都只有零零碎碎的几个人 茶坛空了 酒楼关门了 街边摊位 只有那么一两个开张 显然 疫病这个消息 对京都百姓造成很大的恐惧 安静得太可怕了 看来情况比我们想象的严重得多 如果不快一点解决 一旦爆发 后果不堪设想 萧兰打马上前 和徐安并排前行 翘脸凝重无比 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死亡 的确很严重 放心 就给我吧 徐安咧嘴笑了起来 老子可是败家子大顽固 既然回来了 好歹也得宣布自己高调回归吧 他看了一眼寂静的长街 清了清嗓子道 喂喂喂 人哪 都给我死哪里去了 老子回来了 都没有一个人迎接 是不是瞧不起我徐安 声音在长街席剪开 徐安原本已经坐好迎接 一阵风吹过 然后头顶飞过一只乌鸦的画面 结果 砰砰砰 一阵窗户推开的声音传来 片刻 整条街两面的窗户 几乎都打开了 每扇窗户 都有人探出头 向着城门方向看来 见到马背上的徐安 原本沉寂的街道 瞬间就沸腾了 真是徐小公爷 徐小公爷回来了 我们有救了 徐小公爷 你回来干什么 现在京都正闹一病 很危险的 徐小公爷 你能打败鬼为君 你能打败一病吗 有人激动 有人哭 有人笑 各种声音会在一起 徐安听着眼眶都有些发红 他们虽然在恐惧 但很多人都在关心他 不想让他回京都涉险 徐安立即昂首挺胸 大声道 鬼为君都趴下了 区区一病 能带少爷我何 少爷我回来 就是为了帮你们消灭一病的 第515章 回到京都就闹幺蛾子 听到徐安的话 整条街再次陷入了沉寂 他们怕一病 现在连家门都不敢出 要不是听到徐安的声音 他们连窗户都不会打开 那可是一病 沾上一点 可是会死人的 而且无药可治 结果现在徐安竟然说 他回来就是回来消灭一病的 众人顿时就震惊了 老天爷 徐晓公爷 竟然还有这本事的吗 徐晓公爷竟然还会医术 没听说过呀 徐晓公爷 你说的可是真的 一个老者开了门 站在门前激动地看向徐安 徐安见到那老者 嘴角顿时抽了抽 我擦 这不是当初追杀宇文护回来 送自己两根黄瓜的那老头吗 当然是真的 少爷我何时骗过你们 徐安马鞭指了指天空 道 少爷我知道 你们现在很害怕 很恐惧 没关系 今晚少爷 我给你们准备了个小礼物 给你们安神定心 记住 今晚 要抬头看天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面面相去 徐晓公爷 这都大祸临头了 还又要闹啥子幼蛾子 徐晓公爷 你不会又要放烟花吧 老者手指着天空问道 之前徐安在公主宴时 放了近乎小半个时辰的烟花 整个京都都被照得通透 不知道的 还以为你要庆祝京都闹温吗 烟花 那太小儿科了 徐安打马离开 大笑道 今晚 少爷我请真龙真凤 来为你们辟邪去栽 哈哈 他身影远去 唯有大笑声 在空气中回荡 众人看着徐安远去的背影 顿时都猛逼了 真龙真凤 小公爷 你是想说自己能请动 神话故事中的神兽 还是说的是 咱们大前的皇帝和皇后 徐小公爷 他 没事吧 沉默了许久 有人小心翼翼地问出了声 他觉得 徐安说的太惊世骇俗 是不是在和鬼为君交战 打坏了脑壳 真龙真凤肯定是假的 但徐小公爷能以假乱真 总结起来就是 嗯 看到什么都不要 相信是真的 因为那都是徐小公爷的幺蛾子 那宋徐安清瓜的老者 此时抚着长须看着天空 一副我已经看清了一切的样子 众人顿时都无语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谁不知道 小公爷回京会闹妖 问题 是他这次闹得妖有点大 闹得我们都有点怕 现在真龙真凤都出来了 下一次还不得连太阳神都给整出来 真龙真凤那是什么 萧兰跟在徐安的身侧 翘脸也是充满疑惑 徐安说了土豆是祥瑞 祥瑞对抗灾星他能理解 但这真龙真凤又是怎么回事 没听说过这家伙还有这一手啊 今晚你就知道了 回去洗漱一下 咱们关心台剑 徐安抬头看他 道 希望老天爷给面子 今晚月朗星熙吧 不然的话 我的计划所带来的效果 会大打折扣 萧兰抬头看了一眼晴空万里的天空 道 今晚一定月朗星熙 说完 他转身回马车 将孔烟拎了出来挂在马背上 不顾孔烟的挣扎 直接打马离开 徐安让新军一迎二连连长 带队回南镇府司 他也带着青衣 赤羽 以及爱丽丝 拉尔 直接回大将军府 秦文捡回了东瑜使馆 至于赤里和徐清宇 并没有回京都 而是北上找徐萧去了 丞相府 赵斯和坚政正在商议后续计划 结果听完管家的禀报 惊得当场站了起来 徐安回京都了 他竟然抛下大军 自己回京都了 袁康帝封锁了京都 导致他们原本的计划用不上了 他们正计划着 对这支灭掉北敌鬼为军的精锐之师下手 让整支军队全部感染一病 将就除掉徐安 却没想到 徐安竟然直接抛下大部队 自己先回京都了 这混账东西 鼻子是属狗的吗 秀觉竟然这么敏锐 这还没下手呢 他就先逃了 他可能察觉到了什么 坚政的脸色也很不好看 计划又一次破产了 他们的计划 似乎总是晚徐安一步 而且现在 他最担心的是 灾星降临的事情已经败露 他就算知道了 灾星降临又如何 如今 整个京都的主动权 可是控制在我们手中 赵斯脸色铁青 眼底杀意凛然 他回来也好 回来了 我就让他知道什么是大势所趋 凭他那点小聪明 在他身面前不值一提 坚政沉吟一下 笑了起来 也对 灾星降临 这是自然规律 就算他徐安是神 也不可能扭转乾坤 让灾星改变轨迹 只要这既定事实存在 徐安就算再能蹦跋 终究还是会败得很惨 话落 两人相视一眼 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笑容猙獰 带着浓浓的杀意 老爷 陛下已经传来口谕 今晚要闻五百官前往观星台 听徐安给国子健健身讲课 管家擦着冷汗 恭敬说道 观星台 赵斯看向监政 道 看来监政的猜测是对的 徐安的确知道了一些事情 那就一起去看看如何 老夫倒是很想看看 都这时候了 他还能折腾出什么浪花来 监政点点头 笑道 正有此意 话落 两人端起酒杯一饮而尽 再次大笑起来 与此同时 杜福 杜如画送走了送信的小太监 脸色极为凝重 徐安刚回京都 就要给国子健健身上一节公开课 这怎么看都别扭 这小贼肯定是又想要闹幺蛾子 徐安 如今京都疫病已起 主动权已经在赵斯手中了 杜如画皱着眉头 低声嘻喃 加上由长孙冲做侧应 想必守卫京都的军队中 有不少人已经被收买 还能怎么破局 一堂公开课 你能做什么 说实话 这时候他已经觉得 徐安陷入了绝境 但是 却阴暗 鬼为君 那一次 徐安面临的不是绝境 但这家伙还是翻盘了 活得欢蹦乱跳 但这一次 他还能翻盘 还能怎么翻盘 兵部 兵部尚书长孙冲 放下手中的堂报 看向站在门前的小太监 笑道 知道了 麻烦你回禀一下陛下 我今晚一定会去 惯心台厅徐安的课 徐小公爷一战灭 北敌鬼为君 乃是人中龙凤 他的克老夫 自然不会错过 等小太监离开 他的脸色一点点冰冷下来 哼 小东西 刚回京都 就想给我一个下马威吗 第516章 赵老贼 纳命来 徐安回到京都 整个京都一时间风起云涌 有人幸灾乐祸 有人兴致勃勃 有人恨他不死 也有人关心他 怕他出事 找死 真以为现在的京都 还是以前的京都吗 王家 王大宝双手插腰 大笑着 一连闷了三杯酒 心情那是一个愉悦 自从知道徐安在雍州大劫 这几日他便 一直活在恐惧中 连夜里都是噩梦缠身 生怕徐安回到京都 又拿他第一个开刀 现在 终于不用担心了 哈哈 丞相已经悍然出手 这混账败家子 就算有三头六臂 这一次 也必死无疑了 哼 他还真是一高人胆大 真将京都 当成自己的后花园了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这一次 老夫倒是要看看 他还能怎么翻身 司徒家 司徒难仰望着 逐渐吸垂的太阳 嘴角微微扬起 如今异病已起 赵斯不可能给原康帝 稳住局面的机会 他必定还有后手 徐安 哼 除非徐安能治愈异病 才可能有一线生机 但这可能吗 不可能 要是这么容易 这还是千古难题 你徐安要是将这千古难题 也解决了 那真和神没什么两样了 这家伙 还真是闲不住 刚回到京都 就整出这么大动静 南城商盟 苏尔端着茶杯 翘脸上有些无语 也有些担忧 打败鬼为君 徐安注定要明动天下 因无数人所妒忌 回到京都 好歹先低调一段时间再说 结果这家伙根本就不知道 什么叫低调 竟然直接说是回京都 驱散瘟疫的 你还真把自己当成救世主了 咱们这会长 是真停不下来 就连陈连后等南城商盟的成员 也都目瞪口呆 被徐安的话吓到了 会长大人 你咋总喜欢在死亡边缘蹦的呢 这混账东西 他是想要逆天吧 就连知道消息的袁康帝 此时也有些暴跳如雷 郑是给你提供所有你想要的帮助 但不是帮着你这么找死啊 召唤真龙真凤 郑就是真龙 你想召唤郑吗 信不信郑一巴掌拍死你 不回京都吧 想着他回京都 回了京都吧 郑脑袋疼 袁康帝首扶鹅 一脸痛心疾首 郑是要他解决问题 不是要他给郑创造问题 这混账是想要气死郑吧 孙雕四 去 将他拎进攻来 先打五十大板再说 气死郑了 袁康帝气急 计划里没这出吧 这混账又自己给自己加戏了 这到底是郑安排你 还是你安排郑啊 孙雕四拉拢着脑袋 站在门前不敢动 他不敢啊 现在去拉小公爷进攻打一顿 别说徐安身边那几个高手不答应 就是京都百姓也不会答应 分分钟能将他给灭了 徐安现在可是整个京都百姓的顶梁柱 皇后看着袁康帝暴跳如雷的样子 却是笑了起来 行了 准你坑徐安 还不准徐安坑一下你啊 现在收拾他 只会影响士气 先看看他今晚的表现吧 要是玩砸了 再心脏就脏一起算 皇后走上前 安慰袁康帝 当然 京都百姓和他们的态度 和他们恰好相反 老李 你这是干嘛 天还没黑呢 你就开始准备看天了 废话 听说徐小公爷 可是要召唤真龙真凤 这种事 这辈子 恐怕就只能遇到一次 岂能错过 那就一起 刚好老朽准备了半斤小烧 天还没黑 京都已经热闹起来 百姓都在自家门前放了小马扎 约上三两好友 准备上一点 珍藏瓶时舍不得喝的小酒 边聊边等待看徐安召唤真龙真凤 一时间 瘟疫带来的恐惧 竟然被这样 被徐安刷起来的热度给消灭了 徐安说 今晚给他们一颗定心丸 殊不知 徐安就是他们最大的定心丸 这时 整个京都都快闹翻天了 而事情的始作俑者徐安 并不知道这些 此时正坐在书房中 看着桌上的抗生素和牛豆疫苗 震惊的嘴巴 都能吞下自己的拳头了 我特妈 老姐 你这是要牛乍天啊 徐安咽了咽口水 声音激动而颤抖 疫病 在这个时代是不治之症 感染几乎必死 但对于徐安这个穿越者来说 治愈并不是太难 后世 有太多方法可以治疗 除了历史上那些治疗疫病的中医方子 最有效的就是抗生素 譬如炼霉素 这些徐安脑海中 都有现成的结论和结果 当初徐清风要研究的时候 他只是给徐清风 写了一个详细的过程 并且 在原康帝的帮助下 给徐清风打造了一套完整的实验设备 其中包括光学显微镜 以及各种所需要的试剂 培养液 虽然和后世的实验室没法比 但也算得上是设备齐全 但哪怕如此 徐安依旧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毕竟 就算徐清风再怎么是个科学狂人 也不可能只听他仔细讲过一遍课后 就真能搞出来炼霉素吧 结果事情就是这么的邪性 徐清风真的搞出来的 徐安不知道他是怎么搞的 但他就是搞出来了炼霉素 也就是说 寄清霉素之后 徐清风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这特妈 这世界疯了 还是老子疯了 徐安有些难以置信 用力地凝了您自己的脸 很疼 不是做梦 老姐真的做到了 白小生对老姐的点评 简直精髓啊 一个被科学耽搁的炼武奇才 大学知识全部交给他 说不定有生之年 能够看到原子 呃 怕怕 徐安倒吸一口冷气 又当场给了自己两巴掌 想多了 这根本不切实际 还不如想点实际的 譬如蒸汽机 从爱丽丝拉尔的谈话中 他知道西方可是处于 第一次工业革命阶段 刚好是蒸汽机出现的时间 那就让老姐将蒸汽机研究出来 这东西没什么难度 他画个设计图就能搞 但要投入到大机床的使用 还是需要大量实验数据 这些事情交给科学狂人徐清风 最好不过 徐清风 老姐 真乃天下其女子之首也 徐安由衷感叹 牛斗一瞄 炼煤菌 有这两样东西在手 要收拾一病 几乎没有什么难度 赵思 真不好意思 你的阴谋又要泡汤了 徐安咧嘴一笑 当场嘚瑟地唱了起来 你有张良记 也有过墙梯 两只赵老贼 还不速速纳命来 第517章 我 必杀你们 入夜 徐安走出书房 抬头看天 老天爷很给面子 今晚圆月当空照 怎么 又想到什么骚尸了 盖威双眼亮了起来 冲着徐安几眉弄眼 失算什么 今晚我和月亮有个约会 听到徐安的话 靠在墙角的盖威 顿时就乐了 怎么电 你还看上月亮上的女神了 聪明 就是看上女神了 徐安指了指圆月 道 今晚 少爷我打算偷看月亮女神洗澡 so 盖威猛地跳了起来 抬头看着月亮 咽了咽口水道 我靠 真的假的 这个可以有啊 必须带上我 虽然理智告诉她 不要相信徐安 但问题是 徐安和她一样 都不是正常人 这事还真有可能是真的 偷看月亮女神洗澡 这家伙真有可能做到啊 当然是真的 老子造了个千里眼 徐安走过去 拍了拍盖威的肩膀 道 想看吗 想看的话跟我来 少爷我今日 让你见识见识 神话中月亮女神的真面貌 这个世界和原来的世界 有一定的差异 没有原来世界的嫦娥 而是月亮女神 徐安认为 无论原来世界的嫦娥 还是这个世界月亮女人 都是虚构出来的人物 当然 她还是有些心虚的 毕竟今晚可是借用前世的理论 万一月亮上不像前世一样 到处都是大坑 而是有宫殿 那可就操蛋了 毕竟这个世界有武功 鬼知道武道极致之后 会不会有飞声 那还等什么 走 盖威立即跳了起来 拉着徐安就往外走 无邪看着两人的背影 长剑争鸣 两个败类 很想拔剑砍死他们 清一已经准备好了马车 三人上了马车后 马车便静止 往四天剑驶去 路上 徐安从车窗 看到三辆坐在一起 正在抬头望天的百姓 嘴角都不由一阵抽搐 这特妈自己是不是玩得 有点过火了 虽说城外控住了一病 没有向京都蔓延 但要是有个漏网之余 那此情此景 无异于自杀呀 不过想想 她又放心了 既然狗皇帝没阻止 那就证明 应该没啥子问题 今晚 她只要将之前 谋划好的事情 做好就是了 半个时辰后 马车在四天剑院内停下来 徐安跳下马车 顿时就傻眼了 四天剑院里全是马车 里里外外全是人 徐安大概粗略估算了一下 这估计得有两三百人 我特骂 徐安险些当场报了粗口 让狗皇帝邀请的 是京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京都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这么多的吗 上到七老八十的老人 下到六七八岁的孩子 徐安脸黑如锅底 呵呵 你们是当自己来参加宴会的呢 还拖家带口的 虽说四天剑的关心台足够宽敞 容纳上百人不成问题 但问题是 这是木制结构的建筑 能承受两三百人的重量吗 而且瞧这架势 分明人还没有到齐 鬼知道到齐了会有多少人 关心楼可是京都最高的建筑 足足四五十层楼那么高 这要是他了 后果不堪设想啊 徐安都怀疑 是不是狗皇帝动了歪心思 打算将所有人一锅端了 孙雕四 给少爷我滚过来 徐安见到正在安排护卫的孙雕四 顿时就牙疼了 孙雕四笑呵呵地走过来 徐安差点忍不住 催他一脸口水 这咋回事啊 不是说 只邀请京都有头有脸的人物吗 这拖家带口的 怎么个意思 我是来上课的 不是来搞杂耍的 孙雕四拱了拱手 笑呵呵地道 陛下说了 这是遵照徐小公爷你的意思办的 徐安 狗皇帝 老子打死你啊 徐安算明白了 袁康帝是故意的 他想要借着这个机会 让徐安将这些大家族的子弟忽悠进国子剑 这些可都是将来要继承家主之位的嫡系子弟 要是接受了他的新思想 将来改革肯定会得到他们的支持 事半功倍 果然 老狐狸就是老狐狸 时不一算啊 那不能在关心台上上课了 已经上去的人 你自己想办法将人带下来 徐安看了一眼高耸的关心楼 心头直发毛 赶紧地清场 别再让人上去了 不然今晚不是上课 而是丧课了 丝天剑的大院足够宽敞 就在院里上课吧 孙雕四原本没往这方面想 现在听到徐安这么一说 看了一眼关心楼上密密麻麻的人影 也是吓得几倍发凉 这可都是京都位高权重的人物 要真出现什么意外 整个大前朝廷几乎被一锅端 孙雕四赶紧召开人手 开始撤下关心楼上的人 徐小公爷又见面了 这时 耳边传来了一道温和的声音 徐安扭头看去 便看到赵思和一身道袍的奸政 正站在不远处 见他看去 赵思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笑道 开课之前 聊聊 徐安抱着双手 不用猜也知道这两个老家伙 想要聊什么 吴飞又是拉拢那一套 他轻蔑一笑 道 少爷我光明正大 不喜欢阴暗 有什么要聊的 在这里说就行 他周围只有盖威和无邪 赤语被他派去天牢了 那边需要他的帮助 而且 赵思和监政站在一起 要没有允许 谁敢靠过来偷听 赵思眼底骤然凛冽 脸上却依旧带着笑容 道 徐小公爷 要不要再考虑一下我们之前的建议 你想封王居须 我们依旧可以全力相帮 虽然已经确定要弄死这家伙 但赵思和监政心里还是有些虚 主要是这家伙邪性了 到现在他们还没摸到他的底 笑话 我徐安想要封王居须 还需要你们帮 徐安逆着赵思 脸色细血 我徐安一战灭鬼为君 将来还会收复失地 灭北敌 镇南雀 凭西陵 让天下九州归一 如此功劳 可足够称王 至于你们 注定是历史长河中的蝼蚁罢了 少爷我修与你们为伍 赵思和赵纯刚 可是大前只手遮天的人物 现在竟然被徐安说成蝼蚁 狂妄 两人脸色骤然阴沉下来 几乎不约而同道 嗯 我狂习惯了 你们又不是不知道 徐安盯着赵纯刚和赵思 嘴角带着笑容 但整张脸上却充满杀意 话不投羁绊句多 老赵 从你投瘟疫 用京都百万人做筹码的时候 你已经上了 我的必杀名单了 我 必杀你们 PS 预告一下 明天开始 8月16日 会开始一波持续暴更 小弟暴更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回馈大家的支持 其次 是想通过暴更 让书的成绩更起来一些 现在不算好 主要是看到这本书的人太少了 远没有达到小弟对他的期望 如果大家手里有票票的话 推荐票 金票 催更票 打赏票等等 如果大家喜欢这本书的故事 喜欢徐安这兔崽子 皇帝这老鹰批 徐清雨这暴力小豆丁 徐霄这老破皮的话 还请大家能多多支持支持 如果这波暴更的效果好 数据反馈不错的话 小弟后续会把一些应酬都推掉 每天多暴更几张 给大家看说到做到 立铁为正 第518章 我和你们谈的锤子 赵斯和坚政连媚而来 打算再找徐安谈 当然并不是真心要谈 只是想要瓦解一下 袁康帝和徐安之间的关系而已 反正只要徐安答应了 短期内自然给他各种福利和待遇 但等他们 做完想要做的事情 肯定第一时间收拾掉徐安 徐安不死 怎能削他们心头之恨 所以 此时他们俩面上笑嘻嘻 心底MMP 明明恨不得直接宰了徐安 却又假装支持他 而合颜悦色 对他们来说 这已经足够给徐安面子了 可没想到 徐安半点面子都不给他们 两句话下来 直接对他们展开死亡威胁 真正的死亡威胁 他们能从少年眼中 那凛冽的杀意看得出来 只要给他机会 他会毫不犹豫地除掉他们 这种强势而霸道的杀意 让他们莫名的心虚 胆寒 明明对方只有18岁 心机深沉的有80岁 看来 是没得谈了 赵思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 老脸也阴沉下来 他难以保持之前的儒雅从容 被徐安的话给刺激到了 开口就是他们 上了他的必杀名单 一个毛都没长齐的小屁孩 竟然敢在他们面前上蹿下跳 如此威胁他们 简直找死 赵春刚一身道袍 随风烈烈而动 依旧先锋道骨 但脸上已经杀意肆虐 他是司天剑奸政 未同大前国师 哪怕是皇帝 都得对他恭恭敬敬的 现在竟然被一个 乳秀未干的小子威胁了 谈 我和你们谈个锤子 徐安挥了挥手 直接下了逐客令 滚吧 有什么事 咱们战场上说 现在爷爷我懒得和你们废话 和这两个老家伙多说几句 他都觉得 比被吃鱼喂了虫子还要恶心 你 赵思和赵春刚 顿时气得够呛 众目睽睽之下 这家伙竟然是他们如苍蝇 竟然想要随手打发了 有事 战场上说 徐小公也是以为能打赢鬼为君 就有资格在我们面前 和我们一战了 赵春刚脸色冰冷 不退反镜 向着徐安走来 直到无邪的剑 抵在了他的喉咙上 他才停下了脚步 盯着徐安 赵春刚抬手斧着长须 面上带着浓浓的轻面和不屑 看来 你是知道了灾心灵事的事了 说说看 怎么知道的 哦 不对 这已经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你就算知道了 又如何 赵春刚一甩扶尘 捏着兰花纸 微微一礼 外人看来 他和徐安相谈甚欢 但此时他的声音 却充满无穷杀意 你救不了皇后 救不了京都 救不了那些蝼蚁 蝼蚁嘛 就是随脚才死的臭虫罢了 真以为有你 这么个废物 给他们撑腰 他们就能翻身农牧把歌唱 自己能当家做主了 做梦 没有我们点头 他们就是一群蚂蚁 当然数量足够多的话 还是可以踮踮脚的 你特骂 老子打死你啊 徐安知道 赵斯和赵春刚过来 是故意激怒他 想要让他乱了分寸 导致等下讲课的计划泡汤 理智告诉他 不能上当 但看到赵春刚这嘴脸 徐安还是险些 忍不住当场拔剑 他舔了舔唇脚 盯着赵春刚道 你们想要激怒少爷我 那恭喜你们 你们的确成功了 蝼蚁 人命在你们手中 和蝼蚁没什么区别是吧 那今日少爷 我便让你们知道 抬手在赵春刚肩膀上拍了拍 目光又淡淡逆着赵斯 淡淡的目光 带着神一般的鄙视 灾星降临 天下皆反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底牌吧 但真不好意思 这张牌现在不管用了 知道少爷 我为什么那么着急兵出京都 和耶律云英干一仗 顺便端掉天门山吗 看你们这么可怜 那我就告诉你们吧 娘的 不想和你们计较 你们非得过来惹我 行 不趁机将你们的脸打成猪头 简直对不起你们 如此对待京都百姓 徐安嘴角带着笑容 披腻着赵斯和赵春刚 你们以为 少爷我是上了你们的荡材 和耶律云英干一仗吗 少爷 我那不过是借力打力把了 秀一使者遍布天下 在八百里加急进京的时候 我已经飞鸽传书命令秀一使者 大肆宣扬新军一战覆灭鬼违军事情 鬼违军的战力彪悍天下 这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情 所以你们觉得 你们那些同盟 他们得到消息后会怎么样 文言 赵斯和赵春刚脸上的争鸣和嘲讽 顿时一寸寸的僵硬下来 一股良意 瞬间从他们的脚底板直窜天灵盖 他们为何选择强势出手 就是因为 徐安战胜鬼违军所带来的影响极为恶劣 他们需要将徐安战胜鬼违军的影响降到最低 却没想到 徐安竟然想得更多 竟然将鬼违军覆灭的事情 先一步昭告天下了 那后果 不敢想象 看来 你们已经知道了才到了 徐安双手拢在袖中 笑嘻嘻看着赵斯和赵春刚 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 他们知道雍州战事后 肯定会说 哎呦我草 大前居然站立这么彪悍的军队 赶紧派人查 查不清楚 先别轻举妄动 徐安站在那里自导自演 说得会声会色 然后 派人到雍州一查 哎呦我草 这支军队居然这要牛逼的吗 打下游引门打造成铜墙铁壁的天门山 竟然只用了不到一个时辰 快 先查清楚这支军队的跟脚 不然太危险了 接着 这时候 要是北京再传来徐霄大劫 一战灭掉北敌大军数万人的消息 他们会怎么样 他们会说 哎呦我擦 敌人太强了 先猥琐发育 看看情况再说 所以 你们想要拉着他们一起反 肯定是没戏了 赵斯和坚政 脸色先变轻 然后变白 最后清白交替 看着徐安的目光 都恨不得将徐安给吃了 这你骂 赵纯刚和赵斯 险些当场骂娘了 不是说这顽固 莽莽撞撞没头脑 想一出是一出吗 心思缜密 计划大胆而忠密 节节射套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 他们之前游说的那些亲王藩王 见到他们父子俩的战绩 有可能还真不敢妄动了 徐小贼 这小贼不死 他们心里难啊 第519章 我是想说 你训弊了 赵斯和赵纯刚 脸色清白交替 本来是想要过来拉拢徐安 就算拉拢不了 激怒他 恶心他 让他没办法 专心上那所谓的课 结果现在 被激怒气得半死的 却是他们 哈 盖威看着这一幕 直接忍不住大笑起来 他手搭在徐安的肩膀上 笑道 果然大哥就是大哥呀 不仅好事随口就来 连气死人不偿命的本事 都牛到家了 看来 要和大哥你学的东西 还很多啊 盖威仅眉弄眼 他号称流氓剑客 但这无耻镜和徐安比起来 还是差得太多了 所谓静珠者赤 静默者黑 接下来一段时间 得和这家伙好好地学习学习 至少要将他的那些 骚尸骚化学的融会贯通 等将来再出江湖 肯定会一鸣惊人 那是 想要做真正的流氓剑客 你还得好好地学习学习 徐安抱着双手 点着头 依附你大哥 还是你大哥的样子 无邪扫了勾肩搭背的两人 忍不住从后面给一人一脚 好好的做点事不好吗 去研究 怎么更流氓 我看你们俩是想找砍士吧 赵斯和赵纯刚 看着直接将他们无视的徐安 当场气的肺都要炸了 他们辛苦布局这么多年 在这最后关头 竟然被徐安这样破局 这让他们难以忍受 他们好不容易游说说服的 亲王藩王 竟然直接被徐安 强势用军事威胁了 简单粗暴 但不得不说 效果肯定出奇的好 如果他们在京都斗不过徐安 而徐霄又在北京 打了一场大胜仗 那威慑里可想而知 他们这些盟友还真不敢轻举妄动 怕被徐安的新军和徐霄强势镇压 毕竟他们的战力 比起鬼违军 差得可不是一心半点 徐安不得不说 就算是到现在了 我们还是太小瞧你了 赵斯冰冷地盯着徐安 这混账那无耻的外表 太具有欺骗性 一不小心就会上当 从而疏于防范 他脚轻轻在地面上跺了跺 道 你说得很对 鬼违军被灭 如果徐霄又在北京大劫 的确会对天下大势产生影响 可是 你忘记了一点 你之前所有计谋需要成功 必须保证京都不乱 但现在 京都掌控在我手里 瘟疫已起 袁康帝现在能控制异病 那是因为 他需要异病慢慢吞噬京都 让整个京都陷入恐慌 配合灾心临时搞事情 他要不想让袁康帝控制异病 随时都可以让袁康帝的防线崩盘 除非 袁康帝能下决心 灭掉京都城外的所有村庄 若是以往 袁康帝逼不得已 或许真会走这一步 但现在 他不敢 真敢滥杀无辜 那正中他的下怀 刚好可以和灾心临时相对应 所以只要袁康帝不敢滥杀无辜 京都就会一直掌控在他的手中 然而听到这话 徐安看向赵斯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一个白痴 我老姐已经弄出了牛豆疫苗 明天一早就可以开始在京都全面接种 狗皇帝为了配合老姐的研究 可是先后弄来了上千头牛 也就是说 牛豆疫苗短期内 就可以让整个京都的百姓全面接种 至于那些已经感染的百姓 也有恋没错啊 你个老小子 沾沾自喜个鸟毛灰 知不知道 现在那些感染的百姓 都已经被太医院的太医秘治疗了 用瘟疫霍乱京都 老铁 你的计划已经泡汤了呀 可 老赵啊 和你说句实话吧 徐安干咳一声 目光怜悯地看着赵斯 道 你知道我回来 为啥这么高调步 那是因为我回来 是要将你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我的身上 这都整整一天过去了 都还在你的掌控之中吗 赵斯一正 笑容猙獰地盯着徐安道 哼 想要炸老夫 不 我是想说 你训弊了 徐安走上前 脑袋贴近赵斯的肩膀 老赵 你从一开始 就上当了 至于为什么会上当 接下来你就知道了 徐安抬手掏出赵斯腰间的手绢 擦了擦手 又给他塞了回去 知道人生最可悲的是什么吗 人生最可悲的是 你一直在算计别人 但别人却一直知道 你想怎么算计他 你的底牌 不就是灾心吗 你的目的 不就是皇后吗 今日 你看清楚了 看小爷怎么破你的灾心传说 看小爷我怎么护住当今皇后 说完 徐安直接撞开赵斯 离开了那里 因为 他看到了一个还算熟悉的人 刚好进了国子监 而众人虽然听不到徐安和赵斯在谈论什么 但看到徐安直接撞开赵斯 顿时一个个都目瞪口呆 那是谁 那是赵斯 大前第一权臣 堂堂的文坛领袖 竟然直接被徐安无事 声声给撞到了一边 这家伙 还真是胆大包天啊 赵斯和监政 两人此时也都猛逼了 站在那里半场没有回过神 片刻 两人不约而同地看向徐安 心头莫名的不安 有些拔凉拔凉的 两人彼此相视一眼 都能看到彼此眼中的震惊和震撼 这败家子 最后这话是什么意思 破灾心 怎么破 保护皇后 怎么保 这明明是无解的局 为何这败家子 竟然说得这般从容 派人去城外看一下 京都必须掌控在我们手中 监政脸色殷勤不定 莫名的有些心慌 被徐安的话影响到了 现在出不去了 赵斯看着孙雕寺 安排在大门前的人 脸色铁青道 今晚的斯天剑 有进无出 看来陛下对这败家子 还真是信任 不过没关系 顶多也就几个时辰罢了 我倒是要看看 他徐安怎么用这几个时辰的时间 来扭转败局 监政呼吸微致 你快别说这话了吧 你们每次说这种话 徐安都能翻盘好吗 而这时 徐安已经快步 走到了掌孙冲的面前 笑着拱手道 哎呦 冲说 你老还亲自过来了 也太给我面子了 可是 你好像不太给徐霄 和陛下的面子 好好的兵部尚书不当 怎么想当个乱臣贼子呢 PS 先来两章 第520章 皇帝都这么无赖 掌孙冲原本脸上还有笑容 这下笑容 直接僵硬在了脸上 知道徐安是想给他的下马威 但他没想到徐安这顽固 竟然什么都敢说 上来就给他扣上一个乱臣贼子的帽子 徐安 你胡说什么 跟在掌孙冲身边的掌孙冲 像是被踩住了尾巴 惊得直接跳了起来 本来徐安和掌孙冲的对话 声音并不大 并没有什么人听到 结果他这一嗓子 直接将无数人的目光给吸引了过来 可 我说掌孙冲 你是不是想坑爹啊 徐安看着这一幕 顿时有些无语道 叫那么大声干嘛 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 你爹是乱臣贼子 掌孙冲顿时气的脸色清白交替 当场差点和徐安拼命 怪我太大声嘛 你特马过来 就直接扣一个乱臣贼子的帽子 还要老子和你和和气气相谈圣欢 老子恨不得灭了你好吗 但看到徐安身后 一张死人脸的无邪和笑呵呵的盖威 他忍了 动手 完全是在找虐 徐安 你别太猖狂了 掌孙冲盯着徐安 冰冷的声音从牙齿缝中挤了出来 嘿嘿 掌孙少爷 你这话就不对了呀 我哪有你狂啊 徐安笑呵呵的盯着掌孙赞 眼底有凶光 听说你们想要开家青楼 专门用来索我的女人 还要当着我的牌位 做一些事情是吧 看看 你们多狂 等今日此件事了 少爷我会和你们好好谈一谈的 之前发生的事情 下午江宇竹已经让人给他汇报过了 掌孙赞脸色顿时苍白下来 徐安怎么知道 这特妈谁告的密啊 徐家小子上了一次战场 力气有些重了 这时 掌孙冲抬手拍了拍徐安的肩膀 道 年轻人 要有年轻人的朝气 血气太重 不是什么好事 没办法 冲叔没有血气 那是因为你老了 没有斗志了 徐安将掌孙冲的手 从自己的肩膀上拿下来 但我不同 我还年轻 我血气方刚 人不轻狂往少年吗 冲叔 指而是为了你好 徐安拍着掌孙冲的手 一副关爱的样子 那个位置要是坐得不太舒服 那就换个人来坐 你可别把自己给害了 看着这一幕 盖威廉顿食指抽抽 我擦 要学到了 瞧着长辈教训晚辈的小口吻 以后自己杀那些该死的人的时候 回答个鸟毛的问题 没有一点霸气 以后杀那些穷凶极恶的人的时候 可以篡改徐安的台词来用吗 譬如 爷爷我这是为了你好 这辈子你就这样了 下辈子投个好胎 好好做人 哈哈 霸气外落 掌孙冲脸色平静 嘴角依旧带着笑容 道 是个建议 我考虑考虑 嗯 冲叔请 徐安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让出了路 掌孙冲微微汗手 带着掌孙赞 向着院里走去 嘿 我忽然发现 朝堂的勾心斗角 貌似也挺有意思的 盖威看着掌孙冲的背影 抱着双手笑了起来 今日他算是开眼了 看着徐安喷天喷地喷空气 将当朝宰相和兵部尚书 都喷得没有了脾气 有意思 那也得分人 徐安腻了盖威一眼 道 我敢这么喷 那是因为 我有足够强的背景支撑 要是换你 你敢吗 盖威顿时一阵磨牙 虽说 你说的是实话 但让我很不爽啊 他不敢 赵斯一句话 整个江湖无数人 都会卖他面子 追杀他到天涯海角 而徐安背靠皇帝 还有一个武功出神入化的老爹 江湖人有几个敢动他 陛下驾到 娘娘驾到 这时 孙雕四公鸭子一般的声音 在空气中传来 徐安抬头看去 见到袁康帝和皇后 正在禁军的护送下 进了思天剑大门 狗皇帝和皇后都穿着变装 这事都面带标志性的笑容 袁康帝更是一手父辈 一手微微握拳 置于胸前 脚步从容 整个人浑身上下透着一股 一切尽在掌控中的自信 只是徐安看到袁康帝这样子 当时就牙疼了 瞧瞧这笑容 多有感染力 瞧瞧这状态 多有亲和力 咋就坑起人来 就这么阴险卑鄙无耻呢 果然 人 不能只看外表 亲和的外表下 极有可能隐藏着一颗阴暗的心 此时徐安别提心里多不爽了 险些忍不住拔刀 和袁康帝大战三百回合 你这老匹夫 瞧瞧你做的这是人事吗 和赵斯的生死决战课 你当皇族开庆功会来玩呢 小臣参见陛下 参见娘娘 虽然不爽 徐安还是带头跪地行了礼 这不是给他狗皇帝面子 这是给皇后娘娘面子 他暗暗想着 参见陛下 参见娘娘 院中所有人都跟着跪地行礼 盖威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被无邪强行按在了地上 都平身吧 袁康帝抬手让所有人起来 指着徐安给众人告状 今日正和你们一样 都是看客 徐安才是主角 正到现在 可都还不知道 他那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作为国子剑老师 第一次授课 竟然敢指挥朕 让朕动用朕的面子 找你们来给他撑面门 所以啊 今日他的课 要是你们觉得不满意 那就可尽地收拾他 不用给朕面子 徐安 狗皇帝你大眼 老子在帮你排油解难 你倒好 直接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的是吧 信不信老子破罐子破摔 让赵斯整死你啊 远中 很多人听到袁康帝这话 老连也都直抽搐 险些忍不住破口大骂 谁不知道徐安整这一出 是你袁康帝的手笔啊 你现在竟然全部推给徐安 说得自己好像有多无辜一样 简直无耻 行了 都入座吧 袁康帝笑着王主坐上走去 手依旧指着徐安道 行了 别拖延时间了 接下来就开始你的表演吧 袁康帝发了话 众人便往观众洗走去 而国子健的健身 也都坐在了大院正中 一个个坐得笔直 满脸恭敬 他们以前是瞧不上徐安 但现在 他们最敬佩的就是徐安 娘的 大哥 我终于知道 为何你这么无耻了 盖威看着已经走上台 郑和赵斯 以及京都诸多大人物交谈的袁康帝 抱着双手道 你这家伙的身边 就没有一个正常人 连皇帝都这么无赖 第521章 想叫女神约个会 眼底有冷光 徐安下得赶紧捂住盖威的嘴 你特麻活腻了吧 没看到老子那么大的火 见到狗皇帝都怂了吗 你还敢瞎说什么大实话 徐安冲着孙雕四道 我兄弟 刚刚在江湖上认识的 野心未絮 老孙 别和他一般计较 孙雕四脸顿时就黑了 徐小公爷 你不能这么胡犊子啊 这么多人听到了 你这么做让我很为难 老孙 给个面子 我的人 留给我收拾就行了 我保证他一年内别想下床 徐安拱了拱手 说道 孙雕四还能说什么 和徐安翻脸 他不敢啊 好在徐安给了台阶下 孙雕四也没有纠缠 笑呵呵道 既然如此 那小公爷便自行处置吧 话落 他跟在了袁康帝身后 孙雕四一走 徐安直接跳起来 一巴掌扇在盖威的后脑勺 道 你找死阿免 在这个地方 要学会说鬼话 竟说什么大实话 周围众人闻言 脸色当场就不对劲了 这家伙是在教训盖威 怎么感觉他像是在骂他们呢 徐安 可以开始了 这时 袁康帝的声音传了过来 是 陛下 马上开始 徐安应了袁康帝一句 指着盖威冲着吴邪道 看好他 可别让他又乱说大实话了 朝堂可不比江湖 很容易祸从口出 吴邪点头 看着徐安向着前方走去 盖威咽了咽口水 道 我擦 我就说句话 后果这么严重吗 吴邪腻了他一眼 道 凭你刚才那句话 可以断你一个灭世陛下之罪 也不是太严重 顶多也就是灭九族而已 盖威傻在当场灭九族 你管这叫不是很严重 吴邪 和徐安呆久了 你都学坏了 这时 徐安已经走到前方教学台前方 虽然他脸皮够厚心够黑 但临近教学台的时候 他还是心跳加速 莫名的有些心虚 教学台上 安装有这个时代第一台天文望远镜 这是徐安设计 由研究院 刘黎丝 将做监三个部门 花了近半个月 不眠不休加班加点打造出来的 徐清风验收合格后 天文望远镜就被密封在研究院 连皇帝都不能启封 今日徐安讲课 孙雕四才亲自率领御林军 从研究院将天文望远镜搬了过来 既然老姐都说合格了 那天文望远镜肯定没有质量上的问题 徐安心虚的是 要是前世的理论出现了问题怎么办 要是天文望远镜往月亮上一瞧 我擦 不是坑坑洼洼 真有女神在洗澡 真有广寒宫 想想的画面 徐安就毛骨悚然 见过夫子 一众国子剑剑声齐齐站起来行礼 嗯 先等我一下 徐安压了压手 示意一群国子剑剑声坐下 然后 徐安直接坐在天文望远镜前 开始倒顾天文望远镜 将所有人都晾在了一边 他现在必须先确定自己前世的理论能不能用 毕竟这个时代的功夫太过玄乎了 非言走避上天入地几乎无所不能 要真有人在武道这条路走到了极致 一剑开天门上了天当了神仙 那就扯淡了 我草 我草 哎呦 草 下一秒 徐安震惊而震撼的声音在空气中传开 众人看着这一幕顿时都面面相去 不是说讲课吗 我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迎接徐安的长篇大论 并且准备好反击了 结果你就给我们看这个 表演爆粗口 袁康帝这时脸也有些僵硬 小兔崽子 正看你的皮是真的痒了 我去 这家伙这么激动 该不会真看到女神在洗澡吧 这种事怎么能少得了老子 盖威目瞪口呆 他二话不说就直接冲过去 却被无邪死死按住 鬼的月亮女神在洗澡 这家伙哪次解决事情 开场不骚包的 钟玉堂等一众国子渐渐声 这时脸皮也都直抽搐 夫子 你这个还没讲 就开始放飞自我了 要搁以前 他们肯定跳起来怒斥徐安 犹如斯文 但现在了解下来 知道徐安是个什么样的性子 也就没有计较了 只是夫子 今天是你的主场 好歹你认真一点好吗 可 夫子 你在看什么呢 这是什么东西 钟玉堂主动给徐安打圆场 站起来拱手一礼问道 啊 听到钟玉堂的声音 徐安这才回过神 他刚才之所以惊讶 是没想到这个时代粗糙的工艺 竟然能按照他的要求 打造出画面如此清晰的天文望远镜 月球上没有广寒宫 但能够清晰看到各种坑蛙 让他备受震撼 看什么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你们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徐安站起来 抬手抵唇干咳一声道 提到月亮 你们最先想到的是什么 一众国子剑剑声相识一眼 几乎不约而同道 那还用说 当然是月亮女神了 月亮女神的典故 其实和前世嫦娥奔月的典故极为相似 反正都是出臣不然美若天仙的九天神女 徐安笑着摇了摇头 道 夫子我刚才看的就是月亮女神 本来今晚想要请他下来约个会 结果 月亮上啥都没有 也就是说 月亮女神的传说 就是传说而已 月亮之上 只有坑坑洼洼的大洞 什么宫殿啊 月亮女神啊 全是虚构出来的而已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开什么玩笑 月亮距离地面有多远 这家伙竟然说他刚才在看到月亮 还企图找出月亮神女 而且他说什么 月球上面全是坑坑洼洼 所有人几乎齐齐抬头看天 看着挂在空中光滑如镜的月亮 有些难以接受徐安的说法 古往今来 多少文人默克诗词中的月亮 可都是美轮美奂的 怎么到了徐安这里 就全是坑坑洼洼了 夫子 这 这不能吧 中玉堂看向徐安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道 不信 行 你乖看看 徐安招了招手 让中玉堂上前 夫子 我 你是认真的 中玉堂指了指自己 见到徐安点头道 当然是认真的 我告诉你 这可是少爷我花重金打造的千里眼 这可是赏月神器 别废话 赶紧上来体验体验 PS 晚上还有 第522章 老夫对月球也很向往 四天剑的院中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齐落在中玉堂的身上 中玉堂本来就心虚 现在被这么多人盯着 顿时更心虚了 脸色都不有 有些泛白 主要是自家夫子太不靠谱 他心里没底 短短几步路的距离 他愣是走得跟上行场似的 中玉堂 我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徐安直接翻白眼 怒道 拿出你当初要干我的气势来好吗 不就是让你优先体验一下 夫子我的发明吗 老子的发明 又不是妖魔鬼怪 那可难说 中玉堂低声反驳 你的发明 可不可怕你心里没点B数吗 炸药包轰的一声 炸毁了整个山水山庄 你就说 可怕不可怕吧 这可比什么妖魔鬼怪 可怕多了 你说什么 你别以为老子听不见 老子抽死你信不信 徐安当场仰起巴掌 一副再废话 老子抽你的样子 老子上课的计划都整好了 特么别开局 就败在你这家伙的手上了 不然老子垂死你 别 夫子 注意斯文 注意斯文 中玉堂连忙加快速度 他可是很了解徐安的德性的 这夫子脾气有些暴躁 说抽是真抽他 直接坐在天文望远镜前 在徐安的指导下观月 我草 我草 呃 我草 前一秒还提醒自家夫子 注意斯文的中玉堂 下一秒摊坐在椅子上 直接就抱了粗口 他脸色震惊而震撼 双眼甚至有些呆滞 嘴微微张开 俨然一副被吓到了的表情 众人看着这一幕 顿时都惊望 吓成这样 这是看到了什么 就连徐安都给吓了一跳 我让你上来是 想要借助你 展开下面的计划 你特娘的别自己 被吓死了 再说 不就是看到坑坑洼洼的月球表面吗 有必要经成这样 你这样 老子都怀疑 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见不得人的东西 徐安抬起手 正想给忠玉堂脑袋来一巴掌 警告他别闹腰 结果手还没拍下去 忠玉堂已经猛地抬起头 冲着头顶的圆月 痛心疾首道 靠 把我的月亮女神还给我 徐安说的没错 月亮表明 全是坑坑洼洼的大坑 月亮女神原来全是传说而已 但传说那么美 甚至连一些史记古渣中 都有月亮女神的记载 结果都是骗人的 忠玉堂一时间有些难以接受 赞赏月亮女神的诗词 连他自己可都写过不少 忠玉堂 你还好吧 国子剑的剑声 都被忠玉堂的举动吓了一跳 有人下意识地问道 围观的人也是诧异无比 这究竟是看到了什么 竟然把一个国子剑的大才子 都吓成这样了 徐安却是抬手扶额 满脸无语 他一手无脸 一手冲着国子剑的一众剑声 摆了摆手道 放心 他没事 他只是爱得太深沉 受到了点刺激而已 等他缓冲一下就可以了 众人文言都满脸诡异 爱得太深沉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 他们就看到呆质中的忠玉堂 重新蹦了起来 他重新坐到了天文望远近前 和之前的震惊和惶恐相比 他显然已经调整过来 甚至坐在那里 有些手舞足蹈 我去 月亮的真面目竟然是这样的 明明看上去光滑如镜 没想到在这里面竟然这般粗糙 还好那些先贤戒月抒情 戒月勇志的时候 只是随便抬头看看而已 要是看到这镜中真月 真不知道 他们还能不能做出那种诗词 钟玉堂彻底放飞自我了 转动着天文望远近 看着月球表面的风景 他依旧震撼无比 但已经能够自制 边看边点评 玩得不亦乐乎 众人看着这一幕 脸色顿时更加怪异了 这家伙怎么了 这是大悲大喜之后 疯掉了 钟玉堂 你说什么呢 你到底看到什么了 一众国子剑剑声连忙问道 他们离得近 能清楚地看到钟玉堂的激动 这家伙 显然是看到了什么了不得的事情 正在自己赌赏呢 徐晓公爷说的没错 月亮上面根本就没有什么月亮女神 也没有什么宫殿月亮上面 只有 只有很多大坑 就像是什么东西砸出来的大坑 简直 简直太震撼了 钟玉堂抬起头 满脸激动地说道 听到这话 原本安静的院子 顿时就炸了 什么 竟然是真的 月亮上没有月亮女人 靠 贼老天 把我女神还给我 徐安的发明 能够看到月亮表面 这怎么可能 老夫不信 整个院子 响起了跌宕起伏的一人声 几乎所有人都 脸色都充满震惊 难以置信 月亮女神的传说流传了几千年 民间甚至因此诞生了无数习俗 现在徐安却告诉他们 月亮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个个大坑 这 这怎么可能 原康帝和皇后相视一眼 脸上也有些错愕 倒不是震惊徐安所的理论 而是有些不明 所以 闹了半天 他们还是没有理解 徐安折腾这一出的意义 赵纯刚和赵思 也是皱着眉头 他们也摸不准徐安的脉 这家伙搬出来月球 到底想要干什么 夫子 我也想看看 还有我 我也要看看 一众国子剑剑声 齐齐举手 蠢蠢欲试 想看 可以 排队看 徐安让国子剑剑声排队 然后看向周围被请过来的这些大人物 道 诸位 若是有兴趣 你们也可以来看看 看看空悬在咱们头顶的月亮的真面目 相信我 结果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错过了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毕竟这节课后 天文望远近便会送给陛下 你们想要看月亮 那得经过陛下的同意才行 但现在 少爷我 还能做主 看着徐安敲着大拇指指着自己 那神奇的样子 让人忍不住想要揍他 但不得不说 被他这么一忽悠 很多人顿时就动心了 徐安说的没错 要是这东西真能看到月球表面 那就是个宝贝肯定给珍藏进宫里 以袁康帝的小气能让他们看 老夫对月球也甚是向往 也来看看 哈哈 既然徐小宫爷这么说了 那老夫就不客气了 当即 很多并不怕赵斯的老古董 都站了起来 PS 今天五章一万字更新完毕 接下来还会再写一下 但更新会很晚了 大家可以明天在一起看 第523章 你来这么大岁数了 还追星 看着那些老古董起身 徐安双眼立即亮晶晶 哎哟喂 老铁们 少爷辛苦了这么久 你们可终于入套了 嘿嘿 少爷我等的就是你们 这些老头子 可都是京都德高望重的人物 只要看过天文望远镜中的月球 那今晚他的计划就能成功大半了 还有吗 还有谁想要一览月亮真容的吗 时间不等人 想要看的速度了 等一下少爷我还要上课 可是没时间等人哦 徐安几眉弄眼 在那里不停忽悠 果然在他的卖力宣传下 又有十几个人被说的动心 从台上走了下来 好 你们这是最英明的选择 少爷我绝对不会让你们失望的 还有吗 还有谁 徐安立即冲着走下来的那十几个人 竖起大拇指 大声赞扬 这纹裤 到底想要做什么 赵斯和赵春刚看着这一幕 心头顿时急了 不怕徐安闹妖 就怕不知道徐安闹的什么妖 这让他们心底 已经生起了很不好的预感 感觉这是徐安的阴谋 这些人出去就上当了 但他们又不好直接出声阻止 当然 他们也没有理由阻止 就算阻止了 别人也不见得听他们的 更丢人 两人扫了一圈 心里那是一阵火大 走出来附和徐安的这些人 大多不是被他们弹劾过 就是和他们不对付的人 两人立刻就明白了 这马德 不会是袁康帝给徐安找的托吧 这么明目张胆的作弊 还要不要脸了 陛下竟然这么相信这顽固 难道不怕徐安玩砸了 这些人遭到我们的清算吗 坚正攥紧拳头 声音从牙齿缝中挤了出来 带着无尽的冷意 很正常 灾心临时只有不到七天了 皇帝难免会病急乱投医 把宝多压在徐安的身上 赵斯目光淡淡扫了一眼袁康帝 道 可惜 这不过是徒劳罢了 徐安就算再能蹦打 也改变不了他灭亡的命运 徐安 萧策 徐霄 老夫一定要你们死 一定要你们死 赵斯脸上不屑 心头却在疯狂咆哮 袁康帝和徐安 这是明目张胆地耍他 这叫他怎么忍 他愤怒地要杀人 这小兔崽子到底玩的哪一出 就连袁康帝 这时也有些坐不住了 虽然知道徐安这么做 肯定有他的目的 但他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总觉得这么支持徐安会出大事 他在铺垫 接下来才是重点 相比于皇帝 皇后安一倒是冷静得多 他自然看得出来 徐安正在利用众人的好奇心 展开节节引诱 将这些人拉入自己的圈套 目前看来 效果很不错 只是很快 皇后脸色又微微一沉 为何切入点是月亮女神 这小子对美女 似乎总有种情有独钟的热爱 这思想可是很危险的 看来得尽快让他和兰儿完婚 让兰儿好好地管管他了 不过 陛下还是有点准备得好 皇后看着徐安 毛色微眯 瞧这架势 这小家伙这一次闹的动静 恐怕会很大 袁康帝目光落在徐安身上 看着他脸上的狡黠 一副众人接醉我独醒的样子 心头就不由一阵窝火 这就是他所担心的呀 明明是他将徐安安排得明明白白的 结果现在总感觉是徐安 将他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了 这种感觉 别提让袁康帝多不爽了 又有两位 多谢支持 多谢支持 还有吗 还有没有想要一睹月亮芳容的 没有了吗 没有那咱们就开始了 徐安见到人差不多够了 果断停止继续忽悠 他看向排在前方的国子剑剑声 立即打了个手势道 去去去 你们都给夫子 我排到后面去 尊老爱又懂不懂 让咱们年纪大的老先生先来 啊 哀嚎声响起 一群国子剑剑声 早就有些急不可耐了 但看到排在他们身后的 就是他们的国子剑技九孔明珍 还能说什么 还敢说什么 一群人乖乖让出位置 往后排 而因为徐安的这一句话 站出来的诸多老古董 顿时对徐安的好感 上升了一大截 不愧是能打败鬼为君的少年英雄 果然知书达理 是个好狼 哎呦 这不是老孔吗 你老都这把年纪了 还追星呢 看到站在最前方的 就是孔明珍 徐安笑容顿时不怀好意 他可是对这个老家伙很有意见的 竟然为了躲避他 给自己的孙女相亲 这不是坑自己的亲孙女吗 也不先问问他答不答应 孔明珍本来心里对徐安的评价 已经有了很大的改观了 结果上来就听到这话 老脸一沉 当即就不乐意了 怎么电 老夫就不能有点个人爱好 不乐意 那老夫下去 徐安 得得得 你老牛逼 我惹不起 现在孔明珍可是这群人的代表 他要闹幺蛾子 会阻碍到自己的计划 哪能呢 老孔你请 徐安做了个请的手势 心里暗说等此件事了 少爷我必定去翻你家墙头 和孔爷儿生你煮成熟饭 看你还能怎么跳 虽然清宫没学会 不过翻墙这种事情 他有前身的经验 哼 算你识相 孔明珍冷哼一声 在天文望远镜前坐了下来 老眼通过天文望远镜 向着月亮望去 下一秒 身体骤然一阵 这这这 徐安 这就是你的发明吗 这叫什么来着 天文望远镜 果然是个宝贝 你小的还真是个人才 哎呀呀 月亮 月亮 竟长这模样 这 这可是天大的发现啊 徐安你立大功了 这对人类历史的进程 可是有着深远的影响 哎呀 真不愧是我大前的好男 太有本事了 众人 孔老头 你能有点节操吗 刚刚还看这家伙各种不爽 转眼就夸上了 你这变脸的速度 不仅快 而且很无耻 就连徐安脸色都一阵怪异 这老头可是将他肩膀都拍痛了 这啥意思 搞定老泰山他爹 只要一门天门望远镜 第524章 震惊众人 地球是圆的 天门望远镜中的月球 让孔明珍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他激动得浑身颤抖 在那里一边点评 一边毫不吝啬地夸赞徐安 这让众人鄙视他的同时 对天门望远镜中的风景 更加的好奇了 特别是站在孔明珍身后的那几个老头 恨不得当场将孔明珍踹到一边取而代之 嗨嗨 我说老孔 后面一大群人排队呢 你老稍微快一点 虽然这老头子一直在夸自己 但徐安还是有点受不了了 五分钟过去了啊 老铁 你一个人站五分钟 那剩下这些人 一个人站五分钟 两百个人就是一千分钟 你妹的 一天的时间都不够你们这么糟的好吧 老子后面的计划还玩不完了 急什么 小子 你刚刚说好了要尊老爱幼 你就是这么尊老爱幼的 孔明珍瞪了徐安一眼 不情不愿地 从天门望远镜前站了起来 看了周围目光炯炯盯着他的众人 他又立即俯着长须 满脸笑容道 诸位 徐安说得对 这桶中真月的确让人震撼 各种滋味 难以言表 老夫看过后 都有一种想要气闻 以后专注关心的冲动了 你们看过之后 就知道老夫的感受了 众人听到他这话 顿时就更加好奇了 孔明珍在大前文坛 可是有很高的地位 而且看徐安并不是很顺眼 现在对徐安的评价却这么高 足以证明徐安的发明 给他造成了多大震撼 现在穿插一条规则 每人只能看两眼 孔明珍刚退下去 徐安立即逮出时机 宣布一条规则 不然 时间不够晚 众人虽然郁闷 却也没有说什么 按照顺序上前观月 啊 月亮竟然长成这样 这也太吓人了 我的天 这东西果然是观心神器 孔老说得对 这发现对人类观心时 可是里程碑式的突破 月亮女神 我的月亮女神没了 后面的人虽然只能看一两眼 但每人都备受震撼 望远镜中收回时 有人震惊 有人恐惧 有人失魂落魄 都被天文望远镜中的月球震撼到了 天文望远镜中的月亮 颠覆了他们传统的认知 这 这真这么神奇吗 我后悔了 我也想看 早知道刚才就跟着走出去了 徐安 徐晓公也 能插个对不 围观的人看着这一幕都震惊了 看着有人失魂落魄 有人仰天大笑 有人疯疯癫癫 他们也很想知道 天文望远镜中的月球 到底是什么样的 连袁康帝都有些忍不住了 要不是皇后压着 他都想要亲自下场了 盖威也是忍不住了 在远处被无邪死死按着 但双脚已经离地 思想和灵魂都已经飘到了徐安的身边 可惜 徐安不给他们排号了 半个时辰后 观星活动终于结束了 回到位置上的国子剑剑声 以及那一群参与观星的老头 都极为安静 坐在位置上沉思 整个院子也安静了下来 没有人出声打扰 他们不打扰 那徐安可没有时间陪他们想人生 他目光逆了一眼全场 抱着双手跺脚打破沉默 怎么样 少爷我就问你们 看过月球表面的风景后 感觉怎么样 所有人齐齐抬头看他 忠玉堂站了起来拱手道 夫子 我很震撼 除了震撼还是震撼 真没想到光滑如尽的月亮 在天文望远镜中竟然是这样的 夫子 这 为什么会这样 月亮表面那些大坑 是怎么来的 徐安听到这话 暗暗地给忠玉堂点了一个赞 小子 有前途啊 问题问到点子上了 见到其他人也立即竖起了耳朵 徐安便笑道 这个问题问得好 根据济夏学宫的观星记录 这些大坑的行程有两种说法 遇事不觉问徐霄 遇到不好回答的问题 就直接推给济夏学宫 反正前身之前就在济夏学宫待过 而且以济夏学宫的尿性 徐安觉得济夏学宫应该很乐意背这个锅 之前的横曲四句 济夏学宫不就剽窃当校训了 而且济夏学宫在九州大陆的声望极高 能增强他的说服力 徐安竖起两根手指 道 第一种说法是火山说 所谓的火山说 就是月球自身蕴藏着无数的火山 这些坑洞是由月球内部火山迸发 从而形成的大坑 那不可能吧 徐安话没说完呢 盖威当即反驳道 要是月球火山迸发 那岩浆肯定四处迸射 那火焰还不得成雨落下 那整个九州大陆还不都得被点燃 徐安 徐安看向盖威思绪一时间有些断了 我擦的 你这脑回路咋 这要牛逼呢 你扯远了呀 兄弟 你是存心想要坏你大哥的是吗 见到很多人点头 徐安顿时就无语了 对于这些人而言 月亮在九州大陆上空 那月球火山迸发 那岩浆肯定落下来 那遭殃的就是地球 他们不知道万有引力这个东西 这个问题问得好 徐安当时就牙疼了 但还是耐着性子解释道 回答这个问题呢 这就又牵扯到 纪下学宫另一个研究了 经过纪下学宫的探索 咱们脚下的土地 也就是地球 其实和月亮一样也是圆的 听到徐安这话 整个院子一静 随即炸锅了 我们脚下的土地是圆的 那岂不是说 我们站在一个圆球上面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真要是站在圆球上 我们怎么站得稳 这太不可思议了 我不信 整个院子顿时议论纷纷 连圆康帝也是愣住 小兔崽子你胡说什么呢 赵思 长孙冲等人都冷笑起来 这小子现在是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了 地球是圆的 这谁姓唯独赵传刚 这时瞳孔陡然一缩 难以置信地看着徐安 因为 思天剑有古籍记载 先辈们曾在九州大陆 各个地方关心后 从星途的位置 曾得出一个模糊的结论 脚下的土地是可能是圆的 但现在 徐安竟然直接说 脚下的土地 是在一个圆球上 这小贼 他竟然知道这些隐秘 这有什么不可能的 徐安目光扫过全场 淡淡道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在座诸位 有不少是在海边长大 考入京都的吧 那么船这玩意儿 海边长大的诸位 就算没坐过 也见过吧 现在 请诸位回想一下 在平坎宽敞的水面上 为什么你们首先看到的是船帆 然后才是船身 而不是一眼就见到整条船 第525章 该干正事了 众人听到徐安这问题 有些发猛 为什么看到湖面 或者海面上的船 先看到的是船帆 而不是整条船 一开始 众人还觉得 徐安问这个问题 有些白痴 可仔细一想 很多人顿时毛骨悚然 因为他们忽然意识到 为什么徐安会问这个问题了 为什么先见到船帆 再逐渐见船体 因为有坡度 才会先见船帆 再见船身 要是平坦的 那肯定是船帆和船体一起见啊 这说明什么 说明徐安说的可能是对的 地球是圆的 很多人当场就猛逼了 这么严肃的话题 竟然能用这么简单的逻辑 来论证 这不可能 肯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有人不愿意相信 觉得这太轻描淡写了 这么严肃的学术问题 怎么着也得经过各种研究论证吧 怎么能够这么随意 那还是那个问题 如果是圆球 那为何我们站在圆球上 不会往下掉 孔明真笑呵呵地看向徐安 再度搬出了盖威之前的问题 徐安笑了笑 道 这就涉及记下学宫的又一个研究了 这项研究叫万有引力 简单来说 我们之所以不掉出去 就是地球对我们有引力 或者说 地球对周围所有物体都有引力 吸引物体掉回地面 所以 我们才不会掉下去 众人闻言 有人面面相去 有人陷入沉思 是这样吗 听起来好高深的样子 但感觉很有道理 赵斯 赵春刚等人也都越听越猛 只觉得徐安越说越离谱 让他们更加摸不准徐安的脉 不知道徐安到底要干吗 这想要阻止都没死落 有点意思 你是说 月球上也有这种力 孔明真看着徐安 道 所以 月球上火山爆发 然后火山沿浆都被吸引回地面 所以才不会从天上掉下来 徐安抬手打来的响指 道 对 孔老果然聪明 一点就通 孔明真脸立马黑了 被你夸奖 我怎么感觉 你是在骂我呢 当然 根据计下学工的研究发现 万有引力 除了地球 月球本身有外 地球还对月球 对太阳都有引力 徐安角轻轻在地面踏了踏 道 你们以为 咱们脚下的地球是静止的吗 其实是运动的 也就是地球其实一直在运动 听到这话 众人再度傻眼 这怎么越说越玄乎了呢 连地球在运动都搞出来了 他们感觉这太奇葩 有些难以接受 明明每天看到的景色景物都一样 结果你告诉我 地球是在运动的 蒙谁呢 就连孔明真 这时老脸都一阵抽搐 徐家小子 你个小兔仔子悠着点啊 前面大家勉强能跟得上 现在连老子都听不懂了 你要我昧着良心附和 老子都不知道怎么附和你 朝堂之上 御史想要弹劾谁 开口弹劾罗列罪状后 其他托儿 只要一句臣服役就可以了 结果 给你徐安当托 是真难当 老子想要插嘴 都不知道怎么插 怎么 不信 徐安看着众人的表情 就知道他们不信 他们没有学习过相应的知识 想要接受 的确有些难 但特娘的都扯到这一步了 徐安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讲下去 努力用最直白的语言 让他们听懂 其实我们之所以 感觉不到地球在运动 是因为我们站在地球上 是跟着地球一起运动的 没有参照物 所以我们根本察觉不到地球在运动 举个例子 还是行船 如果船是在江河上航行 我们以周围静止的山作为参照物 那么我们就能清晰地感觉船在前行 船就是运动的 但如果 是在一望无际的大海上呢 船在湛蓝的海水上航行 我们就会感觉船有停滞不前的错觉 这是因为在海上 我们没有参照物可以参照 你们想想 是这样吗 徐安的话音刚落 立即有人一拍大腿 道 没错 就是这样 在海上航行 的确感觉不到船在移动 原来是这样 竟然是这个原因 很多人沉吟了一下 也都各自点头 他们都经历过相应的场景 可是 你这还是没办法证明 地球是在运动的 赵斯皮笑若不笑地开口了 既然没有参照物 那这个问题 徐安就别想解释清楚 尤可 老赵 终于开口了 这是想要故意为难我吗 徐安逆了赵斯一眼 不懈道 这个问题 其实咱们老祖宗已经有过猜测 譬如古书中记载的天左书 地右辟 说的就是地球自传的概念 另外 咱们最熟悉的 也就是老祖宗研究出来的日轨 一天十二时辰 其实等同于地球的自传 根据记下学工的研究显示 地球自传一周的时间 就是近十二个时辰 太阳东升西落 昼夜更替 其实就是因为地球自传的原因 所以 大家现在都知道 为什么太阳会升起 又落下了吧 众人闻言 顿时目瞪口呆 他们自然知道日轨 但那不是记录日影的位置 来指定时辰和刻度的吗 这怎么就等同于地球自传了 但是 众人无法反驳 因为天为何会昼夜更替 这些他们都没法解释 但徐安却给了最合理的解释 原来是这样 记下学工的学问 果然博大惊深 有人深受震撼 感叹着说道 文言 众人都齐齐点头 赞同了这个观点 袁康帝听到这话 却是险些一口茶喷了出来 记下学工的学问 也就你们听这个兔崽子胡周 什么记下学工的 这是徐安的学问 大前的学问 只是这兔崽子 为了增加说服力 借用记下学工的说法而已 台上 不起眼的角落中 一个穿着青衫 有着山羊徐的中年男人 此时看着徐安 也是直瞪眼 他是金安博 也是记下学工 在京都的负责人 当初徐安在京都的一切消息 都是他传给记下学工的 记下学工 什么时候有这要牛逼的研究了 老子怎么不知道 徐安 你这是诽谤我记下学工知道吗 赵斯脸色铁青 他对这方面没研究 自然没办法反驳 只能气得直咬牙 他觉得自己就不该开口 平白成全了徐安 而徐安看着这一幕 那也是一个心类 这个他原来的计划偏差的有点大 好在效果还是很明显 至少将所有人忽悠住了 接下来得将话题拉回来 干正事了 第526章 朕要打死他 看着众人震惊的样子 徐安笑着说道 这有什么 记下学工的研究多了去了 以往我们分四季 是咱们祖宗根据北斗七星来判断的 斗柄东指 天下春 斗柄南指 天下下 斗柄西指 天下秋 斗柄北指 天下东 春夏秋冬四季循环 是为一年 但记下学工的研究 可就有意思多了 根据记下学工的研究 地球围绕太阳公转一周 是一年 月亮围绕地球公转一周 是29天 徐安看着众人 道 你们知道 其中的区别是什么吗 不等众人回答 徐安竖起了两根手指 道 区别就两字 科学 科学 听着这陌生的词汇 众人面面相去 科学又是什么 徐安逆了一眼全场 笑着解释道 科学 说的直白点 就是拿事实说话 譬如咱们之前 说的地球自传 地球绕太阳运行 月球绕地球运行 这些就是科学论证 得出来的结论 甚至根据相应的计算 可以得知 月亮到地球的距离 月亮的质量 地球的质量等等 都是科学的方法 说到这里 徐安画风一转 道 而咱们祖宗 根据北斗七星分四季 更多的是 咱们老祖宗 一倍一倍累积下来的经验 听到这话 众人陷入了沉思 而赵纯刚 赵思等人 瞳孔陡然一缩 该死的 这兔崽子终于动手了 他终于将话题 引到观星上了 这不行 绝不能让他得逞 赵纯刚猛地站了起来 冲着徐安怒喝 胡说八道 徐安 你是在质疑老祖宗 留下来的东西吗 袁康帝也是笑呵呵地 看着徐安 道 徐安 你是想说 观星不准吗 众人的目光 都落在徐安的身上 他们自然都知道 赵纯刚为什么急了 赵纯刚的工作 就是观星 从天上星途 掌控天下大事 徐安要是承认观星不准 那不就相当于 否认了赵纯刚吗 这砸人家饭碗 老赵还能忍吗 可 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先将之前 造成月球大坑的 第二个答案 先说一下 徐安没有直接 回答赵纯刚的质问 而是看向一众 国子剑剑声 道 这第二个答案 就是恒星说 简单来说 就是月球这些大坑 是被陨石 或者是行星撞击 才出现的大坑 说完 他看着众人说道 当然 这些都是记下 学功研究所得到的答案 我认为 应该就是正确的答案 还是那句话 因为科学 至于坚政大人说 我是在否定 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 我觉得这话不对 我很敬重那些先贤 因为他们对天体的研究 其实就是对科学的一种研究 他们利用天体的运行轨迹 然后对我们的生活 做出相应措施 对我们的生活 带来了极大的影响 譬如北斗七星分四季 这些都是壮举 值得我们敬佩 换句话说 老祖宗们研究天象 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但是渐渐的 当这种单纯的研究 有了政治色彩之后 就变了味道了 徐安盯着赵纯刚 道 坚政 你们现在研究天象 研究天梯运行轨迹 可还想过 用棋来造福黎民百姓 呵 你们现在的研究 重点在紫卫星和流星上吧 紫卫星以皇帝允命 至于流星 那能做的文章可就多了 譬如流星落地 你们可以说江星陨落 然后那位大将就得死了 徐安手猛地指着赵纯刚 道 那少爷我告诉你 这些纯属扯淡 因为万有引力的原因 天空中的行星 都有相应的运行轨迹 你们将这些运行轨迹 再借用一些乱七八糟的传说 就自以为能够主宰苍生命运 左右人间帝王 简直可笑至极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目瞪口呆 惊得差点没跳了起来 这 这纹裤 这是怎么了 明明之前还和和气气地解决问题 怎么现在说着说着 就发脾气了呢 而且他说什么 紫卫星移 皇帝允命 坠心落地 大将身死 众人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这家伙 还真是什么都敢说啊 袁康帝双眸陡然眯了起来 这小兔崽子 绕了这么一大圈 总算开始解决问题了 赵斯脸色铁青 盯着徐安的双眼 已经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简直冰冷到了极致 他这时已经反应过来 徐安说了那么多 就只是想要给众人证实一点 对于天象研究 济下学宫有绝对的发言权 他在用济下学宫 解决天体运动那一套 来反驳赵纯刚的坐井观天 赵纯刚手猛地钻成拳 手中的扶尘 都被他捏出了清晰的指印 他完全没想到 徐安竟然敢众目睽睽之下 直接这样呵斥他 你胡说什么 司天见夜观天象 是为了更好的辅佐帝王 赵纯刚冷声呵斥 徐安抱着双手 逆着站在台上的赵纯刚 笑容轻蔑 更好的辅佐人间帝王 所以帮助陛下杀了皇后 听到这话 众人齐齐地看向 坐在袁康帝身边的皇后 吓得不敢动弹了 他们听到了什么 赵纯刚想要杀皇后 杀当今皇后 老天 这秘密太大了 会不会被灭口啊 扑 孔明珍等人 看着徐安训赵纯刚 正品着小茶高兴着呢 这时直接一口茶喷了出去 一个个目光惊骇 而惶恐地看向皇后 八大 长孙冲手中的杯子 落在了地上 看向徐安的目光 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说实话 这个少年人虽然狂傲 但他并看不上 却没想到他竟然来这么一招 这简直是釜底抽薪啊 徐安 徐安 混账东西 赵丝差点跳了起来 气得差点一口老血喷了出来 他有种自己的计划 被人摊在阳光下的羞耻感 他完全没想到 徐安会这么破局 但细想又觉得 这种破局方法很徐安 皇后老神在在 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袁康帝却坐不住了 混账东西 说什么呢 计划呢 说好的计划呢 你能不能按照一点计划来 计划里面有这个吗 你有证据吗 你就敢说 赵丝想要杀皇后 这混账东西 朕 朕要打死他 PS 晚上还有 会稍晚一点 第527章 平道上天入地必杀你 所有人都猛了 被徐安的话给吓呆了 帮着皇帝杀皇后 赵丝难道想借用夜观天象做什么吗 这 细思极恐啊 咔嚓 赵春刚手中的浮沉点了 直接被他捏成了碎木 他此时冷冷地盯着徐安 那目光恨不得将徐安当场碎尸万段 这小贼竟然敢众目睽睽之下指控他 简直找死 没有任何证据 你也敢说 我要杀皇后 徐安 你这是明目张胆地诬陷我 赵春刚冷哼一声 转身冲着袁康帝拱手毅力 陛下 臣对陛下忠心耿耿 绝无二心 请陛下明察 无耻老贼 你也有脸在这面前表忠心 袁康帝险些忍不住跳起来 一脚将赵春刚踹飞下了一台 但最终还是忍住了 他笑呵呵地看向徐安 道 徐安 你是在诬陷他吗 徐安扫了赵斯和赵春刚一眼 又喝 都到现在还稳坐钓鱼台呢 行呗 小爷我倒是要看看 你们还能装多久 他冲着袁康帝一礼 道 回陛下 小臣并未冤枉坚政 小臣只是在阐述一个事实而已 说完 徐安看向赵春刚到老赵 再过七天的时间 也就是中原节日 会心也就是扫帚心 便该降临了吧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这件事 听到徐安这话 整个院子再度一片死寂 只有一道道抽冷气的声音 不断传开 扫帚心降临 主后宫恶父干政 危害设计 很多人顿时都吓傻了 老天爷 今日就不该来参加这次聚会 知道这么多秘密 会不会真直接被灭口啊 难怪徐安要说 赵斯想要杀皇后 这灾心降临 要是被人拿来做文章 那极有可能会天下大乱 谁不知道 袁康帝对皇后的感情 真想逼着袁康帝杀皇后 那他宁愿与天下为敌 别说他们 就连赵斯一党的官员 这时也都是目瞪口呆 除了杜如画 张罕等少部分心腹 知道赵斯的计划外 其他人根本只知道 赵斯有个大计划 但具体计划是什么 他们不知道 却没想到 赵斯的大计划 竟然是借着灾心降临搞事情 但问题是 现在计划被徐安 直接众目睽睽之下揭开 这事情还怎么搞 很多人不约而同地 瞥想自家丞相 却见自家丞相坐在高台上 虽然面无表情 但指尖微微颤抖 眸色犀利如刀 他只盯着徐安 仿佛周围的一切事情 都不能引起他丝毫的兴趣 显然 丞相也有些乱了方寸了 当然 此时众人的目光 几乎都盯着赵纯刚 想要看他怎么回答徐安的问题 知道 那就是知情不报 包藏祸心 不知道 作为四天剑监证 灾心灵是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说不知道 你是在玩乎指手知道吗 哎呀 徐安小贼凭道上天入地必杀你 此时 赵纯刚心头杀意冲天 他最得意的杰作 竟然被徐安众目睽睽之下挑开了 这就是在赤裸裸打他的脸 但真以为这样的质问 就能逼我就范吗 笑话 你把灾心降临的事情挑开 现在不过 只会引起不必要的恐慌罢了 改变得了灾心降临 天下皆反的局面吗 哈哈 你改变不了 我赵纯刚不承认 你能奈我何 扑通 赵纯刚直接跪在地上 磕头如捣蒜 声音带着惶恐 陛下 娘娘 灾心降临之事 老臣不知 求陛下恕罪 求娘娘 众人 坚政 你能演得认真点吗 你足足沉饮了十几戏的时间 是个人都知道这事情 你知道真相的好吧 你现在跪地求饶 有点无耻啊 元康帝眼底杀意已经凝聚 不知道 你不是想灾心灵事 天下皆反吗 你有脸在这面前起饶 他淡淡扫了一眼赵纯刚 目光看向徐安 徐安 他说和他没关系 你可有证据 证据 赵纯刚低着头 面目猙獰 我做事 会留下证据吗 徐安想了想 摇头道 我没有证据 众人听到这话都证住了 没证据 你敢直接指证赵纯刚 那是四天剑监证 你怕不是疯了吧 但我指证他 需要证据吗 徐安下巴 冲着赵纯刚扬了扬 道 就算他不知道 那也有失察之罪 指证他 理所当然 众人一听 顿时无语 这话霸气 说得好有道理 我们竟然无言以对 你 赵纯刚猛地抬起头 眼底杀气冲天 行了 我知道你和某人有勾结 但我没证据而言 徐安瞪了赵纯刚一眼 目光扫了全场 道 诸位 言归正传 你们都是京都 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今天将你们所有人叫来 就是为了娘娘这件事 为何 因为肯定会有人 拿这件事做文章 但我想说的是 什么灾心降临 不就是彗星周期运转吗 徐安冲着众人拱了拱手 学公早就对彗星 也就是扫帚星有过研究了 扫帚星也就是一颗 有稳定轨道周期的流星 轨道周期为76 79年 也就是说 一个人的一生 大约可以见两次彗星 可能在某年某月 彗星降临的时候 正好发生一些天灾人祸 于是一些有心人 便将这个流星定义为恶星 邪星 于是从此之后 很多人便借着这颗星的降临 搞事情 便将这颗星给丑化了 这 纯属扯淡 听了徐安的话 众人脸色顿时阴晴不定 此时 他们终于明白 徐安为什么会叫他们旁听了 这是要逼着他们承认 所谓的灾星 就是一颗有正常周期的流星而已 他要将扫帚星 变成一场学术论证 而纪下学公在京都的负责人 金安博顾靖廷 此时脸黑如锅底 他很想说 这锅纪下学公不背 但想到那位院长的不要脸和无耻 这种好事要是不背 估计他得被那位无耻的院长打死 徐安 别动不动就记下学公啊 这锅 这锅记下学公得背 怎么 不相信 徐安逆了众人一眼 挥了挥手道 孙雕四 上资料 第五百二十八章 天啊 那是龙 徐安在离开京都的时候 就让皇帝搜集有关扫帚星的资料了 也就是翻遍史书 将史书中扫帚星的时间全部集合起来 看一下扫帚星出现的周期时间 是否是七十六 七十九年 结果和他所想的一样 各朝各代算下来 时间就是他所说的区间 很快 孙雕四便命人带来了一车书 随即将书快速发下去 并且一本书配备一个小太监 进行指点比对 很快 安静的院子便喧嚣起来 徐小公爷真没有自导自演 这真是七十九年 这些资料 大多都是大前之前的各朝记录的 资料都是当时朝代的版本 做不得假 也就是说 这所谓的灾星是假的 真是有心人利用起来危害皇后的 看完资料 很多人都震惊了 徐安虽然说的绘声绘色 甚至搬出了记下学公 但他们并不是很相信 但现在 他们都相信了 因为时间周期都对得上 扫帚星出现的时间就是七十六 七十九年 所有记录都在这个区间 没有超过 也没有低于这个区间 资司一党的人 此时都是脸色铁青 紧咬着牙 无从反驳 皇后嘴角终于不再那么平淡 嘴角微微扬起 扫了一眼徐安 这小家伙 果然没让他失望 但单凭这些 就想要为他翻案 还远远不够 徐安 你真以为威逼利诱这些人 就能保住皇后了 资司老眼微微眯起 盯着讲台上的徐安 心底在怒吼 你能威逼利诱得了京都这些人 可你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 堵不住天下悠悠之口 天下一就会乱 皇后依旧会死 赵纯刚盯着徐安 内心深处也是冷冷一笑 徐安 这就是你的手段 简直太儿戏了 你真以为京都这些人 都是省油的灯 哈哈 就算现在迫于形势 他们会假装答应 等灾星降临 天下大势所趋 他们会立即转头 将你咬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你 等死吧 掌孙冲指尖把玩着酒杯 嘴角也带着淡笑 小家伙 有点手段 抽丝剥茧 层层设计 可你要没有后手 会死刀 袁康帝坐直了身体 目光盯着徐安 小兔崽子 图穷比线了 朕准备好了 你还有什么招 都使出来吧 朕倒是要看看 你这一次 还怎么玩到脱离朕的掌控 盯威扛着双手刀 看着赵斯和赵春刚的嘴脸 也极为不爽 看到没 赵斯和赵春刚的表情真欠扁 咱们在雍州的时候 说了什么来着 吴邪冷笑一声 道 回京都 杀赵斯二十人 盖威扭头看了吴邪一眼 不是四十人吗 吴邪眼一鸣 点头 嗯 我记错了 那今晚离开 就开杀 徐安站在讲台上 喝着小茶润喉 等待着众人将消息消化完成 徐安 资料看完了 老夫也相信你 这时 孔明珍看向徐安道 但是 事关重大 单凭这些是不够的 灾星降临不仅是京都 大前天下都能看到 就算稳住京都 其他地方肯定也有人趁机作乱的 何况 孔明珍目光扫了一眼院中众人 何况你稳不住 一群见惯了血的狼 就算短暂被猛虎威慑 等豺狼聚集后 反扑会更加的疯狂 何况 我稳不住局面 对吧 徐安笑了笑 道 但我还告诉你们 京都 我徐安保定了 皇后娘娘 我徐安也保定了 大前 我徐安更保定了 看好了 看我怎么保的 徐安扭头看向吴邪 贺道 吴邪 开始吧 众人的目光 齐齐地看向吴邪 便见到吴邪带着盖威 正向着袁康帝和皇后走去 两人的手中 都提着两个小火盆 众人顿时莫名其妙 这是做什么 提着两个火盆 给陛下和娘娘烤火吗 就连袁康帝和皇后 这时都满脸诧疑 不知道徐安这葫芦里 卖的什么药 将火炉放在皇帝和皇后的面前后 吴邪拱手道 陛下 娘娘 还请你们坐直身体 等一下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动 说完 盖威和吴邪各自退了两步 随即 两人用内力将火盆中的火彻底烧望 在皇帝和皇后的前面的火盆中 丢了两袋松香粉 哄 一团火焰在袁康帝和皇后的面前 窜起 放肆 孙雕四吓了一跳 当场就要冲出去救驾 却被徐安死死按住 道 不要着急 别在这时候坏事 他话音刚落 只见火焰后的皇帝和皇后 忽然全身泛着金光 金光几乎照亮了整个四天监院 此时的袁康帝和皇后 宛若两尊降临人间的神 啪 滑 碰 一道道东西落地的声音传来 很多人手中 此时都还拿着徐安给的资料书 此时全都掉在了地上 一个个金的木凳口呆 双木圆凳 更有甚者嘴巴都张得能吞下自己的拳头了 这 这是神光 吼 吏 与此同时 城外忽然传来了两声龙银凤利声 接着 南山山林中 忽然出现了两道耀眼的光 一红一蓝 相互交织着冲天气 红光中 一只火凤正斩翅翱翔 凤利久消 蓝光里 一条蓝龙正直窜夜空 威震天下 一龙一凤在空中 交织在京都上空盘旋 火光 蓝光将整个京都照得通透 天哪 那 那是龙 四天监院中 几乎所有人齐齐抬头看天 见到天空云海翻腾的龙凤 一个个直接呆在当场 脸上的震撼 直接变成了难以掩饰的恐惧 皇帝和皇后刚刚发光 京都上空便出现了龙和凤 这 这怎么回事啊 与此同时 原本已经等待不太耐烦的京都百姓 看着天空中交织的龙凤 也是一个个吓得脸色煞白 当即就直接跪在了地上 不断地磕着头 这 这真是真龙真凤 徐小公爷真的召唤来了 不对 这是徐小公爷的幺蛾子 我们上当了那你拜什么 磕什么头 龙凤成祥啊 多好的寓意 就算知道是假的又如何 必须得拜 京都百姓都疯了 第529章 他是怎么做到的 整个京都百姓 看着天空的龙凤 全都震惊了 我的天 徐小公爷真把真龙真凤 给召唤出来了 这 这也太你天了吧 哈哈 我就说 徐小公爷不会骗人吧 龙凤成祥 大吉大利 区区异病 还怕个啥 扯淡 那是一病 你以为是你发烧咳嗽呢 那可是动不动就要灭城的 那没事 徐小公爷不是说 他回来就是驱散一病的吗 我相信 徐小公爷能做到 京都街头巷尾 几乎都跪满了百姓 此时 很多百姓虽然眼底还带着恐惧 但脸上都很激动 叽叽喳喳地吵个不停 瘟疫所带来的压抑感和惶恐 几乎在这一刻 被空中的龙凤消灭 虽然都知道 空中的龙凤成祥 是徐安闹出来的幺蛾子 但这对他们来说不重要 重要的是 徐安既然能搞出 这震撼人心的龙凤成祥 那治疗疫病对徐安来说 肯定没有任何难度 因为他是徐小公爷啊 无所不能的徐小公爷 天哪 那是龙 龙凤成祥 京都竟然出现了龙凤成祥 这是天将祥瑞 有救了 我们有救了 京都城外 距离京都比较近的数十个村庄 百姓看到京都上空翱翔的火凤和金龙 也都齐齐跪在地上扣手 瘟疫的消息 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恐惧 但现在见到空中的龙凤成祥 他们都激动起来 都觉得 这是老天开眼天将祥瑞 是来拯救他们的 公主府 萧兰因为是女流 不能上徐安的课 只能在府中等消息 此时 她正在整理徐安写的 《红楼梦》手稿 准备在京都将书局开起来 让《红楼梦》流传天下 这时 婢女撞开了书房的门 翘脸上满是震惊和惶恐 公主 公主 你快来看啊 龙 有龙和凤 婢女手指着天空 龙凤 萧兰一愣 翘脸骤变 徐安那混账回京的时候 就给百姓说要召唤真龙真凤 这是她闹出来的动静 她瞬间站了起来 立即冲出了书房 站在公主府的院中 看到空中正在追逐 翱翔的火凤和金龙 她瞬间待在当场 这 这是徐安那混账弄出来的 她 让怎么做到的 萧兰仅钻粉拳 翘脸难以置信 太真实了 虽然知道这是假的 知道这是徐安弄出来 反击赵司和赵重刚的 但这龙凤城祥 注定要名震天下 徐安 这小家伙 还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 明月楼 同样站在院中 看着夜空的江雨竹 敲脸野士 充满震撼 灾心降临 天下皆反 翔蕊将士 福泽众生 这家伙 他是反着来的 秦文俭清澈的眼底 也带着浓浓的震惊 道 这还不算完 他还有后手 翔蕊出现了 还差福泽 江雨竹微微一震 笑了起来 土豆 我说这家伙既然知道 土豆能让天下百姓告别灾荒 这种事 他怎么也得向袁康帝邀功 原来 是用在这里呢 秦文俭沉吟了一下 微微皱眉道 恐怕还不止 我总感觉 他还有别的手段 手段 他的手段还少吗 江雨竹美眸微微眯了起来 拭目以待吧 我总感觉 此次实践之后 大前京都原有的平衡 将会被彻底打破 秦文俭微微汉手 认同了江雨竹的话 有徐安这么一把利刃 袁康帝不会再像以前一样被动挨打 无论是北京 还是雍州战场 都说明了一件事 这个吻了二十年的大前皇帝 已经不想再吻了 赵斯和赵纯刚 估计是挑表多久了 孔甫 孔烟刚刚洗完澡 只穿着单薄的礼衣 站在院里 但此时他激动得粉泉紧钻 美眸意义生辉 他看到了什么 一笼一缝在天上飞 不用说 这又是徐安弄出来的 这种事情 全天下也就徐安弄得出来 这家伙 这脑袋真不知道这么长得 太聪明了 竟然能想到这种办法破局 嗯 也就比我聪明一点 孔烟咬着薄唇 低声说道 语气却充满自豪和骄傲 四天见 大院中 这小兔崽子 这都敢瞒着朕 袁康帝看着头顶交织 翱翔的火凤金龙 也是瞪大了双眼 被这一幕深深的震撼到了 这些年 他很少有失态的时候 但现在彻底控制不住表情了 徐安说 召唤真龙真凤的时候 他气得暴跳如雷 觉得这小兔崽子太胡闹 结果没想到 徐安竟然真的做到了 虽然还不是太清楚 他怎么做到的 但天空中的火凤金龙 的确已经足以以假乱真 龙银凤利 震撼人心 但他此时却咬牙切齿 恨不得将徐安抓过来暴揍一顿 这种重要的事情 你竟然敢自作主张 而不和朕商量 你是想死呢 还是想死呢 小兔崽子 这小家伙 总是这么的让人意外 皇后也是满脸震撼 他素来端庄儒雅 现在却身体僵硬 心头震撼 虽然一直都相信徐安 但他心里一直有担忧 徐安的对手 可是赵斯和赵传刚 这两个老狐狸 他们可是为达目的 不择手段 但现在 他终于放心了 论心眼 这小子还真能 吊打赵斯他们一群 龙凤城祥 徐安 你还真是该死啊 此时 赵斯盯着 头顶的火凤金龙 他呼吸急促 身体颤抖 眼睛顿时就红了 完全是被弃的 皇帝杀皇后 让袁康帝和天下为敌 结果徐安竟然反其道而行之 直接将袁康帝和皇后 打造成了天下祥瑞 这小贼的脑回落 咋就这么奇葩呢 徐安 老夫不得不承认 你的确很厉害 竟然会想到这种方法破局 赵斯盯着空中的景象 脸色渐渐争鸣起来 但单凭这些 想要天下人幸福 你 还做不到 而他身侧的赵传刚 却是吓得退了两步 脸色有些苍白 作为四天剑监政 那种鬼怪神说是他的拿手好戏 但现在他却被徐安的手段给吓住了 和徐安的这些手段比起来 他们引以为傲的灾心降临大计 那都低了好几个档次 这不可能 他 他是怎么做到的 PS 上个开胃菜 晚上还有 不会太晚 第530章 我是针对你们所有人 怪力鬼神说 赵纯刚自认是高手中的高手 他是四天剑监政 负责夜观天象 这个职业对于百姓来说就是神乎其神 对于官员来说 更是人人忌惮 因为他想要针对谁 只要随便编制一个罪名 就能让其万劫不复 在他巅峰的时候 他说一句话 皇帝都得乖乖父耳听 当然 那是先皇 他最受宠的时候 就是先皇在位时期 那时候 无论是大战 还是民生 皇帝都会找他算上一挂 他说行 皇帝就行 他说不行 皇帝就得罢兵 罢政 但袁康帝继位后 一切都不一样了 袁康帝不信鬼神 加上有一个横空出世 无往不利的徐霄辅佐 他的地位直接一落千丈 连个六品官都不如 他和赵斯勾结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但要是他有徐安这些手段 何须如此辛辛苦苦布局 早就可以让天下大乱了 因此 此时看到徐安弄出来 足够以假乱真的龙凤城祥 赵纯刚心里头很窝火 有些羡慕妒忌狠 徐安 你越是难以捉摸 你越得死啊 赵纯刚看向抱着双手 抬头看天的徐安 杀意滔天 你若不死 死的 可能就是我们 咕噜噜 这时 院中也响起一阵 震燕口水的声音 他们万万没想到 神话故事中的神兽 竟然在现实出现了 这 这究竟是真的假的 刚才 刚才陛下和皇后娘娘 浑身沐浴金光 然后金龙火凤便出现了 你说真的假的 哼 愚蠢 这肯定是我家夫子的手笔好吗 嘻嘻嘻嘻的一轮声 也在空气中传开 没有人敢大声说话 很多人此时还在恐惧中 脸色苍白的吓人 因为他们之前都亲眼见到了 皇后和皇帝沐浴神光 就连孔明珍 此时老脸都不满震惊 但听到众人的议论声 他满是褶皱的老脸 又不由一阵抽搐 想什么呢 什么沐浴神光 子不与怪力乱神懂吗 他这时心里那是一个苦 袁康帝找他给徐安当托 但他完全没想到 徐安的托 竟然这么难当啊 饶是孔明珍休养再好 这时候都忍不住爆出口了 马德 连龙凤成祥都弄出来了 你让我们这些托怎么见 徐安 这 这真是你搞出来的 孔明珍总觉得 自己应该做点什么 想了半天憋出了这么一句 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目光 几乎齐齐落在了徐安的身上 徐安笑着贪了贪手 道 没错 就是我做的 说完 他看向吴邪 道 吴邪 发信号吧 差不多了 再玩下去 就露出破绽了 吴邪点点头 取出半根竹节 往天空拉了弦 So 一缕火光窜上天际 在天空绽放成一朵耀眼的烟花 然后 所有人便看到 在空中翱翔的金龙和火凤 立即交织着 向皇宫方向飞去 最后飞落在皇宫中 火焰和金光 也在皇宫中熄灭 整个京都夜空 再度陷入了黑暗 但四天间大院中 所有人的目光 都还望着皇宫的方向 眼睛一眨都不眨 仿佛雕塑一般定格在了院里 徐安看到众人的样子 嘴角的笑容 不由更浓了 吓傻了吧 这可是小爷前世 刷短视频时 看到无人机爱好者 用无人机 飞出的凤舞九天而获得的灵感 嘿嘿 吓到你们很正常 吓不到你们 那才特娘的不正常 喂喂喂 回神了 徐安拍了拍手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给拉了回来 他指了指自己的眼睛 道 这不是真的 只是一个小把戏而已 不要太相信自己的眼睛 众人看着徐安 顿时一阵磨牙 被他给气到了 差点忍不住群殴 怎么电 刷我们一场 你觉得很有成就感是吧 徐安 你这是怪力乱神胡作非为 想要以此误导陛下 其心可诛 张罕跳了出来 脸色猙獰的盯着徐安 他是御史才御史 现在看着徐安众目睽睽之下 弄虚作假 怎么可能会错过这种 公结徐安的机会 什么叫误导陛下 我还什么都没做呢 徐安目光看向张罕 道 再说 老张 整个京都的百姓都知道 这龙凤城墙不是真的 是我徐安弄出来的幺蛾子 怎么 连百姓都知道这不是真的 你却说我怪力乱神 我这顶多 嗯 顶多算明目张胆的欺骗 听到他的话 张罕差点没当场跳脚 怒喝道 明目张胆的欺骗 徐安 你是将满朝文武当傻子还耍吗 听到这话 很多人脸色都沉了下来 他们觉得徐安过分了 这种事完全可以事先告诉他们 现在害的他们 今晚在皇帝和皇后面前施了礼仪 张罕 你这老小子 怎么动不动就想扭曲话题呢 徐安目光扫了一眼全场 小和和地道 说实话 我不是针对谁 真的 我没有针对你们任何一个人的意思 我是针对你们所有人 皇后娘娘 我保定了 你们说她是灾星 那我就将她塑造成 能给大前带来无边负责的人 你们想要天下人厌弃她 那我就让天下人爱戴她 你们想要天下人杀她 那我就要天下人守护她 你们想要利用她 引起天下大乱 那我就要大前因为她是天下太平 徐安的声音铿锵有力 回荡全场 众人听着她的话 顿时愣住了 原来这就是徐安的目的 她将所有人叫过来 就是要告诉所有人一件事 不要拿灾星说事 有我在 你们别想成功 何等的狂妄 何等的猖狂 却又何等的霸气 皇后看着场中那嚣张的 不讲理的少年 眼底渐渐温柔下来 别说 这种被一个小孩子保护的感觉 感觉还是挺不错的 袁康帝心头也是 莫名的被触了一下 莫名的有点小烦躁 咬牙切齿的 徐霄那泼皮 真是生了个好种啊 皇后扭头逆着袁康帝 嘴角的笑容有些冷 怎么 你是嫌弃 我生的不是好种了 PS 今晚还有 第530一章 你这是什么逻辑啊 袁康帝立即坐直了身体 低声和皇后道 朕是夸徐安 可没有贬低栏和元朗的意思 皇后点点头 声音平静道 妾身这段时间身心疲惫 导致身体不适 王后一个月需要静养 袁康帝 说归说 怎么还一言不合 就威胁上了呢 朕是皇帝 朕不要面子吗 再说朕说的是事实啊 徐霄那莽夫 怎么就生出了个这么精致的孩子 皇后看了袁康帝一眼 道 你只记得他爹 你把他娘忘记了 袁康帝微微一正 道 也是 当年他母亲风华绝代 这孩子随他母亲 还没说完 袁康帝忽然感到一股良意扑面来 抬头看到 便看到皇后正笑盈盈地看着他 臣妾的身体 需要休养半年以上 袁康帝 朕又说错什么了吗 朕没说错啊 当年徐安的母亲 就是风华绝代丽丫群方 江湖朝堂都是他的传奇 当初他嫁给徐霄的时候 还引发了一场惊天大案呢 正当皇帝和皇后 两人争风吃醋时 因为徐安强势而霸道的宣誓 整个院子再次陷入寂静 连张罕都被徐安的话震住了 一时间不知道怎么反驳 这时 赵司站了起来 笑呵呵地看着徐安道 徐小公爷 你的初衷是好的 可是 若真有人对皇后娘娘不利 单凭你弄的这个把戏 恐怕说服不了天下人吧 当然 老夫还很想知道 徐小公爷的这小把戏 是怎么玩的 他笑容和煦 平易近人 但目光中却带着浓浓的细血 他故意提徐安的小把戏 就是想告诉他 小把戏就是小把戏 难登大雅之堂 听到赵司的话 赵司一党的官员 眼睛都亮了起来 他们都明白 赵司话中的钱藏意思 大钱天下各州县的官员 几乎都掌控在他们的手中 徐安想要单凭这个小把戏 就让天下人相信 皇后是能够给大钱带来福责的人 呵 那也得看他们同不同意 他们不同意 什么龙凤城祥 流传出去 那不过是个笑话罢了 很多人也都听出 赵司话中的细血和不屑 也都齐齐看向徐安 这家伙刚才狂妄至极 现在还能怎么反驳赵司 然而 徐安却没有丝毫的在意 他看了一眼赵司 道 行 既然你想知道 那少爷我便告诉你呗 其实吧 灾星降临这件事 我们早就知道了 早就知道了 赵司和赵春刚相视一眼 瞳孔陡然一缩 他们忽然想起了 徐安之前所说的话 最可悲的是 想要算计别人 但别人却知道 你一直想怎么算计别人 难道说 徐安和袁康帝 真的很久之前 就知道了灾星降临的事情 想到这些 两人几倍不由有些发凉 当然两人笃定 并未留下什么证据给袁康帝 就算知道了又如何 没有证据 袁康帝能拿他们怎么办 知道灾星降临后 我便开始筹划了眼前这一切 徐安盯着赵司 道 陛下和娘娘之所以沐浴神光 是因为松香粉的原因 至于火粪和金龙 实话告诉你们 那只不过是竹子编的模型而已 竹子编好模型 然后再在模型外面上 这样一来模型不仅轻 而且任性十足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想飞什么动作就飞什么动作 至于怎么让他们在天上飞 那就更简单了 你们不会不知道 四镜高手都有隔空欲物的本事吧 徐安一手插腰 一手大拇指猛的一抹鼻 满脸嘚瑟道 少爷我在公主宴时 找陛下调了整个京都的四镜高手 今晚龙凤城翔能飞得这么成功 这都得归功于他们 因为这是他们辛苦训练了半个多月的成果 众人 听完徐安的解释 众人当场就猛逼了 很多人更是瞪大双眼 看向徐安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一个怪物 这也能行 这特骂 你这是什么思维啊 正常人能有这样的思维吗 你召集一群四镜高手 就为了玩这么一个把戏 那是四镜高手 每一个都是牛轰轰响当当的人物啊 他们竟然会愿意陪你玩这样的把戏 最重要的是陛下 陛下竟然早知道 他 他竟然也跟着你一起胡闹 众人忽然感觉脑袋不太够用了 信息量太大 头疼 就连赵司赵纯刚也是目瞪口呆 满脸错愕 他们也没想到 徐安那么久之前就开始布局了 而且 布的还是一个这样的局 很快 两人又松了口气 很精彩 很缜密的计划和布局 可你这样的布局 有什么用 你说 皇后是能给天下带来福责的人 天下人就相信了 但我们说皇后是灾心 天下人肯定相信 因为京都起义了 我们还可以主导一场动乱 引起京都百姓和流民的战争 甚至 我们能让大前各处出现战争和叛乱 然后将所有事情的起因 都归咎给皇后 试问如此一来 天下还有谁 不相信她是灾心吗 泽泽 看你们的脸色 似乎觉得 少爷我在做无用功啊 徐安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 笑容戏谑道 那你们可就要失望了 少爷我准备可是很充足的 无限 继续给他们上菜 我来 盖威直接抢着出手 向着马车跑去 很快 他就抱着一个大纲走了过来 等盖威将大纲缓缓放在徐安的面前的时候 众人才看到大纲之中 正养着一颗绿油油的植被 这是什么 蔬菜吗 看上去也不像蔬菜 应该是一种花吧 你看开的白花挺漂亮的 这和徐安所设计的把戏 有什么关联吗 我怎么感觉 两者相差十万八千里啊 见到大纲中的植被 众人顿时意润纷纷 指指点点 就连袁康帝也有些错愕 这小兔崽子 这是又想要做什么 看徐小公爷的意思 这株植被 似乎和你的把戏有关 赵思眯着老眼 看着大纲中的植被笑了起来 那是自然不仅有关 而且关系大了 徐安咧嘴一笑 向着袁康帝拱手行礼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今晚龙凤城墙 天降祥瑞 降下一株对大前百利 无一害农作物 此物可让大前百姓 告别饥荒 告别饥饿 此言一出 全场死计 第五百三十二章 望陛下三思 整个四天间大院 瞬间一片死计 落真可闻 他们听到了什么 徐安竟然说 大纲中的植被 是一种新的农作物 而且 还能让大前告别饥荒 这怎么可能 天底下 怎么可能存在 这样的农作物 赵思和赵纯刚 待在当场 徐安的话 对两人来说 就像是晴天霹雳 批得他们险些 三魂升天六魂出窍 他们很清楚 徐安如果说的是 真的意味着什么 只要配合着 徐安之前的诡计 加上这种 能让大前告别饥荒的农作物 那么皇后 瞬间就会变成 给天下带来福泽的人 受到天下人所尊敬 徐安之前说 保皇后的豪言壮语 那就不是自娱自乐了 而是 真正的做到了 袁康帝和皇后 也是满脸震惊 呆坐在了位子上 只觉得脑海中 嗡嗡鸣响 听不到半点声音 能让大前告别 灾荒的农作物 这 这真的假的 要是真的 那对大前来说 简直比出台几百种 治国方略 还有用 因为你无论什么 治国方略 最基本的一条就是 保证百姓有饭吃 好 袁康帝当即大吼一声 再也无法保持从容冷静了 他猛地站了起来 连身后的椅子 都直接给带翻了 手指着徐安喝道 小兔崽子 你说的可是真的 敢拿这种事开玩笑 信不信真灭了你 袁康帝呼吸急促 眼睛通红 那样子 徐安要是敢说半句谎话 得被他当场给灭了 我擦 狗皇帝 你冷静点啊 咱们现在是盟友 有你这么恐吓盟友的吗 徐安心头直发虚 面上却一脸得意 义正词言道 陛下 小臣是那种 能拿这种事情开玩笑的人吗 此物名为土豆 一菜一粮 可母产五十蛋 最重要的是 他无视地狱 无论是汉帝 还是肥沃帝 他都能存活 哗啦 这话一出 整个院子瞬间炸了 什么 还能无视地狱 汉帝也能重活 真的假的 母产五十蛋 我的天 这是个什么概念 如果是真的 那就是祥瑞 天底下最大的祥瑞 众人议论纷纷 有人相信徐安 有人还在质疑 认为徐安 只是为了配合 之前的小把戏 弄出来的佐证的 无用之物罢了 先生 先生果然大财 举世难寻啊 国子健一众见生 也都傻了 难以置信地 看着自家夫子 这种天地奇物 都能找到 夫子果然非常任意 这不可能 这绝不可能 这个世界 不可能有这种东西的存在 不可能 赵斯和赵春刚 脸色大变 死死地盯着徐安 在心头怒吼 不愿意去相信和承认 一旦相信和承认 他们将会输得彻底 有意思 还真是准备周全啊 难怪敢和我 说出那样的话 一旁看戏的长孙冲 这时候 也有些坐不住了 徐安之前和他说 兵部尚书的位置不好坐 要是坐不了 就换个人 别把自己害了 他觉得 徐安这小家伙 不知道天高地厚 想要威胁他而已 现在看来 这小兔崽子 的确有点东西 至少他手中的植被 如果真如他所说的那般神奇 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如今他的声望 已经如日中天 再有这一桩大功劳 他还真有可能主宰京都 混账东西 计划里怎么没有这个 袁康帝虽然得到徐安的答案 但也被徐安给气到了 这时 恨不得将徐安屁股打成八半 这小兔崽子 竟然敢连朕都满 害得朕竟然当众师太 不打死 你难消朕心头之火 所以他的话 几乎是脱口而出的 话出口后 他才意识到不对劲 他不久前 才将自己摘得干干净净净 现在这话 不是证明他和徐安密谋 在同流合乌吗 见到众人的目光怪异看来 袁康帝咳嗽一声 连忙道 朕说的是 你怎么会有这东西 你又怎么确定 这东西能量产武士代 皇后也站了起来 这事情太大了 不容有半点措施 否则 徐安将万劫不复 他盯着徐安 一字一句道 徐安 这可不是小事 说清楚怎么回事 徐安拱了拱 道 陛下 这东西原本是海外巅国的公主 爱丽丝拉尔 送给小臣的 并且 他已经答应了小臣 可以带领大前船队西行 带回来更多的种子 如此一来 想必不用两三年 大前天下各州郡的百姓 便都能种上新土豆了 嗯 不对 徐安看向皇后 重重一礼道 刚才小臣说错了 此物乃是今晚龙凤城降 自己空中降落的祥瑞 众人 众人文言 顿时都无语了 这都说漏嘴了 新农作物是来自海外 你竟然还想强行夹到皇后的身上去 无耻啊 同时 这时众人大多已经相信了徐安的话 因为徐安要拿这种事说谎 那代价可就太大了 一旦反噬 不仅英明尽毁 还极有可能千人唾骂万人唾弃 后果太严重 徐安只要不傻 就不会在这时候弄虚作假 好好 好啊 袁康帝看着徐安 直接竖起大拇指道 哈哈 做得好 真不愧是我大前好男 这件事做得漂亮 正给你记大功 嗯 这是龙凤城降 天降的祥瑞 当然 这是传言 召告天下的时候还是走官方正途 他虽然很想打徐安一顿 但现在和打徐安一顿比起来 土豆的事情重要多了 至少土豆落在他的手中 能做的文章可就多了去 而且 让天下百姓吃饱饭 本来就是最重要的目标之一 现在 徐安给他带来了土豆 让他距离这个目标越来越近了 最后 他直接拍板 就徐安所说的 这是龙凤城降 空中降下的祥瑞 真假参半 有时候更容易让人接受 众人顿时都无语了 陛下 没想到你和徐安一样无耻啊 徐安却直接撇嘴 挤弓 又是空头支票 有种的 你直接给我几十万两来花花啊 陛下 不可 赵司却站出来反驳袁康帝 道 陛下 此物目前只是徐安自演自说 没有半点证据能证明他说的是事实 若是提前宣扬出去 万一事实并非徐安所言 这岂不是打大前朝廷的脸吗 望陛下三思 第533章 震人你们很久了 赵司怎么可能甘心自己辛苦传的局 就这样因为徐安三言两语 而宣告破产 元康帝和徐安很无耻 竟然将这外海弄来的农作物 当成皇后发现的祥瑞昭告天下 肯定会引起天下震动 再加上龙凤城祥这么的操作 虽然京都百姓和他们都知道是假的 是徐安搞的妖娥子 但天下人不知道 龙凤城祥配上能让大前告别饥荒的农作物 简直就是绝配 天下百姓肯定会将皇后当成神仙供起来 灾星 他们在用这个理由攻劫皇后 百姓暂且不说 那些饱毒诗书的读书人 能将他们给喷死 更别说徐安已经证实 那所谓的灾星 不过是一颗有正常运行轨迹的流星罢了 所以 赵司彻底坐不住了 直接跳了出来阻止 不让元康帝将这件事招告天下 而现在他能抓住并且能进行反驳的点 就是土豆的收成 徐安说了 能无产五十蛋 谁能证明 既然不能证明 那他们就能拿来做文章 没错 陛下 这一切都是徐安的说辞罢了 陛下不可全信 陛下 若是收成没有五十蛋 那大前朝廷将失信于天下人 陛下 陈复义 赵司役党的官员 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连忙站了出来附和 都让皇帝收回成命 要是真招告天下了 会对他们很不利 陛下 老臣也觉得此事 暂不适合招告天下 赵春刚也站了出来 拱手道 若是徐安说的有所虚言 到时候不仅帮不了娘娘 反而会陷娘娘于不仁不义之中 而且 这是事关江山社稷 事关大前安危稳定的大事 陛下务必三思 徐安看着这一幕 嘴角的笑容更冷了 瞧瞧 一个个多正义凛然 各个先天下之幽而幽 说得老子 才是祸国殃民的那个人 马德 这简直不能忍 你们是真逼着我 使出杀手锏啊 行 那就成全你们 老子唆哈了 袁康帝看着一个个正义凛然的大臣 杀意也在眼中凝聚 如果不是有些话 不好从他嘴中说出 他这时已经忍不住 将这群老贼的脸 暗成一排在地上摩擦了 陛下 臣妾也觉得 众臣所请甚为合理 皇后怕袁康帝忍不住 拉了拉他的衣袖 示意他冷静 然而 袁康帝看到皇后嘴角的笑容 心头的怒火烧得更盛了 他是谁 大前的帝王 现在这么多奸宁小人 如此算计他的女人 而他却只能忍着 只因为时机未到 还没有到他出手的时候 袁康帝忍着怒火 看向徐安道 徐安 你听到了 他们不同意 你怎么说 徐安看向赵斯 又逆了一眼赵传刚 笑道 陛下 小臣觉得他们说的很有道理 那这个大招不行 小臣再给你换个大招就可以了 说完 徐安向着院中退去 众人看着他嘴角的笑容 顿时面面相去 知道他又要搞事情了 赵斯和赵传刚 瞳孔更是微缩 换个大招 你还有比新农作物 还要大的大招 这怎么可能 在他们疑惑间 徐安已经退到了大院正中央 冲着皇后一礼道 陛下 娘娘 今晚京都夜空京县龙凤城祥 乃是天大的吉兆 预示着 我大招必将从此富强昌盛 托陛下 娘娘的红福 小臣刚刚接到研究院的消息 徐清风对疫病的研究 已经取得了成功 研究院成功研发了牛豆疫苗 只要我大招百姓全部接种之后 从此将不再惧怕感染瘟疫 同时 研究院已经研究出了治疗疫病的药物 只要治疗三五天就能痊愈 对我大招来说 疫病已经不是不治之症 此乃天佑 我大招也 众人 徐安自导自演 在院中滔滔不绝 但每一个字 却像是一道道惊雷 轰隆隆地砸在众人的脑袋上 直接将众人砸得实化在当场 他们听到了什么 徐安说 疫病不是不治之症了 大招能治疗疫病了 并且 疫病还可以预防了 那可是困扰了几千年的千古难题 竟然就这么 被徐安破解了 这 这真的假的 赵斯和赵纯刚也待在当场 唯独老眼死死地盯着徐安 嘴角哆嗦着 两人只觉得浑身的血液 都在这时候冰凉下来 从头梁到脚 之前 徐安告诉他们 京都疫病已经得到了控制 京都已经不在他们的掌控之中了 两人觉得 徐安是在扯淡 故意想要恶心他们而已 没想到 徐安现在竟然说 大担能治愈瘟疫和预防瘟疫了 他徐安 破了这千古难题 这怎么可能 那可是瘟疫 令整个九州天下 都胆寒的瘟疫啊 怎么到了徐家小贼的手中 简直跟娃似的 袁康帝看着众人的表情 又扫了一眼赵斯和赵纯刚 目光像是在看两个小丑 哼 两个老匹夫 真以为朕抓不住你们的把柄 你们就能飘上天了 知不知道拴你们的绳 早记在了朕的手上了 跳 你们跳得越欢 朕就让你们摔得越惨 袁康帝看向徐安 洋装震惊道 哦 徐安 此事可是真的 我大前真的已经可以治愈一病了 他的声音带着重重的尾音 和之前知道徐安弄来 能让大前告别灾荒的农作物相比 此事的袁康帝表现得很正常 但就是因为很正常 众人都知道不正常了 几乎瞬间 所有人都确定了一个答案 徐安说的是真的 大前真的已经攻克了瘟疫这个难题 而且这件事 陛下是知道的 所以他表现得才这么风轻云淡 果然 这一切都是陛下和徐安一起设的局 哈哈 天佑我大前 天佑我大前啊 徐安还没说话 孔明真已经扑通一声 跪在地上当场老泪纵横 老陈孔明真 为陛下和 他是宝皇派的代表 自然知道 大前攻破瘟疫这个难题意味着什么 且不说大前百姓 不用再对瘟疫担惊受怕 就连大前的地位 也会在整个九州天下诸多王朝中 水涨船高 大前 必将闻名于九州大陆 臣等为陛下和 臣等为陛下和 中立派 宝皇派 几乎瞬间跪了下来 向皇帝祝贺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赵司却直接跳了起来 声音尖锐 这要是真的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他赵司和赵纯刚勾结数年 花了数年时间不得一个局 就被徐安明目张胆 轻轻松松的这么给破了 他岂会甘心 就这样败了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落在赵司的身上 就连袁康帝这时 脸色也冰冷下来老贼 你还没完美了是吧 他目光冷冷扫了一眼赵司 又冰冷地扫了一眼赵司一派的官员 咧嘴笑了起来 郑跟你们说 郑 忍你们很久了 PS 先来一张剩下的晚上 第534章 有事 打完再说 徐安抬头看去 见到袁康帝已经站起身 走上前来 他脸色平静 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容 只是此时他的笑容 却没有半点温度 充满寒意 徐安顿时就明白了 狗皇帝的耐心已经到了极限 作为一个男人 自己的女人就是逆龄 现在这些人想方设法的 想要弄死他老婆 是个男人都不能忍 忍到现在 已经还是皇后压制的原因了 不然 早在赵春刚说不知道灾心降临的时候 以后皇帝的脾气 估计早就先桌子了 好吧 既然狗皇帝出手了 那这高光时刻 嗯 还是交给他吧 徐安抱着双手 默默地退到了一边 而赵司 赵司一挡的人 听到皇帝这话 皆是脸色大变 但袁康帝根本就不给他们说话的机会 道 你们是想死呢 还是想死呢 看不出来吗 朕让徐安今日讲课 搬出各种证据 来辩驳灾心这种说法 都是为了合理合法 保护我大前皇后 从观月到月坑的行程 从地球是圆的到万有引力 从万有引力到心体研究 朕看到的是 徐安在拼命寻求真理 为皇后变白 而你们呢 皇帝的手指着赵司一挡 杀意凛然道 而你们 自始至终都在拼命作对 能让大前脱离灾荒的农作物 能母产收成武士丹的农作物 有点脑子的人 都知道这不可能是假的 徐安就算在魂 欺君网上这种事情 他敢做吗 可你们明知道 这不可能是假的 你们还是否决了 现在 你们连阵亲自抓的研究院 竟然也敢否决 后面的话 袁康帝的声音 已经充满了侵略性 杀气腾腾 赵司 以及赵司一挡的官员 吓得全部跪在了地上 臣等不敢 陛下恕罪 呵 你们的确不敢 袁康帝目光扫过全场 目光侵灭道 想要知道是不是真的 很简单 明日去城外的瘟疫隔离区看看 就知道了 但你们 有这个胆吗 众人顿时被袁康帝 吓得浑身一哆嗦 那可是瘟疫 虽说徐安说了 已经有了药物根治 但他们心里没底 要是去了沾染上了 治疗不了怎么办 当即所有人拉拢着脑袋 瑟瑟发抖 不敢回话 怕被袁康帝 直接丢到疫病区体验 那他们还不得被吓死 袁康帝的目光 落在赵司身上 冷声道 丞相 你想试试吗 瘟疫 赵司心头也发出 他能利用瘟疫 让无数人死于非命 但其中并不包括他 他是直骑者 命岂能等同于那些蝼蚁 因此赵司心头虽然不甘 这时候也不敢和皇帝降 以袁康帝的德性 他敢以身作则 亲自带领文武百官 去疫病区慰问 败了可以重来 但命只有一条 命丢了 可就什么都没有了 赵司重重一拱手 脑袋几乎贴在了地上 臣 知罪 赵纯刚也吓得直接跪了下来 拱手道 臣 也知罪 知罪 朕看你们的眼里 就没有罪这个字 袁康帝逆着全场 道 朕的皇后端庄贤淑 母仪天下 谁敢私自造谣 攻劫他 朕必定诸水九族 你们当中某些人 想要借灾心 搅动天下风云 让天下人来杀他 那朕便与天下人为敌又如何 现在 你们都给朕听清楚了吗 群臣下的脸色煞白 齐声道 臣等不敢 他们怎么敢 袁康帝这话 相当于是直接宣战了 就算他们不怕袁康帝 但这是公开场合 自古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 他们要不想造反 这个时候 就只能乖乖俯首称臣 好了 陛下 别吓着他们 皇后笑着站了起来 拉了拉 袁康帝的手臂 冲着群臣道 行了 你们都起来吧 事情没有那么严重 陛下也只是和你们 打个预防而已 众人都跪在地上 哪里赶起来 甚至听到皇后的话 脸皮都不由直抽抽 没那么严重 你看陛下要吃人的样子 这叫没那么严重 袁康帝也懒得处置群臣 他看向徐安道 徐安 可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 徐安 徐安无语 这最后的高光少爷 我都让给你了 你说我还有啥要补充的吗 领导都下了指示 下面负责执行就行了 质疑领导的 一般都没啥好下场 徐安脑袋 摇得像个波浪鼓 小臣没有补充的了 陛下圣明 袁康帝微微点头 看向孙雕四道 孙雕四 传指中枢拟指 将此消息昭告天下 如此好消息 理应与天同庆 老奴遵旨 孙雕四挥了挥手 远处早已等待在门前的数十骑 便直接冲出了四天剑大门 喜报 喜报 因京都祥瑞 皇后娘娘发现了一种新的农作物 母产五十蛋 可让大前三年内 从此告别灾荒 喜报 喜报 由皇后娘娘亲自把关 研究院徐清风院长 已经研究出针对瘟疫的药物 从此之后 瘟疫可治愈 瘟疫可预防 通报 陛下有指 明日京都百姓携带户籍证明 前往所在官府 接种牛豆疫苗 接种疫苗后 从此不再惧怕瘟疫 一声声高鹤声 也在空气中传开 群臣听了 顿时都目瞪口呆 这准备的也太充分了吧 这些骑士 等待的就是这一刻吧 赵斯和赵春刚相视一眼 两人都目自欲裂 看向徐安的目光 都恨不得将他凌迟处死 碎尸万段 说了 他们辛苦布局了几年的大局 竟然就这样被徐安当着他们的面 明明张胆地用诡计破解了 如果京都乱了 他们还有机会 还能掌控绝对的主动权 但现在 袁康帝控制住了京都的瘟疫 那就是控制住了局面 他们还能让京都怎么乱起来 瘟疫没法用了 唯一可以达成瘟疫的效果的 只有南疆圣女 可是 他被徐安一顿饭给忽悠走了 可恶 我不甘心啊 赵斯 赵春刚 几乎不约而同 再心头怒吼 好了 朕宣布今晚徐安授课圆满成功 都散了吧 袁康帝随意挥了挥手 带着皇后转身离开 滚过来 徐安 老子猜不过去 傻逼猜过去 过去肯定挨打 他正想找个借口开溜 结果已经被孙雕四拎着 丢进了皇帝的马车中 陛下 我有一计 想不想玩得再大一点 被丢进马车 徐安为了活命 下意识说道 袁康帝直接一把 将他按在地板上 咬牙切齿道 有事 打完再说 然后 群臣便听到徐安的惨叫声 在夜空中慢慢远去 第535章 这可是有前车之箭的 京都 刚刚看过龙凤城乡的京都百姓 此时还有些意犹未尽 此时 街头巷尾都有百姓 三三两两的聚在一起讨论 各个面带红光 满脸激动 喜报 喜报 因京都祥瑞 皇后娘娘发现了一种新的农作物 母产五十蛋 可让大前三年内 从此告别灾荒 喜报 喜报 由皇后娘娘亲自把关 研究院徐清风院长 已经研究出针对瘟疫的药物 从此之后 瘟疫可治愈 瘟疫可预防 通报 陛下有指 明日京都百姓携带户籍证明 前往所在官府 接种牛豆疫苗 接种疫苗后 从此不再惧怕瘟疫 就在这时 街上有传信的骑兵通过 声音在夜空中回荡 骑兵所过之处 原本正沉浸在喜悦中京都百姓 全部陷入了呆滞之中 看着骑兵远去的方向 一个个渐渐瞪大了双眼 嘴巴也都在渐渐张大 满脸的震撼很难以置信 谁 谁掐我一下 看我是不是在做梦 片刻 这是真的 他话还没说完 已经被人粗暴打断 哈哈 老子就说许小公爷 能够找到根治瘟疫的方法吧 听到没 这才多久 咱们许小公爷你就有好消息传来了 这话就像是个炸雷 瞬间点燃全场 许小公爷太厉害了 简直就是我们的福星 还有娘娘 皇后娘娘真是负责天下 发现了能让大前告别灾荒的农作物 老天 这是天大的大事啊 农作物再好 那也得有命中 还等什么 赶紧回家取户籍 去县衙排去 没听传信的兵说吗 陛下有指 让我们拿着户籍证明去县衙 接种那什么疫苗 以后就再也不怕感染瘟疫了 听到这话 原本闹得热火朝天的京都百姓 顿时已尽 随即 几乎所有人齐齐转身往家里跑 不久之后 便拖家带口地出了家门 都往县衙排队去了 今夜 京都注定无眠 注定无眠的 还有京都豪族 此时 之前嚣张插腰大笑 认为徐安必死无疑的王大宝 已经吓得双腿直打战 连路都走不稳了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都这样子了 他为什么还能反败为胜 王大宝跌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赵斯 赵大丞相 我这么相信你 你怎么能这么无能呢 说我们无能 天时地利你都占了 你还不是输了 你不仅输给了徐安 你还输了我们的心啊 王大宝抬头看着天空 绞节圆月依旧挂在空中 但他却觉得一阵天旋地转 仿佛整片天空都陷入了黑暗 要变天了 要变天了 司徒家 司徒南同样看着天空中的圆月 只是比起王大宝 他的脸色平静得多 真没想到 你还真有三头六臂 竟然能想到这样的方法破局 龙凤丞祥 告别灾荒的农作物 治愈瘟疫和预防瘟疫的药物 环环相扣 赵斯和赵纯刚 恐怕当场都被打猛了吧 司徒南微微眯起双眼 眼底的情绪隐晦不明 当初知道徐安强势回归 他也曾戏谑过 说他徐安亦高人胆大 赶回来找死 现在看来 恐怕他早就知道了 赵斯投温的事了 他回京都 是为了帮袁康帝稳住局面 他来 京都豪族也该为自己的后路 做做准备了 司徒南轻叹一声 转身进了屋里 而此时 前来司天剑听客的大小官员 已经走得差不多了 仅有赵斯 杜如画 赵纯丰 以及张罕 还站在司天剑的院中 碰 赵斯一脚将身侧的凳子踹飞出去 素来以儒雅万事不惊的他 再一次被徐安整得跳脚了 败了 整整布局了五年 就这样败了 赵斯双手紧钻成拳 骨头嘎嘣作响 徐安 徐安 又是徐安 老夫要杀了他 老夫要将他碎尸万段 赵纯刚脸色铁青 看着赵斯的目光 有些阴异 早给你们说过了 不要再说这种话 看 现在又输了吧 当然 他此时和赵斯一样 也是压制不住杀意 恨不得直接弄死徐安 只是没有太表现出来而已 他是奸政 神仙一般的人物 不能惊慌乱了分寸 雍州丢了 天门山丢了 相当于我们的后路 被徐安断了大半 杜如画靠着院中的大树 声音平静 波澜不惊 他是想要娶赵斯而代之的男人 现在比赵斯冷静多了 看着赵斯道 丞相 要是京都再丢了 那我们的后路 可就彻底断了 所以 京都绝不能落在陛下手中 否则 我们的日子 可就难过了赵春风和张汉都点了点头 认同了杜如画的说法 今晚徐安搞了一出龙凤城墙 肯定让皇帝和皇后的声望 在京都如日中天 要是元康帝城市将京都凝成一股绳 那后果肯定不堪设想 他做梦 赵斯一挥手 脸色争鸣道 真以为老夫没牌了是吧 真以为老夫没有手段了是吧 老夫想要京都乱 京都就得乱 他不是想要我反吗 那我 便反给他看 文言 杜如画眉头不由皱了起来 道 现在走这一步棋 太险了 他知道 赵斯在京都藏有一支过两万人的军队 这支军队 原本是打算趁灾星降临 和耶律云英里应外合 控制大前京都的 结果这才一个月不到 负责侧应的鬼违军被徐安图了 耶律云英直接逃回了北敌 强有力的外援 就这样被他们坑死了 现在 实际味道 动用那藏在流民中的两万兵马 杜如画想到就有些心惊肉跳 预感不太好 总感觉要出事啊 主要是 现在他们都被徐安整出后一阵了 这家伙根本就不按常理出招 东一狼头西一棒子 不到最后 你根本就不知道他到底想要干嘛 丞相 兵马进城 你确定没事吗 杜如画看着赵斯 道 这两万兵马 进城是我们的底牌之一 万一 我是说万一 万一又被徐安忽悠走了呢 可是有前车之剑的 比如吴邪 比如南江圣女吃雨 这些 可都是写的教训啊 第536章 出一口窝囊气 赵斯文言 饶氏现在怒不可遏 嘴角也是猛地抽了抽 这简直就是黑历史啊 想他赵斯在尹门的相助下 纵横大前官场数十年 无论何种对手在他手中 都只有死路一条 但现在 他以前引以为傲的算计 竟然到了徐安面前都失灵了 就拿南江圣女来说 为了哄骗他 为了拿到南江药人数 他花费了多少代价多少时间 结果十年的付出 还比不过徐安一顿饭 这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不会 这只人马 我藏得很隐秘 而且忠心耿耿 不会有问题 赵斯看着赵纯刚几人 道 现在 不得不起用长村冲浪 如今城外闹役 驻扎在城外的守备部队 都在控制和隔离城外村庄 京都目前的守备 只有巡防营 只要不进攻皇宫 负责守备皇宫的禁军和御林军 在不明敌情的情况下 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加上现在陛下下旨 让京都百姓到辖区衙门 打那什么疫苗 数十万人不可能一两天就能打完的 所以只要这两万大军 能够进入京都 依旧可以杀的京都血流成河 甚至可以直杀徐家 斩徐安狗头 赵斯咬牙切齿地 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 他是真的被气坏了 现在睁眼闭眼 脑海中全是徐安 这小贼不死他 寝食难安 赵纯刚和杜如画相识一眼 随即都不约而同地点头 赞成了赵斯的计划 赵纯刚脸色冰冷 道 既然现在灾星降临大计不能用了 那就趁陛下不备 杀得京都血流成河 引起大乱吧 现在 天下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焦在京都 京都不乱 那些藩王和反贼 也都不敢明目张胆地反 杜如画双眼微眯 嘴角的笑容 带着浓浓的残忍 正好 徐安不是弄了个龙凤城祥吗 那我们就给他弄个血涂万脸 我看到时候 他还怎么给京都百姓解释 赵斯呼吸一致 什么意思 你是想说 两万人还杀不了徐安吗 他猛地扭头看向杜如画 眼神极为甚人 死人 还需要解释吗 杜如画 他急了 他真急了 反应这么大 看来徐安给这老家伙造成的后遗症 还真不是一般的大 丞相说的是 是我说错话了 杜如画连忙拱手 笑着认错 袁康帝的车念中 袁康帝坐在徐安的身侧 而徐安正在他的耳边 低声和他商议计划 听完徐安的介绍 袁康帝老眼盯着上下打量着徐安 道 小子 你可要想清楚了 你这计划很不错 朕也很心动 可是 你玩得太大了 你知道 这要是玩脱了 后果有多严重吗 你要是玩脱了 之前你所做的所有努力 都会复之一句 徐安看着袁康帝 心说 我还不知道你什么尿性吗 今日之城 就是你心心念念的 你会允许他 就此破碎吗 他笑着拱手道 小陈确定 称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这一票干下来 咱们研究院和五颜院 至少一两年内 不会再为资金发愁 现在的五颜院和研究院 花的钱可都是你的小金库 当然 你的小金库 现在估计已经空了 袁康帝笑容微僵 他的小金库 的确空了 徐安雍州一战 直接打了他二十万两 五颜院 研究院又是两头吞金兽 研究院还好 五颜院每天要吞掉的银子过万两 他那存了几年的小金库 哪里经得住这么消耗 所以啊 陛下 咱们这是君子爱 才取之有道 见到徐安冲着自己几眉弄眼 袁康帝直接一巴掌就拍了回去 你那是抢 你管这叫君子爱 才取之有道 袁康帝美好气地道 但沉映一下 他又极为心动 看着徐安道 这是不会暴露吧 暴露了说好了 你自己背啊 别想着 朕会给你擦屁股 徐安点点头 道 没事 有你儿子呗 袁康帝一正 大怒 朕打死你 拼铃胖郎 又将徐安揍了一顿 袁康得将徐安拎了起来 道 现在可以说了 你故意激怒朕 收拾你一顿 总还有话要说吧 徐安立即竖起大拇指 道 陛下英明 我是想说 咱们大前的碎发枪 子弹 可以适当性地往外卖了 譬如 碎发枪一代 二代 都可以卖给东鱼 南雀 因为 咱们现在已经研究出了碎发枪三代 射速更快 换单更快 准头更准 前两代已经淘汰了 所以 不如拿他们 换点小钱钱 不得不说 战场是个武器狂徒 碎发枪在他手中 不用他的指导 竟然已经自行创新出了碎发枪三代 正品现在还是绝命 但想必不久之后 就能正式装备到新军中 那前两代的碎发枪 可就淘汰了 虽说可以装备到边军中 但徐安觉得 性价比太低 大前四个边境的军队 足有上百万 要上百万军队 都装备上碎发枪 显然不可能 最重要的是 不能保证这些军队的忠诚 姑息养奸这种事 是打死不能干的 不如加强大前的边境防御 然后将淘汰的碎发枪 卖给其他国家 或者是他们的野心家 然后换取大量的银子 回来导发展 袁康帝听着徐安喋喋不休 整个人都有些猛 他盯着徐安道 啥意思 朕怎么觉得 你似乎比朕还缺钱 那不废话吗 新军还要组建水师 空军 不花钱啊 徐安美好气道 最重要的是 咱们说了 要出海找土豆 没有一批能在海面上 横行霸道的船 少爷 我能让我的兵出海吗 啪 徐安脑门直接挨了一个脑瓜崩 袁康帝笑呵呵地盯着他道 小兔崽子 你是不是搞错了什么 新军是你的 但你是我的 所以都是我的 要缺钱 也是我缺钱 嗯 不对 你似乎很执着于出海 徐安双手枕着头 靠着车窗 爱丽丝拉尔说了 如今的西方 正处于第一次工业革命期间 也就是他们工业革命完成之后 各方面都会得到 突飞冷静的发展 到时我们将会遭受 呃 总之 他们的崛起 将对我们极为不利 所以啊 小陈想用大炮 主动轰开他们的国门 出一口藏在心里面的窝囊器 第537章 未来孩子房间 袁康帝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发猛 他盯着徐安道 出一口心里面的窝囊器 什么意思 哎 你不懂 徐安摇了摇头 曾经来自海上的敌人 就炮轰开了他的国门 如强盗一般 脚踩着他所在的国家和人民 肆意抢掠瓜分 如今那些被强盗抢劫的文物 那些曾见证过家国屈辱的文物 还被堂而皇之 摆放在他们所谓的博物馆内 那是所有国人的耻辱 如今生于异界 他绝不允许那种事情再发生 他要打过去 脚踩小日子 拳揍西方国 所以 一批好船对于徐安来说 极为的迫切和重要 混账东西 和谁说话呢 给朕滚下去 袁康帝直接一脚 将徐安踹下了马车 再和这混账小子待下去 他真的手痒 忍不住要揍死他 屁大典的东西 学什么大人的满脸愁 陛下 你这段时期 火气有点重 要多喝热水 徐安跳下马车 还不忘冲着 袁康帝的马车摇手 你好好的考虑一下 这个大招虽然风险大 但是收益高想好了 你老派人告诉我 马车中的袁康帝听到这话 气得差点将车顶给掀开了 混账东西 众目睽睽之下说这种事 你还真不怕死啊 就连坐在马车外的 孙雕四 嘴角也都在抽搐 徐小公爷 请停下你做死的节奏吧 陛下收拾你 那是舍不得别人动手 你再跳 真将奉典中的娘娘给惊动了 那可就是慎行司来伺候你了 大哥 这不像你啊 你今天好像一直在故意激怒皇帝 戴薇的声音从身后传来 徐安回头看去 便看到无邪抱着剑 戴薇扛着刀 正向着他这边走过来 没办法 在提一些要求的时候 得做好挨打的准备 徐安舒展了一下揽腰 道 等新军回京 这一次能编一个军 吴邪看向徐安 道 皇帝答应了 徐安点点头 道 应该问题不大 他担心的是装备和积养的问题 而这个问题 我刚才已经帮他解决了 走吧 飞回家 嗖嗖 然后 吴邪和盖威直接没影了 徐安看着这一幕 当场就猛逼了 直接破口大骂 我草 你们大爷的 还能不能要点脸了 我是要你们带老子飞回家 不是让你们飞回家 会轻功很了不起啊 会轻功很牛逼吗 两课钟后 徐安在吴邪和盖威的带领下 回到了徐家 刚到徐家所在的街道 徐安便看到了一道熟悉的窈窕倩影 正站在徐家大门外 正是萧兰 他穿着白裙 此时白裙正随着晚风烈烈而动 使得他在月光下 宛若仙子凌晨 美得一塌糊涂 放我下去 放我下去 见到萧兰 徐安立即激动说道 此时他正在半空 被吴邪和盖威用轻功裹挟着前进 然后 他真的下去了 吴邪和盖威几乎同一时间松了手 徐安直接从半空中砸了下去 萧兰见到这一幕 翘脸皱沉 说了别玩他 别玩他 你们还玩事吧 盖威见到他的脸色 吓得浑身一哆嗦 搜的一下 直接掠近徐安 拖着他落在了地上 立即说道 公主殿下 这不关我的事啊 是这家伙见到你太激动了 主动挣脱的 他现在对徐安身边的女人 充满忌惮 萧兰当初给他的唐丸 现在要性还没有全解呢 他现在见到酒 还得吐 要是再来一次 估计这辈子就和酒无缘了 行走江湖 岂能没酒没肉 没酒没肉的江湖 就不是江湖 去去去 别而待着去 徐安直接将盖威推到了一边 不知道留出独立空间 来让我和老婆独处吗 你当的啥店灯泡 大老婆三更半夜的过来 说不定今晚哄一哄 他就不回去了 将他哄进了国公府 说不定再哄哄 就能睡同一间房了 进了同一间房间 说不定再哄哄 就能进未来儿子的房间了 大老 公主殿下 你怎么这大晚上过来了 徐安笑笑着走上前 抬手去牵萧兰的手 走吧 有事咱们进去说 晚上风凉 着凉了可不好 结果手刚碰到萧兰的手腕 萧兰反手向外一凝 直接将徐安的手拧到了后背上 轻点 轻点 疼疼疼 徐安疼得呲牙咧嘴 半点不敢动 家暴家暴 你这是家暴 放手 快放手 萧兰拧着他的手 轻哼一声道 放手 徐安 本宫是真给你脸了是吧 是什么给你造成了错觉 可以对本宫动手动脚了 徐安侧头看着萧兰 满脸忧怨道 咱们在雍州军营发生的事情 你能忘 我确实忘不了 听到这话 吴邪和盖威几乎不约而同 从屋顶探出脑袋 而萧兰的丫鬟 已经惊得下巴都快掉在了地上 天哪 在雍州徐晓公也到底对公主做了什么 不行 这是得禀报娘娘 这是太大了 公主还没出阁啊 萧兰听到这话 翘脸也是一红 气得咬牙切齿 混账 你说什么呢 不就是被你牵了一下手吗 说得本宫好像和你发生了什么一样 雍州军营 你还有脸提雍州军营 萧兰手微微用力 徐安直接疼得鬼哭狼嚎 她冷声说道 在雍州军营 本宫为了照顾你这主帅的面子 所以没有反抗 怎么回到京都 你还想得寸进尺 轰隆隆 几个婢女直接被这话给震到了 目瞪口呆 为了照顾主帅的面子 所以没有反抗 没有反抗 公主 公主真被徐晓公也给 天啊 要出大事了 得赶紧禀报娘娘 什么叫得寸进尺 我这是争取我这个未婚妇的权利 徐安呲牙咧嘴 报 行了 行了 我错了 说吧 你这么晚过来 到底怎么了 萧兰呼吸微微一致 对啊 我这么晚 为什么过来 我当时似乎有点想要见到这混账东西 然后就鬼使神差的过来了 但这种事 他能承认吗 萧兰迅速整理情绪 松开了徐安道 我过来是要告诉你 萧元朗那边进展很顺利 你想做的事 可以做了 第538章 吴贤 你有故事啊 徐安听到这话 诧异的看向萧兰 你这大半夜三更 跑这一趟 就是为了对我说这个 这很重要 你不是说 他那边要有进展 其实通知你吗 萧兰翘翘脸冰冷 美眸淡淡地看着徐安 但他藏在衣袖中的手 却下意识地钻成了拳 心也快速跳动着 但他隐藏得极好 没有让徐安发现 我是说过这话没错 这是 是得好好的计划计划 徐安做了个请的手势 道 走吧 咱们去书房 好好的合计合计 我仔细和你说说 萧兰已经很了解徐安了 这家伙表现越正常的时候 事情就越不正常 徐安这时候 邀请他谈事情 肯定没安好心 让他有些无语的是 自己竟然对这家伙 没有多大的反感 要是以前 这家伙估计早就在 进食房的床上躺着 准备当小太监了 哼 徐小公爷还是先慢慢想 想好了再告诉本宫怎么做吧 这种发现 让萧兰莫名地有些烦躁 冷冷地扫了徐安一眼 转身向着马车走去 哎 公主殿下 你别误会 我真的只是和你聊聊计划 喂 萧兰 你思想别那么不健康 别用你那思想来一次少爷我 少爷我是个很纯洁的人 徐安一看 当场就急了 梦想很丰满 现实这么骨感的吗 这大老婆都还没有哄上床 结果就已经先腰蛇了 大老婆作为大前第一美女 兼财女 眼界摆在那里 想要骗她 果然没那么容易啊 萧兰儿脚下一个猎切 咬着薄唇 险些忍不住转身回去 将这混账按在地上踩一遍 你纯洁 你思想健康 你自己说 邀请我进将军府 谈事情的时候 那眼睛都绿成什么样子了 还有脸和本宫说 是本宫思想不健康 徐安 你给我滚 萧兰儿冷哼一声 静止上了马车 心里忽然想见这家伙 才跑过来的 结果跑来受一肚子气 而跟在萧兰儿身边的两个婢女 此时正跟在马车的身后 正三步一回头地盯着徐安 那眼神有悲愤 有激动 有不满 几乎什么情感都有 这让徐安有些莫名其妙 两位小美女 这是啥意思 我这也和你们不熟啊 怎么感觉像是少爷 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们的事情一样 这种感觉 让徐安莫名的有些心虚 总觉得像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 大哥 这种事 你还需要耍小心思吗 直接霸王硬上弓不就行了 盖威和无邪从屋顶跳了下来 看着萧兰儿远去的马车 盖威撞了撞徐安的肩膀 记住了 根据兄弟我这些年总结下来的一条铁律 那就是 女人的话 要反过来听 女人说不要 那就是要 女人说要 那也是要 话没说完呢 她只感觉后背心一沉 整个人瞬间就飞了出去 人在半空 她便看到 出手的是个站在徐安身侧 穿着一身轻衣 身材高挑漂亮又孤傲的女人 盖徐当即认了出来 这个女人就是徐家大小姐 徐清风 那个冠绝榜上排名第三的女人 连白小生都惊叹得练武奇才 可惜她不喜欢练功 天天喜欢研究各种乱七八糟的东西 所以武功 马马虎虎的练到了逍遥天境而已 马马虎虎 想到这评价 盖威就彻底没脾气了 她这辛苦练了二十年 才进入逍遥天境 结果人家马马虎虎的练 竟然也是逍遥天境 还真是应了那句老话 人比人得死 嗯 姐 老姐 原来你回来了 徐安看着站在身侧的徐清风 身体也是陡然僵硬 心虚的不行 看来没哄到大老婆 不是没道理 老姐和大老婆天生不对付 这要是真被自己哄进了徐家 那今晚夫里所有人 估计走路都得夹着尾巴了 徐安 你很厉害啊 刚回京都 整个京都都被你 闹得天翻地覆 不愧是徐晓公爷啊 徐清风手落在徐安的肩膀上 他没有使多少力 徐安却只觉得 整条臂膀都快要碎了 那种疼痛感 简直轻入骨髓 徐安整个人 几乎都缩成了一团 姐 老姐 疼 轻一点 轻一点 错了 我错了 真错了 徐安简直泪流满面 刚被削篮给收拾一顿 现在还得被老姐收拾 我命咋就这么苦呢 但心里 却流淌过一股暖流 她又不是傻子 心里跟明镜似的 无论是从研究院赶回来的徐清风 还是从公主府跑过来的肖篮 其实都是因为关心她 天底下能让老姐离开实验室 放弃她钟爱的研究的 估计就只有她和徐清雨了 至于徐霄 那老小子太牛逼了 连白小生都不知道 他有多牛逼 估计很少有人能动得了他 错 怎么会错 你徐大少爷 现在可是整个京都的大英雄 谁敢说你错了 徐清风一巴掌 甩在徐安的后脑勺 没好气道 你是蠢还是傻 你知不知道但凡有点差池 丢了小命的 可是你自己 话落 他美眸冷冷腻着 刚从地上爬起来的盖威 以及早已躲得远远的吴邪 还有你们 再敢带坏他 我饶不了你们 盖威和吴邪听到这话 顿时就无语了 我们将他带坏 你这话是不是说反了 你这弟弟早就腌坏了 还需要我们带吗 他带坏我们还差不多 你们俩什么表情 有意见 徐清风淡漠的目光盯着两人 盖威脑袋立即摇成波浪鼓 报 没有 一点都没有 他忽然觉得徐安身边的这群女人 比江湖中那些恶人可怕多了 无论是萧兰 还是徐清风 亦或者南江圣女吃雨 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 吴邪没有说话 却已经如临大敌 手都下意识地落在了剑柄上 当然 现在他打不过徐清风 这段时间 要不是徐安的研究吸引了他 估计他早就被大邪拔快了 跟我进来 我有事和你说 徐清风拧着徐安的耳朵 将他凝着回了府邸 老大的大姐 果然厉害而有魅力 小吴邪 你说我有没有机会 盖威扛着刀走了过来 正冲着吴邪 挤眉弄眼 结果 话没说完 吴邪直接一脚就踹在了他的心窝上 盖威又飞了出去了 盖威当场就猛逼了 我特马 吴邪 你有故事啊 第539章 做实验有点感悟 突破了 盖威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他是谁 江湖上令人闻风丧胆的流氓剑客 结果现在在徐安的身边不是被封了经脉 就是被各种整骨 现在连好兄弟都给他来了一个窝心脚 要割平时 盖威还真就翻脸了 但现在 他却像是打了鸡血一般 别提有多激动了 被吴邪一脚踹飞出去十几米远 盖威爬起来 几乎一个剑步便出现在了吴邪的耳边 手中的长刀抵在吴邪的胸口上 小吴邪 我一直想不通一个问题 以你的身手和背景 在江湖上要闯出一点名堂 那是轻而易举 但你却在即将巅峰的时候 选择了站在徐安的身边 盖威几眉弄眼 道 但现在 我觉得我找到了答案 你当初并不全是被徐安忽悠吧 堂堂的天星楼天字号的杀手 竟然被一个少年几句话就动了心智 可能吗 答案是不可能 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了 你当时并不想杀他 至于为什么不想杀他 因为他姐姐 你和徐清风之间 到底有什么样的曲折故事 赶紧从十招来 争 回答他的 是无邪的剑 我擦 你想杀人灭口啊 盖威横刀抵住无邪的剑 双眼那是一个透亮 无邪小宝贝 你还是从实交代吧 你现在不是我的对手 等等 你曾是天星楼的杀手 修的是杀盗 而你卡在半步逍遥境 已经有一年了吧 一年毫无精进 那就只有一种可能 你的剑已经不再冷了 我的乖乖 我的杀青小宝贝 你是不是对我大哥的姐姐动了情 才导致杀盗难以有所突破的 盖威就像是 发现了新大陆 眼睛亮的吓人 对得上了 哈哈 对得上了 老子就是聪明 这种事都让老子发现了 无邪没有说话 连已经冷得吓人 他手一震 长剑直接向着盖威劈了过去 一道剑气仿佛劈开了空气 宛若闪电一般劈了过来 那旁边的沙翼 也是向四面八方席卷开 连周围的温度 都顷刻间降到了零点 无邪出手伶俐 可惜盖威也不是吃素的 他身形一闪 直接躲开了无邪的剑气 而无邪的剑气 在地面上留下了一道 又长又细的沟壑 仿佛一剑将这条街 劈成了两半 我去 你小子悠着点啊 盖威怪叫 死 回答他的 只有无邪一个冰冷的字 话落 他手中的长剑 在镀向着盖劈了过去 徐安听到动静跑出来的时候 发现他们两人 当即大站在了一起 速度太快了 打得都快只剩下残影了 空气中只要兵器撞击的声音 传了过来 我特骂 徐安目瞪口呆 你们怎么先打起来了 盖威你做了什么 碰 他话音刚落 抓在了他的面前 正是无邪 他半步逍遥境的修为 自然不可能是逍遥境的盖威的对手 在他手中撑了百余招 还是败了 没事 就是发现了无邪的一点小秘密而已 我去 还来 盖威双手扛着刀 笑着走了过来 但话没说完 无邪已经再度冲了出去 和他大站在一起 而这时 徐安护感周围的温度都降了下来 几倍凉嗖嗖 他下意识回头看去 只见老姐手持已经许久没有碰的剑 正从府中走出来 他没有拔剑 但随着他的脚步 手中的剑竟然一寸寸的出了剑窍 争争 剑尚未完全出窍 周围已经响起了铺天盖地的剑名声 徐安看着这一幕顿时瞪大双眼 我擦 老姐这摇牛的吗 这出场都自带buff的 不对 不对 关注的重点偏了 重点是 老姐怎么也出手了 怎么个意思 怎么忽然就窝里斗了 老姐 你 徐安正想说话 却已经先被盖威的惨嚎声打断 无邪 我错了 徐大小剑 我错了 大哥救命啊 盖威吓得心肝皆颤 这个女人的气息怎么这么可怕 这是要真正夫妻兵还是咋地 老子肯定打不过呀 徐安 徐安诧异地回头看向盖威 而身侧的徐清风已经消失 徐安只见一道湛蓝的光掠过 然后盖威的身体当场就到飞出去 轰隆一身将远处的围墙都给砸他了 当然 连同一起飞出去的 还有无邪 一剑 揍俩 只不过相比于盖威 无邪只是被打飞了出去 在空中就已经稳住身形 凌空一番便已经稳稳地落在了地上 空气一时间安静了 就连徐安都目瞪口呆 就算他不会武功 也看得出来 徐清风又强了 你 你又突破了 徐安咽着口水问道 徐清风站在街上 左手腹背 右手直剑 高手范十足 听到徐安的话 他淡淡的 做实验有所感悟 突破了 如今逍遥近中期 徐安 这也能行 你这功都没练 单靠做实验有所感悟 就突破了 听着怎么这么邪心呢 然后 徐安便看到 站在不远处的无邪 原本冷漠的脸 此时竟然黑成了一片 他没说一句话 转身就走 特妈的 老子不活了 这功夫 练得没意思 废墟中 也传来了盖威的怒吼声 徐安看着这一幕 嘴角都在抽搐 这是被打击到了 他 给我用一段时间 徐清风剑指盖威 道 实验室 需要他这样的人 盖威瞬间从废墟中蹦了出来 一个剑步 直接出现在徐安的身侧 抱着徐安的大腿 大哥 我错了 我错了 你要救我呀 小弟我时代单传 是家里的一颗毒苗苗 可不能出事 否则小弟没办法去见列祖列宗 我保证 以后一定管住这张嘴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半个字 都不会说 后面的话 说给徐清风听的徐安 也知道实验室那是什么地方 徐清风这种心细如发的人 都得小心再小心 盖威这种憨惑进去 估计活不过五分钟 姐 他已经知道错了 你就饶他一次吧 徐安指了指对面 塌陷的墙体 道 让他将邻居家的墙气了 我再关他十天半个月 你看行不 徐清风沉吟了一下 转身离开 徐安和盖威 顿时都松了一口气 徐安没好气地道 你又干嘛了 竟然惹到我姐亲自出手 盖威下意识地 想要将之前的分析说出来 但话还没出口 他便看到已经离开的徐清风 脚步微微一顿 吓得大当场一个机灵 没 没什么 马德 京都太可怕了 我要回江湖 第五百四十章 赵斯心态崩了 见到盖威的鬼样子 徐安也猜出了真相 他当时都无语了 看着盖威的目光 丝毫不掩饰自己的戏血 你大爷的 你是真虎啊 吴邪和我老姐之间有故事 这是傻子 都能看明白的事情 只是没人敢拿出来说事而已 你却想要挑破窗户纸 你这不是找孽吗 你以为当初徐霄 为何看吴邪各种不爽 找各种理由 想要打他一顿 你以为全是因为我 不过 徐安还是给盖威拨款一百两 让他明日去买砖 将邻居家的墙给弃了 不许让任何人帮忙 等他弃完墙 还得将他丢进南镇府撕几天 大哥 你来真的 盖威当即不乐意了 低声道 废话 你当众冲撞皇帝 现在又冲撞了我姐 老子什么都不敢 还怎么服众 徐安靠近盖威 道 也就一丝一丝 你在那边睡几天觉 就可以了 行吧 盖威想了想 冲撞皇帝是死罪 只是关几天太值得了 盖威回了房间 吃力一手转着竹笛 一手拿着扒鸡 一蹦一跳的 向着国公府走来 喂 你真要老子去训练他 我的训练他可不一定支撑得住 吃雨看着盖威 道 而且我一见到这家伙 就想到他想骗我的事 就忍不住手痒 没事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徐安笑了笑 道 我在江湖需要代言人 为我将来走江湖做准备 这家伙很合适 所以只要练不费 就往死里练 还有火锋的战刃 我原本想要任命小妈 为他们的教官的 但小妈去北京司会徐霄了 只能也交给你训练了 哦 还有件事 徐安扭头看向吃雨 道 我会先期给南疆 装备500支碎发枪 石门红衣大炮 会走百气司的秘密通道 前往南疆 大概一个月后 枪支弹药都会抵达南疆 你让南疆那边准备接收一下 听到徐安的话 赤雨美眸顿时瞪大 经过雍州一战 他可是亲眼目睹了碎发枪 和红衣大炮的厉害的 特别是红衣大炮 一个时辰不到 直接轰平了天门山 这座号称铜墙铁壁的山寨 他私下打听过 无论是碎发枪 还是红衣大炮 造价都极为高昂 徐安这一批碎发枪 和红衣大炮 造价近十万两 这还不算弹药 要是连同弹药一起算 那得超过二十万两了 二十万两 徐安就这么给了他 履行了他当初 在丞相府时的承诺 谢谢 赤雨看着徐安 道 大钱现在也并不富裕 我们南疆也不能只占便宜 你折算成银子 我让南疆长老送过来 嗨 徐安甘咳两声 道 银子就算了 你派人让南疆那边 抽一部分精锐进京 让他们跟着新军一起练习 同时 我需要他们帮忙 命运训练一批 降临玉谷的手段 放心 我不要南疆的不传之命 我只要南疆重述 就是此次雍州战 用来当战术耳机的重述 至于美眸立即眯了起来 小拳头往徐安肩膀上一砸 够意思 老子没看错你 成交了 我这就让南疆南边派人过来 不过他们也很能吃 你得保证物资公益 徐安吓了一跳 家里徐清雨和赤鱼两个饭桶 差点就养不起了 要是再来一群饭桶 那后果 徐安看向赤鱼 道 笔之你 如何 肯定有过之而无不及 你就等着挨仔吧 赤鱼又离开了 依旧一蹦一跳的 看得出来 他现在心情极好 徐安看着他的背影 顿时长长的输了一口气 只要没有吃与能吃 那就没问题 不然 只能他派人去南疆学习了 徐安抬头看天 看到圆月以及挂在空中 天空繁星点点 没有半点乌云 看来明天会是一个好天 娘的 少爷我总算可以安稳地睡上一觉了 他拱着腰背着手 哼着小曲进了徐府 刚才徐清风找他 是要让他以后 少用龙凤城祥这种手段 这种手段虽然效果很好 但是有一定的后患 就拿袁康帝和皇后来说 如果袁康帝和皇后 要他必须保密 不能走半点风声的话 那他今日这种手段 极有可能会造出一种 极为讨厌的东西 神 因为无论是土豆 还是疫苗 或者是炼酶素 对现在的百姓来说 那就只有神仙才能做到了 那事情 可就严重了 好在袁康帝和皇后 并不卸这种手段 让他将所有细节全部公开了 至于流传出去 其他国家的君主会不会用 那和他有关系吗 丞相府 回到丞相府的赵司 又气急败坏的大发雷霆 将书房的所用物品都打碎了 在四天见的时候 他还勉强能克制 但现在 他再也克制不住 因为刚刚接到消息 城外所谓的瘟疫 几乎都是假的 是袁康帝的一场骗局 从确定 他从江南带回来的东西是瘟疫后 秀医使者便调集了整个京都 甚至整个荆棘九郡的高手 秘密监控城外 所有村庄冷静下来的赵司 此时脑袋那是一个灵光 袁康帝是确定他 不可能在远离京都的地方放瘟疫 因为极有可能会被控制住 无法向京都蔓延 他也不可能直接在京都城内放瘟疫 因为怕蔓延得太快 连他们都会遭到瘟疫吞噬 那么能威胁到京都 并且能够让京都陷入恐慌的 那就只有京都城外的村庄了 所以 袁康帝调集了秀医使者所有力量 监控了所有村庄 最终在他的人头鼠疫离开后 秀医使者迅速控制村庄 并且在神医孙思道 以及村民的配合下 最终在药物的作用下 让很多人出现了感染疫病的症状 于是京都疫病也彻底传开 是袁康帝主动传开的 实际上 真正发生疫病的地方 也不过是几个村落而已 袁康 我真是太小看你了 赵斯脸色猙獰 这种被人玩弄于鼓掌之中的感觉 让他抓狂 让他愤怒 但同时 他心头又一阵恐惧 如果不是收尾处理得很干净 他自始至终没有亲自参与进来 才没让袁康帝抓到把柄 不然恐怕这时候 他已经在天牢和确震熊作伴了 好 很好 好的很 赵斯心太崩了 一拳砸在桌上 满脸很利 三日后 本相引军进京都 杀你个血流成河 我倒要看看 你们 还能有什么手段 第五百四十一章 这不是个简单的女人 徐安终于睡了一个好觉 一觉睡到自然醒 要不是巅国那个纯女人 一直在面前秀自己的风乱叠杖 徐安觉得自己 还能再睡上半天 但是现在 他完全没有半点睡意 因为这个女人 抢了轻衣的活 给她端来了牛奶和肉粥 世子殿下 您什么时候 开始你伟大的航海计划 爱丽丝坐在徐安腿上 给徐安包了一个鸡蛋 她亲自喂进了她的嘴里 我和我的水手们 已经准备好了 我们愿意随时听从你的差遣 徐安知道这个女人 想要借助她的首富国 笑道 爱丽丝小姐 我不得不遗憾地告诉你 我的航海计划 最快也得半年之后 我需要造船 需要制造武器 需要制造大炮 这些都需要时间 当然 我需要你的帮助 请你和你的水手们 帮我训练出一支水军来 爱丽丝小姐是公主 在海上有和敌人交战的经验 我希望你将这些经验 都交给我的勇士们 听着 小姐 这很重要 这事关你是否能够顺利复国 也关系到我士兵的安全 爱丽丝愣住了 她正想着 怎么诱惑徐安迅速出海 帮她复国的 毕竟她曾在新军中待过一段时间 见到过整齐华裔的新军将士 给她造成了很大的震撼 她觉得这支部队的战力 绝对比她见过的 任何一支军队的战力都要强 只要能说服徐安 出动这支军队帮她复国 那她就复国有望了 却没想到 眼前的男人 竟然想的这么多 可这家伙 不是明明一副 很好色的样子吗 这样的男人 难道不是诱惑一下 就会飘飘然 让士兵冲锋陷阵 以博美人一笑吗 结果这个男人 守在他的胸和腿上乱转 便宜站得够够的 但让她出兵 她竟然最先想到的是 保护她士兵的安全 这哪有一个当权者的样子 先生 我觉得 只要你一声令下 你的士兵一定会很恶意 为你笑了 爱丽丝 拉尔决定使出杀手锏 她的指尖轻轻地挑开 徐安的衣扣 薄唇也贴了过来 只要您能帮我复国 先生 你想要什么都可以 哦 这倒是个很诱人的条件 徐安低头看着女人娇难的薄唇 指尖轻轻抵在了她的薄唇上 不过 你这么诱惑我 我敢保证 你活不到见到复国的那天 爱丽丝 拉尔脸色顿时大变 随即又笑了起来 将徐安的手抱在了胸前 先生 你会杀了我吗 徐安有些无语 总觉得手枪活了 这个地方 抱着的 应该是她身为男人的象征 不 爱丽丝小姐 我不会杀你 相反 我很乐意和你发生点什么 徐安笑道 当然 这是建立在 你我彼此相互利用的前提上 如果说你就需要我的士兵去拼命 那不好意思 我拒绝 我的士兵 只能死在保家卫国上 捍卫国家尊严上 除此之外 任何形式的消耗 对他们来说都是侮辱 还有 我说杀你的 是我的妻子 她是大前公主 爱丽丝 拉尔自然是见过肖兰的 她渲然欲气 是的 你的未婚妻 对我很不友好 那是因为 她和你不同 徐安笑道 她想要的 从来都是靠自己的手去拿 去争取 哪怕这个时代 对女性不是太友好 她从不依附任何男人 有自己的主见和期待 也有自己的手段和情怀 这就是她最吸引我的地方 如果让她知道 你这么勾引她的男人 你觉得 她会让你活着吗 爱丽丝并没有多大的畏惧 手轻轻 抚摸着徐安的脸 道 世子殿下 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的 对吗 不 我会 徐安将爱丽丝从身上推开 在她身上捏了一把 道 如果我们只是一夜情 那没问题 但如果你想长期留在我身边 那就只能杀了 爱丽丝待在当场 错愕地看着徐安 似乎有些没想到 刚才热情似火的少年 忽然变得如此霸道强势了 徐安从桌上抓起一个包子 咬了一口 包子很不错 下次记得给我换个其他馅的 再见 说完 她一手拿着包子 一手拿着牛奶 大摇大摆地出了门 爱丽丝 拉尔看着徐安远去的背影 待了许久 那湛蓝色的美眸微微眯起 嘴角也轻痒起来 徐安出了院 戴薇抱着刀 冲着她几枚弄眼道 这么个洋妞 这么勾引你 你竟然都不为所动 你现在勾勾手 她肯定会主动上你的床好吧 徐安抬手一巴掌 落在盖薇的后脑勺 道 不要相信你眼睛看到的 有时候眼睛是会骗人的 这个女人没那么简单 她对我很不放心 刚才只是在试探我而已 一个能带领上百名水手 能在大海上活下去 并且能让所有男人 都听从她命令的女人 你觉得靠色有可能吗 没有无双的手腕和心计 是不可能做到的 徐安往外走去 盖薇当时就傻眼了 老子见到的女人都是小白菜 为什么你身边 随便出现一个女人 都这么复杂 徐安摆了摆手 道 那是因为成长的环境不同 当然 他们是幸运的 两人出了府 无邪已经等在外面了 只是见到盖薇无邪 脸色还是很不好看 看得出来 要不是打不过 他还想再干一家 徐安懒得理他们两个 今日他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徐安先去了一趟南城县衙 南城县衙 已经被围得水泄不通 徐安见到这一幕脸 顿时就黑了 这要是出现踩踏 同时让他们按之前他所划分的街道 一个街道一个街道的排队打疫苗 同时 他让公孙衍派人通知其他三成 按照规定执行 目前疫苗的储备还算充足 虽说供应整个经济有点难 但现在研究院已经在加紧生产了 否则 一旦出现踩踏事故 后果不堪设想 千房万房的就是京都不乱 结果最后自乱了 这不扯淡吗 第542章 你大哥永远是你大哥 离开南城县 徐安命人备好韭菜 亲自去了一趟天牢 昨晚的龙凤城墙 震撼整个京都 就是这群家伙 配合袁康帝挑选出来的四进高手 用玉物的手段 进行火凤金龙进行操控 才有如此的视觉盛宴 当然 能有这样的效果 自然是因为他们在南山拼命练习配合的原因 所以 昨晚徐清风和徐安说这件事的时候 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担心有人会借这种手段来造反 但徐安觉得没什么担心的 因为想要复制他的成功 几乎不可能 别的手段先不说 想要凑齐几十个四进高手 这一点就很难办到 武道之难 难于上青天 天下四进高手才多少人 每一个都是民动一方的人物 想要收服数十名四进高手 来复制他的手段 难 除非像徐霄一样 直接动手抓一批 不过能做到的 也没有几人 毕竟不是谁都有徐霄这么硬的拳头 能够震得住四方 朋友的情谊 比天还高比地还广阔 这些岁月 我们一定会记得 朋友的情谊 我们今生最大的难得 像一杯酒 像一首老歌 徐安厚颜无耻 和一群老家伙称兄道弟 快快畅饮一个下午 管他老的少的 全都合成他的兄弟了 徐安答应天牢一众天牢高手 他们要是想要请假回家 随时可以找他批价条 把一群老家伙 感动得一塌糊涂 当然 徐安也有点小思心 那就是 当年这些人 到底为什么被徐霄抓了 他原本 想要趁着酒进上头 问问这群老家伙的 但听到他的问题 所有人的酒 几乎醒了大半 徐安看到很多人当场黑脸 还有一些人尴尬的直抠脚 结果呢 结果就是 他差点被打死在天牢 哈喽 徒弟 你还真练功吗 师父我从北京回来了 要是没练的话 咱俩唠叨唠叨呗 离开天牢前 徐安去看了叶孤玉 说实话这段时间 徐安很心虚 哪怕来天牢 都不敢靠近天子一号房 就是因为 趁着叶孤玉脑袋 不是很清醒的时候 将他收当了徒弟 他怕这老头脑袋忽然灵光了 一巴掌拍死自己 不过 上次他出征的时候 叶孤玉让龙孝川 带给他魔宗宗主的信物 手持魔宗宗主的信物 可以调动魔宗所有高手参战 但鬼为君 直接被新君催枯拉朽地灭了 所以 玉佩也就没派上用场 徐安开口之后 天子一号房方向寂静无比 就在徐安略感失望 准备离开的时候 那边终于有声音传来 小子 你和你爹一样 都很无耻 竟然还敢找过来 不怕一巴掌拍死你吗 徐安吓了一跳 果然 他的话 徐安当即就放心了 以这老头的暴脾气 真要计较早动手了 还需要等到现在 什么小子 你应该叫师父 徐安养了养手中的韭菜 道 来 徒弟 出来咱俩喝两中 太急你 还有什么不懂的 少爷我帮你补全 你给老夫的心法 本来就补全 徐安只感到 前方有一阵风掠过 下一秒 叶孤玉便已经出现在他的面前 整张脸几乎贴在了他的脸上 我靠 徒弟 你别过分了 老子的初吻 可是留给未来媳妇的 徐安吓得连忙 向后退去 无邪也是搜的一下 直接躲得远远的 叶孤玉没礼徐安 直接坐在地上 对徐安带来的烧鸡大块躲頤 一潭蒸馏酒 也被他喝水一般灌入嘴中 盖威看着这一幕 顿时来了兴趣 又喝 徐安竟然还有这么个老徒弟呢 他立即扛着刀 笑呵呵地走上前搭关系 老头 知道我是谁吗 我是你是说啊 徐安这小子 真不当人子 竟然将你锁在这种 暗无天日的地方 来 大师侄 你给我说说看怎么回事 师叔 帮你削他师叔 我可是白小生冠绝榜榜首 削他 但是简单加愉快 徐安 无邪 看着这一幕 无邪和徐安当场就傻了 盖威啊 你特娘的一天不作死 你就不舒服是吧 没看到我们对这老家伙 有多忌惮吗 你还敢贴上去 叶孤玉听着盖威的喋喋不休 淡淡道 白小生这老东西的榜单 现在水平都这么刺了吗 盖威一听顿时就不乐意了 大师侄 你这话就不对了 你师叔 我名贯天下 排第一那是众望所归 无邪当时就呵呵了 你昨晚刚刚被徐清风 打得满地找牙 虽然是二打一 但你还是败得很难看 你想帮老夫出头 叶孤玉淡淡的抬头 看了盖威一眼 这小子的无耻劲 简直和徐安又得一拼 让人很想一巴掌拍死他 盖威拍着胸口 大包大揽 大师侄 你尽管说 天底下的事 就没有我盖威做不到的 叶孤玉点点头 道 那就好 去把徐潇宰了 盖威 盖威当场猛逼了 啥玩意儿 杀徐潇 你知道徐潇是谁吗 高手榜第一高手 有多高百小生都不知道 老子在他面前 连渣子都不算好吧 大师侄 要杀也行 但我杀人有原则 总得看看 徐潇是怎么得罪你的吧 盖威不认自己怂了 打肿脸充胖子 寻找理由 叶孤玉踢着击骨头 道 哦 被他三招打败 是老夫此生之辱 三招就败在徐潇宿中 那大侄子你这功夫 啥玩意儿 你能在徐潇宿中 接三招 盖威下意识地想要说教 结果话没说完 他陡然僵住 随即就像是被火烧屁股一般 猛地跳了起来 一脸的火箭鬼 徐潇宿为什么强 那是因为 和他交手的人 都是一招倒 所以 白小生都不知道他有多强 眼前这老头 能在徐潇宿中接三招 盖威只觉得浑身的血液 在这瞬间冷了下来 他僵硬着脑袋看向徐安 整个人都快哭了 坑弟啊 老子容易吗 你身边的女人太牛逼 老子惹不起 那欺负你的徒弟 应该没问题了吧 结果 你特妈徒弟竟然还这要牛逼 哈哈 徐安终于忍不住了 双手撑着膝盖 笑得直不起腰 就连无邪 这时嘴角也是微微扬起 笑容略带得意 兄弟 知道他是谁吗 徐安下巴 他是魔宗前任宗主叶孤玉 现在是我徒弟 而我 现在是魔宗现任宗主 死心吧 你大哥永远是大哥 第543章 妞 准备好事情了吗 八 二十一早 第542章内容做了修改 大家可以返回看一下 前文错别字问题 小弟已经在努力加班加点修改替换 希望不要影响到大家看书的心情 感谢大家的支持 盖威下的腿发软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徐安的徒弟 竟然魔宗宗主叶孤玉 那个域外第一高手 一声唯独在徐霄手中 拜过一次的域外第一高手 叶孤玉 这特妈是我疯了 还是这世界疯了 这样的超级无敌大高手 竟然会拜徐安为师 这怎么可能 有个厉害的老爹就算了 还有个这么厉害的徒弟 有个这么厉害的徒弟就算了 还有一群那么厉害的女人 盖威忽然想哭 这个没有半点武功的大哥 看来老子真的超越不了了 前辈 你可能不信 其实之前就是个误会 盖威当场认怂 什么高手尊严 在这样的高手面前尊严算个屁 但他话没说完 叶孤玉一挥手 盖威当场就飞了出去 砸在了十几米外 爬起来的第一件事 直接拱手道 多谢前辈指教 前辈果然神功盖世 盖世无双 晚辈佩服得五体投地 叶孤玉扫了一眼徐安 没心跳了跳 还真是 物以类聚啊 徒弟 你别冤枉人啊 我可没他那么无耻 徐安扫了一眼盖威 嘴角微微抽搐 这家伙将来出江湖 估计老嘚瑟了 老子应接了叶孤玉一招没死 就为你们怕不怕 我练功练到了关键 暂时没事别打扰我 叶孤玉看向徐安 道 你很不错 打败北敌鬼为君 单凭这一点 我叶孤玉认了一半 但你再敢在老夫不清醒的时候 再次忽悠哄骗老夫 老夫一定灭了你 去吧 没事别吵我 认了一半就行 至于另一半 慢慢来 咱不急 有这层关系在 徒弟你是跑不脱的 徐安笑呵呵的 从怀中取出玉佩 道 能得到徒弟你的认可 为师甚位 这是魔宗宗主的玉佩 嗯 为师就笑纳了 原本想要还回去的 但这老头这么傲娇 还是先量他一段时间再说 滚 叶孤玉眉心跳了跳 猛的一挥手 徐安三个人 直接就被扇飞出 天字一号房区域 三人从地上爬起来 话都没说 转身就跑 小子 小心一点 这几日我察觉到 有魔宗气息 在天牢附径徘徊 应该是有魔宗高手 静静了 对于魔宗老说 徐霄就是他们最大的敌人 所以给你的玉佩 不要离身 可在关键时刻 保你性命 叶孤玉的声音 远远传来 徐安听到这话 下意识停下脚步 回头看向 灰暗的永道 啥意思 他们想要造反 叶孤玉没有再说话 徐安顿时无语了 怒道 徒弟 你这么搞不行啊 我可是你师父 你这是纵容他们 欺师灭祖知道吗 赶紧的 告诉我 怎么收拾他们 永道只有徐安的声音回荡 叶孤玉还是没有说话 这让徐安的心头 莫名的不安起来魔宗高手 这四个字 听起来就很有压迫感啊 要不要掉天牢 这般四尽高手保护自己 徐安想了想 还是算了 他们昨晚控制龙凤城祥 一身真气都好光了 现在虚掉死 真出去谁狩猎 谁还真难说 不要小觑魔宗 魔宗高手很难缠 就连盖威 面色也凝重起来 徐安抬手就是一巴掌 滚蛋 京都市老子的地盘 这里老子说了算 更别说老子还是他们的宗主呢 敢弃尸灭祖 反了他们了 无邪看向徐安 道 盖威说的不错 不要小看魔宗 无邪扫了一眼涌道 压低了声音 最重要的是 叶前辈已经失踪近十年了 魔宗有没有推选新的宗主 我们不知道 魔宗现在内部势力如何 我们也不知道 这时候 就算知道你是魔宗宗主 就算你拿出宗主信武 也不见得有人会服 何况 你还半点武功的不会 就是个废材 无邪在心里补充了一句 徐安沉吟了一下 点头 说的有道理 行吧 那我让孙雕寺查查 现在吗 我该去后宫看看了 徐安一挥手 带着无邪和盖威离开天牢 离开天牢时已经是傍晚 几人上了马车 直接奔着京都大剧院而去 回来两天了 徐安还没有时间去看京都大剧院那群美女 甚是想念 再不去 他们都得移情别恋了 当然 主要是早上浴火被爱丽丝 拉尔勾起来了 到现在都还没有消 要是能发生点什么就更美好了 半个时辰后 徐安来到了京都大剧院 此时 宋玉言带着京都大剧院的一群美女 正在训练 徐安看着他们 那偏然起舞前突后翘的样子 别说 心里真有点痒痒 美女们 少爷我回来了 来吧 尽情地拥抱我吧 我就站在这里 来吧 让少爷我感受一下你们的热情 听到徐安的声音 整个大殿瞬间安静了下来 随即 正在训练的一群美女 猛地抬起头 便看到徐安站在不远处 展开双手闭着双眼 姨父 我准备好了 你们可以任意妄为了的样子 是徐小公爷 徐小公爷来了 请客间 很多人美眸都红了 这段时间 他们最担心的就是 徐安出现意外 现在徐安终于回来了 活生生地出现在了他们的面前 虽然上了一次战场 但看上去还是那么无耻 还是原汁原味 徐小公爷 奴家来了 呸 我来了 我也来了 徐小公爷接住 他们都是出身风月之地 什么场面没见过 当即很多胆大的美女 立即向着徐安扑了过去 来 少爷我准备好了 怕你们妈 今日少爷我一人 独占你们一群人 看谁先求饶 徐安满脸决然 勾手勾引 碰 哄 啪 然后 一个个美女 直接撞进了她的怀里 不是在她身上捶一拳 就是在她身上摸一把 一群美女都主动占她的便宜 而她 也都还了回去 看到这一幕 盖威直接目瞪口呆 一双眼珠子 都快瞪出眼眶了 我操 这也能行 这家伙竟然能让这么多美女 主动占她便宜 盖威只觉得一颗心 噼里啪啦的碎得彻底 她总算明白 徐安为什么说她 算不得流氓剑客 你大爷的 这王八蛋 才是真正的流氓剑客 这才是将流氓演绎到极致的败类 简直羡慕极度恨好吧 最后 连绿鹰 梅香也都跑了过来 和徐安抱在了一起 直到柔 弱弱走到徐安面前的时候 徐安张开的双臂才合了起来 将这个有些婴儿肥 美眸中含泪的女人抱在了怀中 妞 也回来了 做好事情都准备了吗 第544章 山雨欲来风满楼 徐安嘴角微扬 笑容明显带着那么一丝丝的不怀好意 但听到她的声音 感受到她强有力的心跳 柔而美眸一眨不眨 眼泪已经止不住往下落 恭喜 恭喜徐晓公爷 凯璇 她低声说道 这个曾在勾篮游离于万千男人中 从容自若的小女人 现在却激动的声音有些颤抖 徐安笑着捏住她那嫩白的翘脸 轻微向外拉 怎么 这算是答应了 嗯 少爷我就当你是答应了 我 我没有 女孩搅着手指低下了头 徐晓公爷 你这就过分了呀 对 过分了 这种事 怎么能赵柔儿姐姐呢 这种事情 你应该找我啊 对对对 找我 我都不用考虑的 绿鹰带着一群美女 站在一旁起哄 柔儿翘脸瞬间就红了 有些慌乱的 看向自家小姐 向自家小姐求救 要嫁也是 我家小姐先嫁 我家小姐没发话 宋姑娘 看来这是得你做主 徐安看向不远处站着的宋玉言 忽然陷入沉思 咦 不对啊 好像搞错了 要是先把你娶了 那柔儿应该得赔嫁吧 这嫁一赔一 感觉更合算啊 他手摸着下巴 一脸蠢蠢欲动的样子 一群美女再度笑了起来 绿鹰跑上前 指尖直接挑起徐安的下巴 徐晓公爷 何等英雄盖世 嫁一送一 怎么够呢 送二 算我一个 送三 徐晓公爷 我家啥活都会哦 你考虑一下 徐安原地转了一圈 指尖几乎在围着 他的一群女人的脸上抹过 随即他双手往腰上一插 道 小孩子才做选择 少爷我全都要 来 今天少爷 我一个人 占你们一群 不怕血剑当场的 尽管过来无邪早就退得远远的 每当徐安这么美谱的时候 他就想要砍他 眼不见为尽 盖威也跟着无邪退了出去 只不过整张脸都丧着的 被打击到了 原本想要压这个大哥一头 没想到完败啊 背景 人脉 女人 输得一塌糊涂 还好 老子神功盖世 大哥再牛逼 也不过是个武学废材 盖威咬着牙 低声安慰自己 其他比不过 咱比比武功总强了吧 老子武学上碾压死你 无邪腻了他一眼 道 虽然根骨比不上徐清风 但三年内 他的武功必定会超过你 盖威一听 险些当场跳脚 为什么 无邪怜悯地看着他 道 因为他爹是徐安 他徒弟是叶孤玉 他真要练武 这两个随便一个肯教他 他都会突飞猛进 说到这里 无邪的目光落在徐安身上 终究是错过了最佳的学武阶段 真要学武 就他这怕疼的样子 估计得鬼哭狼嚎 盖威听完无邪的话 深深地吸了一口气 腰一弯间一垮 满脸的灰白之色 他忽然觉得 整个世界都对自己充满恶意了 徐霄和叶孤玉 都是当时高手中的高手 要是他们沉下心来教徐安 徐安也肯学的话 的确有可能三五年就能追上他 老子就不该跟在这家伙的身边 明明这家伙比老子还吊锒铛 凭什么他啥都比老子强 盖威磕着牙花子 咬牙切齿道 老子嫉妒了 嗯 老子很肚见 无邪逆了盖威一眼 脸色忽然正中起来 道 有没有可能是他长得比你帅 盖威仿佛遭到雷劈一般 实话在当场 他刀瞬间架在无邪的脖子上 痛心疾首道 无邪 拔剑吧 老子和你拼了 都别活了 这简直就是在戳他的心窝子 徐安那张脸 整个天下估计都找不出几张 马德 现在连脸都比不过 远处 宋玉言安静地看着徐安和一群女人打闹 原本徐安说要娶她 娶一送一的时候 她的心都有些心跳加速 怕徐安发生异样 没敢第一时间靠过去 结果看到一群女人和徐安打闹 她心里又莫名地有些失落 不过 看到徐安脸上的笑容 她嘴角又不由微微扬起 这几日 整个京都大剧院都死气沉沉 没有一点活力 但现在 这家伙出现了 京都大剧院瞬间就复苏了过来 喧嚣热闹 虽然 她名义上是京都大剧院的老板 但京都大剧院真正的灵魂 其实是徐安 她往台下一站 姐妹们就像翩翩起舞的蝴蝶 干净十足 也许公主说得对 这家伙就不属于个人独有 宋玉言摇了摇头 笑着走上前打断道 好了 姐妹们 你们闹完了 徐小公爷暂时先给我用下 嗯 我有事和徐小公爷聊一下 眉香眉眸微微眯起 单独聊 绿鹰立即抱着双手 逆着宋玉言道 班主 徐小公爷是所有人的 你别一个人吃胆抹镜啊 饶视宋玉言在镇定 这时翘脸也不由泛红 想什么呢你们 脑袋里除了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外 你们就没其他事了是吧 她瞪了众人一眼 道 我和徐小公爷聊正事 徐安原本想到打去的 但她看到宋玉言眼底的疲惫 知道她应该是遇到事情了 便笑着说道 行 美女们 那就先将我交给宋大美女一段时间吧 等一下咱们再继续 话落 她看向宋玉言道 宋大美女 咱们去房间说 徐安和宋玉言往房间走去 一群美女立即跟了过去 想要贴在外面听动静 可惜 无邪和盖威挡在了外面 严禁他们靠近 正是 他们可从不敢马虎 宋大美女 是出什么事情了吗 两人进了房间 徐安便笑着问道 宋玉言请徐安坐下 他坐在徐安的对面沉吟了一下 道 昨晚我刚刚得到消息 天帝会进京了 天帝会 徐安威政 要不是宋玉言提起 他都快忘记这个组织了 这是前朝余孽 企图复国的组织 原本舵主是宋玉言的父亲宋正坤 但宋家因为不明原因被灭门之后 这个组织就销声匿迹了 徐安曾让孙雕四查过 在江南几乎没有查到 任何有关天帝会的线索 却没想到天帝会竟然进京都了 想到这些 徐安脸色有些难看下来 先是魔宗来了 现在连天帝会都来了 鬼知道会不会还有其他势力 山羽欲来丰满楼 马得 京都想要和平几天 就这么难吗 第545章 他有资格死在老夫手中 徐安很怀疑 又是赵斯开始搞事情了 毕竟能让魔宗和天帝会 这种势力出动的 恐怕就只有赵斯 才有这样的排面了 日 原本以为破了这个老小子的灾心大计 他就应该老是一段时间了 现在看来是自己想多了 这个老小子早有布局啊 勾结北敌 勾结南雀就算了 没想到他还勾结魔宗 勾结前朝余孽 这特骂 老赵你得分出去多少利 才能换到这些势力的支持 你个臭不要脸的 还真将大钱当成自己的了 推完袁康帝这座高山 然后由你主持利益均分呗 徐安沉映了一会儿 抬头看向宋玉言 你说 天帝会的人找你了 宋玉言摇了摇头 道 没有 上次花魁大赛后 京都大剧院就成了焦点 他们不会傻到 直接来剧院找我 不过 他们通过我的人 给我传递了信息 让我明日去见人 还说这次来京都的人 是我爹的手下 也是我的熟人 徐安听完宋玉言的话 心里顿时一阵美滋滋 宋玉言和自己说这些 这说明什么 说明宋大美女的心中 他比那什么天帝会强多了 哪怕天帝会 曾经的总舵主 是他爹宋正坤 明天 少爷我陪你一起去 徐安几乎没有任何犹豫说道 不行 宋玉言想都没想直接拒绝 他看向徐安 俏脸有担忧 如果天帝会真是前朝鱼 前朝组织 你出现 他们可能就不会出现 或者 他们料定 你会和我一起出现 会联手作局杀你 还有一种可能 他们要杀的人是你 徐安补充道 嗯 宋玉言愣住 不明白徐安为什么这么说 我让秀医使者查过 秀医使者没有在江南 查到任何有关天帝会的线索 徐安没有隐瞒 将之前让孙雕四查的情况和怀疑 告诉了宋玉言 道 这说明什么 说明有人帮着天帝会将所有首尾抹掉了 而能做到这一点的 不可能是赵斯 宋玉言俏脸骤然一变 淮南王 很快 他又摇头 道 不可能 我爹和淮南王不合 甚至淮南王曾一度联合官府 打压我父亲 所以 我父亲是不可能与淮南王有任何勾结的 徐安看向宋玉言 道 那如果 你家的灭门案 是天帝会内部做的呢 宋玉言文言 待在当场 他缓缓扭头看向徐安 翘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泛白 徐安的话 对他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力 之前他从未往这方面想过 这就是我这段时间 没有告诉你的原因 徐安拉着宋玉言的手 道 你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就是个隐患 你身上的正统血脉 对他们来说就是个威胁 当然 这只是我的猜测 但我想 肯定已经八九不离十了 所以 不要相信天帝会的任何人 哪怕是你父亲曾经最亲近的人 他们极有可能就是勾结淮南王王 谋害你全家的真凶徐安叹了口气 道 但有件事 我还是没想明白 淮南王和赵斯是一伙的 也就是和确震熊是一伙的 但确震熊却不知道 是谁杀了你的家人 这其中的事情越来越复杂了 你不要自己擅自行动 我来布局解决这些事情 既然他们进了京都 那我就让他们知道 这个京都 到底谁做主 看着眼前满脸杀意 却又自信满满的少年 宋玉言一时间有些呆滞 一股暖流在心间流淌 曾经 他一个弱女子 感觉报仇遥遥无期 现在 他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他有同行者了 好 我听你的 宋玉言点点头 道 在你们确定 天地会进京的目的之前 我这边不会轻举妄动 但你 要小心 没关系 京都是我的地盘 徐安拍了拍胸口 嘚瑟道 就算我现在出去遇到危险 信不信我吼一嗓子 整条街的人都会出来救援 不吃 宋玉言直接就被徐安的话逗笑了 这倒是事实 以这家伙现在在京都的威望 真要跑到外面吼一声 有人要杀徐晓公也 别说整条街 恐怕整个京都的百姓都得被惊动 这就是这家伙的魅力所在了 行了 别担心 以狗皇帝的尿性 我才用不了多久 他可能会让我下一趟江南 江南水灾未解决 如今又瘟疫横行 局势很可能会失控 一旦袁康帝派去的人 控制不住局面 怀南王肯定会强势出手 将疫病感染者全部除掉 届时会死很多人 那为了稳定江南 袁康帝只能重新派人过去 刚好 有他这么一把利剑在京都 岂能不用 徐安抬手抹掉宋玉言眼角的眼泪 道 到时候 你一起回去吧 我们一起回江南看看 江就将淮南王解决了 现在 大前的确也需要秒灭一个藩王来立威 徐安其实已经做好了准备 到时候就带上吴邪和盖威 再带上轻衣和宋玉言 走一遭江南 威震萧小 旧治灾民 连名字他都想好了 就叫徐安微服私访记医 好 我等你 宋玉言微微点头 随即咬了咬唇 上前一步 轻轻抱住徐安 道 还有 恭喜你 凯旋归 徐安都僵住了 宋大美女多矜持的人 如今竟然抱自己 这简直就是天大的进步好吧 他手下意识地往宋玉言的腰间落去 结果宋玉言下一步躲开了 徐安顿时无语了 喂喂 活起来了 你却跑了 还能不能负点责任了 我会负责的 真的 京都一栋两进院中 一个穿着白衣满头白发的男人 背着剑站在凉亭中 男人脸色阴逸 加上两道剑眉发白 使得他整个人宛若一柄剑 看上去自带一股凌厉之感 而在他前方 坐着一个穿着素袍 满脸褶皱的老人 老人看上去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 看起来不过是个普通的重地农民 正左右手在棋盘上博弈 有意思 真是太有意思了 一颗小小的棋子 竟然将整个大前京都搅动的风云变色 老夫 已经很久没有遇到过这么有意思的对手了 老人斧着长须 笑容和蔼 嗯 他的确有资格死在老夫的手中 第546章 等出来 带你干漂大的 老者和白发男人是师徒 都是来自天地会 老者是天地会的元老宋云苍 而白发男人 则是天地会的诱护法 白亭 此时听到老者的话 背着剑的白亭冷笑一声 道 何须苍老出手 我一剑可灭他 看着狂傲的男人 不依老人沉吟一下 笑了起来 嗯 我动手的确是有点以大欺小了 行 那徐安的命就留给你了 不过要小心 他身边除了那两个江湖人外 应该有秀医使者和百气司的高手保护 以徐安如今的身份的地位 元康帝肯定是不会允许他出现意外的 安保措施肯定会做到极致 白亭冷笑一声 面带不屑 徐霄不在京都 大前京都 没人能留得住我 他如今逍遥天境大圆满 只要徐霄不出手 他觉得大前京都他能来去自如 不要小瞧徐霄 否则你会死的 不依老者在棋盘上落子 并没有因为男人的狂傲而生气 笑容依旧温和 十年前 东渝和南雀联手 出兵六十万 企图一举吞并大前 当时领军出征的就是徐霄 他已部足十万兵马 以少胜多大破东渝三十万大军 三日后 他又已部到十万兵马 以少胜多大破南雀三十万大军 两战惊天下 确定了他大前军神的位置 白亭微微皱眉 有些不明白 不依老者 为什么会忽然提起往事 这些他自然是知道的 因为徐霄这两战 打得东渝和南雀十年 不敢越过大前边境半步 看来你还是没有搞清楚 其中问题的关键 苍老摇摇头 道 这里面的重点 其实不是徐霄歼灭了多少敌人 而是时间 大前东进到南进 起码日夜间成 最快需要半个月 神游玄境 嗯 也就是老夫这种等级的 全力赶赴的话 最少也需要六天 当然 前提是有足够的真气支撑 老夫尝试过 第二天 体内的真气就撑不住了 失败了 白亭猛地抬起头 脸上有错愕 苍老的意思是 徐霄做到了 徐霄做到了 苍老轻笑一声 道 他要没做到 东渝和南雀 赶十年不敢跨过大前边境半步 你以为白小生说 不知道徐霄有多强 是因为他从来都是一招败敌 其中一部分原因 就是 这两场仗的时间差 白小生甚至亲自试过 他也失败了 所以 别太抱侥幸心理 有可能徐霄今晚 就能从北京赶回来 出现在京都也说不定 白亭冷军的脸上 泛起一抹震惊 皱了皱眉 他说出了自己的怀疑 会不会 是两个人 老者摇摇头 道 当年白小生也曾怀疑过 他亲自赴南雀 找到了南雀兵马大元帅李延宗 李延宗明确告诉白小生 和他交手的就是徐霄 虽然交手时是夜晚 看不清脸 但天底下能一拳 将他打得半残的 只有徐霄了 白亭听完 顿赶几倍凉嗖嗖 如果是真的 那岂不是意味着 徐霄极有可能随时出现在京都 放心 他回不来的 北边有人拖着他呢 但 前提是能拖住 老者又抬手落了一子 道 徐安先不急 等赵斯的消息再说 道是小公主那边怎么样了 有消息了没 白发男人脸色微沉 面带杀意 埋在他身边的人 已经传了消息 只是他似乎并不高兴 表现得很抗拒 一个黄毛丫头罢了 我直接去一趟 那什么京都大剧院 杀了便是 老者摇摇头 道 要杀他 这些年我有无数的机会 留着他 只是因为宋正坤的秘密 可能传到了他的手上 且等等看吧 老夫倒是很好奇 小公主见到我这个老管家 会不会很开心 白发男人嘴角微微抽了抽 开心 他要知道 全家是你带人杀的 他会快心地杀了你 苍老 我还有一事不明 赵斯和淮南王肖安 你当初为何选淮南王 白发男人犹豫片刻 问出了心中的疑惑 因为淮南王是王 赵斯就算全是滔天 他也不过是一条狗罢了 老人捏起一枚棋子 道 淮南王答应登上皇位 给我们猎土封疆 重建大宋 当然 我们要的是整个大前 老夫只是借他的手 让大前乱起来罢了 话落 老者又笑着摇了摇头 落下棋子 有些事 现在还不好和你说 且再看看吧 老者挥了挥手 道 去练你的剑吧 不用陪我了 白亭微微点头 转身离开 与此同时 京都二十里外 一处山崖边 一个穿着青衣 戴着面具的男人 正站在悬崖边上 目光盯着京都的方向 缓缓地攥紧了手中的剑 宗主 属下来接你了 男人沉声说道 京都大剧院 徐安和一群美女 打闹了半个时辰 才带着吴邪和盖威离开 刚出京都大剧院 徐安脸上的笑容 一点点收敛 脸色也变得冷峻起来 怎么了 不会又出事了吧 盖威逆着徐安 他发现 这家伙的是贼多 不是他找事 就是是找他 瞧这脸色 不用说 肯定又出事了 徐安眉里盖威 扭头看向吴邪道 吴邪 你出城找下谢宇 让他传我的命令 让侯军义率领 兴军速度回京手里没兵 心里莫名有些慌 赵斯现在就是条疯狗 已经被逼急了 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 现在必须让兴军 加快回京的速度了 毕竟现在魔宗 天地会都卷进来了 鬼知道 还有没有其他势力参与进来 好 送你回府 我就去 吴邪看了一眼盖威 道 两个不靠谱的人走在一起 真出现什么意外 结果恐怕很靠谱 只有一个字 死 盖威一听这话顿时炸了 啥意思 瞧不起谁呢 这是 昨晚没将你揍的鬼哭狼嚎是吧 得得得 三更半夜的不回家睡觉 瞎胡闹傻呢 见到两人一言不合要开打的样子 徐安拦在了无邪的面前 看着盖威道 你明天该去南政府司报到了 禁闭从明天开始 盖威险些当场拔刀 盯着徐安道 我擦的 老子我很怀疑 你在拉偏架 知道就好 老子就是在拉偏架 徐安转身上马车 随手扬了扬 赶紧的 禁闭出来带你干漂大的 第547章 第547章 一战解决京都危机 京都 一栋隐秘的别院 这里是赵斯和长孙冲 常年见面的秘密地点 整个京都 只有他和长孙冲知道 连他身边的心腹 都不知道别院的存在 此时 赵斯已经在院中亲自煮茶 茶香四溢 相爷现在召见我 恐怕有些不妥吧 这时 黑暗中传来长孙冲的声音 赵斯抬头看去 长孙冲不知何时已经到了 正站在远处的墙角下 整个人似乎都快融入了黑暗中 语气明显有些冷 有什么不妥吗 都到如今这地步了 赵斯摇了摇头 道 现在这种局面 没有你老夫很难稳定 只能启用你了 对面沉默下来 片刻 长孙冲的声音传来 丞相 你想好了 赵斯嘴角微扬 脸上泛起浓浓狠力和残忍 都到这一步了 还需要怎么想 老夫就是要京都乱 要京都血流成河 这就是他袁康和徐潇这些年 耍我的代价 还有云之兰 那个贱女人 要不是他 本相何至于这么被动 后面的话 赵斯几乎是歇斯底里吼出来的 他如今步步落后袁康帝 就是因为这些年 袁康帝和徐潇联手 牺牲国内的利益给他们 然后里应外合 掌控了大前军权 当然 其中发挥作用发挥的最大的 就是云之兰 如果不是他用藏兵骨的势力干扰他 让他判断错了方向 何至于反应过来的时候 袁康帝和徐潇成了气候 这些年 他不断联合北敌和南雀 支持天下士族豪族谋取利益 游说 助长天下藩王的气焰 就是为了推翻袁康帝 你们想要整死我 那我就先整死你们 于是 有了筹备数年的灾心灵事 天下皆返的大忌 结果 筹谋了数年的大忌 竟然被皇帝和徐安 这么轻而易举的破了他心态 有些崩了 或者说 他恐惧了 这些年 他做了什么 分裂大前 坑害忠良 鱼肉百姓 只要失势 肯定会遭到袁康帝的侵犯 你现在很不冷静 长孙冲从黑暗中走了出来 叹息一声 现在情况还没有你想的那么糟糕 你现在妄动 情况会很糟糕 至少 有我在 京都暂时无人能伤你 当年他还是一介不一 得到了赵斯的诸多帮助 要不是赵斯 别说他有今日的地位了 恐怕早就死了 不 老夫很冷静 非常冷静 赵斯示意长孙冲坐下 和他做了眼下局势的分析 长孙冲听完他对局势的分析 虽然脸色依旧难看 但眼底明显也有些异动 赵斯的计划 只要快准狠 不失为一个妙计 反正只要京都大乱 他们就有机会反败为胜 毕竟所有人的目光 如今都聚集在京都 只要元康帝控制不住京都的局面 那他们就不会有那么大的后顾之忧 还是有漏洞 就算我想办法 让流明中的两万人进了京都 陛下在城外防疫的军队 也能很快集结回援京都 长孙冲微微皱眉 城外军队回援 顶多也就一两个时辰的事 而藏在南山流明中的两万大军 杀出南山大营需要时间 赶赴京都需要时间 抛去这段时间 他们能在城里祸害的时间 就很有限了 一旦被回援京都的军队拦住 后果不堪设想 至少这两万人 一个都别想逃 老夫就没想让这两万人 活着出京都 他们要杀到最后一个人 赵斯清理一口茶 眼底寒光闪烁 至于时间 时间老夫会给他们争取 城外的军队 不是你能控制的 尽量控制 你控制不了的 老夫会让人出手牵制 赵斯手渐渐用力 直接将手中的杯子碎 一个晚上 我就需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让京都血流成河 让天下士族豪族 让天下藩王知道 京都 还在我赵斯的掌控之中 现在 袁康帝的秀医使者 肯定拿龙凤成祥 的事情开始大肆渲染了 短时间内 天下豪族和藩王会人心惶惶 如果他没有半点反制行动 恐怕会失去他们的支持 长孙冲沉吟了一下 道 好 我明白了 我需要做一下调房 将南城的城房 换成我的人 三天 三天后的晚上起事 丞相可以命令南山中的人马 开始准备了 赵斯看着长孙冲 道 你放心 只要此事能成 将来扶持新地登基 我会让你接我的班 成为整个大前的皇上皇 南山那边 我会让人准备 你负责打开城门即可 赵斯拍了拍长孙冲的肩膀 起身离开 赵斯离开了 但长孙冲依旧坐在凉亭中 一个人独自坐了许久 他抬头看天 嘴角微微扬起 皇上皇 多了一个皇字 我不怎么喜欢 我想要的东西 从来都是靠自己争来的 而不是别人施舍的 他低声嘻喃 声音却冰冷无比 带着恐怖的杀意和自信 掌控兵部这些年 谁说他没有培养自己的力量 推倒袁康帝 扶持新地 既然如此 何不如他黄袍加身 皇宫 袁康帝听完孙雕寺的回报 知道了这段时间 京都出现了很多江湖人的消息后 脸色都有些阴沉下来 看来 赵斯这老匹夫 做得远比我们想象的多 袁康帝冷哼一声 道 如果不是徐安破了他的灾心局 看着老贼的驾驶 是想趁着灾心降临的时候 直接一举夺取京都 他 倒是挺狠利的 要是这种狠利劲 对北敌 或者对东渔 对任何一个国家 朕都不会那么想弄死他 可是 这狗贼 就只能窝里横啊 孙雕四公着腰 笑着附和 不敢回答 这些人是在秀医使者的重心 放在防疫上 而秘密渗透进京都的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是他的不作为导致的 有失职之嫌 不过 这么做也好 给徐安创造出了战机 袁康帝沉映了一会儿 看向孙雕四道 去个人告诉徐安 他想做的是朕答应了 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除了是朕兜着 总之一句话 朕要一战 解决京都危机 第548章 少爷 你又要坑人了 袁康帝指尖敲着桌案 脸色果决 他做事雷厉风行 从来不喜欢拖拖拉拉 但这些年 为了所谓的大局 为了稳住赵斯 他却不得不一忍再忍 一拖再拖 现在他不想再拖了 当然 主要是徐安打破了 他长久以来的规划 老袁是个老鹰批 万事求一个吻字 虽然雷厉风行 但一件事情 他的解决方案 可以有几个 甚至十几个 一个方案不能用了 那就换一个方案 继续整事情 在他的计划中 要整残赵斯 至少还得再花几年的时间 杀赵斯容易 但合理杀赵斯难 要让整个天下杀赵斯 更难 毕竟他背后牵扯的利益链 太过于庞大了 但徐安不一样 这小子太猛了 让他做一件事 他能超额完成任务不说 还能给你 玩出各式各样的花样来 譬如雍州天门山遗仗 譬如灾星传说 又譬如 接下来这小子要干的大事 则则 朕还真有些期待了 袁康帝双手撑在桌案上 撑着下巴 脸上那是一个异动 朕要不是皇帝拉不下脸来 朕还真想亲自下场 和这小兔崽子 好好地坑一拨赵斯 以及赵斯集团 孙雕四吓了一跳 陛下你可别乱来啊 您年轻的时候 可比小公爷能做多了 两个疯子聚在一起 天知道京都会发生什么事 他赶紧拱手道 陛下乃是执起者 掌控大局即可 冲锋县镇这种事 还是交给老奴和小公爷吧 嗨嗨 朕也就说说而已 袁康帝干咳两声 老脸有些不太自然 朕是皇帝 朕刚才在干什么 朕竟然有点羡慕那小兔崽子 朕还没老 朕还很年轻好吧 去吧 让那小子早做准备 袁康帝挥了挥手 孙雕四拱手行李 退出了御书房 一晃 两天的时间匆匆而过 这两日 徐安依旧如往常一样 跑南城县处理公事 跑京都大剧院勾搭美女 又跑了一趟南山 见了一次萧元朗 回到京都后 整个人神清气爽 走路都带风 少爷 你拿银跳干什么 徐家书房 轻易见到徐安翻箱倒柜 将之前存的银两 全部找了出来 连忙问道 小脸上充满警惕 以为自己少爷老毛病又犯了 又想为那个女人 一掷千金了 徐安见到轻易的小表情 顿时都无语了 手在他脑袋上扣了一下 道 想什么呢 少爷 我是那种见到美女 就走不动到的人吗 嗯 少爷我是 不过这次不是为了女人 而是为了帮助人 徐安养了养手中的银票 道 听说京都豪族这段时间 被你家少爷的南城伤盟 打得没有还手之力 市场一直在缩水 你知道的 你家少爷我乐于助人 不想见到他们 就此倒下 少爷我决定帮他们一把 给他们雪中送炭 他手中的银两 足足有三十万两 十万两还是小妈的改口费 二十万两是京都大剧院的分红 上次花魁大赛 他作为史上第一个男花魁 登榜花魁榜首 由于他并不属于哪个青楼 打榜的银子京都大剧院 除去抽成后 大部分都落在了他的手中 少爷 你又要坑人了 轻易美眸瞪大 他的少爷他还不知道 胡说都说了 少爷我是雪中送炭 徐安黑着脸瞪着轻易 道 你可别污蔑少爷我呀 你家少爷 现在可是花见花开 怎么会做那种黑人的事呢 轻易撇嘴 少爷还是别解释了 你越解释说明 你这个坑越大 三十万两 是不是太多了 轻易竖起一根手指 道 要不给一万两就行了 那怎么行 我还准备靠这本金 大赚百来万两呢 徐安直接拒绝 一万两 配得上他如今的身价吗 轻易美眸盯着徐安 哼 少爷还说不是坑人呢 自己都暴露了吧 走了 少爷我搬正式去了 徐安脸不红而不赤 揣着银票便出了书房 临出门 他想到了爱丽丝 那儿 又冲着轻易道 看好那个外国妞 他现在有些不老实 别让他惹出乱子了 等少爷我坑完 不 忙完 再找他深入交流下 徐安出了门 便看到吴邪和盖威都在院中 吴邪在魔剑 盖威在磨刀 两人都没说话 但看着两人这一言不合 就要砍人的架势 徐安不由满脸错愕 我擦 你们在干嘛 还有盖威 老子不是让你去南镇府司报到了吗 盖威抬头看了徐安一眼 露出森森白牙 当初在雍州的时候 吴邪说了 要宰赵斯二十个人 我要宰四十个 我们是想要 先将这事情完成了 再去关禁闭 徐安 我擦的 我难道没告诉过你们 现在不能轻举妄动吗 现在魔宗 天地会的高手 都与赵斯有勾结 你俩碰到人家怎么办 再说 你们想要杀 好歹也找个月飞风高夜啊 你们这大白天 明目张胆的杀 老子都怀疑 你们是不是联合起来 想要坑我 吴邪 先别瞎搞了 过几天我带你 搞大一点的 徐安直接拒绝 他都计划好了 现在就等请军入翁 要是因为这两个家伙 打草惊蛇了 那他的坑人大计 还怎么实行 盖威 你立即给我滚去 南镇府司报到 关两天再出来 你这样再在外面吓晃呀 孙雕四可能就亲自过来找你了 徐安直接搬出了孙雕四 别看这老家伙 平时总是笑呵呵的 但翻脸的时候 那阴翼冰冷的脸 能吓死个人 果然盖威 听到孙雕四三个字 身体就僵住了 他还真有点害怕这老太监 单单是那天晚上犀利的一眼 就让他有种 被洪荒猛兽盯着的感觉 这是个狠人 惹不起 想到这里 盖威又有点想哭了 老子在江湖的时候 提到流氓剑客 谁不尿三分 但到大前京都 感觉是个人自己都惹不起 连徐清宇那小豆丁 都将他当成沙包来玩 特抹一拳两千斤的小豆丁 你见过 行 我等一下自己去南镇府司 但你要干大事的时候 别忘我 盖威拎着刀 直接就去了南镇府司 徐安摸了摸鼻 有点莫名的心虚 现在赤鱼 已经在南镇府司 准备好了打残等他 这家伙过去 肯定会挨一顿收拾 等他出来 他应该不会跑回来砍我吧 第五百四十九章 少爷给你们送钱来了 徐安还真有些处 这段时间对盖威的打击 确实有点多了 要是再打击下去 徐安还真有些害怕 怕将这家伙给逼疯了 所以他决定 等待着盖威爽上一波后 再让他经历更加严酷的训练 盖威其实对你很上心 这你应该感觉得出来了 耳边忽然传来无邪的声音 明显有些担心 咋说话呢 什么叫他 对我很上心 徐安瞪了无邪一眼 道 说的老子 好像和他有什么奸情一样 再说有奸情 那也应该是 你们有奸情吧 想到盖威一口一个杀心小宝贝 徐安就汗毛直立 他看着无邪 道 你不用担心 我只是让他接受一些 比较特殊的训练而已 你不觉得他太独了吗 至少让他先懂得团队的意义 盖威愿意留在他们身边 不全是因为 和他们有了感情基础 而是因为他们身边的烟火器 徐安看得出来 盖威虽然表现得不在意 其实他很喜欢他们身边的那种氛围 哪怕是被徐清宇和他的那群女人坑 他都热在其中 他其实很孤独 无邪同样逆着徐安 你说的很有道理 但你确定你说的真的吗 你确定只是让他知道团队的意义 有男将圣女在 可能他会有更痛的领悟 譬如 可能会知道活着的意义 行了 咱们明天就去接他行了吧 徐安无语 心说你还真是口闲体正直啊 盖威在的时候 恨不得和他打声打死 现在少爷 我只是动一下盖威 结果先担心的还不是你 徐安当然知道盖威并没有什么恶意 相反这段时间 对他也产生了一定的依赖性 可是他的江湖气太浓了 太有些我行我素 很容易坏事 徐安对他寄予厚望 不摸一摸 他将来怎么让他在江湖浪起来 有自己在 大前将来注定是要崛起的 但这个世界的武力之太高 崛起的大前 面对江湖需要怎么管理 总不能真让他们天天打打杀杀吧 那肯定是不行的 但用同一套法律 管江湖和百姓 那更不可能不现实 嗨嗨 想的有些多了 先做好眼前的事情再说 徐安赶紧将思绪收了回来 肩膀撞了撞无邪道 走吧 陪我出去一趟 他扬了扬手中的银票 道 银子不能留着发霉 咱们得行侠仗义去 说完 他背着双手往门外走 无邪看着他的背影 嘴角再度一阵抽搐 不就是闲不住想要去坑人吗 坑人就坑人 还说得这么清心脱俗 两人出了徐家 马车很快驶到了南城 徐安掀开车帘 看到了出现在视线中的聚保楼 目光当即有些冷 聚保楼是京都豪族 王家开的银号 徐安想要坑王家不是心血来潮 而是昨日在处理公事的时候 其中有多桩案子 设计了京都豪族 那就是高利贷 徐安知道京都豪族这段时间 日子不好过 被他的南城商盟 打得几乎没有还手之力 可谓是损失惨重 他们为了弥补损失 为了有足够的资金 和南城商盟打擂台 竟然将手伸向了百姓 想要百姓来为他们买单 徐安让展鹏调查过 单单是他的南城 被京都豪族放高利贷 没钱还被逼死的百姓 就有十几人 他治下的南城尚且如此 更别说其他三城的百姓了 走 我们进去 跳下马车 徐安看了无邪一眼 向着聚保楼走去 还有 你收敛一点 你的杀气都能当空调用了 徐安瞪着无邪 有些无语 这家伙在马车上看过卷宗 当时都想扛件杀人了 我跟你说 你要杀不是不行 但总要先等我做完这桩买卖再说 徐安看着跟在身侧的无邪 道 再忍几天就行 再忍几天 少爷我会让你 和盖威爽地飞起来的无邪 此时正在火头上 文言气息差点就乱了 什么叫爽地飞起来 你能换个词吗 两人进了聚保楼大厅 原本喧嚣的大厅 瞬间就安静了下来 无论是客人 还是正在办理业务的聚保楼人员 都目瞪口呆地看着徐安 徐安可是京都的风云人物 如今整个京都 谁不认识徐安 但问题是 谁都知道 徐安和京都豪族水火不容 结果徐安直接就杀上门来了 众人的第一感觉 就是徐安要对京都豪族动手了 呃 少爷我是来办正事的 你们别把气氛搞得那么紧张 徐安嘴角露出标志性笑容 抬手打招呼 娘恋 老子还没怎么样呢 你们这一脸防贼的表情 是什么意思 逼着老子坑你们是吧 众人一听徐安的话 顿时都猛了 什么叫我们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 难道把气氛搞得这么紧张的 不是你吗 你和京都豪族是生死大敌 你出现在敌人的地盘上 气氛能不紧张吗 不过 听到他的话 很多人还是努力地挤出笑容 身体却很诚实地 开始往大门靠 要是等下真动其手来 他们也好第一时间逃离 不至于被殃及吃鱼 呃 我真是来办正事的 徐安黑着脸 我说的是实话 怎么就没人信呢 他直接从兜里取出一打银票 往桌上一砸 啪的一声将众人都给吓了一跳 徐安指着桌上的银票道 找你们掌柜的出来 也我要存款五万两 你们要接待不了 少爷我换别价 众人看着桌上的银票 当场都呆住了 真是来办正事的呀 但你这正事办得也太好横了呀 五万两 整整五万两你 敢存敌人开的银号里 你心事有多大呀 徐小公爷 您 您稍等 我去找掌柜的 聚保楼的小厮 擦着脸上的冷汗 连滚带爬地 跑上楼通报去了 不久之后 徐安便看到一个 肉滚滚的中年男人 带着一个笑容和煦的男人 从楼上走了下来 他双眼不由陡然眯起 王大宝 司徒男 这要巧的吗 一个京都豪族的一把手 一个王家一把手 竟然会出现在 这小小的银号中 徐安不知道的是 京都豪族 现在资金都出现了 不小的问题 他们会出现在这里 就是想要看看 钱庄有没有能调动的现营 没想到 两人刚进钱庄 徐安后脚竟然也跟来了 哟哼 你二位也在呢 徐安敲着二郎腿 看着两人道 你们京都豪族 现在是有多混不下去了 现在都将放高利贷 当成门面工程了吗 第五百五十章 做人不要太贪心 听到徐安的话 司徒男脸上笑容依旧 王大宝却忍不住嘴角一扯 我们为什么被逼着走到这一步 你心里没点数吗 要不是你逼得太狠 我们能走到这一步吗 徐安 你到底什么意思 直说 王大宝脸色阴沉 目光冰冷地盯着徐安 徐安是什么德性 他们会不知道 那就是个厌过拔毛的主 他会那么好心 在这个时间 给京都豪族存款 想想都知道 有鬼好吧 但王大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 明知道徐安肯定有鬼 但他不知道 徐安到底搞的什么鬼啊 哎 看到你们折腾老百姓 少爷我心里面很不是滋味 徐安只肩敲了敲桌上的银票 道 所以呢 少爷我看你们连饭都吃不上了 特意给你们送来一点银子 让你们的日子 过得稍微舒坦一点 少爷我要在聚宝楼存款五万两 王大宝气得险些当场暴走 大宝宝 你调侃谁呢 谁他妈是你的大宝宝 不要 拿着你的钱 滚出我的聚宝楼 王大宝指着大门 那是相当的不客气 他恨徐安不死 怎么可能还会接受徐安的银子 最重要的是 徐安明显没安好心 要是给他办了五万两的存款 鬼知道他接下来会做什么 王大宝虽然心动 但更新处 上一次京都经济战 徐安第一个收拾他 他的损失超过十万两 现在打死都不想再被徐安坑 存进来五万两 吐出去的时候 说不定得五十万两 毕竟徐安还有个 南城县县令的官职在身 他要是不爽了 那完全是可以找个理由 查封他的聚宝楼 你确定 老王 不是我说你 你这做生意 没一点头脑啊 徐安抬手指了指脑袋 看着王大宝笑容玩味道 老王 你们现在日子过得很苦 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是谁 徐安啊 我现在可是整个京都的风云人物 信义和智慧的象征 我在你聚宝楼存了钱 你说这是要是传出去 京都会有多少人来你聚宝楼存钱 徐安笑眯眯的盯着王大宝 和他讲道理 坑那些百姓有个屁用 百姓能赚几个钱 一两银子 他们三个月都不一定能赚回来 你们呢 目光要放得长远一些 譬如 京都那些大家闺秀什么的 少爷我现在可是他们的粉丝 他们知道 他们的偶像在你聚宝楼存了钱 肯定会将私房钱也存进你的聚宝楼 那些大家闺秀 可都是有存赢的 将他们吸引过来存款 你们的资金问题 不就解决了吗 听到徐安这话 很多人脸皮当场之抽搐 徐小公也你说的好有道理 可是怎么感觉 你话里话外都没安好心呢 还和我讲上理了 你以为老夫还会上你的当吗 王大宝也是气得想要骂娘 徐安越这么水 他就越赌定 这是有鬼 他猛地抬手指着大门 想要将徐安赶出去 但手刚刚抬起 司徒男已经抬手抓住了他的手 笑呵呵地看着徐安道 徐小公也果然是做生意的好手 南城商盟能如此迅速壮大 果然是徐小公也英明的领导 五万两 老夫替剧宝楼收下了 王大宝一听 险些喷出一口老血 什么叫替剧宝楼收下了 徐安明显没安好心 你怎么还赶着晚上蹭呢 此时此刻 王大宝都有些怀疑 是不是徐安和司徒男做局 故意想要坑他了 有王家主的信誉在 银子存在剧宝楼 徐小公也尽管放心便是 司徒男笑呵呵地说道 当然 要是有可能的话 徐小公也还可以将南城山盟的收益 也存进来 你这就有些无耻了呀 做人不要这么贪心 少爷我坑你们都是小坑 你上来就给我大坑事吧 徐安忽然发现 自己的胃口还是太小了呀 瞧瞧人家司徒老阴批这觉悟 五万两算什么 还想要他南城山盟的全部收益 但这可能吗 想想就知道 不可能好吧 徐安逆着司徒男 与众心肠道 司徒家主啊 不是我说你 你这胃口也太大了 我这南城山盟上个月 全产业的营业额 就超过一百多万两 就算王家主信誉再好 往他这里放 他要是携款而逃 我找谁手里去 再说 那是商盟的钱 我就算是会长 要调用也是要开会研究的 我现在要存的 是我的钱 哦 是这样吗 司徒男并不气馁 微微拱手道 那不知道我司徒家的营号 可否也享受一波聚保楼的殊荣呢 徐安脸上笑嘻嘻 那是必须的 既然要坑 你司徒家肯定要坑大头啊 他笑着说道 自然可以 我已经准备在司徒家的汇通钱庄 存下十万两 怎么样 够意思吧 司徒男拱手笑道 是吗 那就多谢徐小公爷的信任了 话落 他看向王大宝 道 还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给徐小公爷办理存款 司徒男都这么说了 王大宝虽然不愿意 但还是挥了挥手 让掌柜的亲自上前 帮徐安办好存款 留好一世两份的存根 搞定 发财了 看着手中的存根 徐安下意识地说道 司徒男和王大宝顿时就不好了 我们知道你没安好心 但你也不能表现得这么直白吧 你出去说不行吗 你出去高兴不行吗 你非得在众目睽睽之下说 呃 不好意思 口误 徐安连忙纠正 义正词严地看着司徒男道 司徒家主 那我就去你的通会钱庄玩玩了 告辞 徐安昂首挺胸 带着无邪往外走 司徒家主 您这是什么意思 徐安一走 王大宝脸色便阴沉下来 他实在想不通 司徒男竟然明知道是忌 为什么还要吃进徐安的五万两银子 走 上楼说 司徒男转身上楼 两人上了楼上的雅间 司徒男推开窗户看着徐安的马车远去 道 很简单 丞相马上就会引兵进京都 血洗京都 徐府 会被重点照顾司徒男扭头 看向王大宝 道 既然徐安注定要死 他就算有计 又有何用 王大宝 我 我 王大宝瞪大眼睛 险些当场骂娘了 老子还能相信你们吗 第551章 这小子 是个狠人啊 王大宝现在对徐安的态度是 能不惹 尽量不惹 他觉悟了 所有人都想弄死徐安 连赵司都亲自出手 亲手操控瘟疫 企图以此来蛊惑民心 让百姓听从他的命令 干死袁康帝和徐安 结果怎么样 被徐安轻松破解了 一个土豆 一个疫苗 一个治疗疫病的药物 他不仅保住了皇后 还骑在赵司的脸上 疯狂甩巴掌 而赵司呢 因为袁康帝吓了几句 直接连屁都不敢放了 当晚哭过笑过之后 王大宝就大彻大悟了 要干死徐安没问题 但老子不能太靠前了 不然死的第一个就是自己 今日要不是司徒南亲自出面 他鸟都不会鸟徐安 他还以为司徒南有什么锦囊妙计 没想到司徒南竟然给他说 赵司要调兵进城 血洗京都 你大爷的 听起来就很不靠不好吗 老子现在反悔了 还来得及吗 兵部尚书掌孙冲 一直都是丞相的人 司徒南盯着徐安远去的马车 事到如今 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瞒的了 他说道 掌孙冲会协助丞相放兵进城 所以 这时候有便宜 为何不占 王大宝正住 陷入沉吟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就靠谱了 这能将军队引进城中 那计划成功的可能性 的确很高 如果真是这样 那倒是可以一事 王大宝有了决断 那老子再信你们一次 此事是绝命 目前除了丞相和掌孙冲 就我知道 司徒南扭头看了一眼王大宝 脸色平静 却带着无穷杀鸡 这事关京都豪祖往后的路 我告诉你 你要什么都没听到 否则一旦出现意外 我就不了你 王大宝自然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他郑重点头 我明白 明白就好 你让人下去宣传一下 就说 徐安在聚保楼通会钱庄等 存款数十余万 司徒南双手撑在窗台边缘 脸色冷峻中带着一抹嘲讽 我们需要用徐安的名气 为我们吸引一波现营 王东宝点点头 转身离去 很快 徐安在京都豪祖的钱庄 存了大款的消息 便在京都传开来 一炷香的时间不到 整个聚保楼中 便已经人山人海 而且正如徐安所料 大部分都是名门归秀 南城商盟 总部 经过近一个月的发展 南城商盟在各行各业的发展 蒸蒸日上 连京都豪祖的市场 都被他们抢占过来大半 此时 总部会议室中 南城商盟所有股东都面带效益 诸位 统计结果出来了 南城商盟自成立至今 不过月余时间 总收益已经突破一百万 苏尔放下手中的报表 翘脸上满是笑容 再这么下去 不用三个月的时间 我们便能取代 京都豪祖在京都的地位了 听到他的话 会议室顿时响起了剧烈的掌声 哈哈 要说还是咱徐小工也厉害 我们用的都是改良过后的产品 无论是质量还是其他 都远比京都豪祖的货要好 那是 接下来咱们就可以不用恐惧京都豪祖 彻底地将他们打趴下了 这个难题应该不是太大了 前段时间为了在源头上抑制我们 京都豪祖几乎垄断了整个京都的原料 据可靠消息 现在他们手里面 已经没有太多的资金了 听到后面的话 众人的笑容顿时更浓了 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撑 京都豪祖还怎么和他们争 嘎吱 这时 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陈连后从外面走了进来 刚刚会议到一半的时候 陈连后被管家叫了出去 现在才回来 却看到他的脸色青红交替 极为精彩 会议室当即安静下来 刘善连忙问道 陈家主 你这是怎么了 出什么事了吗 脸色这么难看 事出点事情了 陈连后看着众人 最后目光落在苏尔的身上 道 徐小公也亲自去给京都豪祖存款 京都豪祖利用他的人气和威望 正在大肆收敛钱财 初步估计 短短半天的时间 他们收敛到手的钱财 应该过百万了 什么 会议室中所有人齐齐站了起来 都满脸震惊 徐小公也亲自带头给京都豪祖存款 并且利用他的人气和威望 帮助京都豪祖敛财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徐小公爷 你是叛变了吗 就连苏尔 此时翘连也是一阵呆滞 美眸隐隐有怨气 这混账 两天不惹事 他就嫌得慌啊 苏 苏会长 这是你怎么看 陈连后连忙看向苏尔 整个南城山盟 要说最了解徐安的 就是苏尔 众人的目光 也齐齐落在苏尔的身上 苏尔翘脸平静 道 好事 好事 刘善一听当场就急了 徐小公爷在帮助京都豪祖造血 这怎么就成好事了 众人也是面面相去 不明所以 苏尔扫了众人一眼 笑道 徐小公爷什么样的德性 你们不知道吗 无力不起早啊 他既然选择这时候 在京都豪祖的钱庄存钱 想必已经有了计较 天底下能让他徐安掏钱的人很多 但是绝对不会有京都豪祖 这话对于众人来说 简直就是醍醐灌顶 当场很多人就反应过来了 徐小公也给京都豪祖存钱 绝对没安好心啊 我去 虽然不知道徐小公也要干嘛 但我一想 我就感觉浑身几倍发凉 刘善咽了咽口水 莫名的心虚起来 其他众人也都在点头 他们和刘善一样 察觉到自家会长 似乎要玩一次大的 可能会直接将将京都豪祖坑破产 徐安 你 到底想要做什么 唯独苏尔眯起了美眸 俏脸有些担忧 黄公 袁康帝从孙雕四的口中得知徐安的举动后 也是惊得跳了起来 你是说 他几乎在京都豪祖所开设的钱庄 都存了银子 孙雕四点点头 道 是 十万两到几千两不等 京都十余家钱庄 他都有存 最重要的是 很多大家族的小娘子 也跟着一起存款 四 袁康帝听完后 直接倒吸一口冷气 这小子 是个狠人啊 第552章 灾心计破惊天下 徐安一波存钱操作 再次把京都干炸了 而这时 在秀一使者的努力下 经过三日的发酵 京都荣凤城祥 以及祥瑞的消息 终于如之前徐安大败鬼为君一样 传遍了整个大前天下 愚蠢 无能 混账 东径 靖安王府 哪怕是一项好脾气的靖安王萧景轩 得知消息后 心态也是当场爆炸了 他气得暴跳如雷 手中心爱的小茶壶都直接摔在了地上 而他圆滚滚的身体 此时也都在抖动着 那井雷在身上的井袍 都宛若波浪一般荡漾 萧景轩着实气坏了 为了趁灾星灵氏发动叛乱 他这些年都在秘密立兵莫马 如今兵强马壮 粮草充足 结果 现在却告诉他 灾星灵氏天下皆反之计 不能用了 原本是灾星的皇后 因为能让大前三五年脱离饥荒的农作物 因为瘟疫疫苗和治疗瘟疫的药物 摇身一变 竟然成了大前神仙般的人物 现在在用皇后是灾星这个借口来造反 天下百姓能将他们的脊梁骨给打折了 赵斯 你个老匹夫 你不是说京都尽在你的掌控中吗 这特妈叫京都尽在你掌控中 你个老杂毛 你误老夫不浅啊 萧景轩直接指着京都的方向 破口大骂 你还号称大前第一权臣 你还有脸自诩文坛第一 你连个毛都没长齐的毛孩子都对付不了 你该死啊 整个大厅 所有幕僚和武将也是满脸愤懑 怒不可遏 王爷 现在十万大军已经整装待发 我们可否直接率先发动进攻 为首的一个武将站了出来 拱手道 灾星灵士 天下皆反之计 虽然不能用了 但主动权依旧在我们手中 只要我们速度足够快 依旧可以打得京都措手不及 听到这话 很多人也都立即站出来附和 对啊 王爷 打吧 我等准备了这么久 这天下不归我等说不过去 没错 王爷 史书是由胜利者编写的 将来王爷你登上皇位 想怎么写 还不是王爷你说了算 王爷 站吧 我们准备了这么久 不能付诸东流啊 看着一份田英的幕僚和武将 萧景轩当即气得老眼通红 你们平时一个个牛气哄哄的 现在为了能更上一步 一个个都不带脑子了吗 他直接跳起一脚 将出头的武将踹飞出去十几米 瞪着双眼倒打 徐安的新军两千多人 直接灭了北敌最为精锐的鬼为军 再用新军区区一步 配合雍州军打下了号称 铜墙铁壁的天门山 徐霄北境和耶律洪峰一战 斩首八万人 如今捷报就在回京的路上 靖安王指着从地上爬上来的将领 道 现在大前军队士气如虹 你现在反 徐安的新军 徐霄的边军 你觉得你能对付得了谁 说话的将领脸色煞白 不敢再说话 其他人也都纷纷低下头 不敢再回话 靖安王掌控的 不过是东径靖安府境内而已 而不是整个东径 如果他掌控整个东径 尚可和徐霄一战 但他就是个郡王 没那么大的能量 能号召整个东径为他而战 唯一的办法 就是趁着灾心灵事 天下接返的时候 浑水摸鱼彻底控制整个东径 然后发兵和天下诸王一征天下 结果 现在鱼不能摸了 你说糟心不糟心 等吧 再等等 现在谁先冒头 谁先扛齐 谁就是袁康小儿 用来立威的对象 会承受袁康小儿的雷霆之火 会承受徐安和徐霄的疯狂进攻 靖安王闭上双眼 道 这个眉头 我们不能处 叔弟 他睁开双眼眼底冷光射人 还有 加强和宇文湖的联络 他不是想和本王联手吗 本王同意了 等有人扛不住先反了 袁康帝疲于应付的时候 让他和本王里应外合夺取东径 为首的将领连忙拱手道 是 属下明白 与此同时 西境内 镇西王府也是一片死寂 镇西王府的幕僚和一众武将 这时也都坐在议事厅 一个个脸色冷峻 导致整个大厅的气氛压抑得有些吓人 徐安 这家伙倒是个有趣的人 我在京都的那段时间 怎么就没发现 这家伙还有这样的本事呢 主位上 镇西王府小世子端着茶杯 嘴角有笑容 想当年 我也曾跟在他的身边打过架 调戏过姑娘的 就是不知道 如今以他的身份 他还认不认我这个小弟 听到这话 一众幕僚和武将都有些猛逼 世子爷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徐安是我们的生死大敌 你怎么还夸赞他 而且 徐安将灾心临世天下皆反的大忌给破了 咱们现在没有了造反的由头 这才是重点 其实抛去私心不论 无论是能让大前脱离饥荒的农作物 还是牛逗疫苗和治疗瘟疫的药物 对大前来说都是天大的好事 萧从看着众人 道 不能因为我们有私心 就否认掉徐安的攻击 可是 我们有私心 我想一统天下 成为一代贤皇 诸位想一展报复流芳百事 我们都是一群有野心的人 众人文言 不由脸色微变 世子爷 你别尽说大实话 诸位不要多想 我觉得这很好 没有贬低你们的意思 萧从笑了笑 道 不过 现在得等一等了 镇西王府不荡出头鸟 当然 也要看看赵司 是否真的能控制京都 如果控制不住 那这个盟友 可以考虑换一换了 众人见到 萧从已经有了计较 当即也都站了起来 齐齐拱手道 世子殿下英明 英明个屁 这时 一道怒吼声从后院传来 混账东西 给老子滚进来挨打 老子还没死呢 你就敢惦解 你皇叔的位置 老子打不死你 镇西王 萧丽 萧从苦笑着摇了摇头 放下手中的茶杯道 诸位 请便吧 我要去挨打了 就不留诸位了 一众幕僚和武将 众人顿时都无语了 这都准备要造反了 你们父子俩 还没统一思想吗 江南 淮南王府 啪 一颗人头落在大殿前方 在大殿上滚了几圈后 才停在了一众 淮南王府的幕僚和武将面前 所有人吓得跪在地上 大气都不敢出 人头是淮南王旗下密碟 刚刚前来给淮南王府 汇报京都的最新情况 结果 淮南王得知 徐安破了灾心灵士天下接反的大忌 直接一箭 就将暴行的密碟斩了 第553章 让他在快活中死去 淮南王手持长剑 脸色冷立 徐安 想坏本王的大事 可笑 本王准备了这么多年 如今已然控制了整个江南 岂会因为你短短几句话 就动摇了决心 灾心灵士不可用 哼 那本王就用给你看 淮南王抬起手中剑 舌尖舔了舔剑上的血迹 满脸狠利 刷 他手中的剑猛地向京都一指 道 传令下去 全军备战 等本王一声令下 十万大军直取京都 是 众人齐齐拱手 没人敢有半句反驳 敢反驳 下一秒估计就人头落地了 赵思 你想要的支持 本王都给你了 淮南王盯着京都的方向 冷声道 天地会本王调给你了 魔宗本王也想办法为你争取了 京都你若还是搞不定 本王入京都的第一件事 便是喷了你 众人文言 顿时吓得瑟瑟发抖 头皮发麻 与此同时 北静 南静 以及天下藩王得知徐安破了赵思的灾心计后 也都怒不可遏 将赵思的祖宗十八代都问候了一遍 赵思 你个无能鼠辈 你误本王啊 赵思狗贼 你的老皮肤不是很牛吗 被一个小屁孩 踩成这鬼样子 你还有脸跳 赵思 你给本王去死 等本王入了京 第一个宰了你 一代名相 一代名相 被一个小崽子将脸按在地上摩擦 赵思 你还真有脸啊 天下藩王都气得发疯 恨不得将赵思撕成片 因为 这些年赵思为了笼络他们 和他们有各种利益交换 手中可是有他们勾结赵思的证据 赵思要是被袁康帝拿下了 那证据要是落在袁康帝手中 后果不堪设想 一旦赵思斗不过袁康帝 那他们恐怕不反也得反了 天下藩王人心惶惶 京都却是闹翻天了 听说了吗 徐小公也给京都豪族存款 说是要给京都豪族造血 扯淡 那肯定是徐小公爷又开始闹幺蛾子了 他可是和京都豪族水火不容 喂 你这么急 你要干嘛去 去京都豪族存钱啊 徐小公爷要闹幺蛾子了 说不定能跟着赚上一笔 京都街头巷尾都在讨论这件事 特别是现在京都百姓都按街道打疫苗 事情的传播速度可想而知 一天不到 徐安在聚保楼的事情 便已经传遍整个京都了 一时间 别说那些大家闺秀 就连一些有存款的百姓 也都开始往京都豪族开的钱庄存钱 一天的时间 京都豪族所收的存盈 已经超过三百万两 虽然说是在坑徐安 但现在王大宝 司徒南等人已经有些头皮发麻 他们没想坑这么多啊 他们原本只是 想要趁徐安死之前 借他的人气 坑上一步而已 没想到徐安的名头竟然这么管用 竟然引来这么多愿意被坑的人 连秦国公府 鲁国公府 不相继存进来了十余万两 说是将家底都存进来了 太子萧元朗 高阳公主萧兰 也都分别存了五万两 这些可都是大人物 他们要说 心里半点不出 那是扯淡 一日一早 京都豪族齐聚司徒家 找司徒南商议对策 司徒家主 这 这怎么办 王大宝脸色都白了 脸上都是汗水 单单是他的聚保楼 现在收到的存款 已经快将仓库塞满了 他心里没有一点底 现在慌得一批 虽然不知道徐安要干嘛 但都知道他没安好心 要是事情失去控制 他简直不敢想象 会有什么后果 这可是事关这么多大人物 事关几百万两银票啊 放心 丞相说了 诸位放心 收着便是 刚好接下来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 司徒南看着坐在大厅中的 各大家族主示人 道 事到如今 我也不瞒诸位了 今晚丞相会调兵入京都 要血洗京都 引起大乱 而重点要屠戮的 就是徐府 这一次 足有两万兵马入京 徐安就算再厉害 陛下和徐霄 就算再安排有高手保护他 两万人要杀他 神仙来了都难救 况且 为了防止意外 丞相还请来了多位江湖高手助阵 这一次 徐安插翅难逃 听到司徒南的话 原本脸色难看的众人 瞬间就激动了起来 真的假的 两万人杀徐安 那徐安必死啊 太好了 看着这小兔崽子天天上蹿下跳 老夫就恨不得弄死他 老子总算等到这一天了 徐家小贼死了 难成伤盟还算个屁 最重要的是 徐安临死竟然还帮了我们这么一个大忙 为我们准备了这么多银子 别说一个南城伤盟 就算十个南城伤盟也照灭不悟 大厅瞬间笑声震震 很多人都激动的手舞足蹈 恨不得现在就见到徐安血洒当场的画面 告诉你们 是对你们的信任 但从现在起 你们所有人都必须留在司徒府 司徒南目光扫过全场 笑道 既然丞相动手了 那我们就一起 见证这个时刻吧 没错 我们就留在司徒家 等着见证这一刻 众人齐齐表态 对司徒南的安排 没有任何意见 他们都知道 司徒南将消息告诉他们 是为了稳住他们 而不让他们离开 是为了防止消息泄露 这个时候 谁要是敢离开 导致发生变故 那就是京都豪族的公敌 自然没有人愿意出这个眉头 这小贼 到底又想玩什么把戏 丞相府 肇丝脸色也极为难看 虽然今晚大军便会杀得京都血流成河 但现在 遇到徐安来这一出 他也莫名的有些心虚 觉得这小子肯定有阴谋 但他将事情前前后后想了一遍 也想不出徐安到底要干嘛 将钱存入钱庄 顶多也就能吃点利息 还能干什么 相爷 现在何必在意徐安呢 反正今晚之后 徐安必死无疑 管家笑呵呵地拱手说道 赵斯微微点头 看向管家道 赵杰 你跟着本相多久了 管家笑着说道 回相爷 二十年了 二十年 是挺久了 赵斯抬头看着管家 道 南山这支军队 是你秘密帮本相拉起来的 今晚 你亲赴南山召集他们 带他们一起杀进京都 是成了 本相亲自为你设宴请功 管家当即收起笑容 郑重拱手道 是 属下必不辱命 嗯 徐安呢 他现在有什么动静 想到徐安 赵斯脸上杀意凛然 为了防止意外 他一直让人盯着徐安 管家道 他今日没有出门 道是公主殿下去了徐府 已经一整天没有出来了 没关系 就让他在快活中死去吧 赵斯冷笑 第554章 大老婆 咱们该办正事了 京都 一处隐秘的院子 长孙冲背着双手 给前方站成一排的十几个心腹 下达了命令 你们都是我亲手培养出来的心腹爱将 今晚率兵竞成血洗京都的事 我便交给你们了 记住了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 众人立即齐声道 大人放心 我等必不辱命 长孙冲走上前 抬手帮其中一个心腹整理衣领 道 今晚 你们需要带领麾下的人马 配合赵捷行动 他的命令可以听 但执行到什么程度 你们自己把控 徐安当日讲课时 挑明了我和丞相的关系 说明陛下已经注意到了我 所以我需要京都乱起来 只有京都乱起来 陛下和赵斯斗得更厉害 我才有更多的时间来完成布局今晚之后 你们若死了 我会善待你们的家人 你们若活着 将来攻城 你们都是开国之功臣 我给你们裂土封疆 文言 一众心腹立即齐声道 愿为大人笑死 掌孙冲挥了挥手 道 去吧 我等你们的好消息 话落 几道破风声响起 十几个心腹的身形 瞬间消失在院中 掌孙冲看着 已经渐渐吸垂的太阳 脸色变得阴翼起来 他不知道 当日徐安众目睽睽之下 挑明了他和赵斯之间的关系 究竟是敲山正虎 还是旁敲侧击 但无论是哪一个 对他来说都不是什么好事 因为这意味着 袁康帝已经注意到他了 他再狗下去 已经没有意义 既然如此 何不如趁此机会 彻底计划袁康帝和赵斯的矛盾 袁康帝和赵斯斗得越凶 他就有办法斡旋 就越安全 徐安 现在最大的变数 还是徐安 掌孙冲沉声自语 说实话 以前对于这败家子 他从未正眼看过一眼 就算是见面时热情 那也是 看在他爹徐霄的面子上 却没想到 这个败家子 现在竟然成了影响整个京都 甚至整个大前局势的关键性人物 陛下 你这么多年不作为 是等这把剑锋力成长起来吧 掌孙冲冷笑一声 道 你还真是 骗过了天下人啊 要是袁康帝知道他的想法 肯定会说 哼哼 说起来你可能不信 虽然有青城山老道士的挂言 但这十几年的规划 真没瞧上这小子 这要说起来 这完全是你们逼着他自己跳进来的 徐安入局 就是从东宇使团入京开始的 真正将徐安纳入计划 也是从那时候开始的 京都 明月楼 我说 你能不能有事没事别总往我这里跑 江宇竹看着站在窗前的秦文俭 顿时有些无语了 我这是青楼 你在这里就是一国他乡的才子 你这动不动就往我这里跑 影响很不好 影响能有什么不好的 现在整个大前京都 你能看得上的 只有一个徐安吗 秦文俭斯毫不在意 淡淡道 再说 现在整个京都谁不知道你和徐安 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 我在这里 或许某些人更想看到 江宇竹想了想 抬起指尖捏着秦文俭的下巴 轻轻地摇了摇 殿下说得太有道理了 奴家真是无言以对 滚滚滚 秦文俭抬手打掉江宇竹的手 道 别用你对付男人的手段对付我 我不吃你那一套 我过来 是想问你 徐安有没有找过我 他住在东渔使馆 除非是闲时 否则徐安去东渔使馆找他 恐怕有些人会想得有些多 而现在 徐安闹得满城风雨 以他对徐安的了解 这家伙 肯定又要闹什么幺蛾子了 而且 闹出来的动静 还不会太小喝 果然女人都是善变的 有了新欢 就忘了旧爱 江宇竹双手捧着秦文俭的脸 渲染玉气 你的负心汉 虽然是找你了 但你来找我就为了找他吗 你们果然不是什么好东西 江宇竹 你够了 秦文俭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受不了了 他将江宇竹拎到一边 警告道 说正事 别再骚 否则我找南江圣女 给你弄点药 让你见到男人就想吐 他可是亲眼见到 赤鱼给萧兰制作过毒药的 盖威就吃了那么一小粒 现在见到酒都还想吐 要让赤鱼弄点讨厌男人的毒出来 应该不是太难 可以专制江宇竹这种魅病 你敢 果然 江宇竹直接跳了起来 他瞪着秦文俭 道 没看出来本姑娘在吃醋吗 凭啥 本小姐才是东宇的间谍头子 她要找人帮忙 那也应该找我吧 凭啥找你 凭你是东宇公主啊 秦文俭双眸微微眯起 嘴角带笑 嗯 凭我是东宇公主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她身边现在全是公主 秦文俭故意气江宇竹 掰着手指道 萧兰是大前公主 爱丽丝 拉尔是海外滇国公主 沈奥云出身江南武林盟 是位江湖公主 南江圣女痴雨 是南江公主 孔爷儿是大家闺秀 书香门第 算得上是孔家的小公主 苏尔虽然是一届商骨 但现在是南城商盟副会长 徐安的左膀右臂 堪称商业界的公主 秦文俭的目光落在江宇竹的身上 道 你呢 风月界的公主 不 不对 风月界的公主 现在是徐安 江宇竹一阵呆滞 这简直就是在戳她的心窝子 当初为了方便潜伏 选择了这么个下九流的身份 结果现在成了 她和徐安之间的障碍 勉勉强强能做个小妾 秦文俭 老娘和你拼了 江宇竹张牙舞爪的 向着秦文俭扑了过去 两人很快就扭打在了一起 死女人 你往哪里摸呢 呸 摸你怎么了 你以为换上男装就是男人了 还不是平的 徐家 书房 来 大老婆 尝尝我亲自泡的茶 徐安笑呵呵的给萧兰上了茶 满脸鲜妹 萧兰俏脸微微一沉 也懒得纠正徐安的叫法了 端着茶杯道 你确定要找秦文俭帮忙 你信任他 成虎 安建成他们跟着新军 还没回到京都 我现在在京都信得过 敢用的 目前只有他 徐安笑了笑 道 当然 主要是这时候用其他人 感觉总差了点意思 好了 大老婆 咱们该办正事了 第555章 战场上 我不会手软 南山 傍晚 赵司的管家赵杰 站在茂密的森林中 看着修了一天路 正在回南山大营的流明 当即咧起了嘴角 好一条通往京都的大道 徐安 老夫就笑纳了 赵杰笑容细血而得意 太子和徐安 想要打通南山和京都 而修的这条官道 刚好是他的当须 有这条路 大军杀回京都的时候 可以节省近一半的时间 这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 属下参见首领 这时 身后有声音传来 赵杰回头看去 站在身后的是个满身乌泥的青年 要是萧元朗在这里一定会认识 青年正是当晚哭得稀里哗啦的 雍州小青年 李山 营地这几日如何 可有异常情况 赵杰微微汗手 李山是他从雍州带出来的 是他的心腹 作为管家 他跟着赵司出示北迪 一走就是一年半载 其实他并没有和赵司一起去北迪 而是抵达雍州后留在雍州 为赵司招兵买马 这只两万人的队伍 就是他亲手拉起来 并且亲自带回京都的 没有任何异常 而且南山大营的饭食量增加了 现在所有兄弟都为的白白胖胖的 各个精神抖擞 跟老虎仔子似的 李山笑着说道 很好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 现在到用你们的时候了 赵杰走上前 盯着李山沉声说道 传我的命令下去 今晚与我里应外合 血染南山大营 然后杀向京都 当初带你们来京都 说了带你们去发财 现在我就带你们发财去 李山带住 片刻他才回过神 有些震惊道 首领 今晚动手吗 赵杰脸色皱冷 盯着李山道 怎么 你在质疑我的命令 李山当即单膝下跪 道 属下不敢 属下只是觉得太快了 我们没有时间准备 首先就是兵器 我们手中连干活的农具 回到南山大营后 都得集中保管 有专人看守 而且 南山大营中 还有三千巡防营看守 我们徒手不可能是他们的对手 听完李山的分析 赵杰的脸色 这才好看一些 道 兵器的事情 你们不必担心 回营之后 你去找南山大营的仓库管理者 武器 他早就已经以运粮和运菜的方式 命令运进了南山大营 就藏在南山大营的地底下 听到这话 李山顿时就震惊了 南山大营仓库管理 是太子身边的亲信小太监 李景 他竟然是首领的人 怎么 看你的样子 似乎很震惊 赵杰冷笑一声 道 从你们进京都 我就一直在谋划今日的事情了 若非万事俱备 我岂会选择在这时候动手 李山重重抱拳道 首领英明 手下佩服 赵杰背着双手 居高临下地盯着李山 道 今晚害时 我会率领兵马 从外面攻打大营 你带人从内部杀出 血染南山大营 是我送给徐安和袁康帝的第一份礼物 杀出大营后 听从我带来的人的指挥 直接杀向京都 听明白了吗 李山沉声道 是 手下领命 赵杰扬了扬手 道 下去准备吧 李山站起身来 再度攻身一礼 转身离开 李山刚刚离开 长孙冲的那十几个心腹 便出现在了赵杰的身后 大人 两千兵马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大人一声令下 随时可兵攻南山大营 赵司的一个心腹走出 拱手说道 他们在这片茂密的森林中 已经藏下了两千精锐 等害时 赵杰淡淡说了一句 便闭上双眼 南山大营 李山回到大营的时候 就看到大营外的草地上 正躺着一个四仰八叉的少年 少年身上穿着铠甲 正疯狂地用蒲扇 往自己的脸上扇 少年李山认识 是定边侯府的小侯爷柴蓉 现在是寻防营的校尉 见过柴小侯爷 见到少年 李山主动笑着拱手作礼 靠 李山是你这老小子啊 赶紧去给爷弄点冷水过来 也快热死了 少年冲着李山挥了挥手 骂骂咧地道 这京都什么鸟天气 这都快晚上了 还这么闷 老子穿着铠甲呢 还让不让人活了 想要凉快 自己去水里洗个走 李山是本宫的工人 不是你的仆人 李山还没说话 一道略显冷漠的声音传了过来 李山对这声音太熟悉了 大前太子 萧元朗 他猛地抬头看去 果然看到萧元朗在 十几名府兵的护送下 走了过来 见到萧元朗 李山瞳孔陡然一缩 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他没想到 萧元朗竟然会今日过来 这段时间和萧元朗相处下来 他挺喜欢这个 平易近人的太子的 不道迫不得已 他并不想伤害萧元朗 见过太子殿下 李山连忙跪在地上行礼 柴蓉也跳了起来 连忙笑呵呵地拱手道 殿下 闹着玩呢 今日我当职 岂能善离职守 你还知道 今日你当职啊 你要真敢跑去洗澡 本宫不收拾你 萧元朗瞪了柴蓉一眼 才冲着李山道 李山 你也起来吧 累了一天了 先去洗漱用餐 是 殿下 李山从地上爬了起来 转身进了大营 看着这段时间所待的大营 看着营地中嬉闹的众人 李山攥紧拳头 眼底满是挣扎 最后 他深吸一口气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 别怪我 我也是奉命行事 身不由己 他低声说道 李山 说什么呢 脸色还这么难看 一个雍州青年走了过来 肩膀撞了撞李山 道 走吧 赶紧洗漱吃饭去 听说今天有肉吃 赶紧拿 李山看了青年一眼 道 首领亲自找过来了 今日动手 血洗南山大营 青年脸色骤变 看到远处走进来 正跟大家打着招呼的萧元朗 青年沉声道 今晚动手 我们服从命令 那太子呢 害时 李山看着萧元朗 满上带着果决 如果害时他还在大营中 杀无赦 他是个好太子 将来或许会是个好皇帝 可惜 我们是刘寇 刘寇和官府 天生就对立 战场上 我不会手软 第五百五十六章 李鹰外合 血洗南山 入夜 南山大营真没想到 太子身边的新妇太监 竟然是首领的人 李山在仓库中 见到李景的时候 脸上依旧充满震惊 不 准确来说 我是你们首领的首领的人才对 李景是个胖多多的小太监 笑起来 脸上还有两个小酒窝 不过 你现在不用知道的太多 做好你该做的事情就行 知道的越多 你只会死的越快 李山自然知道 这里面的水有多深 想了想也懒得再问 只是冷漠地说道 武器呢 首领说 武器已经被你秘密运进来了 武器不在我这里 李景角轻轻往地面剁了剁 道 武器 在你们出去劳动的时候 我已经悄悄埋到了你们的帐篷底下了 你们从地面下挖出来 就可以用了 而且 还可以杀寻防营一个措手不及 李山听完之后 心头更加的震惊了 身上甚至泛起层层寒意 这狗太监竟然这么的厉害的吗 竟然翘无声息就将武器 埋到了他们的营帐底下 这要是杀了他们 是不是也能神不知鬼不觉 李头领 请吧 李景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道 大首领还等着你们胜利的消息呢 希望今晚你能带领你的兄弟们 旗开得上 李山点了点头 一句话都没说 转身离开了仓库 回到了大营后 他的一群兄弟立即围了过来 李山没有理会他们 直接掀开搭建的简易床板 就看到床板脚下的土地 明显是被人挖开夯实过的 李山立即用手将土刨开 很快便从地底拽出来了一个布袋 将布袋打开 里面全是抹着油的坡道 这 这武器竟然就藏在我们的床底下 众人看着布袋中的刀具 顿时都震惊了 武器立即分发下去 等害事信号和首领李英外合 血洗南山大营 李山将布袋丢在地上 道 太子呢 太子走了没有 有人立即站出来 说道 头儿 太子已经走了 去了女营那边 听到这话 李山顿时暗暗松了一口气 如此 那便没有后顾之忧了 南山大营外 密林中 赵杰正带着人 秘密往南山大营靠了过去 看了一眼时间差不多了 赵杰立即冲着身边 长孙冲的一个心腹道 发信号 攻南山大营 长孙冲的心腹 当即从怀中取出竹节 拉了引线 咻 随着一簇耀眼的火光升天 然后在空中炸开 照亮了整个南山大营 这是什么 怎么回事 戒备 全军戒备 见到在空中炸开的烟火 镇守南山大营的巡防营将士 顿时骚乱起来 给我杀 攻克南山大营 赵杰瞬间从森林中跳了出来 冲着南山大营怒吓 杀 杀呀 得到命令 长孙冲的那十几个心腹 立即带着两千人马 向着南山大营强攻过去 嗖嗖嗖 利剑划破长空 几十个巡防营的将士 便倒在了血泊中 嫡袭 嫡袭 柴戎站在塔楼上 看到向着南山大营冲过来的敌人 立即大声喝道 弓箭手 放箭 不要让敌人靠近南山大营 盾牌兵准备 步兵 话没说完 柴戎便听到身后 传来一声声淒厉的惨叫声 他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身后大营中 原本该躲在营帐中 瑟瑟发抖的难民 竟然都走了出来 足足上万人 而且他们手中都扛着泼刀 泼刀在火光下 刀光逼人 而为首的 正是李山 此时 李山手正抠着一个 巡防营将士的下巴 拖着他向前走来 他脸上没有了 往日的恭敬和微诺 肩上扛着刀 嘴中带着笑 匪气十足 李山 你敢反 柴戎手中的长枪 指着李山 目自欲裂 他就算再傻 也知道怎么回事了 刘明反了 反 不好意思啊 柴小侯爷 我们本身就是反贼 李山宁笑着 手中的扑刀 落在巡防营将士的脖子上 猛地一抹 扑 蟹剑三尺高 不 看着兄弟惨死 柴戎整张脸都睁獰起来 拎着长枪跳下塔楼 便向着李山杀了过去 李山 老子宰了你 然而 他还没有接近李山 李山身边的一个人 已经冲了出去 速度太快了 他手中的长刀 明明只是轻轻拍在长枪上 柴戎却感觉 那似乎像是有千斤距离砸在身上 震得他手中的长枪 险些脱落 不等他反击 那人背对着他双手猛地往后一次 刀直接从他的前胸突入 后胸穿出 扑 柴戎当场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小侯爷 寻防营将士顿时眼睛都红了 全部拼命着向柴戎方向杀来 小侯爷 虽然你是带兵的 但你的战场经验太少了 李山拎着刀走上来 笑着盯着柴戎 你看看 我这才这么一击 你居然就上当了 放弃了指挥寻防营的人反击 而是一个人向我杀来 所以今日 他们都会因为你的愚蠢而死 给我杀 随着李山一声令下 他身后的人直接杀出 片刻的时间 向着这边杀来的寻防营将士 几乎全部被杀 李山 老子做鬼都不会放过你 看着这一幕柴戎咆哮 惊怒交加 但他的怒吼声很快便戛然而止 直接被杀他的人一脚踹地 飞了出去数十米远 倒在地上彻底不动弹了 所有人杀出去 和首领会合 李山没有再看柴戎一眼 带着人便冲出了南山军营 而这时 从外面打进来的赵杰 也冲到了南山大营门口 看到南山中血染黄沙 到处都是寻防营将士的尸首 赵杰得意大笑 好 李山 做得好 此战胜了 算你投攻 李山立即拱手道 愿为首领笑死 所有人听我命令直杀京都 冲 赵杰大喝一声 立即带着人浩浩荡荡地 向着京都杀去 杀 杀呀 半个时辰后 叛军杀到了南城下 而这时 南城门已经被打开 而守城的士兵 也已经尽数被人杀了 赵杰见到这一幕 双眼泛着红光 大声喝道 给我冲 全军进城 杀得京都血流成河 金钱 女员 财宝 杀进城去 都是你们的 给我杀 赵杰举着手中的剑怒喝 然而话没说完 一道耀眼的血花 已经喷在了他的脸上 只见原本冲在最前方 掌孙冲派来的那十几个心腹 此时都被 已经被人从身后一见穿心 第557章 老赵 又见面了 南山大营 战后的南山大营 一片狼藉 火光冲天 这时 躺在地上 已经死去的小侯爷柴荣 手轻微地颤了颤 随即 他的脑袋缓缓转动 眼睛在大营中 溜溜转了一圈 确定整个大营 没有任何敌人了之后 一股路从地上蹦了起来 行了 都起来吧 戏过了 他踹了身边的 巡防营将士一脚 笑着说道 戏过了 特娘的这戏 也退逼真了 我刚才 还以为我真的死了 我还以为小侯爷是真死了 那穿心一刀 贼特娘的吓人 老子被李山大孙子抹脖子 才可怕好吧 等老子见到他 看我不弄死他 一群巡防营将士 也都从地上爬了起来 有人满脸激动 有人骂骂咧咧的 十分不爽 对李山一群人破口大骂 这群孙子下手也推狠了 牙都打掉了 马德 也就只有徐安这王八蛋 才能想得出 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鬼点子 柴蓉解开铠甲 将镶嵌在铠甲中的 半月形的木质道具 拆了下来 也是满脸无语 道具中间是打通的 就像是弯曲的刀鞘一样 刚才被盖威一刀穿心 完全是为了这场戏 而打造的软刀道具 穿过道具后 刺破他后背的血包 达到的效果 不得不说 效果非常好 外面负责观察战场的赵杰 就是因为看到他这一刀 才彻底地放下了所有戒备 呸 特娘的 写是谁准备的 给老子站出来 血都臭了 不知道吗 知不知道 老子含进嘴里 差点直接就吐了 柴蓉吐掉嘴里的残留的血沫 怒道 是太子殿下准备的 小侯爷去找太子殿下算账吧 人群中立即有人笑了起来 这可是杀了整整石头猪 才给咱们配齐的血浆 柴蓉一听当场就怂了 那还是算了 我一听到太子殿下讲道理 就脑壳疼 小侯爷 这一仗 我们死了三百多个兄弟 这时 战场清理完毕 有巡防营将士过来禀报道 文言 原本热闹的大营顿时安静了下来 方才激动的一众巡防营将士 此时都面露悲戚和愤怒 这都是他们朝夕相处的兄弟 现在都战死了 怒火 杀意瞬间将所有人点燃了 小侯爷 杀回京都吧 敢死这群狗娘样的 所有人齐齐看向柴蓉 各个杀意冲天柴蓉也是脸色阴沉 这一场仗 大营里面是演戏 但外面可是真正的战场 外面的兄弟 需要阻击赵杰率领的那两千人 徐安曾想过 让他从天牢带出来的四镜高手镇守外面 但柴蓉拒绝了 你让一群四镜高手顶在前面装死 你后续计划还怎么展开 而且 内部哪怕是演戏 也需要打得足够快 否则让外面的敌人杀进来 损失可能会更惨重 所以 徐安带来的四镜高手 几乎都安排在大营内 如此大营内的一战 几乎以碾压的方式解决了战斗 一个回合 大营内的兄弟全部被打趴下 而且还不会引起赵杰的怀疑 因为李山的人马 本来就占据绝对的优势 碾压很正常 但外面的兄弟 柴蓉深吸一口吸 心如刀脚 这都是他的兵 他能不心疼吗 放心 他们的血不会白流的 那些萧萧 会因此而付出惨重的代价 从京都方向 今晚杀他们的敌人 一个都别想活 徐晓公爷会将他们全灭掉的 我们不能离开南山 镇守南山是我们的职责 而且 现在南山更需要我们 柴蓉此时也是杀气腾腾 恨不得杀回京都 亲手灭了赵杰带来的那群敌人 但是 他更清楚自己的职责 他负责守卫南山 今晚因为这一出大戏 南山流明已经人心惶惶了 不能再出现任何变故 这是太子和徐安交给他的任务 所有人听命 立即进入各自的战斗位置 加强南山的防御 同时 让外围的兄弟部队 立即向我们靠拢 收缩防御 全力控制南山 一只苍蝇都别再放进来 柴蓉脸色冰冷地下达命令 道 徐安带人在京都搞事情 南山 咱们得守好了 不能让兄弟们的血白流 是 所有巡防营的将士 齐声怒喝 所有人立即收起悲伤 进入各自的战斗位置 加强对南山的防御 京都 南城大门前 赵杰被滚烫的血喷了一脸 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等他在睁开眼时 只见站在最前方 掌孙冲派来 协助他的那十几个心腹 竟然都已经被人一箭穿心 直挺挺地倒在地上 不等 他从惊恶中回过神 李山的怒吼声已经传来 动手 灭了他们 杀 杀呀 李山的人马直接动手 掌孙冲心腹带来的那两千人 请客间就被灭得干净 李山 见到这一幕 赵杰瞬间目自欲裂 再从南山赶来京都的这段路程 李山的人马 确实经常引起小动乱 当时他只觉得 这些人是想迫不及待杀进京都 因此也没在意 却没想到 原来他们是故意冲乱 掌孙冲的人的阵型 确保六七个人对付一个 现在突然发难 掌孙冲派来的那十几个心腹 和那两千人 当场就被杀了 李山 你干什么 你想造反吗 赵杰惊怒交加 剑指着李山 歇斯底里的怒吼他脸色猙獰 气得浑身发抖 没想到最后这一哆嗦 竟然会发生这样的变故 这让他难以接受 首领 你这话就不对了 造反的难道不是你吗 李山肩膀扛着泼刀 笑呵呵地说道 现在要进京都了 要发财 我们自己发就好了 已经不需要你了 赵杰还以为 李山是想单干 冷声喝道 李山 你这是自找死路 你们在南山大营 杀得血流成河 又血洗了京都 就算抢了无数的金银财宝又如何 没有我的帮助 你们带得出京都吗 李山笑着点头 道 当然能带出京都 因为我们有盟友 说完 他退到了一边 他身后的人 也迅速让出了一条小道 小道中 一个穿着粗布衣 双手插腰的少年 迈着不可一失的脚步走了出来 嘿 老赵 又见面了呀 正是徐安 第558章 皇帝也这么无耻吗 徐安 怎么可能是徐安 赵杰瞳孔陡然瞪大 一脸见到鬼的样子 他抬手指着徐安 嘴哆嗦了半声 却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不可能 相爷派人一直盯着徐安 徐安今日就没有出过府 他怎么会在这里 怎么可能还和李山勾结上了 赵杰老眼心红 在心头怒吼 老赵 别激动 别激动 年纪大了 小心被气死了 徐安在赵杰的面前停下脚步 扭头看向无邪 看戏呢 空手夺白人去啊 等着他像老鬼一样抹脖子 这老家伙 可是知道赵司的不少秘密 不能死 嗖 无邪的身影几乎瞬间 出现在赵杰面前 两拳砸出 咔嚓咔嚓 两声骨头碎裂的脆响传开 赵杰的剑直接脱手而出 双手也在空中摇摆 啊 赵杰直接跪在地上 惨叫出声 我靠 别那么暴力啊 徐安嘴角猛的扯了扯 一巴掌抽在无邪的后脑勺 尊老爱又懂不懂 你怎么忍心让老赵受这种苦呢 嗯 为了防止意外 把他的双腿也打断吧 徐安一脸歉意 语重心长的地看着赵杰 老赵 是我管教不严 但这也是 为了你的生命安全着想 你等我先忙完 等我忙完 咱们再好好地聊了 众人 看着惨不忍睹的赵杰 众人都无语了 你确定 废掉这老小子的手脚 是为了他的生命安全着想 有你这么为人着想的吗 而且就你这话 都能将他 给先气死了好吧 果然 赵杰怒火中烧 忍着疼痛 死死地盯着徐安 徐安 你早就和李山勾结上了是吧 剧烈的疼痛 反而让赵杰冷静下来 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他似乎并不在意 无邪要打断他的双脚 反而坐在地上 很配合地伸出了双脚 只是盯着徐安的双眼 怨毒无比 今晚的是 你想将计就计 哼 你还真狠 为了达到目的 竟然屠入了整个南山大营 这就是你的仁义轰 徐安猛地一脚踹出 一脚重重踹在赵杰的胸口 将他踹飞出去似无迷远 知道我为什么不留一个活口吗 就是因为南山大营 有寻防营的兄弟死了 徐安居高临下地盯着赵杰 道 至于血洗南山大营 只不过是做给你看的一场大戏吧 真正的战斗 只有南山大营外 至于南山大营里 全是掩的 你看到的鲜血淋漓血腥涂陆 那些血都是猪血 徐安盯着赵杰冷笑道 为了弄到足够的猪血 昨晚南山连夜杀了石头猪 才弄到了足够寻防营 三千将士的血浆 而做这一切的目的 就只是为了引你出来 让你将我们带到这里 接下来 你该领盒饭了 我该上场了 等我们抢劫完京都豪族 抢劫完那些贪官污吏 回来再和你好好聊 赵杰瞳孔陡然一缩 脸色瞬间苍白下来 所有的怒火和不甘 最终都被冰冷的寒意覆盖 连一身的血液 都在此时此刻冰冷了下来 此时 他终于明白了 徐安大费周章 在京都豪族开设的钱庄存钱 是因为存了他会抢回来 而且 根据大钱率 钱庄要是监管不严出现意外 那必须十倍赔偿给客户储户 要是徐安真得手了 京都豪族 还不得赔的裤衩都不剩 最重要的是 徐安今晚进城 赵党的官员 肯定会遭到徐安的重点照顾 丞相在京都数十年的努力 将会毁于一旦 这 这太可怕了 不 不 徐安 你不能这么做 赵杰脸色煞白 抬头盯着徐安道 你这么做 京都会大乱的 你敢 我为何不敢 一笑从怀中一块黑布蒙在了脸上 随即 他转身看向众人 冲着众人笑道 现在 所有人听我说 我们是梁山好汉 看不得世家豪族 贪官污吏危害百姓 所以 我们今日要取他们的不义之财 救济百姓 匡扶天下 记住了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口号 尽了城都给老子喊起来 徐安抬手指着众人 道 我再重复警告一次 服从命令厅指挥 谁要是敢擅自行动 敢伤害一个百姓 敢劫财无辜之人 老子 摘了他的脑袋 说完 徐安从怀里出去四张图纸 从中取出一张道 公主殿下 这是东城的地图 你带人去东城 地图上我标红的 连根毛都不要剩下 标黄的 适当抢一点 标绿的 就不要抢了 公主 赵姐猛地抬头看去 果然见到穿着粗麻布衣 男装打扮的削懒 从人群中走了出来 她一头长发 随意梳成了马尾 手中也拎着泼刀 甚至为了掩盖面容 她还不惜往脸上抹了灰尘 但身上那股高贵的气质 却是怎么也掩盖不了的 要是手眉被废 赵姐很想给自己两巴掌 这么大的破绽 她竟然没发现等等 那是谁 赵姐双眼差点瞪出了眼眶 她看到了谁 太子萧元朗 东渝才子秦文俭 徐安的抢劫大计 他们也都参与进来了 这要是传出去 他们难道不怕满朝御史 将他们喷死吗 不 不对 不 不对 太子和公主都准许参与了 这说明什么 说明袁康帝插手了 袁康帝才是这场阴谋中 最大的土匪头子 想通这些 赵姐只觉得脑袋上天雷滚滚 天塌地陷 陛下 你贵为一国天子 你也这么无耻吗 你可是天子啊 怎么能和徐安一起 谋害整个京都呢 你这图太明显了 这标率的地方 都是你南城商门 和普通商人的店铺吧 萧兰杨了杨 从徐安手中接过的图纸 道 你这无疑是告诉全京都 这些都是你抢的 他堂堂一个大钱财貌双绝的公主 跟着徐安做强盗就算了 竟然还做得这么明目张胆 这传出去 他还怎么见人 瞧你这话说的 我要和京都百姓说 这是不是我做的 你觉得有人信吗 徐安福娥满脸无奈 毕竟之前存钱的事情 已经闹得京都沸沸扬扬了 而且 整个京都能做出这种事 并且不伤及无辜的 就只有我了 众人闻言 顿时脸皮都只抽抽 真正的盗贼进城 的确是会杀个血流成河 但你徐小公爷绕着弯夸你自己 你还真好意思啊你 第559章 这次玩的是土匪进城 众人无语 徐安的话 他们还真无从反驳 毕竟现在整个京都 谁不知道他徐安 就是个闹腰儿子的行家 京都出现难以解释 或者惊天动地的事情 不用怀疑 肯定是徐小公爷做的 这就是京都百姓的共识 萧莱儿收好图纸 道 寻方营负责京都治安 发生这种事 他们肯定会全部出动镇压的 我在东城 会给你们争取到足够的时间 不过要快 我坚持不了多久 公主殿下霸气 徐安直接竖起了大拇指 将东城丢给萧莱儿 就是因为东城是皇城 寻方营 禁军都在东城 禁军护卫皇城 肯定不会轻举妄动 但寻方营肯定会全面出动的 这时候 就需要萧莱儿和成铁城老黑 打一次配合了 战斗要激烈 但是伤亡要最小 戏要做得足 永书 徐安招了招手 将一个天牢高手叫了过来 永书 你带着十个人 跟着公主殿下一起行动 听从他的指挥 不用 你去丞相府 你那边更需要 萧莱儿直接拒绝 丞相府连袖衣使者的渗透 都十分有限 说明丞相府肯定有高手作证 徐安选择这个机会 攻打丞相府 目的就是试探 萧莱儿知道 父皇同意徐安的计划 最重要的一个目的 就是想要将丞相府的 牛鬼蛇神逼出来 执行者就是徐安 他身边的高手都不够用 再拨给他那他的力量 就更薄弱了 这是没商量 得听我的 徐安却直接拍板 让秦勇带着十个四镜高手 跟着萧莱儿 开玩笑 虽然李珊的这些人 这段时间 的确被萧元朗驯服了 甚至已经通过了他的考核 但徐安还是有些不放心 怕出现意外 他徐安皮糙肉后 最不怕的就是意外 但大老婆不行 徐安不允许他出现任何危险 萧莱儿还想说什么 徐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 没看到众目睽睽之下吗 知不知道 什么叫三从四德 给你男人一点面子好不好 萧莱儿见到徐安的脸色 也明白了他的用意 心头顿时一阵温暖 道 好 我接受 那你小心点 徐安直接将另外两张图纸 递给了萧元朗和秦文俭 道 萧元朗 你去南边 秦文俭 你去西边 至于北城 交给我 最安全的是南城 那是他的地盘 几乎没有什么危险 交给萧元朗 西城 居住的大多是商古世家 也没有太大的威胁交给秦文俭 至于北城 丞相府和京都豪族几乎都在北城 那是龙坛虎穴 给他亲自来闯 明白 萧元朗和秦文俭都立即戴上了面巾 特别是秦文俭 他这时是有些无语的 他没想到徐安找他帮忙 竟然是让他帮忙带兵 去抢京都豪族 他又不是大前人 萧元朗和萧兰被发现了 顶多被口诛笔伐 但是 他要是被发现了 那肯定会被骂死的 不过 他还是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主要是因为 有趣 说实话 知道计划之后 他都险些忍不住拍案叫绝 赵斯怒不可遏 要引兵血洗京都 徐安将计就计 用他引来的兵 抢劫他的人 这个亏 得把赵斯和京都豪族给吃死 行了 兄弟们 干大事的时候到了 徐安一手插腰 一手猛地指着京都 道 冲 给我冲进去 替天行道 夺取不义之财 匡扶天下 冲 冲啊 徐安一马当先 冲在最前面 盖威和无邪冲在他的身侧 带着身后一群人 浩浩荡荡地杀进了京都 冲进京都后 按照之前的分工 萧元朗 萧兰 以及秦文俭 立即带着人 向四面八方散开 城外 看到没人理自己 赵杰还以为逃过了一劫 结果刚刚挣扎着要站起来 想要去给赵斯报信 一道拎着扒击的高挑身影 就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赤羽 原来是赤羽姑娘 赵杰脸色一变 又迅速冷静下来道 赤羽姑娘 向爷知道 赤羽姑娘是受到徐安的蒙蔽 才跟着徐安走的 一直很惯念姑娘你 丞相说了 只要姑娘你迷途知返 任何条件都可以谈 话没说完 赤羽的拳头 直接砸在了他的脸上 将他砸到在地 随即 赤羽一只脚踩着他的胸口 从胯包中取出一个盒子 又从盒子中取出一条 软糯无骨 宛若毛毛虫的小虫子出来 赵杰看着这一幕 当场就吓傻了 小妖女 你想干什么 喂你蛊虫啊 吃鱼咬着爬鸡 道 徐安不想让你死 但老子觉得 你们这种人 死一百次都不够 所以让你生不如死 他话音刚落 赵杰便已经缩成一团 在地上惨叫了 京都 虽然临近子时 但南城县衙的大门前 百姓还排着长长的队伍 等待着打疫苗 啪啪啪 这时 远处忽然传来震耳欲龙的脚步声 这是怎么了 听到动静 很多百姓都齐齐往声援的方向看去 结果下一秒 所有人齐齐呆住 只见不远处 一群穿着不一手拎着大刀的人 正向着这边冲了过来 不好 土匪进城了 快跑 看到装扮 有人大声说道 这话一出 所有人都大惊失色 吓得当场就要逃 然而 这时 正向着他们冲过来的土匪 却先开始喊话了 梁山好汉 进城不伤即无辜 只为踢天行道 夺取不义之财 匡扶天下 无关人等速度退避 夺取不义之财 匡扶天下 无关人等速度退避 然后 一群人直接他们的身边 浩浩荡荡地冲了过去 理都没理他们 只有声音不断传来 南城百姓 原本吓得想要逃跑的南城百姓 当场都梦了 梁山好汉 真是土匪啊 但这味道咋这么熟悉呢 跑在最前面那个 应该就是徐小公爷吧 嗯 我见过徐小公爷 被人追着逃命 屁股扭得很像 徐小公爷 这是又闹幺蛾子了 这次玩的是土匪进城 一群百姓 你看我我看你 都懵了 徐小公爷 你咋这么能折腾呢 第五百六十章 支持徐小公爷的伟大事业 百姓都猛了 徐小公爷 你玩得这么嗨的吗 一个鬼神莫测的龙凤城祥 让我们都还没回过神呢 现在又玩土匪进城 你这是要闹哪样 你咋这么能玩呢 在众人错愕的注视下 只见跑在最前方的蒙面男人 忽然指着街道两边的店铺 道 紧升钱庄 聚五十人 一片叶子都别剩 闻香楼 去三十人 能搬的都搬了 私家不行 这个片甲不留 茅材别害命 但敢有抵抗者 杀无赦 随着男人每一道命令下达 就有一家店铺被人踹开 接着四五十个壮汉 便冲进了店铺中 店铺中很快传来了 噼里啪啦的声音 众人 看着这一幕 众人都目瞪口呆 确定了 就是徐小公爷 除了他 京都没人敢这么搞 徐小公爷 我现在把钱存钱装 还来得及吗 当即 有人冲着徐安大贺 这时 很多人都反应过来了 徐安将钱存进京都豪族开的钱庄 就是为了抢回来后 还能让京都豪族加倍赔偿 很多人齐齐地看向徐安 眼底冒光 京都豪族那么有钱 小公爷 别一个人坑 带着我们一起坑啊 有人也大声附和 徐安听到这话一个猎切 险些一头栽倒栽定 我擦 老子的伪装这么差劲的吗 蒙着脸了 你们还认得出来 徐安忽然有一种被扒光的羞耻感 但现在能承认吗 打死都不能承认啊 说老子是徐安 你们有证据吗 拿出证据来 徐安 别和我提那顽固败家子 老子和那败家子不共戴天 徐安抬手指天 道 老子是梁山好汉楚留乡 道帅楚留乡 今日来京都 乃是取不一支财 康扶天下的 那败家子 能有大侠我这样的心胸 众人一听 顿时就呵呵了 你要不说话 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你 就是徐小公爷 你这一说 我们百分之百确定 你就是徐小公爷了好吧 当然 他们没有继续追问 徐安这是委婉拒绝了 说明这个坑太大 徐安能跳出来 他们要是这时候 跳进去 估计得被埋了 那可是京都豪族 平时吹口气 他们都得灰飞烟灭的存在 而一群天牢的四镜高手 听到徐安的话都迷了 道帅楚留乡 这不是这混账小子 在天牢给他们讲的武侠故事吗 他竟然直接将这名号 用在自己的身上 楚留乡轻功卓绝风流倜傥 你哪里有半点这形象了 臭不要脸 算了 别管这些银头小利了 剩下的兄弟 直接和我直奔北城干漂大的 徐安没在里南城百姓 大手一挥抱和道 走 去北城 哈哈 冲啊 跟着楚大侠去干大事 李山一群人也很会来世 知道徐安在故意隐瞒身份 立即顺着徐安的话察附和 请客间 数千人嗷嗷往北城冲去 兄弟们 记住了 今晚是你们人生中第一次高光 徐安边跑边点火 燃烧这群家伙的斗志 今晚 本大侠带你们脚踩宰相府 全打司徒家 哈哈 一个是大钱最有权的人 一个是大钱最有钱的人 竟然都得在咱们面前瑟瑟发抖 你们就说 刺激不刺激吧 刺激 众人齐声怒吼 声弱滚雷 徐安放弃了除了钱庄外的所有商铺 抢京都豪族的店铺 感觉有些费力不讨好 这些地方没有什么值钱的好东西 真正的好东西都在京都豪族的手里 收拾一家豪族 收获肯定比上百家店铺还赚得多 那就擎贼先擎王 先拿司徒家开刀 此时 南城商盟总部 苏尔 晨联后 刘善等一群南城商盟的成员 此时正站在窗户前 看着楼下宛若洪流一般 像北城席卷去的人影 都不由头皮发麻 这 说话的是徐小公爷吧 刘善看着这一幕 嘴角都是哆嗦的 徐小公爷 这是 这是要将天给捅破了呀 很多人也都脸色煞白 木讷地点头附和 赵斯一党 在朝中全是滔天 京都豪族 在天下举足轻重 但现在 徐安在光明正大的洗劫他们 这想法 简直太疯狂了 刘元外 请注意你的言辞 苏尔撬脸也是充满震撼 徐安在敌方开设的钱庄存钱的时候 他就猜到 徐安肯定有别的目的 只是他没想到的是 徐安的目的竟然这么疯狂 不过 这的确很徐安 苏尔扭头看向刘善 笑着说道 抢夺京都豪族和赵党的 是道帅楚刘湘 和徐安徐小公爷有什么关系 没错 以后注意你们的言辞 陈连后目光扫过全场 道 抢夺京都豪族和赵党的 是梁山好汉 和徐小公也没什么关系 众人愣了一下 这才反应过来 今晚的事情太大 无论是京都豪族 还是赵党 都不会善罢甘休 而他们难成伤盟 可是徐安亲手缔造的 是和徐安同一阵营 要是连他们都说 那是徐安做的 极有可能会被人利用 用来攻劫徐安 没错 徐小公爷一搏云天 怎么可能做这种事 对 这都是楚刘湘做的 和徐小公也没有半点关系 我可以作证 众人也都笑了起来 一个个义正词言 要是京都豪族和赵党 敢诬陷徐安 他们都愿意站出来 帮徐安仗义之言 可 我倒是觉得 楚刘湘也不错 苏尔干咳一声 看着众人说道 楚刘湘此次进城 是为了取不义之财 匡扶天下 替天行道 也是个一搏云天之人 我南城山盟 很愿意结交这样的好好劫 苏家愿意出白银万两 支援楚大侠 匡扶天下 众人一听 脸上的笑容都僵住了 会长 你说的这么好听 是想要我们赶着去遭劫吗 陈连后已经明白了苏尔的意思 也是点点头道 徐小公爷 不 楚刘湘如此大义 我们的确应该大力支持 说完 看到还是有人不解 他顿时没好气到 小公爷宁愿担风险 也不想损害我们的利益 但我们不能不懂事 整个京都豪族都遭劫了 我南城山盟好好的 谁都知道是徐小公爷了好吧 都出点血 支持徐小公爷的伟大事业 第561章 这是要一国端的节奏 京都 司徒家 司徒男坐在主位上 手端着茶杯 闭目养神 京都豪族各大家族的家主 也都坐在一起 相谈甚欢 不用担心 既然丞相亲自出手了 这一次 徐安必死无疑 没错 近两万人杀进京都 徐安就算有三头六臂 也肯定被斩了哈哈 我们今晚就坐在这里 今后徐安人头落地的好消息吧 众人推杯换盏 想到徐家血流成河的画面 都不由笑意连练 唯独王大宝 此时攥紧拳头 手臂青筋都吐起来了 说实话他此时很心虚 这种事情已经发生过很多次了 每一次眼看着徐安都陷入绝境 必死无疑 可每一次 他仿佛有神柱 都能绝境翻盘 没有见到徐安的脑袋 他怎么可能心安 王家主 怎么了 你这次可是赚得盆满钵满 怎么还有点心不在焉 见到王大宝的脸色不对 有人笑着问道 与其带着调侃 显然对王大宝这个最大的赢家 是有些意见的 就是因为赚得盆满钵满才担心 王大宝下意识地说道 话刚出口 又觉得自己现在说这话 有些不太适宜 他只能烦躁地挥了挥手 道 算了 希望是我多虑了 你们继续 哈哈 听到王大宝的话 众人顿时笑了起来 王家主这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其家老家主盯着王大宝 笑容戏削道 你要是害怕 将你这几日收到的所有存盈 让给我如何 哎 其老 还是让给我吧 我手底下也有钱庄 你们都别和我争 我觉得还是让给我最合适 我和王家主 那可是至交好友 什么至交好友 我看你是眼红王家主 那一日赚得几百万两吧 一群人一听 纷纷不乐意了 立即和王大宝攀关系 想要截胡 一日百万两 赵哥以前 相当于三四年的收益 但借着徐安的声望 一天就做到了 谁不眼红 谁都眼红 诸位 现在是关心这个的时候吗 现在你们应该关心的是徐安 王大宝扫了一眼众人 心头窝火的不行 徐安生死尚未可知 你们就开始想内斗了 要是徐安没死 你们想想后果吧 王家主 你太敏感了 都说 这次徐安必死无疑了 其家老家主笑着摇头 但话没说完 门外便已经传来了 铺天盖地的喊沙声 由远而近 宛若滚雷般席卷而来 大厅中 几乎所有人的目光 都齐齐向外看去 各个脸色激动 就连闭目养神的司徒男 此时也睁开了双眼 向着大门外看去 听到没 听到没 王家主 这是丞相的兵马进城了 其老家主大笑着说道 现在 徐安必死无疑 想要翻身 哈哈 下辈子吧 然而 听了其老家主的话 王大宝不仅没有丝毫的高兴 脸色反而瞬间苍白下来 他指着大门外 声音颤抖道 徐安必死无疑 我去你大爷的 必死无疑特妈的徐家在西城 这喊杀声越来越近了 这是冲着咱们这里来的 众人闻言 侧耳听了一下门外的喊杀声 下一秒 所有人齐齐站了起来 原本激动的表情 已经僵硬在了脸上 很多人脸色素素变白 心头瞬间被恐惧缠绕 别不是真被王大宝说对了吧 徐安又能绝境翻盘了 这不可能 这可是丞相的心腹大军 足足两万多人 徐安就算是手眼通天 他也不可能将这两万人控制住吧 就连司徒男 这时也是下意识地攥紧茶杯 杯中的茶水都溢了出来 他脸色阴沉 心头也升起了浓浓的不安 果然下一秒 他们的侥幸就彻底被击碎了 只见司徒府的护院司徒豹 快速冲了进来 冲着司徒男拱手道 家主 我们被包围了 我们被包围了 短短一句话 落在众人的耳中 宛若惊雷 在他们的脑中炸开 直接将所有人炸得七晕八速 宛若魂魄离体 嗖 司徒男猛地站了起来 难以再保持平静 目光犀利地盯着司徒报道 包围 被谁包围了 禁军 御灵军 巡防营 司徒男以为是袁康帝对他们动手了 一连报了多支军队的番号 而众人听到这话 差点被吓得半死 什么意思 丞相引兵杀徐安 袁康帝就引兵杀他们 想要逼着丞相妥协吗 不 不是禁军 也不是御灵军 更不是巡防营 司徒报连忙摇头 道 是南山的刘明 也就是丞相引进城杀徐安的人 他们叛变了 已经向着我们这边杀了过来 众人闻言再度杀在当场 整个大厅瞬间落真可闻 所有人面面相去 简直难以置信 丞相启动了埋在袁康帝身边的兵部尚书 让他帮忙打开京都的大门 放南山的刘寇进京都 杀得京都血流成河 杀得徐府无意活口 但现在 那些被引进城的流寇 竟然不去杀徐安 竟然要来杀他们 司徒报 你确定没有看错 司徒男的声音尖锐起来 杀意凛然地盯着司徒报 家主 没看错 叛兵已经向这边杀过来了 司徒报下的当场跪在地上 拱手道 他们杀进京都后 声称是来京都取不义之财 匡扶天下的 众人脸皮瞬间都扭曲在了一起 这么奇葩的借口 这么奇葩的解决方式 这么天马行空的神来之笔 不是徐安又是谁 我就说吧 我就说没那么容易吧 肯定是徐安 一定是徐安 王大宝一屁股坐在轮椅上 心态彻底崩了 将司徒府给本大侠权围起来 有胆敢私闯 或者强行突破者 杀 其余人全部冲进去 给本大侠搬空司徒家 如遇抵抗 杀无赦 这时 门外传来了一道怒吼声 接着 众人便看到 无数士兵蝗虫一般杀了进来 而冲在第一个的 依旧是徐安 只是看到一众京都豪族的时候 他顿时有些猛 随即不由狂喜起来 我擦 这么多人 哈哈 这是准备好被小爷 我一锅端的节奏吗 第562章 本大侠保证你们的生命安全 看到京都豪族几十人聚在一起 徐安双眼冒光 我擦 你们这么配合的吗 知道少爷我来了 集合欢迎我们 但很快 徐安脸色又黑了 这他妈哪里是欢迎 肯定又在使坏谋害老子 这每酒每食都准备好了 就等老子被叛军斩落人头 他们立马举背痛你 这不能忍啊 你们想要整死我 那老子先灭了你们好了 来来来 都给老子立正 排队挨收拾 此时 一众京都豪族 见到浩浩荡荡冲进来的一群人 本来已经够惶恐了 结果听到徐安这话 更是差点一口气没提上来 被当场噎死 刚刚他们还高谈阔论 认为徐安必死无疑 却没想到 角色这么快就转换了 现在不是徐安人头落地 而是他们极有可能人头落地 就连司徒男 这时身体也是不由自主地 向后退了两步 直到身后的司徒豹抬手扶住他 他才稳住身形 坐来泰山压顶不形余色的他 此时眼底难得出现了恐慌之色 这段时间的交手 他太了解徐安了 这就是和做事不计后果的主 现在来这么一招府邸抽薪 简直是断了京都豪族的所有退路 京都豪族卿则倾家荡产 重则抄家灭族 哎呦 诸位 晚上好啊 大晚上的聚在一起欢迎我 你们真是太有心了 看来你们已经被我盗帅储留香给折服了 徐安在院中停下脚步 笑呵呵的说道 那就别客气了 大侠我接受你们的折服了 随便孝敬一点东西就行 本大侠要的也不多 相逢是缘 本大侠就给你们一个二折优惠吧 嗯 随便来个十一两就行 给多了 就是不给我储留香的面子 众人一听 险些就当场骂娘了 混账 你这不是到 也不是哪 你这是抢 十一两 你管这叫不多 你管这叫二折优惠 你怕不是穷疯了吧 你知道十一两什么概念吗 京都所有豪族的资产 加起来都不够十一两 你开口就敢要十一 你咋不上天呢 没有 一两都没有 什么意思 你们甩脸子给谁看呢 徐安抬手指着众人 道 赶紧的 能孝敬本大侠 是天下无数殷豪的夙愿 如今这样的机会在你们的面前 你们想错过吗 我储留香 是绝对不允许你们 错过这样的机会的 一众京都豪族文言 当场差点被气得吐血 这思太贱了 不允许我们错过机会 不就是抢买抢卖吗 徐安 你别太过分了 齐家老家主老眼盯着徐安 冷声说道 徐安逆着齐老家主 义正言辞地纠正道 喂 老头 别在我的面前提那败家子 我今天叫楚留香 众人一听 险些当场气炸了 骗人你就不能骗得认真点什么叫你 今天叫楚留香 那你以前叫什么 喂喂 瞧你们的样子 很想打我呀 徐安抬手 只见勾引着他们 来 老子满腔怒火 正愁没地方发呢 你们一起上吧 这样老子就有机会彻底灭了你们了 特娘的 在老子面前装什么受害者 装什么正义凛然 要不是 有人警告过本大侠 暂时不能动你们 老子早将你们都送去见阎王了 袁康帝虽然同意了徐安的计划 但否决了徐安趁机灭掉京都豪族的建议 龙凤城祥记 好不容易稳定了大前天下 现在杀京都豪族 不可控因素太多了 因为京都豪族 某种程度上代表了天下豪族 现在杀京都豪族 恐怕天下好不容易稳住的局面 又得分崩离析了 徐安曾经很不明白 袁康帝和徐霄 既然掌控大前半数以上的精锐兵力 为何还对满朝文武投鼠记器 和京都豪族一忍再忍 但现在有些明白了 无论徐安和徐霄 都恨不得宰了京都豪族 却又不能一次性将他们全宰了 因为事关天下太平 杀了他们 天下士族豪族 可能就会人人自危 其中原因太复杂 徐安甩了甩脑袋 懒得去想 他可以听从袁康帝的旨意 但是要是京都豪族先动手 那就怪不得他了吧 听到徐安的话 京都豪族很多人 脸色都清白交替 本来已经惶恐不安的他们 此时肝胆都在颤抖 这种事 徐安做得出来 其家老家主也是被吓得够呛 只能耿着脖子威胁道 徐安 你真想赶尽杀绝 你真当我们京都豪族 是尼捏的吗 再说一次 老子叫楚留乡 谁再敢叫错 老子先宰了谁 徐安逆着一众京都豪族 翘着大拇指 指着自己道 老子这叫行侠仗义替天行道 从你们企图帮助赵斯 引兵入京都 霍乱天下的时候 你们在本大侠这里 就已经上了必死的名单了 所以 别废话了 十项点的话 就乖乖给钱吧 嗯 不对 你们站着不要动 我们自己来取钱就好了 徐安说完 冲着身侧的李山道 既然京都豪族 各大家族家主都在这里 那咱们就别客气了 留下一千人 剩下的兄弟 都去其他家族转转吧 告诉那些家族的人 让他们别反抗 这是他们家主的命令 是 李山大声接令 徐安 你敢 京都一众豪族 顿时都急了 那可是他们祖辈辛苦几辈子 才积攒下来的家业 现在就要被徐安给搬空了 他们怒不可遏 恨意滔天 楚大侠是吧 这事可还有转环的余地 司徒南走了出来 抬手拦住激愤的京都豪族 目光盯着徐安 眼底寒光闪烁 徐安看着这老家伙的脸色 就知道 他这是想要拼命了 但他害怕吗 敢反抗 那就直接干死 这总不是违抗原康帝的命令了吧 没有转环的余地 你们只有两个选择 给钱或者给命徐安 向着司徒南走去 看了他身边的司徒抱一眼 道 司徒家主 本大侠知道 你们暗中培植了势力 甚至还是一股不小的势力 不过 我奉劝你 最好别做傻事 他在司徒南的面前停下脚步 笑呵呵地看着司徒南 咱们梁山好汉 此次进城 只为取诸位的不义之财 解救百姓 匡扶天下 我们只为财 不害命 诸位要是配合 本大侠将保证 你们的生命安全 诸位若不配合 那就只有 杀 第563章 墙还没倒 你们就推了 短短几句话 京都豪族重家主 都身体紧绷 几倍发凉 眼前的少年蒙着脸 但看得出来他再笑 说话的语气 也并不显得强势 却充满杀意 不容半思质疑 仿佛只要他们敢有半点拒绝 他会毫不犹豫 动手图路 一时之间 京都豪族各大家主 竟然都在发出 都不敢说话了 就连司徒南 此时脸色也十分阴沉 盯着徐安的目光冷冽如刀 但也只是那么盯着徐安 真没敢叫人杀出来 徐安说的没错 京都豪族的确暗自培植 有自己的势力 否则 当初他们也不会有底气 和宇文护合作 企图引徐安出城杀制 如果全力一拼的话 以司徒家藏着的上百号高手 他们还是极有可能冲得出去的 但他不敢 提不起拼死一搏的勇气 最重要的是 徐安这小贼 似乎十分愿意他们反抗 一旦他们真的反抗 以徐安的德性 真有可能会直接将他们全灭了 袁康帝会计较后果 但徐安这小贼 后果 他这里只有结果 不敢反抗 那就排着队挨收拾吧 徐安双手插腰 下巴冲着司徒南洋了洋 司徒家主 那就别客气了 你先做个榜样吧 下令吧 让你的人全部放弃抵抗 然后告诉我们金库在哪里 我们自己搬就行 别耍花样 今晚没人来救你们的 配合点 我们拿钱走人 不配合 我们依旧会拿钱走人 但你这豪华的司徒家 肯定会被撬成废墟 徐安手往司徒府转了一圈 咧嘴笑道 司徒家主 你这庄园的造价 得有七八万两吧 嗯 看起来有些地方是有些旧了 怎么样 需要兄弟们免费给你翻修吗 徐安露着袖子挤眉弄眼 那样子恨不得当场开干 看得京都豪卒众人眼皮直跳 恨不得整死他 翻修你大眼 这是赤果果的危险 不就是想要决第三尺吗 决第三尺还说得那么清新脱俗 无耻 司徒男看着徐安的首饰 也是吓得心跳加速 这可是他司徒家的祖宅 几百年历史了 数个朝代更替 司徒家依旧屹立不倒 要是被徐安拆了祖宅 司徒家的老祖宗 都能掀开棺材本 徐安说实话这时候 他已经后悔了 都想给自己两巴掌 自己还真是吃饱了撑的 竟然相信赵斯能成事 要不然也不会弄得 现在这么被动 走到倾家荡产这一步 吟窟在后院 钥匙在这里 司徒男咬着牙 从怀中取出一枚金钥匙 随手丢给了徐安 吟窟设计有陷阱 打开门后 往前数第三块砖有暗格 机关控制中枢就在暗格中 关掉机关控制中枢 你们便能搬银子了 还有 不要打扰我司徒家女眷 后面的话 司徒男家中了语气 徐安笑着点点头 道 这一点 我可以保证 话落 他看向身侧的李山 道 还愣着干什么 需要少爷我 亲自动手吗 还有都给本大侠听好了 不要动司徒家女眷 不过 他们房间中所有值钱的东西 都给本大侠带走 司徒男一听 险些当场跳脚 你知道什么叫不打扰吗 你这叫不打扰 徐安 你别太过分了 司徒男盯着徐安 双眼喷火 你看你看 又叫错名字了不是 司徒家主 你别激动 我储留香是有原则的 只要钱 不会动你家女眷一根头发的 这点请你放心 徐安大笑一声 喝道 动手 是 李山抓着一个司徒家的小厮 拎着他就带着上千人 浩浩荡荡杀进司徒家后院 看着这一幕 司徒男气的脸色铁青 而一众京都豪族 也都面若死灰 连老大都妥协了 亲自交出银库的钥匙 他们还能怎么办 齐老家主 孙家主 你们之前说 想要钱庄收上来的银子是吧 我给你们 王大宝看向齐老家主说道 此时 他已经跌坐在地上 汗水都将他整个人都给浸透了 这次徐凡釜底抽薪 死得最惨的 就是他们这些开设有钱庄的家族 别的家族 顶多就是家里的现银被抢了 而他们除了现银被抢 还得背上巨额债务 明日事情 在京都传开之后 那些储户肯定找上门来 他们拿什么来赔 齐老家主 这句话却像是被踩住尾巴的猫 差点没当场跳了起来 王家主 你记错了 这种事情 我们怎么可能会做 齐老家主直接抬头看天 一副打死都不承认的样子 没错 王家主 我们没说过这话 王家主 你可不能冤枉我们啊 刚才想要奋一杯灯的几个家族 也都全部否认 开玩笑 现在要 那不是自找死路吗 什么银子不银子的 你们说什么呢 学安笑呵呵的 看向争论的几人 道 现在都是我的银子 王家主 你怎么说 是乖乖下令放弃抵抗 还是负于顽抗 速度一点 本大侠还要打成相符呢 没时间和你们好 王大宝本来怒火中烧 心头又恨又怒 结果听到 学安后面的话 浑浊的双眼 终于有了诗句 他猛地抬头看向徐安 有些难以置信道 你 还要去抢成相符 徐安有些无语 赵斯不是你们的老大吗 这么感觉 我说要打成相符 感觉你比我 还激动啊老兄 徐安点点头 道 没错 等你们都下令放弃抵抗 让我能顺利搬空你们家里的现营 和之前的东西 本大侠立即就去找赵斯 谈谈人生 徐安话没说完 王大宝便从地上爬了起来 道 我愿意下令放弃抵抗 并且交出银库的钥匙 我也愿意交出银库钥匙 放弃抵抗 我齐家也是 还请徐小公爷 狠狠地收拾一下赵斯 原本脸色难看的一众精都豪足 也都立即附和起来 徐安看着这一幕 当场就猛逼了 我擦 你们是有多恨赵斯啊 他这墙还没倒呢 你们就想强倒众人推 第564章 会长 还是你狠啊 徐安看着满脸愤懑 眼底喷火的精都豪足 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早知道搬出赵斯 你们就屈服的话 那老子 费那么多话做什么 直接搬出赵斯不就好了 不过 这对徐安来说是个好消息 一是可以避免流泻事件 二是让精都豪足和赵斯 产生嫌隙 不对 这已经不是嫌隙了 这是一条大裂缝 赵斯想要修补 都补不上来的大裂缝 嘿嘿 精都豪足可是赵斯的钱袋子 没有他们的支持 相当于断了赵斯的一臂 那精都的局势 可就往袁康帝这边倾斜了 单凭这一点 袁康帝就该请他喝酒 不 让大老婆早点嫁过来洞房 哎 狗皇帝啊 你这辈子有我这么一个女婿 是你几辈子修来的福气 徐安昂着头 在那里感叹 但很快 他迅速收敛情绪 既然精都豪足 现在这么狠赵斯 那就还有得坑啊 很好 大侠我最喜欢的 就是替天行道 徐安看着以前 一众精都豪足 笑着说道 虽然你们表面已经身无分文了 但既然你们这么狠赵斯 那咱们还是可以深聊一下的 你们知道的 赵斯是大前第一权臣 位高权重 本大侠就算冲进丞相府 也只能搬空丞相府来气气他 不敢将他怎么样 但是 本大侠素来也是有求必应 你们有收拾赵斯的请求 那本少爷肯定全力支持 众人听到这话心头陡然一突 心头忽然有了不好的预感 只见徐安边说边向着司徒南走去 从司徒南身侧的桌上取过笔墨 抬手扬了扬 来来来 有需要本大侠收拾赵斯的 过来写签条吧 放心 本大侠是有原则和信义的 保证让你们物超所值 他猛地扬了扬手 做了一个扇巴掌的动作 想要本大侠扇赵斯大嘴巴子的 一千两 一个大嘴巴子一千两 买不了吃亏 买不了上当 绝对物超所值 将来在本大侠的佐证下 那可是能标柄史册的 来吧 诸位 你们还等什么 你们不是想要收拾赵斯吗 你们不是想要看赵斯生死两难吗 很简单 你们离这个完美的结果 就只有一张欠条的距离 而且 本少爷还免费提供售后服务 将赵斯被奏实的状态全化下来 免费送给诸位关上 徐安今晚的目的 就是现银和金子 以及一些值钱的物件 京都豪族盘踞京都多年 自然还有很多的不动资产 譬如土地 豪宅等等 这些可都是大把大把的银子 所以他直接趁机多坑一点 而一众京都豪族 看着他侃侃而谈 当场气的脸都清了 各个气的嘴角哆嗦 浑身颤抖 他们就没有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我们现在连家都被你抢了 你还如此坑我们 还能要点脸吗 再说 给你写欠条 那就是留下了证据 将来你拿欠条找赵斯 那赵斯不得把我们全给杀了 但是 这无耻小贼这破嘴 说得让人很心动啊 被赵斯坑得倾家荡产 打他一顿怎么了 而且能收藏一副赵斯 被虐途 感觉还是挺爽的好吧 将来遇到不顺心的事情 可以拿出来观摩几次 说不定心头就舒服了 一巴掌一千两 那一脚呢 踹一脚多少钱 王大宝末地看向徐安 率先打破了沉默 他忍不了 现在被坑得最惨的 就是他王家 他一介伤骨 不能将赵斯怎么样 但可以让徐安去做 去将赵斯打个半死 哎呦 老王 你是个有理想的男人 徐安看向王大宝 冲着他竖起大拇指 既然你这么给面子 那我也得给你面子 一脚五千两 绝对同手无弃 王大宝气得险些跳脚 同手无弃 你大眼 一脚五千两 你这脚给我面子 五千两就五千两 但是得匿名 你不能透露 是我要打的赵斯 王大宝盯着徐安直接说道 他虽然恨 但还没有失去理智 不想和赵斯正面交锋 除非徐安这一次 将赵斯给干死了 否则 以赵斯的能量和权势 想要弄死他王家 那是轻松加愉快 老王 你也是个会玩的 徐安暗暗吐槽了一句 举手对天发誓道 我徐 我楚留乡用人格保证 绝对不透露 任何有关欠条的信息 我保证 只要京都豪族写了欠条 我肯定将赵斯打得半死 到半死他都不知道 是谁打了他 众人看着徐安 一脸真挚的样子 脸皮都在抽搐 人格 你徐安有这东西吗 卑鄙无耻下流 你还好意思提人格 那就好 希望徐 楚大侠能信守承诺 王大宝向着徐安走去 在他手中取过纸笔 刷刷几笔写下欠条 签下自己的名字 然后 徐安直接划过他的手指 按了指印 五角 我靠 老王你这有些狠了呀 徐安确认欠条的时候 脸色都不由怪异起来 这老家伙 竟然直接要踹赵斯五角 合计二万五千两 这简直 毫不可言啊 王大宝脸色冰冷 道 这是他无能的代价 短短一句话 直接触动了京都豪族的神经 可不就是吗 如果不是赵斯无能 他们何至于倾家荡产 我来 我要赏赵大丞相 十个大嘴巴子 我也是 直接将他打成猪头 临摹下来老子供着 以后每天笑三次 我要踹三脚 老子也不忍了 一众京都豪族 也都义愤填膺 当场就给徐安写了欠条 司徒南看着这一幕 人都愣住了 话说你们是不是忘记了 眼前这家伙 才是我们真正的敌人 你们上当了知道吗 这么一搞京都豪族和赵斯之间 可就真的貌合神离了 司徒家主 就差你一个了 你怎么说 徐安收着一叠欠条 笑呵呵地看向司徒南 现在整个京都豪族都签了欠条 就差司徒南这个老大了 所有人的目光 齐刷刷地落在司徒南身上 司徒南抬起头 笑着说道 哦 那老夫就十脚加十八掌吧 管他什么盟友 他现在只想抽赵斯 众人文言都倒吸一口冷气 会长 还是你狠啊 今天开始补 大家久等了 第五百六十五章 狠狠敲诈一波 徐安听了司徒南的话 嘴角也是猛地扯了扯 我擦的 和司徒南一比 其他人都是弟弟 十脚十八掌 总计六万两 有钱人啊 再加上其他人的 粗略算下来 赵斯得承受三十多脚 和一百多巴掌 也就是说这一波 足足净赚二十七八万两 就是不知道 赵斯这把老骨头 还能不能承受得住 但那是赵斯的事 和他有关系吗 司徒家主 这个表率做得不错 值得表扬 徐安冲着司徒南 竖起大拇指 道 来 咱先把欠条签了先 盖威以及天牢的一众高手 看到这一幕 都瞪大了眼睛 满脸错愕 假的吧 我草啊 这也能行 这家伙 不仅坑得京都豪族倾家荡产 竟然靠一张嘴 说得京都豪族 甘愿再欠他一笔债 这家伙这张嘴 怕不是开过光的吧 无邪看着众人的脸色 嘴角微微掀气 不用那么吃惊 习惯就好了 毕竟这家伙 连龙凤城翔这种 足以以假乱真的东西 都搞出来了 现在忽悠住整个京都豪族 很稀奇嘛 一点都不稀奇好吧 行 诸位的请求 本大侠一定全力满足 徐安等司徒南也签签条 他笑容一收 冲着无邪道 无邪 再给李山留一千人 和部分四进高手 谁敢反抗搞小动作 杀无赦 一众京都豪族一听 脸顿时都黑了 徐小贼 你这翻脸的速度 是不是也太快了一些 刚才还一副好兄弟的嘴脸 欠条写完 秒变一副流氓脸 做人要不要这么无耻 走 在这里的时间也差不多了 接下来该去挥挥赵斯了 徐安将厚厚的一打欠条 收进怀里 大手一挥 兄弟们 你们都还不知道 丞相家是什么样子吧 走 本大侠带你们到丞相家去 欣赏欣赏 好 众人大声附和 声如惊雷 皇宫 御书房 袁康帝正坐在棋盘前 一手白子 一手黑子 正在棋盘上左右手薄弈 虽然他脸色平静 但右手中指敲击住案的频率 明显越来越快 暴露了他此时心里并不平静 徐安此举无异于捅破天 要是搞砸了 这个窟窿可不是那么容易补的 但要是成功了 赵斯在京都 就是没有了牙的老虎 不对 应该是没有了牙齿的狗 不足为患的老虎 他赵斯还不配称虎 小兔崽子 朕可是赌上一世英明和你玩 你可千万别玩砸了呀 袁康帝丢下棋子 有些咬牙切齿 作为皇帝 联合臣子抢自己的大臣 和士族豪族 他可能是千古第一人了 这要是暴露了 天下士族豪族还不得喷死的 冷静 冷静 每逢大事有静气 有静气 袁康帝深吸一口气 静静平息心中的躁动 想要迫使自己冷静下来 陛下 陛下 有消息了 有最新消息传来了 孙雕四急促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So 袁康帝几乎瞬间蹦了起来 棋盘被掀翻 棋子落了一地 静气 静气个鬼 静气明天再说 他猛地看向跑进来的孙雕四 贺问道 快说 结果如何 恭喜陛下 贺喜陛下 小公爷已经成功拿下京都豪族 孙雕四满脸激动 道 以赵斯为首的京都豪族 集体放弃了抵抗 现在徐小公爷的人 在给京都豪族搬家呢 哈哈 袁康帝一听 顿时双手插腰 仰天大笑 朕就知道 这小兔崽子 不会让朕失望 真不愧是朕看中的女婿 成功了 意味着徐安的分化大计 达到了效果 接下来 京都豪族 就算再和赵斯有勾结 也不会像以前那么信任他了 开玩笑 敢信任赵斯 那就再让他们倾家荡产一次 孙雕四看着激动的袁康帝 老眼有些发红 他在袁康帝的身边伺候的醉酒 知道袁康帝一个人支撑着大前有多么的辛苦 很多事情 哪怕他不愿意去做 但为了大局 也得忍着怒火和杀意去做了 譬如 割让北境十八周 但现在 终于有人帮他分担了 徐安呢 那小兔崽子怎么样了 还有兰儿 太子 他们如何了 袁康帝从激动中回过神 猛地看向孙雕四问道 拿下京都豪族 只是计划的第一步 接下来是第二步 攻下丞相府 第二步完成了 今晚的计划 才算是大圆满 徐小公也已经带着人杀向丞相府了 公主殿下正带着人和巡方营交战 战斗打得十分激烈 双方几乎血流成河 孙雕四连忙拱手说道 粗略估计 巡方营已经伤亡过半了 袁康帝眉心顿时跳了跳 朕让你们演戏 没让你们演得这么惨烈啊 你们演得这么惨烈 之后统计伤亡的时候怎么办 巡方营应到一万人 阵亡五千人 十到一万人 这不是扯淡吗 让人去告诉程老黑 让他给朕悠着点 袁康帝没好气道 戏不要太过了 稳一定 只要不让巡方营出援就行 城外的军队四个时辰内 是不可能回援的 他们打得太猛 后面的戏 朕还怎么唱还有 黑甲军呢 黑甲军到哪里了 孙雕四道 半柱镶前回报 已经到城外了 袁康帝嘴角有了笑容 道 很好 有黑甲军镇守京都城外 朕就放心了 走吧 咱们也去凑凑热闹 孙雕四脸色骤变 陛下 不可 袁康帝逆了孙雕四一眼 朕不去也行 你给朕带个全虚全义的徐安回来 如何 京都豪族只是开胃菜 真正的较量 现在才开始呢 魔宗 天地会的人 可都还没有动 等徐安杀进丞相府 那赵斯极有可能会出动这些人 那徐安的处境可就危险了 徐安现在可是大前的宝贝疙瘩 可不能有任何闪失 与此同时 西城 徐家对面的一栋高楼上 宋云仓看着街道上 蝗虫一般冲过的流民 素来波澜不惊的老脸 满是错愕之色 按照计划 现在大军已经杀进徐家了 但现在 大军竟然三过徐家而不入 赵斯这老东西 搞的什么鬼哦 宋云仓看向白亭 道 他不是引兵进城 屠戮整个京都 等大军杀到徐家的时候 让我们趁机除掉徐安吗 这大军进了城 却先把京都豪族给抢了 这到底是几个意思 白亭脸色淡漠 眼底也是带着疑惑 道 可能是要把戏做足一点 宋云仓沉引一下 摇头道 事情有些不太对 为了防止意外 需要你去做件事 第五百六十六章 我踏跃色而来 此时在徐家对面 还有一个穿着青衣 戴着半张银色面具的男人 也是充满疑惑 他是魔宗青衣侯 左青 他得到的指示是 等叛军杀进徐家之后 在联合天帝会 趁机在袁康帝和徐霄派 来保护徐安的高手中 杀了徐安 可现在 叛军竟然过徐家而不入 赵斯 究竟在搞什么 青云侯脸色有些难看 低声嘻喃 饶氏准备的在充足 此时左青也是满腹疑惑 我这都埋伏好了人手 准备杀进徐家了 结果事情 却不像计划中所计划的那样 这到底什么意思 左护法 圣女已经进京都了 询问这是怎么回事 为何还不动手 这时 一个黑衣人出现在青衣侯的身后 单膝跪地问道 怎么回事 我还想知道怎么回事呢 左青握件的手下意识地攥紧 道 传令下去 事情没有明朗之前 暂时不要妄动 告诉圣女 赵斯怎么回事 他更改计划 为何不先知会我们 将我们耍着玩吗 后面的话 左青的声音已经带着杀意了 是 黑衣人拱手应了一声 转身没入黑暗中 你说什么 侍郎府 杜如画听完管家的回报 整个人的精气神仿佛被瞬间抽空了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赵斯 引军进城的计划成功了 但引进来的军队 已经被徐安策反了 现在正跟着徐安四处抢掠 呸 我这张嘴啊 杜如画下意识地 给自己的嘴来一巴掌 这张破嘴 好的不灵 坏的贼灵 当初在斯天剑听完徐安的课 赵斯就提了引兵入城的计划 当时他觉得这计划很靠谱 但可能会被徐安插一脚 结果 徐安真的将这两万人策反了 整整两万人 竟然都被徐安策反了 他怎么做到的 就算他徐安再厉害 名头在京都再响亮 可是他根本没机会 也没那个时间去策反这些人 呼得 杜如画想到了什么 猛地抬起头 眼底充满震撼 太子 是太子 杜如画低贺 声音带着一丝颤抖 太子和这些人一起日出而坐 日辱而息 只是所有人的目光 都集中在了徐安的身上 从而忽略了太子 真没想到 他竟然有能力有本事 将这两万人给策反了 而赵斯竟然还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这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做到的 杜如画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 太子太过仁慈 除了徐安的事外 他大多是都优柔寡断 所以根本就没人将他当成对手 却没想到 他竟然做成了 一举策反两万人这种壮举 老爷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 管家急得满头大汗 道 老奴回来的时候 看见叛军已经在班张 酣张玉使家的箱子了 很快就会轮到咱们家了 怎么办 老爷 你得拿个主意啊 杜如画脸色大变 家里这些财宝 可是他将来取代赵斯的底牌之一 岂能这么轻易被徐安抢了 他当即喝倒 立即召集所有家丁 将银库的所有存银全部搬到密室中 杜大人 请问你的密室在哪里啊 他话没说完 大门已经被人踹开 一个青年带着人笑着走了进来 青年正是李山的副手 李档 李档手拎着泼刀 笑呵呵地看着杜如画道 奉道率楚大侠的命令 来给杜大人的银子搬个家 楚大侠说了 银子是用来挣继大前天下百姓的 天下百姓将会感谢您的十八代祖宗 这是好事 所以杜大人最好不要反抗 楚大人说了 谋财不害命 但您要是反抗 那我们只能杀无赦了 杜如画听到这话 气得险些当场吐血 他很愤怒 忍不住想要下令和闯入他杜家的贼子血拼 但看到对方身后乌鸦鸦的人群 他心头的杀意当场就被灭了干净 就他杜家这几十号人 和眼前这几百人硬碰 那是找死 沉吟了一下 杜如画发现 此事无论用什么办法和手段 都是死路一条 唯一的出路就是配合 想到这些 他只能痛苦地闭上眼睛 挥了挥手道 管家 带他们去银库 管家闻言 直接吓得脸色苍白 身体亮枪退了几步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李荡伸手扶住管家 笑道 多谢杜大人赐鹰 我等替天下苍生 多谢杜大人慷慨解囊 多谢杜大人慷慨解囊 李荡身后数百人齐声说道 杜如画听到这话 直接气得鼻子都歪了 这一定是徐安娜混账的主意 这是杀人诛心 丞相府 书房 赵斯背着双手 在书房中来回踱步 脸色难看至极 因为之前听到的 惊天动地的喊杀声 现在已经弱了下去 这让他有些不安 感觉很不好 总觉得要出事情 出事了 事情脱离了控制 果然下一秒 长孙冲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赵斯扭头看去 只见长孙冲一身黑衣 头戴斗篷 从门外走了进来 见到长孙冲赵斯 顿时有些震惊 长孙冲对相府素来忌讳 平时他们见面 都是在小黑屋 但现在 长孙冲竟然 直接找来他的府邸 赵斯指着门外 道 是门外的大军 出现了问题 失去控制了 长孙冲抬起头 看着赵斯的目光有些冷 是失去控制了 现在控制 这支军队的主官 是徐安 他现在正率领 你这两万人 到处掠夺京都豪族 和你手底下的官员 轰隆 赵斯只感觉一击炸雷 直接劈在他的脑袋上 直接将他劈得 待在当场 这两万人失控了 他辛辛苦苦 收拢各地流氓 往京都 就是为了藏着两万人 这两万人 可是他最大的底牌之一 现在竟然都叛变了 整整两万人都叛变了 这怎么可能 这不可能 赵斯猛地抬起头 老眼心红地 盯着长孙冲道 这些人可都是 赵捷亲手拉起来的 忠诚度没有任何问题 他们怎么可能叛变 丞相大人 我不是过来和你废话的 长孙冲冷冷盯着赵斯 道 你在城外闹匪 我所能掌控 或者办掌控的军队 都按照你的意思 奉命剿匪去了 寻方营现在和你的这些人 打得难解难分 皇宫已经戒严 任何人不得靠近 现在我是要兵没兵 要人没人 他话没说完 一道略显轻跳的笑声 已经传来 人 本大侠有啊 你们需要支援吗 三千够不够 赵斯和长孙冲 猛地抬头寻身望去 只见丞相府的屋顶 一道奇长的身影 迎遇而立 手中正摇着折扇 扇上写着 我太阅色来 第567章 吃雨 你尽敢害老夫 站在屋顶风度翩翩的 自然是徐安 当然是无邪送他上去的 至于扇子 是从司徒南家 出来的时候顺来的 扇子上的字 是他自己写的 原本他记得 楚留乡的扇子 写的应该是 千山我独行 不必相送 不过 他总觉得缺少点意境 就用了这句 我踏跃色而来 既然要装逼 那就装得要像那么回事吗 而看到徐安 赵斯和长孙冲脸色 瞬间大变 长孙冲更是二话不说 脚在地上一踏 身体便腾空掠起 向着乡府外飞掠而去 原本他的谋划 是想要借着引兵入城 让原康帝和赵斯的斗争 更加激烈 从而隐藏自己 让自己做更多的准备 谋定后动 结果徐安竟然将赵斯精心策划 企图来个神兵天将的 这两万人 给策反了 整整两万人 徐安竟然给策反了 这彻底打乱了他的计划 他原本想要躲在后面 操控一切的 但现在徐安这波操作 直接将他顶到前面来了 他可是兵部尚书 担负整个京都的防务 和军事调防 现在叛军杀进城了 无论如何 他都有个守卫不利之罪 如果之前的计划顺利进行 他可以全部推给赵斯 计划原康帝和赵斯的矛盾 他将15个心腹交给赵斯 就是想要在事后牺牲他们 在原康帝面前咬死事情 是赵斯干的 结果 现在他所有计划都吹了 因为这两万人 已经脱离了赵斯的掌控 正在帮着徐安 抢掠整个京都豪族和赵党 到时候在原康帝面前 还怎么推给赵斯 说他赵斯引兵入京都 抢夺自己的京都豪族 和自己的下属吗 不合逻辑啊 所以他有些乱了分寸 直接跑到丞相府 看赵斯还有什么底牌 赶紧全用了 结果 被徐安堵了 现在被徐安堵住 那他和赵斯勾结的 可就不是什么秘密了 所以 见到屋顶的徐安瞬间 他直接施展轻弓离开 我擦 长孙大人 你居然会武功 徐安正摇着折扇 摆出一副高手风范 见到这一幕顿时震惊了 他没记错的话 长孙充是赵斯的弟子 是因为奉了原康帝的 旨意闻转武吧 让你闻转武 没让你真练武啊 这老贼藏得还挺深 估计连狗皇帝 都不知道他会武功 不过你会武功又如何 今晚少爷我专打会武功的 徐安折扇一收 喝道 留下他 别让他跑了 老贼 下去吧 徐安话音刚落 一道身影已经凌空跃起 双手持刀一刀 向着长孙充劈了下来 速度太快 长孙充想要在半空避开 根本不可能 只能拔剑格挡 争的一声 刀剑在空中相撞 迸发出一道耀眼的火花 长孙充的身影 便重重摔回了院中 落在地上后 他一连退了七八步 才稳住身形 而他所踩过的地板 都已经全部碎裂开 足以对方这一刀的力道有多强 流氓剑客 盖威 长孙充盯着 落在他前方的蒙着脸 持着刀的青年 脸色惊惧之余 声音冰冷无比 徐安身边的人 他都做过全面调查 使用双手刀的 只有冠绝榜第一的流氓剑客盖威 不 你认错人了 老子今天不叫盖威 老子叫 盖威扛着刀向着 长孙充逼近 说到这里 他忽然卡壳了 一时间没想到什么霸气的名字 向大哥自取什么道帅楚留香 一听就很有气势 自己作为冠绝榜第一 怎么也得取个响当当的名号 把他抬头看向徐安 眨眨眼道 大哥 我今晚该叫什么来着 徐安险些抬手符额 你没有 你学得倒是挺快 但你别自报家门啊 你个白痴 老子之前是说 老子今晚叫楚留香 老子有说 老子叫徐安了吗 你今晚不叫盖威 不就承认你是盖威了 算了 反正已经名牌 蒙面只是做做表面文章而已 徐安手中的折扇指着盖威 道 你叫田伯光 千里独行田伯光 千里独行田伯光 盖威一愣 当场就咧嘴笑了起来 果然大哥就是大哥 取名字就是不一样 瞧瞧 换个名字 气势瞬间就上来了 没错 老子今晚就是千里独行田伯光 不想死的 就乖乖站着挨收拾 盖威道指着长孙冲 冷声喝道 一众天牢高手 看着他的嘚瑟样 彼此相视一眼 脸色都十分的怪异 他们在天牢里 都是听过这些故事的人 他们很想说 你知道千里独行田伯光 在徐安的故事里 是什么人吗 那可是个采花贼啊 你那傻大的在坑你 你还傻乎乎的高兴什么 赵斯和长孙冲气的脸色铁青 演戏你们也演得像一点好吗 演得这么明目张胆 你们瞧不起谁呢 徐安 你好大的胆子 你竟敢在我丞相府撒野 赵斯抬手指向徐安 冷声喝道 脸上冰冷 但此时他心头却是震惊无比 徐安带着人出现在丞相府 那就证明 长孙冲之前说的是真的 他辛苦藏的那两万人 真的被徐安策反了 他花了重金和无数代价 养起来的两万人 就这么被徐安策反了 他是怎么做到的 徐安 怎么总在本大侠面前 替徐安那败家子呢 再纠正你们最后一次 本少爷叫楚留香 道帅楚留香 徐安站在屋顶 居高临下地看着赵斯 道 丞相 今日本大侠就在你丞相府撒野了 你是要拼死抵抗 还是乖乖从了本大侠呢 徐安的眼睛往周围扫了一圈 然后指了指自己的脑袋道 我想这个时候 恐怕有数十只利剑 我的脑袋 就等你一声令下了 要不 你试试 赵斯抬起头 目光森冷地盯着徐安 片刻 他冷笑一声 道 好 那老夫就试试 他手猛地一挥 沉声喝道 给我杀 结果 没有半点动静 只有几十只蚊子大小的彩色小虫 整齐地排成三行 在他的面前飞过 看到这些虫子 赵斯瞬间就明白过来 他埋下的伏兵都死了 赤羽 你竟敢害老夫 赵斯沉声怒喝 杀意滔天 这些彩色的小虫 就是赤羽养的蛊虫 下令射杀徐安没有动静 那就只能证明 他的伏兵都被蛊虫咬死了 不能怪我 是徐安 不对 是楚留香的主意 赤羽抱着一盒糕点 坐在屋顶晃着小腿 指着徐安 你找他就行 他负责 第568章 打成像耳光者 道帅楚留香也 徐安无脸 要不我这面筋 还是摘了吧 你们两个猪队友 把老子的底都漏完了呀 没错 都是我的主意 见到赵斯杀气腾腾的看来 徐安怂怂尖道 丞相大人 还有什么底牌 赶紧亮出来 就你这些小虾米 不够玩的 我知道 你丞相府肯定是有高手的 叫他们别藏了 快点 叫他们出来杀我 我就站在这里不动 听到他这话 别说赵斯气得轻惊直跳 就连天牢的一众高手 都想将他按在地上捶一顿了 你这么有底气 那我们走呗 我们都走了 看你还敢不敢在赵斯面前大喘气 赵斯走出大厅 站在门前看着对面屋顶的徐安 老脸已经猙獰起来 他丞相府自然养得有高手 好些都是江湖上穷凶极恶之人 各个杀人如麻 真动起手来 不见得杀不了徐安 但他不敢妄动 他不是傻子 徐安只是元康帝的马前卒 今晚闯他的丞相府 极有可能就是来摸他丞相府的情况的 而且 这些人是他保命的底牌 不到最后时刻 不能用 所以 相比于徐安的挑衅 他现在更想知道的 是徐安怎么收服他这两万人的 如果说是徐安亲自去南城 凭他那张嘴 忽悠走他这两万人 他是相信的 徐安有这本事 毕竟现在整个京都百姓 现在谁不是被徐安忽悠的一愣一愣的 可是 徐安没有时间去南城 就算去了 也就那么一两个时辰的时间 能够他干什么 徐安 你不用激老夫 老夫是大前的丞相 岂会知法犯法 做豢扬死事这种事 赵斯盯着徐安 冷笑出声 不过 老夫倒是很好奇 你是怎么收服这两万人的 徐安险些忍不住 一口唾沫喷在赵斯脸上 盯着赵斯的目光 也渐渐冷了下来 不会知法犯法 丞相还真是正义凛然啊 他手中的折扇指向赵斯 身为大前宰相 出卖大前利益给敌国 算不算知法犯法 联合百官 逼着陛下 割让北京十八州 算不算知法犯法 勾结各地官府豪族 倒卖战略物资 导致大前军队兵败 无数男儿战死沙场 算不算知法犯法 勾结天下藩王 企图借会心降临 谋害当朝皇后 引发天下大乱 算不算 知法犯法 徐安站在屋顶上 一条条数着赵斯的罪状 说到后面 他的声音已经凌厉起来 杀气腾腾 无邪 戴威 以及一众天牢高手 此时听着徐安的话 也只觉得 一股难以压制的怒火在心头燃烧 也都一个个杀意汹涌 盯着赵斯的目光 已经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长孙冲听着徐安的话 只见无意识地颤了颤 此时 他从徐安的身上 感受到了一种极为强大的压迫感 这种压迫感 他只在徐霄的身上 见识过他 忽然有些心计 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这个顽固 竟然已经成长到这一步了吗 而赵斯 直接被徐安骂得 脸色一阵青一阵白 愤怒的浑身都在发抖 作为大前第一全臣 他平时一句话 说谁生谁就得生 说谁死 谁就得死 但现在 竟然被一个十几岁的毛孩子 指着鼻子一顿臭骂 闭嘴 闭嘴 你给老夫闭嘴 赵斯气得暴跳如雷 指着徐安怒吓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 老夫做这一切 都是为了大前好 还有 若不是因为老夫的存在 你以为陛下还会怎么宠幸 你徐家吗 老夫告诉你 有一天 老夫要是倒下了 你徐家必死无疑 徐安看着气得要发疯的赵斯 嘴角微微扬起 嘿 生气了 会生气就好办了吗 不然 你这老狐狸 总是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样子 让我很为难啊 老贼 都这时候了 你还玩朱星那一套呢 徐安冲着无邪挥了挥手 无邪走了过来 拎着他的后脖梗 带着他飞落在院中 徐安手指折扇走上前 手中的折扇抵在了赵斯的胸口 你这一套在我这里没有作用 你也不用想借我之手 分化狗皇帝和徐霄的关系 要说野心 徐霄的野心还没我大 不然你以为 他徐霄武功 为什么会是天下第一 而且 你凭什么认为 在我面前说你死了 陛下下一个要对付的 就是徐家这种话 我就会多想 从而不会太为难你呢 啪 话刚落 徐安猛地抬手 一个巴掌就甩了过去 巴掌直接落在赵斯的脸上 他脸上当场印上了一个心红的巴掌 见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愣住了 盖威瞪大双眼 无邪下意识地攥紧了剑 吃雨忘记了吃糕点 掌孙冲的剑 直接落在了地上 围在屋顶的一群天牢高手 也都目瞪口呆 这可是当朝宰相 平时跺跺脚 大钱都得抖三抖的人物 现在 竟然被徐安当中来了一个大嘴巴子 太疯狂了 赵斯当场都被打猛了 脸上带着浓浓的震惊和愤怒 几十年了 从来就只有他打人 还没有人敢动他一下 但现在 不仅被一个十几岁的少年痛骂 竟然还被他打了一巴掌 屈辱 愤怒 怨恨 种种情绪瞬间将赵斯给吞没了 他盯着徐安目光仿佛脆了毒 徐安 你找死 你敢动本相 他脸色猙獰 冲着徐安咆哮 碰 回应他的 是徐安的一个窝心脚 赵斯直接被踹翻在地 徐安向他一步步地走了过去 摩拳擦掌 老东西 打你很高科技吗 说实话 老子想打你很久了 知道吗 徐安一脚踩在赵斯的胸口上 居高临下地盯着他 这些年因为你 北京上百万人 沦为了北迪的奴隶 这些年因为你 造成了大前领土分裂 让无数百姓 沦为了孤魂野鬼 有家不能回这些年 还是因为你 助长天下豪族的气焰 天下土地兼备豪族兼并 导致我大前天下民不聊生 恶嫖遍野 你 该死 赵斯踩在自己身上 宛若魔王灵士 浑身冒着煞气的少年 心头终于生起了一丝恐惧 他咽了咽口水 盯着徐安道 徐安 你别乱来 老夫可是当朝宰相 你敢动老夫一下 老夫必定动用全部势力 和你不死不休 威胁我 我很怕吗 徐安身体微微前倾 咧嘴笑道 还有 我叫楚留香 打大前丞相者 盗帅楚留香也 第569章 让他们狗咬狗 众人听到徐安这话 也都一阵无语 打人者 楚留香也 和你徐安没关系呗 你这锅甩的贼溜 赵斯脸色也争鸣起来 不得不说徐安的理由 无耻而强大 他竟然无从反驳 哪怕明知道 眼前的蒙面少年是徐安 但他没有证据 除非他能将徐安当场拿下 但问题是 就算拿下徐安 怎么去袁康帝面前对质 这一场阴谋 就是袁康帝和徐安密谋的 拉着徐安去找袁康帝对质 说不定是自投罗网了 徐安 你别以为在这里搬弄是非 就能愚弄天下人 老夫告诉你 赵斯满心惶恐 却只能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想要以天下大势 来胁迫警告徐安 但徐安会吃他那一套 今日杀过来 就是来灭赵斯的 就算他说破了天 徐安这一顿 毒打于情愚里 都必须赏给他 不然他还以为 整个大钱都是他赵斯的 天下人怕他赵斯 他徐安不怕 我告你妹啊 徐安丝毫不客气 一巴掌就甩了下去 啪 这一巴掌 为了北京十八州打的 啪 这一巴掌 是为了北京正在受苦的百姓打的 啪 这一巴掌 是为了天下百姓打的 徐安每山一巴掌 就给赵斯找一个挨打的理由 挤大个巴掌下去 赵斯那张脸 瞬间肿成了猪头 没法看了 盖威 以及一众天牢高手 看着赵斯那张脸 又看了看徐安 眼睛瞪大 都只感觉几倍凉嗖嗖 他们记忆中这家伙 哪怕坑人的时候 都在笑嘻嘻 没想到生气起来 竟然这么暴力 显然赵斯 想要引兵入京都 已经触碰了他的底线 而且 看着拳脚的力道 明显带着很重的私人恩怨 掌孙冲下意识地 咽了咽口水 双脚下意识地向后移动 时刻准备开逃 他被吓到了 一颗心砰砰跳 赵斯一个丞相 都被打得半死 那他落在徐安的手中 会怎么样 他不敢想象 唯独吃雨 依旧坐在屋顶 晃着大长腿 吃着糕点 美滋滋地看戏 而赵斯目自欲猎 他堂堂大前第一拳臣 现在竟然被一个 顽固狗一样 按在地上打 简直是奇耻大辱 小半竹相后 我靠 累死我了 徐安瘫坐在地上 累得大口喘气 我说赵大丞相 你骨头能不能 别那么硬啊 我都打到这份上了 你好歹 将你的高手叫出来啊 都这时候了 你觉得藏着他们 还有用吗 今晚引兵入京都的 就是你的管家赵杰 那老小子 已经落在我的手上了 你的秘密 他知道的应该不少吧 等我撬开他的嘴 你还不是得死 徐安顺势躺在地上 扭头看着赵斯 语重心肠 丞相 都这时候了 你就别挣扎了 听我一句劝 趁我现在还在丞相府 赶紧叫人跳起来杀我 众人听到徐安的话 顿时就震惊了 这家伙竟然还有这样的目的 他揍赵斯 竟然是想要让赵斯恼羞成怒 动用隐藏在府中的高手来杀他 他们还以为他刚才来这一出 单纯只是为了泄丝愤呢 扑 赵斯听完徐安的话 直接当场吐血 我不想叫府中 掩藏的高手杀出来吗 我恨不得让他们杀出来 灭了 你这无耻小贼 大奸巨厄之人乃是重罪 老夫还没准备好啊 丞相 我知道你还没准备好 但现在主要是你没时间准备了 徐安角踹了踹赵斯 道 你以为京都疫情 为什么那么容易控制 那是因为狗皇帝早就将城外监控起来了 所以 你那些前去投毒的人 早就被狗皇帝的秀医使者盯烧了 你以为让他们迅速离开京都就安全了 他们估计现在 都已经被秀医使者秘密押回京都了 so 赵斯瞬间从地上坐了起来 他猛地回头 目光犀利地盯着徐安 释放疫病的人是他的心腹 自然是知道疫病是他放的 放疫病的人若是落网了 再加上今晚的赵杰 要定他赵斯的罪并不是太难 你为何不早说 赵斯盯着徐安 一字一顿 杀意冲天 可 不好意思 太想打你了 忘了 徐安摸了摸鼻 道 而且 狗皇帝原本不打算今晚办你的 他总觉得 时机不是太成熟 但少爷我不能忍了 我楚留乡英雄盖世 最容不得的就是阴险小人 你和天下豪族士族 还有藩王都有勾结 让你继续兴风作浪 风险太大了 极有可能会引发很可怕的后果 这个鸟毛时代 偏偏还总有你们这群鸟人 能少死点人 还是少死一点人吧 袁康帝要考虑大局 但徐安觉得 狗皇帝的大局 有京都豪族就行了 只要留着京都豪族不动 那天下士族豪族就还有得缓 但赵斯 徐安已经不打算留了 一个勾结外邦 屠戮子民的疯子 留下来做什么 狗皇帝或许有他的考虑 那没关系 那就他来杀吗 赵斯气的险邪又吐血了 盯着徐安的眼睛怨毒而阴狠 既然你都做到这一步了 你一开始装什么 你早这么说 老夫还需要忍气吞声吗 你不要想太多 这是我刚才做的决定 徐安看着赵斯 道 你太能忍了 打你打的小爷我手都快折了 你居然还不动手 这么能忍的人 那绝对是一个牛逼的狠人 所以 我才不打算留你了 徐安从地上爬起来 盯着赵斯道 拼命吧 丞相 不拼命 你今晚可就要死了 赵斯统统猛地缩了缩 目光就那么平静地盯着徐安 片刻 他嘴角微先 猙獰的笑容 带着浓浓的嘲讽 徐安 你可能误会了一点 陛下忌惮的 从来就不是我赵斯 而是尹门 你觉得杀了我 大前就能天下太平 简直可笑 杀了我 尹门只会加强对大前的控制 这才是陛下最担心的 徐安闻言 却是笑了起来 道 说的没错 陛下最烦的就是尹门 杀了你尹门 会加强对大前的控制 这是必然的 可是 在不久之前 藏兵谷刚刚找了我合作 你说 我要是让他们狗咬狗 会怎么样 第五百七十章 太阴见鬼力 袁康帝怕赵斯倒了 尹门会扶持出一个张斯 李斯出来 到时候更麻烦 但徐安却不这么认为 因为孙玉曾经说过 尹门的重心 从来就不在大前 大前对他们来说 就是个偏僻落后的小国而已 不值得那么大的投资 赵斯 不过是尹门大人物的 一部贤旗罢了 当时徐安听到这话的时候 就十分的不爽 你尹门大佬 随便下的一部贤旗 就折腾了我大前 数十年名不聊生 很牛逼是吧 那老子就灭掉你这个贤旗 而且以后 你敢在大前扶持一个 老子就灭一个 至于冲锋陷阵的事 那就让藏兵谷来做就行了 云之凡 不是已经败了他为主吗 刚好通过他指手 让尹门和藏兵谷狗咬狗 毕竟赵斯要是被灭了 藏兵谷应该会迫不及待 想要扶持人来顶替赵斯 到时候 他们双方扶持谁 那就宰了谁好了 徐安 你对尹门 一无所知 赵斯听完徐安的话 却是冷笑起来 尹门可是九州大陆的超级势力 一个有点小手段的将门顽固 竟然敢如此轻视尹门 简直找死 不 是你对我一无所知 徐安抱着双手盯着赵斯 笑着摇了摇头 老子堂堂一个穿越者 还怕尹门 况且 老子还抢了京都豪族和你赵党 获得资产千千万 钢枪大炮 老子现在终于可以造了 谁敢找死 一缩子弹解决 要是解决不了 就两缩 什么狗屁尹门 他在强能挡子弹 很好 那今日 就让老夫看看 你有多大的本事吧 事到如今 赵斯知道 说什么都无用了 眼前的少年 显然做了万全的准备 想要和他不死不休了 想到这些 赵斯心头简直恨欲狂 他想过自己 可能会败在元康帝手中 也有可能会败在徐霄的手上 可他从未想过 自己竟然败在徐安的手上 败在一个顽固的手上 这让他难以接受 赵斯缓缓抬起手 指向徐安 徐家小贼 你不是想要引出相辅的高手吗 我成全你 鬼力 给本相 杀了他 随着赵斯的冷喝声传开 徐安只感到周围的温度 仿佛瞬间降到了零点 那种感觉 就像是从炎热的夏季 直接被人丢到了冬季 冰寒刺骨 护驾 徐安大喝一声 转身就逃 这种感觉他太熟悉了 那是有高手毫不保留地 释放了杀意的结果 当初在雀震雄身上 他感受过 只是那时的雀震雄 给他的威压 并没有这么强烈 现在这种感觉 就像是特妈有一把利剑 悬挂在脑袋上 随时都会斩下来 你妈 大意了 丞相府的高手有些高 小心 与此同时 徐安看到吴邪 盖威 以及天牢的四镜高手 都齐声喝倒 所有人几乎都向他扑了过来 然后徐安还没搞明白怎么回事 吴邪 盖威 天牢的四镜高手 都齐齐地倒飞出去 将远处的墙面 围栏 凉亭都给砸碎了 扑扑 刚落地 吴邪 盖威等人几乎直接当场吐血 唯独少数几个武功 稍微高一点的天牢高手 勉强地能稳住身形 徐安看着这一幕 顿时愣在当场 娘的 拖大了 敌人太强了 这可是二三十个四镜高手 每一个放出去 都是明冻一方的人物 现在 竟然连敌人都没有见到 竟然都飞出去了 哼 十几年没有动过手了 没想到今日动手 就能拿一群四镜来抹老夫的剑 不错 不错 这时 一道尖锐宛若厉鬼哀嚎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徐安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结果当场报了出口 卧槽 万剑归宗 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脸色因一宛若鬼魅的老者 正从空中缓缓落下 而他的周身 竟然屹立着数百道剑光 徐安见到这一幕 着实震惊了 他是看到过高手过招的 无邪 盖威 老姐都算是高手 打起来虽然惊天动地 但他尚且能接受 但像这老头这要牛逼的 徐安还真没见过 虽然他知道 有真气这东西 也知道四镜高手能欲武 需要的就是真气 可真气到底什么样子 鬼知道 现在 他终于知道了 这个老头的真气 愣是凝聚成了数百道湛蓝剑光 我特么 老子穿的是一戒没错 但不是能修仙的一戒吧 这老头这架势太不科学了 特效都玩不出他的花样好吗 神游镜 藏兵骨 太阴剑鬼力 无邪的声音传来 带着浓浓的震撼 怎么可能 他竟然还活着 鬼力 这怎么可能 他竟然成这副鬼样子了 这不可能 他在二十年前就被徐潇杀了 怎么可能还活着 没错 当年一战 我亲眼看到 他被徐潇一拳打落下山崖的 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一群四镜高手 也都满脸震惊 看向鬼力的目光 仿佛见到了鬼一般 而长孙冲 看着这一幕已经激动起来 他怎么也没想到赵斯的底牌 竟然是太阴剑鬼力 那可是二十年前 就已经触摸到神游镜的超级高手 徐潇不在京都 整个京都还有谁能挡住他 今晚徐安必死 藏兵骨 太阴剑鬼力 徐安扭头看向赵斯 脸色错愕 老赵 你不是隐门的人吗 你隐门的人 怎么和藏兵骨的人勾结在一起了 你 可以去问阎王 赵斯缓缓地站了起来 盯着徐安冷笑 那还是算了 阎王殿不敢收我 徐安抬头 望着落在屋顶的老者道 喂 老爷爷 藏兵骨已经任我为主 你想要杀我 这可是妻师灭祖啊 他早就判出藏兵骨了 不是藏兵骨的人 赵斯的声音在徐安耳边响起 二十年前 他不满藏兵骨让云之兰靠近你爹 甚至和你爹有了感情 而当时 你娘冠绝天下 江湖朝堂都是他的传说 于是在徐潇和云之兰成亲之日 他组织江湖一批高手 杀进徐家抢亲 结果 他被徐潇打残 一群抢亲的江湖高手 也被徐潇单手擒拿 只是 鬼力并没有死 被我救起后练了邪功 人变得苍老几十岁 徐安听到这里 顿时目瞪口呆 我擦的 我就说 为什么提起当年的事情 天牢高手都干大的直口角吗 原来还有这么个故事 老娘 当年到底有多牛啊 第五百七十一章 我操 这误会大了呀 徐安不用看 这群天牢高手的脸色 就知道 他们现在肯定尴尬的抠脚 不过 现在不是在意这些的时候 母亲当年就算再厉害 想要知道她的故事 那也得有命去查才行 毕竟眼前的这糟老头 可不是两缩子弹 就能解决得了的 除非搬来巴雷特 或许可以一试 直到此时 徐安才发现 他对这个世界的功夫的理解 还是太片面了 盖威 徐清风都是逍遥镜高手 导致他以为再高一个镜 应该也就那样而已 却没想到 这高出一个镜见 你妈出场都自带特效了 这还怎么玩 原本他以为 带着一群天牢四镜高手 就算赵斯府上有高手 有这群天牢高手在 有多少高手 还不是被他们群殴 现在才发现 赵斯门中藏着的高手 一个人群殴他们 哈哈 赵斯 你可算露出底牌了 老子等这一刻 等了很久了知道吗 徐安心虚的一批 他双手腹背冲着身后的吴邪 以及一众天牢高手 不断打手势 面上却装得激动无比 一副胜券在握的样子 他在仰天大笑 笑容猖狂无比 少爷我早就准备好了 管你有什么手段 少爷我照灭制 听到徐安的话 吴邪 盖威和一群天牢高手 也迅速在他身后集结 做出一副要拼命的样子 但若是仔细看 此时他们脸上 没有拼死一战的决绝 很多人脸皮都在抽搐 因为徐安打的手势是 带着老子赶紧逃命 这套手势 是徐安在天牢的时候 教给他们的 说是以备不时之虚 当时他们都嗤之以鼻 作为四镜高手 还是数十个四镜高手 联合在一起 在江湖上绝对地横着走 却没想到 现在遇到神游镜的鬼力 当场就让他们 横着飞了出去 打不过 完全打不过 二三十人 结果连人家一招都没接下来 难怪当初徐骁一根手指 就将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神游玄境 赵斯盯着徐安嘴角笑容轻蔑而细血 你有准备 本相就没有准备吗 话落 他双手敞开抬起 肿得像猪头的脸上 泛起难以掩饰的凶狠 诸位 别藏了 戏看了这么久 也该现身了吧 徐安脸色陡然大变 我擦的 差点忘记了 天地会和魔宗的人马 还没有现身啊 呵呵 当朝丞相被一个小辈按在地上打 这等好戏 自然要慢慢地观赏 伴随着一道轻笑声 一个穿着不衣的老者 带着一个卑贱的男人飞落在院中 在院中落定 不衣老者笑道 当然 这戏不白看 丞相府方圆两里内 半个时辰内 不会有任何高手能杀进来 我想半个时辰 足够丞相做想要做的事情了 徐安听到这话 心顿时凉了半截 也就是说 袁康帝和徐骁派来 保护他的秀衣使者和百气司高手 如同阙音暗示一样 被人在外面牵制住了 他除了身边盖威等人外 没有外援了 正 在徐安走神间 一声剑鸣声骤然响起 一道白色倩影 从屋顶一闪而过 手持长剑 直接向着徐安杀了过来 徐安 小心 盖威和吴邪 几乎同时开口喝道 同时两人迅速向着徐安扑了过去 卧槽 又来 徐安下得赶紧向后退去 然而 对方速度太快了 几乎请客间 徐安就看到一个穿着白裙 带着面巾的女人 出现在了自己的面前 而他手中的长剑 也已经向着他的喉咙刺来 速度越来越近 他一个没有半点武功的人 怎么可能躲得开 我靠 别乱来 我是你们宗主 徐安猜测 眼前的女人应该来自魔宗 他现在可是魔宗宗主 连忙想要从怀中 取出象征魔宗宗主的玉佩 然而 此时他在生死边缘徘徊 早就紧张的手忙脚乱 原本从怀中 随手就能拿出来的玉佩 他拿了几次都没成功 而这时 对方的剑 已经抵进了他的喉咙 徐安 大哥 徐家小子 吴邪 盖威以及一众天牢高手 都在怒吼 然而 他们刚才接了诡异的一招 都身受重伤 速度怎么可能跟得上对方 眼看着对方的剑 即将刺进徐安的喉咙 吴邪和盖威 双眼顿时红了 一众天牢高手 也得目自欲裂 疯狂向着徐安这边扑了过来 只是他们 还没有接近徐安 一个穿着轻衣 戴着半张银色面具的男人 已经出现在他们面前 轻衣喉手中的剑 骤然出鞘 横剑一扫 一道灵力的剑气 瞬间横扫而出 将吴邪 盖威等人全部再度逼退 小姐要杀的人 你们拦不住 轻衣喉声音淡漠传来 老子不让杀的人 天底下也没人能杀 与此同时 一道强势而霸道的声音 也在空气中传开 就在对方长剑 距离徐安脖子 不过两寸的时候 徐安的身边 再度出现了一道高挑的倩影 他一只手抓住刺向徐安的剑 一只手还拿着半包糕点 正是吃鱼 老子没说话 你们当老子 是空气是吧 吃鱼缓缓抬起头 美眸中带着一丝力气 逍遥天静 神游玄境 很了不起吗 六尺之内 老子是无敌的 不服 来站 他轻轻跺了跺脚 周围地板寸寸军裂 所有植被 都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凋零 哭死 站在他前方带杀精的女人 见到这一幕 下意识地收了手中的长剑 向后退去 那一双美眸中 不满凝重的忌惮 南江毒杀树 果然名不虚传 他清朗的声音传来 很好听 但下一句话 让刚从死亡边缘回过神的徐安 差点就当场跳脚了 只是姑娘 为何要护着这淫贼 此时的徐安后辈 早就被冷汗尽透 但听到这话 顿时怒了 喂 美女 你这话别乱说啊 我怎么就淫贼了 咱们第一次见面吧 第一次见面 你就气势汹汹要杀我 我要把你这么着了吗 徐安不乐意了 老子虽然在养鱼 但现在池塘中的鱼 还一个都没吃到嘴里 哪有时间去拈花惹草 再说 老子也不认识你啊 这时 盖威和吴邪 这时已经到徐安的身后 文言 盖威的刀轻微捅了捅徐安 咽着口水道 大哥 他是魔宗圣女 姓一 明山井 一山井 老子特骂 徐安下意识地想要反驳 结果话没说完 他整个人先呆住了 白日一山井 白日一山井 我草 这误会大了呀 第572章 谁敢伤我师父 徐安整个人都傻了 我擦的 不会这样瞧吧 老子就随手抄了一句诗 竟然惹了一个逍遥天静的高手 这叫什么诗啊 徐安扭头看向盖威 险些忍不住一巴掌拍死这家伙 难怪当初他那么激动了 感情是早知道魔宗圣女叫一山井 这是给他埋坑了 盖威看着徐安的脸色 也是无语的怂怂间 大哥 你别看我 我也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找上门来了 原本 我还想看着他满江湖追杀你来着 嗯 是有点过分了 赤鱼手摸着下巴 也是轻微的点了点头 徐安那句诗 他也是知道的 徐安黑着脸看向赤鱼 喂喂 这时候 你就别添油加醋了好吗 可 美女 这其实是个误会 徐安干咳一声 看向一山井道 当时吧 我主要只是想要做一首比较应景的诗 他想要解释一下 结果女人提件指向他 不必解释 死人的解释 没有意义 行 那就不解释 咱就说点别的 徐安巴不得这女人扯开话题呢 赶紧从怀里掏出宗主玉牌 冲着一山井扬了扬道 认识这个吧 这是宗主玉佩 我现在是你们的宗主 他话没说完 忽然感觉周围的空气再度冰冷下来 抬头看去 只见一山井拎着剑再度向他逼过来 周围包括青衣侯在内的魔宗高手 也都全部围了过来 个个杀意凛然 徐安 我说错什么了吗 我没说错啊 老子现在就是你们宗主 你们这是想要干什么 欺师灭祖吗 喂 什么意思 剑玉佩如剑宗主 你们想造反吗 徐安指着围过来的魔宗高手说道 我爹呢 我爹在哪 你把我爹怎么样了 一山井手中剑指着徐安 杀意腾腾道 爹 你爹是我徒弟 不是 你爹姓彦 那你怎么姓彦 徐安赶紧道 你爹没事 他现在练功练到关键处 正在闭关 闭关前 他将魔宗宗主之位传给了我 这一点 他们都可以作证 徐安指了指身后的一群天牢高手 众高手齐齐点头 只是嘴角都在轻微抽搐 什么传给你的 明明是你趁着人家走火入魔的时候 忽悠的来的 你敢说 你还说了人家老爹做徒弟试试 当场砍不死你 圣女 老夫记得魔宗圣物 从不离宗主左右吧 赵斯吐掉嘴里的血沫 笑呵呵地道 这些人可都是徐安的同伙 他们做的证并不可信 别看他脸上笑嘻嘻 但心里直发怵 徐安连他的两万人都忽悠走了 要是现在再将魔宗忽悠走 那他这边占据的绝对优势 恐怕就又不是优势了 赵斯 你怕什么 站在屋顶的鬼力冰冷开口 今晚 胆敢与我为敌者 接死 他低头看向赵斯 能杀了吗 本作还要去徐府 神游玄境 整个大前京都能拦住他的 只有徐霄 而徐霄 不在京都 还远在北京 刚好 趁此机会将徐家杀得干净 以报当年耻辱 丞相大人 就别废话了 早点杀了吧 避免发生变故 宋云仓俯着长须 道 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 今晚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迟则生变 所以 今晚这里 不是盟友 就是敌人 话落 宋云仓轻轻一跺脚 哄 以他为中心的石树杖内的地板 房屋 几乎瞬间化为粉末 众人双脚都陷落进碎屑中 当场都矮了小半截 徐安看着这一幕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他就是再白痴也明白过来 又特抹一个神游玄境里大眼 传说中的牛逼人物 竟然一下子出现了两个 开什么国际玩笑 显然对方只是威胁一山井而已 要是直接动手 就刚才那一下子 不知道多少人得当场死翘翘 一山井脸色阴沉 他虽然不信徐安的话 但这样的威胁 也让他十分不满 也对 今晚还得杀出京都 的确没有时间好 赵司盯着徐安冷烈一笑 道 小子 原本想和你再聊聊的 但现在只能送你去阎王殿了 别别别 老赵 还是聊聊吧 徐安心头大吉 狗皇帝你靠谱点啊 老子都将赵司的后手都炸出来了 你的准备呢 说好准备呢 准备你大眼 两个神游镜的大高手 你再不出现 老子可就死定了 去和阎王爷聊吧 鬼力身形一动 已经出现在徐安的面前 手一抬 周身数十道剑光 凝聚成一柄巨剑 随手一扬 长剑直接向着徐安劈了过去 这一剑摧枯拉朽 仿佛连空气都给劈开了 老高手当场直接就被震得飞了出去 唯独痴雨还挡在徐安的面前 他说过六尺之内他是无敌的 但鬼力这一剑在六尺之外 真要硬碰必死无疑 特妈的 自己惹出来的是 老子自己扛 徐安一把将痴雨推到一边 盯着鬼力道 老东西 二十年前徐霄能将你打成狗 二十年后 他儿子一样的瞧不起你 来 冲老子来 他打算牺牲自己 给所有人争取一点生机 徐安 老子 你敢 盖威 无邪以及一众天牢高手 眼看着巨剑即将将徐安吞没 顿时都绝望了 刚才逍遥进圆满的一山井 他们还能拼死争一争 但面对神游玄境 他们就算想全部扑上去做不到 因为对方的威压阵的他们动弹不得 同为四尽高手 但金刚玄境和神游玄境 差距是一道难以跨越的天芡 死了 死了 徐安 你这混账终于要死了 一直躲在暗处 没赶出来的赵高 此时终于蹦了出来 大笑着冲着徐安怒喝 你放心 你的女人 本少爷一定会好好的替你照顾的 赵斯也是满脸笑意 所有的屈辱终于在鬼里 这一件烟消云散了 长孙冲攥紧拳头 激动得浑身颤抖 很好 只要徐安死在赵斯的手中 那他的技就不算全失败了 徐安死了 朝中没有了赵斯的位置 以赵斯的性格 肯定会挑起天下大乱 只要躲过这一劫 京都就是他的了 至于徐霄 他肯定会天涯海角追杀赵斯 哼 然而 就在巨剑即将将徐安碾碎的时候 一个硕大的太极八卦图 忽然出现在徐安的面前 将巨剑挡了下来 谁敢伤我师父 一道杀意冲天的声音 也在空气中传开第573章 镇的大前这么没排面 听到这声音 徐安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空中一袭白衣 正负着双手缓缓而落 身后一个巨大的太极八卦图 若隐若现 见到这一幕 徐安差点就热泪盈眶了 我草 徒弟 还是你靠谱 狗皇帝 老子和你不共戴天 爹 见到叶孤玉 依山井也激动地叫了一声 结果 刚落地的叶孤玉 身体就是一个裂解 爹 小姑娘 你可别乱叫 别趁着我现在脑袋不灵光 就和徐安一样无耻 乱占我便宜 徐安逆着叶孤玉 心说人家叫你爹 难道不该是你占便宜吗 依山井听到这话 也一时间正在当场 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众人也是一阵错愕 也没想到 会是这么一个开场 宗主 她的确是您和祖母的女儿 随母姓 叫一山井 轻一喉左轻看不下去了 上前拱手说道 女儿不顾危险千里寻爹 结果爹却不认 这叫什么事啊 听到这话 叶孤玉仔细想了一下 点头呢喃道 嗯 似乎当年拜在徐霄手中 自求精度的时候 我那妻子 好像是怀有身孕了的 等等 你说她叫啥 叶孤玉的声音忽然拔高 徐安立马就知道坏事了 盖威这王八蛋 在天牢的时候 没少拿那句诗装逼 以彰显他流氓剑客的身份 但特妈以叶孤玉的境界 那小小的天牢 能有什么事情瞒得住他 徐安转身就逃 神幽静这妖牛逼 一巴掌能将人拍成肉泥 况且 现在这徒弟脑子还灵光 只是他脚步刚动 叶孤玉手一挥 徐安只感觉自己 像是被一股强大不可抗拒的力量 当场就先飞上天 在空中打了几个悬后 才倒挂在半空中 秦依侯看到这一幕就知道 宗主是在给女儿出头 当即拱手道 回宗主 圣女叫伊山锦 就是这小子那句诗中的 那三个同音字 徐安 你大爷 不带这么拉仇恨的呀老兄 老子现在是魔宗宗主 信不信本少爷以后掌管了魔宗 给你穿小鞋 再说 你这么一个逍遥境巅峰的大高手 这么高壮不掉价吗 果然 叶孤玉扭头看向徐安 脸色见了 小兔崽子 你占老子便宜就算了 老子认了 还是不想活了 徒弟 这是个误会 真的 徐安文言欲哭无泪 这特马怎么解释 解释不清了 然而叶孤玉叶也并不想听他的解释 随手就是两巴掌 啪啪 徐安只感到屁股一紧 那撕心裂肺的疼痛 直接席卷全身 疼得他直接呲牙咧嘴 众人看着这一幕 顿时都愣住了 刚才徐安众目睽睽之下 山的赵斯生活不能自理 没想到现在角色这么快就转换了 刚才的罪魁祸首 现在直接被神游玄境的高手调起来打无邪 盖威 以及一群天牢的高手 此时都抬头看天 一副和他们没有关系的样子 开玩笑 那可是神游玄境 敢说半句话 连他们都得被调起来打 这么多人呢 他们丢不起那人 赵斯 长孙冲 乃至于鬼力和宋云仓 却是一阵无语 这老家伙不是来帮徐安的吗 怎么现在先和徐安打起来了 咋地 开战之前 还先等你们处理好家务事呗 叶孤玉 你这是欺师灭祖 老子就是写了一句 当时比较应景的诗而已 而且后面还没做完呢 你们思想能不能健康点 徐安咆哮 太疼了 简直比当初被徐霄刀屁还疼 他敢保证 自己的屁股没有十天半月 肯定是下白床的了 叶孤玉嘴角扯了扯 你还有脸和我提思想不健康 盖威那混账 在天牢用你这句诗显摆的时候 说的那是会生会死 你现在给我说是我思想不健康 叶孤玉手一挥 盖威当场到飞上半空 前辈 这个我没关系啊 是我大哥 是我大哥的错 盖威是逍遥进高手 冠绝榜排行第一 但现在不敢有半点反抗 在天牢的时候 他就领教过这糟老头子的厉害 他真动杀意 拼命也白打 他当即将所有事情都推给了徐安 啪啪 嗷嗚 伴随着七八个巴掌后 盖威的声音就变成了惨嚎 此时盖威满眼泪水 这太不公平了 罪魁祸首师大哥 我顶多就是个从犯 凭啥打他就两巴掌 打我就八个巴掌 但他不敢问 问就是独打 现在 你可以解释了 叶顾玉抬手将衣衫紧叫到身边 看向徐安 徐安当场想破口大骂 解释 我解释你大爷 现在解释对你来说就是掩饰 再几个巴掌下来 老子可就半身不随了 徒弟 我错了 错大发了 给我点时间 我将这首诗补齐 让这首诗成为千古名片 将功补过 徐安连忙说道 现在只有补齐诗句 这句诗才 不会那么容易让人想如飞飞 闺女 你说怎么办 叶顾玉看向衣衫紧 衣衫紧咬着薄唇 轻微点了点头 现在 这的确是唯一的办法了 好 那老夫就给你一天的时间 叶顾玉随手一挥 将徐安和盖威丢在了地上 真没想到 堂堂的域外第一高手 竟然会败一个半点武功 都不会的废物为师 真是可笑啊 不远处 鬼力冷笑出声 叶顾玉看向鬼力 身后的太极图 再度若隐若现 他淡淡道 第一 老夫在徐霄的手中 撑了三招 你一个一招 都撑不住的人 不配和我说话 第二 徐安这兔崽子 交给我的太极 能够轻松打抱你 他当我师父 有何不可 你 鬼力脸色骤立 瞬间杀一番勇当年的事 对他来说 就是奇耻大辱 现在就这么被叶顾玉撕开 叶顾玉懒得理他 看向周围魔宗弟子 所有魔宗弟子听令 本作已经将魔宗宗主之位 传给徐安 从现在开始 所有魔宗弟子 听从徐安的号令 或 听到叶顾玉这话 所有魔宗高手的刀 瞬间转向 指向了天地会的高手 轻一吼手中的剑 也盯上了白亭 见到这一幕 赵思 长孙冲等人 脸色顿时阴沉下来 赵高更是差点下的 跌坐在地上 历史又一次重演了 魔宗的人 真被徐安给忽悠走了 看来 叶宗主是打算 和徐安一条道走道黑了 宋云仓笑着 看向叶孤玉 道 可今晚就算 你和徐安联手又如何 神游玄境我们有二 今晚魔宗 可能将会成为历史 魔宗成不成历史 朕不知道 朕只知道 现在朕的大前 这么没排面的吗 什么人 都能在朕的京都 蹦跶两下 这时 一道略带威严 却细血的声音 从门外传来 第574章 现在 你可以死了 听到这声音 所有人齐齐 往门外看去 只见袁康帝背着双手 面带笑容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跟着的正式抱着 扶尘的孙雕寺 见到脚步 从容满脸自信的袁康帝 赵斯 长孙冲等人 脸色结实大变 宋云苍不是说 半个时辰内 不会有人能接近相辅吗 连袁康帝都亲自来了 这还叫没人能接近 袁康帝可是九五之尊 而且没有半点武艺 他敢亲自过来 岂不是说 外面已经被袁康帝控制了 宋云苍瞳孔也是陡然一缩 他也想到了这个问题 不用担心 外面还没有全部被阵控制 不过也差不多了 袁康帝看穿赵斯等人的心思 笑着说道 朕的大钱这么没牌面 这个牌面 朕得找回来来不是 所以啊 今晚入京的人 就都别走了 哼 肖策 十几年不见 你还是这么的狂妄 鬼力剑指着袁康帝 细血一笑 徐霄不在京都 凭你 留得住我们 我与宋云苍联手 就算你调集整个京都十万兵马 也拦不住 只要离开京都 赵斯一声令下 天下士族豪族都会被逼着烦你 那大钱便离灭国不远了 袁康帝在院中停下脚下 目光淡淡地扫了一眼 站在对面的宋云苍 微微点头道 说得很对 所以 朕不能让你们走了 话落 他目光落在趴在地上的徐安身上 微微摇头 叶顾玉 你是看上朕的女婿了 还是咋地 为何打得这么轻 好歹要见血啊 见血 我见你大眼 徐安一听 瞬间蹦了起来 瞪着袁康帝道 狗 陛下 我这拿着小命帮你探路呢 你不早点救援 就算了 竟然还在我徒弟面前添油加醋 你也太不江湖 不义气了吧 没有一点同情心 袁康帝盯着徐安 忽然变得咬牙切齿起来 混账东西 你还有脸说 朕是让你探探路 但你这是探路吗 你是在把朕逼上绝路 客娘的 朕还等着徐霄的捷报入京 再开始下一步计划 结果呢 现在所有计划都泡汤了 朕还想利用赵斯这老贼 来瓦解天下士族和豪族 瓦解各地方王的势力 现在倒好 你逼得朕不得不先弄死赵斯 袁康帝说着 有些暴跳如雷 怒道 你以为朕和徐霄掌的兵权 就可以掌控绝对的主动权了吗 扯你个蛋 现在大前主要的问题 就是士族豪族 赵斯在 天下士族豪族就会安稳一点 赵斯灭了 他们就会陷入惶恐 这时候要是有人煽动 肯定天下大乱 现在的大前 一个士族一个豪族 就控制了一个城一个县 逼急了他们 他们可以让整个大前草木皆兵 你爹是厉害 让他带着兵马 全天下平叛吗 大前还要防御北敌 防御东瑜 防御南雀 边军不能有任何调动 你告诉朕 从哪里调来平叛的兵马 众人看到袁康帝 指着徐安的鼻子骂 再次愣住了 这是战场啊 叶顾玉来先调打徐安一顿 你袁康帝来又痛骂徐安一顿 这到底谁才是真正的敌人 徐安撇了撇嘴 他真没想那么多 反正他就是不能再让赵斯这样的人活着 每天看着这个通敌叛国残害百姓的败类 在自己面前搅动风云 他忍不了 大局去他大爷的大局 赵斯该死 徐安揉着屁股看着袁康帝 道 赵斯不死 朝廷在天下人眼中就是狗屁 一个拿通敌叛国的奸臣都没有办法的朝廷 凭什么能给天下百姓带来天下太平 但赵斯死了 那就是彰显我大前的态度 对通敌叛国者 我大前零容忍 他声音铿锵有力 说得赵斯脸色青筋直冒 混账 你们什么意思 真当本相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吗 本相还有两大神又近 本相要走 谁拦得住 袁康帝直接被徐安说得一愣一愣的 等徐安说完他下意识地想要发怒 结果仔细一品徐安的话 手抱着胸忽然沉默了下来 说得好像挺有道理 朕竟然无从反驳 徐安一句一个能容忍奸臣的朝廷 凭什么能给天下人太平 说实话戳中了他的心窝 既然如此 那就不忍了 袁康帝看向赵斯 道 赵斯 朕原本以为要杀你 至少还要等上三五年 但这小兔崽子打乱了朕的计划 那朕 就只能拿你的脑袋告诉天下人 朕 不怕他们反 赵斯脸色铁青 冷冷盯着袁康帝道 怎么 陛下现在不忌惮隐门了 袁康帝笑道 没关系 朕现在有钱了 不怕打 说来惭愧 有个道理是 徐安这小兔崽子教会镇的 那就是 天下太平 是打出来的 从来就不是忍出来的 镇忍了三十年 忍够了 有徐霄镇守国门 国内镇倒是看你们 能玩出什么花样来袁康帝 现在还真不出 以前忍着 是因为没钱打 但他现在 有钱了 且不说徐安坑这一波 弄来多少银子 但是牛豆 炼煤素 这些大钱独有的神药 卖给其他国家银子 还不是大把大把的 往国库里面运 哦 还有军火 一代 二代岁发枪卖出去 还能赚上一大笔 而弄来的钱 继续研发新武器 至于叛乱 放权给徐安这小兔崽子 让他满天下评判去 守战 江南 袁康帝说完 懒得再理会赵斯 而是看向一身黑衣的长孙冲 道 这些年辛苦你了 要不是你和赵斯里外勾结 很多事情 这还真不好做 这些年 你以为你 真的渗透进了 守卫经济的部队 那是正为了安赵斯的心 故意让你渗透的 既然今晚赵斯注定要死了 那你也没有任何作用了 今晚就和他一起上路吧 掌孙冲听到这话 顿时牙子欲裂 死死盯着袁康帝的 你这些年重用我 就从未信任过我 朕给过你机会 而且不止一次 袁康帝嘴角带笑 面上却带着杀意凛然 三年前 徐霄幽州兵败 不仅是因为物资供应不上 还有兵部提供的军械 你在中途 将军械私自卖给了东鱼 又将劣质军备装备给边军 最终导致八万边军将士 战死沙场 不动你 是需要你来稳住赵斯 现在 你可以死了 第五百七十五章 连振一拳都戒不住 袁康帝声音平静 宣布了掌孙冲的死刑 虽然是被徐安逼了一把 但不得不说 这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感觉 贼爽 果然 钱就是人的底气 掌孙冲气的脸色 正清正白 原来这些年 袁康帝对他的所有宠幸 竟然都是假的 他被袁康帝当猴儿一样耍着玩 而他 却自始至终以为自己 将所有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难怪徐霄这几年 看到他都杀气腾腾 原来他早知晓一切 知道他倒卖军须 知道他勾结外邦 知道他在密谋控制京都城防 真正的小丑 从一开始就是他而已 徐安看到袁康帝对着赵斯和长孙冲疯狂输出 将两人气得半死不活 也是有些无语 话说狗皇帝你这是憋了多久了 直接要一次喷到爽呢 当然他也只能暗暗吐槽 真要打断狗皇帝装逼 估计又得挨收拾 宋云仓 前朝最后一任太宰的私生子的私生子 一个名不正言不顺的老家伙 为了前朝留下复国的财宝 竟然做出杀主灭门这种事 也有脸声称扶持前朝正统 袁康帝今日显然想要喷个爽 目光落在宋云仓的身上时 他脸上明显充满了不屑和嘲讽 显然这段时间 他已经将天帝会的底细查得底掉了 宋正坤不思进取 企图让天帝会招安 忘记了复国大业 老夫杀他取而代之 有何不可宋云仓被揭短 却没有丝毫不满 脸上依旧带着笑容 他杀宋正坤 就是因为宋正坤早就没有了复国之志 已经和袁康帝暗中有接触 企图接受招安 让天帝会解散 而前朝留下复国的巨额财富 也将归大钱所有 如果大钱强势 他们或许会接受宋正坤的建议 但是现在的大钱虚弱不堪 随时有可能分崩离析 这时候选择解散天帝会 他们这些有野心的人 岂会甘心 于是 在淮南王的帮助下 他们灭掉了宋正坤满门 只有宋玉言活下来 当然 他们要杀宋玉言 轻而易举 留着宋玉言 只是因为 他们在杀宋正坤时 没有从宋正坤的身上 获得任何有关 前朝复国宝藏的线索 而宋正坤极有可能 将前朝宝藏的线索 留给了宋玉言 宋正坤是个儒生 确实缺少了一点王者之气 袁康帝点点头 道 但和你比起来 他比你强的太多了 如果不是因为王国 他会是个很好的守城之君 宋玉仓笑道 但这世间 没有如果 成王败寇 弱肉强食 才是这个世界的法则 袁康帝点头附和 道 说得对 所以 你们今晚都得死 赵司回过神 面目争鸣 大笑着抬手指向袁康帝 肖策 你还真以为你 主宰一切了吗 这里是湘府 这里我说了算 嗯 这里是湘府 这里你说了算 袁康帝嘴角带着笑容 指了指徐安道 但这小兔崽子 在湘府将你按着打 你哪里来的脸说这话 赵司眼皮顿时跳了跳 手猛地指向徐安喝道 鬼力 杀了徐安 鬼力身形一闪 瞬间向着徐安杀了过去 瞬间就出现在了徐安的面前 徐安顿时就猛逼了 险些破口大骂 狗皇帝你大爷的 这时候了你还给老子拉仇恨 不就是坑了你吗 你一个大皇帝 有必要这么记仇 徐弟 上 帮师父灭了他 徐安瞬间缩到了 一山井的身后 遭到了一山井满脸的鄙夷 哈哈 刚好 杀徐萧之前 先拿你练练手 叶姑玉大笑一声 直接迎了上去 两人在空中相遇 剑光和太极图 瞬间纵横交错 所过之处飞沙走时 房屋倒塌 大地崩碎 徐安看得目瞪口呆 这特娘的 一朝一世都自带特效 简直就是现场版的3D电影 草 老子要学武 老子也要一剑当九州 徐安忽然发现 当初想要学青宫 做个采花贼的理想 简直不忍直视 神游玄境 才是男人独有的浪漫 一剑当九州 你先活下来再说 吴邪拎着徐安的后脖梗 拉着他就往后跑 刚跑出莫多远 徐安便看到整个宰相府 在鬼力和叶姑玉空中 对了一掌后 那磅礴的能量堪比 炸药包爆炸 席卷而出的能量 直接将整个宰相府 碾成了废墟 我特骂 徐安愣了一下 直接破口大骂 徒弟 你悠着点啊 宰相府的银子 老子还没来得及搬呢 这老家伙肯定富可敌国 家里的银子 估计都快比得上 京都豪族搜挂来的银子了 你要是弄坏了 那老子可就亏大了 徐安今晚的主要目标 就是银子 收拾赵司是顺带 赵司家的银子 才是他以身犯险的目的 但这大爆炸太可怕了 鬼知道会不会连银子 都炸成粉末 赵司脸色一变 指着地面倒 宋云仓 毁掉银库 不要留半点东西给萧策 宋云仓笑呵呵地点头 脚轻轻一踏 身体陡然腾空而起 他手一收 周围空间陡然震荡起来 一个巨大的掌印 便在他前方凝聚 随即他手猛地一按 掌印便向着地面砸了下去 只不过 砸的不是赵司所说的地面 而是袁康帝 放肆 孙雕四大喝一声 挡在了袁康帝的面前 他双手迅速结印 周身泛起道道金光 随后 金光又凝聚成一个硕大的光照 将袁康帝和他护在其中 哄 宋云仓的掌印 直接拍落在光照上 光照和掌印 瞬间四分五裂 孙雕四直接被震得退了十几米 脚步直接在地面 踩出了一指深的脚坑 他当场可学 脸色都苍白下来 哦 能挡住我全力一击 老太监 这六十年的童子宫 也算没有白练 半空中的宋云仓 双眼微眯 笑了起来 只是他的话刚落 一道身影 已经如利剑一般冲天气 什么 宋云仓脸色大变 下意识地想要躲 但已经来不及了 碰 他胸口重重挨了一拳 整个人瞬间如炮弹一般砸落下来 轰隆一声砸在了地面 溅起一地烟尘 宋云仓 你这六十年的长法算白练了 连振一拳都接不住 半空中 一道威严带着细血的声音传来 第五百七十六章 今晚朕得杀人灭口 半空中的人正是袁康帝 此时 他便摩拳擦掌 便扭着脑袋 俨然一副很久没出手 手脚都生锈了的样子 周围陡然一片死寂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都呆住了 都说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可谁也没有想到 袁康帝却是那个隐藏的最深的猎人 我擦的 狗皇帝竟然会武功 还这摇牛逼 徐安静的下巴差点掉在了地上 眼睛也瞪得溜圆 在他记忆中 袁康帝就是个老鹰笔 处处算计人 阴险得不得了 却没想到 这个阴险的老鹰笔 竟然还是个绝世高手 能一招收拾宋云仓 肯定也是一个神游玄境的高手 徐安当场都猛逼了 老子就想坑一下赵斯而已 结果竟然引出来了四个传说中 才有的牛逼人物 神游玄境 连狗皇帝都是神游玄境 这个世界什么时候这么疯了 他指着袁康帝 嘴角哆嗦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袁康帝竟然会武功 袁康帝怎么可能会武功 这些年 他们就是仗着袁康帝不会武功 才处处联合百官逼着他就范 逼着他做了很多他不想做 却不得不做的事 现在 袁康帝一拳将宋云苍杂趴下 强势告诉他 他袁康帝会武功 他是个武皇帝 但是 他忍住了所有的耻辱和不甘 瞒住了天下所有人 扑通 掌孙冲直接跪在了地上 身体瑟瑟发抖 饶是他会武功 也是出入四境的高手 此时也被袁康帝吓到了 曾经 他曾想过当大局已定时 在袁康帝面前露一手 展现自己的武功 将袁康帝的脸按在地上踩 让袁康帝知道自己有多可笑 狗皇帝 你以为你让我闻转武 我就只是个好控制的文官吗 哈哈 老子会武功 结果 现在袁康帝一拳将宋云苍杂趴下 这一拳就像是砸在他的脸上 像是在告诉他 哼 你嘚瑟什么 功夫 朕也会啊 想到这些 掌孙冲只觉得浑身几倍发凉 就算再不干 此时此刻 他也终于明白过来 他终究只是袁康帝 用来稳住赵斯的小丑而已 无论怎么想翻身 想要黄袍加身 在袁康帝的眼中 都不过只是个比较能跳的小丑罢了 肖策 你耍了天下人啊 掌孙冲攥紧拳头 在心头怒吼 马德 大前京都 我不该来的 盖威看着半空中的袁康帝 简直泪流满面 在江湖他多牛逼 谁提到流氓剑客盖威 不畏惧三分 结果到了大前京都 心机玩不过徐安的女人 帅气比不过徐安 武功比不过徐清风 似乎随便出来一个人 都能将他按在地上摩擦 京都太危险 他要回江湖 无邪攥紧手中的剑 此时手中的剑嗡嗡鸣响 他和盖威的心绪刚好相反 神游玄境一战 对他来说收获颇风 有望借此突破逍遥天境 一群天牢高手也都直咽口水 他们原本以为 事情到了这一步 袁康帝想要破局 应该会出动天牢的两大镇守者 天牢那两个老不死的 虽然不是神游玄境 但联手的话 肯定和神游玄境有一战之力的 结果 袁康帝竟然不用天牢镇守者 而是自己出手了 他竟然会武功 你妈 他们忽然觉得 整个大前今年最可怕的笑话 估计就是袁康帝会武功了 就连激战中的叶孤玉和鬼丽也停了下来 鬼丽脸色阴沉 叶孤玉却已经大笑起来 哈哈 看来老子猜测得不错 当年徐霄东镇东渝 南面南雀 果然有猫腻 哈哈 果然是两个人 只是全天下谁都没想到 大前的皇帝竟然也是个高手 哈哈 听到叶孤玉的笑声 震惊中的赵思才回过神来 他猛地抬起手 冲着袁康帝怒喝 不可能 这些年你都在宫中 被我的人监控着 你怎么可能会武功 你怎么可能有时间练功 有什么不可能的 袁康帝背着双手 缓缓落在地上 看向脸色煞白的赵思道 连徐霄的功夫 都是震教的 震会武功 很稀奇吗 这话一旦激起千层浪 所有人都不淡定了 天下谁不知道 徐霄的师父 是已故的大宗师赵童 徐霄可是他唯一的弟子 赵童的清传弟子是震 震自幼便在他的身边练武 袁康帝笑道 而震在赵童身边学到的 也都交给了徐霄 所以全天下的人 才以为徐霄是赵童的清传弟子 因此 震也就成了徐霄的影子 赵思 事到如今 你还不知道自己怎么拜的吗 你们一直以为 当年徐霄和震能如此快控制兵权 是因为云志兰的帮助 其实并不全对 之所以能掌控边军兵权 是因为震和徐霄共用一个身份 袁康帝缓步上前 看着赵思笑呵呵地道 每当震准备出京都的时候 总是会找个机会和你们唱反调 然后将国内的大权全部交给你们 随你们了 而震便会趁机出京都前往边境 统帅兵马征战四方 反正徐霄上战场的时候 总是喜欢戴着青铜面具 震戴上青铜面具穿着铠甲 谁能分辨得出来 扑 听到袁康帝这话 赵思指着袁康帝一连退了六七步 气得当场吐了一口老血 这些年 每当遇到大事的时候 他总会串通百官向袁康帝施压 逼着袁康帝退让妥协 而袁康帝就会一气之下将所有事情丢给他们 毕宫不见 而且一毕就是十天半远 曾经他们还因此还沾沾自喜 认为皇帝懦弱可欺 没想到袁康帝早就借着这个机会 脱离京都彻底放飞自我了 就连徐安这时听完袁康帝的话 心头也是握了个大槽 果然老鹰批就是老鹰批 直接将国内利益让给赵思 自己先全力把军权稳固下来 只要军权在手 就算国内再乱又如何 收拾旧山河再出发吗 徐安曾经一度认为徐霄的枪皇帝的胆 现在看来这完全是这两个老家伙 联手耍的一盘大棋 要不是他误打误撞 逼得袁康帝不得不亮牌 估计到最后赵思怎么死的都不知道 哎 没忍住出手了 为了保住这个秘密 今晚朕得杀人灭口了 皇帝轻笑一声 扭头看向了徐安 第五百七十七章 师父 陛下说的是我 徐安看到袁康帝看向自己 顿时打了一个哆嗦 他连忙说道 狗 陛下你啥意思 我们可是一伙的 你可别翻脸不认人啊 袁康帝微笑着看着他 没说话 徐安这才反应过来他的意思 连忙道 今晚我啥都没看见 啥都没听见 我就知道赵思被叛党给杀了 你们呢 你们看到了没 徐安连忙拉拉拉无邪和赤羽的袖子 冲着一群天牢高手 打眼色不想死的 赶紧表态啊 没有 我们啥都没看见 我们今晚就没出现过 对 今晚杀赵思的是叛军 和我们没有半点关系 没错 赵思和叛贼大战三百回合 最终同归于尽 一众天牢高手连忙附和 各个正义凛然 其实不用徐安提醒 此事也知道该怎么做 刚才连鬼力一见 他们都没接下来 而袁康帝 纳特妈是徐霄的师父 徐霄是谁 当今公认的天下第一 当年徐霄一根手指 将他们按在地上摩擦 现在袁康帝不用半根手指 灭他们那是轻松加愉快 就连无邪 吃雨都老老实实地点头 而盖威当场都没骨气地 给袁康帝拜下去了 魔宗的也给我听好了 忘记你们今晚所看到的一切 叶姑玉也看向 一山井和轻一猴等人说道 虽然徐安现在是魔宗宗主 但是他在魔宗 没有任何的威望 想要魔宗扶他需要时间 当然不会太久 是宗主 一山井 轻一猴等人齐齐拱手道 看到这一幕 袁康帝笑着点点头 道 很好 那剩下的就是该死的人了 刚好这时 门外传来了铺天盖地的海沙声 袁康帝走到徐安的身边 从徐安脸上抓下了面具 随手就蒙在了自己的脸上 徐安顿时就无语了 狗皇帝你什么意思 你怕暴露 我就不怕暴露吗 老子现在的身份可是储留乡 让人看到老子在这里 明天京都的头版头条 说不定就是徐晓公爷 带兵杀的丞相府人头滚滚 虽说整个京都现在都知道是他做的 可是老子可从未承认过 我现在光明正大出现在这里不是承认了吗 于是 徐安转身直接拔下盖威的面巾 蒙在了自己的脸上 反正这家伙这张流氓脸没有太大的辨识度 京都应该没有什么人认得出来 盖威下意识地就要抢回来 但看到徐安身边的袁康帝后 当场就念了 孙雕四除了赵斯外 其他人一个不留 袁康帝扭了扭脖子 说道 你保护一下徐安 别让人趁乱将他宰了 朕很久没动手了 手痒 虽然和魔宗达成了共识 但袁康帝并不是很信任魔宗 因为他很清楚 叶姑玉之所以出现在这里 并不完全是为了徐安 他出现在这里 还有一部分原因是为了魔宗 他既然早有猜测 京都还有他一个神幽静的高手 那就肯定能预感到 他早就在京都做了局 请君入瓮 他就徐安是真心实意 却也有私心 侠为魔宗博弈献生计 是 老奴遵旨 孙雕四走到徐安的身边 从怀中取出半截竹筒 拉了一线 随着一缕火光飞上半空 在空中绽放成耀眼的烟火 外面的人直接就杀了进来 和天帝会以及赵斯的人 激战在一起 徐安看到杀进来的人 不由愣了一下 不是他带来的南山流寇 而是黑甲军徐霄的清兵 黑甲军 老赵 看来你这次是真的要亡了 神仙难救啊 徐安抱着双手 笑呵呵地道 黑甲军既然出现了 那就证明 整个京都的局势 已经在袁康帝的掌控之中 鬼力 鬼力 快带本相离开 快 赵斯也知道 大势已去 吓得冲鬼力怒喝 只要带本相离开 你想要什么 本相都给你 都在哆嗦 原本见到袁康帝到来 他还想借着两大神尤静的优势 强势杀袁康帝和徐安 却没想到 袁康帝竟然还是神尤玄境 他瞬间失去了所有优势 再不走 这辈子恐怕就走不了了 只要能离开 手上有天下藩王 以及各大豪族 私自往来交易的证据 逼着他们跟着自己一起反 届时再杀回京都就是了 神尤玄境再厉害 能杀百人千人 还能杀万人十万人吗 哼 走 那也对我同意才行 见到鬼力开始后退 叶孤玉大笑着粘了上去 很快 两人又大站在一起 走 赵斯 你的路 这辈子只能到这里了 袁康帝笑着摇了摇头 随即向着不远处的大坑走了过去 宋云仓 别蓄力了 你的长法虽然快 但朕 我的拳更快 更猛 你没有机会的 出来吧 让朕 呃 让我看看 你能否在我的手上撑过三招 你要是三招不死 我让你离开 他话音刚落 宋云仓便从坑中跳了出来 此时 他整个人浑身是血 劈头散发 身上的布衣都已经成布条了 他脸上没有了之前的从容 已经变得阴狠暴力 他没有李源康帝 而是盯着徐安冷冷道 徐安 你最好让我离开 否则 你京都大剧院那群女人 可就要死了 徐安原本只想安静看戏 反正自己又插不上手 听到这话 脸色陡然大变 老贼 你什么意思 很简单 之前本座在来丞相府之前 已经让人包围了京都大剧院 宋云仓防备着袁康帝 目光却盯着徐安冷笑道 只要我这边有意外 京都大剧院就得给我陪葬 我想 你应该不会想让那群花样的美女 陪着我这个老头一起死吧 徐安一听 猛地看向袁康帝 要是京都大剧院出事 那今晚就算赚得盆满钵满 对徐安来说也不值 金银财宝常有 而美女不常有 而袁康帝则老阴批算无一策 总不能将他的京都大剧院 给算漏了吧 而且他知道宋云仓的身份 那宋玉言前朝公主的身份 还能瞒得住 果然 袁康帝倾笑道 宋云仓 不得不说 你的直觉很准 能在这时候 想到拿京都大剧院来威胁徐安 实际也恰好 徐安这兔崽子 不重视权 但对钱和色情有独钟 要不是朕有准备 说不定今日朕和这小兔崽子 就得生闲戏了 宋云仓听到这话 确实笑了起来 肖测 你以为老夫不知道 你在京都大剧院安排了人吗 就你安插在京都大剧院的那点人 现在恐怕都见了阎王了 袁康帝玩味一笑 谁说 我说的是京都大剧院的人 师父 陛下说的 是我 这时 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 争 与此同时 一把剑抵在了赵斯的脖子上 第578掌 一拳败敌 太暴力了 出手的 正是白亭 宋云仓的弟子 我靠 又是神反转 真特妈刺激 看到白亭的剑 夹在了赵斯的脖子上 徐安都惊了 今晚的惊喜 跟过山车似的 还真是一浪接一浪 先是他炸出鬼力 这样的超级高手 然后又是袁康帝会武功 现在连宋云仓的弟子 都是狗皇帝的人 简直不要太刺激好吧 赵斯原本想要逃命 现在身体将在当场 白亭的剑 就抵在他的喉咙上 剑尖甚至已经刺入皮肤 他仰着脖子 死死地盯着白亭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天帝会的骨干 竟然也是袁康帝的人 宋云仓缓慢转过头 目光落在白亭的身上 脸上的争鸣和狠利 一点点僵硬 他也没有想到 这个对他恭敬有加的弟子 竟然在这时候背叛他 白亭 你敢背叛老夫 片刻 宋云仓冷冷开口 声音带着无穷的杀意 因为愤怒 他双眼心红 满头乱发飘舞 连身上破碎的布衣 也都飘了起来 背叛 我自始至终 都是大前人 白亭微微抬头 冷峻的脸上 带着坚毅和自豪 我乃是秀衣使者 江南长静使 白亭 自始至终 从未判过 宋云仓愣在当场 他亲自观察许久 吸纳进天地会 并且培养成嫡系的剑修 竟然是皇帝的秀衣使者 而且还是秀衣使者中的 江南长静使 统下整个江南的秀衣使者 想到这些宋云仓 顿时有些小骂娘了 你堂堂一个秀衣使者的长静使 跑到江南去装散修 吸引我的注意力 你是不是有病啊 我算是明白了 我说淮南王怎么那么容易 掌控了江南秀衣使者 原来是因为那段时间 江南秀衣使者群龙无首 宋云仓有些咬牙切齿 忽然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当初淮南王开始配合 肇司布局京都 打算将疫病 弄回大前京都的那段时间 他们几乎调换了秀衣使者 所传递回京都的所有情报 当时他知道这件事的时候 总觉得事情 似乎太过于顺利了 只是当时淮南王的手中 已经掌控了江南 两千多秀衣使者的信息 他才觉得可能是自己多虑了 却没想到 秀衣使者江南真正的化石人 却已经埋到了他的身边 因为那段时间 他们刚刚灭了宋正坤满门 他正带着白亭闭关 所以白亭根本就没有时间 经手江南的事务 直到他出关 带着白亭重新出现 而后 江南秀衣使者几乎一夜之间 全员失踪 想到这些宋云仓 都想给自己一巴掌了 这么大的破绽 他竟然没发现 没错 我陪你出关后 便下令江南秀衣使者全员折服 撤离 白亭点点头 道 而后 又迅速启用了江南秀衣使者的案子 重新和陛下取得了联系 汇报了所有事情 然后 和陛下一起 制定了这请君入问的计划 说到这里 白亭嘴角呼地抽了下 脸色有些黑了下来 只是这时候 徐晓公爷有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他抬头看向徐安 与其有些咬牙切齿的 这就导致了曾经的计划 就只能成为徐晓公爷计划的辅助了 原本他和袁康帝商议的计划 是想要让宋云苍和赵斯狗咬狗一嘴毛 毕竟赵斯这时候 已经被逼得狗急跳墙 灾星降临他必定会反 自古欲夺天下者 必先逐入中原 由他挑唆宋云苍和赵斯征京都 而他们坐收鱼翁之力就行了 结果 徐安太猛了 不仅破了灾星局 还用赵斯这两万人 让京都豪族和赵党吃个哑巴亏 最重要的是 弄死赵斯 过奖 过奖 大家都是为国家流血 谁干不是干 徐安听到白庭的话 连忙笑着摆了摆手 一副 我知道我很牛逼 不用夸我的样子 白庭 白庭险些忍不住一箭过去 过奖什么过奖 我是在夸你吗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是在夸你了 原来如此 所以我让你带人去京都大剧院 你借机去找了袁康帝 是吧 宋云苍一步步走上前 周身杀意肆虐 所过之处 宛若龙卷风席卷而过 他堂堂一个神游镜高手 竟然被人如此戏耍 这不能忍 没错 现在天地会潜入京都的所有人 现在已经被全灭了 白庭一脚踹在赵斯的膝盖上 赵斯惨叫一声 便跪在地上 白庭脚踩着赵斯 手中的剑指着宋云苍 苍老 现在到你了 你放心 你死后 你在天地会的所有势力 将会由我接受 我一定会借用你的势力 彻底摧毁天地会和淮南王 以告为你的在天之灵 宋云苍脸皮猛地抽了抽 爱山压顶步行余色 现在也绷不住了 气得连体内的真气都差点差气了 天地会的势力 他好不容易整合 现在极有可能再度分崩离析 还会成为元康帝手里的刀 这对他来说是奇耻大辱 徐安看着这一幕 也是一阵无语 老兄 你这是 想气死人不偿命啊 和狗皇帝学的吧 怎么好都不学 竟学这些乱七八糟的呢 你找死 果然 宋云苍手一扬 瞬间就像白庭杀了过去 呵 宋云苍 你的对手是朕 元康帝几年没动手了 哪里忍得住 身形一动 整个人瞬间从原地消失 在出现时 已经拦在了宋云苍的面前 他迎着宋云苍的掌印 随手一拳便砸了过去 他拳头没有任何的花里胡哨 甚至看上去有些轻飘飘 但就是这么一拳 只听到咔嚓一声 宋云苍的手 直接就被打折了 连他周身的真气 也直接被这一拳当场打散 啊 宋云苍惨叫一声 身体再度倒飞而出 重新砸进了深坑之中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满脸惶恐 太暴力了 难怪徐霄总是一招败敌 师父都这么暴力 徒弟能不暴力吗 一拳只用了五成力 元康帝看着深坑 淡淡道 宋云苍 还有两拳 朕说话算话 能活下来 朕让你走 第579章 该去天下浪浪了 徐安看着元康帝 那是一个无语 此时的元康帝 这摩拳擦掌 双眼翼翼盯着眼前的大坑 那样子像是在告诉宋云苍 你快起来 我下一拳一定打轻一点 简直不要太牵奏好吧 你是皇帝 你能有点皇帝的节操吗 合着你平时的高大上 全是装的是吧 而且人家可是神游玄境 出场自带特效的神游玄境 在你手中就跟爸爸打儿子似的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人家不要面子吗 太暴力了 不忍之事 徐安暗暗无脸吐槽 他觉得这时候 应该将国子监那群学子 或者使官叫来 让他们现场给元康帝来一幅 皇帝暴力打人徒 嘿嘿 那肯定很好玩 说到打人徒 徐安忽然想起来 自己好像还欠京都豪族赵斯被虐徒 人家付了钱的 他这里可不能缺货 等一下得赶紧补上 萧策 你欺人太甚 老夫就算死 也要和你同归于尽 果然 宋云苍被彻底激怒 在坑中咆哮 接着 大帝竟然开始震动起来 徐安一个猎鞋险些栽倒 下意识地抓住了吴邪 才看到地面以宋云苍躺着的大坑为中心 竟然有珠网一般裂缝 向四面八方蔓延开 我 我草 这又是什么操作 徐安猛了 他还真怕脚下的裂缝 直接滑的一下变成沟壑 然后将所有人吞没 那特麻连坟都省了 宋云苍拼命了 他的气息比之前更强了 无邪脸色凝重 将徐安从衣衫井的背后 拉到了自己身后 躲在这个女人身后干嘛 等下危机降临 真以为这个女人会保护你 哄 下一秒 徐安便看到不远处的深坑陡然炸开 宋云苍从深坑中再度冲了出来 此时 他满身是血 长发飘舞 双眼星红 身上那已经干瘪的皮肤 此时也都如地面一般 一寸寸裂开 鲜血淋漓 宛若一尊地狱修罗 我草 这老家伙 他不是要自暴吧 大家快跑 徐安吓了一跳 大声喝道 前世看小说的时候 自暴会产生很强大的能量 能越境杀人 结果 所有人齐齐扭头看向他 目光都极为怪异自暴 自暴不是自杀吗 你哪只眼睛看出来 宋云苍要自杀了 嘿嘿 我是说 这老贼肯定是用了秘法 强行提升实力 大家要小心 徐安举全底唇干咳一声 大意凛然道 他知道自己想差了 但这能怪他吗 神游玄境 连万剑归宗如来神掌都出来了 那自暴 为啥出不来 的确是用了秘法提升实力了 袁康帝嘴角带着笑容 道 倒是没有想到 南疆的失血魔弓 竟然让你炼成了 看来当年假借消除 不死药人数为借口 袭击南疆 你们的确得到不少好处 失血魔弓 是南疆的一门气功 以燃烧人的生命 和气血为代价 可以短暂提升实力 而这本秘集 当年他和徐潇在南静时 都有看过 有吃里这个徐潇的老情人在 南疆的大部分不传之密 几乎他和徐潇都看过 小子 这本来是我为徐潇准备的 但既然你先跳出来了 那老夫先灭了你 来 都为老夫谢继吧 宋云仓大笑 笑声嚣张至极 他双手猛的一抬 周围的空间的所有东西 仿佛都受到了他的召唤 一般向他飞去 连同周围所有人 都在这时候 止不住地向他移动过去 而且全身血液都在沸腾 仿佛要强势破体 而出一般 疼疼疼 我操 脑袋要炸了 徐潇整个人都挂在了 无邪的身上 他只感觉全身的血液 都往脑门用 靠 狗皇帝 你想什么呢 赶紧灭了他 否则我们就死定了 徐安冲着袁康帝怒喝 连尊称都懒得用了 因为赤羽刚才已经告诉过他 失血魔宫 就是夺人血液为己用 被吸食血液的人 会成为血淋淋的干尸 你妈 这简直比吸星大法 还要恐怖好吧 呵 然而 面对徐安的怒喝 袁康帝却只是轻笑一声 随即 他脚轻轻一踏 整个人再度冲天而起 给我死 宋云仓手大手一挥 一只血色大手 便向着袁康帝镇压下来 结果 袁康帝速度不停 还是那么轻飘飘一拳 当场就将他的血色力招给粉碎了 什么 这怎么可能 宋云仓惊骇大叫 此时他的修为暴涨 速度和力量 是刚才的十余倍 这也是他敢踏足大前京都的底气 徐霄就算再厉害 凭这一招 就算杀不了徐霄 也能将其重伤 结果 竟然被袁康帝轻飘一拳打碎了 他虽然惊骇 但还是迅速结印防御 想要阻拦袁康帝 可惜这一切都是徒劳 袁康帝再度一拳 重新将他砸回了坑里 这怎么不可能 这就是纯肉身 练到极致力量 半空中 袁康帝居高临下地 看着深坑中的宋云仓 道 人 无论练功还是做事 都得一步一个脚印来 有坚实的基础 无论成功或者失败 都不会输得太惨 但走捷径 就算成功 不属于自己的力量 终究不属于自己 用也必遭反噬 宋云仓 活了六七十年了 你连这个道理 都没活明白话落 他看向还在呆滞中的徐安 冷声道 小兔崽子 这话正是给你说的 你听明白了吗 在京都 有阵 有徐霄 没人敢明目张胆动你 所以 无论赵斯 还是京都豪族 都只能玩阴谋光明 正大杀你 但是 出了京都 就你这性格 恐怕早死一百次了 徐安听到这话 没有像往常一样唱反调 而是认真地点了点头 他必须承认 这次真的拖打了 如果不是狗皇帝 和叶姑豫出手 今晚他们必死无疑 一个鬼力能杀他们全部 果然 人外有人 山外有山 他徐安有点小看了天下英雄 同时 徐安又暗暗无语 袁康帝现在和他说这个 显然他的猜测成真了 袁康帝打算 将他丢出京都了 想来也是 京都豪族都屈服了 赵斯灭了 京都也没有什么 值得他浪的了 该去天下各处浪浪了 第五百八十章 他不姓徐 他姓萧 徐安以前对什么天下 江湖没什么概念 一心想着赚票子泡妹子 但现在 大前这个局 他已经搅得够深了 没办法再抽身离开 毕竟端掉天门山 干掉赵斯 和隐门已经结下了死仇 早就不死不休了 更别说母亲云之兰 还被困藏兵骨 作为儿子 无论如何 都得将母亲给救回来 所以于公于私 他都没办法继续疼了 明白了 既然要闯天下 那我第一步就去一桶江湖 弄个武林盟主当当 徐安大拇指在鼻尖一抹 霸气说道 无邪 戴威 以及天牢的一众高手 听到这话 当场就猛逼了 你一个半点武功 都不会的废物 要做天下武林盟主 那肯定是大前江湖 天下第一丑闻 不过 几人看到徐安的堆色镜 心头幼稚心虚 这家伙根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他要是入江湖 说不定整个江湖 还真被他搅得鸡犬不宁 看看大前朝堂就知道了 一个多月前 赵党依旧独断朝纲 全是滔天 结果 因为这家伙的插手 赵党主要骨干 一个接一个栽在了他的手中 现在连赵斯这个大头目 也都没逃出他的魔掌 怎一个惨子了得 而江湖 比朝堂简单多了 他要玩阴谋 估计没几个人是他的对手 袁康帝看向徐安 脸上也是一个无语 你咋这么敢想吗 你娘多厉害的人物 武功心计天下无双 到最后 都没有将这个武林盟主的位置坐好 你一个处处茅庐 连武功都不会的家伙 能做武林盟主 你不怕全江湖人满天下宰了你啊 当然 想法虽然不切实际 但还是值得鼓励的 现在天下武林 陆林大多都被各地藩王 世家豪族招揽 这些人真要成军危害可就太大了 让徐安这小兔崽子去浪一下 说不定还真能闯出一个名堂来 很好 有志气 大阵现在 就封你为武林王 总管江湖事 元康帝心头有了计划 嘴角不由微微扬起 当然 武林王只能管武林士 不在朝廷诸王序列 对大前朝堂和地方官府 没有任何作用 圣旨硬信 三日后便会下达 武林王 这名头一听就足够响亮啊 徐安咧嘴一笑 拱手道 多谢陛下 小臣必不辱命 看到徐安高兴的样子 无邪 盖威和一群天牢高手 几乎齐齐抬手扶额 回了 你个笨蛋 皇帝是在坑你啊 武林王整个江湖谁敢称王 敢称王的人都死得差不多了 你一个没有半点武功的白痴鹊胆 信不信你刚出京都 就会招来无数英雄的针对和刺杀 行了 这里没你的事了 带你的人走吧 元康帝挥了挥手 直接下了逐克令 宋云苍没有还手之力了 但还没有死 刚才他发话了三招不死 就让宋云苍离开 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 宋云苍这样的大高手 武颜院很需要 战舱曾经找过他 要他调一批高手 去武颜院打造枪管 因为碎发枪三代的枪管 需要从里面课文 就武颜院那群工匠 技术虽然达标了 但没办法从里面课文 而武林高手的感知和真气 可以完美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元康帝知道消息的时候 原本想要将天牢那群家伙给拉过去的 但想想还是忍住了 这群家伙现在和徐安混得不错 真将他们拉过去 徐安之前的工作可能就全废了 让一群四进高手去打铁 那还不如杀了他们 但现在看到宋云苍 元康帝忽然就有了计划了 将那些坐监犯科的江湖人 丢到武颜院打铁 其实很不错嘛 不仅能劳动改造 还能带动武颜院的发展 将来大前军械突飞猛进 他们也是有大功劳的 只是刚才话说出去了 君无戏言 他要不打死宋云苍 面子上过不去 打死宋云苍又太可惜了 那就只能清场了 徐安一听 当场也不乐意了 狗皇帝 你什么意思呢 赵斯家的银子是最多的 老子还没来得及搬银子 你就赶老子走 然后自己独占 想得美 没事 陛下 你忙你的 不用在意我 徐安嘴角笑嘻嘻 结果他话没说完 元康递手一挥 滚 徐安只赶到一阵 强大的力量扑面来 当场就将他先飞出去 眼看着离乡府越来越远 徐安当场气炸了 直接破口大骂 陛下 你不道德 太卑鄙了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 小爷我和你势不两立 声音渐渐远去 无邪 盖威 吃鱼 以及一众天劳高手 不用袁康递发话 在徐安飞出的瞬间 都不约而同地向着徐安追出去了 很快 整个乡府就只剩下了袁康递的人 袁康递看了一眼 深坑中的生死不知的宋云苍 招了招手 将孙雕四叫了过去 给他打造一间特殊的牢房 让他以后在五颜院 为大前的武器发展 发光发热吧 孙雕四扫了一眼 半死不活的宋云苍 脸色微变 陛下 宋云苍是神游镜高手 他若是恢复了 五颜院没有人能压制他 一旦他发狂 五颜院会损失惨重 袁康递沉吟一下 一拳砸在宋云苍的腿上 啊 宋云苍的惨叫声 瞬间不绝于耳 袁康递拍了拍手 道 以后他即将复原的时候 就把他的腿打断 以战舱的本事 压制断了腿的神游镜 还是绰绰有余的 孙雕四看着疼得直哆嗦的宋云苍 嘴角都在抽抽 陛下 你这是不是太暴力了 陛下 你如此宠幸徐家 任由徐安胡作非为 是真要和天下 士族豪族为敌吗 赵斯的声音冰冷传来 袁康递眯着双眼回头看去 只见被白亭踩在地上的赵斯 正咬牙切齿地盯着他 老臣是有罪 那都是陛下逼的 陛下 让徐霄掌天下兵权 不仅是在满朝文武的脖子上 架上一把刀 还是在陛下脖子上架着一把刀 一旦徐霄返了 整个大前 顷刻间就会是他徐霄的 袁康帝闻言笑了起来 都这时候了 丞相大人还想着诛心呢 这么多年了 你们难道就没有怀疑过 朕 为什么这么信任徐霄 从来就不怕徐霄返吗 赵斯一正 愣在当场 你这话什么意思 袁康帝向着赵斯走了过去 在赵斯的面前停下脚步 什么意思 很简单 因为徐霄不姓徐 他姓霄 叫霄须 第581章 现在 朕无所畏惧 听到袁康帝这话 赵斯待在当场 徐霄不姓徐 姓霄 霄须 难道 徐霄是皇族 赵斯心头闪过一个念头 只觉得太疯狂 太不可思议了 他猛地抬起头 目光凛冽 难以置信地 看向袁康帝 没错 徐霄是皇族 他是朕的 亲弟弟 袁康帝走上前 脑袋几乎贴在赵斯的耳侧 声音透着无尽冷意 他 就是三十多年前 被你和赵春刚联手陷害的 那个天煞孤星 他 就是本该和赵的母后 一起葬身火海的那个婴儿 轰隆 赵斯只觉得一道惊雷 重重地披在了脑袋上 将他披得傻在当场 三十多年前 皇帝扶持先皇后一族 和他们对抗 为了打压先皇后一族 他伙同赵春刚 以及多位朝臣 共同设计了先皇后 恰逢那时 先皇久病不遇 又遇流星坠地 他们便以此诬陷先皇后 刚刚生下的皇子 乃是天煞孤星 克父克母克天下 皇帝一怒之下 将先皇后打入冷宫 而先皇后 为了自证清白 带着刚出生的小皇子 自焚于冷宫中 尸体 乃是他亲眼所见 现在袁康帝竟然告诉他 徐潇是当年那个婴儿 这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赵斯一屁股坐在地上 抬手指着袁康帝 煞白的脸上 猙獰可不 你骗我 你一定在骗我 当年 是我亲自带人 给先皇后收尸的 我亲眼看到先皇后 和小皇子的尸体 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袁康帝倾笑一声 满脸轻蔑 没错 你亲眼看到了 先皇后和小皇子的尸体 他身体微微前倾 细血地盯着赵斯 那你有没有想过 为何先皇会让你去收尸 皇亲贵州的遗体 何时轮到你一届外臣来染指了 很简单 父皇就是故意让你看到的 好让你们觉得 自己的奸计得逞了 赵斯再一次待在当场 那一双老眼 差点瞪出了眼眶 诬陷先皇后的时候 他深受先皇的宠幸 所以他一直以为 给先皇后收尸 是先皇对他的信任 现在袁康帝却告诉他 那不过是先皇的一个局 一个针对他的局 袁康帝这些年 只是接过先帝部的局 接着下而已 赵斯 你自认为有隐门扶持 能够将整个大前 玩弄于鼓掌之中 其实 你不过就是个小丑罢了 袁康帝站了起来 对赵斯不屑一顾 当年 父皇早就看穿你们这些奸计了 之所以将计就计 是因为母后生下徐霄的时候 便因为大出血而过世了 临去之时 他和父皇定了这个影子计划 让朕成为徐霄的影子 一来是为了稳住你们 二来是为了给朕和徐霄成长的时间 至于你所看到的小皇子 只是父皇找来的一个刚出生 就夭着的民间孩童罢了 袁康帝倾笑一声 笑容透着浓浓的嘲讽 父皇很清楚 整个国家由于百年击毙 用常规的手段整治太难了 于是 他给朕和徐霄留下两计 一 让出国内利益 以空间换取时间 不惜一切代价抓军权 二 朕为明县 徐霄为暗县 若是朕这条县不可为 徐霄那条县便可造反 天下一旧姓霄 这就是朕为何从不怕徐霄反 因为凡早就在我们的计划之中 赵斯听到这话 只觉得胸口像是重重地挨了一拳 让他险些当场凸鞋 他指着袁康帝 嘴角哆嗦着 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原来这几十年 你们俩全是在给我们演戏 你们联手 将天下人耍得团团转 简直可耻 原本 郑和徐霄的计划 是在十年内彻底解决你们 原康帝对赵斯此时的表情很满意 这十几年这群老贼 动不动就气他 现在终于轮到他扬眉吐气了 他看着赵斯 脸上带着得意 但学安着兔崽子的横空出世 打乱了我们很多计划 但是 也做成了很多 我们想做而不好做的事情 碰 只是话音刚落 原康帝不给赵斯任何说话的机会 直接一脚便将他踹飞了 赵斯的身体重重 砸在十几米外 当场直接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而这时 原康帝的脚已经踩在了他的胸口上 声音冷冽如刀 狗东显 如果不是因为你这败类 大前现代的神游镜就不是两个 而是三个 你真以为 当年你勾结藏兵谷门主诸葛方舟 秘密打碎徐安根谷的事 没人知道吗 朕知道 徐霄知道 云之兰知道 若不是因为救徐安 云之兰几乎成了废人 你以为他那么一个奇人 藏兵谷能奈何得了他 原康帝此时真动了杀意 目光森冷地盯着赵斯 当年徐安出生的时候 根谷资质堪称逆天 是先天的恋武奇才 只要有名师指导 徐安将来的武道成就 绝对不在他和徐霄之下 但当时因为云之兰 藏兵谷见识过徐霄的厉害 不想徐家出现第二个徐霄 刚好赵斯也不想徐家 再出一个堪比徐霄的人碍眼 于是 趁着徐霄出生后 藏兵谷在赵斯的侧应下 秘密前进京都杀进徐家 废了徐安的根谷 导致徐安差点命运 要不是云之兰耗费半生功力 稳住了徐安的伤势 徐安早死了 后来徐安顽固 云之兰和徐安几乎没怎么管 疼爱到甚至溺爱 其实就是因为对徐安多有亏欠 原来你们都知道 你们竟然都知道 赵斯嘴角不断往外冒血 但听到这话 却笑了起来 笑容充满挑衅和得意 他盯着袁康帝 一字一句道 既然你们都知道 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好的 朕成全你 袁康帝等这一天已经很久了 冷笑一声 抬脚一脚便踩了下去 咔嚓 赵斯整个胸腔 瞬间被踩得前胸贴后背 你 你 赵斯瞬间瞪大双眼 脸上充满恐惧和绝望 没想到袁康帝 竟然说杀就杀 我只是想要挑衅一下你而已 你难道不应该说想死 太便宜你了吗 你这直接杀是什么意思 我不想死啊 赵斯 你知道你最可悲的是什么吗 袁康帝收了脚 满脸嫌弃地扫了一眼赵斯 你最可悲的 就是朕知道 你的所有实力 而你 对朕一无所知 朕未守未脚的时代 已经是过去时了 现在 朕 无所无拒 第582章 袁康帝也是混过江湖的 现在 朕 无所畏惧 袁康帝话说的铿锵有力 底气十足 之前 没有做好准备 所以不得不处处退让 以空间换时间 以时间换胜利 但现在还需要吗 不需要了 真理 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藩王反 杀藩王 士族反 灭士族 天下反 平天下 朕 现在有枪有炮 何惧灾 臂 陛下 赵斯嘴里大口大口往外吐血 惊恐地瞪着袁康帝 他现在根本就没听清袁康帝的话 只是抬起手 想要抓住袁康帝的脚 让袁康帝救他 他不想死 他全清天下 他娇妻美妾成群 他具天下之财富于一己之身 他还想要好好地享受 他不敢就这样死去 可惜 袁康帝多看他一眼都觉得恶心 直接转身向着远处走去 因为此时 叶孤玉和鬼力还打得难解难分 相辅周围的建筑都被他们打成了废墟 再让他们打下去 半个京都都得被他们毁了 虽然现在有点钱了 但也不能这样办好吧 赵斯努力地扭过头 看着原地远去的背影 视线却越来越模糊 最后双腿一蹬 抬起的手也落在了地上 祸害了大前数十年 全是滔天的丞相 云 叶孤玉 你行不行 袁康帝看着转功为首的叶孤玉 抱着双手道 你要不行 朕来 一拳能解决的事情 你非得打得这么精彩干嘛 怎么 不破坏几栋建筑 彰显不出你神游镜的厉害是吧 你知道这周围的房价 多少钱一栋吗 一万多两 就这么一会儿 你将朕的二十万打没了 信不信朕 让你去五颜院打铁还债 叶孤玉一听 差点当场凸显 滚 特娘的 真当全天下的神游镜 都和你与徐孝一样变态吗 叶孤玉大怒 道 还有 老子练太极才一个月 换功法一个月 练到神游镜的男人 你见过吗 那他妈就是老子 袁康帝目光在叶孤玉的身上 打量了下 眉头微皱道 不过 你把你自己 也快练废了吧 你这从高猛的路子 一下转到阴柔的路子 这是走火入魔了呀 朕就说你怎么越打越吃力呢 胆情是不敢火力全开 全开会走火入魔 他一眼就看出叶孤玉打鬼力 并没有用全力 甚至可以说是收招了 叶孤玉之前的走火入魔还没好 又直接练了太极 阴阳相冲 走火入魔的更严重了 只是他凭借着强大的真气 暂时压制住了 行了 朕来吧 袁康帝脸色微沉 道 你现在全力一战 能三招杀了鬼力 但你也必死无疑 不施展全力 你还能活半个月 朕会让徐潇尽快解决北京的事 回来和你打一架 不让你死得那么遗憾 叶孤玉呼吸一致 差点压制不住 当场走火入魔 我特麻谢谢你啊 他知道 袁康帝是不想他留遗憾 但听着老东西说话的语气 他很想打人 当然 此时更想打人的是鬼力 老夫好歹也是神游玄境 你们这是什么意思 还没打完就觉得自己赢定了 我堂堂神游玄境不要面子吗 来啊 大战三百回合啊 结果 两人在空中对了一掌 看到叶孤玉借此脱离战场后 鬼力脸皮顿时抽了抽 转身就跑 速度极快 几乎一个纵身便出现在数十米外 袁康帝和宋云苍交手的全过程 他都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宋云苍全程没有半点还手的余地 几乎都是被袁康帝压着打 仅仅两拳 直接就将宋云苍打成了狗 和袁康帝交手 他真没底气 哪里走 给朕乖乖去五颜院打铁吧 结果 袁康帝的速度比他更快 身形一闪 直接出现在了他的面前 转身就是一拳 鬼力来不及防御 便直接被一拳砸进了宋云苍所在的深坑中 和宋云苍成了难兄难弟 看吧 朕说了 朕若出手 一拳解决 袁康帝落回地上 拍了拍手 看向远处的叶姑玉 叶姑玉脸色铁青 冷声道 少废话 要打一架吗 袁康帝抱着双手 逆着叶姑玉 论辈分 朕是徐安的黄伯父 嗯 叶姑玉威政 没明白袁康帝的意思 你是徐安的弟子 足足小了朕两倍 你应该叫朕什么 师伯祖 袁康帝冲着叶姑玉勾勒勾手 道 来 叫一声 不然别怪朕你大七小 长辈教训晚辈 天经地义 我去你大眼 你徐家 不对 你肖家人都这么无耻的吗 一个个都这么不要脸 不占一点便宜 不舒服是吧 叶姑玉抬手指着袁康帝 老子发飙了 来吧 大战三百回合吧 反正你是徐肖的师父 灭了你也是灭 徒孙 不是朕吹牛 现在的你就算解除状态拼命 在朕的手中也走不过百招 当然 是在朕放水的情况下 袁康帝笑道 所以 你的经历还是留给徐肖吧 如果徐肖回不来 朕再陪你打一场 让你别死得那么遗憾 还有 既然女儿找上门来了 那就好好地陪下你女儿 什么武学的至高境界 要无情无爱 全扯淡 朕三宫六院七切成群 还不是练到了神游镜极致 而且 朕总觉得神游镜之上 还有境界 听到这里 叶孤玉脸色微暗 可惜 我看不到了 那你就让你师父看到呗 袁康帝看向叶孤玉 与众心肠道 你这一身内力 可以传给你师父吗 他虽然现在根骨有缺 但日后说不定会有奇迹 有朝一日 他站着巅峰 也不丢你这徒弟的脸 呵呵 说了这么半点 隔着等我呢 叶孤玉气的老脸 都在扭曲起来 性消的 老子和你拼了 话说的针锋相对 两人却没有动手 只是四目相对 相顾无言 许久 叶孤玉打破了沉默 道 你那宝贝女儿 是他的女儿 袁康帝脸色皱沉 冷声道 那是朕的女儿 叶孤玉双手插腰 怒道 他险些是老子的女儿 要不是被那狗娘养得 抢先了一步 当初他娘就是我的新娘 老子宰了你 袁康帝撸着袖子 大怒 来啊 大战三百回合呀 老子让你双手双脚 照样打残你 远处 徐安 吴邪 盖威齐齐地冒了头 哎哟喂 这老一辈当年的故事 看起来不是一般的精彩啊 而且 狗皇帝这痞子样 当年肯定也是混过江湖的好吧 第五百八十三章 现在 我只要你的命 徐安被袁康帝丢出去 越想越不甘 又带着吴邪和盖威 悄悄溜回来 结果刚贴到废墙墙角 便听到了袁康帝和叶孤玉 提到萧兰儿的身份 他当即竖起了耳朵 结果袁康帝和叶孤玉 根本就没说清楚 他 他是谁 你们直接说就是了 打什么哑谜呢 不过 从两人的对话中 徐安至少可以肯定一点 那就是 萧兰儿的身份绝对不简单 或者说他父母的身份 绝对不简单 小兔崽子 谁让你回来的 给朕滚过来 袁康帝撸着袖子 正要和叶孤玉干架 结果看到 不远处 墙头冒出一排脑袋 怒火瞬间就转移了 咋地 现场孙雕寺还没来得及处理 宋云仓和鬼力还躺在坑中 你就迫不及待回来 看朕笑话 真当真不敢收拾你是吧 陛下 误会 这是个误会 徐安缩了缩脖子 直接骑在了墙上 刚才袁康帝一甩手 他就飞出去了 鬼知道他一招手 他会不会直接飞过去 神游玄境 强得不讲理 徐安看着袁康帝 道 我回来时为了赵斯 答应给京都豪族化他受虐的话 结果现在他被你给宰了 没货可发 我就只能退钱 那可是好几十万两银子呢 真退了你不心疼 袁康帝脸色一变 小兔崽子 你怎么不早说 现在人都死了 想救也就不活了 袁康帝扫了一眼 死不瞑目的赵斯 咬牙道 钱是不可能退的 给他们一副赵斯升天图 他们敢不要 就灭了他们 徐安 狗皇帝 你这是杀疯了 还是咋地 人家给钱了 咱们不能这么不讲道理 得先养肥了 再杀 陛下 那我的人能入场 徐安指了指外面 今晚的主力军可不是黑甲军 而是他带来的 已经从凉的南山流寇 但现在乡府周围 都被黑甲军包围了 他带来的三千人之前 群龙无首 只能苦细细地站在外面站岗 森雕四 带上宋云仓和鬼力 撤兵 袁康帝逆了徐安一眼 道 记住 今晚 你们都没见过朕 话落 嗖的一下 直接冲天而去 向皇宫掠去 徐安看着袁康帝的背影 在黑夜中消失 脸上那是一个无语 你今晚口口声声 朕 字 还怎么没见过呢 徐孝公爷 咱家也告退了 孙雕四将宋云仓和鬼力 从坑中拉了出来 拖着两人带着黑甲军 也退走了 现在 主场又回到了徐安的手中 虽然重新掌控了主场 但徐安看着 已经融为一片废墟 和满地尸体的乡府 有种想要打人的冲动 早知道如此 应该先稳住赵斯 班空乡府再打架的 现在想要在废墟上找到金库 还得先帮敌人收尸 这种感觉让人很不爽啊 金库就在地下 我的蛊虫已经帮你找出来了 你直接用炸药炸开就可以 还有 这里还有人活着 这时 赤鱼走到徐安的身边 脚轻轻在地上剁了剁 又指着不远处的废墟说道 徐安眼睛顿时亮了起来 圣女还得势你啊 找到金库就好办了 至于炸药 炸药是不能用的 用炸药不是告诉整个京都 我是谁了吗 老子现在是储留乡 储留乡偷东西 何时用过炸药 盖威 交给你了 带人找出金库的大门 走开 徐安直接将任务丢给盖威 才向着吃雨所指的方向看去 果然看到不远处的废墟 还在轻微的震站着 不用说 肯定是有人在里面瑟瑟发抖 徐安看向无邪 无邪直接一掌轰了出去 藏在废墟中的人 当场就被掀飞出来 其中一人守在地上一撑 竟然直接施展轻弓往废墟外逃了 赵高 长孙冲 我擦 你们居然没死 徐安当场跳了起来 冲着无邪道 无邪 拦住他 这老家伙今晚知道的秘密太多了 他必须死 徐安不是傻瓜 刚才袁康帝将他震飞出去 显然是想要和赵斯算总账 而一些事情他还不能知道 但长孙冲竟然直接装死埋在废墟中 这么近的距离 他肯定听到了狗皇帝和赵斯的话 他肯定不能让他火 结果无邪还没动 徐安就看到半空中的长孙冲 身体一僵 已经重重地摔回了地面 他双手捂着脖子 蹬了几下腿之后 就彻底不动他了 嗯 这咋回事 知道逃不了自杀了 徐安走上前 才看到这家伙竟然蹊跷流血 惨不忍睹 他当即明白怎么回事了 扭头错愕地看着 坐在废墙上的吃雨 道 圣女 你给他下毒了 吃雨随手将一块糕点丢进嘴中 道 毒我早就下来啊 本来是想要闹神游玄境的 没想到神游玄境 居然不怕毒了 嗯 有可能是老子 现在境界有点低 换血治好了病 突破了 说不定还是能闹一下神游玄境的 你那个时候给我换血哦 这都这么久了 再不给老子治病 先下毒死你行不行 徐安 我还以为你只会吃 没想到你 还是职业老六 悄无声吸下了毒 这是要杀人无形啊 呼得 徐安脸色变了 现在周围可没敌人了 全是他的人 这要是全部中毒 那可就一笑大方了 放心 只要不动内力 就不会中毒 等下毒就会散了 吃雨咬着糕点 含糊不清地说道 无邪 无邪下意识地看向吃雨 差点忍不住破口大骂 你不早说 内力 我用了呀 然后 无邪身体一软 直接倒在了徐安的怀里 徐安看到这家伙 脸色煞白 嘴唇发紫 美好气地看向吃雨的 等下咱们约定一个暗号 以后下毒先提醒我 你这一招很老六 但一不小心 就伤敌一千 自损八百啊 解药 赶紧把解药给我 不然无邪可就挂了 吃雨从怀中取出了一个小玉瓶 随手丢给了徐安 与此同时 赵高惶恐的声音也传进了他耳中 徐安 饶了我 饶了我 我错了 我发誓 我以后再也不和你作对了 求你饶了我 你想要什么 我都给你 徐安抬头看去 只见赵高正跪在不远处 冲着他怦怦磕头 不用你给 现在丞相府的所有东西 已经是我的了 徐安笑着盯着赵高 你蹦打得已经够久了 现在 我只要你的命 第五百八十四章 别杀我 我不想死 徐安不是是杀之人 但想杀赵高已经不是一两天了 特别是从雍州回来 知道他们想要学曹操 顽童雀春深所二桥 以此来对他的女人 这特妈还能忍 他当时就险些带着人杀上门去了 只是因为 当时赵斯的灾心计开始实施 他不得不先暂时放下私人恩怨 帮助袁康帝破赵斯的灾心局 现在灾心局破了 也到了该算总账的时候了 饶赵高 那是不可能的 徐安 别杀我 你别杀我 我还有用 赵高跪在地上 爬到了徐安的面前 一把鼻涕一把泪 徐安 我知道很多秘密 我爹的 赵党的 我都知道 只要你不杀我 你想知道什么 我都告诉你 我对你有用 真的 我对你有用啊 徐安居高临下地看着赵高 脸上带着浓浓的嘲讽和不屑 说实话 这时他没有半点报仇的快感 只感觉有些悲哀 这家伙得失时 仗势欺人 企图将天下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各种阴谋诡计算计人 徐安还以为这样的人物 结果最后 赵高却是跪在他的脚下求饶 徐安忽然有些想念耶律云英了 从这段时间的交手来看 徐安忽然发现 算得上对手的 似乎只有耶律云英 这家伙心狠手辣 但也磊落 败了 也能坐在他的面前喝酒吃肉 和他谈条件 是个人物 至于宇文户 只能勉强算半个对手 毕竟和宇文户交手的时间短 但那家伙的阴险 和赵高有得一拼 就是不知道他失败的时候 会不会和赵高一样不堪 你爹知道的秘密多一点 徐安居高临下地盯着赵高 赵高听到他这话 直接愣在当场 徐安看着他的脸色 玩味道 你爹知道的秘密 肯定比你多 对吧 可是 你爹死了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陛下不想将事情闹得太僵 赵司若是不死 很多人会睡不着觉 但你爹死了 很多秘密也就成了秘密 那些睡不好的人 也能睡好一点 袁康帝要是听到徐安的话 肯定会说 不 我当时确实只想杀人 没想那么多 我现在已经后悔了 徐安抬手在赵高脑袋上揉了揉 满脸的怜悯 而且 孩子 你觉得 你知道的秘密是秘密吗 有鬼力这样的大高手在府中 谁能探听到你爹的秘密 你听到的那些秘密 不过是赵司觉得 你可以知道的秘密罢了 换句话说 你所说的秘密 根本算不得什么秘密 当然 就算是秘密少爷 我也不想听 毕竟你爹刚走 作为他的敌人 我有必要有义务送你去见他 而且 那些被你们枪害的无辜百姓 徐安看向刚刚解完读的无邪道 无邪 送他去死吧 无邪手中的剑一寸寸出窍 看着徐安道 你想怎么死 徐安嘴角猛的微微抽搐 什么叫老子想怎么死 让你杀赵高 不是杀老子 不过他知道无邪的意思 是让他给赵高选择死法 是让他受尽折磨而死 还是让他死得痛快一点 徐安没有那种趣味 挥了挥手道 给他一个痛快吧 不 别杀我 别杀我 我不想死 我不想死啊 听到徐安这话 赵高就知道自己必死无疑了 他瞬间从地上蹦了起来 转身就往外面逃 但还没跑出几步 他已经被无邪的剑贯穿 长剑从后背心刺入 从胸口穿出 赵高瞪大双眼 缓缓转过身 手指着徐安想要说什么 但一个字都没说出来 便已经一头栽倒在地 身体蹬了几下 便彻底不再动弹了 这么死 太便宜他了 无邪走过去 拔出自己的剑 将剑上的血迹 在赵高身上擦拭干净 才收回剑桥 给赵高一个痛快 对无邪来说 这是徐安给赵高的恩赐 他这段时间 也看过赵高的资料 他所犯的最早就庆祝难书 这种败类 就该千刀万剐 我们不是赵高 他所做的事 我们做不出来 徐安扫了一眼 死得不能再死的赵高 目光落在无邪的身上 去吧 名单已经给你了 今晚名单上的人都得死 在雍州的时候 无邪曾说 回京要杀赵斯二十人 他给无邪立了一个名单 让他去杀 赵高 只是第一个 等等 我也去 盖威正在带人挖洞 听到徐安的话 直接跳了出来 大哥 行侠仗义这种事 绝对不能少了我 无邪身体一僵 理都没理 直接施展轻弓飞走了 徐安顿时就知道 无邪这家伙 肯定是又想到以前的事情了 和盖威一起执行任务 对他来说 简直就是噩梦 不是 大哥 他这是什么意思 盖威提着双手刀 怒道 大哥 你看你怎么教的 他跟着你都学坏了 以前的杀星多乖 我说什么就是什么 但现在呢 他竟然敢给我甩脸子了 徐安白了盖威一眼 没好气到 赶紧忙你的去 杀人这种事 无邪去做就行了 今晚名单上的人 必须得死 留着他们以后 可能没这么好的机会杀了 盖威一听 顿时满脸崩溃 大哥 连你也不相信我 凭什么无邪能杀 我就不能杀了 说好的 我要杀四十个 你 徐安盯着盖威 道 你去怎么杀 拎着刀说 我是流氓剑客盖威 你们能回答我一个问题我 我就不杀了 你压的 要是去了犯病了 岂不笑话 盖威如遭雷劈 愣在当场 对哦 这是个很严重的问题 自己以前杀人 都是先问问题再杀人 那已经是自己的原则了 今晚过去直接杀人 不是背弃自己的原则吗 以后你杀人的时候 你就问你是想死呢 还是不想活了 这样简单一点 徐安拍了拍盖威的肩膀 道 否则 你这很容易让人钻空子 譬如遇到我这样的高手 你想杀一百次 我就能破一百次 盖威下意识地点头 又立即摇头 那不行 无邪就是听了你的话 剑不再冷了 卡在半步逍遥静这么久了 还没突破 我要听你的话 那我还是流氓剑客吗 徐安险些忍不住 一脚踹飞他 会说话吗你 老子是让无邪更有人味了 这是好事好吗 打开了 金库大门打开了 这时 赤羽的声音传来 好多金子 花几辈子都花不完 第五百八十五章 他死了也白死 徐安听到赤羽的喊声 下意识地回头看去 只见这小妞从坑中露出了脑袋 精致地撬脸上充满激动 特别是那一双漂亮的大眼睛 这时都犯着两个大红星 徐安还是第一次见到 赤羽对赤之外的事情 这么感兴趣 这得有多少银子 才让他这么失态 盖威 你给我老实待着 我身边还需要人 徐安一脚将挡路的盖威揣到一边 立即向着挖开的通道跑去 结果跳下通道 徐安就愣住了 这时 金库的大门已经打开 而守在大门前的十几个兄弟 都陷入了呆滞中 但他们身上这时候 都泛着淡淡的金光 一眼看去 总有那么一种 他们要立地成佛的意思 我去 金光闪闪的 老赵这世 藏了多少金子 徐安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忽然也有些心跳加速了 他快速走了过去 站在大门前往金库中看了一眼 结果 他当场就抱了粗口 卧槽 徐安站在大门前 嘴巴一点点地张大 双腿也有些发软 只觉得轻飘飘的 有一种脚不落地的感觉 真被赵斯的金库 晃瞎眼了 赵斯的金库 足足五六百平米大 里面放满了数十个架子 架子上全都堆满了黄金 在火光下 将整个金库映照的金灿灿的 仿佛镀上了金边一般 此外 金库中还放着近千个箱子 这时有几个箱子已经打开 里面全是码得 整整齐齐的银子 没有开的箱子 都贴着封条 封条上都霸气地写着 白银一万两 卧槽 这就是大前号称 亲政廉洁的宰相大人 这不是富可敌国 这是富可敌几十国啊 徐安都快站不稳了 他号称京都第一败家子 和赵斯比起来 他这败家子毛都不算 怎么分 我要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赤羽神采义地抓住徐安的肩膀 满脸激动 这么多金子 别说买吃的 半个京都都能买下来了吧 其他众人也都齐齐看向徐安 那目光能将他给活活融化了 徐安 分 赤羽你这傻妞是故意的吧 你缺金子你给我说我给你啊 你这众目睽睽之下插话 你让我怎么搞 我给你们分金子 信不信狗皇帝得分了我 美女 想什么呢 这是赃款 追回来那就是国家的 咱们拿国家的钱 那叫犯罪 徐安故作轻松 抬手敲了敲吃羽的脑袋 道 你以后想吃什么 给我说我帮你解决 晚点就给你来一只烤全羊 犒劳你今晚的辛苦 说完 他看向身后刚刚招安过来的一群兄弟 道 兄弟们 我知道今晚你们都辛苦了 但不是我徐安小气 而是这里的一两银子都不能动 动了一两 陛下真追究下来 咱们都得掉脑袋 而且 今晚你们帮助大前 解决了三四年的研究资金 陛下肯定会论功行赏 受到陛下的亲自封赏 那是光宗耀祖的事情 将来你们回家 也可以嘚瑟要是对这些金子生歹念 那少爷我也就不了你们 说实话 徐安现在心头有些发虚 这些金子连他看了脚都有些软 更别说这些家伙了 他们曾经大多可都是流寇和流明 要是一个忍不住动了歹心 动手抢劫了金子 那今晚乐子可就大了 众人听完徐安的话 都下意识地低下了头 徐安的话 就像是一盆冷水浇在他们脑袋上 让他们当场就清醒了 这里可是京都 他们能在京都乱来 完全是因为徐安的缘故 没有徐安 就算他们能抢到金子银子 想要逃出京都难如登天 就算侥幸能逃出去 朝廷的海捕文书 也让他们如过街老鼠 一辈子担惊受怕 但听从徐安的话 就不一样了 徐安已经答应让他们进入新军 今晚的功劳 再加上以后的军功 荣华富贵 还不是信手拈来 就像徐小公爷所说的 这样堂堂正正回去光宗耀祖 在祖宗临前显摆 岂不快哉 徐小公爷 你放心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 绝对不会乱来的 就是 徐小公爷 我们对你早就佩服至极 怎么可能会让你为难 没错 徐小公爷 我们不是傻子 既然选择投奔了 不可能会重操就业的 你就放心吧 身后的将士立即看向徐安 各个拍着胸口保证 绝对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 给徐安搞事情 让徐安为难 既然如此 那还等什么 去找几十辆马车过来 搬金子和银子 徐安大手一挥 道 赶紧的 咱们时间不多了 按照时间推算 城外回员的部队 快到京都了 虽然是演戏 但咱们得在他们进城的时候 收拾完收尾 不然不小心和他们撞上了 那事情可就不好搞了 好嘞 小公爷你就瞧好吧 一群南山出来的兄弟 得到命令 立即笑着开始干活 诗语随手将一块糕点丢在嘴中 道 这么做会不会太张扬了 几十辆马车 直接拉空载相府 这戏总感觉有些过了呀 嘿嘿 要是以往 我肯定不敢这么明目张胆 不过现在不同了 徐安抬手指了指地面 道 赵斯死了 这才是引爆京都的天大事件 和这个事件比起来 我动用上百辆马车拉银子的事 那就是大海中的一粒沙 掀不起半点波浪的 赵斯死了 这是整个大前的大事件 这个大事件 在百姓眼中是谈资 但是在明眼人的眼中 赵斯就是一个笑话 死在自己的阴谋中 这老家伙死得很窝囊 东城 一家酒楼中 一个穿着长衫的老人 站在二楼阳台上 看着楼下急匆匆杀进杀出的叛军 脸色极为精彩 有意思 真是有意思啊 他双手撑着围栏 摇头无语道 赵斯好歹也是纵横大前官场 几十年的人物了 恐怕到死都没想到 自己会败在徐安的手中真是 可笑而可悲啊 在老人的身后 站着一个青山青年 文言笑呵呵地道 他不过就是大人你的影子罢了 死就死了 何足倒在 老人 是内阁阁老之一的苏维庸 而青年 是一直跟在赵高身边 号称京都第一才子的魏子征 PS 明天开始正常更新 第586章 我和楚留香不熟 上官云相听到魏子征的话 嘴角的笑容更浓了 少主这话可不太对 他回头看了一眼魏子征 道 怎么说赵高也是你的至交好友 现在他生死不知 你就先落井下石了 呵呵 这有点不太道德 魏子征双手撑在围栏上 嘴角的笑容也充满玩味 他看向丞相府的方向 道 格老明明有能力帮赵斯解决的危机 还不是眼睁睁地看着他覆面吗 我这是不道德 那格老这算是什么 上官云相闻言哈哈大笑 道 没办法 老夫年纪大了 没几年好活了 赵斯不死 我这案子就得继续折服 老夫可不想带着案子这个身份 到棺材里面去 老夫觉得 老夫临死之前 还是可以再蹦跶跶跶跶的 魏子征微微汗手 道 格老倒是坦诚 那我也不瞒你了 我也觉得我能主宰大前 他是隐门门主的儿子 是隐门门主的候选人之一 只是隐门门主的儿子和弟子太多 想要顺位继承隐门门主的位置太难了 首先得以天下为奇 选择人辅佐或者自己组建势力 最后再进行对抗 胜者才能继承隐门门主之位 原本被丢到这蛮荒之地 他原本想要凭借自己的本事 一点点做大做强 结果刚在大前京都 混出京都第一台子的名号 就被徐安给踩在脚下了 后面他又想借助赵高 利用赵斯的势力为自己做铺垫 却没想到 赵斯接二连三败在了徐安的手中 现在直接身死盗销 那接下来 换我们来和原康帝 以及徐家父子玩玩了 上官云相舒展了一下老妖 道 赵斯大好的资源不知道利用 那我们就别客气了 位子睁眼一眯 眼底透着森森寒意 是啊 江南 该反了 嗯 是该反了 上官云相笑着点头 道 徐安用一线天大破鬼为君 和一个龙凤城祥祭 为大前强行续了命 但这条命能续多久 我们说了算 所以只要淮南王的大军 能杀到京都 天下藩王和世家豪族 就不会对原康帝和徐霄那么忌惮了 届时 大前依旧可以天下接反 位子睁看向上官云相 道 看来 阁老已经有所准备了 上官云相微微点头 他当然早有准备了 有隐门的支持 现在整个江南 几乎都在他的掌控之中 只要淮南王一反 便可以获得他的支持 陛下 别怪老臣要怪只能怪你 不接受隐门的扶持 不肯成为隐门的附庸 那就只有死 上官云相看向皇宫方向 原本满是笑容的脸上 此时已经冷裂下来 徐安 接下来 别由我接手 和你过过招 位子睁嘴角也微微扬起 只是笑容中 透着细血和争鸣 与此同时 静安侯府 八大 静安侯顾静廷 听完属下的汇报 手中的茶杯 直接就落在了地上 赵斯完了 这特妈的 徐安这兔崽子 也太能折腾了吧 顾静廷猛地站了起来 满脸的震惊和无语 娘的 黑甲军都出现了 然后又悄悄退走 你们演戏能不能正经点 这是将满京都人的智商 按在地上摩擦好吧 赵斯就这么完了 真是难以置信 这个老贼 可是纵横了大前数十年啊 没想到 最后竟然败在了一个 小兔崽子的手中 真是 真是人算不如天算 顾静廷背着双手 在大厅上来回踱步 这个消息太让人震撼 他得好好地消化消化才行 老爷 现在不是感叹的时候 现在是书院交代的任务 还怎么完成 老管家是顾静廷的心腹 弱弱道 院长交代 咱们要尽量抑制一下徐安 拖延天下法徐的步伐 你总说不是时候 但现在 顾静廷文言 脸皮猛地抽了抽 他说的不是时候 是因为徐安这段时间 一直打着记下学宫的旗号 这对学宫来说 是最好的宣传 他们何乐而不为 可是谁能想到 徐安这小兔崽子 竟然这么疯狂 前一秒还拿着 记下学宫的名号 坑蒙拐骗 下一秒腾出手来 就搞死赵斯 这跳跃 简直不要太大好吧 现在赵斯死了 还是死在了徐安的 将计救济中 无论如何 徐安都会推到了前面来了 本来白小生的才子榜 将他推到第一 对他来说 已经够危险了 加上现在他亲手 设计杀赵斯 隐门就算再傻 这时候 也已经注意到他了 南雀 西陵都在隐门的掌控中 一个不小心 西陵 南雀 就会连军功大前 后果不堪设想 想到这些 顾静廷都有些头皮发麻 院长让限制徐安 怎么限制 且不说 徐安就不是个能安分的主 关键是 想要限制徐安 就先问问徐清风的剑 答不答应 他之前见徐清风的时候 刚刚提到这件事 徐清风的剑 就已经抵在了他的脖子上了 合理限制徐安 哼 院长说的容易 你要不怕被徐清风砍 你亲自来干啊 这件事先通报院长吧 接下来怎么做 等院长指示 顾静廷有些牙疼 记下学功 显然对徐安十分重视 他又不敢把事情做得太过火 不然万一有一天徐安成了 记下学功的院长 那这小鞋还不得穿死他 徐安这小贼可是记仇的紧 司徒家 原本聚集在司徒家的京都豪族 这时已经交集的步行家都被偷了 他们哪里还坐得住 都很想回家看看 可惜有徐安的人看着 他们不敢妄动 司徒家主 要不你和徐安聊聊 先让我们回去如何 齐家老爷子看向司徒男 道 老夫现在很担心家里 要是家里有人反抗了 会死人的 其他人目光 也都齐齐落在司徒男的身上 司徒男看到众人那期待的目光 险些忍不住破口大骂 什么意思 你们哪只眼睛看到 我们和徐安说上话了 都等着吧 这个时间点事情 应该快结束了 司徒男双手拢在袖中 淡淡道 还有 记住了 我和楚留香不熟 诸位家主 久等了 这时 大门外传来了一道清笑声 第587章 赵斯升天图 京都豪族众人齐齐 往大门看去 只见一个穿着青衫的青年 背着书香走了进来 书香中全是画轴 你是谁 来这里干什么 齐家老家主站了出来 冷声问道 青年走到院中 将身后的书香放下来 拱手说道 在下终于堂 奉徐孝公爷 哦 不 奉楚留香楚大侠的命令 前来给诸位送货 你们所需要的赵斯被虐徒 我国子监学子 已经给你们画好了 京都豪族文言 鼻子差点就气歪了 差点忍不住 当场报了粗口 去你大业徐安 演戏你就不能演的专业点 你还真将我们当成白痴 来糊弄是吧 不过 听到中玉堂后面的话 很多人面上 又入惊喜之色 赵斯被虐徒 听到这个名字 就让人心生向往 老夫下的单是两脚夹 十的巴掌 快给老夫传过来 老夫定要好好地欣赏欣赏 哈哈 齐老家主大声笑道 让中玉堂将图送过去 其余众人盯着中玉堂 书香中的卷轴 眼睛也都亮了起来 有些蠢蠢欲动 堂堂大前丞相挨揍徒 他们也有些迫不及待地 想要好好欣赏欣赏了 中玉堂却没有直接 将书香中的画卷递过去 他指了指书香中的画卷道 别急 凤徐 凤楚留香大侠的命令 有点是得先和你们解释下 这次你们的订单所发的画卷 都是同一张画卷 中玉堂抬手 保证道 但楚大侠说了 虽然是同一幅画卷 但性价比绝对 比你们原来的货物要高 这一点 楚大侠说了 他用自己的人格保证 众人听到这话 脸上的表情顿时一寸寸僵硬下来 心头忽然泛起了浓浓的不安 比原来的货物更有性价比 而且还是同一幅画卷 不会是 众人的心头 忽然不约而同地出现了一个念头 又觉得这个念头太可怕 太疯狂了 那可是大前宰相 全是滔天 慰疾人臣 徐安胆子就算再打 应该不敢动赵斯的吧 齐老家主 这是你的画卷 在众人错愕间 中玉堂将一幅画卷递了过去 不 老夫忽然觉得 老夫不是太需要了 原本迫不及待 想要欣赏赵斯的丑态的齐家老家主 这时下意识地向后推了几步 连连白手拒绝中玉堂 直接将手中的画卷 塞在了他的怀中 道 什么不需要 楚大侠说了 他最不喜欢的 就是欠人的账 你老必须得收下 那就钱货两弃 谁也不欠谁 齐老家主 立即将手中的画轴推了回去 焦急道 告诉徐小公爷 他没有欠老夫任何的账 是老夫欠他的账 放心 欠他的两万两银子 明日老夫就卖田卖房还给他 钟玉堂又将手中的画卷推了回去 道 别别别 徐小公爷说了 这画卷你们必须得收 你们要是不收 就是不给他徐小公爷的面子 不给徐小公爷的面子 后果很严重 两人就这样 你推来我推去 众人看着这一幕都愣住了 好吗 说到最后 直接说徐安了 楚留乡当场宣布死亡了 然而 很快众人面上的无语 就变成了惶恐 很多人甚至当场吓得跌倒在地上 因为这时 其老家主将手中的画轴 推给钟玉堂的时候 钟玉堂没有拿稳 画卷便从他的手中脱落 画卷中的图画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画卷上 赵斯四仰八叉地躺在地面上 胸膛已经塌陷 满脸是血 老眼圆瞪 显然死了 死不瞑目 而且 在图上还写着几个大字 赵斯升天图 空气瞬间陷入了安静 落真可闻 赵斯 死了 许久 一道带着颤抖的声音 打破了沉默 正是因为被坑得最惨 心情不佳的王大宝 此时 王大宝一屁股坐在地上 脸色煞白 双眼无神 仿佛整个人的精气神 瞬间被人抽空了一般 赵斯死了 全是滔天的赵斯都被徐安整死了 那要弄死他这种 有点钱 却没半点钱的施加 很难吗 那是轻松加愉快 王大宝怕了 差点没有当场吓尿 他木讷地看向司徒南 嘴上虽然说不出话 但心头将司徒南的祖宗十八代 问候了千百次 你大爷的 这就是你说的 徐安必死无疑 老子信了你的邪 现在好了 连赵斯都死了 接下来死的极有可能就是我 赵斯死了 司徒南看着忠玉堂面前的画卷 脸色也是苍白下来 王大宝问候了他祖宗十八代 他则是问候了徐安的祖宗十八代 徐安你大爷的 老子只是让你收拾赵斯而已 没让你杀赵斯啊 京都豪族和赵斯是一体的 赵斯害得所有人倾家荡产 大家心里面憋着火 让你帮着出出气而已 你这直接将赵斯干死了 你让我们怎么办 拉开阵势和你开战吗 赵斯死了 徐安特妈疯了吧 马德 这混账是真的疯了 简直胆大包天 敢杀丞相 他是找死吗 疯了 疯了 这疯子 简直不可理喻 京都豪族这时也才回过神 有人震惊 有人恐惧 有人吓得坐在地上 瑟瑟发抖 喂喂 你们别胡说 什么叫徐小公爷杀了丞相 你们有证据吗 没证据可别乱说 否则小心徐大人告你们诽谤 钟玉堂这才发现 刚才自己说的急说漏嘴了 暴露了徐安的身份 他连忙补救 盯着一众京都豪族道 杀了丞相的 是大侠楚留乡 是今晚杀进京都的叛军 没错 丞相就是死在叛军之手 和我家大人没有半点关系 谁要是再敢冤枉我家大人 别怪我不客气 众人 众人齐齐抬头看向钟玉堂 险些忍不住当场破口大骂 能要点脸吗 你们还能要点脸吗 刚才还信誓旦旦 说这是徐安让你送来的画卷 现在又成了是楚留乡了 娘的 这赵司都死了 还死得不明不白呗 徐安让你来送画卷 什么意思 司徒男看向钟玉堂 冷声问道 谁说给你们送赵司升天图 是楚留乡的意思 钟玉堂抬手指了指天 道 给你们送图 是那位的意思 他说了 要么揭图 要么全面 第五百八十八章 大舅子瞎捣乱 见到钟玉堂指天 说出了这两句冷酷的话 众人文言一愣 便知道钟玉堂说的是谁了 袁康帝 袁康帝竟然出手了 无耻啊 徐安胡闹就算了 你堂堂一国皇帝 竟然也跟着徐安一起胡闹 你是不是也像徐安一样 取了一个无耻的名号 怕不是叫了无耻大帝吧 心头虽然咒骂 但此时坐着的人已经吓趴了 站着的人双腿直哆嗦 既然袁康帝出手了 那赵斯的死就合情合理了 袁康帝这是不想再忍了 赵斯是第一刀 他们要不听话 可能就是第二刀 而袁康帝这第二刀砍下来 京都豪族会被杀的人头滚滚 司徒家愿接受徐小公爷的好意 钟先生 请代我司徒家 向徐小公也表示感谢 司徒难回过神 第一个表态 愿意归顺服从管理 赵斯都死了 京都豪族的钱财 几乎都被徐安搬空了 现在他们就是一群 没有了牙齿的狼 谁都咬不了 不听话 只能等着哀哉 齐家也愿意接受徐小公爷的话 多谢徐小公爷 我王家也是 王家愿意接受徐小公爷的好意 还请公子代为感谢 我赵家也是 回过神来的京都豪族 立即齐齐表态 都愿意服从徐安的管理 听徐安的话 这时 他们所有人都怂了 徐安搬空了他们的金库 但还给他们从头再来的机会 但他们要是 再惹得袁康帝不爽了 那可能只能等下辈子重来了 好的 楚留乡楚大侠的告辞了 钟玉堂见到目的已经达成 留下书香背着双手 昂首挺胸的离开了 整个人都充满自信 经过这段时间的历练 国子监一群奸生 都有了突破性的成长 已经不是以前那一群被人一拱火 就找不到北的少年狼了 司徒 司徒家主 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钟玉堂一走 齐家老家主就一屁股坐在地上 艰难的扭过脑袋 看向司徒男 司徒男是京都豪族的老大 他们已经习惯了 遇事不绝问司徒男 怎么办 现在还能怎么办 能用钱解决 那就别藏着掖着 用钱解决吧 司徒男闭上了眼睛 道 把欠徐安的账先还上 其他的等着看徐安怎么指示吧 记住了 这时候除了徐安 无论谁找上你们 都不要相信 司徒男陡然睁开了双眼 目光犀利如刀 这是我给你们的忠告 也是给你们的警告 赵司死了 天下士族豪族 都会看京都豪族 只要我们不找死 袁康帝不会真蠢到除掉我们 从而引起天下士族豪族 人人自危 但这个时候 恐怕有些人会忍不住想要联络 并且说服我们为其所用 要是不想死 遇到这种事 就直接告诉徐安 或者直接报我 当然 你们有想死的 我也不会拦着 说到后面时 司徒男嘴角竟然露出了笑意 只是笑容充满冷意 但众人看着他的笑容一阵胆寒 这么多年了 他们自然是了解司徒男的 京都豪族本就是一体 这时候 谁要是受到蛊惑当出头鸟 那不用徐安动手 司徒男就先灭了他们 所有人齐齐点头 没有人敢反驳 与此同时 杜福 杜如画看着手中的赵斯升天图 脚下一个猎切 险些一头栽倒在地 赵斯死了 徐安这小魔头 还真敢将天给捅破了呀 他难道就不知道 什么叫害怕吗 赵斯一死 天下士族豪族就不可控了 袁康帝怎么可能会准徐安 如此胡作非为 还是说 这一切都是袁康帝的算计 想到这些 杜如画心头 忽然泛起浓浓的恐惧 如果猜测是真的 一切都是袁康帝允许的 那就证明 袁康帝对赵党 已经不再那么忌惮了 或者说 赵党已经对他造不成什么威胁了 完了 徐家小贼这次釜底抽薪 算是打中了赵党的七寸 他可以随时收拾我们 而我们却拿他 没有半点办法 杜如画将手中的画轴 捏成了一团 脸色铁青 我是想要借徐安的手 一步步蚕食赵斯 现在倒好 这家伙直接省略掉所有的过程 杀了赵斯 简直快准狠 杀得所有人措手不及 赵党 接下来谁敢跳 袁康帝估计就会针对性的收拾谁了 杜如画心头一片冰冷 有秀医使者在 他们这些人这些年所做的那些破事 恐怕早就在袁康帝的案头上了 现在谁敢跳 证据摆出来 就能要了谁的脑袋 这京都的天 真没想到会变得这么快 杜如画闭上双眼 随着赵斯的死 他的布局 现在已经不是布局了 丞相府 一个时辰后 徐安带着人 总算是将丞相府的金子银子全部装车了 足足八十辆马车 才将赵斯的金库 银库清干净 甚至 徐安让人在原来的金库上 上下左右各绝第三尺 确定没有第二个金库之后 才带着离开金库 看到街面上那长长的街道 徐安都下意识地倒吸一口凉气 这阵仗太宏伟了 就这阵仗 想要低调行事 已经不可能了 不过没关系 反正是去南城 南城是自己的地盘 和聚各方萧小和痴妹亡俩 所有人听我命令 出发 目的地 南镇府司 徐安跳上马背 手一挥 带着几千人 浩浩荡荡地往南城开去 小半个时辰后 车队终于浩浩荡荡地 进了南镇府司 此时的南镇府司 灯火通明 萧兰 萧元朗 秦文俭都已经先回来了 此时就站在点兵台上 而他们所率领的兵马 也都整整齐齐地站在轿场上后面 徐安 你小子可算回来了 见到马背上的徐安 萧元朗立即从点兵台上跳了下来 向着徐安扑了过去 萧兰和秦文俭面上 也不由松了口气 而徐安看着奔过来的萧元朗 又看了一眼台上的萧兰和秦文俭 险些忍不住调转马头 当场就走 靠 是不是搞错对象了 这时候跑过来的 难道不应该是我大老婆和小老婆吗 你个大舅子 瞎倒什么乱 第589章 对一个男人献殷勤 看到萧元朗张开双臂走过来 徐安跳下马 直接一脚将他踹到一边 今晚辛苦了 来 让少爷我好好地感谢感谢你们 徐安拱着手 笑着向萧兰迎了过去 萧元朗看着徐安那狗腿的样子 当场就愣住了 你给我黄姐这么殷勤 我一点都不意外 毕竟她是大前第一美女 但你对秦文俭这个男人 这么殷勤干什么 蓝不成传说是真的 你徐安真有那么一点断秀之痞 想到这里 萧元朗冷冷打了一个哆嗦 话说自己以前和这家伙同床共枕的时间 好像还挺多的吧 他应该没趁着自己睡觉的时候 做什么过分的事情吧 萧元朗下意识地夹紧了腿 应该没有 萧兰看到徐安到来 美眸中明显还犯着兴奋 徐安回来了 他们东南西北四城的主帅 就算是全部到齐了 而且这一场将计就计 将京都豪族的所有存盈 全部搬了家 几乎堆满了半个教场 简直赚得那是盆满钵满 所以见到徐安 萧兰还想着 要不要嘉奖一下这家伙 结果却看到 徐安竟然给秦文俭献殷勤 他俏脸顿时冷了下来 他能忍受自己的男人 喜欢别的女人 但绝不能忍受 自己的男人喜欢男人 所以徐安还没走到台前 萧兰已经向前走了两步 拦在了秦文俭的身前 原本想到嘲讽徐安几句 但话出口 却变成了难以掩饰的关心 怎么这么晚回来 是不是出了什么事 他和成铁城老黑 在东城打声打死的演戏 都已经安然退了回来 但徐安这条线 比原定计划足足晚了一个时辰 才回到南城县 肯定是出了意外 徐安面对大老婆的质问 也是有些无语 是出事了 赵斯被你爹给杀了 但问题是 你爹是神又玄境这种事 被下了封口令 我要是告诉你了 不知道 你爹会不会杀人灭口 徐安沉吟了一下 只能挑能说的告诉大老婆 是出了点问题 嗯 赵斯死了 你们可以理解我杀的 因为明天朝廷的招告天下的告示 也是说是大盗楚留乡率兵 杀进京都 杀了大前最敬爱的丞相 但是 我就是个背锅的 文言 萧然 而萧原朗 秦文俭顿时愣在当场 三人齐齐地 看向风轻云淡的徐安 目光震惊而错愕 赵斯死了 不是说今晚的目标只是银子吗 你竟然直接将赵斯给灭了 计划里没有杀赵斯这一项吧 三人都无语了 不是说只是试探吗 你这是将试探当成主攻来打了吧 那可是当朝丞相 权倾朝野的丞相 徐安 你逃吧 逃出京都 走得越远越好 萧原朗最先回过神 徐安杀了赵斯 这是天大的事情 作为好兄弟 绝对不能让徐安有危险 但这事情太大了 不是他一个太子能兜得住的 最好的办法就是让徐安赶紧逃 先逃离京都这个漩涡 后面再想办法解决问题 只是他话刚说完 徐安 萧兰 秦文俭奇奇地看向他 目光都像是在看一个白痴 徐安更是险些忍不住 一脚踹了过去 你大爷的 你心地善良 是个好太子 这没得说 但你脑袋是不是缺根弦 老子都说得这么清楚了 就差明确告诉你 赵斯是你爹仔的了 你居然还没听出弦外之音 东宫应该有核桃吧 记得回去多吃点核桃 徐安抬手一巴掌 拍在萧元朗的后脑勺 你这脑子该补补了 萧元朗一阵郁闷 没理解徐安的意思 萧兰这时已经消化了这震撼的消息 翘脸已经恢复了平静 萧元朗的意见虽然不可取 但他的担心绝对不多余 赵斯死了 这是大事 要是处理不好 今晚他们这些人恐怕都有危险 特别是秦文简 脸色正清正白 看向徐安的目光十分的不善 很想将徐安抓过来 按在地上打一顿 他总觉得 徐安将他叫过来参加行动 就是想要将他推出去 当替罪羊的 真要言查下去 袁康帝为了给天下一个交代 极有可能说叛军是他带领的 那他可就真白口莫辩了 行了 不用担心 事情虽然已经发生了 但上在我的掌控之中 徐安昂首挺胸 拍了拍胸口道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稳定京都就行 至于其他地方 那就不是我们考虑的了 袁康帝竟然敢直接将赵斯灭了 地方的问题 他自己解决去 萧莱儿眉梢跳了跳 美眸狠狠地瞪了徐安页 你说得轻松 整个京都现在都快被你玩坏了 想要稳定京都 哪有那么容易 赵斯死了 别说赵党不会罢休 恐怕这些年 一直被赵党压着的小党派 都会齐齐冒头 拼命想要将赵党残党全部铲除 那朝廷上的政斗 可就彻底拉开序幕了 嗯 先不和你们说了 兄弟们都在等我呢 徐安看到李山带着南山带出来的两万人 还老老实实地站在教场中 等着他训话呢 他直接跳上点兵台 看着台下的一众兄弟笑道 不好意思 见到媳妇一时间迈不动脚 差点将你们给忘记了 听到这话 教场上顿时响起了一阵哄笑声 嘘 都小声点 咱们特妈现在还是判决 你们是想将敌人引来吗 徐安连忙竖起一根手指在唇边 示意众人噤声 大张旗鼓回南镇府司 已经够张扬了 现在还明目张胆放肆笑 咋地 开联欢会呢 等教场渐渐安静下来 徐安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 严肃道 我说 你们听就是了 记住不要吵 我曾经答应过你们 完成这次任务 接纳你们入新军 老子说话算话 从现在开始 你们就是新军第二军 听到徐安这话 教场上所有人都激动起来 连李山都下意识地攥紧了拳头 脸色胀红 呼吸急促 新军 现在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 别高兴得太早 这只是编制 想要成为真正的新军将士 你们还需要训练 徐安背着双手 看着众人道 军装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 接下来听我命令 以营为单位 回营换装 记住了 无论谁来查 你们都是新军第二军 今晚的叛军 和你们没有任何关系 第五百九十章 正宣布你们全部阵亡了 徐安正想来点心灵鸡汤 这时 一个解语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大将军 我们被包围了 轰隆 徐安只觉得一道惊雷 劈在自己的身上 他僵硬着脖子 看向前来汇报的 新军一银二连 连长谢雨 有些难以置信道 你说啥 啥被包围了 京都还有谁敢包围老子 包围 包围个锤子 太子和公主都在这里 谁敢这么玩 再说现在赵司都死了 京都谁还有这个实力来包围他们 而且 南镇府司 现在还有整整两万多人 包围这两万人 需要多少兵力 徐安第一时间觉得这太荒谬了 萧兰 小元朗脸色也都变了 立即向着徐安围了过来 他们现在可是名义上的叛军 要是被逮住了 那就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当朝太子和公主 伙同兵马大元帅之子 杀大前大臣 无论什么原因 无论何种借口 对大前朝廷 都是百害无一例这样的朝廷 以后谁还敢效忠 是禁军和御林军 皇城的禁军和御林军 几乎全部出动了 谢雨指了指门外 道 街头巷尾全士兵 估计得有四五万人 何方萧萧 胆敢犯我大前京都 杀 杀呀 一个不留 谢雨话没说完 外面便传来了 震耳欲聋的喊杀声 听到这喊杀声 所有人脸色大变 特别是李山等南山 刚刚投靠过来的兄弟 一个个如临大敌 下意识捏紧了手中的刀 要坏菜 徐安见到这一幕 吓得心惊肉跳 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 狗约的狗皇帝 计划你有这一出吗 你带的 这时候 你给老子玩什么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这特妈刚刚接受过来的 这两万人 以前可都是山贼流寇 人心还没那么齐 归属感还没那么强 你来这一出什么意思 逼着他们造反 围剿他们吗 不用紧张 大家别紧张 这是计划的最后一环 徐安赶紧跳上高台 脸上笑嘻嘻 心底慌一批 哈哈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今晚兄弟们太牛逼 将这些家伙给惹几眼了 咱们闹得这么疯 那就是在他们脸上甩巴掌 他们能不解 咱们要给他们一点面子 让他们自娱自嗨一会吧 徐安说着笑容都有些僵 因为他看到萧元朗 已经站到了李山的面前 气得他当场想要打人 你大爷的 老子知道你 想要安定人心 但有你这么安定的吗 你特妈是太子 你知不知道 现在随便一个擦枪走火 你小命可就丢了 不过徐安还是低估了太子萧元朗 在这些人心中的位置 他往李山身边那么一站 原本有些躁动 不相信他的新军第二军 竟然稳定了下来 徐安 好吧 这憨憨还是有点大用的 这真是你和父皇的计策 都这时候了 还有必要上演这一出 萧兰走到徐安的身边 手已经落在了腰间的配件上 他美眸逆着徐安 徐安也是逆着他 相顾无言 这种话 你觉得应该问我吗 大老婆 你该问你爹啊 都这时候了 他横插一脚干啥 明白了 肯定是你又做什么出格的事了 父皇这是在报复你 萧兰看到徐安的表情 就明白过来了 肯定是徐安做了什么事 把父皇给气到了 他这是故意报复徐安 父皇不是个小气的人 一般事情他都懒得计较 唯独对徐安 对徐安那是事事计较 当然 从某方面来说 这是重视徐安的一种表现 报复 徐安听到萧兰的话 险些没跳起来 咬牙切齿的 狗皇帝是有病吧 老子帮他解决了那么多大事 到头来他去报复我 还有没有天理了 萧兰嘴角微扬 那你就该反思反思 在丞相府的时候 有没有做什么太出格的事情了 太出格的事情 徐安指了指远处堆积如山的钱财 大老婆你开玩笑呢 今晚咱们隐兵洗劫了整个京都豪族 和赵党的贪官污吏 这还不是出格的事情 今晚咱们做的事情 本来就很出格好吧 嘎吱 这时 南镇府寺的大门被人从外面推开 徐安抬头看去 便看到孙雕寺和成铁 连妹从外面走了进来 两人脸上都带着浓浓的笑意 娘的 这不能忍 老子忍不了了 正 徐安直接拔出萧兰的佩剑 杀气腾腾的跳下高台 向着孙雕寺和成铁走了过去 而见到徐安拎着剑走了过来 孙雕寺和成铁嘴角的笑容更浓了 看吧 我就说 这小子会跳脚吧 这架势 看样子是想和咱们拼命啊 成虎抱着双手 看着徐安笑呵呵地倒 没事 那便让徐晓公爷 砍上几剑出出气 现在只是想要杀人 等一下恐怕是直接要杀人了 今夜还很漫长 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孙雕寺双手拢在袖中 他的浮尘被宋云仓打坏了 还没来得及换心呢 成铁逆了一眼孙雕寺 让徐安砍你 你这六十年的童子宫 堪比少林的金钟赵铁不删 徐安不会武功 就算砍上十天半月 也不见得能蹭破你一点皮吧 喂 这是什么意思 解释一下吧 这时 徐安已经走到两人的面前 手中的剑指着他们质问道 大侄子 这事可不怨我 成叔我是奉命行事 成铁直接甩锅 站到了一边 一副和我没半点关系的样子 当初徐安这个史上第一男花魁的事 可是他一手造就的 这小子对他还有怨气 现在要是说这是和他有关 那这小子还不得杀人 嘿嘿 徐小公爷 你先跪着 有旨意 孙雕四站直身体 清了清嗓子道 陛下说 混账东西 现在知道不按计划行事 是什么感受了吧 让朕差点手忙脚乱 现在也让你感受一下 什么叫胆战心惊 哈哈 听到孙雕四这公鸭子一般的笑声传开 徐安气得险些提借追着看 哈哈 你妹啊 知不知道刚才场面要是失控了 我 萧元朗 萧兰儿可能会被剁成肉泥 要不是萧元朗和这些家伙 建立良好的信任 你以为单凭老子忽悠两句 就能稳住军心 扯淡哪 所以 闹这么一出 就真的只是为了报复我 徐安提着剑 盯着孙雕四一字一句说道 孙雕四笑着摇了摇头 道 陛下说 现在 朕宣布你们全部阵亡了 所有缴获 归宫 第591章 给我上 揍他 徐安听到孙雕四的话火气直往外窜 朕宣布你们全部阵亡 所有缴获要归宫 马德 你是皇帝你了不起啊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本来今晚所接来的银子都是要登基入库的 老子会贪你的吗 嗯 老子会别说徐安 就连今晚参与行动的李珊等人 此时面面相去 心里也极为不爽 咋地 你是皇帝就可以乱来呗 他们的目光 漆漆落在徐安的身上 看徐安怎么处置 然后 便看到徐安猛地抬起了手中的剑 抵在了孙雕四的胸口 老孙 少爷我是领兵的人 你刚刚这么搞 让我在我的兵面前 很没面子 来 少爷我给你重新组织一次语言的机会 重新说 听到徐安这话 萧兰 盖威 秦文俭等人 便向着徐安围过来 无邪这时也赶来回来 他右手拎着剑 剑上还染着血 鲜血症顺着剑间 一滴一滴滴落在地上 而他左手中 还拎着一颗血淋淋的脑袋 脑袋正是长孙充的儿子 长孙瓒 徐安的名单中 这家伙排在第一位 他现在拎着长孙瓒的脑袋 回来复命 见到徐安的剑 抵在孙雕四的胸口 不用说 他也知道发生了什么 能让徐安如此失态的 要么是女人 要么是钱 碰 无邪直接将长孙瓒的脑袋 丢在孙雕四的面前 燃血的剑刷一声 抵在孙雕四的脖子上 扭头看向徐安 杀吗 杀吗 徐安嘴角猛地抽了抽 这能杀吗 无邪你是不是今晚杀上瘾了 忘记这老太监 给你带来的恐惧了 杀个屁 这可是能在宋云苍手上 硬抗一招的狠人 真动起手来 能轻松将我们按在地上摩擦 但现在能认怂吗 不能 徐安盯着孙雕四 道 老孙 怎么电 少爷我的面子不值钱 孙雕四看着这一幕 徐安砍上十天半月 也不见得破点皮 但盖威和无邪不一样 一个逍遥镜 一个半步逍遥镜 联手还是能和他打上一场的 更别说徐安身边 还有那一群天牢高手 重要的是 太子和公主 竟然也站在徐安那边 而且徐安又是个小疯子 鬼知道他会不会 真敢下令拼命 要是他真下令火拼 那今晚乐子可就大了 孙雕四笑容有些僵硬 看着徐安道 徐小公爷 这是陛下的圣旨 圣旨两个字 他故意咬中了语气 圣旨 你们听到圣旨了吗 徐安扭头看向周围众人 没有 众人齐声说道 徐安笑着看向孙雕四 道 老孙 你听到了 今晚谁都没听到有圣旨 要不 你回去找狗 找陛下 就说没见到我 咱家现在回去找陛下 估计现在陛下会先灭了咱家 孙雕四拱了拱手 笑着说道 徐小公爷 你这就有些为难咱家了 咱家只是协助 此次指挥的是成老国公 孙雕四笑呵呵的站在他身侧的城铁 结果话没说完 他就愣住了 此时 身侧哪里还有城铁的影子 这老家伙 早就跑得远远的 假装在欣赏南镇俯斯新军的训练设备 丝毫没有注意到 这边的事情 一般孙雕四 饶是老孙是个太监 此时也忍不住差点骂娘了 陈老黑你 还能无耻点吗 说好的 伤害平摊呢 结果 你闪避完的贼溜 让咱家一个人来扛伤害是吧 老孙 是个民事里的人 下巴冲着孙雕四扬了扬 怎么说 要打一场吗 谁说两万对五万 没有胜率 老子可是有四十个天劳四镜高手 一个天劳四镜高手 打千八百个完全不是问题 你要试试吗 试试 是个鬼 真打起来 消耗的是陛下的力量 这不是让敌人看笑话吗 孙雕四摇了摇头 还是陛下了解徐安 有备用计划 不然现在他可就没台阶下了 进一步得拼命 退一步是抗制 怎么这都落不得好 孙雕四看向徐安拱了拱手 道 陛下说 可以给徐晓公爷留下三箱 三箱 现在整个教场 装着金银珠宝的箱子 足足三四千箱 你给我留三箱 打发叫花子呢 徐安直接说道 老孙 你少了一个字 是三千箱 孙雕四下得手一哆嗦 他想过徐安会世子大开口 没想到徐安竟然开得这么大 三千箱 你咋敢开口的 你怎么不说 全留下来算了 十箱 两千八百箱 二十箱 两千六百箱 两人一番拉扯 众人目光在两人的身上来回转换 顿时都无语了 这是赃款吧 你们分赃款 都这么明目张胆的吗 当时做生意呢 片刻 孙雕四脸色黑如锅底 徐晓公爷 你是当咱家好脾气是吧 徐安却不乐意 瞪着孙雕四道 老孙 这话就不对了 明明是你没有一点诚意 我这两百箱两百箱的简 你这十箱十箱的 加什么意思 你好意思吗你 孙雕四直接撸着袖子 盯着徐安道 咱家忍不了了 来吧 打一架吧 咱家一个人 打你们全 五个 徐安竖起一根手指摇了摇 道 五个打你一个 太欺负你了 咱们简单一点 一群人打你一个 话落 徐安大手一挥 给我揍他 无邪 盖威 天牢的一群高手 早就想揍孙雕四了 得到徐安的命令 直接一拥而上 瞬间将孙雕四给埋没 劈里啪啦 半个钟后 孙雕四再次站在了徐安的面前 号称六十年童子宫的孙雕四 此时鼻青脸肿 看着徐安道 一百箱 这是底线了 在网上 就不是咱家和小工业你谈了 换陛下来谈 别说一百箱 你一箱里都别想拿到 哎呀 老孙 你早说一百箱不就好了 早说了 还能挨这一顿打 徐安走上前 拉住孙雕四的手剑 嘻嘻笑道 老孙 辛苦了 回去好好地养伤 好好地休息一段时间吧 这一箱都不知道有多少钱财 更别说一百箱 这些金银财宝 足够他和手底下的所有人浪到飞起了 孙雕四怒道 咱家要不找这一顿打 回去就得挨最毒的打 算了 徐小工业 咱家能做的都做了 你好自为之 京都你最好别呆了 早点离开京都吧 你这次惹的是太大了 孙雕四捂着脸 转身向着承铁走去 咬牙切齿道 承国公 可以命进军进来搬家了 陛下还在宫里等着呢 听说承国公三板斧 练得出神入化了对吧 咱家过段时间 需要向承国公讨教讨教 承铁老脸微臭 老太监你什么意思 打你的是徐安 你这冲我发什么脾气 第592章 这简直要逆天 留下一百箱 就是一百万两 足足一百万两 够做很多事情了 至少一段时间内 新军不会担心物资上的问题 毕竟军想还是走户部 国家出钱 不会用到这些银子 但现在 见到禁军进进出出 将还没有物热的金子银子 全搬走了 徐安还是心疼得无法呼吸 不想让他们带走 便抢回来 无邪抱着剑淡淡道 徐安逆了无邪一眼 道 那你去试试 没看到孙雕四虎识丹丹吗 刚才这老小子 是故意挨一顿揍 在狗皇帝面前 好有一个说辞 现在 他正愁着 没机会收拾你们呢 你们敢动一下 他就敢将你们打残 而且 徐安盯着无邪 笑呵呵地道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 要杀狗皇帝是吧 去吧 我现在举双手支持 灭了狗皇帝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天空猛地缩了缩 转身就向着墙角走去 靠着墙角不说话了 杀袁康帝 曾经是有过这个想法 现在是这个想法都不敢有了 袁康帝是谁 纳特妈是徐潇这个天下第一的师父 就他这半步逍遥境 袁康帝一根手指 就能和他玩遍各种花样 一百香 父皇留下一百香 已经够给你面子了 不然以他的性格 半两银子都不会留下来 萧莱走到徐安的身侧 笑着捋了捋额间的秀法 他忽然发现 其实看着父亲和徐安斗法 也是一种不错的享受 喂喂 记住你的身份 胳膊肘别往外管 徐安瞪了萧莱一眼 道 你这是把我当马呢 想要马跑 还不给马草 适合道理 行啊 那你现在就率兵 和父皇开战 萧莱美眸盯着徐安 道 放心 这一次我绝对不会阻止你 和你爹开战 你怕是不知道 你爹是神游玄境吧 他一个人 能扫我们一大片 徐安抱着双手 四十五度角 看向皇宫方向 冷笑道 老婆你的份上 这一次本少爷就不和他计较了 你回去告诉你爹 再有下一次 就算他是我老丈人 我照样收拾他 徐安说完转身就走 打不过 老子还不能过嘴引萧莱 看着徐安的背影 美眸也是柔和下来 这家伙永远就是嘴强王者 见到父皇 他敢说这种话 估计直接跪在地上 大叫着陛下英明 陛下一统天下这种屁话吧 而且 这家伙似乎很久没有 被母后打屁股了 啊 大老婆 还是有点事要麻烦你 刚离开的徐安又扭转回来 干咳一声道 今晚的行动不宜公开 陛下不会承认这些事情的 所以 家讲的事情 我看有点悬 所以 我需要你帮个忙 找个由头 给兄弟们一点辛苦费 萧莱愣了一下 明白了徐安的意思 点点头道 明白了 我知道该怎么做 这是让所有人 都将今晚的事烂在肚子里 徐安不在意自己的名声 可今晚带队的还有太子 他将来是要继任皇位的 而这件事 不能让徐安这个主帅来做 接着 徐安将萧元朗和李山叫过来 交代了新军第二军的安置问题 便带着盖威和吴邪 离开了南镇府司 至于天牢一群高手 徐安则留在了南镇府司 避免发生意外 唉 老子忽然觉得 这杀手当的没有一点意思 除了南镇府司 盖威学着徐安45度角看天 生无可恋 老子在江湖上玩得好好的 干嘛要来京都找虐 现在徐安这家伙 一个晚上抢的钱 他杀十辈子的人也赚不到 不用沮丧 你接下来的日子 会很有意思的 徐安抬手拍了拍盖威的肩膀 道 你的禁闭还没有解除 现在事情完成了 你可以继续禁闭了 针对这家伙的训练 还没有结束 徐安看向坐在屋顶 嗑瓜子吃雨 道 圣女 这家伙就交给你了 继续练练 不过速度得快一点了 我应该在这半个月内 会离京去江南 吃雨随手丢一颗瓜子 用嘴接住 点头道 了解 盖威顿时几倍发凉 下意识地拉住徐安的手臂 大哥 徐安指了指屋顶 道 问他 盖威抬头看向屋顶 见到赤雨正笑盈盈地盯着他 吓得咽了咽口水 到嘴边的话 当场就咽了回去 问赤雨 哼 估计又得莫名其妙中毒 能不能见到早上的太阳还两说 哈哈 开个玩笑 我其实很喜欢面壁思过的 盖威脸上立即堆满了笑容 徐安摇了摇头 耸祸 你不是号称流氓剑客吗 连个女人对付不了 差评 徐安上了马车 看向正在擦肩的吴邪道 吴邪 你没留下什么把柄吧 吴邪头都没抬 道 名单上的十几个人都杀了 你还欠我三条人命 那就先存着吧 到江南你 还得杀一杀 徐安双手枕着头 道 京都这段时间就别杀了 赵司死了 京都的暗斗就会变成明争 这时候咱们没必要触眉头 话落 徐安目光落在秦文俭身上 道我知道你有很多事情想要聊 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 抽空咱们再好好聊聊 如何 秦文俭沉吟了一下 道 可以 三天后 明月楼见 说完 秦文俭直接转身离开了 徐安顺着他离开的方向看去 只见一辆马车正远远驶来 不用说马车中肯定是江雨竹 这女人肯定担心秦文俭 一直都在暗中保护 见秦文俭上了马车 徐安大手一挥 道 走 咱们也回家 睡觉 盖威亲自驾车 马车便往国公府驶去 一日 太阳出声 刚刚醒来的京都百姓 在看到街上的通告后 整个京都瞬间炸了 我的天爷爷 一夜之间 整个京都豪族和贪官污吏都被抢了 这太疯狂了吧 哈哈 徐小公爷搞得漂亮 胡说什么呢 这事是楚留乡干的 和咱们的小公爷有什么关系 重大消息 重大消息 当朝丞相赵斯死了 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整个京都百姓全都傻了 徐小公爷竟然这么强势的吗 连丞相都敢杀 这简直要逆天啊 第593章 老赵 我来帮你解惑 赵斯死了 这条消息就向平地惊雷 瞬间引爆整个京都 街头巷尾都在议论这件事 赵斯 那是当朝全是滔天的丞相 平时一口唾沫 都能淹死一群人 现在却死了 死得窍无声息 死得窝囊至极 我的天 徐小公爷怕不是要逆天吧 连丞相都敢杀 一家酒楼中 得到消息 整个酒楼一片死寂 许久一个穿着青衣 手执折扇的青年 愕然开了口 此时 他满脸震撼 被这个消息彻底震住了 说话的声音都有些颤抖 听到青年的话 原本呆滞的众人终于回过神 都奇奇地看向青衣青年 但却没有人说话 许久 有人深吸一口气 道 死得好 赵斯专权这些年 让多少大钱百姓家破人亡 单凭这一点 他就该死 没错 赵斯通敌叛国 死不足惜 可问题是 徐安杀了赵斯 大钱恐怕会陷入动乱 到时候 情况可能会更糟 现在的大钱 还不够糟吗 我倒是觉得 这是个普尔厚利的机会 徐小工也杀得好 整个酒楼也喧嚣起来 酒楼中大多都是少年人 他们都是 听了徐安的大钱少年说 之后 千里迢迢都往京都 汇聚而来的各地学子 此时 他们各个意气风发 挥斥方求 都在发表着自己 对这件事的看法 喂喂喂 说归说 但别太过分了 酒楼的老板听不下去了 算盘用力 在柜台上敲了敲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 都吸引了过来 他手中的算盘 指着寄宿在酒楼中的各方学子 道 都给我听好了 杀赵斯的是叛军 是大盗楚流香 和我家徐小工也有什么关系 你们再敢血口喷人 别怪我客气了 众人文言都挣住了 不是说京都百姓在天子脚下 受到文坛熏陶 都极为道德的吗 这啥意思 一个酒楼老板都这么彪悍 竟然敢当众反驳他们 一群人还在错愕 而酒楼的小丝 都齐齐丢掉肩膀上的毛巾 当刚还对他们点头哈腰的小丝 这时候都堵住了大门 一个个凶神恶煞 似乎一言不合 就要和他们拼命似的 众人 看到这一幕众人都梦了 徐安在京都百姓心中的地位 竟然这么高的吗 现在整个京都谁不知道 带领叛军进城的人 就是徐安 结果 京都百姓竟然都不约而同的 选择维护徐安 掌柜的 现在京都都传开了 昨晚带队的是 刚才说话的青衣青年刚开口 掌柜脸色一沉 冷声打断他 说 赵瑟死和徐小公也没关系 不然打仓你丢出去 老子自己去南城县衙领罚 青年 青年整个人都猛逼了 现在在京都 是不能说徐安一句 不是了呗 徐安这是给你们洗脑了吧 看到掌柜一言不合 就要动手的样子 青年只能乖乖拱手道 掌柜的说的对 杀赵瑟这狗贼的 是大盗楚留乡 和徐小公也没关系 看到这一幕 众人脸皮都在抽搐 好吧 惹不起 惹不起 掌柜的说的对 这事和徐小公也没关系 就是 徐小公爷声名大义 怎么可能会做这种事 没错 这是大盗楚留乡所为 打倒大盗楚留乡 众人纷纷拱手表态 虽然他们人多 但真打起来 外面看热闹的京都百姓 加入进来 虐他们没有半点问题 而且 他们来京都是因为血味冷 想要搏一个前途 打架犹辱斯文不说 还会在官府留下不好的印象 见到所有人都改变了说辞 掌柜的脸上 这才有了笑容 道 很好 既然诸位都相信徐小公也 那就是给我的面子 今日乃是大喜事 酒水全免 诸位向功尽兴 听到这话 众人再次震惊了 这酒楼在京都位置极佳 一天酒水的收益 至少得是七八百两 这店家为了支持徐安 竟然宁愿丢掉这几百两 不要 疯了吧 京都的商家 都这么的任性的吗 他们不知道的是 这种情况 几乎在整个京都 到处都在上演 谁要是敢说 这事是徐安做的 第一次警告 第二次严正警告 第三次直接动手 打到你愿意改口为此 因为京都百姓很清楚 杀当朝成相 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京都可以没有赵斯 但绝对不能 没有喜欢闹幺蛾子的徐小公也 短短一个上午 整个京都百姓 几乎都捅一口径了 杀赵斯者 大盗储留乡也 和徐小公也有什么关系 与此同时 徐安也发表了严正声明 赵斯的死 我徐安不负全责 这个声明传开 很多人都无语了 负责就负责 不负责就不负责 你这不负全责是什么鬼 整个京都的百姓 都在帮你洗脱罪名 你却自己承认 有罪是吧 一时之间 整个京都再度炒翻了天 思天剑 赵纯刚站在惯星台 脚下依旧是熟悉的京都 却已经不是 他熟悉的京都了 因为赵斯一死 京都就彻底掌控在 袁康帝的手中了 他的生死 也被袁康帝给拿捏了 要是袁康帝秋后算账 他必死无疑 可恶 无耻 无能 赵纯刚气的暴跳如雷 彻底失态了 沉声怒喝 赵斯 你吾老夫啊 说好的 引兵进京都大开杀戒呢 说好的 趁乱杀徐家满门呢 说好的 要让袁康帝和徐安 付出惨重的代价呢 结果 你赵斯做到哪一条了 兵士引进京都了 却把你给整死了 你还有魔宗和天帝会的高手相助 结果整个局里 就玩得像过家家一样 简直无能到家了 师父 现在我们该怎么办 宋义整站在赵纯刚的身后 此时脸色也充满惶恐 要是陛下趁势追查下来 恐怕会累积师父 赵斯死了 这就意味着 袁康帝不想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赵纯刚扭头看向宋义 手中的浮尘指着他面目争鸣道 我现在就想知道赵斯是怎么死的 有魔宗圣女 天帝会的爵士高手相助 为什么赵斯还死了 去 立即给我去查 不惜一切代价 去查 宋义刚点头领命 一道细血的声音先传了过来 不用查了 我可以告诉你细节 非常详细的细节 赵纯刚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徐安正被吴邪和盖威拎着 掠上了观星楼 老赵 我来帮你解惑 第594章 我不信你 我信金子 看到吴邪和盖威 将徐安丢在观星楼上 赵纯刚的脸色皱沉 徐安 你来干什么 赵纯刚盯着徐安 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瞬间杀气肆虐 要不是盖威和吴邪在 实地利人和 如此大好的局面 他们随便拨动几步棋 便能成大事 将袁康帝从皇位上拉下来 换上萧元轩这个废物 可就是因为徐安的横空出世 一番虎脚蛮缠 弄得京都乌烟瘴气 使得他们设好的局 接二连三的失控 这简直不可饶恕 我来干什么 对啊 我来干什么来着 徐安拍了拍脑袋 才一副明雾的样子 哦 赵斯死了 我怕监政伤心过度 特意过来看看监政大人 监政大人 赵斯这个阴险小人死就死了 你可千万要保重身体 没必要为了这种小人伤了身体 得不偿失 赵纯刚看着徐安脸上的笑意 气得要一巴掌拍死他 猫哭耗子假慈悲 你现在过来 就是为了看我笑话的吧 多谢徐小公爷担心 频道很好 现在看完了 徐小公爷可以滚了吧 赵纯刚手指向观星台外 直接下了逐客令 再和徐安多说几句话 他怕自己强忍下来的怒火控制不住 然后一不小心 赴了赵斯的后尘 监政大人 你这就不道德了 客人来了 好歹要准备点茶水吧 徐安没有离开的意思 反而向着不远处的矮桌走去 他坐在矮桌上 从果盘中取下一个苹果 在衣服上擦了擦 咬了一口 又随手丢给了盖威 试过了 没毒 可以放心吃 盖威当场想一刀劈过去 你吃过的 你给我吃 你告诉我 没毒 特妈的两个男人的口水混在一起 算不算毒 盖威直接拔刀 将徐安咬过的地方切掉 然后丢给了无邪 只是苹果还没有接近无邪 无邪手中的剑已经先出了桥 徐安只听到几声响响剑鸣 那一个苹果便已经被大蟹八块 接着无邪手一挥 苹果又重新落回徐安面前的果盘中 果盘中的苹果刚好分八块 摆放整齐 大小相同 徐安 我是说过 让你们随意 没说 让你们这么随意啊 大蟹八块 你们这是内涵谁呢 一个苹果 你们都玩出花样来 欺负我不会武功是吧 看着赵春刚的脸 阴沉至极 整个人身体已然紧绷 俨然一副随时拼命的样子 赵春刚的弟子宋义 手也落在了腰间的剑上 嗯 别那么紧张 真的 我们并没有针对谁 徐安摇了摇头 随手将一块苹果丢在嘴中 笑着开口 我今天过来 就是想要和监政你聊聊天 想要用监政你的不爽 来治愈我的不爽 说到这里 徐安翘着二郎腿坐在桌上 满脸的郁闷和不满 老赵 你是不知道 我现在的心情和你一样 甚至都准备派无邪去皇宫行刺了 哎 我被狗皇帝坑惨了 真的 被坑得老惨了 徐安抬头望天 一脸的苦涩 昨天晚上 你知道我弄来了多少银子吗 数以亿计啊 这么多的银子 结果全被狗皇帝那老贼抢走了 他只给我留下一百箱 就只给我留一百箱 老赵 你说天底下 岂会有这么无耻的皇帝 赵春刚老脸微抽 呼吸也是一阵急促 气得当场忍不住一浮尘劈死徐安 被坑 你这是被坑吗 你这是来向老夫炫耀的吧 向我炫耀你的战姐 徐家小贼 你是真笃定 我拿你没有办法是吧 无邪和盖威相识一眼 心头都不由为赵春刚默哀 徐安这是杀人诛心 赵春刚估计 现在都被气死了吧 徐安 你是承认昨晚的事情 是你做的了 是吧 赵春刚盯着徐安 一字一句问道 每一个字都带着森森寒意 不是我干的 是我兄弟楚留乡干的 哎 这不是重点 老赵 你别打岔 徐安看向赵春刚 眨眨眼道 老赵 我兄弟楚留乡让我问问 你思天剑的金库 在哪里来着 他想要给你的银子搬个家 哼 阴谋终于败露了吧 赵春刚没心跳了条 冷声道 没有 思天剑的所有支出 都有账策记录 徐安抬手打断赵斯 咧嘴笑道 有 我说有就有 他抬头盯着赵斯 笑意盈盈 老赵 你总不能让我白跑一趟吧 而且 思天剑在京都有着很大的威望 连京都豪足 南城商盟 都在为支持我兄弟楚留乡 替天行道的大业捐钱捐物 思天剑怎么着 也得表示一下吧 赵春刚没有说话 只是下意识地攥紧拳头 骨头嘎嘣响 徐家小贼 无耻至极 抢就抢了 你管抢 当成捐 你见过 天底下谁捐钱捐物 是这么捐的 少废话 直接说你的目的 赵春刚走上前 吴邪和盖威 不约而同地挡在了徐安的面前 赵春刚扫了一眼吴邪和盖威 随即停下脚步 看向徐安 如果你今天只是来看我笑话 那恭喜你看到了 我现在很愤怒 嘿嘿 监政果然是个聪明人 徐安擦了擦嘴角 看向赵春刚道 给我说说江南的情况吧 我知道 你们和淮南王有勾结 既然你们这么信任淮南王 那说明在淮南王的身边 肯定有你自己的人吧 有人将淮南王的消息 传给你和赵司 所以你们 才会这么帮助淮南王 狗皇帝将我丢去江南 但你知道的 我这个人比较怕死 所以需要从你这里 了解了解江南的情况 赵春刚瞳孔陡然一缩 听到徐安要去江南 赵春刚第一感觉竟然是 惨了 要坏事 他盯着徐安看了片刻 随即冷笑一声 怎么 你信我 徐安轻轻地跺了跺脚 道 我不信你 但是 我信四天剑地下的那几十箱金子 哎呦 老赵 你对金子情有独钟啊 第五百九十五章 此下江南 你必死无疑 徐安专程跑一趟四天剑 一部分原因就是四天剑的金库 这老贼和赵斯同流合污这么多年 要说 他没有小金库 徐安打死都不相信 他让盖威和吴邪 大张旗鼓地 将自己送上观星楼 就是想要吸引赵斯的注意力 给赤羽争取寻找宝库的时间 有赤羽在 金库 不过是蛊虫在地底下 走一遭的事情罢了 就在刚才 赤羽已经通过蛊虫告诉他 找到赵春刚的金库了 虽然没有赵斯那么夸张 但也有小五十箱 而且全是金子 显然是经过兑换的 赵春风脸色僵住 随即一寸寸冰冷下来 不是他对金子情有独钟 而是金子性价比最高 无论到哪里都是硬货 就算将来在京都混不下去 悄悄将金子运走 他依旧可以到某个藩王的手底下快活 但要是换成银子 或者其他珠宝 满满当当几百箱 逃跑的时候怎么带 这可是他全部身家 也是他安身立命的本钱 徐安想要拿走的 不是他的钱 而是他的命 刷 赵春刚手中的浮沉 徐安你在找死 话落 他手中原本柔软自然垂下的三千浮沉丝 骤然直竖起来 坚硬的宛若一柄利剑 他道袍无风自动 周身的沙翼席卷而出 致使周围的温度都降到了零点 老道是被徐安搞破防了 沙翼再也抑制不住 只是不等他有所行动 无邪和盖威 已经不约而同的挡在了徐安的面前 手中的刀剑也出了桥 徐安端着果盘坐在两人身后 正见兮兮的看着赵春刚 他猜测的果然没有错 赵春刚果然会武功 而且还很高 不过徐安却不在意 再高能有多高 老子连神游玄境都见过了 还怕你 总不能你也是神游玄境吧 尼玛神游玄境都出场自带特效 你要真是神游玄境的高手 还需要用那些低级的骗术吗 飞到京都上空 双手合十 来一招万佛朝宗或者如来神掌 京都百姓还不得跪在地上虔诚拜扶 好吧 你是个道士 玩不来佛门的招式 老赵 你别急嘛 我是很有诚意过来和你谈合作的 买卖不成仁义在 你这动刀动枪的不厚道啊 徐安将果盘递向赵春刚 道 别生气 吃块苹果压压惊 我压你祖宗 老道士就算是伪装的再好 这时候也险些忍不住爆粗口了 不厚道 你带着人抢劫杀人的时候 你厚道了吗 徐安 我若要杀你 他们拦不住 赵春刚淡淡扫了一眼吴邪和盖威 吴邪和盖威虽然厉害 但他秘密练武这么多年 武艺也不是盖的 突破两人的防守杀徐安 完全没有问题 泽泽 老赵 我劝你最好别瞎搞 徐安翘着二郎腿 道 昨晚赵斯在我兄弟楚留香的面前 也是这么挑的 但是 他死了 哦 忘记告诉你了 鬼里你知道吧 就是那个几十年前的藏兵谷叛徒 他可是神有玄境 一身剑气牛逼轰轰的 但他也死了 所以 老赵 你要听劝 你要不是神有玄境 最好别跳 你要是神有玄境 顶多也就能蹦他两下 赵春刚瞳孔陡然一缩 鬼里他自然是知道的 藏兵谷的叛徒 当年有传言说 他是云志兰的未婚夫 被徐霄横刀夺爱 召集天下英雄征讨徐霄 结果被徐霄打下万丈深渊 却没想到他竟然还活着 不对 现在已经死了 一时之间 赵斯终于是有些耸了 不仅是鬼里 还有天地会的宋云仓 那也是个神有玄境吧 一连两个神有玄境 在京都蛇了 徐霄不在京都 谁还能杀他们 袁康帝身边武功最高的是孙雕寺 难道除了孙雕寺外 袁康帝身边还有高手 这 这还是他所了解的京都吗 什么时候 京都也这么危险了 赵春刚脸色清白交替 一番思想斗争后 他放下手中的浮沉 冷冰冰地看向徐安道 你想知道什么 问吧 嘿嘿 我就说监政大人是个聪明人吗 徐安打了个响指 几眉弄眼道 你留在淮南王身边的人 借我用一下呗 赵春刚刚放下的浮沉 险些又扫了出去 我的人给你 你知道 我的人是费了多少心血 才培养起来的吗 你说给你就给你 你脸这么大的吗 可以 但有个条件 让你爹把千万兵马 借我玩玩吧 赵春刚盯着徐安 一字一句道 可以啊 不过我让我爹见你兵马 那你也得敢接啊 徐安从桌上跳了下来 双手撑在盖威和无邪的身上 好了 言归正传 说说淮南王的情况吧 主要说说他的军事力量 现在诸多藩王中 跳得最欢的当属淮南王 我很想知道他到底有什么底气 敢和徐霄争锋 赵春刚沉吟了一下 看向徐安道 淮南王是诸多藩王中最残暴 野心最大的 虽说现在整个江南几乎名不聊生 但活下来的 大多都是他淮南王的人了 根据前几日的消息 淮南王目前已经有军队二十万 有最新进的工程器械 兵强马壮 粮草充足 就差一个造反的契机而已 说到这里 赵春刚脸上杀意在线 原本灾心局是最好的机会 但被你破了 但现在赵斯死了 对他来说也是个机会 赵斯一死 他不反也得反了 徐安听到这里 双眼眯了起来 道 淮南王背后的势力 也是隐门 应该说不止隐门一个 赵春刚抱着扶尘 盯着徐安的目光 已经像是在看一个死人 你要下江南 呵 你此下江南 实死无生 很多人都想要我死 可我现在还不是活得好好的吗 徐安耸耸肩 道 不过 我还是很好奇 你为何这么笃定 我会死 因为那是江南 江南不是京都 江南几乎都是淮南王的势力 赵春刚笑了起来 笑容却充满冷意 而且 江南现在还在闹灾 流氓遍地 饿瓢遍野 淮南王在这时候反 只要给点吃的 最多一个月 他就能聚集百万大军 人在饿极了的时候 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第596章 老夫与你不死不休 徐安听了赵春刚的话 不由愣住了 我擦的 差点忘记了 江南现在还在闹水灾 因为朝廷的监管不够 现在不知道江南多少百姓 对朝廷有意见呢 这时候 淮南王打着这个借口造反的话 这特妈恐怕会天下应从啊 江南这一趟 恐怕比想象中危险 徐安没有注意到 此时吴邪和盖威都腻了他一眼 目光都有些怜悯 不仅是江南的事情 还有江湖上的事 顶着武林王这个名头出京都 你就等着挨载吧 不过 这对你徐晓公爷来说 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赵纯刚盯着徐安的目光戏谑起来 治理刘明这种事 徐晓公爷的手段 平倒是佩服的 你看京都刘明 被你搞得多舒服 连赵斯藏在刘明中的两万大军 还直接被徐晓公爷给策反了 那搞定江南的刘明 应该没有问题吧 徐安 搞你妹 你能换个字吗 徐安舔了舔唇 这老贼是在故意埋态他 江南不是京都 京都是他的地盘 他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在江南 他的身份优势将不是优势 而是绝对的劣势 不过 现在能在这糟老头子面前丢脸吗 当然不 江南虽然难搞 但不是不能搞 何况 他现在还刚刚收编了新军第二军 只要配备上最新的碎发枪和红衣大炮 哪里不能横着走 淮南王又怎么样 应得完不成 那就明着整死他 炮火所达之处 我即真理 嗯 这倒是个好主意 徐安摸着下巴 假装一副蠢蠢欲动的样子 道 那监政大人就瞧好吧 看少爷 我怎么让江南的百姓 翻身农母把歌唱 不过 你最好还是先把你在淮南王身边的那人告诉我 这次我去江南是要杀一茬的 我这是为了避免误伤 这混账 这还能绕回来 赵纯刚冷哼一声 道 你想都别想 好吧 那说说江南武林盟的情况吧 别告诉我 你不知道 徐安没有纠缠 重新坐回了矮桌上 继续吃无邪切好的苹果 江南武林盟 这才是他的重点关注对象 因为沈奥云那小妞 出身武林盟 赵纯刚看到这一幕 思绪都出现了短暂的混乱 他原本还以为徐安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缠 他甚至已经做好了让步 结果 这家伙竟然直接扯到了武林盟 这家伙思绪跳跃也太大了 让他一时间没有跟上 江南武林盟 这种问题 你不该问你身边的那小情人吗 江南武林盟的盟主沈潇 不就是沈奥云的父亲 不过想到沈奥云的性格 赵纯刚就明白了 徐安为何宁愿问他这个敌人 也不去问沈奥云了 问那个女人 等于什么都没问 江南武林盟是赵斯扶持的势力之一 赵纯刚没有隐瞒 这种事 徐安到达江南后查一下就知道了 他看着徐安说道 不过 你想要从江南武林盟入手 瓦解淮南王的势力的话 我劝你最好别想了 江南武林盟的水 很深 隐门曾经想要彻底收服这个势力 但最终都没有成功 就你一个不会武功的人 你能收服武林盟 徐安抱着双手 满脸嘚瑟 不好意思啊老赵 我徒弟是神佑镜刀手 我先和他们讲道理 道理讲不通的时候 我再和他们讲拳头 听到这话 赵纯刚直接待在当场 徐安的话对他的冲击力太大了 你有个神游玄境的徒弟 那可是神游玄境 神仙一般的人物 会做你徐安的徒弟 开什么玩笑 你也不撒泡尿看看 你是个什么德性 你一个不会武功的 能教神游玄境什么 教他怎么舔吗 等他回过神来的时候 徐安和吴邪 已经向着观信楼的边缘走去 临跳下观信楼的时候 徐安扭头看了过来 指了指楼下道 我兄弟楚留香英俊潇洒 举世无双 为了支持他的事业 老赵 你的金库 我就让人搬走一部分了 别小借 我想你也不想让我徒弟 晚上来找你吧 赵纯刚气得差点当场暴走 你当我思天见识哪里 你家吗 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不过怒归怒 赵纯刚还真不敢对徐安怎么样 虽然说徐安说 有个神游镜的徒弟很离奇 但这段时间 发生在这个家伙身上的 离奇的事情还少吗 别的不说 单是策反赵斯两万人 就不是常人能做到的事情 看着徐安被无邪和盖威 拎着跳下观星楼 赵纯刚气得脸色铁青 却也只能忍了 神游玄境的高手 徐安身边除了徐霄 还有神游玄境的高手 赵纯刚扭头看向 站在身后的李子凡 目光犀利如刀 情报工作 一直都是李子凡在做 但现在徐安身边 竟然出现神游玄境 这样的高手保驾护航 李子凡却没有半点消息 连赵斯都死得翘无声息 他很害怕 下一个就是他 不搞清楚 他睡觉都不踏实了 没有 徐安这段时间 我们都跟得很紧 他除了去过天牢外 其余时间都在徐家 李子凡摇头 道 神游玄境 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 这样的人物 怎么可能甘愿给徐安当徒弟 师父 这不可能吧 赵纯刚脸色骤然冰冷下来 冷冷盯着李子凡道 昨晚你也曾告诉我 徐安在公主府没有出过门 结果 徐安率领两万人杀进京都 抢走了京都豪族几十上百年的积蓄 甚至 连赵斯 长孙冲 鬼力等人都死了 要是没有神游玄境出手 宋云仓和鬼力两大神游境 是怎么死的 立即去调查 我要知道昨晚发生的一切 李子凡下的脸色煞白 连练拱手道 是 属下这就去查 监政 监政 这时 楼下传来急促而惶恐的声音 赵纯刚走到边缘向下看去 便见到一个弟子 正拎着衣角往上爬 他脸色沉了下来 冷喝道 慌什么 金库徐安要搬 那就让他搬走一部分 就当是宋温神了 那弟子文言 脚下一个猎解 险些一头栽下观星楼 他抬头看向赵纯刚 咽了咽口水道 监政 徐安早有准备 在和你交谈的时候 已经命人搬金子了 现在我们的金库 徐安只留下了半块金砖 听到这话 赵纯刚傻在当场 半 半块 无耻小贼 这就是你说的部分 你的部分 就是给我留一块 其他全搬走 片刻 一道冲破云霄的怒吼声 在观星台传开 徐安小贼 老夫与你势不两立 不死不休 第597章 坚政气吐血了 四天见外 徐安这时已经带着人 押送着十几辆马车 快速远去 听到赵纯刚歇斯底里的怒吼声 徐安也连忙催促吴邪和盖威 快走 快走 咱们现在算是明抢 这老家伙杀上来 够咱们喝一壶的 刚才是吓唬赵纯刚的而已 现在和他来四天见 给赵纯刚金库搬家的 除了吴邪和盖威 就只有赤羽和新军一个连的兵力 为了防止发生意外 进四天见之前 徐安就让赤羽将四天见的人 全部给要翻了 不然 能这么轻轻松松 搬走赵纯刚的金库 要是赵纯刚追上来 事情可就麻烦了 他要追上来 那就联手弄翻他 盖威扛着双手刀 满脸不爽 刚才赵纯刚说 他和吴邪联手也拦不住他 又一个不将 他流氓剑客不放在眼里的 神游玄境咱打不过人了 你一个牛鼻子老道 也这样牛逼 干翻 干你妹 徐安一巴掌 扇在盖威的后脑勺 道 你这么厉害 刚才被赵纯刚挑衅的时候 怎么不敢吱声啊 现在马后炮有个屁用 张显你该大剑仙举世无双呢 之前受到赵纯刚威胁的时候 他明显看到 这家伙身体都紧绷起来了 紧张得不行 结果 现在一离开四天见 就开始放飞自我 对赵纯刚放狠话了 他不敢杀过来 吴邪扫了四天见观星楼一眼 淡淡道 四天见不属于朝廷任何机构 是皇权节制 所有支出都有账本详细记录 账本虽然能做假 但四天见这十几万两黄金 是做不得假的 一旦事情暴露 皇帝查下来 他吃不了兜着走 徐安闻言错愕地看向吴邪 我擦 吴邪你思想进不来呀 居然学会了分析了 以前的你 可是专门拎剑制 各种不服 而且说的很有道理 从四天见中翻出来了 十几万两黄金 现在担心的 难道不该是赵纯刚吗 他担心个毛 没错 现在担心的应该是赵纯刚 要是狗皇帝叫针 用这十几万两就能收拾他 徐安抱着双手笑了起来 那咱们怕他干嘛 咱们这也算是替天行道 让这批金子 在大前的科技发展上 发光发热 那咱们 是不是该感谢监政大人赐金 来 兄弟们 跟我一起喊 咱们得让京都百姓 牢记赵大坚政的功劳 说到这里 徐安瞬间蹦了起来 掀开车帘 双手拢在嘴边当话筒 冲着四天见观心楼方向 大声喝道 多谢坚政大人赐金 徐安感激不尽 听到徐安的话 戴威以及一众新军将士 也都齐齐冲着观心楼怒喝 多谢坚政大人赐金 徐安感激不尽 多谢坚政大人赐金 徐安感激不尽 声音宛若惊雷一般 在京都上空滚滚传开 噗 观心楼上 赵春刚原本已经气得暴跳如雷了 现在听到这震耳欲聋的声音 当场就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徐家小贼徐家小贼 你无耻 老夫 老夫和你势不两立 赵春刚指着楼下 气得浑身颤抖 许久 他猛地回头看向脸色煞白的李子凡 道 传令江南那边 在那边给我不惜一切代价 除掉徐安 我要他死 我要他死 李子凡哪里还敢反驳 连连点头道 是 师父放心 我亲自安排 而这时 徐安带着车队已经远去 爽 车上 徐安双手枕着头 意气风发 特娘的 这段时间一直被各种坑 现在终于轮到老子坑他们了 这种感觉就三个字 倍儿爽 无邪腻了一眼徐安 道 你相信赵春刚的话 徐安和赵春是敌人 和敌人打探消息那消息 还有可信度吗 我不信啊 我是看上他的金子 打探消息只是顺带 徐安坐了起来 咧嘴一笑 不过 他所说的消息 应该是真的 因为没有必要骗我 就算他想要坑我 也不会傻到给假消息这种事 为啥 盖威抬起头 下意识问道 徐安和吴邪 齐齐腻了一眼盖威 不约而同道 因为赵春刚 没你那么傻 盖威嘴角一抽 险些忍不住一刀劈过去 你们啥意思 需要老子的刀 和你们说话是吧 这时 车顶传来吃雨的声音 徐安 我们杀狗皇帝去 他竟然要将 昨晚我们抢到的银子 还得京都豪足 什么 听到这话 徐安 盖威和吴邪 都齐齐站了起来 特别是徐安 这时差点就忍不住 抱了粗口 昨晚抢到的银子 可是我们冒着性命 抢回来的 是大前近几年的 科研资金 狗皇帝你 现在要还给京都豪足 你这什么扫操作 你怕不是疯了吧 你哪里得到的消息 徐安直接掀开车帘 抬头看向坐在车顶 磕着瓜子吃雨 吃雨手指着 不远处的墙上的告示 道 告示都贴出来了 袁康帝说 昨晚剿灭了反贼 追回了部分赃款 总计十万两 他让京都豪足各家 汇报损失情况 官府酌情返还 徐安听完 直接待在当场 这特妈 狗皇帝也太无耻了吧 什么酌情返还 这是抢了京都豪足 还要让京都豪足跪着感激他 果然 老鹰批就是老鹰批 学到了 学到了 这一通操作下来 袁康帝就是整个 京都豪足的恩人 这个哑巴亏他们不吃 也得含着泪吃了 娘的 和狗皇帝比起来 老子还是太善良了 徐安抬手无脸 这么无耻的事情 他徐安可干不出来 一个时辰前 皇宫 资政殿 早朝刚刚开始 袁康帝还刚进资政殿 赵党的人已经跪了一地 陛下 徐安胆大妄为 竟敢纵兵截掠京都 罪大恶极 求陛下将其赐死 陛下 徐安截掠成的府邸 惊扰成的女眷 陈情斩徐安 陛下 徐安竟然敢杀当朝丞相 罪不容诛 不可再姑息了呀 袁康帝看着跪着一地的群臣 嘴角微不可查地 扬了扬这一幕 早就在他的意料之中了 以前你们对朕 现在该换朕来对你们了 袁康帝装得满脸金戎 道 诸位爱卿这是何意 昨晚洗劫京都的 不是大盗楚留乡率领的 梁山好汉吗 这事和徐安有什么关系 第598章 袁康帝秀翻全场 看到袁康帝一脸震惊的样子 群臣险些忍不住 当场破口大骂 陛下你装什么糊涂呢 现在整个京都 谁不知道昨晚的事情 就是徐安带着人所为 真以为戴个面具 就没人知道是他的事吧 将到王八高子 华成辉 我们都认识他好吗 陛下 臣愿意以命担保 昨晚的反贼 就是徐安率领的 张罕鼻青脸肿地跪在地上 冲着袁康帝重重叩手 臣 求陛下言成徐安 否则 我大朝廷 就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很多大臣也齐齐败下 声音有些歇斯底里 陛下若在放任徐安 臣愿死见 臣复义 臣复义 袁康帝看着跪下的照党众人 嘴角的笑容更加浓烈了 他坐在笼椅上 假装满腹疑惑 是徐安做的 这怎么可能 朕今日一早 亲自让秀医使者查了此事 整个京都的百姓都说了 这是和徐安无关 张罕听到这话都快崩溃了 脑袋连连刻在地 陛下 京都百姓所言并不可信 京都百姓都被徐安收买了 现在都在自主帮徐安脱罪 若是让他们成功了 我大钱的威严何在 所以你们企图架空阵 祸害阵的大钱 就能嫌你们的威严是吧 威严 朕觉得 昨晚徐安做的事 才是真正彰显威严 可惜不能光明正大的现实 影响很不好 嗯 还有这种事 袁康帝一脸诧异 看着张罕道 张御史是不是搞错了 这怎么可能 京都几十万百姓 还能被徐安收买了 不可能 这种事没人能做到 连朕都做不到 这小子凭什么做到 后面这话 明显有点吃味 京都现在 都快指知他徐安 而不知他这个皇帝了 群臣听到这话 当场差点就跳脚了 现在是说这事的时候吗 现在说的是徐安 是徐安率兵洗劫京都的事情 陛下你护犊子 也不要太明显好吗 收买京都百姓 很稀奇吗 这混账短短一个月的时间 策反了赵斯两万人 那才恐怖好吧 袁康帝看着众人铁青的脸色 心里那是一个舒坦 平时对朕的时候 一个个不是很厉害吗 来来来 让朕再看看 你们昔日的风采 不过 诸位爱卿说的 似乎也有一定的道理 徐安这小兔崽子 的确有可能收买了 整个京都的百姓 毕竟这小子 现在可是京都的 青天大老爷 袁康帝坐在龙椅上 目光居高临下地盯着众人 只是 诸位爱卿说 这事是徐安所为 可有证据 证据 证据个鬼的证据 众人脸色铁青 这就是最恶心人的地方 明明知道是徐安 可问题是 他们真拿不出证据 这 这 张寒雨色 不是吧 诸位爱卿 你们说的这么兴事淡淡 难不成你们没有证据吗 袁康帝下意识地坐直了身体 有些难以置信道 诸位爱卿 没有证据 朕不敢动徐安 他爹徐霄 可是兵马大元帅 朕要是没有证据动了徐安 那徐霄岂不发疯 徐霄要是反了 诸位爱卿 谁能替朕镇压 听到这话 原本怒不可遏的众人 顿时就被泼了一盆冷水 忘记了 还有一个徐泼皮 徐安只是劫掠京都 除了和徐安有死仇的人外 其他人都没有什么 被威胁到生命安全 但要是 真将徐安怎么样了 徐霄会血洗整个京都 后果比徐安劫掠京都还严重 唉 看来诸位爱卿和朕一样 都害怕徐霄造反啊 袁康帝摇了摇头 满脸无奈 最主要的是 昨晚这小子一直在公主府 玩得太话了 家丑不可外扬 朕原本不想说的 可诸位爱卿说 昨晚京都的叛贼 是徐安所带领 那朕只能告诉你们 这件事没有任何证据 证明是徐安所为 人证物证都没有 朕 唉 京都遭此大捷 朕也很痛心啊 众人文言脸皮都在抽搐 连张罕和一直没有说话的杜如画 这时候也有些绷不住了 装 你继续装 我们就静静地看着你装 你很痛心 你是很痛心地 收了京都豪族 和赵党的所有财富吧 陛下 京都豪族 文武百官遭到叛贼洗劫 这是奇耻大辱 且不管这是是不是和徐安有关系 都需严查 给京都 给天下一个说法 否则 大前朝廷将会是天下最大的笑话 声势浩大的 想要逼着袁康帝除掉徐安 却被袁康帝轻飘飘的几句话解决了 张罕只能退而求其次 既然杀不了徐安没关系 但追回损失的金银珠宝 总没有问题了吧 嗯 爱卿说的对 的确需要给天下一个说法 袁康帝站了起来 双手腹背居高临下地盯着众人 说法 说法就是 昨晚禁军全部出动 将维获京都的所有叛贼 全部诛杀殆尽 并且从叛贼的手中 足足夺回金银万两 白银十万两 金银珠宝若干 朕不会动这些金银珠宝 朝廷也不会动 朕愿意将这些金银珠宝 退还给所有受害的家族 听到袁康帝这大意凛然的话 赵党所有人 几乎齐齐抬起头 脸色错愕 目光呆滞 一万两金子 十万两白银 金银珠宝若干 你袁康帝 是怎么有脸大意凛然 说出这种话的 这金银珠宝 还没有被抢走的总数的1%好吧 哦 差点忘记了 张爱卿 你家里丢失了多少财物来着 袁康帝的目光 落在张汉的身上 满脸宽慰 张爱卿劳苦功高 大前的江山设计 不能缺少张爱卿这样的人 张爱卿给朕汇报一下情况 朕先将张爱卿的财产 还给张爱卿 张汉听到这话 顿时愣在当场 这个问题他这么回答 他张汉足足损失了白银十五万两 黄金五千两 但他敢和袁康帝实话实说吗 他一年的俸禄才多少 五百两不到 就算一出生就工作 工作一百年 也不够五万两 那这十五万两银子 五千两金子怎么来的 真说出去 袁康帝估计会将他 现在存留的财产也抄了 张汉拱了拱手 低头忍着痛苦道 回陛下 臣 臣丢了一百两银子 还有一些不值钱的小器物而已 第五百九十九章 朕也很心痛啊 张汉低着头 话说的平静 但此时他的脸色 却争明到了极致 不仅是张汉 照党的一众大臣 这时也都脸色 也都阴沉下来 因为他们忽然发现 袁康帝的无耻 远超过徐安 徐安只要他们的钱 而袁康帝不仅要他们的钱 还要他们的人 要他们跪在地上说 谢谢陛下 为我们讨回一个公道 简直不要太无耻 最重要的是 你袁康帝 这让我们自己抱损失的钱财 让我们怎么说 说丢失的金银 数万数十万两 那你袁康帝下一句就是 来人将人打入天牢 仔细查一下金银的来路 然后让秀一使者一查 哦吼 原来是贪来的 那全部都得死 一百两 倒不是太多 袁康帝看向孙雕四 道 记在账上 从赃款中取出一百两 不 两百两 取出两百两给张爱卿 孙雕四 只见微颤 心说陛下 你是和徐小公爷学坏了吗 两百两 你这简直就是在张汉的脸上 甩两百个大巴掌 当然这是好事 陛下能够逮住机会出一口恶气 何乐而不为 他连忙拱手道 是 老奴等下便去办 袁康帝微微汗手 目光再度落在 跪在大殿上的诸位大臣身上 道 诸位爱卿 你们呢 你们都损失了多少 也都全部抱上来吧 孙雕四 记得记账 孙雕四招了招手 一个小太监便拖着托盘 跑到他的面前 托盘中摆放着笔墨纸燕 赵党一众官员 看着这一幕都气得呼吸急促 准备得这么利索 显然是有备而来啊 陛下 臣丢了两百两银子 望陛下帮臣找回 陛下 老臣也丢了一百两 家也被叛军给毁了几间房子 陛下 臣丢五十两 一众赵党的大臣 只能含泪虚报了 自己丢的银子 报的数字 还没有被劫掠的银子的半个零头 但这个时候 谁敢报真实数据 报上去 那是自找死路好吧 其他党派的大臣看着这一幕 很多当场都绷不住了 险些忍不住大笑出声 赵斯死了 袁康帝没有留赵斯 说明他目前并不想将事情再扩大 所以他们没有第一时间攻击赵党的人 但现在看到 平时狂妄到没边的赵党的人吃扁 对他们来说 其实也是一种享受 唯独上官云相除外 此时上官云相 双手拢在袖中 闭着双眼闭目养神 老神在在 似乎周围发生的事情 和他没有半点关系一般 至于袁康帝 此时心情那就更美了 他这些年 被赵党的人联手坑得还少 当初逼着他割让北京十八周的时候 这些人可都是主力军 连他上个茅厕 都能被他们堵着不让出来 那对他这个大神尤镜来说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当初为了隐藏实力 不得不妥协 但现在还需要隐藏实力吗 不需要了 还是那句话 大炮的射程内就是真理 看到赵党一众大臣脸色像是吃了屎一样 袁康帝洋装痛心疾首 他抬手扶额道 是朕疏忽了 没想到诸位爱卿竟然过得这么苦 朕宣布 从这个月开始给诸位爱卿提高俸禄 嗯 朕现在老有钱了 赵党一众大臣听到这话 气得差点没有当场吐血 给我们涨俸禄 你拿着我们的钱给我们涨俸禄 无耻 但哪怕气得吐血 他们还是得含着泪感恩 谢皇上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群臣齐齐跪地 叩首谢恩 诸位爱卿平身吧 袁康帝扬了扬手 让众人起来 道 诸位爱卿可是我大前之鼎梁 如此努力 去过得如此辛苦 是朕这个做皇帝的错 是朕不够体恤诸位爱卿 对诸位爱卿的关注不够 以后 朕会注意 众人听到这话 心头猛地跳了跳 心头齐说 我谢谢你啊 但是真不用了 什么叫对他们关注不够 以后会注意 言外之意就是 他袁康帝现在已经腾出手来了 准备着手整理内部 要是这时候 谁犯到他的手上 后果可想而知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说不定 他们以后连放个屁都得绷着 那才恐怖好吧 诸位爱卿所报的损失 朕粗略估算了一下 两万两不到 那还有八万多两银子 这是得解决一下 袁康帝扶着下巴 大意凛然道 朕不是贪财之人 既然京都豪族也有 遭到洗劫 那便将银子退还给他们吧 诸位爱卿 可有意义 呵 陛下不贪财 陛下只贪大财 群臣脸皮直抽搐 却只能拱手道 臣等无意义 陛下圣明 袁康帝点点头 目光落在杜如画身上 道 杜爱卿 这件事由你全权负责 务必要稳定京都民心 同时 替朕给京都豪族传句话 朕对他们遭遇洗劫的事 深感痛心 朝廷必定会全面追查 逃走的叛贼的下落 为他们追回损失 很多大臣看向杜如画目光 顿时都玩味起来 谁不知道杜如画是赵斯的头号大将 杜如画是吏部侍郎 却去管护部的事情 袁康帝此举 显然是以几只毛弓几只盾 这是要彻底分化赵党和京都豪族了 杜如画自然也是知道这些的 但他现在敢反对吗 现在敢反对 说不定今晚楚留乡 还得再去一趟度假 臣遵旨 臣必定不负陛下众望 杜如画只能出班 拱手领旨 如此甚好 既然无事 那便退朝吧 袁康帝一拂袖 直接转身离开 懒得在管群臣有没有事在做 现在什么事都没有数钱重要 后宫几千箱金银珠宝 皇后的几十个账房 敲着算盘算了一个晚上了 还没有算明白呢 他袁康帝贵为一国之君 可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钱 皇帝一走 资政殿上的大臣也陆陆续续走了 唯独赵党的很多大臣 此时还跪在资政殿上 各个面色苍白 双眼无神 如丧考彼 整个人的精神力都被抽空了 这么多年积攒的身家 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一招回到了数十年前 杜 杜大人 我们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张罕看向杜如画 他现在已经六神无主了 他可是御史台御史 袁康帝要是真要动手 第一个死的一定是他 因为自从张安氏下狱之后 御史台就是他带头和袁康帝对着干 第六百章 玩阴谋的心都脏 赵党所有大臣的目光 也都齐齐落在杜如画的身上 赵司死了 杜如画几乎成了他们唯一的期望了 杜如画目光往周围看了一眼 眉头不由皱起 怎么办 别说我现在也不知道怎么办 就算知道怎么办 能在这鬼地方随便说吗 官场混了几十年了 知不知道什么叫隔墙游耳 你们还当现在是赵司时代呢 这段时间都老实一点 尽量各司其职 将你们荒废已久的工作 重新做起来 杜如画扭头扫了一眼身后的数十人 深吸一口气又缓缓吐出 随即他盯着众人 道 陛下直接除掉赵司 是不想将事情闹到不可收拾 但这也给了我们缓冲的机会 这段时间利益上的问题 能让责让主抓政绩 现在只有证明 你们在你们的岗位上 是不可替代的 你们才有可能保住自己的位置 否则等赵司之死热度下去 其他党派的人 肯定会借机攻击我们 到时候 很多人恐怕都得人头落地 说到这里 杜如画身体陡然一颤 他忽然觉得 说不定袁康帝只杀赵司 其实就是杀鸡儆猴 让这个枯朽的大前朝廷 重新勃发生机 毕竟这些年 虽然各大机构的大臣 都在勾心斗角 但要说专业能力 还真没几个人 能比得过各部门的主观 只要这些大臣 将心思都花在 朝廷治理的正途上 那整个朝廷 会怎么样不言而喻 这一招 比杀一茬大臣 弄得怨声再道 人人自危 强得不知道多少倍 如果真是这样 那袁康帝 可就太可怕了 而众人听完杜如画的话 也都几倍发凉 面面相去 大家都是老狐狸 经过杜如画一提醒 自然也都很快想明白了 这其中的关节 当即只觉得脖子凉嗖嗖 仿佛脑袋会随时搬家一般 这 这还是袁康帝 袁康帝什么时候 有这样的胆破了 情音小柱 此时已到午时 阳光正好 整个情音小柱 流水缠缠 景色迷人 可惜弧心竹楼中 传来噼里啪啦的摔杂声 打碎了这美好的景致 大厅中 此时名贵的瓷器字画 都被摔了一地 到处都是碎片 而姓王霄元轩 正披头散发 坐在大厅正中 神情木讷而呆滞 仿佛整个人都被掏空了 败了 赵斯竟然败了 他败了 他怎么能败 他如何能败 他败了 他败了本王怎么办 许久 萧元轩渐渐回过神 双眼通红 手缓缓捏紧了掌心中的碎片 整个掌心瞬间鲜血淋漓 但他却没有感觉到丝毫疼痛 只有浓浓的恐惧 在心头缠绕 赵斯是他外公 这些年所有的资源 都向着他倾斜 而他也享受到了这些资源 但现在赵斯死了 这些资源极有可能就散了 朝中那些大臣 还不知道 现在会不会继续支持他 京都豪族这个巨大的钱袋子 这时恐怕也漏了 没人 没钱 原本掌控绝对的优势 能够以摧枯拉朽的实力 推翻萧元朗 但现在一夜之间什么都变了 现在是萧元朗全面吊打他 父皇 你好狠的心啊 他萧元朗软弱无能 蜀目寸光 凭什么他是太子 凭什么 哄 萧元骤然一拳砸在地上 面目猙獰 有些歇斯底里 他不甘心 谋划了这么多年 他不甘心就这么败了 大前的皇位 应该是他的 只有他有资格坐在那个位置上 不是陛下狠心 是萧元朗有个好兄弟 这时 一道笑声从门外传来 萧元朗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一袭白衣正从外面走了进来 手倾摇着折扇 风度翩翩 气质如雅 正是魏子征 是你 你怎么进来的 你也配看本王笑话 萧元轩从地上爬了起来 快步走到剑架前 取下上面的宝剑 争 一声剑鸣 力剑出鞘 姓王殿下不用这么紧张 在下不是来看你的热闹的 在下是来和姓王殿下寻求合作的 魏子征收了折扇 笑道 我们有共同的敌人 徐安 而且 我能帮你坐上那个你最想坐的位置 听到这话 杀意凛然的萧元轩当即顿足 随即 他手中的剑指着魏子征 声音冰朗道 凭你 对 凭我 魏子征拱了拱手 道 重新自我介绍下 在下魏子征 隐门门主第十子 还有你门外的那些高手 暂时被我的人控制了 萧元轩手一抖 手中的剑险掉在地上 他满面错愕地盯着魏子征 怎么也没想到 这个曾经号称京都第一才子的大才子 竟然是隐门的人 还是隐门门主的候选人之一 萧元轩自然是知道隐门门主竞选的规则的 所以呆滞了一下 他脸色顿时就激动了起来 盯着魏子征道 隐门 选择了本王 说这话时 萧元轩的声音都透着一丝的颤抖 隐门可是九州最神秘的大势力 势力遍布整个九州天下 他们想要做的事情几乎就没有不成功的 如果隐门扶持他 那大前的皇位定然非他莫属 不 准确来说 是我选择了你 而不是隐门的选择 魏子征抬手指了指天 等你坐上那个位置 才是隐门的选择 当然 我会用手中的资源 全面帮你上位 我都能帮你解决 怎么样 合作吗 萧元轩盯着魏子征看了一会儿 抬手舔了舔掌心的血迹 当然 合作愉快 他知道魏子征没安好心 但没关系 等事成之日 杀了便是 天底下的君王 有几个功成名就后 不杀功臣的 与此同时 徐安和吴邪以及盖威 已经也快回到徐家 马车上 听完徐安的解释 盖威和吴邪都是满脸无语 都说徐安无耻 没想到堂堂大前的皇帝 竟然比徐安还无耻 抢了钱 还要让被抢的人跪着感谢 这是人做的事吗 靠 不服都不行 玩阴谋的人 果然心都很脏 盖威看着徐安说道 他在指桑骂槐 徐安这小子 也是满肚子坏水 坑他还坑得少吗 吃雨 回到徐府后 你带着盖威回南镇府司 徐安直接抬头看向车顶 埋态我 那你还是去南镇府司脱层皮吧 接下来半个月 不换然一心 你就别想出南镇府司了 哈哈 大哥我不是说你 我开个玩笑而已 大哥侠肝一胆 岂是阴险小人 谁要是敢说你是阴险小人 我第一个不答应 盖威脸色大变 瞬间改口 无邪腻了他一眼 嘴角微扬 现在知道认错了 晚了 徐安 徐家大门前有情况 这时 吃雨的声音传来 第601章 我徐安需要你们给面子 徐安听到这话 心头猛的一跳 靠 可别又出事情了呀 昨晚闹得太疯 搞得他现在都快一日三经了 他又出现什么变故 徐安赶紧从马车中钻了出来 见到徐家大门前 此时跪着数十个人 他们上半身都光着 后背还背着荆棘 我擦的 这不是典型的附近请罪吗 这又闹的哪一出 停车 徐安让马夫停车 当即跳下了马车 向着徐家走去 走近了 徐安终于看清楚了 跪在地上的人是谁 大多都是跟在赵高身后的根屁虫 以前和前身没少打架 哟哼 是你们啊 徐安当即眯起了眼睛 笑容透着危险 少爷我还没来得及去找你们 你们倒是自己先送上门来了 徐少 我们错了 前方为首的青年重重拱手 说道 今日我等附近请罪 算是给足了你的面子 此后过往不咎 如何 徐安舔了舔嘴角 嘴角的笑容顿时更冷了 历史上附近请罪态度诚恳 谦虚 你们这态度强硬 毫不谦虚 有半点附近请罪的样子吗 知道的是 你们给我附近请罪 不知道的 还以为是老子给你们附近请罪呢 哼 徐安转身就是一个窝心脚 直接一脚将跪在他面前的青年 踹翻在地 尤克 我说 谁这么大喘气呢 原来是你啊 上官瑞 上官瑞 内阁阁老上官云相的嫡孙 徐安倒是有些意外 没想到上官云相 竟然会舍得 让自己的孙子过来附近请罪 看来昨晚的事情 对整个京都的官员 都造成了不小的威慑 附近请罪 给足了我徐安的面子 哼 我徐安何曾需要你们给面子了 而且 这个面子也给不了 徐安走上前 抬脚一脚踩在上官瑞的胸口上 和我要面子 赵斯和耶律云英 我都没给 你算那根葱 还在我面前 玩附近请罪这种把戏 可笑 他蹲下身 守在上官瑞的脸上拍了拍 你是不是以为 只要附近请罪 我就不敢 把你们这么样了 你是不是以为 只要附近请罪 我徐安如果再敢对你们怎么样 就会遭到口诛笔伐 嗯 你们认为的都很对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我在意吗 上官瑞的面色 顿时阴沉冷立下来 徐安 你别太过分了 你是想要和整个大钱 文官体系为敌吗 哟 你还能代表 整个大钱的文官体系啊 徐安居高临下 冷冰冰地盯着上官瑞 和我说过分 当初你们在明月楼 给赵高出谋划策 想要见到风月之地 所有的女人的时候 有没有想过 会不会过分 如果单是这样 还不足以让徐安动杀意 毕竟自古以来 就不缺阿谀奉承的小人 让徐安真正动了杀意的 是他们竟然 想要当着他的灵牌 侮辱他的女人 这对任何一个男人来说 都是难以忍受的 单凭一个父亲请罪就了事 想得可真特妈美 徐安松开脚 扭头看向无邪道 将他们所有人手脚全部打断 丢到外面街道去 徐安 你敢 徐安 我爹可是兵部侍郎 你敢这样对我 徐安 我错了 饶了我 饶了我啊 请客间 求饶声 威胁声 怒喝声 奇奇响起 有人恐惧 有人愤怒 有人杀意腾腾 他们原本以为这么多人一起来 再加上他们的背景 徐安就算再愤怒 也不会真敢将他们怎么样 却没想到 徐安上来 就要打断他们的手脚 被徐安打断手脚 对他们来说 可是奇耻大辱 岂能容忍 嗯 我敢 徐安逆着气势汹涌的一群文官子弟 冷声道 不仅我敢 我还可以让楚留乡再回来一次 再去你们家玩玩 无邪 动手 徐安一挥手 直接下达命令 听到这话 很多文官子弟当场爬了起来 转身就往外跑 会武功 这样的速度 在无邪的面前 那就和归宿差不多 无邪拎着长剑 嗖的一声消失在原地 几个闪烁间 便重新回到了徐安的身边 而前来附近请罪的一群文官子弟 已经全部躺在了地上 凄厉的惨叫声 也如杀猪声一般 在周围传开 此时 他们的手脚都不规则地向外曲折 显然无邪动手的时候 是下了重手的 不过 以无邪的性格 梅莎对这些人来说 似乎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好吧 徐安 目自欲猎 愿读地瞪着徐安 他是谁 当朝阁老上 关云相最喜欢的孙子 身份何等高贵 现在 却被人废掉手脚 死狗一般丢在地上 这句话和我说的人很多 赵思 赵高 掌孙赞都说过 但他们都死了 徐安蹲在上官瑞的面前 轻笑一声 如果换其他一个时间 一个地点 今天就不是只废你们手脚 那么简单了 当然 你们要是不服 可以随时来找我 我等着 不过 在想要报复我之前 先备好棺材 不管买 话落 徐安站起来挥了挥手 徐家的几十个小厮 立即冲了上来 拎着一群文官子弟的脚 拖着就往巷口走去 凄厉的惨叫声 再度不绝于耳 他们都该死 为何不杀 无邪看向徐安 这些人都该杀 他们这些年 祸害了很多姑娘 但徐安的名单里 却没有他们 不然昨晚他都将这些人给宰了 我其实比你 还想要杀这些狗东西 可他们的长辈 大多和赵党民面上 没有太大的关系的人 徐安看着被拖走的一群文官子弟 道 我不得不考虑 杀了他们的后果 真杀了他们 整个大前朝廷会陷入混乱 等着吧 他们会再出手的 等我们从江南回来 再收拾他们 现在 咱们的重点是江南 江南不是京都 京都是我的地盘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 但江南 对我们来说就是龙唐虎穴 话没说完 徐安的脸色 一寸寸僵硬下来 因为不知何时 他的前方已经站着一个身材高挑 脸上蒙着杀精的女人 一山井 第602章 看你不爽 打一架 见到一山井 吴邪和盖威 几乎瞬间就贴近了徐安 两人全神戒备 又满脸错愕地看向徐安 不约而同报 你对他又做了什么 什么做什么 我什么都没做啊 徐安被这一句话问得莫名其妙 什么我做了什么 我昨晚就和这个女人见过一面 剩下的时间 都和你们两个在一起 我能做什么 就算我想做什么 我敢吗 他的杀意 比昨天晚上浓十倍不止 吴邪目光也在扫视徐安 眼神充满审视 你没对他做什么 他能这么强的敌意 徐安 徐安当场就无语了 你们的思想能不能别那么晚 这个女人对我有杀意 不是很正常吗 毕竟 人家是因为我的一具尸躺枪的 他看向一山井 道 姨姑娘 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杀你 一山井盯着徐安 冷漠开口 距离足有十几米远 但徐安已经能感受到 从这个女人身上席卷而来的压迫感 甚至 徐安看到他身后的轻衣喉左轻 手中的剑症一寸寸出窍 他也是杀意凛然 目光死死盯着徐安的喉咙 徐安心里有些发毛 嘴角的笑容渐渐收敛 道 杀我 这又是为何 如果是因为那句诗 因为我爹 一山井不想提到那句诗 冰冷打断徐安 你爹 我徒弟 徐安眉头微皱 更加猛逼了 叶姑玉前辈 叶前辈怎么了 争 一山井手中长剑瞬间出窍 剑指徐安 因为你 他快死了 徐安脸色顿时大变 死 怎么可能 他可是神游玄境 神仙一般的人物 怎么可能死 怎么回事 昨晚他受伤了 徐安大急 怒喝道 来人 来人 立即给我去太医院 将所有太医给老子叫到天楼 快去 徐安直接转身上马车 一山井冰冷的声音 在身后响起 没有用的 太医院的太医就不了他 一山井一步步逼近徐安 咬牙切齿道 他是练了太极 才会死的 他的武功 本来是治刚治强的路子 你给他练太极这种 极阴极柔的武功 两股内力相冲 他能不死吗 徐安听到这话 直接待在当场 不是昨晚受伤 也不是走火入魔 是因为我 是因为我给他练了太极的原因 他才会死的 徐安脑袋机械般的回头 看向一山井 只见一山井咬着薄唇 美眸已经泛红 是真的 无邪 去天牢 现在 立即 马上 听到徐安的话 无邪和盖威立即上前 拎着徐安的肩膀 带着他直接向天牢方向掠去 马车 在行道错综复杂的京都 比不上轻功 一山井和左倾也收了剑 准备施展轻功跟上 只是两人还没动 一个吃着糕点的漂亮女孩 已经拦在了两人的面前 正是吃鱼 看你不爽 打一架吧 吃鱼扫了一山井一眼 强势道 吃鱼 你什么意思 一山井翘脸皱沉 下意识地握紧了手中的剑 你这么质问他 老子很不爽 吃鱼随手将一块糕点丢进嘴中 声音终于有了一丝冷意 叶姑语什么情况 你对我清楚 没错 他是因为练了徐安的太极 才会死 但他要是不练徐安的太极 他早就死了 一山井敏纯 吃鱼知道 吃鱼说的没错 父亲在武道上早就成吃了 加上拜在徐霄的手中有了心魔 如果不是徐安传给了他太极 他早就因为心魔而走火入魔死了 当初袁康帝让徐安入天牢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想要看看 他还有没有什么心愿未了 结果没想到 徐安竟然传授一套太极 让叶姑语心头的火重新点燃 这才延续了性命 某种意义来说 他应该感谢徐安 只是刚才看到徐安 他心中压抑了许久的情绪 再也压制不住 当场就对徐安爆发了 找了十几年的爹 结果现在刚刚找到 却又要失去了 老子不是你爹 老子不会惯着 你赤鱼转身离开 冷声道 再敢对徐安无礼 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徐安看似很无耻 很无赖 但和徐安接触久了 他知道这家伙是个性情中人 他见不得人间疾苦 他也见不得世强凌弱 他更见不得有人因为他而死 当初在雍州 老鬼自杀前的一番话 就差点让他心神失控 更别说叶姑语 还是他的徒弟 如果叶姑语死了 刚才一山井的话 徐安得内疚一辈子 这是他绝不允许的 天牢 徐安抵达天牢后 快速往天字号牢房赶过去 昨晚忙着收银子 徒弟忙完了他 都没有来得及和徒弟说句话 现在告诉他徒弟快死了 徐安有些难以接受 冲进天字号房的时候 徐安便看到叶姑语 正盘息坐在床上 显然一山井来之后 特意给他收拾过 现在的他 穿着一身崭新的红衣 乱糟糟的头发 也已经梳纸盘在了肩上 脸上的胡茶也剃光了 此时的他 看上去也不过四十出头 和狗皇帝差不多的年纪而已 而且他此时面色红润 丝毫没有病状 看不出有丝毫要死亡的征兆 徐安张了张口 想要说什么 只是张了好几次口 却不知道该说什么 怎么 现在和老夫说话 就那么难以弃齿 叶姑语睁开眼 扭头看向徐安 老夫这个神油镜的弟子 你拿不出手 那倒不是 只是 抱歉 我没想到会这样 徐安看向叶姑语 面有愧色 当初传你太极 大部分原因是为了保命 少部分原因 是想坑你当徒弟 只是我没想到 让你练太极 真坑了你 叶姑语眯起了双眼 都知道了 徐安点头 知道个屁 什么坑 你成全了 老子知道吗 叶姑语瞪了徐安一眼 道 既然那丫头是关心则乱 你不要在意 如果不是你的太极 我恐怕早就迷失自我 早死了 你传我的太极 让我在最短的时间内 练到了神油玄境 这对老子来说是大恩 至于死 嘿 谁说我一定会死了 等你爹回来 和你爹打一架 散掉武功 说不定还有几年好活 说到这里 叶姑语呼一拍额头 说漏嘴了 这时候应该趁机威逼利诱 让你将姐儿 那丫头娶了的 唉 失散了 果然完阴谋 还得是袁康帝那狗贼 第603章 流氓神权逍遥狼 徐安听到这话愣住了 不是 徒弟你这瞎搞什么呢 我是你师父 你是我徒弟 你女儿是我徒孙 师父娶徒孙 算怎么回事 师徒恋 好歹有一个杨过 和小龙女这个潜力 但这爷孙恋 好像原来的世界出现过 还能开玩笑 看来你还没有那么严重 徐安走到叶姑语的身边 坐了下来 扭头看向他道 说实话 你还有多长时间 叶姑语道 我现在封印了全身过半的经脉 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 要是全部经脉打通 一天左右把扑 徐安听到这话 立即松了一口气 还好 只要不是打通全部经脉 当场死亡就还有救 看到他一副 老子终于放心了的样子 叶姑语顿时就炸了 小子 你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爹 这还用觉得 这难道不是事实 徐安满脸诧异 道 曾经你在我爹手中撑了三招 十几年过去了 我爹现在恐怕比狗皇帝都厉害 而你 就算再牛逼练太极 也不过一个月 和我爹对战 也就一拳的事 等我爹一拳将你打趴下了 再废掉你的武功 那你不就能活下来了吗 叶姑语呆住 他愣愣看着徐安 老脸不断抽搐 我神游玄境这么没排面的吗 我堂堂一个大神游玄境 被你说成的废物一样 你信不信我一巴掌拍死你啊 你给我滚 叶姑语气的 险些当场走火入魔 果然徐家 不 萧家就没一个好东西 他手猛的一挥 一道真气 直接甩在徐安身上 将徐安山飞出牢房 无邪 接住我 徐安吓得惊叫连连 娘的屁股上的伤还没有全好 这要是一屁股早在地上 那滋味一定会很酸爽 徐安半点不想尝试 人还在半空 他便大叫无邪这个保镖 然而 站在大门前的无邪和盖威 见到他飞了出来 都不约而同地向左右跳开 直接将通道让给了他 轰的一声 徐安重重地摔在地上 屁股在地上滑行了十几米的距离 他顿时疼得惨叫连连 差点没直接昏死过去 无邪 你大眼 徐安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一看身后裤子果然燃血了 瞬间气炸了 他瞪着无邪和盖威怒道 操 你们什么意思 没有听到我说话吗 我说接住我 为啥不接 无邪和盖威下意识地 看向牢房中的叶孤玉 接 那可是神游玄境 我们敢接吗 无邪逆了一眼 徐安道 一个人挨打 总好过三个人挨打 盖威点点头 抬手拍了拍徐安的肩膀 大哥 大丈夫能屈能伸 但在神游玄境的面前 能屈就不要伸了 徐安 马德 患难见真情 不患难就把我往死里整呗 你们两个什么时候也这么无耻了 和谁学的呢 等着 你们两个给我等着 徐安指着无邪和盖威说道 等我回去 等我回去 我就找我大佬不告状 你们等死吧你们 无邪和盖威 险些忍不住一脚踹过去 受了委屈就找女人 你还能不能有点出息 徐潇现在还在北京 我会让百气司通知他 让他解决完那边的事情 尽快赶回来 徐安揉着屁股 重新走进牢房 道 不过在此之前 能不能问你几个问题 叶孤玉从床上跳了下来 徐安立即下的全身戒备 他自己又莫名其妙地 飞了出去 见到这一幕 叶孤玉都给气笑了 没好气到 老夫要收拾你谈指尖的事情 还需要站起来吗 老子只是不想 你居高临下的 和老子说话 怕一个忍不住把你宰了 说吧 问什么 能告诉你的我 自然会告诉你 嗯 你娘就别问了 问我也不说 废话 我我娘的事情 我还需要问你吗 等徐潇回来 随便诈几句 他还不得老实交代 徐安沉吟了一下 道 我就问两个问题 第一 狗皇帝当年 是不是和你们 一起混过江湖 听到这话 徐安明显看到 叶孤玉嘴角猛地抽出了一下 仿佛这句话 引起了一些 他不想回忆的过往 然后 徐安便看到叶孤玉一挥手 啪 站在门口的盖威 当场就飞了出去 重重砸在十几米外的墙上 将墙面都砸得寸寸军裂 卧日 徐安震惊了 我问的是狗皇帝 你打盖威干嘛 前辈 惹你的是徐安 你干嘛打我 盖威挣扎着从地上爬起来 也是满脸崩溃 我招谁惹谁了 这是 少废话 老夫忽然看你不爽了不行 叶孤玉冷哼一声 道 知道江湖上流氓一派 怎么来的吗 鼻祖就是袁康帝这狗贼 当年他是名镇大前江湖的流氓神拳 逍遥狼 噗 徐安当时就喷了 狗皇帝还真混过江湖啊 而且 好像年轻的时候 在江湖上还极有名气 流氓神拳逍遥狼 只是这名字一听上去就很不正经啊 他 就是流氓神拳逍遥狼 徐安还没说话 门口的吴邪已经蹦了起来 徐安扭头看向吴邪 愕然道 吴邪 你知道这个名号 吴邪点点头 道 在天心楼的卷宗中看到过 流氓神拳逍遥狼 号称神拳无敌 二十年前有人出钱买他的脑袋 天心楼派出十大天字号顶级杀手为杀过他 一个回合就被他全杀了 从此 天心楼不接任何有关神拳逍遥狼的任务 而他 还是二十年前的白小生高手榜第一高手 只是后来不知为何 绝技于江湖了 江湖人一直以为他死了 没想到 他竟然是 是皇帝 徐安无语 什么绝技于江湖 估计是先皇不行了 需要他回来继承皇位了 不过 曾经狗皇帝居然这妖妞 他还是很意外 只是这神拳无敌怕老婆 这就有点辣眼睛了 那我爹呢 我爹当时有和狗皇帝一起 徐安立即来了兴趣 兴致勃勃地看向叶孤玉 元康帝叫神拳逍遥狼 那徐潇叫什么 第604章 精转逍狼 吴邪 盖威也立即竖起耳朵 他们也很想知道 徐潇这个大前天下兵马大元帅 当年到底有什么样的传奇 提起徐潇 叶孤玉脸色更加难看了 那咬牙切齿的样子 仿佛和徐潇有杀父之仇 夺妻之恨一般 他抬头看向吴邪 道 你看过天性楼的卷宗 当时高手榜第二是谁 刷刷 徐安和盖威 目光齐刷刷落在吴邪的身上 吴邪愣了一下 随即脸色略微僵硬起来 连嘴角都在轻微地抽搐 能在吴邪那高冷的脸上 看到这么丰富的表情并不多 徐安见到他的脸色 就大概明白了 恐怕老爹那时候的形象 比起狗皇帝有过之而无不及 果然 吴邪的声音淡漠传来 白小生高手榜第二 金砖萧郎 金砖萧郎 徐安愕然 总觉得这个名字 有那么一点爆发户的感觉 而且幼幼狼 流氓神拳萧遥郎 金砖萧郎 你咋不叫萧十一郎呢 两个老不要脸的 年轻的时候 竟然也这么中二吗 卧槽 我想起来了 戴威当场跳了起来 指着吴邪道 是不是那个拿金砖当武器 打架砖敲人后脑勺的牛逼人物 我擦 那可是我的英雄啊 我这杀人回答流氓问题 就是从他身上获得的灵感 啪 然后 他又飞出去了 被叶姑玉一掌扇飞出去 重重砸在十几米外 叶姑玉铁青着脸 偶像 用徐霄那狗贼当偶像 老子打不死你 那个打架从不正面交锋 总按搓搓地敲人板砖的败类 也配有人敬仰 呃 徒弟 我爹很有仇 徐安看向叶姑玉 弱弱问道 他总感觉提到老爹 叶姑玉的反应 显然比提起袁康帝还要大 这让他很好奇 他们当年的故事 那一定是个很精彩的故事 仇 夺妻之恨是不是大仇 叶姑玉逆着徐安 眼底有怒意 显然这么多年了 这家伙依旧于怒未消 我靠 你算是知道 你为啥也在天牢了 你竟然也惦记我娘 徐安立即向一旁跳开 满脸戒备地盯着叶姑玉 盖威瞪大双眼 无邪脸上也闪过一抹诧异 滚你老子的蛋 叶姑玉险些忍不住 一巴掌将徐安拍飞 只是想到这家伙的弱鸡样 真一巴掌拍下来 他得当场挂了 只能强忍下来 冷哼一声道 老子看上的不是你娘 是你媳妇的娘 当年老子 要不是被你爹用板砖敲晕了 萧莱母亲的比武招亲 胜者就是我 徐安当场就惊了 我擦 老爹还干过这种 棒打鸳鸯的事情 呃 不对 你看上了萧莱的母亲 徐萧怎么就和你有多气质恨了 你擂台比武输给徐萧 还有资格上擂台 老子还没上擂台 特娘的擂台比武前一天 就被你爹打晕买了 叶姑玉看出徐安的心思 咬牙切齿道 你娘的主意 你爹是执行者 徐安听到这话 顿时就猛了 我去 怎么感觉老娘和老爹 他们当年好像很土匪啊 只是娘让老爹打婚徒弟 又是什么操作 徒弟这模样 年轻的时候 也是个十足时的小鲜肉 武功又高 没道理不让他参赛啊 而且经过昨晚的事情 狗皇帝和老爹 显然并不排斥 他魔宗的身份 呃 不对 有问题 昨天晚上 狗皇帝和徒弟聊天的时候 他曾听到了一小部分 他们曾经说到一个 他 自似乎很忌讳这个名字 或者说很不爽这个名字 都不屑说出来的那种感觉 徐安咽了咽口水 道 徒弟 你对我爹怨气这么大 是不是萧莱的母亲 遇到渣男了 这不废话吗 要不是你爹 也故意下意识的 想要抱粗口 只是看了徐安一眼 似乎觉得 这样在儿子面前 说老子有点不道德 后面的话忍住了 其实也不能怪你爹 也不能怪你娘 叶姑玉闭上了双眼 面色有些伤感 要怪只能怪那个女人 不喜欢我吧 不然他也不会说服你娘 让你爹敲我板砖了 他竟然为了那个伪君子 让你爹敲我板砖 说到这里 叶姑玉书得睁开双眼 眼神犀利 他周身席卷而出的杀意 瞬间充斥整间牢房 那种感觉让徐安遍体生寒 感觉就像是置身于万千刀刃中 被生生凌迟一般 无邪 盖威也动都不敢动 卧槽 徒弟你冷静点 千万别伤及无辜 徐安抱着无邪的腰 整个人都快爬到他的脖子上去了 叶姑玉可是神游玄境 而且因为走火入魔 心态极为不稳 要是现在走火入魔 一巴掌还不得将他拍成肉泥 对对 前辈 我们都是无辜的 你要有仇 需要我们帮忙 你说杀谁 我们绝无二话 一起联手宰了他 盖威也连忙表态 他则躲到了徐安的身后 两人都将无邪顶在了前面 忍不住当场拔剑 现在还没有遭到过叶姑玉毒手的 只有他了 这两个家伙 是非得让他挨叶姑玉一顿揍 才算扯平 叶姑玉见到三人 一副很怕死的样子 深吸一口气 将体内的杀意强行压了下去 君子一诺 四马难追 记住你们刚才说的话 叶姑玉扫了一眼盖威 道 那个男人 是如今的南雀皇帝黄斧峰 啥玩意 叶姑玉没说完 徐安和盖威当场跳了起来 无邪嘴角 也是猛的扯了扯 三人僵硬着脖子 看向叶姑玉 叶姑玉一脸阴谋得逞的笑容 小样 想要套老子的话 老子吓不死你们 啥 徐安直接一巴掌 扇在盖威的后脑勺 自己退得远远的 沙皇抚风 开什么玩笑 现在南雀的国力 比大前强盛十倍不止 十年休养 更是兵强马壮 沙皇抚风 就得和南雀开战 以大前现在的这鸟形势 怎么打 这简直就是扯淡好吧 徒弟 这话是他说的 和我没关系 我没说 吴邪点点头 道 我也没说 和我也没关系 两人直接撇清了关系 不是不讲义气 这义气没法讲 沙皇抚风 相当于和整个南雀为敌 凭他们三个现在的力量 那简直就是天方夜谈好吧 第605章 徐骁和皇帝年轻时晚得花 盖威看着徐安和吴邪 张着嘴就是一阵无声的怒骂 虽然没有声音 不过看他的样子 骂得可脏了 两个没有人性的家伙 老子刚才那么说 完全是为了保你们的狗命 你们竟然直接将我甩了 没有一点意见 老子中究还是错付了 小子 这不是你帮不帮我的问题 而是你必须面对的问题 叶姑玉笑了起来 戏学道 你爹 你老丈人 早就和皇帝风不死不休了 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萧兰儿的母亲 死在了皇帝风的手中 你娘被藏兵骨掳走 也和皇帝风 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还有 保护好萧兰儿 她一旦落在皇帝风手中 就是皇帝风勾结西林的重要筹码 因为 西林神殿的店主 一直很迷恋萧兰儿的母亲 虽然知道叶姑玉 明显有一点拱火的意思 徐安听到这话 还是直接炸了 约你大爷的 想要整我女人 弄不死你 徐安拳头一扬 冷声道 那就干他 不仅要干他 老子要连南鹊一起干了 无邪和盖威看了徐安一眼 险些将他按在地上捶一顿 都说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 结果到了这家伙这里 总感觉什么都是反着来的 只是 说了半天我还是不知道 萧兰儿的母亲是谁 徐安看向叶姑玉 这老家伙拱了半天火 火全拱到了皇帝风身上了 但萧兰儿的母亲 叶姑玉的梦中情人到底是谁 叶姑玉这老头 对萧兰儿母亲的身份 一直没有透露丝毫 我应该知道是谁了 叶姑玉还没说话 无邪的声音已经传来 二十年前的白小生高手榜第四 青城山侠女阮秀 天心楼中资料记载 他最后一次出现 是十八年前 十八年前 他和皇帝风在大前南京大战了一场 败在了皇帝风手中 传言是历劫而亡 十八年前 萧兰儿刚好十八岁 徐安想到了什么 猛的扭头看向叶姑玉 有些难以置信的 难道他 他是 没错 他前日产下萧兰儿 后日便和皇帝风在南京大战 叶姑玉攥紧拳头 关节骨头嘎巴作响 当年他和你母亲是结拜姐妹 你母亲是姐姐 闲静端庄 他是妹妹 活泼好动 似乎永远都闲不下来 不然 当年他也不会想出 让你爹敲我板砖这种损招 可他眼瞎 他要是看上狗元康 或者徐老贼 老子都认了 可他看上的那个男人 不过是个伪君子罢了 叶姑玉睁开眼 看向徐安道 当年皇甫风接近阮秀 只是为了接近你母亲而已 当年你母亲的财名冠绝天下 江湖可称霸 朝堂可当王的那种 后来他阴谋败露 被你爹追杀了三千里 如果不是李延宗拼死相救 他早死了 回到南雀后 他立即重兵压境 而当时元康帝刚刚登基不久 几乎没有任何根基 你爹因此 从了君抵御南雀从此 江湖再无金砖萧郎 和流氓神权萧遥郎 只有元康帝萧策 和天下兵马大元帅徐萧 徐安嘴角微抽 明白了 狗皇帝和徐萧江湖和朝堂的转变 就是由此开始的 从此 一个金鱼谋算布局 一个金鱼大战镇守边疆 双剑合臂 玩得肇丝和满朝文武团团转 只是有一点 他还是没搞懂 狗皇帝为啥这么信任你爹 难不成爹和狗皇帝 也是结拜兄弟 而阮秀 则认为 黄甫峰攻打大钱 是因为他的原因 叶孤玉再度痛苦地闭上了双眼 说道 但他刚刚产女 身弱气虚 又怎么可能是黄甫峰的对手 但他还是去了 一战换来了大钱南静 近十年的和平 直到十年前 三国联军攻打大钱 才被打破 说到这里 叶孤玉冷声道 你想问的第二个问题 就是萧兰的身份吧 她是大钱甲公主 南雀真公主 老子不认 她是我大钱公主 关南雀鸟士 徐安直接挥手否认 他现在对南雀 这个老丈人的观感极差 虽然狗皇帝也一直坑他 但他能感觉到 狗皇帝很喜欢自己 只要危及他的性命 狗皇帝一般都会放弃 原来的计划 来全力辅助他 至于黄甫峰 阴险小人 想要做他老丈人 下辈子吧 叶孤玉正伤心呢 听到这话 险些被枪到了 他看了徐安一眼 目光那是一个怪异 萧兰要是大钱的真公主 那就没你什么事了 我还有个问题 徐安看向叶孤玉 有些疑惑道 既然当年狗皇帝 和徐骁名气那么大 霸占了高手榜前几席 难道就没人知道 他们的身份 江湖那么大 狗皇帝和徐骁 就算再牛逼 也不可能半点蛛丝马迹 都找不到吧 难道他们当年 不是以真面目行走江湖 叶孤玉脸皮抖了抖 咬牙切齿道 是真面目 但你见过两个大男人 戴着面筋吗 扯下他们面筋的人 女的得嫁他们 男的得死 狗元康的皇后 就是用计扯下了他的面筋 又被他用强的 徐安待在当场 我擦 徐骁和狗皇帝年轻的时候 玩得这么花的吗 特别是狗皇帝 难怪那么怕皇后 原来是年轻时 留下了心理阴影 无邪高冷的脸都变了 戴薇却是全身汗毛的竖起来 你们俩啥都敢说 但有没有想过 我们敢不敢听 这要是落到元康帝的耳中 是要被杀人灭口的 当然 白小生是知道的 叶孤玉抬手无脸 没好气到 可是这家伙 直接被狗元康和徐骁堵着打 被逼得不得不帮他们圆这个谎言 徐安听到这话 再度猛逼了 真像了 老子就说 当初白小生榜单更新的时候 对我的评价 总有那么一点恶意 仿佛在故意拉仇恨一般 原来是狗皇帝和徐骁 这两个家伙惹的祸 徒弟 我有个问题 你知道这么多 你是怎么活到现在的 徐安扭头看向叶孤玉 这家伙这张嘴明显管不住 白小生都被徐骁和狗皇帝 暴打一顿风口了 这家伙竟然没事 哼 因为我是你爹和狗元康的结拜大哥 叶孤玉气得咬牙切齿 道 白小生告诉我 你爹和狗皇帝 死在了徐骁的手中 然后老子就来京都报仇了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老子是他们大哥 居然被他们耍得团团转 你说他们损不损 第606章 我一巴掌拍死你 徐安听到这话 看向叶孤玉的目光 都变得怜悯起来 徒弟被坑成这鸟样 你这走火入魔情有可原啊 这样 你要是都不走火入魔 那才是天理难容 你可真是个神人 连狗皇帝和徐骁的脸都没见过 你就敢和人家结拜 你这不是找孽吗 损 简直损上天了 徐安由衷感叹 这觉得要搁在他身上 估计得当场与狗皇帝和徐骁拼命不可 这欺负人了 难怪叶孤玉见到狗皇帝和徐骁 从来就没有好脾气 这是当年被坑怕了 不过 能与狗皇帝和徐骁结拜成兄弟 徒弟你当年也不是什么好鸟吧 卧槽 等等 事情不太对 徐安嘴角陡然一扯 叶孤玉和徐骁 还有狗皇帝是结拜兄弟 那应该是老子长辈 但现在他又是我徒弟 我又是徐骁的儿子 那徐骁和狗皇帝该叫我什么 徐安抬手扶额一连退了好几步 我擦这关系有些乱 都给老子绕晕了 老叶 我发现你也是个坑货 你这个坑 不仅将我埋了 连你自己都埋了 杀敌一千自损一千 有意思吗 徐安瞪着叶孤玉 走火入魔你大爷 我很怀疑 你是为了坑狗皇帝和徐骁 故意做我徒弟的好吧 现在大事要紧 袁康帝暂且将这事忘记了 等将来他记起来 他得屁股开花 和你还有你爹学的 叶孤玉义正词言 徐安 他顿时无语了 忍不住想要撸袖子 和叶孤玉干一家 这么大个人了 咋好的不学 竟学坏的呢 还有老子什么时候坑了 乱无限小心我告你诽谤啊 爹 你现在气息不稳 不宜动怒 这时 一山景从外门走了进来 天牢是禁地 但因为他老子在这里 袁康帝并没有对他有什么约束 当然 紧对一山景 因为随口一句装逼的诗 引起了这个女人巨大的杀意 徐安见到这个女人 莫名的有些心虚 他下意识地往无邪的身边靠 拱了拱手笑道 依姑娘 之前因为一句没有完成的诗 造成了咱们之间的一点误会 今日 在下便将这首诗补齐 免得姑娘你再误会 听到这话 无邪 戴威 以及叶孤玉都 下意识地看向徐安 见惯了你无耻的样子 现在看到你一本正经的样子 真忍不住想要打你一顿 你能有点骨气 一山景也淡淡扫了徐安一眼 虽然他 算不得才华横溢 但也饱读诗书 知道诗词一道很多时候 都需要润色和修饰 随口就来得极为少见 但听徐安这意思 他是想现场将这首诗补齐 这让他莫名的有些期待 眼前这家伙虽然流氓 但他的才气位列白小生 才子榜榜首 堪称天下第一 而徐安丝毫没有在意 几人的眼色 一本正经道 当日做这首诗的时候 由于只有黄昏落日景 没有我想要的那种意境 所以这首诗只做了一句 但昨晚见到四位神游玄境 同台禁忌 顿时让我颇为震动 毛色顿开 而且徒弟你这心存死之很不好 这时间的风景何其多 你才看了多少 就想死得明目了 这首诗词送给徒弟你 送给一姑娘 送给天下有志气的人 碰 他话没说完 叶孤玉直接一脚就踹了过来 他瞪着徐安道 少废话 你以为就你现在这副样子 还需要挽回形象吗 你早就没形象可言了好吧 再多说半句废话 我一掌拍死你 叶孤玉死死盯着徐安 满脸的不爽 小王八蛋 你在老子面前装什么装 当然 你做这首诗的目的是什么 你没点B数吗 徒弟 你这话就不对了 少爷我现在 可是京都无数少女的梦中情人 徐安下意识地反驳 下一秒 叶孤玉身后的太极图 若隐若现 他脸色顿时一将 行 你牛逼 我惹不起好了吧 嘿嘿 言归正传 容我僵尸补齐 徐安举全底唇干壳一声 随即捏了捏嗓子 拿捏姿态 白日衣衫静 黄河入海流 玉琼千里目 更上一层 楼 后面一句 徐安还故意拉长了尾音 看得盖威简直羡慕极度恨 他要是也会这一首 天下美女与陆军沾了呀 衣衫静美眸顿时亮了起来 虽然有点讨厌这家伙 但不得不说他的才华还真美地说 才子绑绑首当之无愧 前两句仅写得灰红磅礴 后两句让人胸襟开阔 急剧哲理 真没想到 这个不靠谱的流氓 也能写出这种开阔人眼界的诗 想要看到更远的风景 就得登上更高处 叶孤玉沉吟了一下 笑了起来 好意境 好心态 习武也该如此 行 你们滚吧 老夫闭关练功了 狗元康说神游进之上 还有境界 说不定闭关数日能一举突破 到时候宰徐霄 也不用那么费劲 徐安脚下一个猎切 险些一头摔倒 我特骂 徒弟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我是在开导你 不要那么悲观 不是开导你来杀我爹 好吧 徒弟你加油 那为时就不打扰你了 当然徐安也不在意 这货虽然话说的信誓旦旦 一副不杀徐霄 事不罢休的样子 其实就是顾面子罢了 当年狗皇帝和徐霄 耍得人家团团转 还不能让人家打几下出口恶气 至于杀 那是不可能的 当年他能听信白小生的话 跑来京都杀徐霄 给他那两个蒙面坑祸兄弟报仇 就足以证明 这家伙是个重情义的人 徐安转身就走 无邪和盖威也赶紧跟上 和神游玄境待在一起 危机感太足了 一不小心小命就报销了 锦儿 你觉得这小子怎么样 牢房中只剩下叶孤玉父女俩 叶孤玉脸上的笑容 立即变得和蔼起来 刚才的话不算全坑徐安 他是挺稀罕徐安这小子的 虽然那张嘴 见得让人恨不得虐他一顿 但心性还是很不错的 要是武功再好一点 还是算了 武功再好点 又是个无耻的徐霄 除了文采外 其他一无是处 依山井扫了一眼涌道 淡淡道 叶孤玉 他下意识地想要帮徐安说话 却发现女儿总结得十分到位 这家伙是有些文质武功 可他这性格是缺陷 太不讨女人喜欢 需要慢慢地去接触了解 可现在女儿对这家伙的印象很糟糕 徐安你大眼 没事瞎解什么事 六 零 第607章 无邪的腰狠戏 叶孤玉想了半天 愣是没想到什么借口 帮徐安说好话 徐安才华横溢 那些世家大族的小姐和官家小姐 喜欢这种调调 但他女儿是江湖儿女 和江湖儿女谈诗次歌赋 那是对牛谈情 武功 那小兔崽子也不会啊 想了半天 叶孤玉只能服额道 进而 其实这家伙那没那么糟 我倒是觉得 你们年轻人 可以尝试着接触一下 那我一定会杀了他 吃力毫不犹豫打断叶孤玉 叶孤玉看了自己女儿一眼 话别说得那么绝对 当初狗元康的女儿 还不是嚷嚷着要退婚 现在他却是看徐安身边的女人 谁谁都不顺眼 一副自家男人要被偷的样子 叶孤玉知道 再说下去没有意义 只会让女儿对徐安更反感 但他现在只能活半个月了 就算是弥补十几年 对女儿的亏欠 他也得为女儿 找一个坚不可摧的靠山 否则一旦他死了 魔宗那些别有用心的势力 肯定对借机找茬 他们母女势单力薄 难以和宗妹那些势力对抗 而徐安 至少能够保证 他们母女俩的安危 叶孤玉只能退而求其次 道 那这样吧 徐安要去江南 死去江南九死一生 你跟在他身边 保护他一段时间 我知道你不愿意 但他现在还是我师父 是魔宗宗主 我不能看着他死 这算是我这个当父亲的遗愿 一山井不知道自己老爹的心思 只是这时 翘脸难看下来 连遗愿都整出来了 这明显是不给他拒绝的机会 一山井咬了咬唇 倒好 我可以跟他去江南 但他最好别惹我 不然我必杀他 叶孤玉连连点头 先在一起 至于感情 可以慢慢地培养的吗 徐安那兔崽子那张嘴 有几个女人能受得了 我靠 神游玄境太可怕了 刚才挨了两掌 老子都以为自己活不成了 远离了天字号牢房 改为拍着胸口 心有余悸 刚才叶孤玉动了杀意 那种感觉 就像是世界末日 相比于神游玄境 我更在意的是我徒弟的死活 不过现在 徐安手抚摸着下巴 扭头看向身侧的吴邪 吴邪 你腰咋这么细呢 刚才被叶孤玉吓到 他直接趴到了吴邪的背上 才发现 这家伙的腰竟然细得吓人 简直就和一个女人的腰一样 哄 然后 徐安就飞出去了 直接被吴邪一掌拍飞 重重地砸在七八米外 再一次屁股落地 疼得徐安呲牙咧嘴 惨叫连连 但下一秒 徐安的笑声戛然而止 吴邪的剑 直接压在了他的肩膀上 弹幕的声音传来 以后再敢乱爬到我的身上 别怪我灭主 徐安当时就猛逼了 大家都是男人 你怎么搞得像个小姑娘似的 再说 你以前是个杀手 有这样的洁癖 不影响你执行任务吗 他还准你爬到他的背上 当年我和他一起 执行任务的时候 扛着他跑了三百里 连句感谢都没有 醒来就直接给我一件 盖威抱着双手刀 有些幸灾乐祸 虽然感觉到 吴邪对徐安这家伙明显不一样 但涉及他本身的问题 他还是一如既往的冷漠 徐安瞪了盖威一眼 看向吴邪道 可 吴邪 你现在是我的保镖 保护我 保护你和你黏着我 有什么直接关系吗 吴邪淡默反问 胡乱爬到我的身上 没直接常见 出窍刺你几个洞 就已经够给你徐安的面子了 当然有 贴身保镖啊 知道什么叫贴身保镖吗 徐安抬手无眼 伤心欲绝 吴邪 你不爱我了 不知为何 徐安总感觉 当晚吴邪和徐清风 联手打了盖威一顿之后 吴邪身上 似乎发生了某种的变化 但至于是什么变化 他说不出来 吴邪里都没理徐安 抱着剑直接离开 喂喂 大哥 注意一点用词 盖威上前将徐安从地上拉起来 手撑着他的肩膀道 之前你和秦文俭的事情 全京都都传言你有断袖之痞 当然我是不信的 毕竟你身边这么多女人 但现在 我有些信了 你大爷的 才有断袖之痞呢 老子是男人 堂堂正正的男人 徐安直接一脚就踹了过去 滚粗 盖威扭着屁股笑着跳开 出了天牢 徐安便看到所有天牢高手 都在大牢外 问过才知道 原来是因为伊山景到来的原因 叶姑玉房 他们就像房狼似的 只要伊山景进了天牢 那天牢就不能有一个人 昨晚见识过神游玄境的牛逼 天牢的一众四镜高手 自然都不敢有意见 不过看到众人可怜兮兮的样子 徐安哪里不知道 他们想要干嘛 怕叶姑玉只是一方面 他们其实是来堵他的 这段时间虽然身处监牢 但和自己一起干了很多事情 也算是过得有滋有味了 但现在 他要下江南了 京都没有他搞事情 这些江湖高手的生活 将再度变得死寂 而这样的日子 他们早就过够了 行了 一群江湖中人 学人家玩个毛的心计啊 徐安逆了众人一眼 无语道 和我混了这么久 竟然连演戏都没学会 以后出去 别说是跟我混过的 丢人 众人看着徐安无言以对 问题是 这天底下 有几个人的嘴 能有你厉害 颠倒黑白溜须拍马 哪样不是你的拿手好戏 我们学不来 完全学不来 好了 不废话了 你们现在都是我魔宗弟子 现在都听我这个宗主命令 徐安脸色严肃 众人的精神立即提了起来 却见徐安咧嘴一笑 本宗主的命令是 各自回去整顿势力 等候本少爷的召唤 然后跟随本少爷 征战九州 赵司死了 要人之际 也就破产了 当年袁康帝和徐潇所担心之事 暂时不会发生了 至于那些跟着鬼力 征讨徐潇 打算抢母亲的人 关了十几年 也算赎罪了 继续留他们在大牢 就显得有些不道德了 何况人家这段时间 出生入死 帮了这么多忙 别的不说 就说破赵司灾心局的那个晚上 他们站在空中的热气球中 耗空真气来配合操控龙凤城祥 才让他破局破得那么轻松 用人朝前 不用人朝后这种事 他徐安做不出来 既如此 还他们自由又如何 虽说他们留下来 对他的助力足够大 但强扭的瓜 没多大意思 而听到徐安的话 众人都愣住了 都难以置信地看着徐安 说实话 当初得知龙孝川 他们有一个月的假期的时候 他们那是羡慕极度恨 就是想要等京都的事情结束 让徐安也给他们一个假期 却没想到 徐安愿意做出更大的让步 徐小公爷 你的意思是 我们能自由了 许久 人群中终于有人激动问道 九 第608章 江湖要被他玩坏了 徐安抬头看去 见到说话的是个皮肤有黑 身材魁梧的男人 他记得这家伙的名字 江南霹雳堂 雷洞 当初雀阴暗落幕 截到收拾宇文户的时候 这家伙的霹雳火 曾打得天心楼的杀手 鬼哭狼嚎 而这时 徐安也看到所有人的目光 都聚集在他的身上 那目光险些都能将他给融化了 他原本想要来一番豪情壮语的 但想到之前盖威所说的断袖之痞 脊背部有些发凉 特娘的 老子喜欢美女 天天和一群老男人待着干嘛 说不定有一天还真得弯了 没错 你们自由了 徐安只能略过过程 直接宣布结果 草 老子总算熬到头了 回去估计 孙子都有儿子了 马德 憋死老子了 老子要在青楼待上一个月 终于能重现江湖了 老子要让威名 重新在江湖中响亮起来 天牢外 一众江湖高手激动得欢声雀跃 徐安听着他们的欢呼 越听感觉越不对位 回家 抱孙子我能理解 当这要在青楼待一个月 什么鬼 堂堂四尽高手 要是死在女人的身上 那就好玩了 喂喂 你们给点面子好不好 这么激动但什么 徐安抱着双手 瞪眼道 好歹 你们也要装装样子 表现出对本宗主恋恋不舍的样子吧 信不信我说回刚才的话 妾 众人虚他 转身就走 徐家小子 有事你招呼一声 老子随叫随到 徐安 活久一点 你这家伙运气太好 运气太好的人不会偿命 别老子见到你的时候 是在你的灵堂上 小子 不要总是那么忙 该忍则忍 人若犯我 忍让三分 人再犯我 斩草出根 几十名天牢高手 几乎没有任何留念 生怕徐安反悔似的 转身施展轻弓 直接远离天牢 只有一道道大笑声 在空气中传来 靠 你们诅咒谁呢 信不信老子将你们抓回来 整死你们 徐安双手拢在嘴边 冲着远处怒吼 声音不断在空气中回荡 嘴里说着狠话 但他一个大男人 此时眼睛都有些红了 不全是因为这老贼的话 让他有了一点点感动 而是因为自己心太软 像这种四镜高手 全部纠集起来 搞一支特种兵大队 再配上最新款碎发枪 还有各种暗器 绝对是战立天花板 只是 人家和他一起拼过命的 他很不下心来 我总是心太软 心太软 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 相识那么简单 相处不难 全是我的 你们别狂 徐安背着双手 向天牢外走去 嘴里低声哼着改了的歌词 笑容放肆而猖狂 吴邪 吴邪 这家伙没事吧 不是被刺激疯了吧 盖威看着徐安的背影 连忙拉住吴邪问道 他现在都有些怕徐安笑了 徐安一笑吻出事 放心 你死他都不会少一根毫毛 他只是忍不住说出了心里话而已 吴邪抬头看天 有些无语道 二十年前 流氓神权逍遥狼和金砖逍狼 几乎主宰了整个江湖 现在江湖又要出大事了 这家伙入江湖 估计江湖要被他玩坏了 盖威挠了挠脸 啥意思 我没懂啊 吴邪腻了他一眼 淡淡道 你忘记了 这些人可都是魔宗教众 将来真有什么事 徐安一声令下 会是一个什么情景 盖威愣了一下 随即整个人都呆住了 卧槽 这些人可都是各大势力的大人物 给他们时间整合势力 将来徐安一声令下 那魔宗还不得一统江湖 武林盟主是个美武功的败类 这特妈大前江湖 不成为九州江湖的笑话 想到那个局面 盖威就几倍发凉 我去 太疯狂了 徐安你还真敢啊 盖威扛着双手刀 快步追上徐安 大哥 我以后就是你最可靠的兄弟 你不用客气 有什么事随便吩咐 嗯 事成之后 南方武林盟归我 滚 徐安转身就给了他一脚 三人打得闹闹远去 谁都没有注意到 两道苍老的身影 从天牢中走了出来 混账东西 他竟然将咱们给忘记了 什么意思 逍遥进巅峰的强者他 瞧不上了是吧 天剑老人暴跳如雷 这家伙解散了天牢高手 竟然将他和天狱给忘记了 他和天狱 现在可是魔宗的左右护法 咋地 你徐安清风的 这就不做数了 好事 天牢高手解散了 我们这天牢阵守者也不存在了 自由了 天狱俯着雪白的长须 嘴角有笑容 十几年没有出过天牢了 现在徐安解散了天牢高手 那他们这两个阵守者 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 玉琼千里目 更上一层楼 卡在逍遥进巅峰这么多年了 说不定现在可以寻找机缘突破一下 你别高兴得太早了 别忘了 天牢还有一个最厉害的 天剑老人指了指天牢 给天狱泼冷水 天狱知道他说的是叶孤玉 老脸顿时一尘 那是神游玄境 你镇守他 还是他镇守你 你想死自己去 别拉着我 天狱转身就走 嗖的一声 瞬间消失在天牢门口 天剑老人看了一眼天牢 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喂 你去了 我陪你啊 他怪叫一声 连忙跟上天狱 向皇宫急驰而去 天牢镇守者的任务 圆满完成了 他们得回去找袁康帝复命 与此同时 秦英小助 萧元轩和魏子征 坐在一起相谈甚欢 虽然各怀鬼胎 但两人此时都满脸笑容 一派其乐融融的样子 京都豪族 虽然被徐安坑了一波 但是根基还在 他们是殿下城市的钱袋子 不可随意抛弃 魏子征亲敏一口茶 道 如今京都几乎是他徐安一人的天下 如果京都豪族重归于殿下 殿下在京都的日子会好过一点 萧元轩点点头 道 那就有劳魏先生了 魏子征笑道 放心 我的人已经在做了 当然 有件事还得告诉殿下一声 赵斯只是一个影子 隐门真正扶持的人不是他 而是另有他人 至于是谁 殿下很快就知道了 第609章 取不完 根本取不完 离开天牢 徐安和无邪三人便看到了吃鱼 他依旧坐在马车车顶 晃着大长腿吃着糕点 见到徐安几人走来 想了想 从糕点包中取出一块糕点 随手丢给了徐安 算是对他的安慰了 徐安也没客气 直接将糕点丢进嘴里 这小妞和小豆丁一样 是吃如命 能从他嘴里扣出点粮食来 那已经是天大的恩赐了 想到小豆丁 徐安忽然有些想 这个没心没肺 心思纯净的妹妹了 也不知他和小妈去北京 吃得好不好 不过 徐安觉得该担心的是徐霄才对 因为他得时刻保持警惕 小妈想要睡他之心 都快路人皆知了 他要是一不小心 则则干柴烈火 说不定得出人命 还有小豆丁 那就是个行走的饭桶 要是对军粮动手 那徐霄可就人才两空了 徐安上了马车 一行人重新打到回府 只是刚回到徐家所在的旱道 马车再度停了下来 吃雨的声音也传了过来 徐安 你家又被堵了 徐安 马车中的徐安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要炸开了 擦 还有完没完了 真当老子是救火英雄 一天啥事都没干成 只能到处救火是吧 老子穿越这一遭 是来当顽固调美女 混吃等死的 不是来当救世主受罪的好吗 这不能忍了 赵斯老子都干死了 他这只老鸡还不够紧猴的 谁啊 谁特妈又来闹事 不想活了是吧 徐安骂骂咧咧的 直接掀开车帘走了出去 结果刚掀开车帘 入眼的景象 直接把徐安给看梦了 徐家门外的长街 停着上百辆马车 马车前都站着一个 娇滴滴的大美女 外围还站着几百个 看热闹的百姓 我特妈 徐安看着这一幕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老子虽然一直有一个 后宫家里六千人的大目标 可那也只是想想而已 真后宫家里六千人 还不得累死他 结果现在娇妻美妾 竟然真的自己送上门来了 看着那一个个 花枝招展貌美如花的世家小姐 徐安心头 都不由一阵阵春心荡漾 很心动啊 虽然可能会累死 但哪个男人不想夜夜做新王 嘿嘿 这要是全院一架 老子娶不娶 娶不娶 娶不娶 根本娶不娶 徐小公爷回来了 这时 人群中有美女惊呼 刷刷 几乎一瞬间 无数的目光都落在了徐安的身上 他瞬间成了全场的焦点 徐小公爷 你可算回来了 我们等你很久了 徐安 快到姐姐这里来 姐姐要和你开怀畅谈 徐小公爷 你昨晚闹得那么大 现在该带我们一起 玩玩了 一群美女 立即向着马车围了过来 无邪 盖威 徐家的护卫冲了出来 想要将围过来的女人挡住 徐安一看顿时就不乐意了 你们啥意思 少爷 我叫你们拦了吗 现在可是老子的高光时刻 你们怎么能阻止呢 自古美女爱英雄 老子现在可是他们的英雄 都给我退开 让我来 徐安当即大喝一声 将围上来的徐家 护卫喝退 怎么能对姐姐们动粗呢 你们太不懂事了 去去去 该干嘛干嘛去 无邪 盖威一脸疑惑地看了过去 你闹啥呢 要是这些女人中藏有刺客 暗中给你一剑 你不死翘翘了 只是两人看过去的时候 徐安已经满脸激动地 跳下了马车 展开双手 笑着向一群女人走去 诸位姐姐 千万别拥解 我知道 你们现在不被我操心就难受 但是你们若是受伤了 我也很难受的 要解 你们挤我就行 我皮操肉厚没有可以随便解 接着 一阵嬉笑声便在空气中传来 看到徐安被一群女人吞没 被东拉西扯 无邪脸色骤然冰冷下来 这混账 迟早死在女人的手里 盖威已经待在当场 看着徐安的眼睛顿时红了 特娘的 太气人了 这样的待遇 老子也很想要 盖威咬牙切齿 满脸的羡慕极度恨 徐安这混账 整个脑袋都在滚球 碰 然后 他就飞出去了 被无邪一脚踹飞出去几十米 就连马车车顶 只顾着吃糕点的吃鱼 这时 一双美眸也是微微瞪大 他错愕 不是因为徐安好色 这家伙好色他是知道的 只是现在 徐安屁股还在流血 屁股染着血色 在一群女人当中窜 这画面怎么看都诡异好吧 美女们 咱们有事先说事 先别扒拉了 呃 别扯我裤头啊 这光天化日的别乱来 呸 女人 你往哪里摸呢 很快 徐安怪叫 事情有些不太对 刚开始在美女重担 谈简直不要太爽 但现在他脸色变了 低估了这群女人的胆大程度 娘的 掐他大腿就算了 竟然还敢扯他裤头包他衣服 这要是让他们得逞了 那今天乐子可就大了 靠 你们是大家闺秀啊 能不能有点大家闺秀的样子 我擦 对 你们牛逼 老子怕你们了 徐安在身侧的美女身上 狠狠掐了两下 随即不管一群美女的阻拦 挣扎着脱离了他们的魔爪 等冲出他们的包围的时候 他已经衣冠不整 狼狈不堪 看着自己的狼狈样样 徐安不由一阵咬牙切齿 众目睽睽之下 欺负我算什么本事 有本事跟着本少爷进徐家 老子一个人占你们一群 眼看一群女人再度围了过来 徐安吓了一跳 正想叫无邪拦住 结果 无邪直接施展轻功离开 不想再管这个 有异性没人性的家伙 盖薇抱着双手刀站在远处 直接抬头看天 徐安看着这一幕 险些破口大骂 你们这是嫉妒少爷 我的人格魅力好吧 不过他现在可没时间 去和无邪与盖薇计较 见到一群美女围上来 他吓得差点没一头再下马车 大意了 敢光天化日堵他的女人 能是简单的女人吗 徐安连忙摆手道 诸位美女 咱们有事说事 千万别动手 我徐安是个正常人 一群美女笑盈盈地盯着他 正常人 正常人手这么不老实 想要趁机占我们便宜 那就看看 到底是谁占谁便宜 徐安 你不是说了吗 要挤就挤你 我们只是你的指示 做而已 一个英姿飒爽的大美女 笑着说道 徐安记得她 当初在萧莱的生日宴上 就是她带头勾搭她的 她是威武侯家的大小姐 云莲一 记忆中是一个狠虎的女人 徐安看着云莲一 险些忍不住 催她一口 你那是挤吗 又揉又捏的 这原本该是老子干的事好吧 第610章 我支持你们翻墙来找我 徐安看着云莲一 笑道 莲姨姐 咱别闹了 说正事吧 你们这么多人 堵在徐家大门前 总不能就只是为了非礼我吧 云莲一双手还胸 下巴冲着徐安扬了扬 姐姐若说是呢 那没啥说的了 徐安手一抬 扫过全场 找个没人的地方 少有躺平 任由你们胡作非为 听到徐安这话 饶势在胆大 现场很多美女 也都脸红了 呸 不要脸 想什么美事呢 还让我们胡作非为 有本事你付出行动啊 只动嘴皮子算什么本事 就连云莲一 这时撬脸也有些发烧 论不要脸 他们所有人加在一起 都不是徐安的对手 这家伙的脸皮 简直比京都城墙都还要厚 不能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下去 否则吃亏的只能是他们 云莲一瞪了徐安一眼 转移了话题 徐安 你昨晚带着人闹得那么大 现在该带我们一起玩玩了 喂喂 连云姐 虽然我和你还算熟 但你也不能这样冤枉我 徐安吓了一跳 直接否认道 昨晚的事 是大到储流相干的 和我没有半点关系 你可别冤枉人 切 现场顿时响起一阵哄笑声 还和你没关系 现在整个京都 谁不知道 这件事是你徐安做的 除了你 京都谁还有这样的本事 能道出这么大的幺蛾子 喂 你们啥意思 这真不是我做的 徐安抱着双手 站在马车上 道 老子再度严正声明 不对昨晚的事情负责 好吧 就算是楚流相做得好了 云连一走上前 在徐安面前停下脚步 那现在咱们闹 应该没问题吧 你 不 楚流相将京都豪族抢了一次 咱们还可以再抢一次 前几日 我们可是 都在京都豪族的钱庄 存了银子的 现在他们的钱庄出世 按照大钱率 他们得十倍赔偿 我们得让他们 赔得倾家荡产 徐安文言愣在当场 我擦 我居然把这事给忘记了 当初的计划 将的确是将京都豪族往死里坑 但这个计划的前提是 赵斯得活着 现在赵斯死了 要是再按照之前的计划闹上一场 那京都豪族得 直接破产不可 那袁康帝 想要拿京都豪族 来稳住天下豪族的计划 可就泡汤了 到时候 藩王要造反 所属的豪族士族 可能都会应从 毕竟要是不答应 等到袁康帝动手的时候 他们可是会倾家荡产的 哼 屑时他这个罪魁祸首 屁股开花 都是青的京都豪族不能乱了 现在天下还需要他们 但欠下的债 还是得还 哼 原来是这事 莲姨姐 你不说我都忘记了 徐安抬手拍着胸口 道 诸位姐姐要是信得过我 那这件事我来解决 保证让你们都拿到十倍赔偿 不过 闹咱们还是别闹了吧 云莲姨俏脸一沉 打断徐安 怎么电 你瞧不起我们女人 昨晚你都带着一群流民闹了 咱现在就不能带我们闹 我们也想过过瘾 周围顿时响起了一阵复合声 徐安扫了一圈 发现不仅是眼前这群美女 还有周围围观的百姓 也都蠢蠢欲试 显然聚在这里的人 大多都是在京都豪族的钱庄中 存有银子的 徐安 徐安咽了咽口水 心头直发毛 昨天晚上之所以闹 那是因为做了详细的计划 连退路 可能出现了意外 出现意外的补救方法 不详细地做了计划 但你们这是没计划呀 你们这么上来 就让我带着你们整腰额子 要是事情失控了怎么办 要是京都豪族不堪受辱 直接动手反抗了怎么办 爽完的后果 就是被袁康帝砍头 连衣姐 真不是瞧不起你们 而是不能闹 徐安深吸一口气 看向连衣 道 昨晚闹 那是因为天时地利人和 闹起来大家相互配合 没有太大问题 但现在不行了 禁军 巡防营 黑甲军 玉林军这些拱卫京都的军队 可都还在城里呢 咱们要是闹起来 他们万一觉得我们是叛乱 那还不得收拾我们 再说 要闹也要等和京都豪族谈崩了吧 咱们现在谈都还没谈 就先闹起来了 那追究起来 也是咱们理亏 到时候要是陛下追责 咱们都吃不了兜着走 众人听完徐安的话 仔细一想 都不有点点头 有道理啊 京都豪族没说不给钱 现在先闹起来了 吃亏的是他们 道理是有道理 但这是吧 难道没得商量 云联衣皱了皱眉 很不甘心 他们都来了 总不能就这样回去吧 这是没商量 不过倒是有件事 你们可以商量下 徐安想到了孔烟之前 心心念念的事 笑着说道 南城县即将举办 大前第一所女子学院 学院院长是高杨公主 诸位姐姐要是不想任命 不想凭什么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就乱嫁人的话 可以去南城女子学院 学习学习 不久之后 女人也能参与科举选拔 届时 若是你们有人能高中 那就能入朝为官 说不定 将来你们之中 还出现一两个宰相 和女大将军呢 徐安觉得 这是得尽快落实了 刚好趁这个机会 为南城女子学院造势 而且这些美女 大多出身书香门第 刚出现在这里 赌他就证明 他们不想任命 有自己的主张 既然不想任命 那南城县女子学院 就是他们最好的归宿 果然听到徐安这话 现场顿时安静了下来 他们大多人 都读过徐安的大前少年说 深受触动 只是碍于家庭压力 一直没敢付诸行动 但现在不一样了 徐安和高杨公主 联手开的女子学院 再度点燃了他们的希望 至少家里 不会再敢说什么 许久 消化完信息的 一群美女美眸 下意识地看向徐安 那炙热的眼神 恨不得将徐安给融化了 徐小公爷 你说的可是真的 有人颤抖着声音问道 徐安松了一口气 靠 总算是将他们的注意力 给引开了 他重重点了点头 道 千真万确 南城女子学院 已经开始建了 顶多两三个月 便能投入使用 到时候 你们到女子学院报到就行 嗯 南城县衙里女子学院很近 我很支持你们翻墙来找我 到时候 小爷我会让你们知道 花儿为何这样红 徐安在心头暗暗补充了一句 第611章 大白菜被诸拱了 徐安的声音传遍全场 整条街再度安静了下来 他们大多是闲得无聊 想要趁这个机会 让徐安带着他们闹闹 现在忽然发现 其实他们还可以有更高的追求 有更高的追求 那和徐安闹幺蛾子 就不是那么的有必要了 好 徐安 你说的话我记住了 我就等三个月 云联衣抬头看向徐安 道 三个月后 要是南城女子学院没有开起来 我就找你算账 没问题 徐安翘着大拇指指着自己 道 要是有问题 你们都来找我 嗯 不过下一次最好换个地方 好了 诸位姐姐 先散了吧 不然等下徐芳营盖过来了 以前徐芳营是追着 他们这些武将弟子到处跑 现在要是追着一群美女到处跑 那画面 徐安甩了甩脑袋 算了 美女还是留着给自己追吧 一群美女听到徐安的话 俏脸也终于变了 要是被徐芳营抓住 还要通知家里来领人 那可就太丢人了 好了 姐妹们 先散了吧 咱们就等徐晓公爷的好消息吧 云联衣不是傻子 这时候已经冷静下来 徐安抛出南城女子学院 是在故意转移话题 以徐安的性格 只要京都豪族该灭 他才不会管什么天时地利人和 他现在说这么多 无非就是在暗示京都豪族 现在不能动 怎么不能动他不知道 但他相信徐安 他看着身后的一群姐们 笑道 也交给徐晓公爷去谈吧 想必用不了多久 我们都能拿到属于自己的赔偿 一群美女听到云联衣的话 这才恋恋不舍地离开 很多美女三步一回头 看着徐安的美眸充满忧怨 闹不成了 还怎么和徐安培养感情 徐安 你欠姐姐一个人情 别忘记了云联衣美眸腻了一眼徐安 挑衅地扬了扬拳头 徐安无语 什么叫我欠你人情 难道不是你们欠我人情吗 我可是拯救了你们 美女们 唉 老子就想要休息一下 看来计划又破灭了 看到停在街上的上百辆马车 渐渐驶离 徐安抬手拍了拍额头 道 走 去王家 得把账算一下了 免得再出现意外 这些百姓 美女们的私房钱 都进了他和袁康帝的口袋 退回去是不可能的 只能督促京都豪族尽快还钱 免得再生事端 皇宫 徐书房 袁康帝听完天剑和天狱的禀报 不由揉了揉眉心 徐安将天牢那群高手全放走了 这小兔崽子又擅自主张 你爹不在 你好歹和朕商量一下吧 你眼里还有没有震了 天剑和天狱看到袁康帝 脸色有些不爽 两人心头也直发虚 说实话 徐安放走天牢那群高手 当时他们绝对有能力阻止 只是他们并没有 天牢那鬼地方 他们一待就是十几年 早腻了 早想要换个环境了 陛下 是否需要将人再抓回来 天剑拱了拱手 硬着头皮说道 抓 怎么抓 你当四镜高手是大白菜 坐在地上等你去摘呢 他们现在估计 都快出京都地界了 袁康帝美好气地瞪了天剑眼 老家伙 真以为朕不知道 你们那点小心思 他摇了摇头 道 罢了 这些人现在几乎都是徐安的人了 已经没有太大的威胁了 既然徐安相信他们 那便让他们走吧 徐安即将下江南 你们两个老东西 不是不想在京都待了吗 那就给朕暗中保护徐安吧 天剑和天狱连忙拱手 道 遵旨 别看他们在天牢的时候 左一个狗皇帝 右一个狗袁康 真面对袁康帝 两人却是连半点脾气都没有 袁康帝是神游玄境这件事 他们是知道的 在神游玄境面前跳 他们不觉得自己有徐安那么好的命 待天剑和天狱推下之后 袁康帝轻叹一口气 看向身后的帷幕道 皇后 你觉得这小子这一招 是福是祸 皇后从帷幕后走了出来 他手中正拿着小本本 小本本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 只是通篇几乎都是徐安 袁康帝嘴角猛地抽了抽 道 徐安放天牢高手 这不用记了吧 谁告诉你 本宫记的是这件事 本宫记的是其他的事 皇后脸色有些难看 瞪着袁康帝道 那小兔崽子在雍州 把你女儿给祸害了知道吗 前几日 那小兔崽子亲自承认了他 皇后已经得到 萧兰身边丫鬟的禀报 再加上两个丫鬟 为了表公添油加醋了一些 汇报到皇后这里的时候 已经成了徐安和萧兰 坦诚相待滚床单了 要不是因为徐安忙着坑京都豪足 他早就将徐安拎进皇宫收拾一顿了 什么 他敢 袁康帝一听 也直接炸了 别看他总是想着 将给自己的女儿和徐安下一副猛药 但那也只是说说而已 现在听到自家大白菜 被徐安这兔崽子拱了 袁康帝只觉得 胸前稀里哗啦 心碎了一地着 这怎么可能呢 徐安那小子 还有这样的胆子 难怪徐安上了皇后的小本本 朕现在也很想收拾他 孙雕四 袁康帝看向孙雕四 指着大门外道 去 把徐安叫来见朕 敢祸害朕的女儿 朕打不死他 说完 又给孙雕四打了一个眼色 孙雕四瞄懂 叫徐安进宫是假 通风报信是真 皇帝知道 让徐安去江南 这家伙肯定拖拖拉拉不走 要是知道 他现在上了皇后的小本本 他肯定麻溜去江南 是 老奴这就去将徐安抓进宫 孙雕四拱手一礼 转身离开 袁康帝看向皇后 道 皇后 萧萧切 等这家伙进了宫 咱们好好地审问审问 当然这不全是坏事 兰儿和徐安也到了澄清的年纪 皇后逆着袁康帝 声音冷了下来 顺序错了 袁康帝眼皮猛的一跳 你还有脸说顺序错了 你也不想想当年 你对朕做了什么 给朕下药 让朕失去反抗之力 然后把朕包个金光 对朕 顺序错了 那他们也是和你学的 第612章 挨打药力政 京都 王家 王大宝坐在大厅中 听完管家的汇报 整个人都 虚拖在了靠椅上 老爷 我们的现营 都被徐安洗劫一空了 没有半点存余 老管家想到 那群土匪搬走 银库的画面 泪流满面 现在 咱们王家还欠着 一百多万两的债务 要是让那些储户知道 咱们银库被洗劫 肯定会闹事 王大宝痛苦地 闭上了眼睛 道 自信点 那些储户已经知道了 当初徐安在王家 钱庄存钱 半个京都的人都知道 徐安要闹幺蛾子 当时就有很多人 跟着凑热闹 还有昨晚的是 整个京都的人 谁不知道是徐安干的 自己存钱 自己抢回来 还让钱庄十倍赔偿 大赚特赚 简直不要太无耻 当然 虽然是敌人 但王大宝不得不承认 徐安这一波反击 堪称完美 因为哪怕明知道 是徐安干的 但他们 却不敢深究 追究下来 徐安肯定能将 自己摘得干干净净 他们是洗不干净的 京都豪族和赵斯那点东西 经不住原康帝查的 别的不说 单单是和赵斯勾结 引叛军进京都这一条 就足够杀得 京都豪族人头滚滚 错了就认罚 挨打药立正 这话是徐安说的 我觉得很有道理 王大宝深吸一口气 又缓缓吐出 他睁开眼看向管家 道 将王家的店铺 粮田 房产 以及所掌控的资源 能卖的都卖了吧 先把这次危机 度过去再说 管家抹着眼泪 道 这些东西是王家的立身之本 真要卖出去了 王家肯定会因此一蹶不振 钱财没了 大不了再赚就是了 但王家遭到灭门 那就什么都没有了 王大宝苦涩说道 他不是傻子 原康帝杀赵斯 显然就是一个事情 不扩大的信号 这时候 只要不找死 一般都不会死 但如果还不甘心去挣扎 赵斯这只老鸡的下场 就是他们 这群猴的下场 司徒男就是看清楚了这点 昨晚才严正警告他们 该受罚受罚 不要妄图做无谓的反抗 否则必死无疑 老爷 门外有人求见 这时 门房走了进来 拱手道 那人说只要见他 他能帮助王家度过危机 听到这话 老管家顿时激动起来 王大宝脸色却骤然阴沉下来 该不会是司徒男的预言成真了 真有人这时候 上门来招揽他们 这哪里是招揽 这简直就是说 阎王等不及了 让他王家赶紧上路好吧 不见 王家这段时间闭门谢客 不接待任何客人 王大宝直接拒绝 开什么玩笑 听了司徒男一句劝 他赔得底朝天 现在再听一次劝 下次估计连命都没了 只是门房还没有出门 一道倾笑声已经传来 司徒家主 贵客临门却要遭到驱赶 这可不是什么待客之道 听到这声音 王大宝陡然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只见一个穿着黑衣的中年男人 正背着双手 从外面走了进来 在他身后 还跟着两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此时他们手中正拎着王家的两个门房小丝 只是那两个小丝 已经一动不动 显然已经死了 王大宝脸上骤然泛起冷意 这中年男人他并不认识 对方一到王家就动手杀人 这是要给王家一个下马威 说实话 王大宝虽然讨厌徐安 甚至恨徐安不死 但作为对手他很敬佩徐安 因为徐安从不伤及无辜 哪怕京都豪族跟着赵斯 想要以京都无数百姓的性命为代价 来掌控京都 他徐安昨晚的抢劫行动 依旧没有伤及他们的家人 哪怕是他们家中的下人 只要不反抗 都没有生命危险 但现在这男人 竟然上门直接杀人 强势霸道 丝毫没有将王家放在眼里 贵客 阁下不请自来 还杀我王家的人 算哪门子贵客 王大宝面色冰冷 指着大门 我不管你们来自何方势力 大门在那边 请便吧 对方敢如此霸道 显然身后的势力不容小觑 王家现在风雨飘摇 王大宝不想在这时候 然而对方却没有理会王大宝 静止走到王大宝的身边坐了下来 随手给自己倒了一杯茶 结果倒出来的只是一杯清水 男人提着茶壶笑了起来 哼 看来昨晚徐安洗劫得很彻底 王家竟然连茶叶都用不上了 不过没关系 王家这也算不破不利了 想必有我们的扶持 王家用不了多久 便能重新恢复巅峰 男人抬头看了一眼王大宝 目光略带轻面 哦 不好意思 忘记自我介绍了 在下未叙 隐门中人王大宝瞳孔陡然一缩 隐门 隐门竟然亲自找上门来了 一时之间 王大宝只感到浑身直冒冷气 隐门 那可是九州天下最可怕的势力之一 要碾死王家 那就像是才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 只是虽然畏惧 但王大宝并没有失去理智 隐门是强大 但这里是大钱 你隐门扶持了赵斯都死了 你跑到我王家 耍什么威风 多谢 但我王家不需要任何帮助 王大宝站了起来 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请离开王家 哪怕你是隐门的人 王家也不想再和你们有任何关系 哦 王家主这是要拒绝我隐门的好意 魏絮放下手中的茶杯 嘴角依旧带着笑意 只是目光已经冷了下来 隐门的好意 我王家承受不起 也没有那个能力去承受 王大宝冷亨 拒绝隐门不会马上死 但是和隐门勾结 肯定会死的不能再死 怎么 王家主 死了一个赵斯 你们就怕了 魏絮指尖敲着桌案 笑容玩味而挑衅到 赵斯是死了 不过他对我隐门 不过只是个可有可无的角色吧 现在他死了 我隐门真正扶持的人也出事了 王家主真想放弃这破天的富贵 我家少主说了 只要王家主愿意臣服 王家所有的债务 我们帮助清还 当然 王家主可以拒绝 魏絮抬起头 笑道 只是拒绝的代价有些严重 王家可能会就此从京都除名 徐安慧立威 我隐门 也需要立威 我想 王家主一定不想成为 被用来立威的对象吧 第613章 对 我就是在威胁你 王大宝脸色铁青 盯着魏絮没有说话 他之所以强势 是认为隐门就算再强 赵斯都死了 他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卷土重来 却没想到隐门竟然这么霸斗 不和他们同流合污 他们竟然想要除掉王家 怎么 阁下这是威胁我 王大宝冷哼道 对 我就是在威胁你 魏絮点点头 双手撑着下巴 平静地盯着王大宝 要么臣服 要么死 说到这里 他指了指身侧的两人 道 他们都是四镜高手 要屠戮王家 你说需要多少时间 一炷香 还是半炷香 不行 还是太长了 我堵半炷香都不到 魏絮争鸣一笑 你说呢 王家主 你敢 王大宝大怒 他紧钻拳头 气愤的额上的青筋都拖了起来 昨晚因为徐安大闹一场 他原本养着看家护院的两个四镜高手 今天一早直接提出离职 离开了王家 现在担任王家护卫的 只有王家的一群家丁 但他们几乎没有什么武艺 在四镜高手面前 那就是大白菜 想怎么砍 就这么砍 如今魏絮身边有两大四镜高手 想要屠戮王家 根本不需要半炷香的时间 片刻功夫 就能让王家血流成河 嗯 我敢 魏絮竖起三根手指 我给你三个竖的时间 要是还是执迷不误 我坐在这里 亲自送王家主上路 一 二 魏絮嘴角带着笑容 笑容却充满残忍 他竖起了三根手指 一根根回收 他就不信 王大宝真敢拿王家上百人的性命 拿来做赌注 当然 要是王大宝不识好歹 那便是屠戮了王家又如何 届时 全部推给徐安救世了 反正徐安和王大宝 本来就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王大宝死死盯着魏絮 老眼心红 脸色争鸣 愤怒 恐惧 悲哀 短短几秒的时间 无数种情绪 几乎在他心头肆虐了一遍 让他觉得自己无比可笑 明明和徐安 才是不死不休的敌人 结果徐安在动手的时候 竟然考虑到了他们家人的安全 而隐门呢 这些年 就算彼此没有太大的交集 但因为赵斯的关系 他们也算是盟友吧 如今却是盟友第一时间 想要他们的命 怎么办 和隐门合作是死 不和隐门合作 还是死 自己死不要紧 但不能拿王家几百条 人命冒险啊 王大宝攥紧拳头 在心头剧烈挣扎 经过昨晚的事 他觉得自己已经想通了 不想在掺和进这些恩怨纠葛之中 没想到 还是摆脱不了被操控的命运 三 这时 一道渐渐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声音极为熟悉 以前听到这声音 王大宝就火大 但现在听到这声音 他竟然觉得如此动听 宛若天籁 徐安 王大宝猛地抬头向外看去 便见到徐安抱着双手 从外门走了进来 他的身后 跟着的是吴邪和盖威 还有那个就知道吃的南疆圣女 他 他怎么来了 未续看到徐安 嘴角的笑容 直接就僵硬在了脸上 这时候徐安难道不应该 举杯欢庆杯酒盐欢吗 他跑来王家做什么 他有隐门撑腰 所以丝毫不将王家放在眼里 但徐安有袁康帝和徐潇撑腰 丝毫不将隐门放在眼里 这家伙可是敢杀赵斯 敢灭天门山的人物 更别说他这种小人物了 徐小公爷 我检举 他们都是隐门的人 王大宝回过神 直接指着魏絮 报 他们想要逼迫王家和他们合作 继续和大前作对 我可没答应啊 魏絮愣愣地看向王大宝 整个人都有心猛 怎么 我隐门还比不过一个败家子是吧 刚才对你威逼利诱 你还在我勉强装强势 结果徐安一出现 你当场就认怂 还一副孩子受到欺负 见到老子要告状的样子 能不能要点脸了 你好歹是一家之主啊 隐门啊 看来赵斯虽死 隐门又要扶持出新人物 来搅动风云了呗 徐安看向魏絮 眼睛眯了起来 不 不是扶持新人 魏絮刚才说了 赵斯只是个可有可无的人物 并不是隐门真正扶持的人 王大宝立即举手 到 魏絮还说 现在是隐门真正扶持的人出事了 以后和你还有陛下交手的 就是这个人 他们重新笼络京都豪族 想要京都豪族 再次为他们冲锋陷阵 魏絮 魏絮看着王大宝 整个人都猛逼了 我刚才有说过这些话吗 我刚才说了什么 我竟然主动暴露了这么多东西 魏絮仔细一想 好像还真说了 他当时是想以压倒性的气势 直接压服王大宝 没想到 现在王大宝竟然直接将这些信息告诉徐安 向徐安以示诚意 这老狐猎 简直无耻 徐安这时看着王大宝 也是一阵错愕 老王你这态度 让我有些猝不及防 不过很快 徐安便释然了 昨晚事情闹得这么大 对京都豪族造成的威慑可想而知 更别说狗皇帝 最后还亲自送他们一幅诏丝升天图 不过 不得不说王大宝给的消息 的确是个重磅消息 尹门真正扶持的人不是赵斯 那岂不是说 赵斯这些年只是一个影子 一个影子 搅动大前几十年的风云 这特妈就有些欺负人了 对大前来说就是奇耻大辱 徐安看向魏旭 道 喂 老兄 说说看 尹门真正扶持的人是谁 答案我要是满意 说不定可以放你们一条生路 魏旭冷笑一声 道 别说我不知道 就算我知道 你觉得我会告诉你 嗯 我就喜欢有骨气的人 徐安点点头 挥了挥手道 留着没用 都宰了吧 吴邪 盖威直接就向着魏旭身后的 那两个四镜高手冲了过去 只是还没有靠近 魏旭身后的那两个四镜高手 白眼一番 已经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徐安 吴邪以及盖威的目光齐齐 看向吃鱼 吃鱼咬着糕点 眨眨眉毛道 哦 不好意思 老子手痒没忍住 听到这话 徐安三人只觉得头皮发麻 大姐 你可千万要忍住了 你这一直和我们在一起 要是一个没忍住 我们岂不是死都不知道怎么死 第614章 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王大宝更是吓得脸色发白 刚才魏旭带着 两大四镜高手威胁他 他都快绝望了 现在面对吃鱼他才知道 什么叫绝望 这要是徐安有什么歹心 要灭他王家满门 那直接是窍无声息 这时 王大宝才知道 南疆圣女的可怕 他要是不被徐安一顿饭给拐跑了 有他相助赵司 京都无数人死都不知道这么死 那肯定会引起大恐慌 徐安就算有通天的本事 恐怕也迫不可栽心局 可惜 他被徐安一顿饭拐跑了 魏旭还想叫两大高手杀出去呢 现在整个人都呆住了 看着死的不能再死的四镜高手 他抬头看向徐安脸色骤然冰冷下来 徐安 你敢与我隐门作对 你在找死 哟 赵司都挂了 你居然还用隐门威胁我 徐安走进大厅 抱着双手逆了一眼魏旭 看向无邪道 打断他的手脚 送回秦英小柱 这时候敢搞事情的 除了萧元轩 还有谁无邪微微皱眉 那么麻烦干什么 杀了便是 警告啊 再敢乱搞京都 我就搞死他们 徐安淡淡道 这家伙不过是马前卒 或者说 只是隐门在京都某个联络站的小人物而已 接触不到真正的秘密 知道的消息有限 就算是严刑拷打 也得不到什么有用的消息 说到这里 徐安没好气的瞪了痴雨一眼 道 我敢保证 这家伙知道的 还没有那两个四镜高手知道的多 痴雨自顾吃糕点 理都没理 魏絮下的脸色煞白 哪里还有刚才的嚣张 刚才他是王大宝为蝼蚁 可以随意宰杀 现在风水轮流转 轮到他成为蝼蚁了 无邪点点头 直接走上前 两拳砸在魏絮的身上 咔嚓咔嚓 骨头碎裂声 陡然在空气中响起 接着传来了魏絮凄厉的惨叫声 随即 无邪直接拎着魏絮的一条腿 死狗一般将他向门外拖去 王大宝看着这一幕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他总觉得 徐安做这一切都是 做给他看的 似乎告诉他要听话 不听话 下一个就是你了 等无邪将魏絮丢出门 徐安才看向王大宝 道 王家主 结果他刚开口 王大宝直接就吓得一个机灵 他连忙看向徐安拱手道 徐小公也请放心 我王家这就卖田卖房 将欠你的钱全部还上 欠那些储户的钱 我王家也会十倍赔偿 说这些话时 王大宝心都碎了 此事过后 王家将彻底退出京都这个大舞台 唯一的安慰是家人都活了下来 虽然将来下地狱 肯定会被祖宗揣得再死一次 但目前这是他的唯一选择了 钱和命 他选命 以前富贵的时候 他总以为能将天下人物 玩弄于鼓掌之中 视苍生百姓为蝼蚁 如今他才发现在 徐安元康帝这些人面前 他何尝不是蝼蚁呢 只是徐安听到这话都无语了 老子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连京都无数美女都想要睡我 我有那么可怕吗 我还什么都没说呢 你就先表态了 态度很好 值得表扬 但问题是 问过我的意见了吗 王家主 欠债还钱 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徐安看着桌上的清水 嘴角也在轻微地抽搐 这群家伙 怕不是真的穷疯了吧 让他们只拿金银和值钱的东西 结果 他们竟然连茶叶都不放过 简直就是土匪中的土匪好吧 难怪王大宝认怂得这么快 他估计以为 老子这是逼债来了吧 徐安干咳一声 道 不过 王家主 我这里有一个更好的方案 你不妨考虑一下 考虑 你这小王八蛋 又想给我挖坑吧 王大宝直接摇头 道 不用考虑 王家败了 就得承受损失 这是王家的命 谢谢徐小公爷的好意 他已经被徐安坑得有后遗症了 不相信徐安的任何话怕 徐安一巴掌拍在桌上 怒道 少废话 那么快做决定干嘛 你是做生意的 知不知道 什么叫三四二后行 给我听好了 那些储户的钱 必须十倍还给他们 至于欠我徐安 以及太子和高阳公主的银子 本少爷准许你们暂时先拖欠 等王家将来缓过来了 再给我们补还上 当然 立钱按市场算 王大宝听到这话 直接待在当场 难以置信地看着徐安 单单是徐安 太子萧元朗 高阳公主的账 全部凭了得花近七八十万两 如果徐安和太子的账可以挽还 那王家平挽储户的账 剩下的银子 足够王家重新东山再起 只是徐安有这么好心 王家可是他亲手推进地狱的 现在竟然又想要将他们 从地狱中捞回来 闹闹 徐小公爷 你和老夫说句实话吧 你到底想怎么样 王大宝看着徐安 整个人都有些惶恐了 我这都被你坑怕了 你现在这么好心 我怕我将来赔得更多 他现在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井生 我不想让王家就这么垮台 你好称京都粮王 整个经济过半的粮食 都出自你王家 你王家现在要势到了 京都有很多人得恶毒子 徐安逆了一眼王大宝 道 当然 还有一个原因 你们现在还不能垮 照死死了 天下豪族都在看你们 你要在这时候倾家荡产 会影响陛下的大计 虽然咱们有私人恩怨 但在国家大义面前 我觉得私人恩怨 还是能放一下的 南城商盟虽然发展迅速 但京都豪族在京都几百年了 影响到各行各业 很多产业 不是刚刚发展起来的 南城商盟所能替代的 那就只能让京都豪族 自己来干了 这会花费巨额钱财 不过徐安不在意 全当是对他们 为以前的不可一事买单吧 王大宝听到这话 顿时彻底放心了 他明白徐安的意思 照死死了 这个最大的毒瘤除掉了 那暗流涌动的京都 应该停下来好好的发展 而不是继续内斗消耗 王大宝深吸一口气 随即看向徐安重重拱手道 徐晓公爷大意 我王大宝算彻底服气了 自今日起 徐晓公爷但凡有吩咐 我王大宝必定万死不辞 第615章 徐清风的实验报告 王大宝得到徐安的肯定 确定徐安没有消遣他 也没有给他挖坑 看徐安的目光 那是各种顺眼 怎么没发现 这家伙其实认真起来的时候 还是蛮帅的呢 肯定是以前被仇恨迷了双眼 原本不死不休的两人 当即坐在一起相谈甚欢 说过去 谈现在 聊未来 甚至提到 怎么稳定京都豪族的时候 王大宝还大包大揽 让徐安这些事情都交给他 他能解决 京都豪族的情况 没有人比他更熟悉了 当然 他有条件 那就是徐安得保证 京都豪族的安全 毕竟这些年跟着赵斯混得太久了 和袁康帝都有点恩怨 怕袁康帝秋后算账 也怕隐门重新杀回来 只要徐安能保证这一点 他保证京都豪族以后 肯定老老实实的遵纪手法 本本分分的做生意 徐安当即便答应下来 赵斯死了 京都几乎都在狗皇帝的掌控之中 保证京都豪族的安全 没有任何问题 因为 这正中袁康帝下怀 并且 徐安为了表诚意 会让南城商盟尽可能的收敛一点 给京都豪族相应的发展空间 两人聊了近一个时辰 徐安才起声告辞 王大宝亲自将徐安送出了王家 老爷 徐安的话可信吗 看着徐安的马车远去 老管家皱着眉头问道 他总觉得 徐安说的有些虚无缥缈 像是什么都允诺了 又像是什么都没允诺 现在我们也没有选择了 只能选择相信 王大宝双手拢在袖中 眯着眼睛道 说实话 如果现在让我在所有人中 选择一个人相信的话 我会选择徐安 管家一正 道 那司徐家主呢 王大宝脸色骤然一沉 冷冷扫了一眼管家 别提那老家伙 晦气 司徐男 王家有今日的困境 司徐男有一半的功劳 当初要不是听他的劝 说什么徐安必死无疑 结果徐安获得欢蹦乱跳 王家却赔得倾家荡产 这干的叫人是吗 马车中 戴薇和吴邪也都看着徐安 脸色疑惑 他们也很不理解 徐安为何亲自跑这一遭 前妹收到就算了 他竟然还能和敌人相谈甚欢 京都豪族 剥削京都百姓这么多年 难道不应该直接灭了 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 没有永恒的敌人 也没有永恒的朋友 只有永恒的利益 徐安掀开车帘 看了一眼王家的方向 道 虽然我并不是很认可这句话 但不得不说 有一定的道理 因为这种说法 其实就是一种 为人处事的方法而已 徐安抬手拍了拍盖威的肩膀 道 朝堂不是江湖 江湖恩怨江湖了 快言仇 可我是徐安 是徐霄的儿子 是大前的世子爷 我不能只站在个人的角度 去考虑问题 如果只站在个人角度 我会灭掉京都所有豪族 可我不能 因为身份的原因 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代表的是狗皇帝和徐霄 这就是京都豪族存在的意义 吴邪和盖威相视一眼 也都一联盟 你别和我们说这么高深的事情 我们在意的 只是能不能杀而已 倒是没有想到 你还有这样的觉悟 随着一道弹幕的声音传来 接着马车微微一晃 显然有人登上了马车 随机车帘被人掀开 徐清风钻进了马车 他一进马车 徐安便看到 吴邪和盖威的身体 都陡然紧绷起来 两人都如临大敌 不用他开口 盖威瞬间站了起来 力所地钻出了马车 吴邪也没有说话 乖乖地站了起来 往外面走 只是脚步刚动 他直接被徐清风按了回去 你体内的真气有些紊乱 心绪很不平静 怎么回事 吴邪抱着剑的手微微一颤 将头扭到一边 怪你何事 你的状态不太对 不仅是心境出现了问题 武功也出现了问题 徐清风抬手抓住吴邪的手腕 吴邪下意识地想要收回去 徐清风脸色皱沉 你敢说一下试试 信不信我把你打得徐安都不认识 再说 你身上的秘密 还有什么我不知道的 后面的话 徐清风说得有些咬牙切齿 徐安瞬间竖起了耳朵 他是知道 老姐和吴邪肯定有故事 只是这个故事似乎有些曲折 无论是吴邪还是徐清风 都不愿意提起 唯一知道的是 他们之间产生了一点误会 然后徐清风追杀了吴邪三个月 至于什么样的误会 鬼知道 你的脉搏很不稳 实强实弱 虽然有伤 但伤的并不是太重 和伤无关 徐清风皱着眉头 看向徐安道 你此次下江南 就别带他了 他可能是要突破了 在京都突破比较好 那怎么行 吴邪可是我的贴身保镖 其他人我用着不放心 心头虽然这么想 但是关吴邪的安全 徐安连忙道 老姐 你的意思是说 他会有危险 不知道 可能有 可能没有 我需要研究研究 徐清风摇头 没危险 我不在 他会死 吴邪直接拒绝 他才不会留下来当试验品 淡淡扫了一眼徐安 吴邪道 出了精度 你放心将他交给谁 不靠谱的盖威 还是不靠谱的赤鱼 或者是不会武功的削懒 马车顶上 赤鱼下意识地向下看了一眼 说谁不靠谱呢 信不信我要死你 徐清风眉头微皱 忽然意识到 这的确是件大事 徐安和吴邪 他只能保一个 去江南还有一小段时间做准备 那就让徐安明日开始 跟着你学武 然后 徐清风将加在腋下的 一叠厚厚的资料 砸在徐安的手上 你原本是练武奇才 但根骨被人打断过 导致你沦为了废物 徐清风指了指徐安手上的资料 道 这是我研究了数千个舞者的 根骨框架得出来的结论 武功的强弱 境界的高低 的确和根骨密切相关 而根据我的研究 我认为根骨是可以替换的 徐安陡然感觉浑身凉嗖嗖 咋个意思 这是想要给我动手术呢 徐安咽了咽口水 低声道 老姐 你所谓的换 是什么意思 徐清风道 就是将别人的根骨 替换到你的身上 放心 这些年 我在记下学功 对人体结构有研究 不出意外的话能成功 徐安 徐安当时脸都黑了 那要是出现意外呢 那我是不是会死 这世界这么美好 如此多的美女这么惦记我 老子疯了才想死好吧 第616章 你的晋级条件 就是要杀我大哥 说实话 徐安现在挺感动的 老姐这些年辛苦研究这些 都是为了她 为了替她解决根骨断裂的问题 甚至这些数据 肯定都有天牢高手的一份功劳 他们都被徐清风研究过 所以才那么害怕徐清风 只是徐清风得到的结论 太惊世害俗 换根骨 他前世之道 换肾脏换心脏的 但这换骨头的他 还是第一次听到 先别说徐清风能不能成功 就现在的医疗条件 你确定能做这么一场大手术 徐安无语地扫了一眼徐清风 老姐 想要完成你这远大目标之前 首先你得先解决一个问题 血型问题 血型问题不解决 你这就是谋杀好吧 徐安听得头皮发麻 他可不想成为老姐的小白鼠 老姐辛苦了 但我徐安是顶天立地的男儿汉 岂会因为自己的根骨被废了 就去废了别人的根骨 这种事我徐安做不出来 徐安大意凛然 道 再说 根骨被废了 这是我命中该有的劫难 不就是一块骨吗 我徐安依旧可以用我自己的本事 告诉天下人 就算根骨被毁 我也能也不比任何人差 武功不行 咱还有文采 还有前世华夏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有这五千年的文化传承 就是武功不怎么样又如何 若我有称霸之心 整个天下所有神游玄境聚在一起 老子也有办法搞死他们好吧 无邪和徐清风盯着徐安 脸上都带着浓浓的不屑 怕就怕呗 怕还说得这么清新脱俗 除了你徐安 还真没谁了 怎么 你不信任我 徐清风怒 我信你个鬼 要技术没技术 要经验没经验 上了手术台还吓得来 但这种话 徐安是不敢直接说的 不然会挨揍 他眼睛溜溜一转就有了主意 哪敢 我是觉得 这项伟大的技术 技术只能暂时先寄存在老姐这里 还不能面世 徐安轻叹一声 道 这项技术还不太成熟 如今大前又正逢乱世 一旦这项技术流出去 没有完善的法律来保护 对百姓就是灭顶之灾 可能很多大佬会出手 寻找武学奇才 然后将他们的根骨 换给自己的后背 老姐你想想 那将会是一个怎么的可怕事件 徐清风沉吟了一下 点头 赞成了徐安的话 行 那就给你三个月的时间 三个月后 你的功夫练到五副六品左右 那就听你的 徐清风淡淡扫了一眼徐安 声音不容置疑 要是三个月练不到六品 那就听我的 换骨 徐安 徐安当场就猛逼了 啥玩意儿 三个月练到六品 开什么玩笑呢 城虎 秦怀玉他们自幼习武 十七八岁了 还在六七品徘徊 你让我一个没有任何功夫底子的人 三个月练到六品 这怎么可能 老姐你是在谋杀好吗 姐 清姐 你听我狡辩 不对 你听我解释下 徐安下意识伸手 想要抓住徐清风 结果抓住的只有封徐清风施展轻功 早回研究院了 徐安只能俯着胸口 满脸崩溃 姐 你这不道德 我是你亲弟不 你竟然忍心 将往死路上逼 郑姐 身侧无邪的声音平静传来 徐安扭头看去 见到无邪点头道 他不是开玩笑 三个月内练不到六品 他真会给你换骨 无邪嘴角微扬 有些幸灾乐祸 好事啊 这样看你哪里还有 时间去拈花惹草 看你是要命 还是要女人 无邪 当年你开始练武的时候 练到六品 需要多长时间 徐安颓丧的坐回位置上 向无邪寻求安慰 无邪想了想 报 用了很久的时间 大概一个月吧 听到前面半句 徐安松了一口气 听到后面那句 徐安气得当场想要打人 靠 忘记了这家伙 也是个武学奇才啊 小小年纪 就被天心楼重点培养 要不是被他框过来 现在说不定 已经入了逍遥境界 滚 老子不想和你说话了 徐安双手捂着脸 沉生哀吼 看到徐安的样子 无邪嘴角微微扬起 看到这家伙吃扁 别说还挺爽的 徐清风没说错 无邪现在的真气 总是时不时暴动 这时 车顶吃雨的声音传来 似乎有随时突破 逍遥天境的迹象 只是无邪一直在压制而已 徐安愣了一下 顿时狠狠地瞪了无邪一眼 这混账 刚才被他岔开话题 将话题引到自己的身上 去了 无邪 这怎么回事 你说清楚 徐安看向无邪 满脸警告 这家伙平时话就少 几乎什么事都不形于色 除了几次他身处险境的时候 才见到过他身上 有强烈的情绪波动 要是不逼得紧 他几乎什么都不会说 一个太极害了叶孤玉 徐安不想再因为自己 让身边的人再遭遇危险 没事 但面对徐安的质问 无邪却只平淡地回了两个字 不过看到徐安脸上担忧 他心里 竟然莫名地有些高兴 有事 而且是大事 盖威双手刀挑开车帘进来 坐在了徐安身侧 他直接无视无邪的警告 看向徐安道 我一直以为他不突破 是因为他的心态发生了变化 杀星剑已经不冷 现在我才忽然想起 天星的武功 似乎是随着武道等级的提升而提升的 譬如无邪 他到达了逍遥境 那就需要足够的贡献 来兑换天星楼逍遥境的功法 要是没有逍遥境的功法 他进入逍遥境 随时都可能走火入魔 所以这家伙 才一直企图压制境界 体内的真气才这么暴躁 什么 徐安猛地站了起来 他完全没想到 竟然又是因为功法 看着平静无的无邪 徐安险些忍不住 一拳砸了过去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为什么不早说 你要早说 我早就帮你解决了 你要早说 宇文户离不开京都 天星楼京都奋斗的舵主孤星堂 也不用死 一个东鱼皇子 一个天字号杀手 老子用他们 还换不来一部功法吗 无邪抬头看了一眼徐安 报 当时没想到这些 得了吧你 我看当时你还有点旧情吧 盖威冷笑一声 直接打断无邪 我要是没猜错 你晋级逍遥境所需要的贡献 就是杀我大哥吧 第617章 一定有阴谋 徐安目光瞬间落在无邪的身上 还有这事情 当时他忽悠无邪的时候 一番分析说 这是天星楼想要磨平无邪的灵脚 看来当时并不是只是磨平无邪的灵脚 那么简单 恐怕当时天星楼让无邪来执行这个任务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他徐安的命 能够让无邪攒够足够的贡献值 拿到晋级逍遥境的功法 无邪沉吟了一下 看向徐安认真道 没有功法 我依旧能踏入逍遥天境 甚至更高境界 杀徐安 他从未想过 盖威说的没错 在天星楼接这个任务的时候 他原本就是抗拒的 当然 这其中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徐安 而是因为徐清风 那个女人的弟弟 他说什么都下不去手的 只是他要是不接受任务 天星楼就会派其他人来执行任务 为了保护徐安 他才答应天星楼前来大前京都 结果徐安竟然这么能言善辩 愣是将他给从天星楼拉了过去 你说的我相信 但是你可能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是我绝不允许的 徐安攥紧拳头 随即又笑了起来 没事 不就是功法吗 交给我 找个机会 我和天星楼聊聊 不行 吴邪和盖威 几乎不约而同地开口道 两人的脸上同样充满警告 警告徐安别乱来 天星楼现在正愁着 没机会杀他徐安呢 他还敢送上门去找死 我又不是傻子 我是你们大哥 徐安当时就不乐意了 玩阴谋诡计 他徐安怕过谁 不就是天星楼吗 老子就不信 他们没有任何的利益输送 只要有利益输送 那就大有文章可做 譬如从宇文户的身上打开缺口 那家伙狂妄自大 玩他还不是简简单单轻松拿捏吗 至言之法 秦文俭那小妞应该已经找他谈了 徐安觉得这就是 他拿捏宇文户的手段之一 想要至言之法 可以 拿功法来换 就是不知道秦文俭那小妞 是不是把配方给了宇文户 那小妞应该不会那么傻吧 只是徐安没说完 无邪直接抬手打断徐安 强势道 大哥又怎样 我们认你才是大哥 我们不认 照样可以把你打一顿 无邪微微点头 可以 徐安气得险些忍不住一拳砸过去 可以你们大爷的 你们敢造反 信不信我关门 放徐霄 不对 放狗皇帝 先回去吧 这是不急 我需要再沉淀沉淀 无邪淡淡扫了一眼徐安 嘴角略带嘲讽 你还是先担心 你自己把三个月的时间 你要是练不到六品 我敢保证 你一定比我先死 徐安嘴角猛的抽了抽 得 又转移话题到我身上了是吧 而盖威顿时就震惊了 瞪大双眼指着徐安道 你 三个月武功练到六品 开什么玩笑 徐安当场黑脸 冷冷地盯着盖威 你大一大 老子虽然根骨肺了 不是练功的料了 你也不用这么直白吧 老子不要面子的嘛 吃雨 赶紧将这家伙带走 看到他心烦 徐安直接将盖威踹了出去 你牛逼 等一下你就在南镇府四窟吧 小半个时辰后 徐安终于安然进了徐家 门口终于没有人堵了 徐安刚松一口气 下一秒就险些跳了起来 只见孙雕四正笑呵呵地站在院中 徐安一颗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可别又来世了呀 徐小公爷 陛下让老奴问问您 您的屁股好了吗 孙雕四微微拱手笑着说道 以往这个老太监也总是笑嘻嘻的 但不知为何 此时徐安总觉得 这老太监的笑容充满不怀好意 他下意识地夹紧了腿 道 美好 你没看到还流泻了吗 老奴看到了 可是 皇后娘娘请徐小公爷进宫喝茶 咱家也很为难 老太监一甩心浮沉 一副很为难的样子 为难你大爷 你是想关报私仇吧 不就是昨晚打了你一顿吗 再说 那是为你好 要不打你一顿你怎么和狗皇帝汇报 现在 你居然还想关报私仇 徐安觉得 这次挨打 老太监绝对不会给他垫垫子了 这能忍 喂 老孙 你这啥意思呢 徐安走上前 目光上下打量孙雕四 咱们这么好的关系 你却想着要整我 这很不道德 赶紧的 说说皇后娘娘找我做什么 我记得我这段时间 没有得罪过她吧 没得罪过 娘娘的小本本 现在你徐安的名字 已经占了一半好吧 孙雕四怜悯地看了一眼徐安 道 娘娘得到消息 你在雍州欺负了公主殿下 此欺负非比欺负 徐安一愣才反映过来孙雕四的意思 这是说他把萧兰睡了 这特骂 老子是有这个心思 但还没付诸行动好吧 徐安瞬间蹦了起来 怒道 谁特骂的打老子小报告 不对 谁特骂乱打小报告 老子顶多就是牵牵手 牵牵手 没澄清 那也余理不合 徐小公也你这是不打自招 孙雕四拱了拱手 道 难道这不是徐小公 也破了灾心局当晚 亲口在徐家大门前承认的吗 公主的丫鬟 也只是将你当晚说的话 一字不漏地告诉了娘娘而已 徐安呆住 他当晚说什么了 他什么都没说啊 无非就是在军帐时候 因为萧兰儿的提议 他激动地抱了一下萧兰儿而已 这也算欺负 这明明只是我们夫妻间的小情趣 以我们现在这种关系 搁在后事 那是三天两头 往酒店跑的那种了好吧 这是误会 我可以解释的 徐安下意识地想要解释 但话没说完 他先挣住了解释个毛的解释 皇后明显是 想要借着这个机会收拾我吗 直着进宫得躺着出来 而且这次还没有垫子 想到那后果 徐安冷冷打了一个哆嗦 老孙 咱这关系这么好 你回去就说 没见到我 不 你回去就说 我在南城盲正时 暂时脱不开身 话是这么说 他甚至已经做了 被孙雕四强行带走的打算 却没想到 这老家伙竟然点头同意了 徐安愣住 阴谋 一定有阴谋 第618章 本王给他这个机会 徐安似笑非笑地看着孙雕四 这家伙什么鸟 他不知道吗 那就是袁康帝最忠诚的狗腿子 袁康帝说往西 他绝对不会往东 袁康帝让他砍他老子 他都能将自己的儿子也砍了 不然 他能掌控秀医使者这种 收集天下情报的重要机构 所以现在见到他 竟然欣然同意 徐安瞬间闻到了浓浓的阴谋味 狗皇帝又要闹幺蛾子了 你带的 刚刚灭掉赵斯 现在京都豪族正慌着呢 你就不能先安稳一段时间 等京都稳定下来你再浪不行吗 说吧 狗皇帝又想干什么 徐安盯着孙雕四 毫不客气地说道 孙雕四拱手一礼 道 因为江南水灾 弄得民怨沸腾 怨声再道 民不聊生 饿瓢遍野 陛下很担心江南的事情 常常愁得吃不上饭 这个时候 陛下不是太想管小公爷和公主殿下的事情 毕竟你们都是成年人了 只是要注意一点影响就可以了 说到这里 孙雕四脸色都有些不太自然 笑容也有些僵硬 他心里想到了自家主子当年的事情 当年主子还不是被皇后娘娘用墙的 现在竟然还这样对小公爷说教 而徐安听到这里 脸已经黑如锅底 狗皇帝你不当人子 什么叫不是太想管 合着老子去江南 你就不管 老子不去江南 你就管呗 你这是赤裸裸的威胁 还要不要脸了 我知道了 等徐萧回来 少爷我就去江南 徐安咬牙 瞪着孙雕四 没好气说道 回去告诉过皇帝 他藏的军粮 我要运走一部分 这是稳定江南的法宝 他要是不给 让他自己玩去 惹不起 躲不起 那老子 如你们所愿 跑得远远的搞事情去 然后弄个千军万马 老子造反打回来 吓不死你们 徐安在心头暗暗补充了一句 不过 现在还去不了 徐萧和徒弟叶孤裕 将有一场大战 他谁都放心不下 得留下来 给他们调节调节 当然 暂时去不了 但有些事情 还是可以做的 新军即将回到京都 作为他的嫡系 短暂的休整之后 便可以先下江南了 只是这一次去的 不只是新军 还得从在那南城县 历练国子剑剑生中 选出几个人 和新军一起南下 替他做前期的赈灾工作 而赈灾 最需要的就是粮食 这些年 袁康帝和徐萧 为了防备不时之需 可是在京都 建有秘密粮库的 当初经济战的时候 狗皇帝就等着他 去求狗皇帝 那批军粮 也就没有再派上用场 现在 该是那批军粮 面试的时候了 家有余粮心不慌 粮食到了江南 也能安一点明星 只是徐安没想到的是 这批粮食刚刚到江南 就给他惹了大麻烦 是 咱家会将徐小公爷的需求 全部回报陛下的 孙雕四走上前 用徐安和他 只能听到的声音道 不过 咱家劝小公爷 这几日 还是安分一点比较好 咱家来的时候 悄悄咪过娘娘的小账本 几乎全是 孙雕四拱手一礼 徐小公爷忙着 咱家到辞了 徐安哪里还听得到 孙雕四后面的话 此时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皇后的账本上 全是我的名字 开什么玩笑呢 老子不仅救过他 老子还为国家流过血 凭啥还要寄小爷我的账 就为了削懒 那是我媳妇好吧 别说啥都没发生 就算发生了又怎么样 我和我媳妇 婚前发生了一点 增进夫妻感情的事 不是很正常吗 当然 更让徐安无语的是狗皇帝 简直太狗了 明明是想要拿皇后的账本 威胁他 却搞得像是为了他好 给他通风报信 论狗 狗皇帝当属第一 徐安看向皇宫的方向 咬牙切齿 行 老子回去睡觉 接下来 老子不管任何鸟事 有事别找我 徐安直接回了后院 与此同时 萧元轩得到王家传来的消息 也在暴跳如雷 不识好歹 不识好歹 他们竟然敢公然反抗本王 本王要灭了他们 本王一定要灭了他们九族 萧元轩一脚将面前的椅子踢飞 指着门外怒喝 他气坏了 原本以为尹门亲自出手 重新招揽京都豪族 没有半点问题 结果计划才刚开始 尹门的人 直接就被徐安给干废了 王大宝更是成了徐安的代表 对京都豪族进行了游说 连司徒男这老狐狸 都亲自出手 为徐安站台 一番操作下来 京都豪族 几乎都成了徐安的人 他们的人重新找过去的时候 清泽冷嘲热讽 仲泽直接被打出了家门 这让萧元轩和魏子征人都骂了 这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徐安抢劫了京都豪族 让京都豪族几乎成了光棍 这时候 他们难道不该恨徐安不死吗 这时候 难道不该他们招招手 他们二话不说 就过来投奔吗 那为何现在京都豪族 不仅拒绝了他们 还一副非常感谢徐安的样子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殿下说得对 他们必须死 隐门不容挑衅魏子征 清明一口茶 缓缓地放下手中的茶杯道 不过 现在还不是时候 殿下现在要做的 是如何接受赵党 赵斯死了 现在赵党群龙无首 殿下可趁机掌控赵党 只要将赵党掌控在手中 要收拾京都豪族 不过是一句话的事情 将来殿下登基了 杀他们更是如杀鸡 魏子征在和袁康帝抢时间 赵斯死了 他以为袁康帝忙着整顿朝堂 没有时间去管京都豪族 他才想先借着隐门的威慑 拿下京都豪族 却没想到 京都豪族在遭到如此严重损失之后 竟然选择了向徐安妥协了 徐安 他又一次忽略了徐安 对 还有赵党 赵党必须掌控在本王的手中 萧元轩回过神 脸色争鸣道 这件事 就让杜如画来做吧 杜如画一直不甘趋于赵斯之下 现在 本王给他这个机会 第619章 传令下去 本王返了 八百里加急 北京大劫 大元帅徐潇一战斩首北敌八万人 一日 北京捷报入京 徐安劫略京都的热度 还没有弱下来 北京大劫的消息传入京都后 整个大前京都再次被引爆了 哈哈 果然胡子无犬妇啊 徐家父子 真乃我大前之救星也 先破鬼危 再破北敌大军 我大前百年屈辱 今朝终于扬眉吐气了 有徐家父子在 我大前必兴 京都街头巷尾 都在热议徐安和徐潇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热闹非凡 当然 也有人高兴不起来了 无论是赵党 还是其他党派的文官 这时候脸都凝成了麻花 徐潇和徐安连连告捷 这无疑是助长了皇帝的野心 他们现在的日子 本来就不好过 接下来恐怕就更难过了 以前皇帝要打仗 他们会说没钱 但现在皇帝要打仗 呵呵 皇帝有的是钱 唉 造灭啊 杜家 杜如画抬头看着天空耀眼的太阳 痛苦说道 谁能想到京都豪族 赵党几十年的积蓄抵运 就这样进了袁康帝的口袋呢 老爷 信王殿下派人过来了 想要见你 这时 管家进来说道 院中的杜如画 顿时打了一个哆嗦 猛地回头 目光冰冷地盯着管家道 不见 告诉外面的人 就说老夫病了 可能一两个月才能痊愈 杜如画知道萧元轩的心思 无非就是让他将赵党重新搞起来 但现在能搞吗 不能 现在谁搞谁死 他杜如画是有野心 但更惜命 老爷 你今日刚上早朝 管家低声道 你早朝还好好的 回来就病倒了 这也太假了 回来的路上 不小心染了风寒 大夫说了一个月内 见不得光 有问题 杜如画盯着管家道 接下来 无论谁找我 就这么告诉他们 现在徐家父子声望名望威望 在京都都到了巅峰 这时候搞事情 被搞死也是白死 是 老奴知道该怎么做了 管家连忙拱手一礼 转身离开 杜如画抬头看了一眼万里晴空 不由微微一叹 哎 看来大前的天是变了 这天的确越来越好了 想要除掉徐安 看来只能再等机会了 与此同时 徐家 徐安看完捷报后 也是竖起大拇指 大喝一声 老爹牛逼 哈哈 老爹这一仗 打得漂亮 徐安满脸激动 道 有了这场大胜 周边国家短时间内 是不敢和大前叫板了 大前就有更多时间 来整顿内乱了 这是大好事 狗皇帝现在估计 嘴巴都快给到耳边了 无邪逆了徐安一眼 淡淡道 但这依旧改变不了 你去江南的厄运 徐安摆了摆手 笑道 死去江南 不完全是狗皇帝的意思 主要是 我也想要出去走走看看 还有一个原因 带宋玉言回故乡干的淮南王 好叫美人以身相许 无邪冷笑一声 你要想清楚 死去江南 实死无声 徐安嘴角的笑容陡然僵住 瞪着无邪道 我说无邪 你能好好说话不 你不咒我会死 无邪没说话 在院中花盆中点了一炷长香 一脚将徐安踹了过去 脚又在徐安的腿内侧踢了两下 让徐安跨着蹲在箱上 接着 他又拍了拍徐安的双手 让徐安双手伸得笔直 在徐安的手掌上放了两个水碗 好好站桩 否则不用江湖人杀你 徐清风就得先宰了你 徐安顿感菊花一锦 咽了咽口水 看着无邪道 哈哈 这大好的日子 我能不能明天再练 无邪没理他 倒是远处的吃力 看了徐安一眼 指尖在唇边打了一个响哨 随即 徐安便看到脚下的土裂开 两只拳头般大小的蟹子 从土中爬出来 顺着徐安的大腿爬了上来 盘在了徐安的大腿上 看到两只蟹子尾针都扬了起来 随时准备给他一下子的样子 徐安险些没下尿 吃鱼 你要干嘛 谋杀呀你 不谋杀 就是这两只蟹子喜欢平衡 你不动 那就没事 吃鱼随手将一块糕点丢进口中 耸耸肩监道 但你一动 那你这辈子的幸福就毁了 徐安 徐安顿时就傻眼了 靠 你们是想要造反啊 第二天 新军也回到了京都 这只打败了北敌鬼为军的队伍 自然受到了京都百姓的热烈欢迎 几乎万人空向 一众将领 更是受到了袁康帝的亲自接近 并且都得到了封赏 侯军一等人问到徐安 袁康帝更是大手一挥 霸气告诉众人 徐安已经封王 一战封王 武林王 一众将领顿时大喜 欣然接受了袁康帝的封赏 消息传回徐家 徐安气得暴跳如雷 大骂狗皇帝不要脸 他这个王 只能管江湖上的事情 大前朝廷和官府都不承认 算哪门子的王 当年 袁康帝还是做了一件人事的 那就是拨款五万两 给新军在南山建立军营 他现在有钱 任性 徐安懒得管这遭老头的走秀 全当什么都不知道 接下来几日 他就在后院写书 什么事都不管了 萧莱的书局已经准备开张了 而这次笔名直接用识他徐安 以他目前在京都的声望 《红楼梦》肯定会大卖 直到第三天 他召集了南城县的大小领导 开了一场会议 会议明确 他离开京都后 公孙衍依旧主持南城县大局 之前被特招进南城县衙的柳旭和左同 随军南下江南震灾 中玉堂则带人去雍州 主持雍州土地回收重新分配的事情 一日 侯军义率领新军第一军南下江南 新军第二军依旧留在南镇府司休整 他们刚收编过来 还需要加强训练 与此同时 江南 京都的消息终于传回了江南 此时淮南府一片死寂 所有文臣武将都拉拢着脑袋 站在大厅中大气不敢出 而坐在主座上的淮南王 脸色阴沉的能滴出水来 正在汇报的密碟都在瑟瑟发抖 生怕一不小心触怒淮南王被一刀宰了 直到听完密碟的汇报 淮南才一脚将密碟踹飞出去 他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指着京都方向争鸣咆哮 无能 废物 蠢猪 要人给人 要资源给资源 最后却败在了一个败家子的手中 赵斯 你就是头蠢猪 话落 他猛地看向一群文臣武将 道 传令下去 本王反了 第620章 王爷英明 这时 淮南王的心头 只有万匹马跑过 他是想要反 但需要京都彻底乱起来 只要袁康帝首尾不能相顾 他便可以趁着徐霄暂时无法回原 挥尸北上 一举攻破京都 但现在全毁了 赵斯死了 宋云仓不知死活 那他之前的所有布局 几乎请客间化为泡影 接下来 要么他先发制人 要么后发受制于人 他毫不犹豫选择前者 反了 一群文臣武将 哪里敢反驳 跪地齐齐叩首道 王爷英明 淮南王目光犀利地扫过全场 道 雨季未过 江南还有更大的水灾 届时 江南肯定哀鸿遍野 本王只要随手一挥 就能召集千军万马 命铁矿矿厂 加紧开采铁矿打造兵器 矿工要是不够 那就抓 胆敢不从者 格杀勿论 淮南王抬头看向北方 杀意凛然道 现有军队全部整军 三日后挥尸北上 直取京都 臣等领命 众人再度骑声道 报 王爷 白廷回来了 这时 淮南王的亲卫进来禀报 听到这个名字 一众文臣武将面面相去 不知道白廷是谁 淮南王瞳孔陡然一说 白廷 宋云苍的弟子 他见过 淮南王猛地抬起头 喝道 让他给本王滚进来 很快 白廷就被带进了大殿 只是此时 他看上去格外的凄惨 一身白衣 已经被砍成了破布 身上到处都是纵横交错的刀伤剑伤 鲜血淋漓 一头长发乱蓬蓬 甚至半个头的头发 都被烧焦了唯独那柄剑 依旧被他死死抓在手中 剑上依旧染着血 显然在进淮南王府之前 他刚杀了人 随着他一瘸一拐地走大厅 鲜血沿着剑尖滴了一地 看到这一幕 大厅上一群文武大臣 对白廷指指点点 连淮南王的双眼 也是眯了起来 根据京都传回来的消息 宋云苍和天地会的人都失踪了 生死不知 白廷能回来 肯定有问题 但现在 看到这家伙的惨状 淮南王又觉得 这家伙能回来 似乎也没什么问题了 看着站在门前 依旧满脸戒备 随时拼命白廷 淮南王笑了起来 怎么 一路杀回来的 大小百渝站 白廷声音冰冷道 别那么大的戒心 回来你就安全了 淮南王向着白廷走去 道 宋云苍呢 别告诉我你这逍遥静回来了 宋云苍这神游静 没回来吧 师父已经落在原康帝手中 再踩 沦为了阶下球 白廷声音淡漠 心头却是陡然一紧 刚才一不小心 差点说师父被抓去采缝纫机了 这是徐晓公爷说的话 至于缝纫机是什么鬼 只有徐晓公爷知道 淮南王眼一眯 脸色变得阴冷争鸣起来 京都不是都在赵斯的掌控之中吗 而且徐晓还不在京都 那么 你们为何会败 后面的话 淮南王已经杀意凛然 一群文臣武将也都齐齐看向白廷 他们也很想知道 全是滔天的赵斯 是怎么落得一个身死盗消的下场的 这就是我师父 拼死送我回来的原因 提到这个话题 白廷冷漠遍布杀意的脸都在抽搐 这不是演的 而是真实的情绪反应 他看着淮南王 道 失败原因之一 赵斯藏在流民中的那两万多兵马 被徐晓给策反了 什么 听到这话 众人顿时都呆住了 整个大殿一片死寂 虽然不知道赵斯的具体计划 但丝毫不影响众人的震惊 徐晓一个人 策反了赵斯两万人 一个人 这怎么可能 开什么玩笑 那可是整整两万人 他是怎么做到的 淮南王争鸣的面容也有些不自然 也觉得有些天方夜谈 赵斯那两万人他是知道的 那绝对是赵斯所有力量中 嫡系中的嫡系 徐安能将这两万人给策反了 理智告诉他 这不可信 但综合密碟的消息 他却知道 这就是事实 短短一个月 赵斯这两万人 却成了徐安的嫡系 继续说 淮南王抬头看向白廷 继续 在我继续之前 王爷是不是该给我天地会 一个交代 白廷冷哼一声 贺问道 你不是说大前京都 只有徐霄一个神游镜吗 那为何徐霄是不在京都 大前京都 依旧有神游镜 而且还是两个 听到这话 整个大殿再度陷入死寂 特别是武将 这是一个个脸色大变 作为习武之人 他们很清楚 神游玄境有多强大远的不说 就说十年前南雀犯边 徐霄一人一枪 便在边境挡住了南雀的数万大军 还万军之中 一招险些将南雀大将李延宗给杀了 现在 京都有两大神游镜 这他妈还造个什么反 两个神游镜齐出手 就能将他们后方指挥中枢全灭了呀 怀南王脸色不断变换 难以保持镇定了 这消息对他来说 同样是晴天霹雳 造反 让军中知道 镇守大前京都的 有两大神游镜 那军心恐怕瞬间会散了 这还造什么反 关键是 这还不算徐霄 要是算上徐霄 那就是三个神游镜了 神游镜 那可是传说中的人物 怎么一下子 蹦出来这么多个 怀南王看向白亭 声音冰冷下来 白亭和袁康帝合计过 早就有了说辞 立即道 一个不认识 但很强 我师父在他手中 都没接住三招 我师父怀疑 那人应该是徐霄 另一人 则是魔宗宗主叶孤玉 我师父说 叶孤玉走火入魔 顶多只能活三个月 听到这话 怀南王脸色阴沉的 能滴出水来 宋云仓的怀疑是有道理的 当初冬虞和南雀联兵攻打大前 徐霄就完成了 三日穿越上千里的壮举 至于叶孤玉 这老畜生竟然还没死 怀南王莫名的有些心慌 只是面上并没有表现出来 他扫了一眼白亭 道 本王知道了 除此之外 京都你还知道什么情况 白亭道 兵部尚书死了 拱卫京都的十万兵马 已经全部掌控在 袁康帝的手中 还有 袁康帝手中 现在白银数一两 其余各种财宝无数 他现在要钱有钱 要人 随时能招到百万大军 第621章 明天给他穿上铠甲战装 白亭上演一出苦肉计 回到江南 任务只有一个 不惜一切代价 拖延淮南王起兵造反的时间 给徐安争取稳定江南局势的机会 或者说 给徐安争取瓦解淮南王势力的机会 要搁以前 白亭觉得陛下一定是疯了 这种事情 让一个不到十八岁的少年来完成 这开什么玩笑 但经历过京都的事情之后 他忽然觉得 徐安出手的话 一切皆有可能 而众人听了白亭的话 顿时都有些傻眼了 江南闹水灾 灾民无数 只要给口吃的 就能招来千军万马 但是 袁康帝现在有钱 若是京都危在旦夕 他依旧可以在最短的时间了 招到百万大军 更别说还有京都豪族 现在京都豪族 已经被徐安押服了 说得很有理 但本王怎么觉得 你是袁康帝的说客呢 淮南王冷冷盯着白亭 道 你是想劝本王放弃造反 给袁康帝当顺臣 淮南王心里已经相信了白亭的话 但他准备了十几年 岂会因为京都变故就放弃 不打 怎么知道打不打得赢 神游玄境又怎样 那就用人命去填 一万不够就十万 十万不够就二十万 他就不幸 好不死袁康帝 整个江南上千万人 随袁康帝杀个够 再说 他还有武林盟这些江湖组织可用 你怎么认为 那是你的事 和我没关系 我只负责完成我师父最后的任务 白亭拎着剑转身就走 只有淡漠冰冷的声音 在大殿中回荡 江南你有百姓可利用 京都元康帝也有百姓可利用 不同的是 你是在威逼利用 而元康帝 完全可以借助徐安和徐霄的威望 看着白亭的背影 所有人陷入了沉默 白亭的话虽然不中听 却是大实话 只是淮南王没说话 现在谁敢发表意见 还有件事 这时 临出门的白亭 转身看向淮南王 道 根据可靠消息 元康帝派来江南协助赈灾的人 就是徐安 听到这话 淮南王老眼陡然一样 这么多坏消息 总算是有个好消息了 徐安要来 那江南就是他的葬身之地 哦 他什么时候到江南 淮南王下意识问道 语气充满杀意 却又带着难以掩饰的激动 哼 你们不是拿徐安当精神支柱吗 那本王就将你们的精神支柱拆碎打成粉 那王爷应该去问徐安 白亭头也不回地走了 大厅再度陷入沉默 所有人大气不敢出 都在等淮南王的决定 淮南王沉吟了一会儿 道 原定三日后出征的军队 全部开到加县 宣宪一带集结 等候攻击命令 等徐安死在江南 等叶孤域死了 大军便杀进京都 十几年本王都等了 不在乎再等一两个月 一群文武大臣文言 顿时松了口气 齐齐拱手道 王爷应命 淮南王没理会众人 看向大门外 冷声道 徐安 江南不是京都 江南不会再有人给你撑腰 本王 等着你来送死 当然 还有惊喜等着你 话落 他看向站在不远处的清兵 道 让你们在北京做的事 做得如何了 清兵连忙拱手道 回王爷 已经完成任务了 淮南王微微汗手 道 很好 那便请君入蚊吗 京都 都说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徐安这几日 算是对这句话 有了深刻的体会了 原本只想安安静静地写书 但现在必须每天早上五点 起床站庄 无邪每天每时每刻都在监督 更要命的是 每次只要他站庄 小兄弟旁边 总是站着两只蟹子左保镖 经过三天的时间 徐安终于明白 为什么有人说人的潜能是无限的了 这三天 他依旧半点武功都不会 但站庄已经能站半个小时左右了 少爷 少爷 老爷回来了 这时 轻衣跑进院中 激动地指着外面说道 老爷 徐霄 回来得这么快 哈哈 回来的正是时候 老子终于可以每每休息一阵了 徐安脑袋瞬间看向无邪 结果还没开口 无邪先将一碗滚烫的茶水 直接放在他的脑袋上 想要练功 精神力却不集中 难成大事 无邪看都没看徐安 转身向不远处的靠椅走去 只有声音传来 这是刚烧开的水 你要是弄洒了 那你这张脸就别想要了 徐安 无邪你大眼 老子这张脸可值钱了 那是可以让天下女人着迷的脸 你敢给老子毁了 老子和你拼命 哎哟 儿子 这才个把月不见 你咋变成这样了 这时 徐霄的声音从外面传来 徐安抬头看去 见到徐霄一身盔甲 手压着腰间的宝剑走了进来 别说 这老家伙身姿挺拔 穿盔甲的样子 看上去的确很鹦鹉 想歪了 这时候应该求救才对 对老爹瞎想了啥 老爹 你可回来了 我想死你了 徐安蹲着马步 半点不敢动 老爹 他们欺负你儿子 赶紧的 将他们收拾一顿 徐霄抬头看向吴邪和赤羽 吴邪瞬间如临大敌 赤羽拿着高点的手 也僵住了 两人也都戒备的看着徐霄 嘿嘿 两位 别那么紧张 我不会对你们怎么样的 徐安原本等着徐霄 将赤羽和吴邪揍一顿 却看到徐霄走上前 重重地向两人报了报全 两位 我儿子素来不听劝 发起风来 连我都没办法 今日 他能够静下心来练功 全是两位的功劳 我徐霄 多谢两位了 徐安一听 险些就炸了 静下心来 徐霄 你哪只眼睛看到 我静下心来了 这明明是胁迫 没看到他们 在我屁股下烧香 在我头顶放开水 还给我小兄弟拍保镖吗 徐霄 你是不是拿错剧本了 你还是我爹吗 徐安泪流满面 我不是不学武 我是想明天再学 老子当然是你爹 如假包换 徐霄走到徐安身边 抬手在徐安的腰上 左捅一捅 右捅一捅 还全是肉 肌肉都还没练出来 他回头看了一眼无邪 道 明天给他穿上铠甲战装 第622章 神游玄境的巅峰之战 无邪和痴雨 听到这话都愣住了 他们原本已经准备好了 被打一顿的打算 毕竟徐霄护犬子是出了名的 毕竟加上这两天 对徐安确实有点太苛刻了 却没想到 徐霄不仅没有护犊子 反而嫌弃他们 下手太轻了 再给徐安 穿上厚重的铠甲 战装 就这家伙这身板 能不能站起来 还两说好吧 无邪和痴雨不约而同地 看向徐安 眼底都是浓浓的怜悯 果然不是一家人 不禁一家门 这是亲爹无疑了 砖坑儿子的爹 徐安这时也觉得 头顶天雷滚滚 有些难以置信地瞪着徐霄 这苦等的大救星 怎么转眼就变成恶魔了呢 徐霄 你还是人吗 老子都这样了 你还想给我负重徐安气的咬牙切齿 怒道 有种你过来 你你过来放开我 老子和你大招三百回合 徐霄一眼就看出徐安的小心思 大战三百回合 你是想让老子 帮你解决腿上的黑线 屁股下燃烧的香吧 想得美 他一手插腰 一手冲着徐安勾了勾手 有种你过来啊 老子就站在这里给你打 动一下 老子都不是英雄汉 徐霄你大眼 你无耻 徐安你小言 你无能 父子俩大眼瞪小眼 日常干架 无邪和痴雨看着这一幕 两人脸色都格外精彩 徐霄可是天下第一高手 大前杀神 在儿子面前竟然没个正形 这要传出去 谁能信 不过想想 两人又觉得似乎很正常 或许当年的金砖硝狼 才是徐霄的本性 明明武功天下第一 打架却还喜欢背后敲斑砖 这什么烂的性啊 徐霄 滚过来找死 就在这时 一道陈鹤声宛若九霄惊雷 响彻京都上空 正在打嘴仗的徐安和徐霄 立即停战 齐齐看向天空 半空中 叶孤雨白衣烈烈而动 一头长发随风飘舞 整个人仿佛融入太阳之中 看上去如神灵将领 神圣无比 此时的徐安 被徐霄气得蹊跷冒火 但现在所有的怒火 瞬间烟消云散 徐霄是他老爹 是他最重要的人之一 而叶孤雨是他徒弟 救过他的命 这两个人 他都不希望他们任何一方受伤 急什么 老子千里迢迢地赶回来 先来看儿子 就是为了让你多活一段时间 你竟然还不领情 徐霄捏了捏拳 扭了扭脖子 也罢 那今日 我便送你最后一程 徐安看到老爹脸上 透着的自信和从容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老爹 那是我徒弟 你悠着点 提起这个徐霄就来气 回头横了徐安一眼 我大哥你徒弟 那我该叫你什么 徐安想了想到 儿子施工 我施你祖宗 徐霄骂了一句 脚一踏 整个人直接冲天气 落在叶孤雨不远处 徐霄抬起一只手 招了招刀 过来 被儿子搞了一肚子气 拿你这大哥来出出气 出气 这话难道不该我说吗 叶孤雨脸色阴沉 当年的事情在脑袋中浮现 他眼睛都红了 当年你们欺骗老子 把老子骗得这么苦 你先站着别动 让我打一顿再决斗 徐霄抱着双手 邪逆了叶孤雨一脸 要点脸 当年的事要怪 只能怪你是个憨憨 当年和我们相熟的人 就算没有点穿 也猜测出了我和陛下的身份 甚至连黄斧峰那伪君子 也都猜得了八九不离十了 只有你傻得可以 陛下那么几次明目张胆的暗示了 你还是没反应过来怪谁 叶孤雨直接被踩中痛脚 气得鼻子冒白烟 来吧 绝死战吧 所有恩怨一并清算 话落 叶孤雨身后 陡然浮现出一个硕大而虚幻的太极图 他身形一闪 直接向着徐霄杀了过去 这套武功名为太极 是你儿子教我的 用儿子的武功来杀老子 天经地义 哈哈 叶孤雨怪笑 杀我 你还差得远 徐霄大笑一声 也直接扑了过去 两人在半空中相遇直接交手 速度太快 在地面上 只能看到两道流光在空中来回相撞 拳脚相处 宛若惊雷在空中炸开 但渐渐的便看不清了 因为随着两人的交手 云朵凝成了一朵 覆盖在京都上空的巨大乌云 而两人交手的正中央 乌云更是直接往地面垂落 仿佛一柄长枪要贯穿大地 一时之间电闪雷鸣 山河变色 仿佛两人撕裂了天 卧槽 这就是神游玄境吗 这特妈简直就是神仙打架啊 徐安看着这一幕 双腿发软 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要不是无邪和赤羽 已经提前将香炉和黑蟹拿走了 他这时候 已经男人女人都做不成了 此时 他满脸震撼 被这一幕彻底震住了 原本以为大闹京都的那个晚上 见到神游玄境出场自带特效 已经够牛逼了 没想到神游玄境打架 才是真正的牛逼 熬战九中天 风云皆变色 难怪无数的五疯子 向往至强五道之巅 这的确是男人独有的浪漫 徐安原本以为行长天下拳 罪卧美人兮是男人的追求 现在看来 这个追求并不完整 在这个时代 男人还要傲视九中天 无邪 吃雨看着这一幕 也是备受震撼 这样的激战 他们也是第一次见到 无邪 我决定了 我要变强 请尽情地鞭持我吧 徐安忽然觉得自己不能懈怠了 错过了最好的学武年纪 根骨又被人打折过 不付出比常人百倍的努力 哪里能成功 明天开始负重练习 武功招式先不学 我先教你轻功 无邪看了徐安一眼 说道 此去江南危险重重 学会轻功 徐安关键时刻 还可以用来逃跑保命 好 我也会想办法 从天心楼 给你弄回功法的 徐安看向无邪 郑重点头 无邪是练武奇才 是天心楼的种子杀手 是因为他的原因 才会选择从凉 如果他在天心楼 这时候 估计早就入逍遥境了 甚至神游玄境 也不是不可能 但因为跟了他 现在武功修为 没有半点寸境 要说没有半点愧疚 那纯熟扯淡 第623章 醍醐灌顶 不用 天心楼修的是杀道 而我的杀心剑已经不再冷 所以天心楼的功夫 已经不适合我了 无邪拒绝 他不想徐安因为自己冒险 还有天心楼的武功 他不想再练 他已经有自己的感悟 天心楼的武功 确实不适合他了 吃鱼也看向徐安 道 你就别想了 等他理顺了 突破顺理成章 听到吃鱼这么说 徐安这才放下心来 吃鱼虽然喜欢吃 但在大事上 从来就不含糊 就在这时 空中的乌云渐渐散去 电闪雷鸣也平息了 徐安抬头看去 便看到徐霄正从半空中 飞落下来 叶孤玉被他夹在腋下 巴掌还噼里啪啦地 往叶孤玉屁股上招呼 看到这老子打儿子的画面 徐安嘴角顿时一阵抽搐 我擦的 你们高手都这么接地气的吗 能不能有点高手的风范了 刚才还打声打死 现在直接一副 老子打儿子了是吧 徐霄刚落在院中 一山井 左倾等魔宗高手也都到了 看向徐霄的目光极为不善 显然对他们来说 徐霄这是对叶孤玉的侮辱 看什么看 老子打大哥 天经地义知道吗 徐霄瞪了左倾和一山井一眼 随手将叶孤玉丢在地上 刚落地叶孤玉便蹦了起来 撸着袖子怒合 徐霄 我去你大爷的 来啊 再战三百回合 徐霄不懈道 边玩去吧 还三百回合 一招都不下来 你还有脸说三百回合 听到这话 全场瞬间一片死寂 刚才打得风云变色 两人竟然只出了一招 果然听到这话 叶孤玉直接破防了 当场跳脚 徐霄 在小辈面前 你给老子点面子不行吗 说得那么直白干嘛 我都快死的人了 你还和我这么计较 话落 他一招手 直接将徐安拎了过来 他手提着徐安的衣襟 冷声道 老子打不过老的 那老子 欺负小的总行了吧 说完 他笑着冲一山井微微点头 直接拎着徐安 便往徐安屋里走去 我擦 徒弟你这是七师灭祖啊 徐霄救命 你闯的祸 怎么能让老子背过 无邪 圣女 救我 徐安上蹿下跳拼命挣扎 却奈何不了叶孤玉分毫 老贼 你敢 无邪和赤鱼脸色结实一变 下意识地想要出手 只是两人还没动手 徐霄已经挡在了两人面前 他们师徒俩的事情 让他们师徒俩自己解决吧 你们俩要是手痒 我陪你们俩练练 无邪和赤鱼当场眼气息鼓 退到了一边 唯独衣衫紧咬着脖唇 眼泪已经速速而落 碰 门关上 徐安被叶孤玉丢在床上 当场条件反射地跳了起来 徒弟 你别乱来啊 我跟你说 我是个男人 我只对女人感兴趣 我这数十年的真气 你不想要 叶孤玉平静打断徐安 徐安听到这话 直接待在当场 片刻 他终于意识到 叶孤玉这话的意思 瞬间瞪大双眼 震惊地张大嘴巴指着自己 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 这是 要给老子醍醐灌顶 武侠小说里面才有的情节 现在竟然出现在了老子身上 那岂不是说 老子不用天天练战装 也能成为绝世高手了 要 给我 我要 我要 徐安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以至于他自己都没有发现 自己现在的声音有多当 听得叶孤玉都一阵发寒 叶孤玉一步上前 指尖猛地往徐安眉心一点 徐安只感到 脑袋仿佛遭到了雷击一般 借着一股强大的能量自神缺入体 随即流经四肢百骸 只是随着这股能量的流动 徐安只觉得 全身经脉都给生生撕裂一般 那剧烈的疼痛 让他忍不住惨叫出声 不要抗拒 精心凝神 将真气当成你身体的一部分 叶孤玉的声音 在头顶响起 徐安这才努力控制心神 让自己镇定下来 很快 他便发现 流经四肢百骸的能量 开始在丹田汇聚 那种感觉 就像是百川归海 而丹田便是真气的海 徐安闭着双眼 安静地感受着 这种奇妙的感觉 屋外 看着忽然被能量充斥的 整个房间 无邪 吃雨顿时也都明白了 发生什么 两人脸上顿时都有些羡慕了 这家伙还真是走了狗屎运了 竟然让一个神游玄境 愿意将一身的真气 都传给了他 那可是神游玄境的真气啊 有这一身真气 他徐安只要努力点 成为一流高手 几乎没有任何问题 一个时尚后 屋内磅礴的能量 终于渐渐弱去 看到这一幕 叶孤玉本来就时日无多 刚才一战又竭尽全力 早就游进灯窟了 给徐安传完功 他可能会死 爹 一山井早已泪流满面 等屋内的能量一散 他直接便往里面冲去 嗯 就在这时 徐潇却皱了皱眉 他忽然发现屋内 已经散去的能量 忽然又开始逐渐增强 几乎请客间便充斥整个院子 甚至渐渐地连周围的空间 都在震荡 突破 破而后立 叶孤玉你大眼 徐潇一把拎着往里 冲在一山井的后脖梗 直接丢给左倾 怒喝道 所有人迅速离开这里 无邪 吃雨 你们两个丫头 赶紧帮疏散徐府所有下人 话落 徐潇瞬间冲进徐安的房间 下一秒 徐潇直接抱着徐安 破开屋顶冲天而起 轰隆 与此同时 随着一声巨响 一股强大的能量 以徐安的房间为中心 向四面八方席卷开 整个徐府 几乎被这股能量 移为了平地 无邪 吃雨 一山井等人已经退出了徐家 看着这一幕 脸色都有些发白 这要是被这能量扫中 估计得当场死的不能再死了 哈哈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道声一 一声二 二声三 三声万物 万物赴一而抱扬 阴阳和万物声 太极 这才是太极 与此同时 叶孤玉的大笑声 从废墟中传来 徐潇 出来一战 老子现在一根手指头捏死你 第624章 破而后立 叶孤玉冲出废墟 单手父辈 逆着半空中的徐潇 一副高手寂寞的样子 此时的叶孤玉 红光满面 生机勃勃 哪里还有半点之前的狼狈显然 将几十年的功力给徐安之后 他真正领悟了太极的奥义 扑而后立 不仅获得新生 武功也恢复了 甚至武功比以前更上一层楼 他觉得自己 现在能吊打是个徐潇 爹 一山井喜极而泣 老子的将军府 老子宫宗耀祖的祖宅 半空中的徐潇 却直接炸了 且不说 那是袁康帝勒紧裤腰带 给他建的定国功府 但是大前兵马大元帅 被人给毁了 传出去 他这个天下第一 不要面子吗 你大爷的 想要求虐是吧 老子成全你 嗖的一声 徐潇直接俯冲而下 随手将昏迷中的徐安 丢给了吴邪 徐潇直接向着叶孤玉 扑了过去 没有丝毫的犹豫 叶孤玉也向着徐潇扑了过去 他很清楚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那就是 他将徐潇按在地上摩擦 一雪前耻 然而他刚动 一只硕大的拳头 便已经迎面砸了过来 叶孤玉二话不说 直接运转太极 想要用太极的柔镜 将徐潇的拳印给化解 然而 下一秒 哄 他身后的太极图 直接碎了 徐潇的拳头 砸在了他的面门 瞬间将重新砸进了废墟之中 叶孤玉 叶孤玉整个人当场就被打懵了 他现在感觉 比之前走火入魔的时候 墙上好几倍 必定能将徐潇按在地上暴揍 结果还是连对方一拳都截不住 而在他错愕间 徐潇已经跳进废墟中 拳头噼里啪啦地往他身上招呼 以柔克钢是吧 你特妈也不看看 是克什么样的钢 老子的钢是你能钢的吗 你当老子 这九州天下最强的男人 是百事是吧 还敢回老子的帅府 黄斧峰耶律红峰都不敢做的事情 你敢 你当老子没脾气是吧 没说一个字 叶孤玉就挨一拳 几时上百拳下来 饶氏他是神游玄境也扛不住 因为每次他一运功 想要将徐潇震开 真气就被徐潇给打断了 他现在总算明白 天下人为何都不想和徐潇对打了 这种感觉简直让人绝望好吧 娘的 你徐潇有脾气 老子这个神游玄境被你按在地上打 难道就没脾气吗 徐潇 老子是你大哥 你这是大逆不道 叶孤玉瞪眼 直接搬出结拜大哥的身份 小辈们都看着呢 给我点面子啊 大哥 老子打的就是大哥 提起这个徐潇就更爱气了 坑我儿子做你师父 我儿子平白无故 比我高了一倍 老子还没找你算账呢 求饶 晚了 新账旧账一起算 拼林匡郎 众人看着两大神游境界 竟然不用武功 就像是街头流氓打架斗 狠一样掐架 顿时都傻眼了 神游玄境 那可是五道高不可攀的存在 你们两个是不是对神游玄境 这个境界有什么误会 难道这个境界不该先锋道骨 超凡脱俗吗 你们两个是直接被打下凡尘了吧 感觉你们两个 就是对神游玄境之耻 小半珠相后 大坑中的叶孤玉 鼻青脸肿地举起了双手 得 徐潇 你赢了 老子服了行不 老子认输了 服了 早说嘛 早说服了 就不会被打得这么惨了 徐潇从叶孤玉的身上爬起来 同时伸手给叶孤玉 既然死不了了 那就滚回魔宗吧 嫂子都等了你十几年了 该面对的得面对 回魔宗重新整顿魔宗 老子要准备打难去了 叶孤玉瞬间从地上蹦了起来 道 什么时候 徐潇笑道 等打完江南 收拾完北敌 就打难去 叶孤玉脸色瞬间僵硬 你大爷 玩我呢 等你收拾完江南残局 打残了北敌 黄花菜都凉了 说不定黄斧风自己都老死了好吧 不会太久了 有我儿子在 两年内就能打难去 徐潇背着双手 满脸骄傲 随即 他脸色又阴沉下来 等打完南雀 灭了黄斧风 那就该拿藏兵骨开刀了 叶孤玉 知道徐潇和云之兰的事 点点头道 有些事 的确该到清算的时候了 也罢 那我这老宗主 便会魔宗一堂 出来十几年 魔宗内部早就分崩离析 原本这是想要让你儿子 去整合的 现在看来只能我亲自出马了 话落 叶孤玉看向徐潇 道 给我和我女儿 准备两间上好的客房 我可不想再住天牢了 如今的天牢 除了狗元康的重刑犯 已经没有一个江湖人了 没意思 你给我滚 有多远滚多远 徐潇一听这话 当场就炸了 将军府都被你依为平地了 你还有脸 让我给你找上好的房间 我一巴掌扇死你啊 叶孤玉下意识地缩了缩脖子 让依山景过来 和徐潇打个招呼后 带着依山景和左倾 离开了徐家 徐潇看了一眼 沦为废墟的将军府 又扫了一眼不远处的 吃雨和无邪等人 忽然想到 什么脸色瞬间变了 我是不是还有个小女儿 我小女儿呢 徐潇直接跳脚 他没在人群中见到徐清雨 以为徐清雨没跑出来 无邪嘴角微微抽搐 只能站出来硬着头皮道 前辈 雍州大战之后 徐清雨和吃力 便已经北上找你了 你 没在北京见到他们 徐潇一听 脸色顿时变了 雍州距离北京并不远 雍州大战都过去这么久了 要是吃力带着徐清雨北上找他 早就该到北京了 但他没在北京 见到徐清雨和吃力 回来的路上也没有遇到 出事了 徐潇猛地抬头 目光看向吃雨 吃雨知道 徐潇想要问什么 道 吃力的本命股没事 目前吃力和小吃货 应该暂时没事 徐潇松了口气 陈鹤道 齐赵玉 立即派人给老子查 将人找出来 百七司副统领齐赵玉 连忙站了出来 拱手道 是 属下这就去查 吃雨看向徐潇 道 我去吧 我和吃力之间 鼓虫有感应 距离越近 感应越强烈 你不能去徐潇直接拒绝 道 我儿子马上要去江南了 有你这个用毒高手在 他的安全便多一份保障 第625章 准备下江南 我擦 真特麻疼 徐潇醒过来的时候 只觉得全身都疼 这种感觉 就像是身体要被撑炸了一般 比穿越过来时 戎和记忆都疼 少爷 你醒了 你可吓死奴婢了 接着 耳边传来一声尖叫 一句柔软的娇躯 已经撞进了他的怀里 正是轻衣 看着小姑娘哭得梨花带雨 徐潇吓了一跳 他还从未见过轻衣 哭得这么伤心 怎么了 轻衣 谁欺负你了 徐潇连忙抬手 帮他擦掉眼泪 道 你给少爷说 少爷我帮你灭了他 轻衣指着徐潇道 是少爷你 少爷你都昏迷三天了 老爷说 啼呼灌顶 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家里连白帆都准备好了 就等少爷 你咽下最后一口气 徐潇听到这话 整个人都不好了 老子活得好好的 就开始给老子准备丧事 徐潇 你能做个人吗 这不能怪你爹 老子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赤鱼咬着糕点走了进来 道 你之前的状态很奇怪 呼吸 心跳都正常 就是没有意识 皇帝说 可能是灌顶的时候出现了意外 导致你的脑子死亡了 你爹大怒 又把叶孤玉打了一顿 徐潇听到赤鱼的话 顿时有些心虚 要知道 他的灵魂可不属于这个世界 这是他最大的秘密 要是让人知道了 岂不死翘翘了 无邪呢 徐潇赶紧转移话题 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纠缠 哦 他去给你准备棺材了 还没回来 赤鱼撇了撇嘴 打量了徐潇一眼翘脸 有些遗憾 本来我是想要将你 炼成尸骨的 结果你媳妇没同意 要和我拼命 只能作罢 我媳妇 萧兰 徐潇脸瞬间黑如锅底 感情闹了半天 就我媳妇脑袋正常一点是吧 你们一群什么人啊 不是给我准备丧事 就是给我准备棺材 还有想要将我炼成尸骨的 我对你们这么好 你们却想着害我 你们的良心不会痛吗 喽 你现在感觉怎么样 赤鱼坐在床边 美眸打量着徐潇 我感觉自己有使不完的力气 想将你按在地上摩擦 徐潇咬牙说道 把我炼制成尸骨 亏你想得出来 我将你按在地上摩擦还差不多 虽然你现在有一身神又玄静的真气 可就像是抱着一个黄花大闺女 能看不能用啊 吃鱼也鱼 有些幸灾乐祸 徐安大怒 你能换得好一点的比喻吗 说得好像老子不行了一样 儿子 好儿子 你终于醒了 这时 徐潇从外面冲了进来 徐安见到徐潇 瞬间蹦了起来 指着他怒喝道 老爹 你别过来 话没说完 已经被徐潇单手拎了过来 捧着他的脸 就波波一阵猛轻 停 停 老爹 我草 你轻归轻 你别舔啊 靠 这一脸口水 徐潇 我和你拼了 徐安张牙舞爪 要和徐潇拼命 这老贼太不要脸了 当他是菜呢 还要舔一下看看有没有味道 反抗的后果就是 继续被轻 不久之后 无邪回来了 徐安还真怕他带回来一口棺材 好在他回来的时候 只是抱着他的杀心剑 但是 他将半个精度的棺材铺子都关了 徐安知道后 整个人都是猛的 这是怕徐潇让人去帮他买棺材 所以直接将半个精度的棺材铺都关了 这都什么脑回路 还能不能有个正常点的了 午后 孙雕四来了 带来了江南的最新消息 淮南王已经在边境集结军队 造反之心已经路人皆知 白廷给他争取到了两个月的时间 如今时间已经过去三天了 让他看着办 徐安当场想骂人 我看着办 我现在在精度呢 我能怎么办 徐安觉得 要不是自己昏迷 狗皇帝又得拿皇后威胁自己 傍晚的时候 徐安终于见到了大老婆 萧兰换了变装 一身白裙美若天仙 虽然已经冷着脸 但徐安明显感觉到 看到自己醒来 大老婆还是很高兴的 江南 我和你一起去 聊了一会儿闲话 萧兰直入正题 看着徐安道 没时间了 京都的事情已经做完了 江南那边不等人 你也去 徐安直接从床上坐了起来 我这带着宋大美女回去 想着发生点美好的事情呢 你也去我放不开啊 怎么 你不想我去 萧兰美眸陡然眯了起来 对的 我不想你去 你去了会坏了我的美男计 心里这么想 徐安脸上却是充满激动 怎么可能 你没听到我这是激动的语气吗 你能和我一起去江南 我求之不得 既然如此 那就明天出发 萧兰冷冷扫了一眼徐安 道 放心 本宫不会妨碍你和宋姑娘的 说着 默默地拿起了桌上的剪刀 徐安 不妨碍 你拿什么剪刀啊 你这已经是赤裸裸的威胁了好吧 徐安干咳一声道 待上宋姑娘有用 她的身份你应该也知道了 此去江南 有她在 说不定能顺利接管天地会 顺利接管天地会 也算大大削弱了淮南王的势力 萧兰看着徐安粉拳下意识地攥了攥 忍不住一拳砸过去 宋玉言是前朝公主 你是怎么心平气和的 在我面前提起这件事的 你知不知道 宋玉言的身份要是暴露了 一个包庇乱党的罪名 就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你真当赵死死了 朝中就太平无事了 错 赵死死了 只会彻底计划朝堂的争斗 因为利益要重新划分 那些人忍了十几年的大臣 会为此争得头破血流 父皇催着你去江南 就是不想让你陷入京都这个大漩涡 你倒好 真当自己去江南是游山玩水去了是吧 只是想了想萧兰又沉默了 死去江南 危险程度不比京都 你可以选择不去 萧兰沉引一会儿 看向徐安道 我可以去和父皇要个恩典 你这次去江南 整个大前都在盯着你 太危险了 刚才不是还催我吗 现在又开始担心我了 徐安抬手挠挠头 道 有些事 容不得我拒绝的 淮南王而已 去江南干翻他就是了 刚好用他杀鸡儆猴 第626章 一群女流氓 见过萧兰 徐安又相继见了太子萧元朗 两人一起规划了南山的未来发展 送走萧元朗 他又见了京都大剧院的一群美女 再一次见到活蹦乱跳的徐安 一群美女当时都疯了 几乎都和轻衣一样 全都扑到他的身上大哭 小公爷 你终于活过来了 奴家还以为奴家要守活寡了 小公爷 今晚奴家给你暖床吧 奴家不允许你拒绝 小公爷 你可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见不到你了 徐安看着将他夹在中间 肆意妄为闲出手的一群女人 都猛逼了 老子没死吗 你们这一个个怎么回事 哭丧呢 而且老子昏迷的事情 徐霄和狗皇帝 怕京都发生大乱 都将消息封锁了吗 这群女人怎么知道的 你昏迷期间 徐大将军派清兵半月 将京都大剧院的所有人都接过来了 宋玉言俏脸上有了笑容 他这几日也担心坏了 现在看到徐安平安 玄哲的心终于落了下来 他看着徐安 道 徐大将军让我们过来 嗯 提前瞻仰一容 徐安 徐安顿时满脸黑线 他明白 徐霄这老小子是好心 怕他一命呜呼 提前让和他相熟的人过来 见他最后一面 但老徐 你这干的是人事吗 好了 美女们 少爷我没事 都别 绿罗 手别再往下了 徐安正想安慰安慰一群美女呢 却发现自己的裤衩有异动 吓得他连忙将对方的弦猪手抓住 要捣蛋找晚上 大白天这么多人呢 少爷我也是会害羞的好吧 再说 你们是女孩子 要矜持 矜持懂不懂 小公爷 我再帮你疗伤 然而 绿罗被逮住 没有丝毫的羞涩 反而义正言辞的说道 嗯 我们这是帮你疗伤 叶大侠传给你的真气阳气太重 昨晚我们来看你的时候 被子都聋得像座山 有美女起哄 手在徐安的腰间猛地捏了捏 徐安下意识地挺起了腰 饶是他平时后宫家里六千人这种话 常常挂在嘴边 这时候也有些受不了 脸有些发烧 这还是他第一次被一群美女这么露骨的调戏了 娘的 一群女流氓让你们来看我 你们就是这么看的吗 看得还真仔细 嗨嗨 你们悠着点 咱们的大才子脸红了 梅香站在宋玉言的身侧 干咳两声说道 他性子恬静 做不出和绿罗他们这么奔放的事情 不过看到 徐安此时被调戏的有些找不到北 他嘴角也不由微微扬起 感觉挺有趣的 徐小公爷 可是将满朝文武都对得哑口无言 何等强势 现在竟然在一群女人面前露出羞涩的一面 对 优着点 一个一个来 徐大将就说了 徐小公爷接下来的时间归我们 不用那么紧 柔儿微微低着脑袋 手捏着绿裙袖子说道 他这两日哭了很多次 此时眼红红的 觉得自己太丑了 没看抬头看徐安 但此时看着这一幕 也忍不住出声附和 就连宋玉言 这时更是走到桌边坐了下来 笑着看着这一幕 没有阻止的意思 徐安气得差点又骂徐霄祖宗 不过想到徐霄的祖宗 也是自己的祖宗 只得生生忍下来 什么剩下的时间交给这群女人 你徐霄是想抱孙子 想疯了吧 对 柔儿说的对 少爷我接下来的时间归你们 一个一个来 刚才被这群女人打得措手不及 才有点失态 但现在徐安很快调整好心态 抬手指着大门道 都出去排队 少爷我挨个点名 柔儿 你第一个 啊 女孩猛地抬起头 那精致肉嘟嘟的翘脸 刷一下全红了 我 我才不要 房间中静了一瞬 笑声瞬间在房间中回荡 哈哈 谁都看得出来 徐安这是故意调侃而已 柔儿却当真了 以为徐安真要她第一个暖床 好了 我没事 诸位美女 你们先出去吧 我和宋姑娘有话要说 嬉闹归嬉闹 徐安可不敢来真的 大佬不刚走不久 要是杀回来那事情 可就大条了 一群美女手 又在徐安身上一阵占便宜 才一个个满脸遗憾地离开了房间 别说 他们刚才还真差点忍不住下手了 如此天骄 便宜了其他女人 岂不可惜 只是 他们知道自己不够资格 柔儿 你也留下 见到柔儿红着脸 低着头转身 徐安说道 本少爷可没开玩笑 等一下和你家小姐谈妥 今晚你暖被窝 柔儿咬着唇 低着头没说话 她心里其实不是很抗拒 相反有点隐隐地期待 在徐安从雀阴的手中 将她救下来之后 她就已经将自己当成徐安的人了 当然 得小姐同意 在她心思婉转间 少年熟悉的气息 已经扑面而来 这几日哭惨了吧 近来都不敢抬头看我的 这么关心我 徐安抬手捏着柔儿的下巴 将她的脑袋抬起来 果然看到 她眼睛肿得像两个核桃似的 这让徐安的心不由微微一颤 在她昏迷这两天 真正为她哭得死去活来的 只有轻衣和这个 有点婴儿肥的女人 坏人 柔儿迅速挣脱徐安的手 躲到了宋玉言的身后 我要是坏得起来 那就不是人了 今晚真拿你暖床 徐安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 看向宋玉言道 宋家面门的真相 这两日有人和你说过 提起家愁 宋玉言翘脸冰冷下来 公主殿下后说过了 并且安排我见过了宋玉仓 听到这话 徐安愣了一下 他之前没有第一时间告诉宋玉言 有关宋家面门的事情 就是怕宋玉言接受不了 没想到宋玉言的抗压能力 并没有他所想的那么软弱 他看着宋玉言 道 那就准备一下 我带你回江南 咱们去江南报仇去 之后 徐安又亲自去了一趟五言院 想要见徐清风一面 但徐清风正在实验中 没有见他 只让人告诉他 别忘了三个月之约 三个月后 他武功练不到六品 就得换骨 以前徐安怕 但现在还真不出了 有叶孤玉这一身强悍的真气 三个月练到六品很难骂 徐安让人将他画好的一些图纸 以及一些药理研究理论 给徐清风送过去后 便离开了五言院 从五言院回来一时晚上 徐安刚进门就愣住了 他看到自己的床上 正躺着一个穿着薄纱 玲珑郊若隐若现的女人 第627章 少爷真不给力 房间中没有点灯 不过 徐安的床正对着窗 窗外有着皎洁的月光照在床上 能清晰地看到床上的情景 床上正躺着一个女人 女人穿着薄纱 两条大长腿交叠 舌尖正轻轻舔着嘴角 正勾手勾引他 徐安愣了一下 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爱丽丝 拉尔 这个外国妞又发什么疯 又上眼色又这一套 正 随即 徐安听到一声利剑出翘的声音 不用说 无邪的剑已经出了翘 徐安怕他杀过去 连忙抬手拦住 道 没事 这个女人交给我 我能对付 呃 你在这里干嘛 这是你能看的吗 赶紧回房间去 徐安不等无邪 说话直接将他推走 这个女人将来可能会成为他的女人 自己的女人被兄弟看光了 这叫什么事 你确定 他动一根手指头 就能碾死你 无邪不满 冷声说道 不知为何 徐安总觉得 这家伙此时此刻 对爱丽丝 拉尔产生了超级强的敌意 没事 我能解决 徐安直接进了房门 反手将门关上 他并没有直接向床走去 而是走到烛台边 取下桌上火折子 点燃蜡烛 蜡烛被点燃 摇曳的灯光 将整个房间照得忽明忽暗 不过床上的风景 却看得更加的清晰了 徐安搬了一把椅子过来 坐在不远处 也没有开口说话 只是平静地 看着床上的风景 不得不说爱丽丝 拉尔的身材非常好 有大老婆的腰 有宋玉岩的胸 有孔平板的腿 这简直是完美比例 随随便便 就能勾起男人的浴火 看到徐安坐着没动 爱丽丝 拉尔下意识地挺了挺腰 将傲人的胸展现出来 小公 既然有反应 为何不动 爱丽丝 拉尔率先打破沉默 这次说的是大钱光话 虽然有些别扭 不过却别有一番风味 有喝 开始学大钱话了 学得还不错 徐安抱着双手 右手指尖轻轻敲着左手臂膀 爱丽丝小姐 我必须得承认你很有魅力 只是 我怕有毒 我没下毒 洗得干淡净净的了 爱丽丝 拉尔抬手 指尖轻轻解开薄纱 不信 小公也可以过来检查 好啊 我很乐意 徐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边走边解开衣服 爱丽丝美眸中 闪过一丝慌乱 但很快 强行让自己镇定下来 展开双臂 笑淫淫地迎接徐安 就在她以为 徐安会如狼似虎的时候 徐安随后将身上的披风 盖在了她的身上 爱丽丝愕然 有些不明所以 我都做好准备接受了 你却停下了 徐安在床边坐了下来 笑道 爱丽丝小姐 我想你误会 我的意思了 我说有毒 并不是你身上有毒 而是用身体换取利益这种事情 我徐安不屑去做 今晚要拿你开了利 我怕以后自己很难再坚持初心 当然 如果不涉及任何利益 我很乐意奉陪 爱丽丝 拉尔嘴角的笑容略微僵硬 你看 这就很让人讨厌了 徐安摊开双手 满脸不爽 我若不上 不是男人 我若上了 就得答应你的请求 为你办事 唉 很为难 爱丽丝文言展颜一笑 修长的双臂环上徐安的脖子 你是个真正的男人 我很乐意你 成为我的骑士 骑士 嗯 这个词用的恰到好处 可惜不合时宜 不过徐安也没有阻止爱丽丝 拉尔侵占自己的领地 只是笑道 我曾经应该告诫过你 想要合作可以 坐下来谈就是了 没必要用这种方式 现在 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你铤而走险 忘记我的话呢 爱丽丝靠近徐安 道 你爹 你爹太可怕了 我从未见过一个男人 能够召唤雷霆 能够让风云变色 我总觉得 他会杀了我 然后 我请教了轻衣 轻衣说 少爷喜欢凶大的女人 便给我出谋划策 徐安听着爱丽丝 拉尔前面的话 知道他是被徐骁吓到了 别说他 就连他在当日也被吓得够呛 只是听到后面的话的时候 徐安就傻眼了 傻玩意儿 这是轻衣的主意 这小妞 这不是故意坑爱丽丝 拉尔 让他给自家少爷暖床吗 精神可佳 但时机不对啊 徐安抬手扶额 道 说吧 你想做什么 爱丽丝 拉尔立即道 我想离开京都 可以 徐安点头答应 其实就算爱丽丝 拉尔不提 徐安在离开京都的时候 也会将他安排妥当 既然他先提出来了 那他便顺水推舟好了 爱丽丝 拉尔没想到 徐安竟然答应得这么痛快 一时间有些错愕 难道不应该谈谈条件的吗 徐安看着爱丽丝 拉尔 道 我会向陛下请指 封你为船舶都造使 兼水师参事 帮我都造战船 和训练水师 当然 水师你训练的科目 仅限将传给他们知识 譬如水上训练注意事项 以及水上作战等等 日常训练 我会从新军中派人过去 徐安可不想把政治工作 训练出来的水师 还不知道是谁的队伍呢 要是有一天真出海了 这只花仲金打造出来的队伍攀变了 那才特马扯淡 爱丽丝 拉尔美眸陡然亮起 没有丝毫犹豫便说道 殿下 我愿意接受你的委派 愿意为你效忠 只要能离开京都这可怕的鬼地方 其他的事对他来说都不是事 OK 我向陛下奏报之后 陛下会派人送你去沿海 徐安指了指床 道 现在 可以让我的位置给我了吧 或者 现在没有了利益牵扯了 咱们可以继续你之前想要做的事情 爱丽丝 拉尔跳下床 行了个绅士礼 殿下是个绅士 强抢名女这种事 想必你也不屑于去做 话落 他轻笑一声 美滋滋的出了门 徐安无语 强抢名女 不是你赶着送的吗 门外 看着爱丽丝 拉尔离开的背影 无邪手中的剑 缓缓收回剑桥 而站在他身侧的青衣 却是满脸遗憾 真是的 少爷真不给力 我都帮忙做到这一步了 少爷还不行 第628章 少爷为小姐最怕眼 青衣恨铁不成钢 气得直跺脚 辛苦了好几天 才将这个女人训练出来 让少爷饱餐一顿 结果 少爷一点都不给力 少爷之前 不是想要拿江姑娘暖床吗 给你送个比江姑娘更大更好的 少爷你竟然都不敢要 哼 差评 少爷天不怕地不怕 就怕女人 为小姐最怕眼 青衣暗暗在心有咕弄 砰的一声 脑袋直接挨了一百力 抬起头 便看到原本在屋内的少爷 不知何时 已经站在了他的身后 正笑盈盈地盯着他 少爷 婢子知道错了 青衣立即拉拢脑袋认错 嗯 错是错了 但将来还要犯 谁让少爷不争气呢 都这么久了 这么多女人都不见 他有进一步的举动 现在 整个京都都传言 少爷有断袖之痞了 这怎么行 他必须帮少爷 将这个恶名除掉 知道错了就好 笨蛋 被人利用了 还帮人数钱 就你那小心思 能玩得过身经百战的女海盗 徐安揉了揉轻衣的小脑袋 道 以后 这种心思 用在需要用的人身上就行 譬如萧兰 譬如 嗨嗨 你懂得轻衣美眸 瞬间放光 重重点头 懂得 婢子懂得 无邪看着这对无耻的主仆俩 呼吸不由微微急促 下意识地攥紧了手中的剑 两个败类 我砍死你们哦 一日 徐安一早便给袁康帝写了奏章 回报了爱丽丝 才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他也把妹妹忘记了 你妹出事了 他和吃力 没有到北京 徐潇脸色平静 非常淡定地告诉徐安道 已经让人去追查了 这是齐赵玉传来的最新消息 徐安接过徐潇手中的纸张看了一眼 瞳孔陡然一缩 怀疑男王做的 虽然只是怀疑 但我觉得八九不离时了 徐潇嘴角微扬 却带着难以掩饰的杀意 这是想要拿你妹妹和吃力威胁我 逼我在他出兵的时候投降 或者中立 但 这是不可能的 我不会让任何人威胁到陛下 徐安脸色阴沉 眼底杀意肆虐 怀南王 你还真是千方百计 给我找杀你的理由啊 你妹妹就交给你了 把他带不回来 徐潇看着徐安道 陛下当晚出手了 我需要在京都混淆视听 暂时离不开京都 而且 现在京都更需要老子 老子只要坐在这里 想要乱的人 就得掂量掂量自己的精良 徐安明白徐潇的顾虑 赵司死了 京都利益重新划分 这时候 很容易引起动乱 因为这时候 天下士族豪族 极有可能推出 接替赵司的代言人 不是说狗皇帝 还没做好和天下士族豪族翻脸的准备 现在有枪有炮有钱 他还真不出 他只是觉得 大钱现在不能锋芒太露 如果内部问题迅速解决了 那外部问题 恐怕就会接踵而来 毕竟周边四国 更喜欢一个有内乱的大钱 而不是一个强盛的大钱 当然 徐安知道 狗皇帝没安好心 很多人都认为 狗皇帝催着他离开京都 他早就在漩涡中心了 只有徐安最清楚 袁康帝不让他插手 是因为他在下一盘大棋 他在京都 这棋就没办法下了 因为他就是那个 最不可控的因素 狗皇帝这是怕他搅局 直接将棋盘给掀了 让他又双肉丸脱了 行吧 江南交给我 小豆丁也交给我 徐安沉吟了一下 看着徐安道 我只有新军第一军 新军第一军 只有两千多人 雍州一战 已经暴露了一定的实力 我没办法再打出棋不易 所以 新军出京都 肯定会被钉死 既然你在京都 黑甲军给我 黑甲军 相辅一战后 已经换上了最新的装备 虽然依旧是骑兵 不过 是装备了马刀 以及碎发枪 和手榴弹的骑兵 此时的黑甲军 战力比新军第一军 还要高出好几个档次 因为黑甲军 几乎各个都是高手 一群高手配备了 最新研制出来的手榴弹 冲锋路上 就是几千门大炮当然 至于怎么打 徐安还需要研究研究 不然手榴弹延迟爆炸 到时候 连自己给自己炸了 徐霄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道 可以 黑甲军 我会让他们秘密 把引入江南 一名一案 两支军队在江南 你的安全 也有一定的保障 徐安本来挺感动的 听到这话脸有些黑 啥意思 怎么感觉 你们觉得 我这次去江南 是去送死一样 差不多 这次下江南 本来就九死一生 徐霄抬手 拍了拍徐安的脑袋 道 小子 这是你自找的 我和陛下的计划 要花十年的时间 来解决这些问题 但现在大前的进程 生生被你给推进了十几年 那引发的祸患 自然就你来解决了 徐安瞪着徐霄 气得想打人 怪我了 老子只想做个 混吃等死的败家子 是你们非得算计我的 逼着我干的 嗯 还有这个 给你 徐霄从怀中 取出一本古朴的书 随手丢给徐安 这是老子的无敌神拳 练到大成天下英雄 没几个能在你手中 走上三招 武功秘笈 徐安双眼顿时放光 他现在最缺的就是秘笈 而且他可是听赤鱼说了 徐霄一拳 直接干翻了叶孤语 这要牛逼的拳法 不练是傻子好吧 嗯 老殿 要不你也将敲板砖的功夫 传给我呗 徐安忽然觉得 敲板砖这种方法 其实挺适合他的 当个快乐的老六 感觉也蛮不错的呀 徐霄魁梧的身躯 陡然僵住 叶孤语你大爷的 竟然敢在我儿子面前 接我老底 你是活腻歪了是吧 滚 徐霄一脚 将徐安踹飞出大殿 转身就走 今天 还得日常打大哥 徐安揉着屁股出了门 便看到萧兰 吃雨 宋玉言等一群美女 已经在门外等着了 孔烟也来了 正坐在萧兰的马车中 向他招手 不用说 肯定有偷偷跑出来的 只是现在给孔明珍 使个胆子 老孔也不敢过来 找他要人了 而马车之后 徐安还看到了一山井 他正和沈奥云聊天 没有看他一眼 徐安知道 肯定是叶孤玉的命令 让这小妞来保护自己 不过徐安觉得 这小妞最有可能的是 找个机会杀了她 但现在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徐安直接跳上马背 大手一挥 出发 江南 第629章 挑战我 先过我小丁那关 徐安天威亮 便带着一群美女 离开了京都 现在的京都百姓 对他太热情 白天走 恐怕很多美女要伤心了 京都没有小公园 别闹幺儿子的京都 那还是京都吗 出了城 和去接盖威的无邪两人会合 一群人便浩浩荡荡地 往江南开拔 徐安 我一定要杀了你 马背上 扛着双手刀的盖威 恶狠狠地瞪着徐安 徐安无语 这才走了半个时辰 这句话这家伙 已经说了八百次了娘的 被赤语练了几天 他这个大哥 直接成仇人了 赤语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让你这么大怨念 徐安看了一眼 坐在萧拉尔马车车顶的赤语 问道 盖威的情况 他昏迷前曾问过 当时赤语说了 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现在看来 似乎并不是那么回事啊 别问 问就是 我一定要宰了你 盖威冷冷打了一个寒战 瞪着徐安不许问 往事不堪回首 徐安想揍他 是我要问吗 你这岁岁念 都念了一路了呀 老铁 不想说那就憋着 我没记错的话 你是和火锋他们一起训练吧 徐安瞪了盖威一眼 没好气到 你还是文明天下的流氓剑客呢 人家一群女人都没说什么 你堂堂流氓剑客 怎么先怂了 盖威听到这话 直接就炸了 你大爷的 你还好意思说 那群女人还是女人吗 还是女人吗 盖威喷徐安一脸口水 老子堂堂七尺男 每天跟着他们 原地踏步一二一就算了 还得教他们刺杀 斩首各种战术 教他们各种战术就算了 还要承受吃雨那恶毒 呸 吃雨大侠的后代 天天在毒虫中 训练团队精神 你行吗 每天两只蝎子盘大腿 你自己都尿了 你还有脸说老子 徐安摸了摸鼻 有些尴尬的 纳特妈是以前 现在老子一身神油镜的真气 就为你羡慕不羡慕 盖威脸皮抽了抽 顿时有些咬牙切齿 这混账 总是戳人心窝 神油玄境的真气 全天下哪个舞蹈高手不想要 火缝的战刃 抽空你 最好还是亲自和他们聊聊吧 盖威抬头看了一眼 担任徐安护卫的战刃 脸色凝重道 这段时间 我和他们一起训练 我能感觉到 他们个个都想死 这可不是什么好事 你这嘴不是很会舔吗 那就舔尸一下他们的伤口 徐安闻言陷入了沉默 他之所以没有将战刃 丢给新义军 而是担任自己的亲卫 就是想要他们多沾染人气 免得在杀戮中沉沦 但这一切 终究是他认为而已 战刃愿不愿意 他似乎从未征训过他们的意见 徐安微微点头 道 我知道了 我会找个时间和火凤谈谈的 刚说完 前方队伍忽然停了下来 徐安抬头看去 便看到火凤打马回来 道 大将军 前面有人拦路 徐安听到这话顿时有些猛 这才出京都多远 竟然有人敢拦路 谁这么活 走 去看看 徐安来了兴趣 立即招了招手 将无邪和赤鱼等人都叫上 走到队伍前方 徐安便看到 拦在关道上的 总共有八个男人 八人中有青年有中年 为首的是一个穿着黑袍 满脸胡叉 手持长枪的中年男人 只是八个人 你们就赶拦我这百人车架 谁给你们的勇气的 徐安还没开口说话 对面男人的长枪 猛地指了过来 在下霸王枪秦宇 前来挑战武林王 武林王速来受死蜀中 穿云剑赵淮安 前来挑战武林王 山水蒙灵修 前来挑战武林王 对面 一个个男人站了出来 各个战役盎然 杀气磅礴 徐安见到这一幕 终于意识到了不对劲 特妈的 老子不是又被狗皇帝坑了吧 他下意识扭头 看向吴邪和盖威 结果两人 直接抬头看天 一副不关我的事的样子 徐安脸顿时就黑了 瞪着两人道 你们两个早就知道 做这个武林王 要被江湖人追杀是吧 吴邪和盖威 依旧抬头看天 没说话 沈大美女 劳烦给我解释下呗 徐安只得看向沈奥云 这小妞是江南武林盟的公主 总知道江湖上的事情吧 沈奥云美眸眨了眨 上前一步 江南武林盟沈奥云 前来挑战武林王 生死无论 不死不休 徐安直接跳脚 道 啥意思 武林王这个名头 能招来这么多麻烦 废话 武林王在江湖上的地位 相当于大前朝廷的皇帝了 沈奥云撇了撇嘴 道 这些年 江湖上各大门派 联合起来的势力 都只敢称盟 掌控者称盟主 都是平等的合作关系 你这称王 相当于是主宰整个江湖了 就你现在这德性 谁会扶你 你称王 那就是整个江湖之耻 这还只是开始 这一路到江南 天知道你要经历多少次挑战 徐安听完沈奥云的话 顿时目瞪口呆 狗皇帝 你又坑老子 得 现在老子 真天下皆敌了 武邪 盖尉 你们俩早知道 为何当晚不提醒我 徐安跳起来 就给盖尉一板力 这两个家伙太坏了 竟然跟着狗皇帝一起坑他 大哥 你这可就冤枉人了呀 盖尉双手枕着刀 无语道 那天晚上皇帝那么牛逼 我和无邪谁敢插嘴 要是插嘴 万一被他一巴掌拍死咋办 徐安扶额 无言以对 以狗皇帝的小肚鸡肠 这种事 他还真有可能做得出来 徐安 出来受死 秦宇拖着长枪 缓步上前 徐安看到这一幕 顿时也火了 娘的 狗皇帝坑我就算了 你们竟然还跟着凑热闹 真以为老子好欺负是吧 想和老子打 可以 让老子先看你们够不够资格 徐安将盖威踹了出去 道 这是我手底下武功最弱的 想要和我打 先过他这关 来 老子一人占你们八人 徐安有火 盖威也有火 这段时间被赤羽练的心态都快崩了 急需一站找回自信 他拎着双手刀向前走去 结果刚走没几步 双腿一软 直接一头栽倒在地 而站在前方的八大高手 也已经软绵绵地倒在了地上 盖威 赤羽你大眼 第六百三十章 论吹牛 徐安是天下第一 看到倒下的盖威和一群拦路高手 徐安整个人都僵住了 不用说 肯定又是吃鱼丹的好事 这个女人总是喜欢悄悄要翻人果然 徐安僵硬着脖子看过去时 吃鱼也看着她 翘脸还有些无辜 不管老子的事 是他们自己闯进来的 徐安嘴角微臭 呵呵 我信你个鬼 连盖威都倒下了 你给我说 他们自己闯进来的 我看你是故意报复吧 刚才盖威说了你狠毒 心里复匪归复匪 徐安却半点不敢表现出来 不然以这小妞的手段 下一个莫名其妙倒下的 估计就是她了 吴邪 一山井 沈奥云 也都下意识地和吃鱼 拉开了一点点距离 满脸戒备 他们虽然武功高强 但面对吃鱼 还是很忌惮 因为吃鱼的毒 已经用得出神入化 让你现在倒下 绝对不会让你多站两个呼吸 你 徐安 你无耻 你竟然下毒 秦宇双手撑着长枪 想要站起来 却发现全身无力 根本使不上半点力气 连体内的真气 此时就像是水凝结成了冰 根本运转不动 其他众人也都满脸愤懑 怒不可遏 都恶狠狠地瞪着徐安 什么武林王 简直就是个 只会耍阴谋诡计的败类 下毒 咱们有说过不准下毒吗 徐安摸了摸鼻 道 咱们好像没说过不准下毒吧 既然事前没规定 那就是规则是被允许的 那我下毒的手段 自然是成立的 哪里来的无耻不无耻 再说 你们是来杀我的吧 既然你们是来杀我的 那我和你们客气个毛 听到这话 盖威顿时泪流满面 大哥 那我呢 我刚才虽然说要杀你 但那只是口头说说 我没付出行动啊 你怎么能将我也算进去呢 盖威现在很怀疑 赤羽连自己也毒翻了 是徐安的主意 而秦宇 赵怀安一群人 听完徐安的话 也都气得脸红脖子粗 无耻 狡辩 秦宇指着徐安怒喝道 你不是武林王吗 你敢称王 你就要敢接受天下英雄的挑战 用这种卑劣的手段获胜 你是怎么敢说的 如此光明正大的 有种的 江湖规矩 单挑啊 徐安走上前 笑着看着秦宇几人道 你们刚才说什么 再说一遍 秦宇冷声喝道 说百遍又如何 有种的你放开我 江湖规矩 单挑 话没说完 只见徐安猛地抬手 一掌轰了出去 掌风宛若终极狂风 直接从他们面前肆虐而过 一掌轰出了二三十丈远的气境 掌风锁过之处 飞沙走石 寸草不生 看到这一幕 秦宇瞳孔陡然瞪大 满脸的难以置信 赵怀安 灵修等人 也是目瞪口呆 一副活见鬼 而盖威 吴邪 沈奥云等人 脸皮却在轻微抽搐 大意了 低估了这家伙的无耻了 虽然他不会武功 可是他有一身神油玄境的真气啊 一掌将体内神油玄境的真气 全部打出去 这气势也很吓人好吧 嗯 你刚才说什么来着 少爷我没听清徐安收了手 抬手掏了掏耳朵 看向秦冲 我 我 你 你是逍遥镜 不 不对 你入了神油玄境 秦冲瞪着徐安 拔高的声音都在轻微的颤抖 他本身就是逍遥镜高手 是八人中武功最高的 所以八人愿意以他为首 但他自问自己一身真气全外放 也打出几十丈远 而且威力还这么吓人 赵怀安 灵修等人也都脸色苍白 这怎么可能 江湖上不是说这家伙废物一个吗 堂堂一个神油玄境 你管这叫废物 如此年轻的神油玄境 简直就是千古第一人好吧 那他称武林王有问题吗 没有半点问题 他们在干什么 竟然想要挑战一个少年至尊 简直找死 哼 神油玄境罢了 有什么值得吹捧的 徐安背着双手 看着自己的双手 洋装一脸郁闷 哎 终究还是太年轻了 竟然没忍住在你们的面前出了手 暴露了实力 本来 应该将天下江湖人聚集到一起 一并解决的 秦冲 灵修等人听到这话 顿时吓得够呛 原来如此 武林王室原康帝故意放出来的 他想让徐安这少年 至尊出来整顿江湖 将江湖所有高手引出来 一网打尽 这太可怕了 徐安扫了一眼秦冲几人 道 既然你们知道了我的实力 为了防止泄露消息 就不留你们了 下辈子 不要再这么莽撞 话落 他抬手 右手手掌 便要向秦冲等人的脑袋拍下去 同时 背在身后的手掌 赶紧给吴邪打手势 吴邪 我戏已经拉满了 该你出手了 殿下 不可 吴邪虽然表情有些僵硬 但还是配合徐安演戏 他上前一步拱手道 殿下出入江湖 对江湖并不了解 这些人常在江湖中行走 对殿下有帮助 殿下且先留他们一命 让他们留下效忠 秦宇等人本来已经绝望了 听到这话 心头瞬间燃起了希望 几人看向徐安 连忙齐声说道 世子殿下 我们愿意效忠于你 但有一心 天诛地灭 有喝 捣定 徐安心里乐开了花 这是开门红啊 解散了天牢的高手 老子可以在江湖 再组建一个江湖组织 这一路下去 江湖人不是要来追杀老子吗 来多少 老子收多少 不愿意的 那就直接灭了 很好 既然愿意效忠 那暂且饶你们不死吧 徐安收了手 淡淡的 但你们身上的毒 在确定你们是不是忠心之前 南江圣女是不会和你们解的 解了你们的毒 要是你们有手段送出消息 我还怎么引江湖高手来杀我 秦宇等人闻言 心头顿时又是震惊无比 南江圣女 江湖上只说南江圣女 在大前京都现身 没说南江圣女被徐安收服了呀 几人心头原本还有点小心思 现在连半点小心思都没有了 南江圣女都选择臣服了 他们还能怎么办 单单一个南江圣女 就能翘无声息地杀掉他们全部事 全听世子殿下安排 几人齐齐大声道 看着这一幕 徐安身后的一群美女都愣住了 这就结束了 这家伙三两下 竟然就将这些个江湖高手震住了 果然论吹牛 徐安当属天下第一 第631章 早晚都得给你 收了秦宇等人 徐安继续带队下江南 三天的时间 他的队伍就壮大了近百人 数十个江湖高手 没见到他就被吃鱼要翻 然后丢到队伍中 哟 楚大侠 你也来了 哎呀 秦大侠 你居然也在 这还挺热闹 都快彼得上开江南武林大会了 一群江湖人见面 相顾无言 直到第4天的时候 徐安见到了白衣白剑的白亭 白亭见到跟在徐安队伍后面 那一串江湖人的时候 整个人脑袋都是猛的 连自己来是想要做什么的 都差点忘记了 看 就说吧 这家伙入江湖 江湖会被他给玩坏了的 徐安下令扎营后 便将白亭叫了过来 两人远离营地几十米 徐安才问道 你这么着急 白亭点点头 脸色凝重道 于县 小公也可还记得于县 徐安自然知道 于县江南水灾最严重的县 也是赵斯提取瘟疫的县 只是很快 徐安的脸色便阴沉了下来 他盯着白亭道 淮南王 要对于县动手了 灭成 人畜不留 白亭点头 脸上杀意凛然 徐安听到这话 心头都是一哆嗦 脸色都有些发白 这个时代 天花 疫病几乎没法治疗 想要彻底湮灭天花 祸乱等传染性极强的疾病 一般都会选择毁灭 很残忍 而于县 是大前江南重镇 常住人口近二十万 淮南王想要造反 江南就是他的大本营 而他是绝对不允许于县的疫情传播开来的 所以他想要直接将于县抹掉 一劳永逸 但在徐清风这科学狂人的研制下 大前现在已经能控制瘟疫和治疗天花了 真要让淮南王杀了那几十万人 那就是大前朝廷的无能 不能让他得逞 徐安看向白亭 道 第一军进驻于县接手于县的所有事情 淮南王要赶灭于县 那就全面开战 黑甲军就跟在他的身后 全程不足一天距离 真打起来 那就让黑甲军抄淮南王的老窝 小公爷 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是记呢 白亭看向徐安 道 如果这是淮南王引诱新军到于县 想要聚而兼之 那新军的处境会十分危险 我明白 但就算是记 我也得钻 否则大前朝廷就会失去天下明信 徐安没有丝毫的犹豫 道 新军第一军进驻于县 由柳絮暂代我执 全面负责江南的事 秀医使者全面配合新军的行动 另外 我会让高阳公主亲自坐镇于县 帮柳絮扛压力 白亭脸色大变 声音骤浪 这不行 高阳公主身份何等尊贵 岂能亲自涉险 若是淮南王将她当成人质 陛下会非常被动 徐安舔了舔唇 道 没错 我就是给淮南王送人质 徐清雨 小妈 萧兰 都是徐霄和狗 可 陛下最重要的人 有这些人在江南 淮南王应该会安心很多 白亭脸色阴沉 淮南王是放心了 但京都的陛下和娘娘 就得担心了 徐安笑了笑 道 喂 那是我大老婆 我都不担心 你替我担什么心啊 放心 我会调一山井 沈奥云以及战刃 负责萧兰的安全 江南 需要朝廷一个重量级的人作证 我出现得太早 淮南王就会对我进行 针对性的布局 局面会很被动 但我若是不出现 淮南王那个 就摸不清我的脉 我可以继续浑水摸鱼 江南这个局 不能用常规方法破 说得很有理 但我信你个鬼 白亭死死盯着徐安 道 你让公主入江南 目的不会这么简单 当然不会这么简单 但你能知道的就这么多 徐安拍了拍白亭的肩膀 道 放心 我有详细的计划 白亭想到赵斯的下场 脸皮顿时抽了抽 计划 你的计划 就是最大的变化好吧 但想到袁康帝 让他全面听从徐安的命令 他只能压下一律执行命令 宋玉言在我的队伍里 他是前朝公主 也会跟着公主掀下江南 徐安看向白亭 道 所以天地会的情况 你要尽快摸索清楚 看一下 宋玉言有没有机会 接手天地会 白亭微微点头 这就是他来找徐安的 第二个目的 天地会中 还有宋正坤留下的事例 我这段时间正在接触 白亭站了起来 道 小公爷 我不能长时间消失 便先回江南了 有什么消息 我会及时通知你 你别玩得太害 把证事忘记了 白亭想到营帐内的一群高手 暗暗补充了一句 大老婆 得委屈一下你了 送走了白亭 徐安便将萧兰叫了过来 将之前和白亭所说的事情 和他说了一遍 同时将自己的想法告诉他 萧兰听完徐安的计划 几乎没有半点犹豫 便答应了下来 好 那就按照你的计划执行 江南渔县那边 我亲自过去 萧兰撬脸冰冷 有皇族的人坐镇 淮南王想要屠城 就得先掂量掂量 这个 你拿着 就当是我在你身边保护你了 徐安从腰间枪套中 取出一支最新带的碎发枪 递给了萧兰 自从用碎发枪干掉雀阴后 他心里有了一点阴影 很少佩戴碎发枪了 但这次南下江南太危险 他又重新装备上了 最新带的碎发枪 体积重量小了很多 而且换挡速度极快 已经有了左轮手枪的驱形 只要解决子弹的问题 那就是左轮手枪 说实话 看到碎发枪的发展速度 徐安都不得不佩服战舱 这老头绝对是个武器达人 从他给的净化图纸和方向 就已经将碎发枪更新了几代了 又譬如手榴弹 雍州战之后 他将设计图纸给战舱 没几天 大前的手榴弹便面试了 怎么 你舍得 宋玉言接过徐安手中的碎发枪 嘴角有了笑容 徐安手中的碎发枪 可是战舱亲自打造的最新款产品 整个大前仅此一款 连皇帝都没有 我这两枪 早晚都得给你撸 有什么舍不得的 徐安贪了贪手 随即 他脸色正重道 一山井 沈奥云 战刃负责保护你的安全 另外 为了防止意外 你带走两千黑甲军 有黑甲军在 只要没有神游玄境出手 江南就没有人能威胁到你的安全 而且 只要淮南王杀不了我 你就是安全的 第632章 等你三年 想什么呢 一日 等后面的黑甲军赶上来之后 萧兰和宋玉言 便带着两千黑甲军 先行入了江南 黑甲军原本是要当成底牌的使用的 但现在情况发生了变化 徐安不得不改变策略 让黑甲军暴露在阳光下 而他 则带着人继续和淮南王动闷子 现在他身边的底牌 高手都减少了 接下来 淮南王估计会拿他开刀计棋 当然 这也是徐安所想要的 淮南王将注意力集中在他的身上 萧兰那边就更安全 也能更迅速地完成他的计划 等萧兰带领黑甲军离开后 徐安继续在营地休整了一天 第二天才继续赶路 只是这支队伍中没有军队随行了 只有徐安 无邪几人 就只有一群江湖高手了 这些人 你就这么放心 他们之中 可能有淮南王的探子 无邪看着跟在身后的一串江湖高手 脸色有些凝重 虽然说 徐安暂时以神游玄境的真气 震住了这些人 但这种高手 有几个是傻子呢 一旦他们知道真相后 还会这么老实吗 一旦他们开始反制 平他和盖威 还有痴语三人 怎么可能是对手 而且 还要保护徐安和徐安身边的脱油瓶 无邪 你啥意思 你说话就说话 你看着我说干嘛 孔烟不乐意了 他可是跟着萧莱南下 扮到悄悄跑回来的 和萧莱南下 有什么意思 和徐安待在一起 各种整腰额子 那才好玩好吧 看着你说 是因为队伍中 本来就有一个废物了 现在是两个废物 无邪丝毫不惯着孔烟 声音冰冷道 徐安也不爽了 就那么你这无邪 你小子可别乱中伤了 老子现在好歹 也是有一身神游玄境真气的男人 废物 你见过这妖牛逼的废物的吗 我知道这些人中 肯定有淮南王的人 这就是我不放他们走的原因 徐安回头看了一眼 身后的一群江湖高手 道 我需要在他们面前 成功地将高手的形象立起来 让他们确信 我就是真的神游玄境如此 将来给他们机会 向外传信的时候 那肯定会好玩 无邪眼睛眯了起来 你是想要用你这个假的神游玄境 来试探一下 淮南王有没有神游玄境的高手 徐安点点头 道 嗯 神游玄境无论是朝廷 还是淮南王 都是压箱底的手段 暴露得太早 对手就会有防范 所以 我想要让淮南王主动先暴露 啪 无邪抬手 剑翘狠狠在徐安后脑勺敲了一下 他又先怒了 你这是拿你的命在开玩笑 淮南王是一方诸侯 他只要花费足够的代价 请一两个神游玄境出手很难吗 大前没有 他难道不会向东游 向南雀找人 徐安闻言陷入了沉默 片刻 他说道 无邪 我自然是清楚这些的 但是 我没有选择 淮南王已经准备以毁灭的手段 将有瘟疫的余线从地图上抹除 那里足足有二十万人 他这是在逼我出招 那我就只能将他的注意力给吸引过来 只要他的底牌始终锁定我 萧兰 柳旭他们在江南 就能救更多的人 因为我要不给他淮南王杀我的机会 他可能会狗急跳墙 对萧兰和柳旭等人动手 逼我就犯 到时候 灾不能震 民不聊生 整个江南会死很多人 无邪听完徐安的话 陷入沉默了 这家伙怕死是真的 但在危险来临时 他又总是逞英雄将危险独自拦在身上 这种人一般会死得快 无邪暗暗在心头冷横 前面就是零线了 过了零线之后 咱们得重新换一身心头了 徐安看向盖威 这家伙前天被赤鱼要翻了 虽然现在已经解了毒 但还在气头上 这一路下来都不说话 主要是他怕一说话 忍不住骂赤鱼 然后又莫名其妙中毒 行了 这套难民的衣服 接下来 咱们得从淮南王的眼皮子底下 消失一段时间了 盖威一听 直接瞪眼 老子好歹也是江湖鼎鼎有名的流氓剑客 老子不要面子吗 老子 赤鱼 徐安往后叫了一声 盖威就像是遭到雷击一般 身体冷冷 打了一个机灵 立即改口道 多大点是 不就是搞几十套难民衣服吗 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哪里需要赤鱼女侠亲自出手 大哥你也太大提小做了 后面的话盖威瞪着徐安 这女人来压我有种的单挑啊 去吧 别搞出太大的动静了 徐安丝毫没有理会盖威的挑衅 淡淡道 至于你想要向我挑战的事 嗯 可以 我答应了 等我三年就行 盖威 盖威当即对着徐安 就是一阵无声地问候你大爷的 我是你女人吗 还等你三年 想什么没事呢 有本事的 你别叫无邪和吃雨 我让你双脚一手 看老子不把你打得鬼哭狼嚎 狠狠地瞪了徐安一眼 盖威打马离开 当晚徐安在林县外二十里速营 营地是吃雨指挥一群江湖高手见的 这让一群江湖高手十分的不爽 营地虽然见好了 但搞得怨声载道 徐安得到吃雨的禀报的时候 不由笑了 查出来了吗 哪些人是淮南王的人 吃雨这两日就没有闲过 一直执行他的命令 那就是甄别这些人中淮南王的卧底 有蛊虫在 整个营地中几乎没有什么事情 能够瞒得住他 吃雨咬着徐安亲自给他烤的烧鸡 含糊不轻道 查出来了 那个什么剑的赵怀安 还有那个姓楚的大侠 穿云剑赵怀安 奔雷掌楚狂 徐安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楚狂是江南武林中的高手 在江南有很高的威望 徐安还记得当初这家伙被拿下的时候 那场面那是一个热闹 我还以为这些家伙 这么着也得隐远一段时间才会搞事情 没想到他们竟然这么沉不住气 徐安摇了摇头 江湖人就是江湖人 藏不住心事啊 吃雨抬起头 道 需要我让他们悄无声息地消失吗 第633章 试探一下徐安 吃雨扬了扬手中的烧鸡 那意思是 看在烧鸡的份上 可以帮助他 徐安沉吟了一下 摇头 让他们消失 这是下策 这两人在这群江湖高手中 有着不小的威望 真搞死他们两个 恐怕会引起其他人自威 那他的大忌 可就难以实现了 他还要借助这一身神游玄境的真气 去演这群江湖高手 将他们收为己用呢 圣女 他们有没有可能自己解读 或者说 楚狂他们有没有可能有办法 帮助这群江湖高手解毒 徐安觉得这应该是最有可能的方法 楚狂和赵淮安想要激化矛盾 就是有办法解决吃雨的毒 只要能解吃雨的毒 那他们便可以带着这群江湖高手反击 这就是之前无邪所担心的事情 不然 他们这时候就有行动很不合理 我的毒 除了我之外 也就只有吃雨有可能能解 其他人不行 吃雨说到这里 忽然意识到吃雨 现在在淮南网手中 他放下了烧鸡 看向徐安道 吃雨对你爹一往情深 他是不可能背叛你爹累 我自然是相信小妈的 如果是小妈一个人无碍 但小妈身边还有一个小跟屁虫 徐安手缓缓攥成了拳 眼底有杀意 当然 杀意是针对淮南网的 淮南网知道你在我身边 知道你用毒无双 他极有可能会从小妈身上 获取对付你的办法 而能让小妈就范的 只有小豆丁 敌人如果用小豆丁威胁 小妈可能会将一些解毒的方法告诉他们 吃雨翘脸也冰冷下来 道 嗯 李懿为了保护小吃货 肯定会选择这么做的 他应该是相信你能解决问题的 不过 他们怎么就觉得 老子就只会一种毒呢 老子还能毒中毒 让他们去解一辈子去 徐安本来听到能解毒 心里还有点虚 结果听到吃雨后面的话 他只能摸摸鼻子 掩盖之前自己的心虚了 你妹 差点忘记了 玩毒这小妞 那是妥妥的祖宗啊 就算敌人想要利用吃力 造出一种毒的解毒单 可是他有多少种毒 恐怕连他自己都不知道 你那是什么眼神 信不信老子要死你 吃雨扬了扬手中的烧鸡 恶狠狠地说道 我这是崇拜的眼神 没看到我这满脸佩服的样子吗 徐安笑着指了指自己的脸 剑兮兮地道 那接下来 圣女大人多多费心 给这群家伙再上点猛药 吃雨看了看手中的烧鸡 道 每天烧鸡不能停 能有吃解决的事情 根本不是事 徐安立即拍着胸口的 成交 与此同时 营帐外 篝火旁 满脸胡茶 身材魁梧的楚狂 坐在众人之中 脸色阴沉而冰冷 诸位 大家都是江湖上 鼎鼎有名的人物 如今却在这里 给一个权贵子弟当奴才 这算什么 什么神游玄境 依我看 这家伙只不过用了一些手段 吓唬住了你们罢了 听着楚狂的话 众人都赞同地点点头 除了秦宇等人 见过徐安出手外 其他人都是直接被赤雨要晕 然后被丢进队伍中的 徐安是神游玄境的事 他们都是从秦宇 灵修等人口中说的 真实性并不是太高 怎么 诸位是在怀疑我和徐安同流合污 欺骗你们吗 秦宇看着众人细血的目光 脸色也极为难看 徐安是神游玄境 这是他们亲眼看到的事实 一掌轰出数十丈的真气 何其霸道 不是神游玄境是什么 这件事 灵修 赵淮安等人都能作证 我有没有和徐安联手 你们自己问他们便是 秦宇指着赵淮安等人 要他们出来作证 所有人的目光 立即齐齐落在赵淮安几人的身上 秦大侠说的没错 当日我们的确是看到了 徐安有磅礴的真气 一掌轰出数十丈的气境 若不是神游玄境 诸位谁能做到 灵修点头赞同了秦宇的话 没错 徐安当日打出了那一掌 的确只有神游玄境能做到 赵淮安抱着剑 却是轻笑一声 道 但是 如果这是徐安的障眼法呢 障眼法 这种事竟然还能有障眼法 所有人齐齐看向赵淮安 赵淮安戏谑一笑 道 诸位怕不是忘记了 徐安可是出了名的会搞事情 想必诸位已经听过大前京都的事情 就是徐安搞出来的龙凤城祥 这在京都 甚至在江湖都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可是直到现在 谁都不知道 徐安到底是怎么做到的 众人文言都不由轻微点头 龙凤城祥破了赵斯的灾心计 这在大前已经不是什么秘密 但问题是 徐安的龙凤城祥是怎么做到的 如今有关这个说法 早就传出了几十上百种 有说是徐安召唤出来的 有说是 徐安用四镜高手的玉物手段弄出来的 还有人说 徐安沟通天地弄出来的 既然徐安能弄出龙凤城祥 那能弄出数十丈的真气 应该也不是什么难事吧 想要验证徐安是不是神游玄境 其实不难 楚狂看到赵淮安将气氛烘托得差不多了 笑着开口道 徐安是不是神游玄境 试一下徐安便知道了吗 试一试 怎么试 立即有人问道 众人看着楚狂也是脸色疑惑 他们现在可都被封了经脉 根本就调动不了真气 这件事 得秦大侠出手了 楚狂冲着秦宇拱了拱手 道 这几日下来 秦大侠和徐安的关系 在我们这些人中最为密切 既然如此 那秦大侠想要徐安这神游玄境 指导指导武学应该不成问题吧 秦大侠如今虽然进了逍遥天境 但卡在初期七八年了吧 徐安如果是神游玄境 那有他的知道 秦大侠必定能有所突破 众人听到这话 都不有点点头 此计甚妙 徐安要是神游玄境 那肯定能指点秦宠的武功 徐安要不是神游玄境 那他恐怕连武功 是什么东西都不知道吧 第六百三十四章 秦大侠 有劳了 淮南城 淮南王府 淮南王站在窗前 看完手中的密信 笑得肥胖的身体都在颤动 笑声更是宛若鬼豪一般甚人 这小兔崽子 竟然奋兵了 都这时候了 他竟然还敢分明 自己要和本王玩躲猫猫 真是个淘气的孩子 淮南王将手中的密信 放在蜡烛上点燃 松手 密信烧成灰烬 在空中飘散 本来还以为 以你这小兔崽子的性格 知道本王要抹掉鱼线 肯定会马不停蹄地 往鱼线干主持大局 没想到你竟然奋兵了 那本王在鱼线 给你准备的大餐 只能让我可爱的孙女来享受了 淮南王满是坠肉的脸上 充满冷恋 他让人放出消息 要灭掉鱼线 就是想在鱼线 布下天罗地网 等徐安进鱼线 就除掉徐安 结果 徐安竟然没上当 而是和萧兰奋兵了 萧兰入住鱼线 而他则目的不明 至于你 徐家小崽子 你想要玩捉迷藏 爷爷陪着你玩 淮南王手缓缓钻成拳 轻贺一声 肖默 属下在 淮南王身后 一个身材魁梧的青年拱手道 去吧 既然徐安分兵了 他身边应该没什么人了 淮南王挥了挥手 道 既然派去的人 没有消息传回来 那你亲自带人 去挥挥他吧 记得把他徐安的人头 带回来 我要用他的人头记起 另外 让武林盟 配合你的任务 淮南王话说得很随意 徐安已经入了江南地街 那就是他的地盘了 徐安想要在他的地盘上 和他玩躲猫猫 就算钻进老鼠洞 他也能将他给揪出来 嗯 本王给你个期限吧 半个月的时间 够不够 淮南王双眼微眯 他现在没有那么多时间 去浪费了 必须速战速决 否则 袁康帝和徐霄 稳定京都的大局 就能腾出手来对付他 父王 何须半月 十天足矣 肖默是淮南王的义子 此时重重抱拳拱手 满脸自信 徐安入江南 举世皆敌 十日内杀不死徐安 儿臣提头来见 很好 去吧 淮南王挥了挥手 肖默拱手一礼 转身出了房间 淮南王抬头 看着天空的月色 嘴角的笑容渐渐猙獰 肖策 徐霄 你们真以为 凭徐安一个人 就能牵制得住本王吗 本王按兵不动 不过是因为 本王要等的人 还没等到而已 临线外 营地中 一群江湖高手 听完楚狂的计划 全都心动了 此计甚妙 他要是不会武功 那就别客气了 他要不会武功 敢如此忽悠我们 定不会与他甘休 没错 真到我们这些江湖 好欺负的吗 众人 看向徐安的帐篷 有人戏谑 有人义愤填膺 有人怒不可遏 他们可都是江湖上 鼎鼎有名的高手 岂能容徐安 如此捉弄楚狂 照淮安相视一眼 嘴角都不由泛起了笑容 这就是他们所需要的效果 徐安的信息 淮南王府的密谈 早就查得底调了 虽然这段时间 他闹的动静很大 但在武学上 他就是个废物 因为 他的根骨 被人打断过 一个武道奇才 被人直接打断了根骨 还能练到武学巅峰 这根本就不可能 徐安 肯定像他在京都一样 在闹妖蛾子 可惜 他们不是京都那些废物官老爷 徐安赶在他们面前玩 那就借机玩死徐安 看着这一幕 秦宇心头燃起了怒火 徐安当日一掌之威 他可是亲眼见到的 那就是 神游玄境才有的真情 试探徐安 要是真的 徐安不会武功 他会第一个死 因为他当了出头鸟 要不是真的 他也是第一个死 神游玄境的威严 是那么随便能冒犯的 哼 楚大侠说的很有道理 可是楚大侠 似乎忽略了一个 很重要的问题 秦宇扫了一眼楚狂 眼底带着寒意 楚大侠该不会忘记了吧 我们这些人 可都是中了 南疆圣女的毒的 就算试探结果 如楚大侠所说 徐安不会武功 那又如何 我们能拿徐安怎么样 无邪 盖威 南疆圣女 三人中随便一人 都能将我们全部灭杀 听到这话 原本激动的一众江湖高手 面色都僵硬下来 对啊 差点忘记了 他们现在还身中剧毒呢 全身经脉 都还被南疆圣女的毒封锁 就算得出了结论又如何 得出了结论 他们的小命 也得走到头了 那如果 我有能解诸未毒的解药呢 楚狂轻笑一声 刷刷 所有人的目光 奇奇地落在了楚狂的身上 只见楚狂从怀中 取出了一个精致的瓷瓶 他双指夹着瓷瓶扬了扬 笑道 既然是来挑战徐安的 我怎么会没有一点准备呢 楚大侠英明 众人看着 楚狂手中的瓷瓶 目光炙热 都奇奇地竖起了大拇指 唯独秦宇 此时眉头却皱了起来 心头越发地不安 他总觉得赵怀安和楚狂 准备得太充足了 他们是为了挑战徐安而来 而楚狂和赵怀安 极有可能是为了杀徐安而来 而这些人 就是他们借的刀 秦宇很想将自己的怀疑说出来 但现在很多人都被楚狂说服了 这时候他 要是反抗 就是因为他的威望和楚狂不相上下 楚狂将他当成了威胁 诸位 请先服下解药吧 楚狂将瓷瓶中的药丸倒出来 分发给了一群高手 唯独没有给秦宇 他看着秦宇 笑道 秦兄 既然担任试探徐安的重任 那只能让南疆圣女 先给你解读了 否则让他们知道你的读解了 我们的计划可就暴露了秦兄放心 只要试探结果出来 徐安如果想要对你动手 我们必定全力救你 众人也都看向秦宇 这时连退路都不给他了 哟哼 咬什么呢 这么热闹 就在这时 徐安的笑声从远处传来 第635章 忘记了直枪的初心 此时 除了秦宇外 所有人都已经服用了解药 体内的真气已经能够调用 见到徐安过来 很多人都面色不善 忍不住想要动手了 但又怕徐安真的是神游玄境 只能强行忍了下来 楚狂站起来拱了拱手 笑道 我们是在聊徐小公爷呢 徐小公爷年纪轻轻 就已经是神游玄境 着实令人佩服 呵呵 秦大侠卡在逍遥近初期 不上不下几年了 正想着 要不要徐小公爷指导一下呢 徐安逆了楚狂一眼 呵呵 老贼坏得很嘛 都这时候了 还不忘退出替死鬼呢 可惜 你这老贼什么的 那点小计谋 早就被少爷我看穿了 哦 是这样吗 秦大侠想要我知道知道 徐安笑盈盈地看向秦宇 看得出来这家伙十分抵触 哪里有半点 需要他指教的样子 秦宇知道自己现在没退路了 只能站起来拱手道 是 在下的确在逍遥近初期 停滞好几年了 还请徐小公也指教指教 也罢 反正闲来无事 便给你看看 徐安很痛快地答应下来 道 你打一套枪法 我看看 问题出在哪里 他虽然不会武功 但是有无邪和赤鱼在 这两个家伙 都是武学奇才 对武道的领悟 要比其他人要高 现在古虫就在他耳中 等下点评的时候 嘿嘿 按在无邪和赤鱼给的答案 照着念就可以了 圣女给秦大侠解读 徐安冲着赤鱼招了招手 自顾地坐在篝火旁 帮赤鱼烤烧鸡 看着他没有半点高手的风范 一群人几乎在心头确定 楚狂说得对 这家伙绝对不会武功 只是装腔做事 可是怀疑归怀疑 如此近的距离 却没有人敢对徐安动手 他如果不会武功的话 怎么敢和他们坐在一起 他难道不怕被群殴吗 赤鱼随手将一颗药丢给秦鱼 随即背着手一蹦一跳 走到徐安身侧 看着油光晶亮的烤鸡 眼睛都直了 你刚才吃了两只 现在又想吃 徐安看着身侧的女孩 无语地摇了摇头 亏是他家大业大 不然还真养不起吃鱼和小豆丁 想到小豆丁 徐安眸色不由一沉 那个小吃货就知道吃的 现在落在淮南王手中 也不知道能不能吃饱 用毒消耗大 得补充 吃鱼义正词严 这个理由太强大了 以至于徐安看了看手中的烤鸡 那一只够不 好吧 不够 去吧 能吃多少 就拿多少过来 这里人都 都能帮你烤 吃鱼美眸顿时放光 直接蹦起来 就往藏物资的营帐跑来的路上 途经的各大村庄的鸡 几乎都遭到了他的毒手 当然 是付钱买的 一群江湖高手 看着兴高采烈的吃鱼 顿时都迷了 过分了呀 我们一群高手 帮你烤鸡 亏你想得出来 这时 秦宇服用过解药之后 修为已经恢复 他抬手冲着徐安拱了拱手 道 徐小公爷 那在下便献丑了 徐安头都没回 自顾忙着烤鸡 道 好的 你打吧 不用管我 众人看着这一幕 眼皮都直跳 险些忍不住当场群殴他 你能不那么装吗 看都没看身后的秦宇一眼 你就让人家打 咋地 你后脑勺长眼睛啊 秦宇心头也有些窝火 他可是逍遥境高手 放在江湖 也算是一方霸主 徐安竟然如此轻慢于他 刷 心头带着怒火 秦宇长枪一荡 当场就耍了一套 他的霸王枪 徐安没有回头 但依旧能听到 身后枪声整整 宛若蛟龙出海 风起云涌 他顿时有些心虚 真怕秦宇这货练着练着的 直接一枪就将他给挑了 只是心虚归心虚 徐安脸上却没有半点表现出来 嘴里依旧哼着小曲 烤着烧鸡 仿佛一切尽在掌控之中 哼哼 抓 你继续抓 我倒是要看看 等一下你 还能怎么抓 楚狂看着这一幕 心头也是一阵窝火 气得险些忍不住 当场抱粗口 他现在想要看到的是 徐安的紧张和彷徨 但现在 徐安竟然从容淡定 这让他十分的不爽 此时 几乎没有什么人在看秦宇 所有人的目光 都落在徐安的身上 看到他自信而从容的样子 众人的心头 那是一个百感交集 他们现在总算是能明白 京都那群官老爷的心情了 根本搞不清楚 这家伙是在故弄玄虚 还是真有本事啊 很快吃雨回来了 拎着小竹篓 竹篓中全是杀了处理好的鸡 不用徐安说话 他自己亲自动手 抽出这群江湖高手的刀剑 往肌肉上一插 就将他们的武器还回去 众人 众人顿时泪流满面 他们是谁 江湖上鼎鼎有名的高手 他们的武功和剑武器 用来杀人的 现在 竟然在这里给人做烧烤 用的 还是自己的剑 这简直没天理啊 问题是 不确定徐安到底是不是神游玄境 他们心头就算再不爽 也只能咬着牙忍受了 打完了 请徐小公爷赐教 这时秦宇略显冰冷的声音传开 他此时脸色阴沉 额间轻惊直跳 作为堂堂的孝敬高手 他还是第一次被人这么无视 要是徐安说出的所以然还好 说不出 那就别怪他不客气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的目光 齐齐落在徐安身上 等着他点评 与此同时 无邪的声音在徐安耳中响起 枪法苍镜有力 霸道强势 他所练的功法也没有什么问题 按理说 以他这种情况 应该是突破了的没有突破 暂时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没突破 徐安听到这话 嘴角微抽了下 你这说和没说一样 还能不能靠谱一点 我这按照你的说法 重规重矩地说 那还能体现出 我这个神游玄境的牛逼吗 啥也不是 关键时刻 还是得靠我自己边 徐安翻着烤机 淡淡道 老秦 你的枪很锋利 霸道而强势 但你忘记执枪的初心了 你拿枪的时候 是想要做什么 第636章 这还怎么玩 赤羽自顾烤着烧机 似乎这一切 和他没什么关系 无邪的嘴角 却在轻微地抽搐起来 他看着徐安一阵无语 这家伙 又开始忽悠了 无邪轻微地摇了摇头 身体下意识地 往徐安身边靠了靠 抱着剑站在了徐安身后 他把徐安玩脱了 直接被这群高手 按在地上摩擦 对于其他事情 徐安还能用他那些歪理邪说 可是武道不一样 武道一图 徐安在武道一图 就是个白痴 众人也是满脸疑惑 目光都齐齐地 落在徐安的身上 持枪的初心 难道你该点评的 不是秦宇的枪法问题吗 这和他持枪的初心 有什么关系 这不是扯淡吗 好比杀手 杀手持剑的初心是什么 杀人啊 徐小公爷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楚狂笑着看向徐安 嘴角的笑容 带着浓浓的细血和讥讽 什么神游玄境 果然是装的 这才试了下 就原形毕露了吧 什么意思 意思还不明显吗 徐安面色平静 淡淡道 老秦的枪法 没有太大的瑕疵 所修的功法 也没有什么缺陷 只要资质不是太差 正常来说 修炼到神游玄境不是问题 之所以几年没有寸境 是因为他的心境出现了问题 这就是我为什么说 秦宇忘记了持枪的初心 听到徐安这话 众人都面面相去 赵淡安和楚狂相视一眼 两人嘴角顿时都变得轻蔑起来 手也下意识地落在了剑柄上 确定了 这家伙就是在胡说八道 心态出现问题 那秦宇还能修炼到逍遥天境出气 恐怕早就走火入魔了吧 刚开始还在皱眉困惑的秦宇 听到徐安的解释 脸色也难看下来 他这些年 凭借霸道而强势的霸王枪 在江湖上所向披靡 闯出了赫赫威名 现在却被人说到心有问题 这特妈能忍 徐晓公爷 我秦宇武道之心肩如磐石 没有任何问题 秦宇脸色阴沉 冷声说道 这时候 秦宇心头也支持了赵淡安和楚狂的猜测 徐安这神游玄境 真是装的 无邪看着这一幕 双眸也不由微微眯起 立即警惕起来 看吧 就说武道一图 这混账就是个白痴吧 这才开局 就已经有顽脱的迹象了 哼哼 秦大侠不必着急 咱们先听听徐晓公爷的狡辩 不 是高见 楚狂抬手压了压 示意秦宇别冲动 现在他们的毒已经解毒了 可以慢慢欣赏徐安的表演 全当是耍猴玩了 听这话的意思 我这神游玄境 在你们眼里 很没排名啊 徐安逆了楚狂一眼 小老头 你还挺能拉仇恨 想看老子狡辩 行呗 那老子就狡辩给你看 也罢 那本少爷今日就好好地狡辩狡辩 徐安将手中的烤鸡递给了吃鱼 随即站了起来 他目光落在秦宇的身上 你很不服气是吧 那你现在告诉我 你持枪的初心是什么 秦宇攥紧手中的长枪 道 踏上武道之巅 神游玄境 徐安戏谑一笑 道 看 这就是问题所在 众人文言顿时都猛了 什么叫这就是问题所在 按你这么说 我们所有人都有问题呗 你去问问整个江湖 整个武林哪个 学武之人学武的目标 不是武道巅峰 不像往武道巅峰的江湖人 就不配做一个江湖高手 问题 那老夫倒是想要问问徐小公一 老夫向往武道之巅 有何问题 秦宇也怒了 脸色冰冷地盯着徐安 眼中杀意肆虐 别以为你自称神游玄境 我就怕了你 你如此如我 我也是敢拼命的 徐安抬手点了点自己的心脏 笑道 秦大侠的目标没问题 追求武道巅峰是 每个江湖高手的夙愿 可是 老秦 你的心太小了 听到这话 所有人都愣住了 看向徐安的目光 瞬间都不散起来 心太小了 怎么个意思 怎么感觉 你这是骂我们呢 秦宇堂堂的逍遥 天境心还小 那我们这些九品 以及刚入四境的人 心是不是更小了 那就请徐晓公爷说说看 我秦宇 哪里心小了 秦宇脸红耳赤 忍不住当场出手 一枪捅死徐安 他是谁 江湖鼎鼎有名的霸王枪秦宇 现在却被劈得一钱不值 这对他来说 是奇耻大辱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徐安抬头看向秦宇 背着双手笑道 而你秦宇的世界 只剩下了五道之巅这条路 当然 或许你们会说 这样会让你们的五道 更加的纯粹 但我只想说 那纯属扯淡 听到这话 原本想要看徐安热闹的众人 顿时起起呆住 随即 所有人瞬间怒火中烧 徐晓公爷 你这是什么意思 确定了 这货就是变着法骂我们呢 娘的 这不能忍 一心像武 怎么就成了心小了 众人怒不可遏 现场顿时喧嚣起来 他们差点忍不住当场动手了 这没办法忍 这家伙一而再贬低他们 将他们贬得一无是处 赤鱼扫了全场一眼 抱着烧鸡 抬头看向徐安眨了眨眼 声音在徐安耳中传来 好吵 要不要现在要死他们 徐安微微摇头 道 不用 我在装会逼 可 我在讲话道理 他看着众人 一副要动手的样子 猛地抬手一掌 轰出轰隆 一股气静山崩海啸 肆虐出去数十丈 所过之处寸草不生 石头崩裂 大树折断 顷刻间 整个营地就像是被忽然出现 一道巨大的天欠 撕裂成了两半 所有人看着这一幕 瞬间就哑了 一个个目瞪口呆 很多人嘴巴张德 都能吞下了自己的拳头 我的天 秦宇没说大话 真是神游玄境啊 这怎么可能 楚狂和赵淮安也是瞪大双眼 当时都傻眼了 虽然赵淮安曾见过 徐安神游玄境的议长 但综合淮南王府的情况 他们一致认为 这是徐安的障眼法 这就是他们 为何敢挑唆这群江湖高手 搞事情的底气 现在 徐安再次用神游玄境的 议长告诉他们 他就是神游玄境 没掺半点水分 这特妈 这还怎么玩 第637章 请徐小公也赐教 这家伙 又来这一招 无邪撇了撇嘴 他总算明白 徐安为何前面说 那么多废话了 这不是之前这家伙 交给他的道理吗 拳头 是让人能够听你好好讲理的手段 可是 你确定 这还是手段 你这明显就是威胁了呀 无耻 徐安收了手 扭了扭脖子 骨头嘎嘣响响 他目光扫了一下全场 道 嗯 纯真气似乎不能彰显我神游玄境的修为 要不 给你们来一招从天而降的掌法如何 这话一出 全场一众高手 脑袋都摇成波浪鼓了 不 不了 徐小公也别在意 我刚才就是开个玩笑 哈哈 徐小公也果然是神游玄境 小小年纪已经踏入武道之巅 真乃神人眼 徐小公也果然英明神武 英俊潇洒 就是一坨狗屎 一群江湖高手哪里还有之前的强势和杀意 当时就怂了 你妈 那是神游玄境 单单是真气一掌 他们都不一定接得下来 要是动用功法 一掌从天上轰下来 他们估计得当场被轰成面面 死都不能再死了 扑通扑通 刚才叫嚣的很多人 这时候直接一屁股跌坐在地上 满身冷汗 彻底被徐安这一掌给吓住了 很多人看向楚狂 眼底有杀意 你大爷的 你不是说 这是徐安在闹妖蛾子吗 这叫闹妖蛾子 你是要闹我们妖蛾子吧 楚狂和赵怀安脸色也是苍白下来 大意了 还真是偷鸡不成十把米啊 现在 能听我好好说话了 徐安抱着双手 淡淡一笑 众人齐齐点头 唯有秦宇 还是有些不服 你是神游玄境没错 但你神游玄境 也不能这么欺负人吧 说什么就是什么 怎么 老秦 还是不服事吧 徐安见到秦宇脸上的表情 轻哼一声 说你心小了 你就是心小了 这就是 为什么我十八岁 是神游玄境 而你四十八岁 还是逍遥境 徐安手指着全场众人 道 这话不仅适合老秦 同样适合 你们众人连连点头 对对对 你是神游玄境 你是大佬 你说了算 少爷我告诉你们 你们武道之所以难有进步 除了资质跟古外 还有就是心境问题 徐安盯着众人 侃侃而谈 我之前说过了 心有多大 世界就有多大 这不是危言耸听 因为我发现 你们弄混淆了一个概念 你们将目标和梦想 当成一回事了 众人听到这话 面上终于有了沉思之色 没有再点头附和 这时候 他们忽然意识到了一个问题 徐安在指导的 不仅仅是晴雨 还有他们 想通了这个问题 所有人的面色 顿时激动起来 这可是来自神游玄境的指导啊 这是天大的机遇 整个江湖能有几个人 受到神游玄境亲手指导的 别的不说 就今日这是传出去 不知道要羡慕死多少江湖人呢 请徐小公爷赐教 人群中立即有人站了起来 拱手说道 请徐小公爷赐教 众人回过神 齐齐站了起来 恭敬拱手说道 此时此刻 没有人再怀疑 徐安是假的神游玄境 不仅仅是因为被徐安一掌吓住了 而是因为 现在回想起徐安所说的 是真有道理 而刚才不爽的晴雨 此时腰都弯成了90度 楚狂和赵淮安看到众人的样子 心头那是一个窝火 好好的大姐 就这么毁了 可是神游玄境又如何 这家伙明显是在胡说八道收买人心啊 当然 此时他们只能在心头怒吼 真敢说出来 这群江湖人 分分钟就能灭了他们 就连无邪看着这一幕 双眼也不用眯起 好吧 还是低估了这家伙了 论武道 他也能瞎掰出一条条歪里来 嘿嘿 哈哈 老子又一次忽悠成功了 徐安看着众人恭敬的样子 险些忍不住仰天大笑 心头虽然美滋滋 但他面上却没有半点表现 依旧一股高深莫测的样子 既然想听 那就坐下来 本少爷和你们讲一讲 徐安压了压手 让众人坐下 他重新坐回篝火旁 道 简单来说 目标就是你们想要达成的目的 而梦想 就是你们想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人 譬如我 我徐安 向往五道最高境界 但我的梦想 是天下太平 那么 我现在是神游玄境了 我就要用神游玄境这个境界 来实现我让天下太平 让百姓安居乐业的梦想 换句话来说 目标只是梦想的辅助 是梦想的一个跳板 你们想要踏入神有玄境 可是你们有没有想过 到达这个境界之后 想要用这个境界 实现什么样的价值 做一个大侠 做一个什么样的大侠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徐安侃侃而谈 给所有江湖人洗脑 不 做思想工作 他要将这些人导向正途 成为手底下可用的底牌 足足半个钟后 徐安终于讲完了他的长篇大论 而众人听完徐安的话 皆是满脸激动 侠之大者 为国为民 这才是大侠之风范 的确 徐小公爷说的对 我们的心的确笑了 男子汉大丈夫 何必自求于自己 那一亩三分地 这才是江湖 这才是老子 所向往的那个江湖 现场很多人都在大笑 听完徐安一席话 他们忽然感觉 心界眼界都拓宽了不少 就连吴邪 看着徐安的背影 陷入了沉吟 谁都没有注意到 此时他的剑在轻微的颤抖 仿佛与天地大道有了共鸣 随时都会出窍一般 只是被吴邪震住了 曾经初剑 是为了杀该杀之人 曾经初剑 是为了保护徐安 现在 他有了新的初剑理由 只是这一剑 剑者必死 他 听完徐安的话 也有了自己的胆悟 争争 与此同时 好几声剑鸣枪鸣响起 众人寻声望去 人群中竟然好几人都突破了 包括秦宇 此时 秦宇的气势不断攀升 他手中的长枪 更是发出阵阵嗡鸣 气息与之前相比 强大了数倍不止 看着这一幕 楚狂当时都傻眼了 徐安不是在胡说八道吗 为何这么多人 一下子都突破了 第638章 出来混 要讲义气 此时 很多人看向秦宇 那是一个羡慕极度恨 早知道这样 当初需要徐安指教的时候 他们应该毛遂自荐的 说不定 现在突破的就是他们了 多谢徐小公爷 小公爷大恩大德 我秦宇莫尺难忘 秦宇收敛了气势 走到徐安的面前 重重抱拳说道 此时 他心头很愧疚 不该怀疑徐小公爷的 徐小公爷那么厉害 三言两句 就帮他解决了多年的困扰 助他一举突破了逍遥境初期 距离神游玄境又进了一步 徐安听到这话 脸上依旧高深莫测 可是若是细看 他此时的嘴角 正在微微地颤抖着 他此时的震惊和震撼 并不比众人少 我特麻 我就是忽悠你们而已 真的 我纯属在忽悠 可老子怎么忽悠 还能让这么多人突破呀 这不可学 前辈子老板画了那么多饼 也没见老子赚了什么钱啊 结果 我现在随便胡周 口才还比不上 当时让老子喝毒鸡汤的老板 却没想到 这么多人会听我的话 竟然突破了 突破了 真特麻邪性 徐安忽然觉得 老子是不是传说中的天命之子 总是能一语成称 可 作为先达者 提携后进者 是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徐安四十五度角看天 满脸高深莫测 众人听到他这话 佩服之情更胜了 神游玄境果然是神游玄境 瞧瞧这觉悟 真不是我们这些人能比的 他们何以比 我们真是一言难解 但是 话说回来 徐安逆了众人一眼 似笑非笑 你们的毒 都解了吧 动人脸色瞬间将主 一群人顿时都快崩溃了 娘的 怎么把这事给忘记了 刚才很多人突破 足有十几个人 气势磅礴 剑气纵横 场面震撼 要不是解了毒 身上的真气 能够自由运转 能够突破吗 可他们解读之前的初衷是什么 抓徐安暴打一顿 直接将他打成残废 让他知道 欺骗他们的代价 谁也没想到 徐安真是神游玄境 而且一番指导 让这么多人跟着突破 这想要压都压不住 徐小公爷 我检讨 秦宇手中的长枪刷的一下 指向楚狂 徐小公爷 是楚狂故意让我试探你的 这都是 他和赵淮安的局 我们挑战徐小公爷 只是怀疑徐小公爷 无法顶得住武林王这个名头 没想过要小公爷的性命 但楚狂和赵淮安不一样 我觉得 他们就是来杀徐小公爷的 出来混 要讲义气 可刚才楚狂和赵淮安 强势将他推出来 要他当出头鸟 要不是徐安不介意 现在他已经是一具尸体了 对 我们的解药 都是楚狂给的 没错 楚狂想要我们试探一下徐小公爷 如果徐小公爷不会武功 我们就群起而攻之 去你大爷的 你会不会说话 徐小公爷 别听他胡说 我的心永远是向着你的 请客间 所有人都倒戈了 将楚狂和赵淮安 卖得干干净净 见到这一幕 楚狂和赵淮安 脸色顿时大变 一群无耻之徒 刚才我提计划的时候 你们不反对 现在竟然将责任全退给我们 徐小公爷 这是个误会 我们只是想 楚狂连忙站了起来 想要解释 徐安逆了他一眼 细血地打断他 看来 淮南王给你的资料 似乎不太准确啊 他的资料里是不是说 我就是一个废物 不会半点武功 听到徐安这话 楚狂和赵淮安都待住了 他们在淮南王府 身份都是绝命 徐安竟然知道 是在疑惑我怎么知道的 呵 难道没有人告诉你们 不要在神游玄境的面前 耍阴谋吗 徐安下巴扬了扬 道 整个营地 都在我的感知范围内 你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这下脸色轮到所有人 脸色都变了 他们之所以 敢联合一起想对策 就是不相信 徐安是神游玄境 结果徐安真是神游玄境 他们之前的所作所为 全都在徐安的监控之中 他们自以为 计策神妙的时候 在徐安眼中 他们就是一群跳梁小丑 还好徐安没杀心 不然这一路下来 他们早死八百次了 吃雨腻了徐安一眼 下意识地皱了皱鼻 什么你的感知 明明是老子的蛊虫的功劳 功劳被你抢了 没有一百只 不 一千只烧鸡 这是过不去 诸位 既然事情败露了 那就别藏着掖着了 楚狂瞬间跳了起来 常见出鞘剑指徐安 既然他都知道 不会放过我们的 只有拼了 拼或许还能拼出一线生机 不然只能等死 没错 拼了 赵怀安也跳了起来 同样剑指徐安 我们近百人 我就不信 还杀不了一个神游玄境 争争争 一阵冰润出鞘的声音响起 不过 不是剑指徐安 而是数十位江湖高手 当场就将楚狂和赵怀安给围了 草 联手杀神游玄境 谁给你们的底气的 反正我们是没底气 更别说徐安之前还帮过我们感悟五道 给我们指了一条不一样的五道之路 反过来杀他 这不是欺世灭族吗 呵 楚狂 徐晓公爷乃是我大前英雄豪杰 想杀他 得先问问我同不同意 徐晓公爷就是我的恩师 想要杀我恩师 先问我的剑 淮南王暴力成性 凶残是血 将江南百姓荡成猪狗 我等岂会与他为伍 徐安还没有说话 所有人都旗帜鲜明地表明了立场 自从从徐安的口中知道 楚狂和赵淮安是淮南王的人 他们就对楚狂和赵淮安 没有半点好感 淮南王与肉百姓 弄得江南民不聊生 和徐安比起来 这个深受百姓爱戴的少年 更让他们顺眼 当然 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 打不过 杀了吧 徐安挥了挥手 下达了命令 人杀了 然后给你们一个晚上的时间考虑 是离开 还是暂时留在我的身边 跟着我推翻淮南王 你们 自己选择 第639章 这天下 还有他不会的 楚狂是逍遥天静 赵淮安是自在递进 两人都算是高手了 但两个高手 被一群高手群殴 后果会怎么样 那是分分钟解决战斗 所以没有坚持一个回合 楚狂和赵淮安 直接就被砍了 徐小公爷 人已经宰了 秦宇拎着燃血的长枪 回来向徐安禀报 徐安淡淡扫了一眼 只见楚狂和赵淮安 已经被钉在地上 他点点头 道 搜一下他们身上 有没有什么有用的东西 然后找个带几个人 找个僻静的地方埋了吧 是 徐安便出了营地 而剩下的数十个高手 一时间不知道该干嘛 顿时有些无措起来 愣着干什么 烤鸡烤得半生不熟的 就跑去打架了 还不赶紧回来 将没烤熟的烤鸡烤熟 徐安瞪了众人一眼 没好气的 怎么电 刚解完毒就开始飘了 你们是不是还想中毒 一群高手连连摇头 只是看着丢在篝火旁的 数十只烤鸡 众人又迷糊了 合着我们一群大高手 打完架杀完人 还得继续帮南江圣女 烤烤鸡呗 我们这么多江湖高手 这么不值钱了吗 不过 看到徐安都毫无形象地 坐在篝火前 翻着油滋滋的烧鸡 众人又释然了 烤鸡就烤鸡吧 连徐安这样的神游玄境 都得哄着的姑娘 他们也惹不起不考 呵呵 估计等一下 又得莫名其妙地中毒了 于是 一群江湖高手 只能重新坐回篝火旁 只是谁都不敢说话 都安静地翻着烤鸡 机油落在火肿发出的声音 成了整个营地唯一的旋律 喂喂 啥意思 怎么都不说话 本少爷那么可怕吗 徐安逆了众人一眼 众人一听 顿时身体紧绷 满脸善笑 废话 你自己可不可怕 你心里没点数吗 我们现在很慌好吧 你要是考着考着 忽然来一掌 这谁扛得住 哎 拿出你们刚才的气势来好不好 刚才不是赶凶老子吗 现在怎么都怂了 徐安将手中的烤鸡递给吃鱼 从地上爬了起来 他拍了拍屁股上的草木碎线 道 好了 大家都是江湖男儿 死气沉沉的成什么样子 趁着机会 本少爷教你们一首歌 活跃活跃气氛 这首歌是老子为走江湖特意写的 老子先给你们唱一遍 再教你们 听到这话 众人齐齐地抬起头 看向徐安 脸上终于是有些异动了 徐安在京都闹的事情 现在几乎已经天下皆知了 譬如京都第一届文艺大赛上 他为大前所住的万里长城 以及京中报国 还有那一首悲壮的赤灵都在整个大前天下 掀起了不小的波澜 特别是京中报国影响深远 传闻因为这首歌 徐霄在北境只用了短短三天的时间 就从各地挣到了十万兵马 补充北境边军 而这些歌曲无疑都是写朝廷的 写江湖的歌曲 徐安可还从未写过 这让所有人瞬间来了兴致 耳朵都竖了起来 生怕漏听一个字 听好了 这首歌叫好汉歌 徐安酝酿了一下情绪 开枪 大河向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嘿嘿参北斗 生死之交一碗酒啊 说走咱就走啊 你有我有全都有啊 嘿嘿全都有啊 谁里活里不回头啊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徐安的原始声线本来就不错 当初唱京中报国的时候 就将整个京都大剧院所有人 唱得热血沸腾 唱这一首歌自然也是如此 而且他现在有了叶孤玉 这一身至阳至刚的真气 运转真气的时候 声线就会改变 合唱的那部分 直接唱出了千军万马的气势 啪哒啪哒 一声声东西落地的声音响起 一群高手看着徐安 全都目瞪口呆 满脸震撼 手中的烧机 武器几乎全都掉在了地上 统统被徐安这一首歌震撼到了 气势磅礴 逍遥自在 出手游心 这才是江湖 大气磅礴的江湖 完了完了 这歌要出事 无邪看着这一幕 人也震惊了 这首歌传到江湖 肯定会引起血雨腥风的问题是 现在袁康帝和你爹徐霄 正准备整顿江湖 结果你这一首歌传下去 整个江湖都在路见不平一声吼 该出手时就出手 呵呵 那官府怎么办呢 徐安 你飘了 你就等死吧 回到京都 看你屁股开不开花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黑一啊二啊 黑一啊黑一啊 这首歌本来就不难 重复两次 几乎所有人都会唱了 所以徐安再次开口时 就有人开始跟着唱 片刻的功夫 整个营地就响起了嘹亮的歌声 以至于秦宇带人 将楚狂和赵怀安埋了之后 回来整个人都是猛逼的 歌很好 听得热血沸腾 可是谁能告诉我 我这才离开一会儿 这发生了什么 而且 徐安你这堂堂的一个神游玄境 带着一群江湖高手 唱歌算怎么回事 还有没有一点高手的风范了 唯独吃雨 这时候看着众人的目光 都要杀人了 给他烤的烤鸡 全都掉火里了 他只抢救回来十几只 这让他一个气 要不是不能打扰徐安收买人心 他非得将这群家伙 全都要死不可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后面几个字 徐安声音陡然拔高 随即猛地收手 曲终 整个营地再次陷入死一般的寂静 所有人都看着徐安 之前他们看着徐安的目光 都有些恐惧 但现在只剩下了炙热 此时 他们对徐安的佩服 已如滚滚东流水 滔滔不绝 小小年纪已经是神有玄境 会作诗 会填词 会唱歌 这老天爷是将人世间一切的美好 全都给了这家伙了吧 这天下 还有他不会的 第六百四十章 你一个男的 喜欢徐安 徐安看到众人的目光 心里很满意 很好 都说一个女人对一个男人感兴趣 那爱上这个男人就不远了 那一群男人对一个男人有兴趣 嘿嘿 那距离臣服这个男人 也不会太远了 没错 这个男人就是他 嘿嘿 歪了 歪了 打住 徐安干咳一声 看向众人道 诸位 本少爷这首歌唱得如何 听到徐安的话 现场顿时喧嚣起来 霸道 气势磅礴 此曲绝对是江湖神曲 没错 徐小公也文武双全 真乃是镇朔古今的奇人 误了 误了 曲中江湖 才是我等应该追求的江湖 一众江湖高手 都齐齐冲着徐安 竖起了大拇指 由衷地佩服 没办法 才学比不过人家 武功比不过人家 为人处事 还是比不过人家 这样的人 难道不值得钦佩吗 敢问徐小公也 此次南下江南所为何事 徐安没说话 灵修站了出来 拱手问道 徐安等的就是这一刻 有人站出来 自然省略掉了他很多事情 他跆拳摇摇一进 呃 此次南下江南 自然是推翻淮南王的统治 还江南百姓 一个朗朗乾坤 淮南王鱼肉江南 弄得江南名不聊生 江湖也是乌烟瘴气 别说江南百姓 就连江湖下课 也厌恶淮南王已久 既然如此 我愿意跟随徐小公爷 听从徐小公爷调剑 灵修拱手 郑重说道 在下云中刀客失明 也愿意为徐小公爷效劳 沙滩关在奸人 乃是我江湖豪侠的职责 此事必须由我山河见 有人带头 其他人也七七复合 几乎没有一个人犹豫 当然 他们很清楚 他们也没有犹豫的机会 虽说徐安说了不追求 他们可以离开 但神游玄境手段通天 鬼知道离开营地后 会不会直接被徐安遥空一场拍死 看着这一幕 徐安暗暗松了一口气 恩威病师 总算是和这群家伙拉近距离 将他们收服了 当然 其中有一些人 还不是真心臣服 不过没关系 对徐安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只要大部分人听话 少部分的人 对他的大忌 造不成多大的影响 很好 诸位既然愿意跟着少爷我 那少爷 我便带着你们干一票大的 徐安拍了拍胸口 霸气说道 将来平定江南 本少爷会亲自向大前皇帝请致 封赏诸位 甚至 本少爷可以让狗皇帝 让陛下开启皇宫典藏 让你们有机会 感悟至高武术 没错 就是徐霄所修的功法 一拳能将人打残的那种 听到这话 众人的脸色顿时激动起来 要说天下至高武学收藏 除了少年藏经阁 和纪下学宫藏书楼外 就是各国皇宫的皇家典藏了 徐安这一番许诺 那真是许到了他们的心底去了 然而不等众人说话 赤语冰冷的声音先传了过来 都讲完了 那得老子讲讲了 赤语抬起头 那倾城绝世的俏脸上充满冷意 不好意思 你们又中毒了 听懂这话 众人脸色大变 随即齐齐运转真气 结果真气真如之前一样 再次封住了 众人 所有人脸都黑了 齐齐地看向赤语 脸色忌惮而愤懑 你是南疆圣女没错 但你也别太过分了 我们现在算是同伙了吧 下毒害同伙 还能不能有点道德了 就连续安这时也是目瞪口呆 下巴都差点掉在地上了 喂 美女 闹归闹 你别在这时候拆我的台啊 赤语指了直火中 烧得已经成烧炭的那几十只烧鸡 咬牙切齿道 浪费可耻 浪费老子的粮食更可耻 谁敢丢我吃的 就是我的敌人 有谁不服 站出来 众人看到火堆中的烧鸡 黑着的脸当场就尴尬了 好吧 被下毒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将一个吃货的肉给烤成烧炭 人家不发飙才是见鬼好吧 嗨嗨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重新给圣女大人考啊 徐安赶紧招呼一群江湖高手进库房 这让一群江湖高手欲哭无泪 我们是不是投靠的太早了 怎么感觉徐安这神游玄境太虚了 连南疆圣女都不敢反抗 不过 他们还是乖乖的进了库房 拿回了烧鸡重新考 一时之间 原本热血沸腾的营地 气氛就变得格外怪异了 徐安没敢夺走停留 不然一群江湖高手的碎碎念 能将他给凌迟了 刚回到率仗 徐安便看到孔平板坐在他的位置上 正笑着看着他道 徐大花魁 厉害啊 一群江湖高手 竟然就这么被你忽悠住了 佩服 佩服 徐安随手将披风解下丢在桌上 美好气道 你不在自己的营帐睡觉 跑来我营帐干嘛 害怕 孔烟指了指外面 道 外面今晚杀人了 害怕 徐安抱着手 绕着孔烟走了一圈 眯着双眼道 孔平板 你该不会是 想要趁我睡觉之际 对我魔徒不轨吧 啪 当初阙音案的时候 面对李二狗的老婆李氏的尸体 你连眉头都没皱一下 你现在说怕 怎么 半夜三更 空虚寂寞冷 啪 话没说完 徐安直接被孔烟 双手推倒在床 随即 他直接 骑在徐安的身上 冷声道 没错 本小姐就是想要对你用墙 咋地 你有意见 当初遇到无邪遭遇刺杀的时候 本小姐就说得很清楚了 要对你霸王硬上弓 徐安一听 当场就激动了 孔平板虽然凶小了点 但身材没腿 那是没得说 他直接摊开双手 四仰八叉地躺在床上 一副你随便 我不反抗的样子 来吧 请享用 听到徐安这话 孔烟撬脸刷的一下账的通红 你 你真以为本小姐不敢吗 本 本小姐可来了呀 孔烟咬着薄唇 随即直接闭上眼睛 双手胡乱向徐安抓去 但很快 他便感觉到自己的后脖梗一紧 接着人便悬空飘了起来 孔烟下意识地睁开眼 就看到吴邪正铁青着脸 将他从徐安的帅杖拎了出去 吴邪 你干嘛 吴邪 你一个男的 你居然喜欢徐安 孔烟当场就炸了 他可以输给女人 但绝对不能输给男人 然后 他手下意识地想着吴邪的胸前抓去 第六百四十一章 这个女人很危险 吴邪只是想将这凡人的女人丢出帅杖 免得让他听到一些乱七八糟的声音 所以 他根本就没有防备 直到这个愚蠢的女人手 重重地按在他的胸口 那紧致地触感席卷全身 他才反应过来 整个人瞬间待在当场 孔烟也呆住了 他只是本能抗拒 想要挣脱吴邪的束缚 双手下意识地 想要借着吴邪的胸接力而已 结果他发现了什么 他胸口竟然是软的 孔烟又下意识地捏了捏 弹性很不错 感觉比他的还大 你你你 你竟然 孔烟一双美眸 瞬间瞪得宛若两个同龄 指着吴邪说不出话来 这个家伙竟然是个女人 难怪长得这么妖孽 而且 这身高也太高了点 竟然足足还比他高出一个头 正常女人能有这样的身高 个子高就算了 他竟然还有胸 哪怕女扮男装狗的死死的 他按上去的时候 感觉整个胸膛都是软的 难怪啊难怪 这家伙总是抱着剑 这就是为了掩藏他的胸啊 啪 然而孔烟话没说完 直接就被吴邪一巴掌捂住嘴 任凭他挣扎 直接将他提着出了帅账 我擦 吴邪 你又坏老子好事 徐安看着吴邪将孔烟拎了出去 也是不爽的怒吼 老子都穿越到这个世界这么久了 天天嚷着后宫家里六千人 结果到现在还没当成真正的男人 今晚孤男寡女 极有可能告别童子姬 结果还被你破坏了 过分了呀 不是 我草 吴邪 你手往哪里放呢 那是你未来的嫂子 兄弟归兄弟 但你别太过分了呀 看到吴邪捂住孔烟的嘴 手还丝毫不客气的拎着孔烟的衣巾 徐安瞬间蹦了起来 撸着袖子就要和他干架 结果直接被吴邪一巴掌给甩回了床上 给我待着 这个女人有危险 会让你见血 吴邪出了营帐 只传来冰冷的声音 徐安气得要炸 你不废话吗 那孔平板的一血 能不见血吗 纳特妈是男人的荣耀好吧 只是很快 徐安又有些无语了 吴邪的声音虽然强势冰冷 但他怎么总感觉 这家伙有点气急败坏 对 就是气急败坏 想到这徐安顿时打了一个寒颤 我擦 这小子该不会真喜欢上了我了吧 老子喜欢的可是女人啊 徐安觉得得找机会和吴邪好好地聊聊了 不然 以后他想要和美女做点美好的事情 那还不得又被这家伙给破坏了 而这时 吴邪已经将孔烟拎着进了孔烟的营帐 随手将孔烟丢在了床上 刚落在床上 孔烟便跳了起来 你竟然已 话没说完 吴邪的剑鞘已经抵在了他的喉咙上 目光冰冷地盯着他 忘记今晚的事 不然 我杀人灭口 你 听清楚了 孔烟虽然没有察觉到吴邪的杀意 但知道这家伙以前可是个杀手 他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点头道 嗯 听清楚了 可是 你这么妖念 女装一定很好看 干嘛要扮男装啊 吴邪唇角微微勾起 透着一丝危险的气息 看来 你还是没听清楚 话落 他手中的剑鞘 在孔烟肩膀上轻轻一按 孔烟身体便失去重心 直接趴在了床上 吴邪的巴掌 也毫不留情地 落在了他身后挺翘的部位 几个巴掌下来 孔烟鬼哭狼嚎 吴邪 我错了 这个秘密一定会乱在我的心里 吴邪 吴大侠 手下留情啊 你现在是男 不 你现在的身份打我 徐安会产生心理阴影的 孔烟红着眼睛求饶 这个女人太狠了 打是真打 吴邪想想 好像还真是 他现在是男人身份 这样打徐安看上的女人 让人看到的确不太好 他只能冷冷扫了一眼孔烟 道 记住你的话 秘密烂在你的心里 敢说出去 就不会像现在的教训那么简单了 说完 吴邪抱着剑离开了帐篷 看着吴邪的背影 孔烟钻紧拳头 满脸憋屈 哼 你有武功 你了不起 等到了江南 我将你的小秘密告诉萧兰 到时候看你厉害点 还是萧兰厉害点 吴邪出了孔烟的帐篷 抬头看了一眼天空 天空中星光点点 宛若漫天飘逸的萤火虫 极为绚烂 女儿身 她低声嘻喃 随即 她嘴角微扬 带着几次的苦涩和细血 对于孔烟来说 女儿身三个字 那是普通的不能普通的事情了 因为 她出身书香门第 衣食无忧 什么事情都不用自己想 甚至连婚事都可以遵从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但对她 女儿身这三个字 却是炼狱 她是西林公主 却不像萧兰 秦文姐那般身份尊贵 因为她出生的时候 命运便已经注定 等长到十六岁 她就会被献祭 祭祀西林神殿的神 所以十三岁那年 趁着徐霄和西林开战的嫌隙 她逃离了西林 但刚逃离了西林 她有人贩子抓住 贩卖到了冬鱼 因为出色的身高和相貌 她被冬鱼的一个贵人 看中买了下来 就在她即将受辱的时候 那男人被天心楼楼主杀了 天心楼楼主看中她的五道根骨 让她丢进了恶魔岛 那是天心楼训练精锐杀手的地方 一千人进去 只有一个人能活着出来 活着出来的那个人就是她 但那时的她已经换上男装 以男人的身份行走天下 短短几年的时间 变成了江湖上 兄弟赫赫的杀手杀心 如果不是遇到盖威 如果不是遇到徐清风 如果不是遇到徐安 她这辈子 恐怕只能活在梦魇之中 彻底沦为天心楼的工具 是盖威让她知道 天下还有可信赖的人 是徐清风让她知道 世间还有情义两字 是徐安 教会了她怎么样活着 女儿身 如果不是遇到徐安 她都快忘记这个身份了 如果不是遇到徐安 她恐怕不会知道 心动是什么样的感觉 所以 看到孔烟色诱徐安 她才有些失态 忍不住动了手 喂 我从城里买了美酒 喝一杯怎么样 这时 盖威的声音传来 第642章 你我都是背叛者 无邪抬头看去 便看到盖威站在不远处 手中拎着酒坛 无邪沉吟了一下 点头 两人施展轻功 直接飞上了营地外的一棵大树 盖威在树干上躺了下来 无邪这抱着剑站在树顶 一袭白衣 飘然若鲜 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想要以真身行走天下了 盖威单手整着头 冲着无邪 挤眉弄眼无邪没理他 盖威撕开酒坛 仰着头给自己灌了一口 道 无邪 咱们相识有五年了吧 五年了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你 心事重重的样子 说实话 可 哈哈 挺有意思的 杀星大神动了繁星 想想都觉得刺激 我没有 无邪看了过来 眸色冰冷 嘿 还不承认 动心就动心呗 我大哥这么优秀 我要是个女人 我也动心 盖威撇了撇嘴 无邪是女儿生 他自然是知道的 当年为了躲避追杀 他背着无邪逃了几百里 要是这样 还不知道无邪是女儿生 那纯属扯淡 这些事情 他并没有告诉徐安 包括他和无邪一样 都是来自天心楼 只是他是天心楼的贤子 名字并不在天心楼登记 不过 以袁康帝和徐霄 对徐安的重视 他知道 徐安肯定是知道 他来自天心楼了的 要不然 袁康帝和徐霄的情报机构 就可以去吃屎了 另外 徐安将他往死里练 也能从侧面说明问题 那混账就是明目张胆地告诉他 我练你是因为我重视你 殊不知 他曾经所经历的训练 那是练育级别的 他那点练 简直不值一提 当然 队列倒是很不错 的确能增强凝聚力 要是不让他和一群女人一起练 效果肯定会更好 吴邪沉默 没有说话 爱情 那种情感太美好 对于他这种人来说 太过奢侈了 吴邪 遇上徐安 注定是你的结 盖威抬头看向树顶的吴邪 道 天心楼不会这么轻易算了的 这么久没动静 只能证明 他们在酝酿更大的阴谋 我甚至怀疑 他们已经到了江南 到时候 你我作为背叛者 可能都会死 吴邪冷冷扫了一眼盖威 眼底有嘲讽 你怕了 怕 从选择跟徐安的时候 老子就已经将生死置之都外了 盖威双手枕着脑袋 笑道 说实话 跟着徐安的这个月 是我这辈子睡得最踏实的 就是有点不爽 差点被他虐死 不过 想到他是为了培养我 虐就虐一点吧 算了 不提这些不开心的 盖威坐了起来 看着吴邪道 你现在应该能突破到逍遥境吧 为何一直压着不突破 这不太像是你啊 吴邪沉吟了一下 没有隐瞒 我有新的感悟 想要自己走走看 我的酒呢 说了喝酒 我看着你喝 盖威文言笑了起来 仰了仰手中的酒糊道 酒本来就不是女人该碰的东西 你就看着就行了 率账内 徐安双手枕着头已经入睡 或许正在做什么美梦一般 他的嘴角正微微扬起 笑得极为荡漾 驱城 距离林县近百里 是三江交汇处 自古以来都是海路交通要道 同时 也是淮南王丰帝的边境 过了曲城 就正式入江南 进入淮南王的领地 此时 曲城军营中 曲城军将领宁川 听完手下探子的汇报 看向副将到临县 徐安已经抵达临县 那他明日便能进入曲城境内 既然到了曲城 那就不能让他这么容易走了 将军的意思是 副将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根据王爷的消息 徐安身边的高手 多数调给了高阳公主了 他的身边已经没有什么高手了 宁川冷笑一声 杀意凛然道 这个颇天的功劳 可是老天送到我的面前的 只要摘下徐安的人头 将来王爷登基 我等必定封王败相 副将闻言 也是颇为心动 如今淮南王已经对徐安下了必杀令 谁能斩杀徐安的人头 那是大功一见 到时候 荣华富贵享之不尽 但心动归心动 副将却没有失去理智 将军 现在王爷尚未正式向京都宣战 我等若是调动军队围剿徐安 传出去 王爷的处境 恐怕会有些被动 副将拱手说道 功劳虽然诱人 但也得有命去享受才行 谁说本将军要明目张胆地去杀徐安了 宁川抬手拍了拍脑袋 脸色渐渐争鸣起来 曲成地理位置特殊 靠山有山匪 靠水有水贼 杀徐安者山者也 和本将军有什么关系 副将一愣 当即便明白宁川的意思了 这是要让曲成军扮成土匪 前去截杀徐安 能杀了当然更好 杀不了 那他们便可以以剿匪为由 光明正大的杀徐安 副将立即竖起大拇指 道 将军应命 传本将军令 命五千曲成军 换上土匪装扮 跟着本将军走 宁川手中的剑 在地图上一指 杀意凛然道 徐安南下江南 牛曲山是他的必经之路 这里 就是他的埋谷之地 半个时辰后 宁川带着五千装扮成土匪的曲成军士兵 离开了军营 借着月色的掩护 往牛曲山方向 急驰而去 牛曲山山高灵密 常年发生土匪抢劫 过往伤谷的事情 在这里动手杀徐安 自然是最好的选择 一日 徐安一觉睡到自然醒 醒来的时候 都快临近五十了 一群江湖高手 巴不得他多睡一点 他们好多点时间休息 自然也就没人催他 没办法 徐安说过了曲成后 他们要在所有耳目中 消失一段时间 吃雨就抓着他们 烤了半夜的鸡 而他们昨天晚上 也终于见识到了 什么叫吃货 他们那么多人翻来覆去的口 都不够吃雨一个人消灭的 明明那么瘦的一个人 吃了几十只鸡 还只是半饱 简直恐怖 这女人战力绝对爆表 但也能吃 除了徐安能养的企外 要个其他任何一个势力 估计都得被他吃穷了 无邪 收拾一下 咱们准备出发了 徐安打着哈欠 和站在门口的无邪打招呼 该干正事了 下一站 咱们捅怀南亡的心窝去 第643章 五千人 五万人又如何 徐安现在的目的 是要将各方注意力 都集中在自己的身上 那肯定不能没有目的 到处瞎晃忧 对他来说 吸引注意力的最好方式 那就是搞事情 至于搞事情这种事 那是他的强项啊 更何况 他现在还有一群江湖高手可用 当然了 前提是 这群江湖高手的消息 归他所用的消息 得被押住不泄露 不然让淮南亡有了准备 那事情可就不好玩了 所以 为了防止不必要的意外 昨晚这群家伙再次中毒后 徐安就没让赤鱼给他们解毒 等到办正事的时候再解毒 半个时辰后 一群充当劳工的江湖高手收拾得当 徐安大手一挥 一群人浩浩荡荡离开林县 向着曲城出发 殊不知 此时曲城已经有人张开大网 等着他自投罗网了 当然了 对徐安而言 现在他身上还绍网了 敌人就不说了 狗皇帝在他身上下的网就不守 他就是个钓鱼的鱼饵 就看有多少鱼会咬钩了 不过 现在徐安是没有心思去想这些的 他现在很头疼 之前一路下来 气氛都很融洽 但现在一路下去 气氛却很怪异 平时叽叽喳喳吵个不停的孔平板 现在骑在马背上都不说话了 只有目光时不时飘向无邪 那小目光 简直充满怨念和愤愤不平 盖威这个话老也不说话了 扛着双手刀 看上去有些心事重重 无邪更别说了 本来就话少 现在更没话了 吃鱼 这小妞除了吃的 其他就没有他在意的事情了 连他自己的绝症 自从知道他有办法 并且已经开始让徐清风实验了之后 他似乎就从未在关心过自己的生死 一群江湖高手 也都死气沉沉地跟在身后 昨晚的热血 现在想起来 他们要多尴尬就有多尴尬 他们竟然被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 牵着鼻子走 所以一路下去 差点就把徐安给憋死了 直到快到牛曲山的时候 徐安耳边传来了吃鱼的声音 徐安 牛曲山有埋伏 四五千人呢 看样子像是土匪 不过是假土匪 弓箭 盾牌 长矛 武器很整齐 应该是军队 有赤羽在 连赤后的免了 鼓虫就是最好的侦察兵 听到这话 除了无邪几人外 一众江湖高手 顿时脸色大变 所有人几乎齐齐地看向徐安 有埋伏 那还不给我们解读 不给我们解读 等下我们连一波弓箭都躲不过去 徐安双眼也是 微微眯了起来 军队 那应该就是去成军了 去成军虽然是淮南王手底下的一只精锐 负责镇守取成这个水路交通要道 同时防守狗皇帝的军队忽然杀向江南 所以现在听到吃雨的话 徐安心头脸上虽然没有太大变化 但心里还是暗暗震惊了一下 不会吧 淮南王这老匹夫段位这么低的吗 居然为了杀他直接调动军队 他难道就不怕狗皇帝趁机取取成 不对 应该不是淮南王那遭老头子的意思 一个野心勃勃的老贼 怎么可能会犯这种低级错误沉印了一下 徐安否定了自己刚才的猜测 既然不是淮南王的意思 那就只能是驱成军的将领 徐安嘴角立即有了笑容 要是曲成军将领只有这段位 这么浩大喜功的话 那将来奏淮南王这老头的时候 完全可以从曲成找突破口 只是一群江湖高手看到徐安嘴角的笑容 顿时都猛逼了 你没听到吗 前面牛曲山有埋伏 你竟然还能笑得这么当 嘿嘿 别怕 跟在少爷我身边 以后这就是常态 徐安干咳一声 道 不就是五千兵骂妈 别说五千就是五万又如何 在本少爷面前 不过就是土鸡娃狗罢了 众人嘴角微抽 满脸黑线 你是神游玄境你清高 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 我们特麻还中着毒 进入埋伏圈就是羊入虎口啊 无邪 戴薇也逆了一眼徐安 心头也是一阵无语 喂喂 吹牛也要有个度 你自己是不是神游玄境你没点数吗 现在 这群江湖高手还没有解毒 过去就是送死 怎么电 你辛苦将他们收拢过来 就是为了这时候 拿他们当挡箭牌吗 徐小公爷 你的意思是直接杀过去吗 秦宇看着徐安问道 对他们来说 徐安是神游玄境 杀五千人并不会太难 也就几招而已 毕竟当年他爹徐霄 当年一人一箭在南境 便挡住了南雀十万大军三天 那是何等的英姿勃发 杀 那不行 这些士兵只是听命行事 如果没有开战 本少爷是不会伤及无辜的 而且现在也不是时候 徐安乐住马江 住马看向身后的一群江湖高手 道 昨晚教你们的歌都会唱了吧 咱们唱着歌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就行 那埋伏秦宇指了指牛曲山的方向 要不 你让南疆圣女给我们解毒先 不然 我们很心慌 徐安却是拍着胸脯 道 放心 有我在 你们不会有事 话落 徐安调转马头 手一挥鹤道 下面进入车载单曲循环模式 少游起头 大家一起跟我唱 大河向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牛曲山 将军 五千兵马已经全部就位 弓箭手按照的要求 已经覆盖了整个山谷 保证没有一个人能逃出去 而且 滚石 滚木也准备了数万个 只要将军一声令下 滚石滚木 瞬间就能填满整个山谷 让整个山谷 成为徐安的坟墓 宁川穿着布衣站在山顶 正俯视着脚下山谷 脸色冷冽 身后 副将正在向他汇报全军的埋伏情况 听完副将的汇报 宁川双手撑着配剑 道 很好 举城军准备的如何了 一万驱城铁骑 已经整装待发 只等将军信号了 副将拱了拱手 道将军 杀徐安五千兵马足够了吧 连曲城铁骑入场 宁川北望 冷笑一声道 防止意外 袁康帝和徐骁这么重视徐安 也许会有人暗中保护 帮他逃了 将军 徐安的人马到了 距离扭曲山还有五里 这时 赤后禀报道 宁川猛地抬起头 道 多少人 一百多人 一百多 听到这话 宁川和副将都震惊了 一百多人 就敢明目张胆地过曲城 谁给你徐安的胆子的 第六百四十四章 这个老大不靠谱 宁川和副将待了一瞬 顿时都满脸激动 之前淮南王的密探 传了消息过来 只说徐安已经抵达林县了 身边的高手也被调走了 让他们做好准备 严密监控徐安到曲城的一举一动 但哪怕如此 他们依旧以为 就算徐安身边的高手被调走了 那他身边 至少也得有一两千人的位队吧 不然对不起他的身份啊 结果 只有一百人 这还真是天上掉下的大功劳 想挡都挡不住啊 传令下去 没有我的命令 谁都不准妄动 宁川满脸激动 攥着长剑的手青筋 都突了起来 特娘的 既然只有一百人 那老子就不用给他面子了 一百人 老子想怎么杀 就这么杀 是 副将重重抱拳 亲自下去布置 小半个时辰后 宁川终于看到了 一队人马远远出现在视线中 只是队伍还没有临近 嘹亮的歌声 已经先传了过来 路见不平一声吼啊 该出手时就出手啊 风风火火闯九州啊 听着这嘹亮的歌声 宁川和副将都相识一眼 都是满脸震惊 特妈的 这么猖狂的吗 进入了敌人的地界 难道不应该全面戒备和警惕的吗 你徐安还真当自己是来游山玩水的呢 你是有多瞧不起我们这些敌人 让我们这些当敌人的情意何堪 马德 喜欢唱试吧 等下老子让你哭着唱 宁川手中的 剑重重的插在地上 心中一阵火大 很快 徐安的队伍便进了峡谷 距离近了 谷底的情况自然便一览无余 宁川再次往谷底看去的时候 当场气得气血飙升 杀意冲天 他看到了什么 一个穿着白衣的少年 此时正站在马车车顶 双手正欢快地打着节拍 指挥着跟在马车后的上百人唱歌 而且他嘴里还嚎着歌声 上百人中就他的声音最大 大河巷东流啊 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 请客间 宁川只觉得被深深地冒犯到了 感觉就像是对他的深深的轻蔑和挑衅 生怕不知道唱歌的是他徐安一样 这简直没法忍啊 猖狂 猖狂 太猖狂了 宁川咬牙切齿 双眼喷火 别说宁川 就连一群江湖高手 此时心头提到了嗓子眼上了 欲哭无泪 徐小公爷 咱能靠谱点吗 咱们进入了人家的伏击圈了呀 你该不会以为靠唱歌伏兵 就不敢打我们了吧 喂喂喂 气势别弱 现在气势弱了 不就证明咱们心虚了吗 徐安双手用力往上提 贺道 提起来 气势给少爷我提起来 把千军万马的气势给我唱出来 一群江湖高手文言 简直泪流满面 刚刚做好效忠的准备 现在发现 这个结论是不是下得太早了点 这个老大不靠谱啊 心里虽然不爽 但一群江湖高手 还是化悲愤为力量 热血沸腾的好汉哥 直接被他们 猴得鬼哭狼嚎 声音在整个山谷回荡 震动久消 特妈的 老子忍不了了 宁川忍不住了 在他的地盘上 还怎么猖狂 真当他宁川是百上吗 他看向副将 冷喝道 喜欢好事吧 老子特马五千人 就让你们知道 什么叫战场的厮杀声 传令下去 给老子摇旗呐喊 让他们感受感受 咱们取成军的军威 话落 宁川瞬间了起来 常见指着山谷怒喝 杀 杀 杀呀 请客间 喊杀声响彻整个山谷 徐安和上百个江湖高手的歌声 瞬间就被淹没了 山谷中 战马都被这喊杀声惊望 斯明一声高高地撂起了前提 要不是吴邪和盖威反应快 骑骑出手稳住战马 徐安的马车当场就会失控 那他会直接从车顶上摔下来 这货虽然有一身神游玄境的真气 但他现在也就能掌握一点 运转真气的翘诀而已 武功他不会 轻功他也不会 要是直接从马车上摔下来 那他这神游玄境高手的招牌 当场就得被拆穿了 好在一群江湖高手 此时的注意力都没有在徐安的山上 看着周围跳出来挥舞着 刀枪剑挤的数千人 一群人都脸色大变 全部警惕起来 说实话 这时候众人的心底是有点崩溃的 看吧 你徐安歌声的气势上来了 但人家喊杀声的气势也不弱啊 嘶 靠 这就不给我徐安面子了呀 徐安看着这一幕 也有些牙疼了 他原本还想着 这么光明正大的唱歌过去 那埋伏的人多少会有点顾虑 应该不会轻易对他出手 没想到曲成军将领 真是个憨憨啊 我唱歌是想告诉你 放我过去 咱们暂且井水不犯河水 你压得倒好 直接把我的歌声当成挑衅了呗 行吧 既然如此 那就别怪少爷我出大招了 很还挺多 这要起来有些麻烦 要是睡梦中的话 一会儿就能让他们全死了 现在下手 得半个时辰 赤羽坐在马车上 撬脸有些懊恼 五千人 读好像也不够用 一群江湖高手 文言顿时都迷了 这都什么时候了 还想着下毒 一个时辰 一个时辰 都足够我们死八百次了 没关系 多大点事 他们要是直接杀下来 那还真有点麻烦 徐安扫了一眼两侧的山谷 冷笑道 但现在吗 他们失去了先机 那战场 就得由我来主宰了 喂 对面的可是曲成军 让你们带头的下来说话 一群江湖高手听到这话 险些忍不住 将徐安从马车上揪下来 先将他揍一顿 什么叫让你们带头的下来说话 难道现在不该先 给我们解读吗 徐晓公爷 对本将军的见面礼 可还满意 宁川拎着剑 带着兵马 向徐安围了下去 下道山谷中 宁川抬手拱手道 曲成军将领宁川 今日来此 借徐晓公爷的脑袋 升官发财 有喝 明目张胆通报姓名 这是觉得吃定我了呗 徐安咧嘴一笑 道 宁将军客气了 刚好少爷 我也需要向将军借一物 借将军的人头 给淮南王一份见面礼 第645章 牛曲山有盗匪作乱 半个时辰前 曲成万 数十骑正往吉时而来 在曲成大门百米外驻马亭下 为首的是个穿着黑衣 面色冷峻的青年 他手持直刀 身后的披风 正随风烈烈而动 使得整个人看上去更加的孤傲 冷漠 正是淮南王的义子 肖默 经过一夜的吉星军 他终于率队赶到了曲成 再来之前 淮南王密蝶 已经秘密将消息 传给曲成军统帅宁川 有镇守曲成的三万曲成军精锐配合 曲成就算有天大的本事 也插翅难逃 曲成 就是曲成的葬身之地 曲成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这里衣衫傍水 的确是块难得的风水宝地 曲成能死在这里 也是他的造化了 肖默看着眼前 这座巍峨的城 冷冷一笑 宣布了曲成的死刑 如今 整个大前天下 几乎都是曲成的传说 九州第一才子 谋士榜最年轻的少年谋士 种种头衔都极为响亮 但那又如何呢 只要徐安死在他的手中 那这一切都将是他的垫脚石 徐安诡计多端 邵将军还是别掉以轻心 肖默身后 一个穿着轻衣续着短须 看上去有些沧桑的中年男人 打马走了上来 要是徐安在这里 肯定大呼我草 这不是诸葛老贼吗 这老家伙坑完确震熊坑诏斯 坑完诏斯 然后跑江南来坑淮南王了 诸葛先生真是一招被蛇咬 十年怕紧绳啊 肖默嘴角微扬 面色略带细血 他抬手指了指地面 道 踏进取城 就是江南 江南 我说了算 徐安在京都能呼风唤雨 那是因为 有袁康帝和徐霄给他撑腰 但到了江南 他徐安还想呼风唤雨 那也得看他能建来多少风火轮 但江南的诸多势力 几乎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徐安在江南想要闹腾 那得问他 肖默同不同意 在京都 赵斯和确震熊都是这样认为的 可现在赵斯死了 确震熊在天牢中生不如死 诸葛青盯着淮南王世子 冷声道 若非我奉赵斯的命令 作为代表 秘密来江南和王爷谈判 现在 我也死了是吗 那先生便睁着眼好好看看 我是怎么斩下徐安的人头的 肖默并不在意诸葛青的劝告 觉得诸葛青是被徐安给吓破胆了 他冷冷一笑 挥手道 进城 直接去驱城军大营 按照时间推算 徐安快入取城了 等他入了取城 这辈子就别想出去了 南下江南 取城是必经之地 他不怕徐安不来 肖默挥鞭打马 带着一群人迅速进了取城 半个钟后 肖默带着人进了驱城军大营 只是刚进大营 肖默眉头便微微皱起 如今淮南王和元康帝之间的战争 一触即发 像取城军这种精锐 肯定是需要全军时刻操练备战的 但现在整个军营竟然有些空荡荡 宁川何在 滚出来见我 肖默怒吼 心头忽然有了一丝不好的预感 怒吼声在军营中传开 驱城军的副统领才快步跑了过来 拱手行礼道 卑职驱城军副统领宁山 参见少将军 宁川呢 肖默冷声贺问 这 这 正 在副都统犹豫间 宁川的剑瞬间出了敲 少将军饶命 我说 我全说 宁山吓得脸色煞白 瞬间跪在地上 宁川统领轻率五千兵马 前往牛曲山 伏击徐安了 他想要将徐安的人头 亲手送给少将军 你说什么 肖默瞬间杀意冲天 将徐安的人头送给他 宁川这分明就是在抢攻 想要在他抵达之前 率先杀了徐安 但徐安只能死在他肖默的手中 因为他身份尴尬 只是淮南王义子 和淮南王没有丝毫的血缘关系 无法顺位继承淮南王世子的位置 他需要一个天大的功劳 来堵住淮南王中将之口 而徐安 就是他用来证明自己的猎物 现在 猎物却要被人先猎杀了 扶杀徐安 哄 肖默直接一脚将宁山踹飞出去十几米远 父王虽然和袁康帝必有一战 但现在双方都还没有撕破脸皮 连父王都不敢明目张胆杀徐安 叹宁川却敢 蠢货出动军队杀徐安 这性质就变了 父王将来还怎么夺先机 肖默死死攥着长剑 几次忍不住想要当场杀人 还有 宁川就算是猪脑子 他也应该知道 曲城的位置有多重要 父王将最重要的曲城交给他 是对他的信任 他竟然敢私自调动曲城的防务 去杀一个无足轻重的徐安 要是袁康帝城市难攻 曲城失县 后果会怎么样 袁康帝的大军会以曲城为跳板 在最短的时间内运到江南各地 肖默拎着剑向着宁山走去 卑职之错 邵将军饶命 邵将军饶命啊 宁山吓得脸色煞白 福贵在地上瑟瑟发抖 邵将军息怒 事情已经发生了 杀了他无济于事 诸葛青兰在了肖默面前 道 且先听听他怎么说 若是宁川真有计划能杀了徐安 这对少将军而言 并不是什么坏事 他贴近肖默耳边 低声道 杀了便是 肖默眼一眯 明白了诸葛青的意思 抢弓 宁川杀徐安抢弓 他杀宁川抢弓便是了 你 将宁川的计划 全部给我说说 敢隐瞒半点 杀无赦 肖默看向宁山 冷声说道 宁山当即将宁川卖得干干净净净 听完宁山的话 肖默脸上的冰冷渐渐散去 眼底隐隐有些激动 半成土匪杀徐安 宁川还算有点脑子 当然 只是有点而已 因为他半成土匪 更利于他杀他 先生 你怎么看 肖默看向诸葛青 询问他的意见 诸葛青心头那是一个冷笑 怎么看 不是都写在你的脸上了吗 他当即拱手道 刘曲山地势险峻 为避免发生意外 少将军应该轻率铁骑 前往接应宁川统领 宁山立即道 少将军 城外一万铁骑已经准备就绪 城外那一万铁骑 就是宁川为了防止意外 准备随时救场的 现在他直接给了肖默表忠心 来人 击鼓巨匠 刘曲山有盗匪作乱 企图杀害定国公世子 迅速点兵随我救援 肖默冷喝一声 当即下达了命令 第646章 偶像这么强的吗 肖默立即接管军营指挥权 击鼓巨匠开会 诸葛青为了避嫌 并没有跟着肖默进率仗 肖默杀徐晓公爷啊 跟在诸葛青身边的年轻小司 是秀医使者中的高手 负责保护诸葛青的安全 他可是徐安的粉丝 现在见到诸葛青 竟然不遗余力帮助肖默杀徐安 他顿时就不乐意了 站在诸葛青的身后低声质问 虽然你是上官 是我的顶头上司 但徐晓公爷是大钱的徐晓公爷 你想杀他 就是杀大钱千千万万有之青年 绝对不行 小东西 没见过徐安呢 你就被徐安收买了是吧 诸葛青瞪了小东西一眼 道 趁着肖默还在收买曲城军诸将 你立即拿我令牌 去照一下曲城刺史璀璨 要他集合兵马 准备配合徐安夺取曲城 听到这话 小东西顿时瞪大双眼 先生 你 你没开玩笑吧 曲城除了最精锐的曲城军 淮南王还在这里 安排了两支扑从部队 总兵力达到近五万人 而且曲城城高强后 就这配置 没有十万大军 根本就打不下来 崔大人手底下能用的兵不足一万 徐小公爷身边 甚至都没什么兵马了 这怎么打 怎么打 用嘴打 你家偶像一张嘴 堪比神游玄境 小嘴啪啪啪的 就能将曲城打下来 你敢信 想到在京都和徐安交手 诸葛青老脸直抽抽 整个人都不好了 在京都 无论是雀震雄还是赵斯 原本都应该是他这个内奸 来主导他们的失败 结果最后 他却成了一个局外人 只能站在边上 看戏鹊镇雄和赵斯拜得太快 拜得他都没有半点 心理准备 现在 他得有点心理准备了 曲城君这群混账 没事去招惹这家伙做什么 不招惹 徐安过了曲城啥事没有 一招惹 曲城现在都是事 诸葛青没有回答小东西的话 只是声音明显有些咬牙切齿 但从他的语气中 小东西能听出浓浓的自信 仿佛自家先生很相信 徐安能将曲城打下来 小东西顿时就迷了 偶像竟然这么厉害的吗 曲城这种防守缜密的大城市 他说打就打 感觉这简直就像是 吃饭喝水一样简单好吧 没时间了 还不快去 诸葛青瞪了小东西一眼 道 记得回来的时候 给我带点曲城的好酒 小东西点点头 转身离开 避开军营的视线后 他立即施展轻弓 向着刺石斧方向 积虑而去 半课钟后 刺石斧 听完小东西的话 刺石璀璨一双眼睛 也是瞪得如两个铜铃 啥玩意儿 徐安要攻打曲城 戒备森严没有十万大军 根本打不下来 你徐安才有多少人啊 你诸葛青是不是也疯了 这种事你也敢信 你回去告诉诸葛先生 我接到的旨意是折服 等候大军南宫里应外合 夺取曲城 而不是和一个小孩子胡闹 崔灿冷声拒绝 作为袁康帝的心腹 他在曲城艰苦经营这么多年 才终于掌控了一定的话语权 现在因为一个不靠谱的徐安 就冒着全军覆没的危险去配合 开什么玩笑 大人 我家先生说了 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 小东西拱手一礼 道 既然我家先生相信徐晓公爷 那大人 你也只能相信徐晓公爷能成事 否则 你会错过这大好时机 届时 你的日子会很不好过 小东西笑着说道 我家先生说了 曲城军对徐晓公爷出手 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他已经诱骗肖默 让他率领曲城军出城围杀徐晓公爷 届时曲城的防守空虚 方便你们做准备 放心 只是让你们做准备 并不是让你们主动发起进攻 小东西拱了拱手 转身离开 他时间有限 还得跟着自家先生一起出城 去见久仰已久的偶像吗 小东西走了 璀璨却还待在原地半上没动 诸葛清让小东西传的信息 还在他的脑海肆虐 他这时脑海中只有一个念头 太特妈疯狂了 这徐晓公也是要将在京都整事情的那一套 搬到江南来复制吗 但现在能怎么办 就算再有疑惑再不幸 他也得集合队伍准备配合呀 不然 就像诸葛清所说的 要是错过了徐安创造出来的良机 导致失去拿下曲城的先机 那他的罪可就大了 将来要打曲城 估计得付出百倍千倍的代价 小半个时辰后 肖默终于收买了所有的曲城军军官 彻底接手了曲城军的指挥权 他轻率城外 已经等候多时的一万铁骑 向着牛曲山开靶了 与此同时 牛曲山 见到徐安针锋相对 竟然还大言不惭 想要拿下自己的脑袋的宁川 面上顿时充满不屑 他手中的长剑往周围指了指 笑着说道 徐晓公爷 你似乎还没有搞清楚自己的处境啊 现在 占据绝对优势的 是我宁川 我这五千兄弟 可都是酒精沙场的汉子 杀你这上百个臭鱼烂虾 就像是碾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 你竟然 还敢在我面前如此狂妄 一群江湖高手听到这话 顿时都气炸了 特娘的 说谁臭鱼烂虾呢 要不是 我们现在身中其毒 没办法运转真气 不然就你这几千人 也就一人两件的事 至于狂妄 娘的 徐晓在你面前狂妄 不是很正常吗 老兄 人家是神游玄境 你知道什么叫神游玄境吗 就是两巴掌 能够拍死全场所有人的那种 小公爷 这不能忍啊 赶紧一招灭了他 一群江湖高手立即怂恿 他们还没见过神游玄境出手吗 那不行 像我这种等级的 只能当成杀手锏使用 怎么能随便出手吗 徐晓腻了众人一眼 冷笑道 少佑还要多坑一些人 杀着老贼 哼 杀鸡烟用牛刀 今日 在场的所有敌人 有一个算一个 都得死 第647章 无邪没出剑 看着徐晓一副一切 竟在掌握中的样子 一群江湖高手 心态都快炸了 杀鸡烟用牛刀 现在的情况 是你不出手 我们又都中毒中 这牛刀随时都有可能 被击给折了好吧 敌人一波弓箭下来 我们都得万箭穿星啊 宁川脸色也争鸣起来 看向徐晓的目光 冒着冷光 这么不给面子的吗 现在是我把你们 给包围了 你们的生死 全在我一念之间 你们竟然还如此无视我 我这个去生军首领 不需要面子的是吧 好 很好 好的很 徐晓 你彻底激怒了 宁川手中的剑指着徐晓 冷声道 今日 我大盗射他天 在牛曲山 抢劫了大前定国公 世子徐晓 世子不配合抢劫 被我大盗射他天杀制 所有后果 我大盗射他天 一律承担 后面的话 宁川说的杀意凛然 随即 他缓缓抬起了手 只要手一挥下 两侧山谷取成军将士 万箭齐发 直接将徐安等人 射成刺猬 无邪 大卫立即戒备起来 下意识地向徐安靠近 这货就是个假神游 等下真打起来 分分钟暴露好吧 哎呦我擦 你这是学着 我京东灭诏司呢 徐安一手扶额 一手指着宁川道 老铁 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玩这个我可是老祖宗啊 舍他天 这个名字是不错 真好 一听就有点汉匪的意思 和你比起来 少爷我这个大道 储留乡的称号 的确有些儒雅了 嗯 那这名字我就笑那了 汉匪舍他天 今日在曲城牛屈山现身了 文言 无邪和盖威嘴角微抽 这家伙又要顾及重演了 一群江湖高手 也是面面相去 大哥这话啥意思 你是不是忘记了 现在被包围的是咱们啊 凌川盯着徐安 嘴角的笑容 渐渐猙獰 而变态起来 怎么 看徐小公爷自信的样子 是觉得自己 还有机会颠倒乾坤吗 凌川向前两步 杀意肆虐 你今日 必死 徐安竖起一根手指 轻微摇了摇 他笑容细许 道 不 我之前已经说过了 死的只会是你们 话落 他抬头逆着全场 真气包裹着声音 在山谷回荡 而等听着 你们已经被包围了 现在想活命的 放下手中的武器 双手抱头蹲在地上 否则 杀无射 阎王爷来了都没用 听到这话 一群江湖高手都震住了 你吹牛也要有个度啊 包围五千驱成军精锐 你说需要多少兵马 咋地 你来江南 还随身带着十万大军呢 你身后就悄悄跟着三千黑甲军 还调了两千人 保护你媳妇下江南了 你现在手底下 就只剩下一千黑甲军了 一千黑甲军 包围五千驱成军吗 你怕不是疯了吧 哈哈 宁川笑了 他的副将笑了 包围着徐安等人的 曲成军士兵也都笑了起来 笑声狂妄至极 徐安啊徐安 你还真是徒有其表而已啊 宁川手中的长剑指着徐安 笑容见脸 在这种绝境 你要是敢拼死拨命 说不定我宁川会高看你一眼 现在死到临头 还玩这种小把戏 能让你多活一点时间吗 徐安微微摇头 一脸懊恼的样子 绝境 现在面临绝境的是你们 怎么就不信呢 他竖起三根手指 道 我数到三 要是不放下武器投降 那就只能送你们上西天了 文言 宁川等人的笑容 顿时更加疯狂了 一群高手也是无言以对 只有吴邪 像是想到了什么 下意识地捂住了耳朵 孔爷儿一直关注着吴邪 见到他捂住耳朵 也连忙捂住 三 刚好这时 徐安三根手指一收 冰冷吐出一个字 轰轰轰 下一秒 两侧山峰火光冲天 爆炸声响彻整个山谷 包围着徐安一群人的五千曲成军 直接被炸得人仰马翻 距离稍远的 被气浪先飞出去 身上的皮甲 都被生生撕裂了 当场被震得蹊跷流血 头晕眼化 而距离近的 当场就被炸得不成人样了 这是什么 救命啊 饶命 饶命啊 我投降 救我 我不想死 救救我 惨叫声 哀嚎声 求救声 伴随着爆炸声 在山谷中回荡一时之间 整个山谷宛若炼狱 看着这一幕 一群江湖高手 直接待在当场 眼睛瞬间都瞪得溜远 刚才 他们都觉得徐安庄的有些过头了 你堂堂神游玄境 想要保守自己的秘密 很难吗 这五千驱成军 不留活口便是了 但现在 他们心头连富匪都不敢了 特妈的 这小贼不道德呀 他竟然真有富兵 就目前这爆炸的威力 就算是 他们这些四进高手拉上去 恐怕在这样的爆炸声中 也坚持不了两个回合 咕噜噜 请客间 一道道咽口水的响起 此时众人只感到庆幸 还好当晚没有听从楚狂的挑拨 对徐安直接动手 不然 享受这场盛宴的就不是驱成军 而是他们了 孔一尔也是瞪着一双美眸 这太可怕了 还好及时捂住了耳朵 不然耳朵都得被震聋了 领川也是傻在了当场 原本嚣张争鸣的脸 此时已经速速变白 只剩满脸的惊慌和恐惧 徐安没说谎 他真有福兵 被包围的竟然真的是他们 身陷绝境的 原来真的是他们 可恶 淮南王府的密碟都是蠢货吗 不是说徐安身边的高手都调走了 没什么人了吗 这叫没人 这 这是什么 徐安 你做了什么 宁川猛地回过盯着徐安 目自欲裂 声音都拔高了十度 徐安坐在马车车顶 双手撑着下巴 笑呵呵道 没做什么啊 我看你们笑得那么开心 想让你们哭一下而已 现在 还笑得起来吗 说完 徐安看向吴邪和盖威 他站得太久了 让他跪着说话 吴邪和盖威瞬间杀了出去 宁川在舞蹈上不过金刚劲 一个回合都没坚持住 就被盖威和吴邪拎鸡仔一般 提着丢在徐安的面前 过程没有任何意外 唯一让徐安意外的是 吴邪没出见 第648章 汉匪射他天 吴邪没出见 这还是徐安第一次见到 作为曾经的杀手 杀人都是讲究一击必杀 所以 除了揍他的时候 吴邪出手都是全力以赴 不过想到这家伙 现在正处于自物的阶段 他也没有多问 只是敲了敲耳朵道 风哥 可以了 别全面了 他口中的东哥 是黑甲军第三营营长 文丰 文丰是靖安博 顾靖廷年轻时犯的错误 他是私生子 没有身份 只能随母姓 13岁便跟着徐霄南征北战 如今20岁 战功升至游击将军 黑甲军改用新军编制后 改任黑甲军第三营营长 那边沉默了一会儿 传来了文丰的声音 小公爷 我明白你的意思 你想要收拢这些人来用 但曲承军是淮南王精锐 对淮南王忠心耿耿 将他们留在自己的队伍中 后患太大 徐安文严陷入沉吟 留着部分曲承军 他是觉得一些黑甲军 以及新军不好做的事情 可以留给他们来做 但文丰的顾虑是有道理的 留着这些人 不可能实施监控他们 要是真和淮南王开战 那后院起伙乐子可就大了 徐小公爷 这些人这些年作恶多端 皆是该死之人 若有天下有意义 所有罪名我来担 文丰的声音再度传来 滚蛋去 老子还需要别人给老子背过 徐安骂了一句 道 既然如此 那便都杀了吧 战斗结束 乖见我 是 文丰道 徐安 不 徐小公爷 有话好好说 宁川哪里还有刚才的嘚瑟 跪在徐安面前的时候 已经瑟瑟发抖 他脸色煞白地看着徐安 道 我刚才就想投诚了的 只是徐小公爷没有念一二 我没有选择的机会 现在我投降 我愉快地投降了 徐安拔出腰间的碎发枪 子弹上膛 在江湖上混 只有三 他手中的碎发枪 瞄准了宁川的脑袋 不好意思 这段时间 我最大的感悟 就是 敌人 不能留 留着 也是恶心人 再说 你的兄弟都死光了 留着你 狗活你觉得行吗 宁川看着黑洞洞的枪口 吓得魂都飞到了九霄云外 他连连指着自己道 小公爷 我有情报 我有淮南王的情报 我刚刚得到消息 淮南王的义子肖默 他亲自来取城了 他来取城 就是为你而来 想要再取城杀你 取城是我的地盘 我可以帮你杀他 宁川跪在地上 脑袋磕得砰砰响 谁也没有注意到 他此时脸色争鸣可怖 等着吧 等到了取城 老子要将你们碎尸万端喂狗 哦 淮南王义子肖默 总算来了个有点分量的了 徐安眼微微眯起 这些情况都在他的意料之中 他留下来六淮南王 不就是不断给他杀自己的机会 将注意力都集中在自己身上吗 不过 我一般不相信敌人 更不相信一个贪生怕死的敌人 徐安逆了宁川一眼 指尖直接扣动扳机 碰 一声枪响 宁川脑袋瞬间多出了一个血洞 鲜血淋漓 捏 捏 他瞪着徐安 想要说什么 却说不出来 便直挺挺地倒在了地上 看着这一幕 一众江湖高手都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心头都只发毛 这家伙看上去大大咧咧的 没有半点高手的风范 一派十足的顽固样 没想到 动手杀人的时候 手竟然都没有哆嗦一下 够狠 还真不像那些官老爷家里出来的少爷 他可是打败北敌鬼威军的人 秦宇低声提醒道 众人闻言脸色都变了 对啊 差点忘记了 这家伙不久之前 可是率领两千新兵 打得北敌最精锐的鬼威军 鬼哭狼嚎的人 只是因为这家伙 平时放望不羁 桀骜不驯 太具有欺骗性 导致很多人都将这事给忘记了 这家伙 绝对是个狠人 呃 干嘛都这么看着我 徐安看到众人脸色怪异地看着自己 干咳一声道 放心 我只杀敌人 不杀自己 听到这话 所有人几乎都整齐地向后退了一步 那个 徐小公爷 我们知道 你肯定不会杀自己人 秦宇抬手压了压 满脸警惕地盯着徐安 但你说这话的时候 能不能先把你手中的家伙收一下 你这枪口对着我们说不杀自己人 我们很心慌啊 众人齐齐点头 哦 不好意思 忘记了 徐安关了保险 将碎发枪收回枪套 随即手一扬 潇洒地一甩披风 看吧 少爷我说了 杀鸡不用宰牛道 现在信了没 一群江湖高手再度齐齐点头 这血淋淋的场景就在眼前 我们还敢不信吗 我们要说不信 说不定下面血淋淋的就是我们了 报告 战斗半课中 全部敌人已经消灭 请徐小公爷指示 这时 一身战甲的文风走了过来 向徐安行李禀报 盛世碾压的胜利 就是太奢侈了呀 徐安一脸肉疼 一仗打下来 足有两三万两银子 没了 这还单单是手榴弹的消耗 但要的消耗没算 但这一仗 是末将这辈子打的最爽的一仗 灵伤亡消灭敌人五千人 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 文风满脸笑容 钱算什么 有这样一支部队 你徐小公爷缺什么 我带人去抢去 大钱不能抢 抢其他国家总没问题了吧 风哥 这次让你可尽造 是因为这是淮南王的精锐 并且作恶多端 该死 徐安瞪了文风一眼 道 但记住了 对付杂牌军主要还是攻心位上 大钱这些年死的人足够多了 能少死一点就少死一点 我们是来震灾评判的 不是来杀人的 江南 除掉淮南王和他嫡系兵力就可以了 其他的交给我 文风知道徐安收买人心的本事 当即立即到 是 末将领命 好了 说正事 徐安看向文风 道 江南被淮南王统治多年 几乎每城每县都有势力 常规的计划 想要扫除这些势力很难 所以 我要驱虎吞狼了 既然宁川给咱们开个好头 那这个头咱们就得利用好 从现在开始 风哥 你就是汉匪设他天 第六百四十九章 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文风听到这话 顿时都呆住了 徐小公彦 你玩真的 我这个大前最强军队的将领 带着的大前的最强军队 一瞬间就完成身份的转变 变成汉匪了 我这最强汉匪 要枪有枪 要炮有炮 我要出山 天下英雄水敌手 小公彦 你 你没开玩笑吧 文风咽了咽口水 这事情太大了 他不敢应啊 要是陛下将他当汉匪剿了 那就扯淡了 没开玩笑 我很认真 徐安抬手拍了拍文风的肩膀 道 风哥 现在大前和淮南王 还没有彻底撕破脸皮 咱们不好明目张胆地抢夺取成可是 我又不想错过这种好机会 宁川将取成的守卫调出来了 那取成的防守肯定薄弱了 这时候不取取成 更待何时 徐安咧嘴一笑 笑容带着阴险 取成是汉匪设他天所取 和咱们没有关系 文风作为武将 自然知道取成的地理位置有多么重要 那就是沟通整个大前南北的咽喉要地 淮南王占据江南后 这些年更是在取成修建了大量的壁垒 号称十万大军都供不下来 但为了减少朝廷的猜忌 这些年淮南王并未在取成 住有多少兵马 只有他最为信任的取成军 不过 一旦取成遭到攻击 守军只要能守住两个时辰 援军在两个时辰内 就能从水路运兵到取成 而大前兵马南下 哪怕从最近的城拔营 最快也得半天的时间 时间上根本就抢不过淮南王 但如果 徐安现在夺取成呢 他手中虽然只有一千黑甲军 但是他们有最新进的武器装备 奏剩下的取成军完全没有半点问题 徐小公也应免 我干了 从现在起我就是舍他天 文峰攥紧拳头 脸色激动地印了一句 随即 他又满脸遗憾 可惜了 刚刚灭掉取成军五千不足 要是再能调动取成军一部分出来灭了 那就更完美了 黑甲军现在是最强精锐 若非必要 文峰不想他们任何一个人 消耗在这样的战场上 而一群江湖高手文言 当时脸都黑了 一战灭了取成军五千人了 还不满足 果然和徐安这个主帅一样 心太黑了 放心 马上就会如你愿了 徐安舔了舔嘴角 眼冒凶光 扶杀我 肯定不是淮南王或者肖默的主意 应该是宁川为了抢弓扇子出击 想要在肖默之前杀了我 而肖默 又急需我这个人头来堵住天下悠悠之口 好顺位继承淮南王世子的位置 所以 他只要到取成 一定会过来凑热闹的 听到这话 文峰顿时双眼冒光 来得好啊 来了全灭了 刚好他还没打过瘾呢 要是进城打 因为估计百姓束手束脚 没办法放开打 但敌人敢跑出来 那就能往死里招呼了 小公爷 再打一次伏击 文峰指了指山谷 道 刚才打了一通手榴弹 我的红衣大炮还没有登场呢 不行 现在已经暴露了 没办法再打伏击 徐安摇头 道 射他天这个名头 是宁川想出来的 萧某应该知道 少爷我打的就是时间差 我要让萧某分不清 射他天使我 还是宁川造反了 如此 才有拿下取成的机会 所以如果不能全间 后续杀来的敌人 让萧某跑了 那我就暴露了 蛆虎吞狼的计划 就在你这里破产了 听到这话 一群江湖高手 看向徐安的目光 再度变了 这么短的时间 这家伙竟然想了这么多果然 玩一谋的心都很脏啊 他们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 在宁川杀出来之前 徐安其实并不想和取成军起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 他要带着他们高歌前行 目的就是迷惑宁川 结果宁川跳出来了 逼得他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计划 也就是说 宁川这祸 纯粹是在自己找死 他找死就算了 连着取成 也会被徐安给轻松占领了 见识过黑甲军的战力后 他们对此深信不疑 不能打伏击 那该如何打 文风看向徐安 既然徐小公也思路这么清晰 那肯定已经有对策了 怎么打 我堂堂一个定国世子 遇到汉匪射他天袭击绑架 我该怎么办 徐安双指做爬形状 笑得极为阴险 当然是跑啊 我跑 你追 让我和肖默混在一起 然后我给你创造机会 徐安看向身后 那一群江湖高手 应策策道 只要进了取成 老子六十个四进高手 十四个九品高手 能将取成先的鸡犬不宁 然后 咱们里应外合拿下取成 另外 狗皇帝派 承老黑到龙骨关担任统帅 找到他 让他给射他天输送兵员 不然 取成拿下来 淮南王肯定会反攻 到时候 你们不一定能守得住 红衣大炮 碎发枪虽然厉害 但弹药有限 很难坚持长久作战 肯定需要支援的 是 属下立即准备 文峰重重点头 转身离开 徐安 来了 足有一万多人 距离牛曲山不远了 这时 赤羽的声音传了过来 徐安脸色一领 赤羽的蛊虫能监视十里开外 也就是说 现在敌人距离他们 最多不过十里地 来得比想象中的快 诸位 我现在 需要你们的帮助 徐安看向秦渝等一群江湖高手 道 我带你们去干一票大的 解救取成百姓于水火之中 有没有兴趣一起搞 一群江湖高手相视一眼 随即齐声道 搞 这几日 被徐安搞的道心都快崩了 他们也需要发泄发泄 刚好 取成军就很不错 当然 最重要的是 终于可以解读了 搞归搞 但话先说在前面 搞完了 别再搞毒了 秦渝看向徐安说道 众人听到这话 都齐齐点头 一群大高手天天被喂毒 传出去 他们还怎么 在江湖上混 可以 搞完了 咱们到其他地方继续搞 总之要让淮南王手忙脚乱 自顾不暇 让他少点时间去害人 徐安答应了 这种事 用一次两次就算了 用多了 是个人都会有抵触心理 现在 干正事 徐安直接在宁川脸上抹了一把血 开始往自己脸上和身上涂 然后 又将自己一头飘逸的长发 弄得乱糟糟 片刻的时间 他整个人就鲜血淋漓 要多狼狈 就有多狼狈 真像是刚刚经历一场大战 死里逃生的 看着这一幕 众人顿时就惊了 这家伙 试得很人 为了大忌 狠起来连自己都不放过 第650章 大戏正式登场了 要骗过敌人 自然先骗过自己 众人看到此时的装扮 几乎已经无懈可击了 但徐安还是不太满意 总觉得有些假 他看向无邪 道 无邪 砍我几件 众人 众人听到这话 顿时都傻了 不是吧 有必要这么拼的吗 你现在已经很好了 能瞒天过海了 还有必要如此自虐吗 你确定 无邪脸色也有些错愕 平时战装这家伙 都要死要活的 现在竟然自己求砍 我来 我来 谁都别和我抢 盖威直接跳了出来 挡在了无邪的面前 争的一声 双手刀直接出了翘 砍徐安 这件事 他想很久了 滚蛋去 徐安一脚直接踹了过去 怒道 让你砍 你还不关报私仇吗 无邪 你来 砍衣服就行了 别真砍我了 不然这衣服 有些没伤口太假了 哦 然而 回应他的 却是众人不约而同的虚声 就说嘛 这家伙这么精的人 怎么可能会对自己这么狠 感情 是打这主意呢 哦 毛啊 有本事 你们自己 砍自己几刀试试 徐安直眉瞪眼 道 还愣着干什么 赶紧的行动起来 自己相互砍 弄得狼狈一点 咱们得混在肖默的军队中进取城 可别露线了 吃雨 赶紧给他们解毒 还有你 孔平板 徐安抬手指着马车上的孔烟 你下来 老子亲自帮你搞 孔烟看着满脸血污的徐安 抬手指着自己的脸 我是女孩子 我也要 不 你是女汉子 不是什么小仙女 徐安直接将孔烟从马车上逮下来 拉着他躲到马车后 然后在孔烟瞪大的美眸中 直接将他一头长发薅成鸟窝 然后双手落在他的胸前 猛地用力 刺了 胸前大片雪白的几乎落在了徐安的眼中 他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你 呸 流氓 你故意的 孔烟翘脸瞬间红得透血 美眸狠狠地瞪着徐安 本小姐晚上给你流门 你不中用 现在躲在这马车后面 有个鬼用 可 不好意思 一不小心用力过猛了 徐安摸了摸鼻 道 我就是想 让你稍微狼狈一点 衣冠不整一点而已 话刚说完 徐安忽然感到脊背一阵发凉 他回过头 便看到无邪站在身后 他手中的剑并未出鞘 右手正执着凝穿的剑 此时 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 这让徐安莫名的一阵心虚 正想说话 忽然双手传来一阵柔软 徐安错愕地回头看去 只见孔烟 已经将他的双手 贴在自己的胸口上 他俏脸正色道 徐安 你说得对 一个美女在遭遇这种大劫时 怎么可能会衣冠楚楚 必须得衣冠不整 我现在衣冠还太整洁了 还需要不整一点 你来吧 说话时 徐安明显看到 他的目光 还时不时地瞥向无邪 那小目光充满挑衅 但是 孔平板你是个女人啊 你大家闺秀的矜持呢 你这拉着我的手 往里怀里面伸 这 这至少得找个没人的地方吧 麻烦 在徐安错愕间 无邪冰冷的声音 在耳侧响起 徐安心头顿时 升起了强烈不好的预感 他猛地转身 想要解释 视线中无邪的剑 已经扑面而来 刷刷刷 只见无邪直剑的手 快速舞动 剑光在他和孔烟的身上 来回穿梭 片刻 无邪手一扬 手中的剑脱手而出 从他和孔烟之间穿过 争的一声 定进了马车之中 吃吃吃 与此同时 一声声衣服碎裂的声音响起 徐安低头看去 只见自己染血的名贵紧端 这时候 已经被无邪的利剑 削成了碎片 他猛地回头 视线落在呆滞的孔烟的身上 只见孔烟的子群 此时也被剑光撕成了碎片 和徐安不同的是 无邪对孔烟留守了 只削他的外衣 而徐安就比较惨 都能感觉到 苦当凉嗖嗖了 徐安 我特骂 无邪 我是哪里惹到你了吗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温柔了呀 这时 孔烟终于回过神 气得暴跳如 冲着无邪张牙舞爪 无邪 本小姐和你拼了 你个无耻的臭 臭男人 有本事站着不动 看我打不死你 无邪冷冷地扫了一眼孔烟 只冰冷地吐出了三个字 别惹我 徐安当时就猛逼了 娘的 怎么感觉像是女人 在争风吃醋 徐安 速度点 敌人快到了 赤羽跳下了马车 自己给自己两刀 并且抹了血 徐安赶紧从马车后跑了出来 看到所有人都已经化妆完成了 一个个惨兮兮 的确像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 好 大戏正式登场了 圣女 孔平板我就交给你了 保护好她的安全 徐安转身跳上马背 大手一挥 冲 杀肖墨 夺取城 一群江湖听到这话 顿时都迷了 要是没记错的话 我们现在洋装的是败军吧 难道我们这个时候不应该是慌不择路吗 你这大气磅礴的啥意思 到底是逃命呢 还是冲锋啊 不要理他 狼狈一点 无邪直接替徐安下达了命令 最好不要学这家伙 因为啥事他都能远回来 但你们 不行 看着徐安逐渐远去的背影 文风鹤问道 宁川的弓箭收集了多少 一连掌连忙到 营掌还能用的弓两百张 剑四千余支 足够了 等小公爷和肖墨会合后 四千支箭要在最短的时间 给我射进肖墨的军中 炮兵立即就位 等弓箭全射完之后 给我来几发急速射 现在已经换了宁川等人的衣服 必要的时候可以发起冲锋 掩护徐小公爷进入曲城 如果敌人有骑兵 不要和骑兵纠缠 说到这里 文风的脸色冰冷下来 但都给我记住了 此战 一切以徐小公爷的安全为先 第651章 速速过来护驾 牛曲山外 肖墨一马当先 正率领一万青旗 快速向着牛曲山奔袭而来 此时 路上已经听到了爆炸声 但现在爆炸声已经消失了 牛曲山安静了下来 战斗结束了 就是不知道战况到底如何 他现在只想知道徐安是死是活 最好宁川能有点脑子 留徐安一命让他亲自来杀 否则 他就只有杀宁川抢攻这一条路了 至于徐安逃了 这个可能性肖墨想都没想过 徐安身边现在只剩下不到百人 能从宁川五千驱成军的重重包围中逃掉 可能吗 绝对不可能 全速前进 不许放过牛曲山中任何一个人 肖墨挥鞭打马 高声大喝 然而 跟在他身侧的诸葛青 嘴角却不由微微扬起 肖墨不清楚怎么回事 他清楚啊 雀震雄 鬼为君 都是败在徐安这惊天雷中 现在杀到牛曲山 嘿嘿 估计宁川尸体 都凉了 就是不知道 接下来徐安这兔崽子 怎么出招啊 想到这里 诸葛青就莫名的有些心慌 希望这小子悠着点 可不要玩得太过火 要是事情超出了他的掌控 那就玩犊子了 正想着 前方忽然传来了战马的嘶鸣声 接着 一道血淋淋的身影 骑着马仙从山谷中冲了出来 他身后跟着一辆 几乎要散架了的马车 马车后 还跟着一群鲜血淋漓 衣衫褴褛的随从 一眼看去 就是刚刚经历了一场大战一般 见到这一幕 诸葛青眼角就猛地跳了跳 险些一头栽下马 饶是他是个如生谋士 这时也忍不住 直接在心头抱粗口了 特妈的 真是怕什么来什么 徐安这小王八蛋 是疯了吗 你没看到 肖默带着一万亲戚来杀你吗 你竟然还敢往他枪口上撞 语 肖默看到远处冲出来的人群 下意识地勒住了马将 停 全军戒备 他抬手陈鹤一声 身后跟着的大军 齐齐停了下来 然而不等他说话 对面的人已经激动地大叫起来 那样子 就像是见到了亲爹一般 来者何人 我乃是当朝驸马 定国公世子徐安 我在牛曲山 遭到汉匪舍他天的袭击 速速过来护驾 听到这话 肖默思绪有那么一瞬间 都不流畅了 来者何人 这难道 不应该是他问的吗 关键是 这家伙是有多虎 他难道不知道 现在他在整个江南 几乎遍地皆敌吗 敢这么自爆家门 简直找死 不对 应该是踏破铁鞋无秘处 得来全不费功夫 诸葛清脑门上也满是黑线 这个小王八蛋 到底玩的什么把戏 现在要是肖默直接下令冲锋 他就是徐安 诸葛清先声夺人 扰乱肖默的思绪 少将军立即下令全军冲锋 杀了他 快杀了他 我想起来了 刚才的爆炸声 一定不是宁川弄出来的 是徐安 一定是徐安弄出来的 在京都的时候 他就用两个轰天雷 杀了雀英和耶律奇 雍州大战北敌鬼为军 也是败在他的轰天雷下 不能让他过来 否则我等会危险了 诸葛清后面的话 说得歇斯底里 肖默从诸葛清的声音中 听出了浓浓的恨意 双眼陡然眯了起来 他是想要直接下令冲锋的 但听到肖默的话 他瞬间就犹豫了 能杀赵斯灭雀镇雄 将北敌最精锐的鬼为军 打得鬼哭狼嚎的人 就这么死了 的确太便宜他了 他的死 必须邀请天下人参观 如此 才能衬托出他肖默的本事 而徐安看到诸葛清 也是目瞪口呆 哎呦我擦 这老东西 竟然跑到江南来搞事情了 好事啊 有他在 就有人掌控江南的大局不乱 那他就可以随便嗨了 诸葛清 又是你这狗贼 你竟敢害我 徐安知道诸葛清的意思 这是故意提醒 肖默不能让他死得太轻松 好意是好意 但总感觉这老家伙 多少带点私人恩怨 瞧瞧 这歇斯底里的样子 好像还真恨不得 当场灭了他一样 对面的人 不要相信这狗贼 这狗贼不是什么好东西 徐安手指着诸葛清 道 这老贼可是天煞孤星 是个克星 专克主的 谁要是让他辅佐 准救坊主 他跟雀震雄 雀震雄倒了 他跟赵斯 赵斯死了 现在他跟着淮南王 淮南王估计也活不长了 赶紧的杀了他 此贼不能留 诸葛清文言 当场就差点吐了一口老血 他同样明白 徐安这么做 是加深他在肖默心中的分量 毕竟等下他要是有办法脱险 那他对肖默说的话 就会是忠言 而徐安所说的话 就是挑拨离间 好意是好意 这混账 这张破嘴太毒了 老子很想撕碎啊 老子要放 死的就是你老丈人和你爹 老子是给他们办事的 放肆 无耻小贼 诸葛清暴跳如雷 指着徐安怒喝道 少将军 你不是对高杨公主情有独钟吗 高杨公主就在江南 杀了他 老夫亲自给你做媒 让高杨公主嫁给你 快 老夫愿意亲自带兵出击 亲手宰了徐安 扑 徐安一听 也是差点暴走 喂 诸葛老贼 你大爷的 过分了呀 徐安乐住马将 怒喝 朱葛清目光凶狠地盯着徐安 来啊 互相伤害啊 小东西看了看徐安 又看了看自家先生 整个人目瞪口呆 只觉得自己的胸口 有什么东西 在噼里啪啦的碎裂 偶像 我的偶像 就这样死了传说中的徐小公爷 难道不应该是身高八尺 温文尔雅 手指折扇风度翩翩 一开口就是千古名片吗 结果眼前的徐小公爷 呜呜 感觉像个流氓 还有先生 先生你平时不是高深莫测 运筹为我决胜千里吗 怎么感觉 你见到徐小公爷 整个人都变了呢 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先生不必着急 徐安必死 只是他怎么死 我说了算 肖默冷笑出声 第652章 徐小公爷 受惊了 肖默抬手拦住诸葛清 随即打马走上阵前 他冲着徐安拱手 道 在下淮南王义子肖默 暂待取成一切事物 听闻牛居山 徐安有汉匪舍他天作乱 正率兵前来围剿 徐小公爷 受惊了 徐安听到这话 扬装大怒 受惊 这特妈是一句受惊 就能解决的事情吗 你们江南的治安 也太特妈差了 等老子到淮南城 必定亲自向淮南王讨教一下 他要是管不了江南 让给我 我来帮他管 一群江湖高手 看着徐安那愤怒的样子 都无语了 得 又开始演上了 堂堂一个神游玄境 而且还心机无双 竟然还装得一副 莽撞什么都不懂的样 简直辣眼睛啊 肖默眸色骤然一力 随即又压下心头的杀意 拱了拱手道 徐小公爷说的是 江南的治安问题 比不上京都 是我淮南王府之过 徐小公爷放心 淮南王府一定会严格改正 话落 他手一扬 愣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接应 保护徐小公爷 是 肖默身侧的数百旗 立即分散 向着徐安围了过来 肖默 还是你小子的觉悟高 放心 等我回京都 必定向陛下敬言 让他让你做淮南王 徐安知道 肖默是想要包围自己 怕自己逃了 但他就是来搞事情的 害怕包围 再说 真道万不得已 他身边的数十四进高手 分分钟就能带着他离开战场 要是在平原 青旗兵肯定会对四进高手造成危险 但在这里 不管是跳水还是爬山 青旗兵都只能干瞪眼 所以 徐安不仅没退 反而主动带着人向肖默靠近 肖默 现在立即命令你的士兵截阵营敌 射他天几千人就追在身后 徐安手中的马鞭往身后指了指 道 而且 刚才和他们大战时 他们可是说了 要攻占取城 取城可是连接大前南北的交通要道 自古以来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绝对不能有半点差池 你要是守不住 我从龙骨关调兵帮你守 随着徐安过来 肖默下意识地捏紧了手中的佩刀 传言中的徐安 聪明绝顶 志气无双 但眼前这家伙 总感觉看上去不太聪明的样子 装的 还是故意的 直到听完徐安后面的话后 肖默嘴角终于犯起了一谋嘲讽 原来目的是在这 想要借此机会让皇帝的军队入取城 呵 做梦去吧 至于射他天 射他天是宁川 是我的人 不用 取城均能守得住取城 多谢徐小公爷好意肖默打马上前 手缓缓地落在了刀柄上 打算亲自倾下徐安 徐小公爷受惊了 还是入取城 好好地休息休息吧 休息 我现在还休息得下吗 肖默 你太自大了知道吗 徐安指着自己满身的血迹 道 看到没 我这一身险 本少爷刚刚带领着手下精锐 和射他天大战了三百回合 不敌选择逃命了 怎么 你以为你比我厉害 能够对付得了射他天 赶紧命令你的手下 猎阵迎敌 不然你会后悔的 听到这话 朱葛清顿时心跳加速 我还真猜对了 这个混账小子 他的目标果然是取城 这简直太疯狂了 够了 肖默的耐心已经用完了 听着徐安的唠叨 他只觉得 耳边就像是有一只苍蝇 在嗡嗡嗡乱飞 吵死人了 正 肖默手中的刀瞬间出了窍 指向徐安 我说了 不劳小公爷费心 现在 小公爷 休休 话没说完 一道道剑雨的破风声 忽然传来 肖默猛地抬头看去 只见漫天的剑雨 从牛曲山中 铺天盖地覆盖过来 哎呀 剑雨落在军阵中 军阵顿时大乱 凄厉的惨叫声 便在空气中传开 肖默看到这一幕人都傻了 射他天不是宁川吗 宁川竟然敢攻击他们 他是疯了吗 少将军 这一定不是宁川 是徐安的阴谋 一定是徐安的阴谋 诸葛青连忙拱手禁言 说完 他再心又大声怒吓 我说的是真的呀 这真的是徐安的阴谋 只是我明着告诉你是徐安的阴谋 你肯定更相信 这是宁川为了抢攻 而向你下杀手 宁川对徐安不死心 错了 孩子 是徐安对你不死心才对 果然 肖默对他的话充耳不闻 看到地上去成军的剑雨 肖默整张脸都争鸣起来 宁川 该死的 你竟敢为了徐安向我动手 你找死 来人 截阵 随我冲杀 肖默拎着长刀打马上前 冰冷下达命令 杀 迅速截阵 灭掉射他天 老子亲自回京都给你们请功 徐安像是没有意识到危险一般 跟在了肖默的身边 守则是死死的跟在徐安身边 保护徐安是一个原因 另外 他们也需要徐安保护 现在最安全的 莫过于徐安的身边了 因为文风开炮放箭 都会绕开徐安 全军列阵 全军列阵 赶乱军心者 杀无赦 随着传令兵在军中来回奔走 原本慌乱的军阵逐渐稳定下来 徐安扫了一圈 发现刚才那一波剑雨 造成的伤亡不过数百人 不过 效果达到了 搞这么半天 他的目的就是让肖默觉得 是宁川反了 将兵力给集中起来 然后等候大炮问候 邵将军 不可 不可啊 诸葛卿连忙打马上前 拉着肖默道 这对面肯定不是宁川宁统领 肯定是徐安的人 他在故意激怒你邵将军 徐安已经到手了 现在你要做的就是撤军 不是什么是他天要拿取城 是徐安要拿取城 滚开 回应诸葛卿的 只有肖默冰冷的两个字 徐安想要拿取城 他拿什么拿 根据密碟的消息 他身边连支像样的军队都没有 他怎么拿 但宁川必须死 宁川是取城军主帅 他对取城的防御了如指掌 一旦他叛变 对取城就是灭顶之灾 取城的位置 十个徐安都比不上 第653章 戏太过了不好 诸葛老子 你别太过分了 徐安一把拧住诸葛卿的衣经 冷声道 汉匪设他天罪大恶解 你敢阻挡我萧兄弟立功 信不信老子弄死你 说完 徐安用两个人听到的声音道 有着点 戏太过了不好 徐安 你个狗贼 少将军姓名 老夫可不姓你 你又骗少将军出兵对敌 你齐心可助 诸葛卿气得暴跳如雷 下一秒又低声道 取城刺史是陛下的人 城里已经做好相应的准备了 你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啪 徐安直接一巴掌 拍在诸葛卿的脑袋上 怒道 老贼 敢羞辱我 信不信我弄死你 随即低声道 我的计划是 没计划 诸葛卿额间轻惊直跳 他算是看出来了 徐安这小贼是故意的 打老夫一巴掌 你告诉老夫没计划 争 诸葛卿直接去把小东西的刀 老夫砍了你啊 肖默脸色昼立 抬手将诸葛卿的刀夺了过来 他 只能死在我的手里 少将军 他真的是在骗你啊 诸葛卿指着徐安歇斯底里道 少将军 你先一刀将徐安宰了 你再率军冲阵也行 此贼 不可留啊 听到这话 小东西看着自家先生 整个人都陷入了迷茫 所以 先生你和偶像到底有什么恩怨 怎么感觉都在将对方往死里整 诸葛卿 你 再叫我做事 肖默手中的剑 直接抵在诸葛卿的喉咙 再废话 我杀了你 诸葛卿文言 只能痛苦地闭上眼睛 虽然我是故意的 可我劝你的话是真的 你不听 等一下别后悔 报 全军列阵完毕 这时 传令兵回来禀报 现在徐安落在手中 肖默也没什么可以瞒的 冷声道 宁川只有五千人 所带的弓箭有限 传令下去 全军出击 就算是将整个牛曲山翻了 也不要放过一个人 徐安听到这话 就呵呵了 不用翻 你杀进牛曲山峡谷 宁川的尸体 就在那里欢迎你 心里这么想 他面上确实一份甜鹰 高高举起手怒喝 萧少将军说得对 兄弟们 随少将军冲锋杀敌 他身后的一群江湖高手 这时脸都要抬手掩面了 人家都明目张胆说 宁川是他们的人了 是不是傻 太丢人了呀 羞羞羞 就在这时 上百个黑点 忽然从牛曲山中射出黑点 在所有人的眼中逐渐放大 见到这一幕 萧莫只是冷笑一声 道 不必畏惧 这不过是敌人的投石机罢了 取成军萧勇善战 区区投石机 合足倒栽 轰隆隆 话没说完 萧莫的声音戛然而止 他看到了什么 黑点落在军阵中 瞬间炸出了数十朵耀眼的火花 而随着每一朵火花的炸裂 火花周围的士兵直接被炸得飞上半空 连战马都被炸得飞了起来 几乎一瞬间 刚刚裂好的军阵 直接被炸得支离破碎 他手底下的取成军将士 一被炸得一片片倒下 整个战场鬼哭狼嚎 惨叫连连 加上失控的战马 在军阵中胡乱冲撞 无数士兵直接被当场才死踩伤 啊 我的脚 我的眼睛 我的眼睛瞎了 听着场中凄厉的惨叫 萧莫脸色争鸣至极 这 这是什么 宁川何时有这么强大的武器了 萧莫怒吼 他也被战马掀翻在地 此时劈头散发 狼狈至极 少将军 这是红衣大炮 诸葛轻道 这就是徐安打败北敌鬼为军的秘密武器 萧莫猛地回头看向徐安 双眼星红 沙翼冲天 他自然知道徐安打败北敌鬼为军 用的是一种叫红衣大炮的东西 因为红衣大炮在雍州城就有石门 被雍州刺史当成了宝贝 谁都不许靠近 但就算知道那是红衣大炮 可没有人真正见识过红衣大炮的威力 见识过他的威力的鬼为军和天门山贼匪 已经被杀光了 现在 他见识到了 萧莫那个恨啊 早知道应该听从诸葛轻的建议 直接掀一刀将徐安宰了的 诸葛轻说的对 对面山上的人是徐安的人 宁川 早死了 萧莫兄弟 这不关我的事 我也是受害者 徐安见到萧莫杀气腾腾地看着自己 连忙指着自己身上的伤道 而且 这是应该问你吧 你刚才说了对面的射他天 是你屈成军的人 还是个统领 你屈成军的首领 去当了汉匪 关我徐安鸟事 你别想着嫁祸给我 否则我就上走陛下 派人下来调查 你 萧莫瞪着徐安 气得 差点吐出一口老血 宁川是屈成军统领 假扮土匪 玩出猎杀徐安 徐安要是死了 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 反正义父拿徐安记齐后 大战就开始了 现在徐安没死 那这是根本就禁不住查啊 至于射他天 为什么会有徐安的武器 这借口可就多了 随便捏造有个物资站 被袭击的借口 谁都查不出来 诸葛清看着徐安 假装满脸愤懑 他此时也是相当震惊 终于知道 赵斯和确震熊 是怎么死的了 多半是被这家伙 这张嘴给气死的 小东西盯着徐安 一双眼睛也是瞪大 偶像就是偶像 太强了 这是先灭了 宁川带领的五千曲城军 再利用肖默和宁川 争夺功劳的心思 将曲城军一万青旗 调出来狂轰烂炸 这一下 曲城军的战力 几乎直接就被打瘫痪了 兄弟们 汉匪射他天太凶猛了 咱们完全不是对手 现在听我命令 封紧 扯呼 咱们回曲城 依靠监后的城墙抵御敌人 徐安转身就往曲城方向跑 真气包裹着声音传荡全场 本来崩溃的曲城军青旗 早就没有了战役 听到他的话 直接转身跟着跑了 眼睁睁看着徐安 带着仅存的几千大军跑了 肖默目自欲裂 那是他的大军 他的大军啊 站住 回来 放肆 你们想要造反吗 肖默歇斯底里 瞪着徐安的背影幕合 徐安 我和你势不两立 上天入地 我必杀你 第654章 少将军 千万要坚持住 扑 肖默一口鲜血 直接喷了出来 来时气势汹汹自信满满 现在他心态有些崩了 徐安 狗贼啊 天底下岂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 少将军 撤 快撤 诸葛青连忙冲上前 假装将肖默拉起来 来人 护送少将军撤退 快 速度撤回曲城 不行 你现在不能气死了 没有你 徐安进不了城 要死 你也得先进城再死 肖默的清兵立即冲了上来 拖着肖默便往曲城方向撤退 徐安 我要杀了你 徐安 我一定要杀了你 被拖着走 肖默嘴里 依旧死死念着这两句话 诸葛青嘴角微微抽搐 忽然有些同情肖默了 少将军 千万要坚持住啊 曲城只是开始 而不是结束 徐安在江南 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曲城下一站 估计会更加的精彩 你要坚持住啊 先生 原来偶像真这么不拘一格啊 好厉害 身后 小东西看着徐安离开的背影 满脸的崇拜 啪 诸葛青一巴掌 甩在小东西的后脑勺 冷声道 你敢学他试试 敢学他气我 看我不打死你 小东西撇了撇嘴 你就知道欺负我罢了 在偶像面前 你还不是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 不过 这场面 真壮观 诸葛青从小东西手中抢过马 看着徐安一马当先 带着三四千溃兵 曲城方向逃 那种感觉 简直难以形容啊 这兔崽子 还真是到哪里 都能成焦点 诸葛青轻笑一声 道 能以这种方式 轻而易举拿下曲城 简直堪称奇迹 这小兔崽子 的确就是个奇迹的创造者 想到这里 诸葛青脸色又黑了下来 果然陛下说的对 这混账东西最好的计划 就是没计划 想怎么来就这么来 关键是 他竟然还不会玩拖了 这简直没天理 少将军 快翻上马 回去撑 诸葛青很快又变得满脸惊恐 爬上马背 便向着肖默追了上去 肖默还不能死 后续很多计划 还需要这个家伙 来承担伤害 牛曲山上 阎镇一带的黑甲军将士 看着这一幕 也都是满脸震撼 我去 徐小公爷就是徐小公爷 就这么将淮南王手中的精锐 给败光了 哈哈 徐小公爷 请收下我的膝盖 老子要是个女的 嫁人就嫁徐小公爷 听着这议论声 文风也是满脸笑容 那是 也不看看这家伙是谁 那是我爹 整个京都 能被这兔崽子称为疙瘩 还有谁 他收了望远镜 干咳一声道 都给老子严肃点 打仗呢 敲了敲耳朵通过蛊虫联系炮兵 敌人已经逃出火力范围 就别浪费炮弹了 停止炮击 是 耳边传来炮兵连掌激动的声音 营杖 炮兵连申请自主选择阵地 炮击取城 文风笑骂道 滚蛋去 还他妈打炮打上瘾了是吧 可以向取城开拔 炮击等命令 现在听我命令 一连为左翼 二连为右翼 三连正中突击 给我猛打猛冲 就一句话 争取在取城军进城之前 在最大程度坚敌 是 耳边齐齐传来三个连掌的声音 文风警告道 还有 蛊虫的有效距离是五公里 战线不要拉得太长 免得失去联系 误了许小公爷大事 明白 看到全军开始向取城追击 文风看向身后的警卫 道 去 派人给宁川收尸 然后一把火烧干净 他现在是射他天 我只是他的影子 要是被人查到他死了 会有一点点麻烦 其实 要是不杀宁川 让宁川活着 效果可能更好 只是徐安怕发生意外 文风嘴角微扬 这家伙 他更相信自己人 而不会寄希望在别人身上 兄弟们 不要停 再快点 再快一点 咱们就到取城了 只要进了取城 咱们就安全了 不 不对 进了取城 千万不要上城墙 射他天的大炮太厉害了 城墙恐怕都能轰开 不安全 兄弟们 我这是良言相劝 想活命的 要知道怎么保命 徐安冲在最前面 他有一身神油玄境的真气可用 跑起尸里 对他来说 就和喝水一样简单 一路跑下来 他的真气包裹着声音 给全部溃淘的取城军将士打气 这种打气的后果 就是原本已经散乱的军心 现在直接乱得一塌糊涂 石头牛都拉不回来的那种 跟在徐安身后的一群江湖高手 又是想笑 又是想骂 你这堂堂的一个神油镜大高手 有必要亲自做这些事情吗 两个巴掌下去能解决的事情 你非得搞得这么 天憎人恨 徐安 做得好 刺激 太刺激了 孔烟趴在吃雨的背上激动得手舞足蹈 就说嘛 和萧兰去江南有什么意思 和徐安在一起才刺激 这家伙竟然几句话 就将淮南王手底下一支最强的军队给瓦解了 试问这天底下有几个人做得到哈哈 等到了江南 可以和萧兰他们吹牛了 流氓 这特妈才是真正的流氓 盖威跟在徐安的身边简直泪流满面 特妈的 十几年江湖都白混了 老子什么时候才有大哥这种战绩啊 徐安 无耻小贼 肖默看着这幕 气得差点又吐血了 来人 去杀了他 给我去杀了他 清兵立即向着徐安围了过去 结果刚刚杀过去 就莫名其妙地倒下了 一连过去十几个人要杀徐安 但连徐安的衣角都没碰到 就全都死得不能再死了 看到这一幕 肖默直接气炸了 早知道如此 来的时候 直接调及府邸的高手过来 只是他觉得 有屈成军这三万精锐在 要杀一个徐安 没什么难度 现在 徐安一个人 直接将他的屈成军玩坏了 先生 我后悔了 肖默牙子欲裂 盯着徐安的背影 杀气冲天 早知道该听先生的 杀了这小贼 这无耻的小贼 少将军 咱们还有机会 诸葛清脸色冷冽 杀意腾腾道 等进了曲城 有的是机会杀他 我 要将他措骨扬灰 肖默仰天怒吼 第655章 先生 你笑得很阴险 一个时辰后 徐安终于带着 曲城军残兵 回到了曲城外 而回到曲城外的残兵 只有不到两千人 路上被黑甲军三营 追上来 灭掉一部分 一部分直接 向另外的方向逃了 至于肖默 则被无邪一暗器 打落马下 虽然被诸葛清 和他的清兵就走了 但这也大大 减缓了他们的速度 没办法 一直被这家伙咬着不放 回到曲城这伙 绝对第一时间对付他 那他可就没时间 做其他布置了 开城门 让我们进去 速度开城门 汉匪射他天就在后面 我们不想死 开城门 我们要进城 为了防止意外 肖默带着人 前往牛曲山的时候 便已经下令宵禁了 此时城门紧闭 但城楼上的黑甲军士兵 看着惨不忍睹的同伴 顿时都猛了 射他天 射他天 不是咱们统领假装的吗 怎么电 咱们统领叛变了呀 我等奉少将军命令封闭城门 没有少将军的命令 谁都不能开城门 城楼上的守军校尉 冷声说道 凭什么 老子在前面冲锋陷阵 拼命身受重伤 你们竟然敢见死不救 徐安当即站了出来 指着城楼上的人怒喝 特妈的 就因为你们是少将军的亲信 所以我们这些人的命 就不是命事吧 纯属胡周 但现在谁还想怎么多 被黑甲军追着 炮火连天地炸了一路 现在所有人的神经都紧绷着 都只想活命 谁还有去管这个 当即所有人 直接被徐安这话给点火了 开城门 再不开城门 别怪老子不客气特妈的 老子在前面拼命 凭什么 你们却在城里吃香喝辣 肖默的亲信了不起吗 我们特妈还是王爷的亲信呢 城下的败兵 瞬间就炸了 大有一副要攻城的架势 见到这一幕 城墙上的士兵 都顿时都傻眼了 驱城军直属淮南王 他们什么时候 成了肖默的亲信了 我再说一次 城门上的校尉怒喝 与此同时 城墙上的驱城军将士 立即向城门这边汇聚 瞬间拉弓挽箭 瞄准城墙下的溃军 顷刻间气氛剑拔弩张 走走走 气氛搞起来了 咱们该办正事了 徐安一看火供起来了 立即带着人开溜 城墙上的防御 集中在了城门方向 其他地方守卫相对松懈了下来 他立即带着一群江湖高手 退到了相对隐秘的墙角 在无邪的帮助下 直接施展轻功进了城 以至于一群江湖高手 看着他的目光都极为怪异 看什么 伪装就要伪装得像一点知道吗 徐安瞪着一群江湖高手 道 万一我一出手 就被人看到了吗 那岂不是前功尽弃 我 徐安 只杀神游镜 众人顿时老脸直抽搐 行吧 你是高手你说了算 不过 这家伙坑起人来 还真是一套一套的 的确防不胜防 还是少惹让他吧 论心机 他们加起来 可能都不是这家伙的对手 走 去刺石符 徐安手一挥 立即带着一群人 向刺石符赶去 他虽然不认识路 但这群江湖高手认识 与此同时 城墙上一辆弓箭 城墙下手无寸铁的溃兵 立即就怂了 这时候 众人才想起 刚才为他们出头的少年 结果在人群中找了半天 却发现人已经不见了 人呢 那个愿意不遗余力 帮助我们逃命的好人 他去哪了 滚开 这时 一道怒喝声传遍全场 溃兵立即让出一条小道 穿着黑色战甲 鼻青脸肿的肖默 杀气腾腾地走上前来 视线在溃兵中扫了一圈 没有发现徐安的声音 正 他手中的佩刀猛地出鞘 一道将离他最近的士兵的人头 展落下来 吓得城墙下的溃兵连连后退 人呢 肖默兵冷问道 这时 很多人才反应过来 那个好人 不就是邵将军要杀的人吗 不知道 刚才 刚才还在这里 说话的士兵还没有说完 直接就被肖默一刀劈了 人呢 他再度提起血淋淋的刀 滴着一个溃兵的喉咙 少将军 我们真的不知道 他刚才还在这里的 溃兵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当场就吓尿了 肖默手中的刀瞬间扬起 少将军 杀了他们无济于事 这时 诸葛青走上前 抬手按住肖默持刀的手 道 徐安肯定已经进城了 封锁全城 就不幸将他找不出来 还有 少将军需要向王爷求援了 诸葛青看了一眼溃兵 道 三万驱城军 现在有战力的 只有一万人 现在要是取城发生变故 事情可就严重了 徐安既然想要拿取城 他肯定还有后手 肖默愤怒的嘴角直哆嗦 冷声道 那我就等着他出招 他敢动 我就让他知道 江南到底谁做主 他直接拒绝了诸葛青的建议 昨晚 才和父王聊过 从父王手中 接过了杀徐安的任务 这是父王对自己的考验 结果才出来一天 和徐安首次交手 便已大半中 那父王对自己得有多失望 取城 除了一万取城军 还有其他两万府兵 肖默愤愤扫了诸葛青一眼 道 三万人 足够镇守取城无事了 话落 他看向城墙冷声道 开城门 是 少将军 城墙上的校尉 立即拱手道 片刻 厚重的城门缓缓打开 肖默转身回城 冷声道 击鼓俱将 我要重新对取城不防 同时 将徐安给我找出来 诸葛青盯着肖默的背影 老眼微微眯起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懂不懂 你不求援是吧 嗯 我要的 就是你不求援 我求援 龙骨关道取城 快马加鞭三个时辰足够了 刚好三个时辰 应该够徐安搞事情了 先生 你笑得很阴险 小东西看到诸葛青嘴角的笑容 抱着双手道 不过 看得出来 先生你心情很不错 看来 偶像要做的事情 应该是要成功了 心情美滋滋的诸葛青 脸色当场就黑了 提他做什么 晦气 第六百五十六章 这不是提醒 是警告 此时福 此时崔灿正背着双手 在大厅中来回踱步 他手中的一万府兵 已经全部集合完毕了 就等着一声令下了 但这都两个时辰过去了 牛曲山还没有一点消息传来 你好 老伯 请问你就是此时崔大人 这时 耳边忽然传来一道 略带轻挑的声音 崔灿猛地回头看去 只见他刚刚聚将所摆下的宴席 此时已经坐满了人 所有人满身是血 但全都在大块躲移 仿佛几辈子没有吃饭了一般 而坐在主座的 是个披头散发的少年 虽然脸上脏兮兮的 但那一双眼睛极为有神 仿佛能射人心魄 你们是谁 崔灿脸色变了 他也是有点功夫底子的 却没有听到任何动静 结果一回头 家里出现了一群鲜血淋漓的人 简直惊悚好吧 他下意识地想要喊人 这是少年先开口了 我是徐安 徐安 崔灿一愣 随即猛地瞪大老眼 可是定谷公徐萧家的徐安 没错 就是本少爷 徐安将一只鸡腿撕给吃鱼 抬头看向崔灿道 你这边准备得如何了 这句话 难道不是应该我先问吗 崔灿脸色凝重 道 你先说说 那边准备如何了 如果不能确定百分之百成功 我是不可能拿着浅薄的底子 和你们玩游戏的徐安威愣 看着崔灿眨了眨眼道 你说的是啥 崔灿凛然道 肖默 宁川 宁川死了 肖默半死不活 徐安扫了一眼崔灿 道 屈城军部足五千人 葬身牛屈山 肖默轻率的一万青旗 死伤过半 如今讨回曲城的 部足两千人 听到这话 崔灿直接待在当场 曲城军 那是曲城的绝对精锐 每个士兵 几乎都是经过战场洗礼的 现在 徐安竟然告诉他 屈城军在牛屈山围杀他时 部足死了五千 一万青旗损失过半 青旗兵 可是淮南王为北进而准备的 其战力 号称堪比北敌鬼为君 现在竟然被徐安一战 几乎全歼 这怎么可能 徐晓公爷 你是在开玩笑吗 崔灿不幸 声音冷了几分 没开玩笑 我们可都是见证者 孔一而最不爽的就是 有人怀疑徐安 当即冷声反驳 至于一众江湖高手 看都没看崔灿一眼 江湖高手 要有江湖高手的傲气 除非在徐安和赤羽面前 你带了多少兵马 崔灿盯着徐安 问道 原本三千 现在剩一千 徐安没隐瞒 黑甲军接下来的赞助曲城 帮助曲城建立城防 这老头既然是刺史 那以后可能得主管曲城的军政大权 然而 徐安话音刚落 崔灿冰冷的声音便已经传来 徐安 战场岂能而信 你是想说你用这一千兵马 打残了五千驱城军部族 和一万驱城军铁骑吗 你觉得你说的话 有多少可信度 崔灿一拍桌案 指着徐安的鼻子怒斥 你知道 陛下为了江南 为了曲城 花费了多少心思和代价吗 老夫在曲城 为陛下辛苦经营了二十年 才在淮南王的眼皮底下 建起了一支忠于陛下的军队 你知道这有多困难吗 这支军队在这里的作用 便是等将来陛下大军南攻时 为陛下大军里应外合打通曲城的 现在 你让我拿这一万人马 给你玩游戏挥霍吗 诸葛清这混账东西 简直是疯了 徐安双眼陡然眯了起来 都极为怪异 不知为何 他们在崔彩的身上 仿佛看到了两个时辰前的自己 两个时辰前 他们也是这样质疑徐安的 结果呢 结果就是被啪啪打脸 他们亲眼见证了 徐安不动用神游玄境的力量 单靠一张嘴 就直接瓦解了曲城君的传奇 我说你这人怎么和我爷爷一样 都是老顽固 孔爷儿猛地站了起来 气鼓鼓地想要反驳 但话没说完 被徐安拉住手腕拦住了 徐安位置上站了起来 看着瞪着自己的璀璨 道 崔大人 首先 你在曲城辛苦经营十几年 这的确劳苦功高 但是 你不能因为自己谨小慎微 就否定了我的努力 我是想要你的支持 但我不是必须要你支持徐安盯着璀璨 淡淡道 一千兵马 一战灭曲城君五千部族 打残一万亲戚 对你来说是天方夜谭 对我来没什么难度 所以 请不要用你那迂腐的思维 来衡量如今的大前 还有 来衡量我 我能率领两千新军 雍州一战 灭了鬼为君一步 区区取城君 何族倒灾 我能在京都一战灭掉赵斯 为大前铲除了这颗毒瘤 区区一个淮南王 一个肖默 何族倒灾 说到这里 徐安抬手点了点璀璨 我别和你说玩笑 玩闹 要没有点金刚钻 少爷我能懒这瓷气活 说实话 要不是诸葛老贼 让我进城的时候找你 你 取城刺史 根本就不在我的计划之中 徐安手指着场中 这数十个江湖高手 冷声道 你那区区一万府兵 很牛逼吗 少爷我在他们当中 随便挑几个人过去 灭掉你那一万府兵 轻而易举 他们 实力最低的 都是九品高手 最高的逍遥天境中期 有他们在 你这一万人 对我来说 和空气没什么两样 嗖嗖 一群江湖高手 猛地站了起来 周身气势瞬间外露 请客间 磅礴的气势 碾压着整个大厅 门窗都被震得呼呼作响 看到这一幕 璀璨脸色终于变了 因为徐安每说一句话 都像是一个巴掌 甩在了他的脸上 此时 他才忽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眼前的少年不过十八岁 但他的成就 随便一件拿出来 都远高于他 而他 竟然在他面前指手画脚 此时 崔探才终于明白了 诸葛清那句话 是什么意思 如果不配合徐安 错过了拿下取成的时机 他将会是千古罪人 这不是提醒 这是警告 警告他别拖后腿 第657章 那就擎贼先擎王 崔探看着站在大厅中 一个个气势滔天的江湖高手 脸色不断变换 这么多高手 徐安到底哪里找来的 但这已经不重要了 有这几十个江湖高手 徐安的确能再取成翻云覆雨 是我鲁莽了 徐小公爷恕罪 崔探抬手拱手 冲着徐安一礼道 需要我做什么 还请徐小公爷指示 他是取成次使 徐安只是定国公世子 在没有继承公爵之前 世子不过是个 象征着身份的称呼罢了 但崔探此时 却已经恭敬下来 因为想通了之后 他忽然明白 徐安已经很给他面子了 此次徐安南下江南 是顶着钦差大臣的头衔的 代表者当成陛下 只要徐安亮出这层身份 他就算再不满 也必须得服从 但这家伙 只是用自己的身份 向他证明 他能拿下取成 而不是拿陛下的圣旨来胁迫他 时间紧迫 咱们长话短说 徐安看向崔探 道 你的人负责各城门的城防 西门 崔探已经被徐安押服 拱手道 西门几乎都是我的人 皆是忠义之人 是由我亲自训练出来的 皆可信任徐安双眼一亮 那就好办了 现在最缺的 就是兵力问题 只有一千人马的射他天 还是汉匪射他天吗 徐安敲了敲耳朵 道 风哥 现在到哪里了 耳中蛊虫传来文风的声音 已经抵达去城城外 正等你的命令工程 徐安道 带领你的人 从西门工程 动静搞大一点 然后 我给你补充点人马 嗯 目前大概有一万人 那边近了一瞬 传来了文风的怒骂声 一万人 一万人 你称为典 不过 你确定 这么多人马给我 不会有人多想 你想多了 你能管的 只有你那一千 这一万人 还是得还给崔子使的 徐安撇了撇嘴 道 我只是让他们去给凑个人数 毕竟工程嘛 你这一千人 就敢攻打戒备森严的取城 有点假 我给你一万人 让你体验一把 带领千军万马的感觉 好未将来做准备 文风道 明白了 我这就率领人攻打西城 徐安点点头 道 攻打完西城之后 取城就交给你镇守了 等后面城老黑的人到了 接到了我的密信 你在率领黑甲军和我会合 我等一下 还得继续跟着肖某跑路 只有我到其他地方继续搞事情 你们在取城的防守 才会轻松一点 取城这战略要地 肯定是要被追回的 文风已经猜到了 道 明白 你自己小心 和文风交谈完 徐安看向璀璨 道 崔大人 让你的人换上百姓装 你亲自带他们去南城 侧应一下黑甲军 多准备一些穿着衣服的稻草人 假装你手底下的人的尸体 等一轮炮击之后 打开城门会同黑甲军第三营 清扫城中淮南王的势力 至于驱城军大营 交给我便是 城中战力最强的就是取城军 除去之前被灭的五千部族 已经被打散的一万青旗 黑甲军还有一万五千部族有战力 不过 这一万五千部族马上就没战力了 因为他要袭营 现在肖默气势汹汹地回到了取城 肯定会将取城军召集起来 然后将整个取城翻一遍 找他报仇 可惜 完了 然后 完了 徐安看向秦宇 笑道 老秦 接下来就交给你们了 你们现在 嗯 是设他天坐下的三十六天罡 七十二地刹 你们的目的就只有一个 让驱城军军营 变成一座空营 秦宇立即站了起来 拍了拍胸口道 没问题 保证完成任务 记住了 没必要拼命 安全第一 徐安看着一众江湖高手 道 优先解决弓箭手 然后驱城军的将领 如果将领中有高手 那就放弃驱城军士兵 十个二十个揍一个 要是兵力太多不好对付 那就擒贼先擒王 优先解决肖默 希望回来的时候 你们一个都别少 众人听到徐安这话 心里终于生起了一缕别样的情绪 这个少年至尊虽然不太靠谱 但至少没有将他们的命不当命 当即所有人齐齐拱手道 明白 徐安挥了挥手 道 去吧 等西门打响之后 你们就给我打残驱城军大营 我会让赤羽给你们打辅助 听到这话 所有人面上立即都有了笑容 这个好啊 你早这么说 我们就不会那么是死如归了吗 有难将圣女打辅助 看谁不爽要死谁 那他们就轻松多了 崔大人 带他们去换一身衣服 徐安吩咐了璀璨之后 目光再次看向秦宇等人 我再说一次 安全第一 然后 注意隐蔽身份 不要暴露了 我们接下来 还要完翻整个江南 话落 他挥了挥手 璀璨便带着一群江湖高手 离开了大厅 徐安轻轻敲了敲桌案 道 圣女 你得亲自出动一下了 帮我控下场 尽量保护他们的安全 还有 再甄别一次 吃鱼有些烦躁的甩了甩手 哎哟 老子晓得到 你不要废话了吗 让我多吃一点补充一下 不然等下没得理解 徐安嘴角微臭 骗鬼吧你 你是嫌弃我 打扰你吃肉吧 大哥 我能去凑凑热闹吗 盖威看向徐安 有些蠢蠢欲动 他刚才几没弄眼半天了 奈何徐安没理他 不行 徐安直接拒绝 道 现在 整个天下几乎都知道 你和吴邪在我身边 你们出现 不就坐实了我纵兵攻城的事实了吗 而且 你这特征太明显了 徐安瞪了盖威一眼 道 你这进场说两句话 傻子都知道 你是盖威了 没错 画牢 孔烟在一边补刀 靠 这朋友没法当了呀 盖威怒 满脸的不爽 那老子和你 这么久 啥时候能开始实战 老子这流氓剑客 都不流氓了好吧 对了 有个问题一直没问你 徐安看着盖威手中的双手刀 道 你用的武器是双手刀 为啥叫流氓剑客 第658章 吴邪和徐清风的故事 说实话 每次见到盖威这家伙玩双手刀 徐安都会想到加钱哥 太特娘的像了 他还真怕 有一天有人在找这家伙杀自己 然后这家伙双手刀 往地下这么一躲 道 徐安乃是我的好大哥 你叫我杀他 要杀也可以 得加钱 想想那画面 徐安就想先灭掉这家伙 他身边的女人太多了 为什么使用双手刀 而叫流氓剑客 盖威双手刀扛在肩膀上 仔细想了一会儿道 因为 这是个悲伤的故事 我不想说 因为在恶魔岛 刀不仅一次救了他的命 站在不远处的无邪淡漠开了口 盖威脸色陡然一变 直接跳脚 无邪 你出卖我 信不信我也出卖你 无邪冷眼扫了他眼 你试试 我不是 我是什么事 盖威冷哼一声 满脸正气 哼 老子是正人君子 干不出这种出卖秘密的事情来大哥 我跟你说 我知道咱姐和无邪的秘密 咱姐 喜欢无邪 盖威低声和徐安说道 啪 然后 盖威直接趴在地上了 整个人直接是从桌上被拍下去的 整张桌面都留着一个人形大坑 孔一而捂住薄唇 一双美眸 差点瞪出眼眶 这这这 这么惊爆的吗 徐清风是女人 无邪是女人 两个女人恩啊恩 徐安听到这话 也是惊得张大了嘴巴 他是知道徐清风和无邪有问题 有故事 也曾猜测过是这方面的故事 没想到真是这方面的故事 老姐这科学狂人 竟然也有喜欢人的时候 呃 无邪 这 真的假的 徐安咽了咽口水 看着无邪道 所以 你拒绝了徐清风的爱 被徐清风追杀了三个月 他可是记得当初 无邪提到徐清风的时候 脸色何等精彩 当时他还说 因为一点误会 被徐清风追杀三个月来着 不是 无邪直接否认 徐清风追杀他三个月 不是因为求爱 而是因为发现爱上的人 是个女人 不过 无邪觉得他和徐清风之间 更多的是那种惺惺相惜的感情 因为 他喜欢他弟啊 我知道 我知道 盖威举起了手 无邪直接一脚将他踩进坑里 不 你不知道 我 孔雅下意识地想说我知道 肯定是因为徐清风知道 你是女人了 只是他刚张嘴 无邪一记 冷眼看了过来 孔雅瞬间打了一个哆嗦 连忙摇头道 不 我不知道 我一点都不知道 许安 不 我感觉你们都知道 就我不知道 他看向无邪 无邪道 盖威和我 都来自天心楼 同一批在恶魔岛训练 我们 曾经是生死伙伴 最后因为只能有一个人 活着从恶魔岛出来 他将机会让给了我 甘愿成了天心楼的案子 就是那种剑不得光 专做烟杂式的人 但他还是靠一把刀 闯出了名堂 他叫流氓剑客 和为何使用刀并没有什么实质性关系 叫流氓剑客完全是因为 他剑 徐安和孔雅都在眨眼 满脸郁闷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你这转移话题了呀 相比于该为为什么用刀 我现在更好奇的是 你和徐清风之间的故事好吧 至于我的故事 有一天我想说的时候 只能我来说 无邪抱着剑 淡淡道 我现在 还不想说 行吧 徐安满脸遗憾 却只能忍下来 孔雅欲言又止 想说什么结果 还是没敢说出来 赤羽拎着烤鸡咬了一口 抬头看了看无邪 又看了看孔雅 摇头 唉 两个瓜娃子 智商有点堪忧吗 与此同时 驱成军大赢 肖默击鼓巨将 曲成军所有大小将领 此时都聚集在了率仗中 少将军 此时不应巨将啊 诸葛卿再次上演良心劝谏 拱手道 如今城外恶贼寄予曲成 随时都有可能攻城 少将军将所有将领聚集起来 要是恶贼这时候攻城 没有将领指挥战斗 曲成很危险 诸葛先生多心了 肖默此时 哪里还听得进去 冷哼一声道 回来的路上 本少爷已经亲自探查过了 围追堵截的匪徒 不过千人 凭着千人 他们也想攻克曲成 简直痴人说梦 诸葛卿暗暗惊了一下 这家伙观察的还挺细致 这都被打得爆头鼠窜了 居然还有时间去观察黑甲军 而且他的猜测也不错 黑甲军的确只有一千人 一千人就算是有先进的武器 可是率领黑甲军的是徐安 这家伙是个奇招不穷的家伙 是 少将军英明 但诸葛卿没有继续提醒 适可而止 突出存在感和作用就行了 至于不听劝 那就等着挨徐安最毒的打吧 诸位 关于牛曲山的事情 诸位已经知道了 肖默坐在主座上 脸色冰冷地盯着曲成军 一众降临道 牛曲山的事情 我便不多说了 所有罪责我一律承担 等此件事了 我会向父皇请罪 但现在 我需要你们全力帮我做一件事 肖默脸色争鸣起来 盯着众人道 徐安进曲成了 进了我们的地盘 但我们却连他半点踪迹都没找到 这对我 对你们而言 简直就是奇耻大辱 现在我命令 调动你们的所有兵马 给我挨家挨户的搜 把徐安给我找出来 我要用他的血 来洗刷金日之耻 是 众将领齐声喝道 轰轰轰 就在这时 剧烈爆炸声再度传了过来 听到爆炸声的一众驱称军将领 冲着外面怒喝道 哪里来的炮声 清兵立即进来 拱手道 回哨将军 是西城 肖默指尖猛地颤了颤 喝道 西城是哪支军队镇守 一个将领站了起来 拱手道 回哨将军 是城防司 听到这话 肖默的心都凉了半截 第659章 口贤体正直的肖默 听到镇守西门的是城防司 肖默的心都凉了半截 曲成最有战力的部队 是曲成军 但曲成军负责镇守通往北方的北门 以及通往江南的南门 而东西两门 则是由两支府军负责 但为了保证曲成军在曲成的绝对优势 这些年淮南王府的所有资源 几乎都倾斜在曲成军身上 对璀璨的城防司和另一支辅助部队 几乎很少过问 更别提资源倾斜了 这两支部队的战力 也就可想而知 当然 相比于这些 更让肖默难以接受的是 徐安一千人 竟然真敢攻曲成 简直就是浮游汉术 找死 就算你徐安有先进的武器 也太过猖狂了点 在牛曲山 不知道你有先进的武器 让你占了点便宜 你就真觉得自己行了 曲成还有三四万兵力 就算站着给你杀 你确定你的弹药很充足 好 很好 不怕你来 就怕你不来 来了 就别想走了 肖默微吸一口气 眼底杀意肆虐 来人 整顿兵马 随我杀敌 肖默冷喝一声 拿起自己的佩刀 便要往外走 爆 刚好这时 赤后冲了进来 是他的赤后 赤后单膝跪地 大声喝道 少将军 射他天从西城进攻取城 刺史大人求你速速发兵救援 否则西门守不住了 听到这话 肖默眼角猛地跳了跳 牵动伤口 疼得他下意识捂住眼睛 低头看向成方司的赤后 肖默的声音森冷至极 我若没记错 成方司有一万人 而徐安的兵马 只有区区一千人 一千人打一万人 还有高厚的城墙做掩护 有弓箭 有滚木 有落石 有投石机 你现在给我说 成方司守不住 后面的话 肖默已经说得杀气腾腾 赤后下的双膝跪地 重重叩手道 少将军 不是一千人 至少有一两万人 卑职从西城赶回时 西城城楼 已经遍布成方司尸体 而设他天贼匪 这密密麻麻地往城墙冲杀 一眼望去全是人 什么 听完赤后的话 几乎所有人瞬间站了起来 很多人脸色震惊而惶恐 一千人就打残了取成军一万五千人 这一两万人的战力得有多恐怖 这不可能 这怎么可能 说这话的不是肖默 而是诸葛清 他此时也是失控跳了起来 整个人也是震惊无比 没有人比他更清楚徐安的情况了 这家伙身边就只有一千黑甲军了 他哪里还有一两万人的兵力 他手底下真要有一两万人的兵力 特特妈的敢打淮南城 少将军 你不是说徐安只有一千人吗 诸葛清察觉到自己失态 立即甩锅给肖默 这是他徐安的奸计 他故意让你放松警惕 然后一举拿下取成 这混蛋 简直无耻 嗯 后面的话是真心实意的 肖默脸色阴沉至极 他同样震惊而震撼 因此听到诸葛清的话 他就像是溺水者 忽然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 没错 这肯定是徐安的奸计 此时 他心里终于犯起了一丝的恐惧 徐安如果有一两万人的兵力 那他们在兵力上 几乎就没有太大的差距了 再加上徐安有先进的武器辅助 取成 徐安真有可能能拿下来 要是丢了取成 后果不堪设想 这时候 肖默又一次后悔了 早知道 应该听从诸葛清的 在回来的时候 向周围持援 此时援军肯定已经在路上了 不只是刚才 今日但凡有一件事 听从诸葛清的 也不至于败得这么惨 来人 立即整军 随我持援西城 肖默拎着长剑 大声喝道 是 一众将领齐齐应了一声 转身便往营地外走 就在这时 门外传来怒喝声 接着 激烈的打斗声便传了过来 随即不断有惨叫响起 报 少将军 有人席营 一个身中数剑的士兵 冲进营帐禀报 有人席营 短短几个字 就像是一道道惊雷 在肖默耳中炸响 这可是屈成军军营 徐安难道对屈成军军营 也有不止 就连诸葛清 这时也是道西 一口冷气 徐安兔崽子 玩得也太疯了吧 你这叫没计划 老子信你个鬼哦 徐安 徐安 我要将你碎尸万段 错骨扬灰 肖默沉喝一声 拎着佩刀出了帅仗 出了帅仗 看着眼前的一幕肖默 彻底坐不住了 只见整个取成军军营 都被鲜血染红 到处都是尸体 而远处正有七八十个敌人 正追着他数千驱成军砍 几个时辰前 徐安带着他的几千溃兵跑了 现在他的人来袭营 几十个人 竟然敢追着他几千人看 特妈的 欺人太甚啊 而等何人 竟敢私闯 我驱成军大营 找死 肖默目自欲裂 手中的长刀 只向秦宇等一群江湖高手 我乃是射他天坐下天杀星 今日特来取而等狗命 射他天坐下天魁星在此 谁敢一战 射他天坐下天魁星在此 哈哈 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回答他的 是一道道快意无比的大笑声 这种嘲讽 就像是大巴掌呼啦啦地 甩在肖默的脸上 杀给我杀了他们 肖默手提着长剑 便向着秦宇等人杀了过去 少将军 不可 不可啊 诸葛青连忙抱住肖默 焦急道 少将军 如今驱成军已经被徐安的人打散 我们身边已经没有军队可用了 撤吧 刘德青山再不愁没柴烧 现在你就算杀过去 也于大局无捕 若是你落在徐安的手上 对王爷不利啊 争 肖默手中的刀 直接抵在诸葛青的脖子上 怒道 临阵脱逃 乱我军心 诸葛青 信不信我宰了你 来人 掩护少将军撤退 诸葛青没有理会肖默 拖着他在轻微的护送下 便往外走 诸葛青 你放肆 放开我 我要和徐安战到底 放开 肖默剧烈挣扎 但诸葛青却感觉到自己没用力 这家伙就跟着自己走了呀 嘴里说着沙沙沙 心里想着跑跑跑 哼 口闲体正直呗 第660章 圣女 你别乱来啊 诸葛青立即就明白了 肖默这祸已经怂了 只是现在作为义军主帅 他拉不下脸 丢下不下逃命 需要人向征信的将拉走 行呗 那就满足你 反正现在还不能让你死 你要是死了 我找谁背过去 怀南王要弄死我 那我还怎么玩 少将军 快点撤 徐安一条贱命 不值得你和他拼命 不已成败了英雄 江南大局还需要将军 将军莫要意气用事啊 诸葛青抱着肖默的腰 声嘶力竭 那样子表现得要多忠心 就有多忠心徐安给我等着 你的脑袋 我收定了 肖默有了台阶下 丢下一句狠话 转身就走 来人 传我命令 立即将我的船 停到曲江码头 我们坐船南下 诸葛青 上船后立即写密信 告知我父王曲城沦陷的事 曲城地理位置太重要 无论如何都得夺回来 同时 离曲城最近的古城和继城 让两城军队做好准备 一旦得到父皇的命令 立即发兵攻打曲城 我们 要和龙骨关抢时间 肖默一条条命令传达下去 他是淮南王一子 眼光自然是有的 不然 也不会被淮南王为以重任 之前在徐安手中接连吃亏 一是因为轻敌 二是被徐安连续一波骚操作 给气晕了 他越想杀徐安证明自己 这份心理 就一直会被徐安利用 晚了 按照时间推算 现在徐安报信的人 估计已经抵达龙骨关了 现在你连时间都抢不了了 徐安已经预判了你的预判 诸葛青心头冷笑不已 面上却不断点头 道 邵将军英明 曲城的位置绝对不能丢 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拿回来 既然徐安想完 那怎么就和他从曲城开始了 跟在诸葛青身后的小东西 全城都在埋着头 他此时正努力忍着笑 怕抬起头来被人看到了 自家先生太会眼 和偶像虽然看似水火不容 其实和偶像配合好着呢 偶像坑完肖默先生坑 也不怕将肖默给完坏了呢 徐安 曲城军大营 已经被秦宇和灵修等人冲垮了 你让老子保护的那个小老头 现在正保护着肖默往外逃 我需不需要拦截一下 肖默是一条大鱼 赤羽坐在屋顶掌控全场 将整个曲城军大营的战场态势 看得清清楚楚 他学着徐安的样子 敲了敲耳朵 唤醒蛊虫和徐安回报情况 逃了 次时辅 徐安听到赤羽的回报的时候 也是相当的诧异 肖默之前表现了一副不死不休的样子 他还以为这家伙拼命呢 结果这才开始打 他就先跑了 简直比耶律云英还要菜 好歹耶律云英是站到了最后一刻 站后还不忘带走自己士兵的尸体 靠 逃了好啊 徐安拍了拍手 满脸激动 本来他就是虚张声势 肖默要是沉着冷静 他只要派人查一下 就知道西城战死的城防司 全是稻草人 可惜他被吓破了胆子 往哪里逃了 为了感谢他 主动放弃取城 让我军避免了重大伤亡 我必须得去感谢他 我徐安恩怨分明 要不感谢感谢他 我良心拿 徐安招了招手 叫上孔烟和吴邪以及盖威 转身便往外走 往东 肖默打算乘船回江南钓兵 吃雨的声音从耳中传来 钓兵 他现在才想到钓兵啊 晚了 徐安英侧侧地笑了起来 虽然晚了 但还是不能让他得逞 拿下取城后 文丰他们还得花时间来布房 以及清扫淮南王的残存势力 能拖得时间越久 对文丰他们就越有利 吴邪 咱们得给这家伙送送行 徐安叫上吴邪和盖威 立即向着门外走去 谢要做圈套 得让肖默看到他也狼狈逃了 吴邪淡淡逆了徐安一眼 送行 你是去杀人诛心的吧 也不怕肖默被你气得当场去世 圣女让秦宇他们加快速度 我没时间和他们好 既然都是四镜高手 那就别丢四镜高手的脸 快速解决战斗 徐安边向驱江马头赶去 边道 老子不指望他们将剩下的取城军全载了 冲散打残就行 剩下的交给风哥 赤宇坐在屋顶 看着一群四镜高手 将去城军士兵打得落花流水 点点头道 好的 他们要是不加快速度 我要死他们 我去 圣女 你别乱来啊 徐安大惊失色 这姑娘还真是玩毒上瘾了呀 别人说要或许只是开玩笑 但赤宇说要 那是真的要 现在这关键时刻 他可不想一群牛逼轰轰的江湖高手 忽然就变成等着挨仔的牛羊了 放心 我会给他们机会的 赤宇保证 徐安文言无语 你保证啥 你保证多少次来啊 美女 结果怎么样 每次让无邪和盖威动手的时候 敌人就先倒下了 顺便连盖威也倒下了 喂 你们去驱江码头和徐安会合 剩下的交给我了 驱成军大营前的屋顶 赤宇随手丢掉手中的鸡腿骨 站起来输了一个懒腰 圣女 你是认真的 秦宇回头看了一眼屋顶的女孩 道 现在驱成军还有近万人 一旦重新汇聚反击 战力还是很强的 赤宇从屋顶上跳了下来 道 徐安说了 冲散他们就行了 这个很简单的 简单 一群江湖高手顿时不爽了 上万人装备金阳的黑甲军的反击 就算是我们所有人连手都棘手 你却说 这很简单 你是瞧不起我们这些大高手吗 就在他们疑惑间 便看到南疆圣女 取下了腰间的骨笛 随即 骨笛底唇 他鲜长的指尖落在骨笛上 一曲悠扬便在空气中传开 而随着悠扬的乐曲传开 很快众人便听到 耳边传来了沙沙的声响 接着众人便看到 从地面 屋顶 围墙 铺天盖地爬过来了黑色的虫巢 就像是水浪一般荡漾而来 是蛊虫 蛊虫在军营轿场汇聚 凝聚成了一头高过两丈 长过数丈的斑斓大虎 吼 蒙虎仰天长笑 是 徐安 你约你祖宗 愣着干嘛 特娘的 逃啊 秦宇等众人脸色大变 转身撒鸭子就往外逃 第661章 你咋这么见呢 一注相后 徐安终于赶到了东城 小公宴 刚抵达东城 徐安便看到 秦宇 灵修他们也到了 而其余四镜 九品高手 也都在屋顶快速穿梭 往他这边赶了过来不过 众人脸色并不好看 有人脸色铁青 有人满脸怒火 有人脸上还带浓浓的惶恐 徐安看到这一幕 就知道糟糕了 赤鱼肯定又搞事情了 徐安 还能不能有点心语了 说好的 不用毒呢 刚靠近徐安 秦宇攥着燃血的长枪 满脸怒火 要不是忌惮徐安神 有玄境的武功 他真想一枪干残着混账 其他围过来的人 也是满脸怒容 大有一言不合 就群殴他的趋势 咋地了 一个个的火气都这么大 徐安顿时一阵心虚 干咳一声道 怎么 赤鱼又用毒威胁你们了 都一群大老爷们 和一个小姑娘计较什么 用毒 克妈用毒就好了 她再用鼓 秦宇暴跳如雷 气得吹胡子瞪眼 她手比着一个吹笛子的动作 道 她笛子那么一吹 成千上万的蛊虫 从地底钻出来 凝聚成了十几米高的黑色大虎 见人就杀 见人就杀就算了 她还无差别攻击 一个虎掌就有沙包那么大 一巴掌死一片 要不是我们跑得快 连我们都凶多吉少知道吗 徐安 徐安听到这话 顿时有点猛逼了 我特骂 听这意思 战场是被吃鱼竹崽了呗 这小妞竟然这么厉害的吗 徐安忽然觉得自己 好像还是有些小看了自家圣女了 不是 你们一群四镜高手 还怕她一个小女孩吗 徐安有些无语 合着你们平时只会吹牛逼呢 一群江湖高手文言 顿时都震惊地看着徐安 小女孩 你哪只眼睛看到 她是个小女孩的 那就是个小恶魔好吧 能不怕吗 蓝江的蛊虫 都是在极为苛刻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 不怕火不怕水 生命力极为强大 就那一头蛊虫大虎 只要神游玄境不出手 我们联手想要破开 没有几天根本不可能 除非杀了吃鱼这操控者 说到这里 秦宇抬手无脸 痛心疾首到 可这女人六尺之内 几乎是无敌的 六尺之外靠近她 会莫名其妙中毒 六尺之内靠近她 估计还没接触到她 就死得不能再死了 娘的和她无冤无仇 又不是生死决战 怎么打 徐安顿时瞪大双眼 我擦的 这么厉害的吗 那岂不是说 老子用一顿饭 直接忽悠过来了一个超级战力 这种战力 要是在战场上 那就是碾压全场的存在啊 还好这种事情 只能千年难遇的玉谷奇才才能做到 否则难将能直接推平整个九州大陆好吧 玉谷 忽得 徐安眉头又皱了起来 他知道赤鱼腰间的骨笛 只是从未见赤鱼用过 而赤鱼一直用的是毒 以至于他一直以为 玉谷和玉毒是一样的 现在看来 玉谷和玉毒似乎并不一样 对于赤鱼来说 毒掌防御 鼓掌生杀 赤鱼 你有没有事 需要无邪过去接应你吗 徐安敲了敲耳朵 焦急问道 他有些担心赤鱼的身体 这小牛可是还有病 要是因为玉谷病情加重了 那事情可就严重了 取成地理位置虽然重要 但还没有重要到 要让他的女人用命去拼的地步 现在就算再得淮南王又如何 将来他直接再用大炮轰开就是了 顿时那是泪流满面 那个女霸王能有什么事 你现在难道不应该先关心关心我们吗 老子没事 不用过来接老子 赤鱼的声音在徐安耳中传来 你不是常说什么 三天不练手生吗 老子这三个月没练了 手也没伸啊 徐安 徐安松了一口气的同时 不由抬手扶额 你这一个没忍住 差点将一群江湖高手吓得半死啊 注意点 不要伤及无辜百姓 徐安提醒了一句 便看向晴雨等一群江湖高手道 还得继续演绎出戏 换回之前的衣服 别让肖默怜香到你们 我又让这家伙 摸不清我手底下 到底有多少拍 戴威将之前众人 在刺师府换下的衣服拎了过来 众人看着破烂不堪的衣服 顿时都猛逼地看向徐安 这还能穿吗 大丈夫成大事者 要不拘小节 徐安指了指自己乱糟糟的头发 和被无邪砍成条的衣服 道 我这堂堂一个神游玄境 都在体会胯下凉嗖嗖的感觉 你们矫情什么 众人下意识想要反驳 却发现这里有简直太强大了 他们根本无从反驳 一群人只能拎着衣服 胡乱地套在自己的身上 又将刚刚整理好的头发 弄得一团糟 所以呢 徐小公爷现在又想闹什么妖娥 嘿嘿 做什么事 秦宇换好衣服 同时将手中的长枪收起来 避免等下有人看到武器联想到他 很简单 咱们要走肖默的路 让肖默无路可走 徐安咧嘴一笑 刚好这是无邪的声音传来 立即撸起袖子道 兄弟们制造偶遇的机会到了 给我冲 先一抢夺肖默逃跑的船 徐安说完 直接带着一群江湖高手冲了出去 刚出巷口 徐安便看到 远处肖默正被轻微护卫着 向着驱江码头冲来 结果见到徐安当场就愣住了 卧槽 肖默兄弟 没想到 咱们竟然还能在这种情况下相遇 缘分啊 肖默兄弟不要沮丧 胜败乃兵家常事 再说 今日失败丢了取城 不是肖默兄弟的错 错的是射他天 这家伙太强大了 简直非人力所能及 兄弟加油 维兄在精神上支持你 现在 维兄先逃命去了 兄弟 要保重啊 大前江南不能没有兄弟 不然维兄会很寂寞的 徐安边跑边抬手 和待在远处的肖默打招呼 他身后的一群高手 脸皮顿时直抽搐 这就是你的走肖默的路 让肖默无路可走 你咋这么见呢 第662章 小哥 且听小弟狡辩 直到徐安带着几十人 肖默才陡然惊醒 徐安那无耻的话 还在耳边回荡 刚刚冷静下来的肖默 险些气的当场吐血 该死的 这混账一定是故意 他是故意跑到自己的前面 来向他炫耀着自己的成功 可恶 无耻 肖默攥紧手中的刀 冷声怒喝 徐安 给我等着 我一定要亲手宰了你 朱葛青看着肖默猙獰的脸 老脸也有些黑 徐安 你这兔崽子 这就过分了呀 一点面子都不给我试吧 我好不容易将肖默就出来 你这给我玩死了 我的计划怎么办 朱葛青看着徐安离开的方向 很想破口大骂 但很快 他脸色骤然大变 特骂的 没记错的话 这混账跑的方向 是码头方向吧 这混账东西 难不成是想 朱葛青嘴角猛的一哆嗦 看向肖默沉声道 少将军 不好了 徐安 徐安这败类的目标 极有可能是我们的船 我们的船 听到这话肖默待在当场 现在整个曲城 几乎都被徐安的人马打残了 走城门根本就不安全 极有可能会遇上追兵 走水路 是他们最好的选择 而且水路最便捷 他们可以在行船期间 就可以针对现在的局势 做出相应的计划 以及反制措施 结果 现在船可能没有了 所有人听我命令 给我冲 杀了徐安 肖默赤红着双眼 睁得一声拔出长刀 一马当先杀了出去 杀 他身后的三百清兵 也齐齐亮了兵刃 跟着他向着码头杀去 很快 三百兵马便将码头包围起来 可惜 还是晚了一步 三层的大帆船 已经渐渐驶离了取江码头 距离码头不过三丈的距离 而站在船头的 正是一身血衣的徐安 见到这一幕 肖默瞬间目自欲裂 气得三师神暴跳 徐安 肖默刀指徐安 杀意冲天 歇斯底里幕后 这些年在江南 他所遭遇的对手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但最后的结局都一样 那就是都死在了他的刀下 但徐安这种奇葩对手 他还是第一次遇到 简直太无耻了 玩他简直就跟玩的孩子似的 这种屈辱 让肖默恨欲狂 哎 我在呢 徐安双手举过头顶 抱拳不断摇晃 错了 肖哥 我错了 我错大发了 但肖哥你 也得理解理解兄弟我呀 真的 这要怪只能怪射他天 对 就是你手底下 那个叫宁川的 这混账太特妈牛逼了 追着兄弟我揍啊 我这是慌不择路上了兄弟你的船 小哥 实在抱歉 等到淮南城 兄弟必定给你一个宴客的机会 让你听小弟狡辩 不 听小弟道歉 徐安不断作医 船不断的远去扑 看着这一幕 肖默再也忍不住 当场急火攻心 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他身体直挺挺的向后倒去 唯独双眼依旧瞪大 眼底沙翼凛然 森冷至极 少将军 少将军 保重啊 诸葛卿以及肖默的轻位 立即冲上来 将肖默扶住 但此时的肖默眼底只有徐安 仰天咆哮 徐安 上天入地 我肖默必定杀你 此仇不报 我肖默是不为人 话落 他脑袋一片 彻底昏死过去 少将军 码头瞬间一片大乱 而这时 身后的喊杀声 已经越来越近 徐安的追兵快要到了 这一下就连诸葛卿也急了 徐安将船开走了 这完全在他的意料之外 没有船 肖默想要摆脱追杀 简直难如登天 要是肖默死了 或者落在了他们手中 那他的价值将大打折扣 找鸣船 渔船 不惜一切代价 宋少将军离开 卓葛卿怒吼 先生 没船了 船都被烧了 小东西嘴角微微抽搐 也是相当的无语 偶像做事 果然不拘一格 轰隆 卓葛卿听到这话 只感觉一道惊危在脑袋炸响 整个人瞬间就被炸猛逼了 他拨开肖默的清兵看去 果然看到码头四周的鸣船 渔船 几乎都被徐安一把火给烧了 徐安 你个无耻小贼 诸葛卿看着已经远离取江码头的大船 也是觉得气血翻涌 险些赴肖默后尘 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徐安 你个小王八蛋 我大忌啊 你坑人就算了 但你连自己人都坑 你还是人吗 诸葛先生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肖默的卫队长走了出来拱手问道 现在肖默倒下了 诸葛卿俨然成了他们的主心骨 怎么办 等死吧 诸葛卿在心头骂了一句 随即道 留下一百人抵挡敌人 剩下的人随我护送少将军 不惜一切代价 沿南门撤离 得跑回去 驱江码头 距离南城足足二十里地 这简直就是要他的老命 诸葛卿泪流满面 他现在终于有点明白 袁康帝的心情了 和徐安搭档 他娘的玩的 就是一个心跳 要是心脏不好 随时都可能被气得一命呜呼 先生 你还是跟着我吧 小东西走上前 在诸葛卿面前弯下腰 我是高手 背几百斤不成问题 接下来往南逃 我们会被追着打 先生不会武功 要是不小心被炸死了 那我就死定了 诸葛卿听到前面的话 本来挺感动的 结果听到后面的话 气得差点没当场 又暴走了 你是谁的人呢 会不会说话 竟然敢这么诅咒先生我 不过不爽归不爽 诸葛卿还是很老实的 趴上小东西的背上 小东西说的没错 黑甲军的碎发枪 和红衣大炮 可不会长眼睛 出发向南门突围 诸葛卿大手一挥 带着肖默仅剩下的护卫 立即向着东门突围 这一招 真的是太损了 翻船甲板上 孔烟看着浓烟滚滚的码头 撇了徐安眼道 不过 我很喜欢 这很徐安 徐安抬手扶额 有些无语 这小牛很暴力 刚才那种情况下 竟然丝毫不畏惧 还蠢蠢欲试 烧光码头的船的主意 就是他出的 而且 他还亲手点燃了十几条船 第663章 这笔债 狗皇帝来还 孔烟很高兴 和徐安一起搞事情 他想很久了 现在 这个小小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他粉泉紧钻 娇嫩的薄唇荡漾着笑意 以至于某只对他觊觎已久的狼 几次忍不住想要咬他一口 不过 想想还是忍住了 带刀侍卫站在身后呢 不过 徐安 这些船虽然是我烧的 但你得赔 冷静下来 孔烟看向徐安 轻轻地吐了吐舌头 道 咱们烧的船都是名船和渔船 都是老百姓安身立命的东西 现在被咱们一把火烧了 肯定会影响到他们的生计的 徐安抬手直接一个板栗 敲在孔烟脑袋上 现在知道赔了 我看你烧船的时候 烧得可起劲了 要赔 你自己赔去 嘴上不饶人 徐安心里却是一个美滋滋 咱的孔平板 虽然暴力了一点 但是心还是很美的 赔偿的事情 竟然都想到他的前面去了 我 我没钱 孔烟腻了徐安一眼 道 你抢了京都豪族和赵党 肯定很有钱 那就给你一个机会 替本小姐还债吧 哼 你可能不知道 抢夺京都豪族的所有财产 我留下来的不足一程 辛苦了一个晚上 成全了狗皇帝 放心吧 这笔债 狗皇帝会替咱们还上的 徐安撇了撇嘴 道 一两万拿下取成 对狗皇帝来说这赚大发了 最重要的是 这是一个收拢明星的好机会 就看文风有没有学到我的精髓了 孔烟美眸顿时一亮 指着取成道 那咱们杀个回马枪 你坐镇取成不就行了 以你收买人心的本事 要收拢取成明星 岂不是轻轻松松 徐安抬手 在孔烟脑门上敲了一下 道 你想的可真美 这是江南不是京都 京都那一套 在这里不一定好使 最重要的是 我若坐镇取成 那是自负手脚 只要确定我在取成 淮南王肯定会提前发动战争 不惜一切代价攻打取成 但我不在取成 淮南王就得担心 他的后院会不会起火了 孔烟打了一个响指 道 你的意思是 咱们需要到其他地方 继续搞事情 徐安点头 随即他敲了敲耳朵 道 圣女 情况怎么样 搞定了 取成军已经崩溃 吃雨的声音 从耳中传来 嗯 那就好 你跟一下秦末 确保他能逃出风格的追捕 不然诸葛亲这遭老头子 肯定要写奏章 告我刁装了完事后 速度点跟上 我们在前面小镇等你 徐安往后看了一眼 确定身后只有吴邪一人 便道 真别呢 结果如何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秦宇这群高手 现在可是他手里的底牌 要是出现问题 一个不小心 他就会阴沟里翻船 可用 吃雨只传来短暂的两个字 听到这话 徐安听到这话 顿时松了一口气 没事就好 不然可就闹心了 吴邪 徐安回头看向 站在身后的吴邪 道 通知所有人 上甲板开会 吴邪点头 很快 秦宇等一群原本称传的高手 便全部上了甲板 只是此时 所有人看着徐安的目光 都极为怪异 神游玄境那都是 高高在上的神仙人物 结果这家伙 竟然跟个市井流氓一样 各种诡计玩得不易乐乎 简直太丢神游玄境的脸了 你看 你们又犯病了不是 徐安背着双手 目光扫了一眼全场 道 不要总觉得神游玄境 四镜高手都应该高高在上 高不可攀 这种心理是很危险的 轻则道心受损 都应该做到不忘初心 做到一切以平常心对待 记住了 真正的强者 是以弱者为界限的 众人看着徐安 顿时都迷了 咋回事 总感觉这家伙 是在胡说八道 但是吧 又觉得他说的 似乎很有道理 众人只能齐齐拱手道 我等警记徐小公也教会 嗯 那说正是吧 徐安抬脚轻轻跺了跪脚下的船 道 肖默逃走之后 肯定会给周边各城下达通令 追查我们的行踪 所以 再走一段距离后 我们得弃船了 不仅要弃船 而且我们还得分批走 否则人数太多 目标太大 极容易被人锁定 话落 徐安看向秦宇道 秦前辈 你主持一下 你带三十个人跟着我 然后剩下的人分成两拨 秘密跟在我们的身后 秦宇微微一愣 拱手道 是 等一下 我便开始分组 不仅要分组 还得重新换装 徐安笑着挥了挥手 然后 盖威又提过来几个大包裹 丢在了众人的面前 包裹摊开 里面全是破破烂烂的衣服 甚至还散发着恶臭 显然 是盖威这家伙 在临线的时候 从刘明身上买下来的 一群高手脸当时就绿了 不用说 这次他们要换的身份 肯定是刘明了 诸位 这是为了 徐安刚刚开口 秦宇立即抬手打断徐安 徐小公爷 刘明而已 我觉得 我们自己完全可以胜任 等船靠岸后 我们自己往泥里滚一圈 就是刘明了 一群江湖高手也连连点头 谁都不想给徐安说话的机会 不然 他这个神游玄静异以身作则 他们还能说什么 他们还敢说什么 只能乖乖照办好吧 行吧 那就听你们的 当然 要是你们自己搞得我不满意 那就听我的 徐安想了想 最终答应了众人的请求 群众的意见 还是得听 独断专行会搞出事情的 与此同时 龙骨官 刚刚上任的龙骨官统帅成铁 正背着双手 站在沙盘前 脸色难看至极 而站在他身后的一众龙骨官将领 也都低着头 大气不敢出 沙盘正是整个江南的地图 淮南王野心暴露后 成铁之道和淮南王的战争 随时都会开打 因此 在召集龙骨官大小猪将 在沙盘上推演江南战争 结果推演了数十次 他们竟然连曲城都打不过去 第664章 一个人干了十万大军的事 直接进攻曲城 至少需要十万兵力 龙骨官自然不缺兵马 可问题是 曲城真不好打 一座两面灵水两面灵山 地势又极为狭窄的城 别说十万兵力 两三万兵力都很难铺开 兵力铺不开 去多少兵马打曲城都是白送 但如果避开曲城 从其他地方攻进江南 那后果就更严重了 淮南王有近十万水师 完全可以从曲城穿插 断他们大军后路 届时可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 欲破江南 逼破曲城 成铁一拳砸在沙盘上 冷声道 曲城不破 我们就只有被动挨打的份 防守 城铁是不考虑的 龙骨关虽然地势险要 能防得住淮南王的步骑 可是防不住淮南王的水师 淮南王完全可以让人率领水师 从沿江绕过龙骨关 从背后联合步骑掏他的弹 所以只能进攻 大帅 是否可以将东径的大浅水师调过来 当即有将领站了出来 建议道 只要将大浅水师调过来 那我们便可以水陆联合 共同围攻取城 城铁回头看了一眼站出来的将领 一脚就踹了过去 蠢货 老子看你就是个白痴 东径的水师不仅要防冬鱼 还要防海 根据情报 这段时间 东径沿海地区出现了大量倭寇 一旦钓水师入江南 东径海防谁来接替 一旦倭寇上岸 多少百姓得遭殃 一众将领文言 奇奇地沉没下来 东径水师不能钓 那就只能靠他们自己了 可龙骨关就三十万兵马 总不能全部赔在取城上吧 娘的 以前老子还没发现 一个小小的江南 竟然这么难搞 承铁双手插腰 有些烦躁的在帅仗中来回踱步 随即 他缓缓仰起头 看向江南的方向忽然道 要是能不宣而战 那就好了 听到承铁这话 所有将领脸色都变了 奇奇说道 大帅 不可 龙骨关距离取城并不远 亲戚兵全速也就两个时辰 要是能不宣而战 直接打时间差 将军队对到淮南王的脸上输出 胜率能提升一大半 但问题是 大前需要考虑到其他诸王 要是朝廷先动手了 其他诸王就有了造反的理由了 以承铁的德性 不宣而战这种事 他完全做得出来 但后果太严重了 弄得天下皆反 这个罪名 他们可承担不了 这不可 那不行 那三十万大军囤在这里干嘛 遛鸟吗 承铁的火瞬间就上来了 天天研究推演 有个毛用 战场瞬息万变 谁敢保证 战争会向着他们所推演的方向前进 不打一下 怎么知道打不打得过 一众将领闻言又不由低下了头 不是他们不想打 而是没有命令和旨意 擅自出兵 那可是诸九族的大罪 算了 算了 老子仰仗你们 有个屁用 承铁冷哼一声 无语抬头看天 还好 那小兔崽子已经入江南 说不定他能有办法拿下取城 一众将领自然知道 承铁说的是谁 当即脸都黑了 咋地 徐岸一个人 还比我们这些身经百战的将领 有用是吧 不可能吧 徐晓公爷 就算再有本事 一个人还能当千军万马来用 有人当即笑了起来 声音略带戏血 其他将领也都摇头笑了起来 面上带着玩味 我不否认徐晓公爷的本事 但这里是在江南 没错 江南可不是京都 局势可和京都不一样 可没人在后面给他撑腰 哈哈 别说 如果真如大帅所说 徐岸要真有办法破取城 那他以后就是我赵破鲁的爷爷 听到笑声 承铁冷眼扫了过去 所有人立即闭嘴 面色善善 但眼底明显很不服 但承铁也懒得解释 军人有傲骨 谁都不服 这是好事 可是这些家伙似乎忘记了 徐岸不久之前 刚刚干残了白小生榜上有名的北敌精锐 鬼威君 报 就在这时 清兵冲进来禀报道 启禀大帅 徐晓公爷派人求见 说有重要军情禀报 众人正住 这要巧的吗 刚刚提到这家伙 他的军情就到了 而且按照他的行程推算 他现在应该刚刚抵达取城吧 难道他在取城遭到了危机 淮南王对他动手了 哈哈 老子就知道这小兔崽子 肯定闲不住 看 这不就俩活了吗 承铁却是一呆 当场跳了起来 肯定是有关取城的消息 赶紧让人进来 很快 一个穿着黑甲的黑甲军将士 便冲进帅杖 末将黑甲军校尉承俭 参俭大帅 承俭手持续安的令牌 单膝跪在承铁的面前 承俭可是承铁的侦儿 所以见到承俭承铁面色 那是一个激动 大手直接将承俭拎了起来 少他妈废话 说说军情 老子现在就想知道取城的情况 承俭重重抱拳 道 启禀大帅 取城已经在许小公爷的指挥下 被我黑甲军拿下了 哄 这话就算是一道惊威 直接在帅仗中众人的脑袋中炸响 所有人的脑袋 几乎瞬间一片空白 徐安不是在取城遇到了麻烦 向他们求援 而是拿下了取城 他竟然拿下了取城 开什么玩笑 就连承铁 这时脑袋也是嗡嗡响 徐安的本事他是知道的 能在那么短的时间内 收拾掉肇丝和确震熊 他的本事能小吗 可是 就算明知道徐安有本事 在见到承俭的时候 他最大的猜测是 徐安这小兔崽子 有了攻陷取城的计划 结果 他直接将取城拿下了 这特娘的 这狗约的一个人 干了十万大军该干的事情 啪 承铁大手猛地抓住承俭的衣精 拎鸡仔一般将他拎了起来 小兔崽子 你给老子重新说一遍 不然老子一巴掌拍死你 承铁虎木猿瞪 杀气腾腾地瞪着承俭 要是这小兔崽子 敢拿这种事骗他 敢谎报军情 他得当场将这小兔崽子给斩了 以警效尤 大帅 轻点 轻点 喘不过气了 承俭差点当场吓尿了 别没战死沙场 直接给承老黑一巴掌给拍死了 他连忙说道 末将没说谎 徐小公也率领我们一千黑甲军 攻陷了取城 哄 本王还是太小看徐安了 整个率仗再次陷入一片死寂 所有人盯着承俭都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 徐安率领一千黑甲军 攻下了他们推演了数十次 至少得动用十万兵马 还攻不下来的取城 这简直天方夜谭 这不可能 取城的取城军 足有三万人 都是淮南王手底下的精锐 当即有将领站出来 盯着承俭怒斥 就算你们黑甲军战力再强 怎么可能以一千兵力 击溃取城军三万精锐 一众将领也齐齐点头附和 没错 宁川是出了名的狠辣 他手中的取城军更是凶残无比 黑甲军战力就算再强 也不可能以一敌百 承俭 你敢谎报军情 面对一群将领的怒斥 承俭只是淡淡地扫了他们一眼 宁川死了 他抬手点了点眉心 道 被徐小公爷一枪正中眉心 毙了 喧嚣的率仗再度陷入一片死寂 所有人都瞪大眼睛瞪着承俭 想要从这个少年的身上 找出一点破绽 好反驳他所说的逆天之言 然而 他们很快就失望了 少年脸上始终带着自信和自豪 没有半点惊慌和恐惧 这让所有人心里都开始打鼓起来 难道这是真的 徐安真的率领一千黑甲军攻下了取城 这要是真的 那这样的功绩足以千古流芳了 说过城 本帅要知道过程 承铁直接将承俭丢在地上 居高临下地瞪着他 虽然已经相信了承俭 但这件事太大了 他不能错过半点细节 否则 后果很严重 这是关数十万大军的生死 最重要的是 徐安如果先和淮南王开战了 他代表的是朝廷 那就是朝廷和淮南王宣战了 那天下藩王 可就有了造反的理由了 承俭没敢隐瞒 当场将宁川率军伏击徐安 又被徐安如何利用的事情 一五一十地说了出来 而听着他的汇报 所有人顿时目瞪口呆 先命一千黑甲军伏击取城军五千精锐 再利用驱城军首领宁川 和肖默争功的行李 将取城军青旗调出来打残 最后 联合取城刺史 派高手袭击取城军大营 再营造数万大军攻城的假象 一举击溃肖默和取城军攻陷取城 这 这听上去简直天方夜谭 这也能行 哈哈 老子就知道 这小兔崽子肯定不走寻常路 好 好的很 十万大军南攻陷的取城 竟然就这么屈辱的 被他徐安收入囊中 这还真是 可喜可贺啊 成铁激动的仰天长啸 指着一众将领道 看到没 这就是咱军方一脉最强的仔 就问你们服不服 这种敢想敢做赶冲的事情 你们谁做得来 一众将领文言顿时脸色扇扇 他们玩不来 从成俭的话中他们听得出来 徐安这根本就不是早就计划好的计划 而是特妈的临时起义啊 临时起义 作为带兵的将领 这种事有多危险 他们很清楚 随时有可能会全军覆没 但徐安却做到了 竟然用一千黑甲军 将三万取城军打残了不说 还顺势夺了曲线 简直太疯狂了 别说完 他们想都不敢想好吧 射他天 很好 攻下曲线的是汉匪射他天 管我们大前军队鸟事 成铁看向诸将 下达命令 传我命令下去 全军立即进入战事状态 立即给射他天输送兵员 票其营立即以最快的速度 换装跟随成俭先行 左陆军三万人立即整装 由主将赵破鲁亲自率领 立即持员取城 同时接手取城的防御 从现在开始 忘记你们大前军人的身份 你们都是汉匪射他天手底下的刘匪 其余部队时刻准备着 做好随时持员取城的准备 既然取城拿下了 再让淮南王拿回去 你们都给老子提头回来见吧 一众将领齐齐抱拳 道 末将领命 话落 一众将领退出了营帐 成铁抬手拍了拍后脑勺 满脸笑容 特娘的 淮南王这憋孙肯定会全力夺回取城的 不过没关系 兵嘛 老子有的是 你有水陆运兵 老子有陆路运兵 谁怕谁 嘿嘿 只要熬到徐安这兔崽子再出招 淮南王那老小子可就难受了 不行 老子得再给他加点料 不然太便宜他了 来人 成铁沉喝一声 门外的清兵立即走了进来 成铁挥了挥手 道 去 让人去给淮南王传个话 汉匪射他天悍然攻占取城 这是对我大前的挑衅 问他淮南王能不能收复取城 要是收复不了 本帅替他去收气死那老小子 反正又不用偿命 淮南城 淮南王府 院中 淮南王正站在池塘边 往水中投入鱼儿 随着鱼儿入水 水中鲸鱼都在争相夺食 整个水面荡漾阵阵波澜 王爷 出事了 这时 秘蝶头领鬼影快步走了进来 他在距离淮南王十步之外停下脚步 捧着手中的秘信道 刚刚接到邵将军传来的秘信 取城 取城丢了 听到这话 淮南王猛地回过头来 目光犀利如刀 鬼影直接跪在地上 头都不敢抬 昨日将杀徐安的任务交给他 他今日就将曲线给我丢了 还真是 废物啊 淮南王手缓缓攥紧 手中装着耳料的杯子 直接被他捏成了碎片 他冷冷往北扫了一眼 冷声道 本来将军队开往加线 宣线 就是为了侧应曲线 只要成铁敢打取城 加线大军随时能支援取城 宣线水师能速流而上 只取龙骨关 甚至为了吸引成铁来攻 本王甚至没有在取城安排高手 协助取城军防御 现在成铁还没动 取城却丢了 淮南王手被碎片划破 鲜血淋漓 滴落在地 鬼影跪在地上 头不敢抬 话不敢说 唯独心头暗暗庆幸 还好跪得远 不然现在估计 已经人头落地了 哼哼 看来 本王还是太小看徐安了呀 淮南王冰冷开口 声音杀意凛然 第666章 别提那见人 晦气 此时 淮南王怒火中烧 愤怒地想要杀人 徐安的名字 他是听过不少次了 但对这个已经明动天下的少年 说实话 他并没有太在意 他是很能折腾 那是因为 有袁康帝和徐骁做后盾 但江南不是京都 徐安敢进江南 他觉得 只要自己动手 分分钟就能将其拿捏 所以他的所有布局 几乎都是针对袁康帝和徐骁的 对于徐安这个必死的人 他根本没太大在意 但他怎么也没想到 徐安进江南 就给了他送来了这么一个大礼 夺取城 他竟然敢夺取城 而且还成功了 徐安 徐安 淮南王低声一遍遍叫着这个名字 愤怒的嘴角都在轻颤 整个人就像是一头被触怒的老狼 凶残适血的獠牙 渐渐显露出来 很好 很久没有人能让本王感到屈辱了 足以造了 刷 淮南王直接将染血的瓷片和饵料 丢进水中 引来鱼群争香争食 他随手将满是鲜血的手 在衣袖上擦了擦 向着鬼影走来 你不是说徐安身边已经没有高手了吗 你不是告诉本王 徐安身边没有什么不对了吗 那你告诉本王 徐安是从哪里进来的天兵天将 占领取城的 每说一个字 淮南王的声音便冰冷一声 沙翼便浓了一分瞬息间 整个院落都被沙翼笼罩 属下该死 鬼影吓得直接趴在地上 不断磕头 嗯 你的确是该死 淮南王抬脚 猛的一脚踩在鬼影的背上 鬼影直接被踩趴进地中 在地面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人形大坑 噗 鬼影一口鲜血便喷了出来 随即 他重重拱手道 谢王爷不杀之恩 属下必定迅速找出徐安 不惜一切代价除掉他 淮南王收了脚 冷冽一笑 给你半个月的时间 半个月后 找不到徐安 你死 鬼影如蒙大射 连忙从地上爬起来拱手道 属下必不辱命 若是杀不了徐安 属下抬头来见 淮南王冷冷盯着鬼影 道 肖默呢 他现在在哪 在古城 少将军现在在古城整顿军队 等王爷你一声令下 他便亲自率军 重新夺回徐城 闻言 淮南王双眼微微眯了起来 陷入了沉吟 鬼影拱着腰 不敢打扰 片刻 淮南王到 告诉肖默 夺回徐城的事 本王会让人来做 他的任务 还是追杀徐安 他 还有八天的时间 八天后 本王看不到徐安的人头 那本王便看到他的人头 还有 我给他找了几个帮手 应该也快到了 让他亲自去东安城接一下人 至于你 淮南王的目光落在鬼影身上 鬼影顿时打了一个哆嗦 腰几乎弯成了九十度 请王爷吩咐 属下必定万死不辞 淮南王转身东望 眼缝中的小眼 犀利如刀 杀意外露 假冒汉匪夺取城 这种把戏 本王也会玩 本王那小孙女 不是去了于县了吗 那你就以其人之道 还治其人之身吧 让他死在水匪的手中吧 杀高阳公主 这个任务 可比杀徐安简单多了 鬼影连忙拱手道 是 属下这就亲自过去 祖剑水匪杀进于县 让于县血流成河 话落 鬼影转身离开 淮南王看着鬼影的背影 满是横弱的脸 渐渐猙獰起来 来人 他沉喝一声 一个穿着黑衣 背着双剑的人 便翘无声息跪在了他的身后 淮南王头都没回 看着自己血迹斑斑的手道 三件事 一 让大将军徐煞 立即来见本王 二 找到天地会 从现在开始 他们归消莫指挥 负责除掉徐安 三 派人联络天下诸王 反元康 话落 身后的黑衣人拱了拱手 随即一个闪身 消失在原地 萧策 本王的好折 我们之间 便从这开始了 不是你死 就是我王 淮南王猛的抬手 一掌 轰在身侧的墙上 瞬间在墙上 留下一道新红的血手印 一日 京都皇宫 御书房 元康帝在批阅奏折 却有些心绪难宁 一本奏折翻来覆去 看了几次 都没有批阅完成 孙雕四跟在元康帝身边几十年了 很清楚元康帝的心思 八成是又想徐晓公爷了 陛下这段时间 女色都不尽 一颗心全在徐晓公爷身上了 陛下 昨日的最新消息 徐晓公爷收服了钱来挑战 他的江湖高手 现在他的身边 已经有七八十个酒品 到四进的高手了 有这些人在 徐晓公爷不会有什么危险的 孙雕四微微拱手 笑着说道 虽然元康帝已经知道了 但有时候 还是需要人宽慰宽慰不是 别提那件人 心塞 这混账东西 走到哪里都是焦点 明明是想给他增加点难度 直接给他封一个武林王 让他南下江南处处遭遇挑战 一路坎坷 结果 这混账直接将坎坷 掰成了星光大道 前来挑战他的人 竟然被他一身神游镜的真气给唬住了 孙雕四 你说 朕让人给那群江湖人传递消息 说徐晓这神游玄境是假的 会怎么样 元康帝有些气不过 凭啥每次心塞的都是自己 凭啥每次坑徐晓 你快饶了徐晓公爷吧 现在徐晓公爷在江南 几乎举世皆敌了 孙雕四差点给跪了 你是皇帝爱 咋还带相互轻压的呢 他身边带着上百个江湖高手 这排场比朕出巡还大 你管 这叫举世皆敌 元康帝瞪眼 鬼的举世皆敌 朕看这混账东西 现在玩得欢得很 一手 好汉哥 不知还要让江湖起多少风波 他自张张嘴 朕得跑断腿 岂有此脸 不打一顿 难消心头之怒啊 陛下 老奴觉得 现在该担心的是淮南王 而不是你 徐晓公爷手里 有这么强大一支队伍 淮南王要是知道了 肯定会吓得茶饭不思的 孙雕四攻着老妖 不提醒不行啊 陛下这重点偏了 现在的重点是淮南王 陛下怎么能和徐晓公爷较劲呢 这个倒是 这家伙在京都 差点将镇整得走火入魔 现在该让淮南王尝试 尝试那种感觉了 元康帝沉映一下 心情顿时就好起来了 心情不爽的时候 只要看到敌人心情更不爽 那他的心情就爽了 孙雕四 你说这小兔崽子 现在在干嘛 元康帝端起茶杯 笑道 既然你那么相信那小兔崽子 那就大胆猜猜看 孙雕四想了想 笑道 那老奴便斗胆说了 老奴觉得 徐晓公爷在打取成 噗 元康帝一口茶 直接喷了出去 将桌上的奏章 都淋湿了一大片 第667章 大前有大杀伤力武器 陛下 孙雕四吓了一跳 连忙上前慌乱 帮元康帝擦掉身上的水渍 陛下恕罪 老奴错了 老奴不该胡乱猜测 他连连告罪 见到孙雕四告罪 元康帝美好气地瞪了他一眼 道 你这老东西 正是让你猜 没让你做梦 取成 那可是江南的咽喉 如此重要的位置 淮南王肯定会重兵把守 甚至周边 可能都布置有大部队 随时侧应取成 徐安就算再厉害 手里有数十个江湖高手 凭这些人 他能打下取成 他是疯了吧 而且 他的身边 只有一千黑甲军了 孙雕四脸色善善 有些委屈 这不是陛下你让我猜的吗 那我就大胆猜了呀 咱家觉得 徐小公爷就是敢打取成 徐小公也有这样的魄力和本身 不然 徐小公爷能坑到陛下你跳脚 陛下 徐小公爷有消息了 徐小公爷有消息了 这时 一个小太监快步跑了进来 扑通一声跪在地上 小太监双手捧着密信 激动道 陛下 徐小公爷拿下取成了 哄 这句话宛若一道惊雷 在御书房炸开 随即 整个御书房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 孙雕四目瞪口呆 袁康帝呆若目击 徐安 拿下取成了 刚才还说 这家伙在做梦 现在却传来消息 说他做到了 他真拿下了取成 这怎么可能 我特 密信呢 密信呈上来 袁康帝猛地站了起来 将身后的龙椅都给掀翻了 虽说嘴上不在意 但他心里却十分的在意 那小兔崽子 可是他出奇之胜的法宝 现在又一次创造了奇迹 孙雕四连忙上前 从小太监的手中接过密信 捧着到袁康帝的面前 袁康帝接过密信 只见密信开篇便写着 取成已被徐安攻破 接着 密信上仔细写了 徐安是如何攻破取成的所有信息 看完一遍 袁康帝又看第二遍 看完第二遍 他又仔细看第三遍 第四遍 一连看了好几遍 最后袁康帝亲自验证了 属于秀医使者的专属标记 确定就是秀医使者发来的 哈哈 袁康帝顿时仰天大笑 仰着手中的密信道 徐安这小兔崽子 果然没有让朕失望 取成 江南的门户取成 就这么被这家伙拿下来了 朕原本以为攻打取成 会付出极为惨重的代价 却没想到 竟然被徐安以这样的方式夺成 哈哈 这兔崽子 真乃我大前之福心眼 估计淮南王 现在都被气死了 孙雕四嘴角微微抽搐 陛下 您刚才不是还说 咱家是在做梦吗 现在咱家算不算是梦想成真了 孙雕四 你这老东西说对了 该赏 袁康帝大手一挥 道 朕赏你白银万两 紧断千匹 孙雕四连忙跪下谢恩 老奴谢陛下赏赐袁康帝 双手插腰 心情大好 道 取成拿下了 朕就从被动转为主动了 江南的局势 也会发生相应的转变 传令给诸葛清和白亭 密切注意江南的变故 务必做到一日一报 还有 告诉成铁 他要是刚将取成丢了 朕亲自摘了他的脑袋 另外 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徐霄 说到这里 袁康帝的脸有些垮了 咬牙切齿道 算了 那家伙有百气丝 估计现在也已经得到消息了 可恶 朕一定要裁掉他的百气丝 他怎么能和朕一同得到消息 孙雕四满脸善笑 不敢回话 陛下 你为了让徐大元帅晚一点得知徐安的消息 就要裁掉收集天下情报的百气丝 好像理由有点不太充分 此时 徐霄的确得到消息了 他背着双手站在院中 嘴角都快给到耳边了 真不愧是我徐霄的种 这是搞得痛快 几乎灵伤王拿下取成 这样的战绩 试问整个天下 有几人能有这样的本事 徐霄回过头 看向站在身后的心腹顾峰 道 顾峰 是时候了 开始执行你家小姐的计划吧 顾峰文言顿时大喜 重重拱手道 是 属下这就南下江南 徐霄点点头 道 做得隐秘点 不明 则已一鸣惊人 属下明白 顾峰转身离开 嗯 貌似这样 还不是很保险 徐霄抬手摸着下巴沉吟了一会儿 冷笑道 看来 有些事情得加快速度了 天老大我老二 儿子老三 哼 皇帝靠边站去 与此同时 上官府 魏子蓁看完手中的情报 脸色阴沉至极 一拳直接砸在了桌上 徐安攻下了曲城 这败家子 还真不容小觑啊 他有些羡慕 甚至妒忌 徐安协助袁康帝除掉赵斯 除掉雀震雄 打残鬼为君 无论哪一个 都是壮举中的壮举 下一次白小生榜单更新 恐怕他的名次会突飞猛进 财子榜肯定依旧占据榜首 牟师榜恐怕能挤进前百了 那可是九州榜 韩金量十足 他身为隐门少主 没有几上榜就算了 还在徐安手中几次败北 传出去简直是奇耻大辱 上官云相却是笑了起来 转着手中的茶杯笑道 连赵斯和雀震雄 都栽在了他的手了 他要是栽在了江南 那才奇怪 不过 对我们来说 这是好事 好事 魏子榛扭头看来 以为自己听错了 本来我们的计划 就是在江南除掉徐安 不是吗 上官云相笑道 但现在 想要除掉他的人 恐怕不仅仅只有我们了 他当日对战范茂 所用的那四句真言 如今已经被九州很多学子 当成瑰宝 大前少年说 又计划了各个国家老派 和轻壮的矛盾 他在雍州一战 甚至已经被计下 入供收入战士 供天下学子学习 他一个人 几乎触犯了 所有国家掌权者的利益 所以这时候 这小家伙越出名 他就死得越快 魏子榛陡然眯起了双眼 天下伐徐 上官云相 微微扬起手中的茶杯 道 不 是天下杀徐 伐 他徐安 还不配 魏子榛走到上官云相身边 坐下来 笑容阴险而争鸣 徐安不配 但徐霄和袁康帝 配这个法子了吧 不如 加一把火如何 譬如 告诉九州天下 大前有大杀商力武器 我想 很多国家应该会很感兴趣 第668章 英雄所见略童 上官云相笑盈盈地 看着眼前的年轻人 人不大 心倒是挺狠 当然 这其实和他的想法不谋而合 赵斯够强势了吧 算得上大前第一权臣 党羽遍布朝中不说 连地方各级官员 几乎都是他的人 而且 他还有天下士族豪族的支持 结果这么样 莫名其妙的 就败得一塌糊涂了 上官云相很清楚 走之前赵斯的路子 那是找死 只要大前有徐霄这个天下第一在 他们就算再能蹦打 将整个大前脚的风云跌宕 最终的结局都只有一个 死 所以徐霄不死 他们的脖子上 就始终架着一把刀 不知道什么时候 就人头落地了 而要除掉徐霄 最好的办法就是借助外力 大前先进的武器 对于周边各国来说 都是强有力的威胁和诱惑 他们岂会不担忧和动心呢 怎么 阁老别是这时候 心软了吧 魏子征盯着上官云相笑了起来 不 我是觉得 英雄所见略同 上官云相竖起了大拇指 徐霄和袁康帝 将徐安丢去江南 不仅是因为徐安太能做 而是他们想要将自己摘出去 置身室外 以一个旁观者来布局 赵斯为什么败得这么惨 就是因为他当局者迷了 上官云相觉得自己 要是坐在赵斯的位置 和袁康帝玩什么手腕 直接用天下士族豪族的财力 打造千军万马 直接推翻袁康帝不乡吗 徐霄就算是天下第一又如何 他还能满世界的救火 和阁老合作 果然愉快 那这件事便交给我吧 魏子征细血一笑 满脸的狠力 徐安 你不是很能跳吗 那这一次 我便让你跳个够 江南 于县 新军大营外 侯军义和陈虎刚准备进大营 向萧兰汇报于县的相关信息 一个发臭的鸡蛋 却先砸在了两人的面前 鸡蛋碎裂 枝叶四散 特妈的 有完没完了 陈虎是个暴脾气 跳开后当即大骂出口 是老子 怎么 你有意见 一道粗犷的声音传来 陈虎和侯军义寻声望去 只见一个穿着褐色铠甲 手中拎着大刀的魁梧男人 正翘着大拇指指着自己 目光挑衅地盯着他们 而在男人的身后 跟着数十名穿着盔甲的士兵 也笑嘻嘻地看着他们 他们正是淮南王派来 镇守于县的军队为首的将领 是前军先锋将军卫报 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自从新军进驻于县之后 淮南王的军队 便时不时地找他们麻烦 日 老子忍不了 陈虎的手下意识地 落在了腰间的配枪上 老子非得避了他不可 打鬼为军的时候多痛快 想怎么杀就怎么杀 现在面对淮南王的军队 却要受着窝囊气 他忍不了 只是他的手 刚落在腰间的碎发枪上 侯军义的手 已经先按住了他的手 冲着他轻微地摇了摇头 他是故意的 想要激怒你 你怎么还上当呢 卫报冲着两人竖起了终止 宁笑道 没错 老子就是在故意激怒你们 你们又能如何 不爽 简单 老子给你们机会 摆开阵势来干一家 哈哈 打败北敌鬼为军的军队 老子特妈早就想领教领教了 却没想到 你们全特妈的软淡啊 卫报走上前 手隔空点了点侯军义的胸 道 哦 听说你们的主帅 还是个十六七岁的童子基士吧 这只懂得玩鸟的年纪 懂得什么叫打仗吗 哈哈 要是遇上我们少将军 他估计得分分钟跪地求饶吧 卫报身后的一群士兵 也都嘲讽地笑了起来 哈哈 一群没卵子的家伙 滚回京都当你们的少爷兵去吧 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打败鬼为军的 难道是直接吹牛吹死的 将军 你怎么能拿少将军和徐安比呢 徐安连给咱们少将军提携的资格都没有好吧 听到这嘲笑声 营帐外所有新军士兵顿时攥紧了手中的碎发枪 各个杀意凛然 徐安是谁 那是在他们心中最为钦佩的统帅 谁敢羞辱他 那就是他们新军所有士兵的敌人 恭喜你 你的确激怒了 连速来冷静的侯军义 此时也是杀意外露 他盯着站在不远处的卫报 报 不是想要拉开阵势来打一仗吗 我给你这个机会 够本事的 你开第一枪 不 你射第一件试试 或者 带着你的人迈过这条线 侯军一上前两步 脚在地上划了一道横线 全军准备 城湖猛地抬起手 杀 刷刷 营帝上下所有新军将士 瞬间子弹上膛 枪口对准卫报等人 都是战场上下来的汉子 一身杀伐之气外露 磅礴的气势瞬间碾压全场 连周围的空气 似乎都在这一刻冰冷下来 看着这一幕 卫报脸上的笑容 一寸寸僵硬 他身后的士兵 也都将脖子缩了回去 甚至下意识地向后退了好几步 刚才叫得很欢 现在直接被吓得退缩了 草 你特妈吓唬谁呢 卫报心头也发出 他是仗着在于县 有他们有两万多人 才故意来找新军的麻烦 加上这几日的挑衅 发现新军竟然都没反应 他还以为他们真不敢 对他们怎么样 却没想到提到徐安 新军竟然会一改之前的软弱 竟然想要强势灭掉他们 但现在他能认怂吗 挺了挺胸 卫报指着自己的胸口道 来 往老子这里打 老子退一步 老子就是婊子养的 话说得霸气十足 他却下意识地向后退 没有让人放箭 也没敢带着人 迈过侯军义话的线 侯军义冷笑一声 正想说话 这时通讯兵快步跑了过来 大声道 报告将军 有公主传过来的最新情报 侯军一眼陡然一眯 这么明显的暗示 他会不懂 看来是徐安那边 又搞出惊天动地的事情了 心头依旧翻起波澜 他面色却极为平静 淡淡道 说 丙将军 最新消息 取称依旧被汉匪射他天宫线 淮南王义子肖默 被打得落荒而逃 险些葬身于射他天手中 汉匪射他天几个字 通讯兵咬得极其重 第669章 三个字 贝尔爽 听完通讯兵的话 现场顿时一片死寂 原本剑板弩张的两拨人 此时目瞪口呆 特别是侯军义和卫豹 都是满脸震惊 难以置信 作为军中将领 他们自然知道 取称的地理位置有多重要 那对大前朝廷来说是毕宫 对淮南王来说 是匕首的战略要地 谁掌控了取称 谁就占据了主动 掌控了战争的主动权 但现在 取称却丢了 哈哈 我草 徐安牛逼 城虎最先回过神 挥起拳头 高高向空中砸去 激动得仰天长笑 娘的 这几日受够了淮南王的窝囊气 没想到徐安这家伙 反手一巴掌 直接戳在了淮南王的心脏上 一个字 爽 三个字 倍儿爽 哄 然而 刚跳起来的他 还没落在地上呢 人在半空 就直接被侯军义 一脚踹在心窝上 整个人直接飞出去十几米远 胡说什么呢 夺取称的试射他天 和大将军有什么关系 侯军义逆了城虎一眼 随即拉长了声音 看着身后的一群新军士兵道 都听好了 夺取称的是汉匪射他天 和我们大将军没有任何关系 听清楚了吗 对对对 夺取称的是汉匪射他天 和我们大将军没关系 城虎从地上窜起来 双手插腰 冲着一众新军士兵警告道 谁要是敢说 这事和我们将军有关系 老子饶不了他 一众新军士兵 哪里不知道两位主帅的意思 这是 直接骑在卫豹等人脸上输出啊 当即一个个一份填膺 义正慈言 没错 咱们大将军一搏云天 做不出这种事来 喂 对面的 取称是我们大前的领地 你们要是守不住了 求一下我们 我们帮你们收回来 哈哈 跳啊 刚才不是跳得挺欢的吗 现在直接被人从后面掏弹了吧 这就是你们引以为傲的少将军 真不过如此啊 卫豹以及一众淮南王麾下的士兵 顿时气的脸都轻了 他们很想反驳 却知道现在反驳只会更丢脸 新军不可能拿这种事开玩笑 因为这种事很容易求证 他们没必腰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最让他们憋屈的是 这几天天天拿少将军肖默来打压徐安 却没想到 少将军和徐安才交手一个回合 就败在了徐安手中 现在新军上上下下都在阴阳怪气他们 导致他们脸直接都被打肿了好吧 哼 你们得意什么 取称丢了 我们自然会夺回来 卫豹一甩一袖 故作镇静 三日后 我们就会撤走 你们不是很狂吗 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们这区区几千人 怎么扛住余线十几万百姓的怒火 哈哈 老子倒是要看看 你们还怎么创造奇界 我们走 卫豹一挥手 带着身后的士兵离开 你会看到的 只会是新军的怒火 侯军义看着卫豹的背影 脸色淡漠道 好好活着 你的命 我会亲自取 卫豹头都没回 只高高竖起终止 哈哈 老子等你来取 特妈的 太猖狂了 老子完全忍不住 很想一枪崩了他 城虎取出碎发枪 瞄准了卫豹的脑袋 几次忍不住想要扣动扳机 侯军义笑了笑 眼中泛着冷意 再等等吧 想必很快 我们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博弈了 到时候 我来杀 凭什么 城虎不满 他看卫豹不爽很久了 凭我是你的上姐 侯军义转身进了营帐 提到这个 城虎脸都黑了 他是营长 侯军义是三营长 按理来说 顺卫的话 新军代理主帅应该是他 结果却是侯军义 这家伙以前就和徐安不对付 也不知道徐安这混账 为啥这么宠他 咋地 就因为他长得帅 喂 你说 以另外一种身份博弈 是什么意思 城虎追在侯军义的身后问道 现在他们和淮南王军气氛紧张 但为了战争的正义性 谁都没有开第一枪 马上你就知道了 以你的智商 现在告诉你也没用 你他妈是不是找死 老子给你脸了是吧 两人一千一后 骂着进了帅账 进了帅账 两人当场就老实了 帅账中 萧兰坐在属于徐安的位置上 而会议大厅 已经坐满了人 都是新军和黑甲军的将领 此外 还有徐安亲自挑选南下镇灾 以柳旭和左同两个女人为首的官吏 公主殿下 末将还是想问一句 曲承 是否已经被我军功课 侯军义拱手行礼 看向萧兰问道 虽说刚才通讯兵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但他依旧想要从萧兰这里得到确认 曲承市已经被摄他天贡献了 现在摄他天的党羽 正不断往曲承运送党羽 阻止淮南王夺回曲承 萧兰微微汗手 便想承认了这件事 听到这话 原本安静的大厅顿时喧嚣起来 我就说 这是不可能是假的吧 徐晓公爷就是徐晓公爷 简直太厉害了 曲承啊 那可是淮南王的命门 没想到 既然这么容易 就被徐晓公爷给攻陷了 萧兰看着脸色激动的众人 指关节轻轻扣了扣桌面 众人听到声音笑容立即收敛 老实地坐了下来 这件事 我们知道怎么回事就行 不要太张扬 萧兰儿俏脸平急地看着众人 道 对外 曲承是涉他天贡献的 我们要表现强烈谴责我同仇敌忾 是 保证同仇敌忾到淮南军怀疑人生 城虎立即大声回道 其他将领文言 也都笑了起来 他们都憋坏了 不能开枪 骂人也是可以的 公主殿下 现在大将军在哪里 侯军义更关心的是徐安 他作为全军主帅 没有随军义起 已经是大计 要是再被敌人堵在取城 那事情就糟糕了 他不在取城 抢了肖默的船跑了 萧兰儿唇角微微一抽 道 现在不仅淮南王找不到他 连我们都找不到他了 我知道 大人肯定换一个地方 继续闹幼儿子了 左同举手兴致勃勃道 徐安可是他的偶像 连被打屁股的画面 都那么让人难忘 众人无语 这还用说吗 那家伙能停得下来 到哪里不弄出点大动静 他就不是徐安了 第670章 来了 就是送番号的 好了 言归正传 徐安刚入江南 就成绩斐然 我们也不能落后 萧兰儿看向柳絮 道 柳大人 说说情况吧 萧兰儿率领的2000黑甲军 刚刚和新军会合 于县的情况 他还不是很了解 而听到萧兰儿的话 柳絮翘俏脸顿时凝重下来 于县目前的情况 很糟糕 柳絮打开随身携带的胯包 给了参加会议的众人 这是我们和太医院的医疗组 这几日进程获取的资料 如今整个于县 简直就是一座炼狱 大街上几乎处处 都是病入膏肓的百姓 因为疫病过世的百姓 又没有及时处理 导致疫病反反复复 如果不是城里 有世家大族 站出来主持大局 现在整个于县 恐怕没几人活着了 萧兰儿美眸威宁 世家大族 看来徐安猜的没错 此次事件 于县的世家大族 也成了肇司和淮南王的牺牲品 现在最重要的是 因为淮南王的不作为 城里的百姓和世家 对外有极强的敌意 我们进程表明身份 甚至说了能治愈他们 但依旧没有人性 如果不是新军将士拼死保护 恐怕我们连城都出不来 而这还只是城内的困局 我们现在 还面临着三大重大危机 萧兰儿点点头 道 水灾 淮南军 城内百姓 没错 我做过调查了 还有更大的洪水要来了 柳絮翘脸凝重 道 这次渔县受灾 主要原因是 洪水漫滴 以及周边三江倒灌 导致整座县城被淹 如果大洪水来时 我们还没有解决渔县的问题 一旦堤坝被冲毁 整座县城会请客间覆没 第二 淮南军 淮南军马上就要撤军 他们是故意的 现在负责赈灾的是公主殿下 一旦疫病外泄 公主需要负全责 淮南王甚至天下诸王 也会痛斥朝廷不作为 甚至依此起兵 当然 这还不是最可怕的 我现在担心的是 淮南军会效仿大人 听到这话 所有人脸色都变了 于县是重镇 周边水路交通发达 极为富饶 因此水面上常常出现水匪拦路 从于县撤走的淮南军 极有可能摇身 移变成了水匪 转过来打他们 城虎愕然地看向侯军义 你老小子早猜到了 所以才说 会和卫报以另外的身份博弈 这点倒不是问题 反而是好事 然而 萧兰儿却笑了起来 没有丝毫的担忧 众人愕然地看向他 却见他清冷的脸上 隐隐有些激动 甚至有点蠢蠢欲动 取成有汉匪设他天 于县就不能有水匪混江龙 嘶 听到这话 众人都倒吸一口冷气 当时就明白 公主殿下 这是要走徐安的路 就怕他淮南军不来 来了 那就是给他们送番号的 公主应命 取成的活黑甲军做了 于县的活 必须我们新军来做 凭什么 我们黑甲军肯定做得比你们更好 进了一瞬 整个率仗顿时争执起来 新军和黑甲军的将领 立即争得脸红耳赤 淮南军而已 在他们绝对的火力优势面前 那是不值一提 好了 这还只是猜测 具体等淮南军撤离于县 看情况再论 萧莱尔打断众人 看向柳旭道 柳旭 你继续 柳旭无语 我继续 我还咋继续 我最担心的事情 对你们来说 竟然是巴不得的好事 这 这还让我怎么说 好吧 既然第二点不成威胁 那就说说第三点吧 柳旭无奈道 淮南王的军队 在看守于县的这段时间 打死打伤了很多百姓 现在整个于县民怨沸腾 暴乱都出现了好几次了 淮南王的军队要是撤走 百姓为了活命 肯定会拼命往外冲 届时 我们该如何应对 如何安抚百姓 这是我们必须认真考虑的问题 我们总不能像淮南军一般 滥杀无辜 听到这话 萧莱微微一笑 看着柳旭道 分析的头头是道 早有应对之策了吧 直接说计策 柳旭有些尴尬 道 百姓之所以会乱 归根结底 就是为了活命而已 只要让他们知道 并且相信我们 真是朝廷派来救助他们的 只有听从我们的安排 就能活命 那所有难题 就有了缓冲的时间 有了缓冲的时间 我们就能做很多的事情 但想要做成这件事 恐怕只有公主殿下 亲自出马了 萧莱美眸微宁 进城 柳旭点头 道 对 进城 不行 不可以 我反对 公主千金之躯 岂能轻易设险 整个会议室 顿时喧嚣起来 新军 黑甲军所有将领 几乎一致反对 柳旭耸耸间 以示无奈 在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 他就知道 会是这么个结果 如果是大人 要是大人的话 恐怕根本不用开什么会 现在已经身先士卒 进了城了吧 好了 别吵了 争吵是解决问题 而不是激化问题 萧莱美眸扫了一眼全场 会议室顿时安静了下来 柳旭是此次赈灾的主官 赈灾上的所有问题 所有人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萧莱看着众人 道 包括本宫在内 都得听从他的命令 这是徐安的意思 哦 是徐晓公爷的意思 那我们没问题了 搬出了徐安 新军 黑甲军的一众将领 立即都老实了 他们是有点怀疑 柳旭这妮子的本事 但对徐安 那是钦佩至极 既然徐安相信柳旭 那听他的准没错 萧莱看向柳旭 微微点头道 柳旭 你继续 柳旭点点头 站了起来 明星 归根结底 还是明星两个字 明星所向会怎么样 这不用我多说了吧 徐晓公爷 已经用实际行动 在京都证明了这句话的力量 众人嘴角微抽 嗨嗨 这话不完全对 京都的明星所向 大多都是向着徐安 而不是朝廷 现在在京都说 徐安一句坏话 是会挨打的好吧 其实 我们现在要做的 和当初徐晓公爷要做的差不多 将江南的明星重新归拢 柳旭看向侯军义 道 我们入职南城县的时候 大人给我们上的第一课 是打扫卫生 现在 我们进于县的第一步 也是打扫卫生 进行全面消毒 这件事 由太医院和新军负责 城防 由黑甲军接手 话落 他看向萧兰 道 至于于县的世家豪族 则交给公主殿下了 第671章 兄弟 你立大功了 江南 铜县 徐安站在城外 看着不远处的城 嘴角露出了笑容 铜县是江南的腹底 距离淮南城不过两百里 他经过了两日的急行军 躲过了淮南王的追捕 反其道而行 带着人直接钻到了江南腹底 现在江南乱不乱 安哥说了算 曲城已经打得热火朝天了 想要让淮南王痛不欲生 最好的办法 那就是捅他的定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 现在一群人 穿着破旧脏乱不堪的破布衣 有点杀风景 气势全无了 距离淮南城太近了 一旦行踪暴露 淮南王府高手全部出动的话 我们连逃的机会都没有 你考虑清楚了 无邪走到徐安身边 他手中没有再抱着剑 为了扮演郝刘明这个角色 不仅是他 跟在他们身后的十几个江湖高手 也都和无邪一样 将自己的武器 藏在了身后的山谷中 那就得看秦宇 他们的本事了 徐安摸了摸鼻 道 再过两日 他们会主动暴露行踪 将淮南王的高手尽数引走 到时候 淮南王的后院空虚 刚好有利于我们搞事情 一听要搞事情 孔烟当时就激动了 所以你想好了 我们要干什么事情了吗 虽然现在只能穿着破旧的衣衫 对他这个养尊处优的大小姐 来说是一种折磨 不过这种折磨 比起能和徐安一起搞事情 那就可以忽略不计了 徐安手摸着下巴想了想 摇头道 还没想好 不过总会找到切入点的 走吧 咱们先进城弄点吃的 放心 只要主动暴露身份 就咱们这身装扮 绝对很安全 众人文言脸顿时都无语了 你这不是废话吗 狗见到你都嫌弃好吧 一群人开始往铜县县城走去 结果刚到城门 守城的士兵直接将他们拦住了 站住 铜县部收留难民 想要活命滚去别处 徐安立即哭了起来 不断作医 军爷 行行好 让我们进去吧 我们村里遭了水灾 村庄都被淹了 我们没有活路了 才出来逃难 求你们给条活路吧 话落 他不忘给身后的高手 打了一个手势 怒道 干啥呢 还不求求军爷啊 一群江湖高手顿时想打人 最重要的是 他们忽然意识到 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徐安这混账说 进城弄点吃的 该不会是想要带着 特妈沿街乞讨吧 这种事 这家伙完全做得出来 不 我们不想进城了 我们丢不起这人 一群江湖在心头怒吼 这将来要是重回江湖了 这种可以吹牛逼的事情 他们都不好意思说出口啊 军爷 行行好 给我们一条活路 军爷 我们好几天没吃东西了 救救我们吧 虽然不爽 但一群高手 还是憋屈地配合了徐安 一个个差点泪流满面 救你们 那谁来救我 放你们进去 老子就得人头落地 守军手中的长枪 逼退徐安 满脸凶狠 赶紧滚蛋 不然打断你们的腿 是 是 我们滚 我们这就滚 徐安立即向后退去 不准我们从大门进 那我们就翻墙进去呗 多大点事 吵吵闹闹的 怎么回事 这时 一个手持马鞭 满脸胡茬的粗犯男人 走了出来 守城的士兵 立即笑着迎了上去 满脸羡慰道 将军 来了一群逃难的难民 县令大人 不是下令严禁收留难民吗 手下正准备 将他们赶走呢 啪 男人的皮鞭 直接甩在了士兵的身上 冷声道 县令大人的命令 就是对的吗 大家都是老乡 那么苛刻 干什么能帮 就尽量帮一下知道吗 人家都这么可怜了 你还要赶他们走 还有没有一点良心了 士兵点头哈腰 道 是 将军教训的是 是我错了 徐安 看向粗犯男子 双眼泛光 哎哟 好人啊 看来 不用偷偷摸摸翻墙进城了 男人走上前来 看向徐安道 自我介绍下 我是同线的守将 张芒 同线现在不接受难民 你们就算进城了 被抓到也是死路一条 所以 我是不能让你们进城的 但可以给你们指一条活路 嗯 能吃苦吗 徐安连连点头 一脸感激道 能能能 我们都是庄稼人 干的就是力气活 能吃苦 很能吃苦 一群高手 顿时都在心里肥肥 你能吃苦 吃你个鬼吧你 这几天过来 可是我们轮流 背着你过来的 还没清明约 想要骗过敌人 首先得先骗过自己人 骗你大爷 嗯 既然如此 那便跟着我走吧 张芒招了招手 将刚才蓝徐安的士兵叫过来 道 去 将我的马牵过来 再准备两辆马车给他们 然后集合队伍等老子 送他们去难民营地回来 老子 还得带队去抓徐安呢 徐安当时就呵呵了 兄弟 实不相瞒 咱老徐就在你面前呢 你这等下要带队抓我 肯定是抓不到了的 因为等下你将 亲自将我送去安全的地方了呀 很快 十几名士兵牵着张芒的战马 和两辆拉伙的马车过来 徐安让所有人上了马车 便跟着张芒离开了铜县县城 一路上 徐安很想和张芒聊聊 这家伙看上去挺好骗的 说不定能从他口中 套出不少有用的情报 但想了想 徐安还是忍住了 现在整个江南都在找他 言多必失 要是这时候暴露了行踪 淮南王的高手和大部队围过来 那就死翘翘了 一个时辰后 徐安看到了一座银寨 出现在了视线中 山寨建立在大山下 和影视剧中的土匪山寨有些相似 不过却比土匪山寨大得多 山寨大门前还不断有马车进出 看到马车上拉的东西 徐安瞳孔陡然一锁 铁矿 竟然拉的都是铁矿 娘的 不会这要瞧吧 这下溜达一圈 居然溜达到了淮南王的铁矿场 铁矿场意味着什么 那可是源源不断的装备 没有铁矿 炼不出铁 那淮南王就造不出足够的兵器 那他还怎么反 徐安看向张莽 顿时满脸慈祥 兄弟 你立大功了 将来灭了淮南王 老子一定给你记大功 给你戴上大红花 但很快 徐安嘴角的笑容便渐渐僵硬住了 临近山寨他才发现 整个山寨戒备森严 一眼看去 密密麻麻都是淮南王的士兵 营中还修建了数十上百座瞭望塔 每个瞭望塔上都有众母 这还只是看得见的 看不见的 不知道还有多少兵马呢 而且 铁矿场这种重地 淮南王肯定会派有高手镇守 单凭他们十几个人 想要掀翻这座铁矿 难度太大了日 好像高兴得有点早了呀 第672章 我准备先拿下这个女人 哎呦 张将军 又给十三娘送人来了 再不送点人过来 十三娘就得拿我们这些人充数了 辛苦辛苦 见到张莽 看守营地大门的将领 十分激动 他笑着挥了挥手 周围的士兵都向着马车围了过来 短短十几秒的时间 两辆马车直接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看到这一幕 所有人的目光几乎齐齐地看向徐安 目光细血而玩味 甚至有种将他按在地上打一顿的冲动 你不是说 只要不暴露身份 就是安全的吗 这就是你说的安全 这都被人给卖了好吧 嘿嘿 误会 这是意外 真是意外 徐安也是一阵无语 单可两声 掩饰尴尬 亏他刚才还觉得 张莽这老小子还不错呢 结果反手将他卖了 这是被当成矿奴了呀 我草 张 张哥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只是徐安看向张莽时 又换上了另一副面孔 此时的他满脸恐惧 双手拢在腹前瑟瑟发抖 俨然一副吓坏的样子 哦 我给你们找了的好差事 留在矿场挖矿 张莽扫了一眼徐安 原本随和的脸上充满了暴力 在这里好好干 干好了 有饭吃 干不好 随时都会死 尸体还会直接丢到山谷中喂狼 你妹 还真把老子卖了 除了狗皇帝外 还从未有人敢这么卖老子 你老小子死定了 心头虽然不爽 徐安脸上却假装满脸恐惧 吓得连连后退 张哥 不要啊 张哥 咱们不是老乡吗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 求你给我们一条生路 我们不要在这里做工 求你放我们走吧 给我们一条生路 争 张莽的长枪 直接抵在了徐安的脖子上 我说的话 你没听懂是吧 徐安举起双手 哭丧着脸道 张哥 弟弟我这是为了你好 弟弟我在这里 肯定会出事的 当然会出事 就你这种身板 一般在这里能活三天左右 张莽手中的枪 拍了拍徐安的脸 道 当然 你要再废话 现在我就可以送你上路 不 我闭嘴 我闭嘴 徐安连忙捂住嘴 靠 和你说句实话你 怎么就不听吗 众人看着这一幕 都不由一阵无语 这家伙也不知道 是不是马戏团出来的 这还真是演什么像什么 当然 也可能是自带的技能 剑 一剑在手 天下无敌 张将军 这次有点少啊 看守大门的将领 看了看马车 面色明显有些不满 以往都是几十上百人的 现在怎么就只有十几个人了 而且还有五六十岁的老头 这种人进去一天不到 估计就死了 到时候 兄弟们还得帮着埋呢 晦气一群高手 本来还在富匪徐安 听到这话当场大怒 差点忍不住当场出手 说谁老呢 信不信我们当中随便走出一个人 都能一巴掌将你拍成肉泥 别乱来 别暴露气息 否则我们都得死 徐安看了众人一眼 微微摇头 警告他们别妄动 现在情况尚不明朗 擅自动手暴露行踪 说不定他们全都得折在这里 张芒冷笑一声 道 少特马的挑肥减兽 方圆百里都快被你们造成无人区了 能有人就不错了 再说 要不是看在十三娘的面子上 你以为老子会亲自给你送人过来 十三娘 这是重点 要考 徐安连忙将这个名字记在心头 不出意外 这个女人应该就是矿场的主要人物之一 首将连忙点头 道 是是 张将军说的对 谁不知道 明张将军劳苦功高呢 是我梦忘了 我这就去禀报十三娘 徐安看到张芒魁梧的身体 陡然僵了一下 随机 他一挥手 道 禀报就不用了 本将军已经整装待发 奉命北上围追堵截徐安了 等本将军摘下徐安的人头 再回来给十三娘报功 徐安眼微眯 老兄 白日梦做多了 还想摘老子的脑袋 这颇天的富贵就在你面前 你却抓不住啊 而且 张芒这货 似乎对着十三娘 有点别样的感情啊 要杀老子 信不信 要是十三娘够漂亮够年轻 老子先使美男即将 他给拿下了 嘿嘿 张将军威武 那小的便静等将军凯旋了 首将笑着舔了张芒一句 一挥手道 将他们全部压下去 通报一下十三娘便将他们赶下矿洞 下车 一群士兵逼着徐安十几个人下了车 往大营走去 孔烟下意识地走到徐安身边 手抓着徐安的手臂 徐安 我害怕 他低声说道 被这样的阵势吓到了 怎么 不是喜欢搞事情吗 现在知道怕了 徐安美好气地瞪了孔烟一眼 之前烧船的时候 看你烧的那是一个欢 现在知道害怕了 放心 有我呢 但他的手 还是老实地拉住了孔烟的手 骂归骂 说归说 但分开是不行的 这小妞不是吴邪 这小妞可没有武功 和一大群男人待在一起 要是知道她是女人 那后果不堪设想 现在 我们还有机会杀出去 吴邪看了一眼周遭的环境 低声道 外面有圣女侧应 以我们现在的实力 杀出去问题不大 不行 这个铁矿我必须拿下来 徐安摇头拒绝 这个煤矿 可是淮南王的命根子 无论如何都得拔了 现在误打误撞给闯进来了 这是大好的机会 虽然还没想好该怎么做 但这样的机会 错过的一旦动手身份暴露 这个地方的防守会更加严密 到时候想要再回来就难了 我尽快找个办法争取主动 但接下来一段时间 你们暂时需要委屈一点了 徐安看了众人一眼 低声说道 这群江湖高手可都是暴脾气 真被监工两皮鞭打下去 他们是会奋起杀人的 必须先打好预防针 当然 最重要的还是孔烟 这小妞必须得弄到自己身边 否则以她的智商 分分钟就得暴露身份 从现在开始 不要叫我的名字 都叫我少爷 事发突然 徐安只能尽量做一点安排 你们 都是我家里的仆人 我叫刘安 家住于县清河镇刘家村 村里都被水淹了 我们是出来逃荒的 话刚说完 徐安便看到一个 穿着红衣的漂亮女人 和一个黑衣男人 从营区走了出来 见到女人 徐安双眼顿时一亮 道 我有主意了 我准备先拿下这个女人 第673章 前提是 得让我爽了 徐安嘴角有了笑容 张莽着皮肤看上的女人 她刚才还以为是个老女人来着 没想到 竟然是个这么年轻的美女 前途后翘美貌如花 特别是凶 一眼看去 简直比珠穆朗玛峰还有气势 难怪张莽念念不完 却有色心没色胆呢 当然 这也说明一个问题 这个女人有点东西 要是玩拖了 小命 估计得搭进去 不过 徐安还是觉得 美男计 能用 从刚才守门的将领 和张莽的对话 徐安怀疑 这个女人有点特殊爱好 或许她这张脸 可以用得上 碰 结果她话刚出口 孔烟用力踩了她一脚 还不忘用力碾了碾 你敢乱来 等回去我告诉了 你就死定了 徐安忍着疼痛 义正词言 道 不会的 事急从全 大老婆肯定理解我的 只要到时候 你别添油加醋就行 我一定会的 孔烟一字一顿道 你刚碰这个恶毒的女人试试 她自然知道 徐安这么做 是最好的选择 只要拿下这个女人 让徐安能获得短暂的自由 那以她的本事 想要在整个营地中掌握主动权并不难 可问题是 她很不爽啊 这男人她都没拿下呢 凭啥要让给这女人 敢乱来 你死定了 无邪冰冷的声音 也在身后响起 孔烟听到这话 双眼顿时一亮 忽然觉得 这女人关键时刻靠得住 也不是那么讨厌了 徐安无语 孔烟这小妞胡闹就算了 你咋还跟着凑热闹呢 别玩得太过火 这女人能分分钟炸干你 嗯 是个高手 床上床下你都不可能是对手 呃 我说的是 不暴露你神游玄境的前提下 要不还是别装了 你神游玄境直接出手 和我们配合灭掉整个矿场 应该没有太大的困难 一群江湖高手也低声说道 实在是被坑得有些怕了 也都不看好他 怕他玩脱了 将他们给坑死徐安 徐安脸都黑了 你们这么不相信我 那老子 更得证明一下老子的魅力 没有诗词歌赋琴奇书画 老子依旧是美女杀手 徐安当即抬手 将自己脸上的泥土擦得干干净净 顿时 一张帅气的脸 便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中 敢暴露真容 你不怕他们有你的画像 孔烟跟着美眸 这混账竟然来真的 而且是说来就来 竟然不做半点铺垫 画像肯定是有 但只存在于 追捕我们和淮南王的密碟手中 他们还不敢明目张胆 在江南贴我的画像的 徐安得意一笑 道 我又没有犯法 淮南王总不能发布 还不文书来抓我吧 就算他想要用其他方法悬赏 那也得先弄出一个足够大的势力 出来背锅 江南目前有着实力的 只有武林盟和天地毁 现在徐霄和狗皇帝 正等着他老怀出昏招呢 他只要敢动 徐霄和狗皇帝 就能名正言顺地 铲除这两股势力 这可都是淮南王 这老东西的左膀右臂 他舍得吗 众人无言 你说的好有道理 我们竟然无从反驳 他们当时全都闭嘴了 乌邪别开了头 孔烟气得嘴角直冒泡 但都忍住了 没有再说什么 和徐安讲理 呵呵 他的歪理能一套一套的 让你防不胜防 关键是 你还觉得他的歪理很有道理 拜见十三娘 拜见江大侠 领头的淮南军将领 恭敬冲着男人和十三娘行礼 徐安眼皮猛的一跳 我草 江湖人 特娘的 老子身后就一圈江湖人呢 可别特娘的撞车了呀 徐安下意识地向后看了一眼 好吧 这群家伙为了防备丢人 脸上的泥土整起来比谁他都狠 都快将整张脸给糊了 大意了 这表演的痕迹太重了 哦 有新人送来了 十三娘目光扫了一眼眼前脏乱的人群 下一秒 便注意到了人群中鹤立鸡群的徐安 美眸不由微微眯了起来 是 淮南军将领刚刚拱手回话 徐安直接先抢答了 对 我们就是心爱的人 徐安走了出来 看着对面的红衣女人 微微拱手道 在下刘安 是于县清河镇刘家村刘家人 我刘家在清河镇刘家村 乃是大族 若非水患 恐怕两位也不会认识我 将来恐怕也只能听听在下的传说 因为要不是水患 不用两年的时间 少爷我的产业就能遍布整个江南 成为江南最年轻的少年俊杰 听到这话 孔烟以及一众江湖高手全都愣住了 大哥 你也不看看现在什么处境 谁给你的胆子这么大喘气的 你能别这么做死吗 你这话说的 我们都想揍你 更别说敌人了 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的神经绷紧 准备随时救援徐安 而淮南军守将和一众士兵 当场都给猛逼了 这伙刚才在外面不是耸的要命 差点鬼哭狼嚎球放过 怎么到了这里面 反而胆子大起来了 竟然敢在十三娘面前嘚瑟 这不是找死吗 敢在十三娘面前这么叫嚣的人 已经死得差不多了 被称为江大侠的中年男人 看了一眼徐安 脸上也满是细血 村里的大族 什么时候 村里的大族也敢拿出来 威震四方了 十三娘美眸盯着徐安 在这营地中 无论是淮南军还是矿工 在他面前谁敢抬头看他一眼 因为他在这个矿场 就是有名的母业差 死在他手上的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现在 一个不识好歹的小年轻 竟然敢在他面前跳 十三娘舔了舔鲜艳的唇角 道 嗯 所以呢 你想表达什么 我身份尊贵 就不用下矿洞了 我的份交给我家这群下人就行 徐安翘着大拇指指着自己 道 我在这里 帮着你们赚大钱 多的赚不了 每个月赚个十万两 对我来说是小儿科 当然 前提是 得让我爽了 淮南军众人听到这话 脸皮猛地颤了颤 一个月赚十万两 你管这叫不多 十万两啊 你也不怕风大闪了你的舌头 江淮和十三娘相视一眼 都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懂了 这家伙是不想下矿 和他们谈条件的 不过 一个月十万两 的确很诱惑人 第674章 杀出去 你会死得痛快点 十三娘和江淮 都是这座铁矿厂的管理者之一 作为铁矿的管理者 守着这么一座金山 要说他们没有半点灰色产业 那是扯淡 十万两 这搁在以前 那是他们近一年的收益 小弟弟 敢和姐姐谈条件 你还是第一个 十三娘称了一眼徐安 随即看向江淮道 江大侠 你怎么看 是杀呢 还是不杀 嗯 这小子姐姐 我是很感兴趣的 感兴趣 哪个小白脸 你不感兴趣了 江淮脸上泛起一抹嘲讽 笑道 既然十三娘想要留 那就暂且留下吧 但如果下个月 我见不到十万两 我会亲手寡了她 徐安文言 当时就呵呵了 十万两而已 很多吗 只要老子能出营地 一百万两 都能给你运来好吧 赚不了 老子不会让狗皇帝 补差价吗 江淮转身离开 十三娘走上前 直接捏着徐安的下巴 抬了起来道 好了 那你现在就是姐姐的人了 跟姐姐来吧 至于其他人 给他们一口热饭 然后赶他们下矿 徐安举手 道 等等 我得留两个 她指了指身侧的 无邪和孔烟 道 他们都是自幼 和我一起长大的 都是少爷我的书童 负责照顾我的起居 少爷我可是 连穿衣都不会 没有他们 谁来照顾我 总不能 还得麻烦姐姐你吧 听到这话 一群江湖高手 又想打他了 虽说徐安这是为了 保护孔烟和自己 但他们就是很不爽 这种被抛弃的感觉 让他们想要打人 十三娘看了一眼 无邪和孔烟 点头道 好 那姐姐就大发慈悲 让你带着他们一起吧 其他人 下旷 十三娘挥了挥手 淮南兵便将徐安身后的人 全部带了下去 他指尖微微用力 将徐安拉了过来 盯着他的脸 看了一会儿笑道 来人 带他下去洗干净 送到我的房间中来 徐安身体不由紧绷 姐姐 虽然我施展的是美男计 但这发展是不是太快了 我还没准备好 然而不等他说话 便被几个淮南兵 扭送进了营区 而且 这些士兵看他的目光 都极为怪异 都带着浓浓的怜悯和戏血 没有半点羡慕嫉妒 娘的 这小子真够猛的 竟然敢送又十三娘 哈哈 死在十三娘手上的男人 已经数不清了 也不差这小子一个 昨天埋的那个血肉模糊 全身没有一块好肉了 打个赌 你们猜猜看 明天这家伙剩几块肉 押送的士兵 没有避讳徐安 当场看着他议论起来 徐安咽了咽口水 心头直发虚 我特骂 你们能不能给点面子 你们当着我这个 当事人的面说这种事 能不能考虑一下我的胆受 老子也会害怕的好吧 那个十三娘 别是真有点什么特殊癖好吧 很快 徐安几人就被带到一间 破旧房间中 押送的淮南军刚离开 孔烟就蹦了起来 蹬着徐安道 美男计 美男计你个大头鬼 女人就是条蛇蟹 现在怎么办 你说咱们现在怎么办 无邪眸色冰冷 盯着徐安道 杀出去 你会被乱刀砍死 但可以死得痛快点 徐安 有你们两个这么捕刀的吗 乱刀砍死 你管这叫死的痛快点 这和凌迟处死的区别 估计就是先被吓死 再说 谁说老子就不能风流死了 女人怎么样不能道听途说 得亲自实战之后再论 当然也不能乱来 行了 你们两个就不能想点好的吗 咱们是来搞事情的 不是来找死的 徐安瞪了两人一眼 没好气到 不就是个女人吗 看我怎么拿下她 而且 我总觉得 这个女人没表明那么简单 理由 无邪兵冷道 徐安抬手斧着下巴 道 男人的第六感 无邪和孔烟 脸色都是一僵 随即孔烟 直接一脚 向徐安踹了过去 你去死吧你 还男人的第六感 我看你是对那个女人有感吧 徐安笑着跳开 这时 门再度被人推开 几个士兵 抬着一个大水桶走了进来 徐安看着桶中热气腾腾的水 道 再去准备两桶水 我的两个下人也要洗一下 别拿那种眼神看我 老子有洁癖 不喜欢和人共用一个浴桶 除非是女人 徐安在心头暗暗加了一句 那几个士兵冷冷看了徐安一眼 也只是冷哼一声 没有反对 徐安要是死了 那也白死 但他要是能搞定母叶叉 说不定以后还得看他脸色 能不得罪 还是不得罪的好 很快 又有两桶水送了进来 同时 还给徐安几人 送来了一些干净的衣服 有可 还挺讲究 我现在倒是有些对十三娘 这个女人感兴趣了 徐安看向孔烟 道 美女 需要搓背吗 免费服务哦 滚 孔烟怒 这混账 大祸临头了 还有时间想这个 无邪 这里刚好有三个房间 你将三个桶搬过去一下 徐安手指着无邪和孔烟 道 我警告你们啊 千万管好自己的眼睛 可别偷看我洗澡 滚 去死 无邪和孔烟 险些忍不住 将徐安按在地上揍一顿 好了 不开玩笑了 徐安嘴角的笑容 渐渐收敛 道 孔平板 无邪 你们的脾气稍微收敛一点 在这里 你可能会看到很多凄惨不平事 但你们都要理智压制 否则 我们很容易暴露 特别是孔平板你 千万千万要警惕 不要暴露你女人的身份 不然会很麻烦 无邪淡淡扫了一眼孔烟 但莫道 换上男装 他想暴露都难 孔烟一愣 当场就炸了 无邪你什么意思 欺负本小姐 没凶事吧 你是有凶 但你有本事亮一个吗 嘿嘿 洗澡换装 干正事要紧 徐安连忙将孔烟拉到身边 瞪了无邪一眼 去去去 瞎说什么大实话呢 孔平板这叫没凶吗 这叫苗条 第675章 流氓神拳第一事 半个时辰后 徐安洗漱完毕 换了一身干净的衣服 无邪和孔烟也洗漱出来了 孔烟盘着男人的发迹 甚至为了防止耳动暴露身份 他还戴上了一顶小毡帽 看上去就像是个跑堂的小二 就是太白了一点 徐安叹了口气 只好双手摩擦了一下地板 在孔烟的尖叫声中 胡乱给他脸上抹了一层尘粉 尽量掩盖他的姿色 做完这一切 他才敲了敲耳朵 通过蛊虫联系圣女吃雨 圣女 你那边怎么样了 准备好了吗 蓝江圣女从曲成归来后 没有再跟他们一起行动 被他留作后手 在外面侧应 很快 吃雨的声音在耳中传来 不比跟着你进矿场的那些江湖高手弱 老子的蛊虫不敢靠得太近 要是被他们发脚 你们就死定了 只能等到晚上 等这些高手放松警惕的时候 老子再让蛊虫穿插到位 说完 他的声音又带着浓浓的忧怨 徐安 老子饿了 徐安嘴角猛地抽了抽 美女 现在是说这个的时候吗 而且 你这饿得是不是有些快了呀 前几天 一群江湖高手 连夜给你烤的上百只烧鸡 你全部吃完了 你先在周围打点野味 自己找地方考一下 等我们出去了 十倍补偿给你 徐安安抚他 又警告道 但记住了 你千万别跑出蛊虫的控制范围 免得蛊虫发生暴乱 最重要的是 你要不再发生意外 我们可就只能等死了 好 等你出来 我列一个清单给你 吃雨愉快地答应了 列一个清单 美女 你以为是吃西点菜呢 徐安无语 不过想到这小妞 需要心血 养千军万马 忍了 喂 刘安 该去见十三娘了 看守士兵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已经很不耐烦了 好 来了 徐安应了一声 随即 有头看向无邪 指了指孔烟道 这女人我就交给你了 保护好她 但她要是敢犯魂 可以先打一顿再说 滚 孔烟直磨牙 无邪这混账 现在还是男人装扮呢 你让一个男人打我 你想什么呢 你确定不用我跟着 无邪微微皱眉 很不放心徐安一个人 她现在空有神油玄境的一身真气 但没有武功 就是个废材 真要发生点什么 她只能跪地等死 不用 你要跟着很容易引起她们的警觉 我一个人能应付得了 徐安摇头拒绝 带着无邪目标太大了 一个村里面的小霸王 带着一个半步逍遥境的高手 谁信 再者 要是搞不定 直接暴露身份就是了 十三娘和江淮 肯定会拿她去向淮南王邀功 给无邪他们争取营救的机会 好 你小心 无邪微微汗手 道 你爹给你的拳谱 我看过了 你回来之后可以练 你有神油玄境的真气打底 专注一招就行 徐安双眼骤亮 道 你是说只练一招 无邪点头 道 嗯 只练狗 只练陛下的流氓神拳第一式 拳打狗头 将这一式学经 加上有神油玄境的真气 对你来说 足以自保了 徐安嘴角微抽 自保是足以自保了 但拳打狗头这名字 是不是有点太儿戏了 不过想到狗皇帝在江湖上的称号 徐安又觉得这名字很应景 和狗皇帝的性格很大 又交代了无邪和孔耶儿几乎 徐安便出了房间 负责带路的士兵早就在外面等着了 随手将门关上 徐安便跟着带路的士兵前去见十三娘 刚才为了不吸引人注意 他和孔耶儿以及无邪过来的时候 都很老实 没有东张西望 现在 去见十三娘 他终于可以光明正大的东瞅瞅西看看了 要借此机会 先熟悉一下营地 免得发生意外 连逃命都找不到方向 只是很快 徐安忽然发现 整个营地的气氛有些不对劲 因为 淮南军很多士兵都聚在一起 竟然在赌博 军纪如此散乱 这对徐安来说原本应该是好事 可是他却半点高兴不起来 反而十分的不爽 气得想要当场打人 因为这些士兵用来开赌盘的 竟然是他特娘的 这不能忍啊 来来来 买定离手 买定离手啊 押徐安能搞定十三娘的 一赔十 押十三娘能够搞定徐安的 一赔一 机会不多 快来参与 当装的是个赤裸着胳膊 后背纹着猛虎的中年男人 他正摇着手卖力吆喝 而此时他面前的地上已经堆了一大堆银子 足有上千两 但全是买十三娘的 至于买他徐安的只有几粒碎银子 我擦 这家伙是谁啊 徐安当时就不爽了 看不起谁呢 这是 都这么不看好我 信不信老子搞定十三娘 亮下你们的狗眼 那是我们的大将军 关山 带路的淮南军士兵说道 徐安双眼顿时眯了起来 难怪敢明目张胆地堵 并且还不怕十三娘呢 原来是这座矿场的保安大队长 但保安大队长又咋样 保安大队长就能瞧不起人吗 那今天老子换目标了 老子打的就是保安大队长 老子要叫你赔得连裤衩都不上 喂 你们这什么意思 知不知道你们这样做 已经错过了一个亿了 徐安双手插腰 向前走去 想要趁机捞一笔的 相信少爷我 买我 不就是十三娘吗 少爷我拿下他 没有半点难度 所有人齐齐地看向徐安 气氛一时间沉寂了下来 切 很快 所有人挥手 齐齐嘘他 搞定十三娘 这个世界上 能搞定十三娘的人 还没有出生呢 就是 死在十三娘手中的男人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了 就这家伙的顽裤样 恐怕在十三娘的手中 连半个回合都坚持不下来 哈哈 这家伙还真有自信 也不知道哪里来的 众人逆着徐安 满脸戏谑 没有一个人相信他 就连大将军观山 这时也有些错愕 他之前外出拉物资 没有见到徐安 只是回来的时候 听说了徐安的壮举 知道这家伙 是个有些狂妄自大 结果现在一看 这是狂妄自大吗 这是作死 第676章 美女 我没有被虐的癖好 小子 你还挺自信 可惜你没机会了 观山站了起来 抱着双手看着徐安 十三娘是谁 那是打个喷嚏 整个矿场都得翻天覆地的人物 在整个矿场 不怕他的人 几乎都死得差不多了 如果说之前 你小子还有点机会 那现在凭这些话 你必死无疑 那可不一定 我觉得我还有机会 徐安走到观山面前停了下来 随即 弯腰双手 从地上的银堆中捧了一把 洒在了买自己的这边 大将军 这钱算我向大将军借的 一百两 我买我自己赢 看着这一幕众人都愣住了 用我们的钱 买你自己赢 这是什么操作 空手套白狼呢这是 观山也是呆住了 这么不要脸的选手 他也是第一次遇到他 虎目顿时一瞪 眼中透着凶光 小子 你耍老子呢 你拿老子的钱买自己 输了没钱赔 赢了 还了老子本金 老子还得倒给你数钱 你啥损失都没有 你当老子好蒙骗是吧 观山手拎着徐安 直接将他提上半空 捏着沙包打的拳头要揍他 谁说没损失 我要失败了 那小命肯定丢了 但大将军你的银子 还是你的银子 但如果我赢了 徐安手连忙拦住观山的拳头 道 我若赢了 他们的银子 就是大将军你的银子 若是十三娘赢了 就算是一赔一 大将军也得赔几千两银子吧 被徐安这么一绕 观山当场就有些梦了 他下意识地俯着下巴 道 说得好像很有道理啊 但你小子凭什么觉得自己能赢 徐安做羞涩状 道 因为 我帅啊 观山抬头看着徐安这张脸 这倒是实话 这张脸倒是挺好看的 就是听这家伙这么说 总有一种想要做这家伙的冲动啊 帅 小子 实话告诉你 岳帅的人在十三娘手中死得更快 观山将徐安丢在地上 道 不过 银子老子见你了 而且 你只要赢了 老子什么都不要 银子全给你 但你若输了 我家有良田千亩 房屋百间 田气和房气 放在了一个安全的地方 徐安打断了观山 他看向观山 道 藏在哪里 只有少爷我的书童知道 我若是输了 死了 大将军找我的书童要田气房气 但少爷我若是赢了 任我做大哥 如何 听到这话 众人都傻眼了 所有人看向徐安的目光 就像是在看个白痴 这家伙 他不是疯了吧 色诱十三娘就算了 他竟然还敢妄想和大将军称兄道弟 他是不知道 死字怎么写吗 观山也觉得是自己听错了 老子的年纪 都当你爹了好吧 他指了指自己 道 小子 你确定没搞错 你想要做我大哥 对 我想要做你大哥 让你跟着我混 徐安拍了拍胸口 那自信满满的样子 看得观山都迷糊了 怎么个意思 你是觉得我这个淮南王清风 皇帝亲自提笔亲批的大将军 还没有跟着你有前途呗 有意思 小子 你成功激怒老子了 观山走上前来 居高临下地盯着徐安道 好 老子就给你这个机会 你要赢了 老子认你做大哥 但你要输了 我会让十三娘将你的命留给我 这些年敢这么挑衅我的 你是第一个 徐安上前一步 同样笑着盯着观山道 成交 那你就准备好叫大哥吧 话落 他看向一众淮南军将士 道 再说一次 想要发财的 想要一夜暴富的 赶紧买我 否则错过这个村 可就没有这个店了 一群人脸皮直抽搐 懒得理他买你赢 你是觉得我们是傻子 钱多没地方花吗 围在周围的淮南军士兵 当场一哄而散 全都离开了 喂 你们什么意思 瞧不起谁呢 这是 我给你们谁 你们会后悔的 徐安怒 娘的 老子想要帮你们赚点钱 拉近一点关系 结果 你们很不是好歹啊 滚滚 十三娘还在等着见你呢 赶紧滚蛋 别在老子这里捣乱 关山一脚踹在徐安屁股上 将他踹飞出去 这明明是他的主场 这家伙参与进来之后 怎么感觉自己都成了他的陪衬了 你妹 等着叫大哥吧 徐安想冲关山术中只鄙视他 但是没敢 只能跟着带路的淮南军士兵离开 徐安原本还以为 再见到十三娘时 应该是在十三娘的闺房中 那个蛇蟹美人应该手撑着下巴躺在床上 交叠着雪白的大长腿 向他抛媚眼诱惑 而床上还应该铺满玫瑰花 毕竟电影电视剧里面都是这么演的 但真实的情况 却直接让徐安猛逼了 因为他所想的场景和现实 相差十万八千里 他被看守的士兵带到了地牢 没错 就是矿上不听话 或者企图逃跑 被抓回来的人 都被关在这里面 啊 我错了 别打了 饶命啊 放我出去 我不逃了 我再也不敢了 杀了我 杀了我吧 徐安刚进大门 耳边便传来了一阵阵凄厉的惨叫声 这让他不由下意识地咽了咽口水 心虚的不行 可娘的 这女人难不成是给我下马威吗 可 兄弟 您是不是带错了 十三娘 住在这里 徐安心头直发毛 险些忍不住转身就走 没错 十三娘就住在里面 最里面那一间就是了 带路的士兵看了徐安一眼 满脸玩味 英雄 加油 徐安一听顿时更心虚了 娘的 难怪关山笃定自己没法赢呢 这要是进去等下 被十三娘一顿伺候 还真特娘的 不知道能不能出来了 再往前走了一段距离 徐安几辈的汗毛都竖了起来了 只见地牢两侧的牢房 关着的人全都鲜血淋漓 身上有各种伤口 哀嚎不已 好不容易走过廊道 到了最里面的牢房 结果看到牢房里面的场景 徐安差点没当场跳了起来 十三娘就站在牢房中 一袭红衣随风烈烈而动 只是她手中正拿着一根皮鞭 皮面上鲜血淋漓 徐安下的心头顿时一个哆嗦 我擦 美女 我没有受虐的癖好啊 第六百七十七章 小男人 口气不小吗 徐安几倍凉嗖嗖 很想转身就走 虽然有一身神游玄境的真气棒身 但她这小身板 没有经过半点锤炼 城虎 安建成这群家伙 脱掉上衣 露出来的都是八块腹肌 而她亮出来的是八根肋骨架子 不然 也不会被称为精毒武将之耻 就她这小身板 挤鞭子下去 哎哟 小弟弟 你可终于来了 姐姐可是等你很久了 十三娘看到站在门外的徐安 舌尖舔了舔鲜艳的薄唇 勾了勾手道 站在外面做什么 刚刚不是挺厉害的吗 怎么 怕了 姐姐 我现在说刚才是误会 还来得及吗 徐安摸了摸鼻 硬着头皮道 这不是看姐姐你正在忙吗 要不你先忙 等你忙完了 咱们再说 小弟弟 别怕 这些人都是该死的人 姐姐很温柔的 可不会乱杀人的呢 十三娘扭着小蛮腰走了过来 徐安当时就无语了 姐姐 你这刚刚噼里啪啦的 将犯人打得半死不活 现在整个牢房中绑着的几十个人 还在惨叫 你给我说 你很温柔 温柔死人呗 而且 什么叫该死的人 这里的矿工 大多是百姓好吧 呼得 徐安灵光一闪 矿工 百姓 我靠 这不是县城的兵马吗 徐安本来还没想好 怎么搞残矿城 而且动静还得搞得大 让淮南王痛彻心扉 现在 他终于有了主意了 奇异啊 率领矿场这些百姓 翻了淮南王的统治 在淮南王腹地中心开花 嘿嘿 那肯定够这老小子喝一壶的了 而要完成这一大计 前提是 得先搞定眼前这个女人 搞不定这个女人 别说有机会接触矿工 估计现在 就得丢掉小命 但出卖肉体这种事吧 太羞耻了 做不出来啊 十三娘指尖缠着皮鞭 美眸打量着徐安 姐姐已经忙完了 现在 让姐姐好好地伺候伺候你吧 这么细皮嫩肉好皮像的 姐姐已经很久没遇到了 徐安不由咽了咽口水 马德 总感觉这女人想完的并不是皮鞭 姐姐 你觉得我这小身板 能扛得住你的进攻吗 徐安抖了抖自己瘦弱的身体 现在不能退 只能且战且看了 结果下一秒 女人直接出现在她的面前 嫩白的手掌 落在她的肩膀上轻轻一甩 他人就已经飞了出去 重重地摔在了十几米外的软床上 我擦 这么直接的吗 这还没彼此相互了解呢 你这就想深入交流了 不对 惨叫声怎么小了 刚才明明豪的像是要当场死去 现在竟然只有那么几个人在哼哼 靠 你们不会是在演老子吧 全都是演员 徐安挣扎着从软床上冒出头 就看到牢房中数十双眼睛都在盯着她 哪怕是被打得血肉模糊 此时看着她的目光都充满细血和玩味 我特骂 徐安脸色顿时就黑了 难怪十三娘说 这些都是该死的人呢 一个个心非得很 这明显是想要看她的热闹 他们现在很惨了 但要是她现在被十三娘整得半死不活 比他们还要凄惨 呵呵 那他们心里就平衡了 来人 将这些碍事的家伙 都给我亲出去 十三娘一手插腰 一手轻微地扬了扬 后在外面的淮南军士兵 立即冲了进来 江捆在牢房中的几十个 被打得惨不忍睹的人拖了出去 可 姐姐 其实没必要 咱们人多热闹 徐安一看 当时就急了 这个女人真想睡自己 老子是在用美男计 而不是投怀送抱啊 美男计先把自己给栽进去了 传出去 天下还不得笑死她 姐姐可不喜欢热闹 也不喜欢别人看姐姐的热闹 然而她话没说完呢 十三娘便已经向着 她走了过去 指尖轻轻一挑 披在身上的大红裙子 便从身上脱落 雪白的玉璧和红色的肚兜 便映入了徐安的眼帘 而随着她妖娆的步伐 只见双兔棒递走 仿佛随时都会从肚兜中脱头 徐安咽了咽口水 心头砰砰跳 不是心动 而是心虚 要是萧兰或者宋玉言 亦或者是她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 敢在她面前这么诱惑她 估计现在战斗已经打得十分激烈 到处都是枪炮声 可面对这个女人 徐安真不敢 鬼知道会不会有毒 日 计划赶不上变化 现在怎么办 老子不能从啊 徐安心头直发毛 十三娘却已经坐在床前 身体微微前倾 让那身不见底的雪山沟壑 暴露在徐安的视线中 很美 很诱人 泽泽 看来姐姐运气很不错 十三娘见到徐安的反应 只觉得有趣 道 怎么 你刚才在外面的时候 敢对姐姐我使用美男戒 现在姐姐都送到你面前了 你又不敢了 眼看十三娘将自己的手 往她胸口按下去 徐安吓得赶紧缩回来 果然女人浪起来 就没有男人的事了 怕 少爷我怕过谁 只是现在不是时候 心怂但身体 不 嘴不能怂 徐安看着十三娘 满脸正气 少爷我是正人君子 这种事可是大事 怎么可以如此草率呢 再说 嗯 说的对 不能草率 十三娘躺在徐安身侧 将她拉过来 唇角当着春意 那换你主动 如何 徐安正住 脑袋一时间竟然有些短路了 我是这个意思吗 我不是这个意思吧 这女人是在曲解我的意思 我主动就不草率了 哼 小男人 不 小男孩 毛都没长齐 口气倒是不小 十三娘翻身压在徐安身上 只见在她身上画圈圈 我还以为床上的胆子 会和床下的胆子一样大呢 既然床上没胆子 那就先聊聊床下的事吧 说吧 你想怎么帮我一个月赚十万两的 徐安身体陡然紧绷 感觉全身就像是有蚂蚁在爬 心被挠得直痒痒 却不敢动嘶吼 好在这个女人转移话题了 不然她坚持不了多久 就得破防 被这个女人拿下 那简单 只要少爷我出手 赚十万两 没有任何问题 徐安现在最需要的 就是和矿工接触 获得矿工的信任 她脑袋迅速转了起来 一套粗略的计划 便已经在脑海中形成 看着躺在自己身上的女人 徐安笑道 当然 想要越赚十万两 单凭你们现在的生产量 肯定不行 我需要提高生产力 只有提高生产力 你们的矿每个月足够交差之后 剩下的才能偷偷用来牟利 现在 整个矿厂一共有多少矿工 第678章 姐姐 你怕不是自己人吧 这是徐安最关心的问题 她不担心人太多 她只担心人太少 既然要搞大声势 人太少可不行 这里不是取成 她可没办法不断从龙骨关运钉 十三娘盯着徐安 美眸不由眯了起来 直到盯着徐安莫名的心虚 她才笑嘻嘻地说道 矿工有多少人 姐姐怎么可能知道呢 姐姐又不是矿上的管理者 姐姐只是镇守者 所以 姐姐只知道镇守者的情况 镇守者高手有63人 其中四进高手有18人 关山的淮南军 共5000多人 但他真正能掌控的 不足2000人 此外 在铜县中外 还驻扎有三万兵马 那里是淮南王的兵工厂 铁矿运到那里兵工厂之后 便会被炼出来 打造兵器 徐安呆住 我擦 姐姐 你怕不是自己人吧 这么重要的情报 你就这样直接给我了 你这告诉我这么详细 我有些不敢信啊 还是这个女人发现了什么 在试探我 哼 姐姐 你告诉我这个没用 我只关心能给咱们赚钱的矿工 徐安干咳一声 道 我又不需要准确的数字 给我一个大概的数值就行 十三娘咬着指尖沉吟了一会儿 道 三个矿洞加起来 大概两万人吧 不过这几天天天有人死 一天就死上百人 估计几天后 就又得抓人了 文言 饶是徐安在镇定 脸色也是变了 两万人全部窝在三个矿洞中 别说开采矿石 连呼吸都成问题好吧 矿洞中如果通风不好 几万人在呼吸 很容易就导致缺氧 想到后果 徐安都在心颤 这简直就是草菅人命 不行 得加快计划了 能就多少算多少 不然 这两万人 恐怕支撑不了多久 一天死这么多人 那可都是钱 是钱 徐安为自己的失态找了借口 看向十三娘道 姐姐 你是镇守者 那谁是矿上的管理者 我想和她聊聊 十三娘将徐安的所有变化 都看着眼底 笑道 和姐姐说也一样 你是姐姐的人 徐安一愣 当场就明白了 矿上人心不齐 有明争暗斗 徐安冷哼一声 开始表演 矿上的管理出现了问题 我想让管理者授权给我 让我来管理矿工 之前 我听张莽说了 方圆百里 可被你们造得快没原烟了 他们再给我造 人没了 那老子 还怎么赚十万两 那可是事关我的小命 一个月赚不了十万两 江淮那老小子得要我的命 十三娘手正在徐安身上游走 文言吓了一跳 手下意识地捏紧 直接将徐安捏得惨叫起来 哪怕他有准备 他也没想到 徐安竟然敢狮子大开口啊 管理矿场两万矿工 你还真敢想啊 哦 具体想怎么管理呢 先给姐姐说说看 十三娘爬起来 坐在了徐安的身上 想要说服江淮 那就得先说服姐姐 说服了姐姐 姐姐帮你说服江淮 很好 感兴趣那就稳了一半了 徐安招了招手 十三娘便俯身贴在她的耳边 徐安便将自己的计划 详细地告诉了十三娘 十三娘听完之后 坐起来陷入了沉默 许久之后 嘴角的笑容才妩媚起来 很不错 看来小弟弟你 只是床上不行 床下还是有点本事的 明日 我会找江淮谈一谈的 我想 他应该不会拒绝 徐安连连拱手道 那就多谢姐姐了 弟弟我的命 可就全交在姐姐你的手上了 相比于你的命 姐姐更想要你的人 只是姐姐怕一不小心没忍住 把你给玩死了 那可就断了很多人的财路了 十三娘从徐安的身上下来 道 回去准备一下吧 不出意外 你明天就能开始干活了 至于咱们之间的事情吗 姐姐我可以等的 等你为姐姐赚足了银子 姐姐一定会亲手吃了你 徐安心头顿时松了一口气 紧绷的神经终于松懈下来 他还真怕这个女人来墙的 他要是来墙的 那他只能躺在床上 任由他胡作非为了 至于这个女人 想要等他赚够银子再吃他 那一定没机会了 给少爷我一点时间 谁吃谁还两说呢 多谢姐姐 我愿为姐姐占惊胜 徐安立即从床上蹦了起来 重重拱手道 滚吧 不然 姐姐可不一定还有克制力哦 十三娘舔了舔鲜艳的薄唇 徐安吓得转身就走 连说句狠话都没敢 在这个女人的面前横 他能横死你 看着徐安跑出牢房 十三娘嘴角一挑 美眸情绪隐晦难明 于县清河镇刘家村 村子室友 可姐姐我不记得 村里还有个叫刘安呢 他轻笑一声 抬手轻轻拍了拍 一道黑影便已经闪进牢房中 单膝跪在地上 去 帮姐姐我办一件事 曲江水面上 一艘大船正在缓慢航行 肖默站在甲板上 看着渐渐后裔的水岸 脸色阴沉至极 徐安 徐安 无论你藏在哪 我必定将你揪出来 将你碎尸万段 肖默一拳砸在栏杆上 杀意凛然 三天了 整整三天的时间 无论是水上还是陆地 整个大江南北方圆几百里 都搜索过了 别说徐安的消息 就连痕迹都没有半点 徐安自从离开了曲城 就像是人间蒸发了一般 而淮南王给他的期限 只有七天了 期限一到他杀不了徐安 那死的就是他 少将军 既然方圆几百里 都找不到徐安 那徐安肯定不在这片区域了 肖默身后 诸葛青拱了拱手道 我觉得 咱们没有必要在这片区域 投入这么大的人力物力了 需要向外搜索了 肖默经过曲城的事后 现在对诸葛青的建议 已经没那么无事了 但现在听到诸葛青的话 他还是没来由的一阵火大 向外搜索 没有找到任何徐安留下的蛛丝马迹 根本就没办法判定 徐安离开的方向 江南这么大 怎么向外搜索 诸葛青微微拱手道 可以重点向淮南城方向搜索 或者向江南腹地搜索 徐安要是听到这话 肯定当场暴走 呵呵 我特麻谢谢你啊 第679章 徐安 你千万要坚持住 肖默猛地回过头 声音拔高了几分 先生是说徐安往江南腹地去了 话刚出口 肖默又冷笑一声 不等诸葛青说话 又先否定了 这不可能 江南腹地戒备森严 徐安赶入江南腹地 那是找死 诸葛青看到肖默狂妄的样子 心头不由暗骂 白痴 吃了这么多次亏了 还这么娇狂 还真是不吃教训啊 你的对手是谁 那是徐安 一个能让狗了十几年的袁康帝 放弃自己原来的大忌 不得不配合 他那乱七八糟的计划的少年 你还敢这么小觑他 看来 丢了取成的教训 对你来说太轻了 你还需要一次更大的痛 才能觉悟 而且这一天 估计不会太远了 其他人不可能 但徐安就难说了 诸葛青拱了拱手 耐着性子解释道 徐安此次作为钦差大臣南下江南 名义上是替朝廷赠栽 但真正的目的就是淮南王 只要以这一条准则为基础 以此向淮南王方向排查 肯定能找到徐安 话落 诸葛青又暗暗在心里补充道 你要玩 你自个玩去 老夫的目的也是淮南王 没时间陪你玩猫捉老鼠的游戏 他确实没有时间了 先徐安一步来到江南 结果什么都还没做成 徐安这小王八蛋刚到江南 就直接先将取成拿下了 要是再不整出一点成绩 等将来江南平定了 皇帝和徐霄那老小子 得笑死他 诸葛青身后 背着剑的少年 逆了一眼诸葛青的后脑勺 先生 你又坑偶像 我偶像是你那么容易坑的吗 你小心别到时候 又暴跳如雷了 肖默脸色阴沉 下意识地想要反驳诸葛青 但话到嘴边 他却忍住了 之前就是因为 没有听从这小老头的劝告 没有及时杀了徐安 才导致他失掉了取成 现在不听他的建议 鬼知道还会不会出什么事 那就听从先生的意思 往淮南方向排查 最终 肖默点头赞成了诸葛青的意见 随即 他抬头看向淮南方向 冷笑一声道 刚好 父王给我准备了几个帮手 应该也快到东安城了 我得亲自去接一下 诸葛青眸色骤然一宁 帮手 谁淮南王请了外援 还是淮南王和谁联手了 而且还要肖默亲自去接 这说明什么 说明来人的身份很高 江南现在已经是一趟浑水了 现在有人又进局了 看来江南还真是越来越热闹了 诸葛青笑着拱了拱手 开始套话 哦 王爷亲自安排的帮手 那肯定是手眼通天的人物 敢问邵将军 帮手是都有谁呢 见到诸葛青 一副十分不爽的样子 肖默以为他是害怕自己的地位不保 嘴角泛起一抹细血道 先生放心 无论父王给我安排什么帮手 先生依旧是我的左膀右臂 至于帮手是谁 先生明日随我一起去一趟东安城 便知道了 诸葛青听到这个地名 心头猛地跳了跳 东安城 江南最东端的城市 帮手自东而来 静安王萧景轩的人 还是东渔的人 无论是谁 徐安这小兔崽子都危险了 诸葛青暗暗咬牙 有些后悔了 他这么帮肖默 会不会导致徐安应付不过来 导致这小兔崽子直接被灭了 他要是出了点好歹 袁康帝和徐霄肯定会发疯 得生生将他撵成肉泥不可 想想都好可怕 徐安 你可千万要坚持住啊 童县 矿场 徐安回到房间时已经入夜 无邪和孔烟立即围了过来 怎么样 你没事吧 徐安 你没把那个恶毒的女人怎么样吧 无邪清冷的脸上带着担忧 孔烟却是直接开门见山 他现在最关心的就是这个 那个女人虽然很漂亮 但由于受到淮南王的影响 他对那个女人几乎没有半点好感 所以 此时看着徐安的目光都充满戒备 就像是生怕自己的绝世宝物被人给污染了 说什么呢 少爷 我是那种人吗 眼看着孔烟鼻子凑过来 想要闻他身上有没有女人的味道 徐安莫名的心虚 直接将他的脑袋推了回去 那个女人是想要睡我 但少爷我的身体 岂是随便一个女人能得到的 当场就给言辞拒绝了 徐安大意凛然 就像是个得胜将军 仿佛之前被十三娘逼的狼狈不堪的人不是他一般 然而 听到他的话 无邪和孔烟都死死盯着他 这家伙不解释还好 这越解释 他们越觉得这家伙肯定有所隐瞒 肯定发生了一些事情 那个叫十三娘的女人 目前暂时稳住了 徐安走到桌旁 给自己倒了一杯水 倒 现在 就看有多少人愿意为了利益 给我让出道来了 当然 如果他们不让道 那就只能走下侧 强攻了 计划是先获得矿工的信任和支持 再开始下一步计划的 但如果江淮等人不愿意反手 那就只能来强的了 只要今晚圣女的蛊虫穿插到位 他们就还有一战之力 我们现在有些事故力薄 要不还是让 五 孔烟想说 让曲成的黑甲军过来支援 但话刚出口 无邪一个剑步上前 已经捂住了他的嘴 同时手往外面 指了指外面有人偷听 没错 咱们势单力薄 肯定不是十三娘这些人的对手 徐安看向门外 顺着孔烟的话查到 所以 少爷我现在只能先帮他们赚钱 先拿一点话语权再说 放心吧 等洪水退了 咱们就能回家 无邪眉头微皱 也配合徐安演戏 一个月十万两 这可不是比小数目 就算是在余县 那些大户人家 也不一定有这样的收益 少爷许诺的是不是太多了 徐安冲着无邪 竖了竖大拇指 道 是有点多了 但有什么办法 少爷我除了会赚钱 其他的什么都不会 让少爷我跟着下矿 估计明天 你们就得和少爷我收拾 少爷我只能夸一下海口了 当然十万两也不是赚不了 不过他们得放权 让我重新对矿工进行分配 不然 咱们到下个月都得死 孔烟美眸眨了眨 也附和道 才不会 少爷那么厉害 区区十万两对少爷来说 那是轻而易举 他们不答应少爷的条件 那是他们眼下 第六百八十章 爱我痛彻他心扉 徐安和无邪 以及孔烟三人 你演我一语的演戏 义愤填膺的演了半壳中 无邪才微微点头道 人走了 呼 徐安和孔烟齐齐趴在桌上 都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徐安 本小姐是来和你一起搞事情的 咱们现在玩的 确实大冒险 我 我忽然有点怕了 孔烟只见轻轻扣着桌面 翘脸有些小郁闷 他自幼娇生惯养长大的 虽然乐观开朗 但所经历的最危险的事情 就是摔跤而已 现在要应付这种局面 有些超出了他的承受范围 最重要的是 他怕自己演不好 露线了 一旦因为他露线 极有可能会将徐安他们 带入万丈深渊 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怕啥 不经历风雨 岂能见到彩虹 徐安抬手 只关节在孔烟额头 轻轻敲了一下 道 这还只是开始 更刺激的还在后面呢 放心吧 就算现在暴露了 我们也有一战之力了 当然 我现在不觉得我们会暴露了 刚才既然有人来偷听 应该是十三娘和江淮提了我的条件 江淮派过来打探情报的 徐安当即将和十三娘聊的所有信息 都告诉了吴邪和孔烟 孔烟和吴邪听完 也都满脸错愕 这个女人什么意思 她怎么会连这么详细的情况都告诉你 孔烟美眸不善地盯着徐安 总觉得这家伙出卖了身体了 不然这个女人会连这种机密的事情都告诉她 就算她再笨 也知道暴露镇守者情况意味着什么 用新军的话说 那就相当于告诉了敌人的火力配置了 知道敌人的火力配置和兵力情况 打起来还费劲吗 我都说了呀 她想要睡我 我没同意 徐安怂怂间 两种可能 吴邪看向徐安 道 第一 这个女人觉得你没有任何的威胁 所以并不介意将这些事情告诉你 第二 你的身份败露了 她想要借助你来达成某个目的 吴邪扫了一眼门外 声音凛然道 这个女人不能留 杀了吧 徐安嘴角微抽 这就是你分析后得出来的结论 杀能解决问题吗 这无论是第一个还是第二个 明明对我们来说都是好事好吧 反而杀了十三娘 我们的处境会更加的被动好吧 关键是这个女人很厉害 不是那么容易杀的 嗨嗨 我觉得第一个的可能性很大 第二个可能性几乎为零 徐安刚开口 吴邪和孔烟齐刷刷的看向她 眼底都带着冷意 徐安 这特吗 怎么感觉 你们想要杀十三娘 多少都带着点私人恩怨了 你们这是什么眼神 我这是就是论事 徐安美好气地道 这座矿藏 对外是保密的 消息相对闭塞 他们对我的情况肯定置之甚少 所以 要说我身份暴露 可能性不大 好了 现在还是先别纠结这个问题了 一切看明天 如果明天江淮愿意让我掌管矿工 那就说明 我的身份并没有暴露 要是今晚不能安全度过 那明日 我们就杀出矿山吧 说完 徐安抬手敲了敲耳朵 故动真气唤醒蛊虫 每个江湖高手 都有赤鱼给的一只蛊虫 他现在急迫地想要知道矿洞中的情况 诸位 你们那边收获怎么样 大概和我说一下 很快 耳中便传来被压着下矿的那群江湖高手的声音 情况很糟糕 东区矿洞几乎没有任何的支撑 矿洞已经出现了细微裂痕 一旦发生坍塌 很多人都会死 克娘的 淮南王简直不将这些百姓当人看 他们活得简直狗都不如 我这边倒是听到个比较有意思的情况 就是那个人人惧怕的十三娘 在淮南军和镇守者眼中是恶魔 但在这些矿工眼中 他倒是个好人 死在他手中的人 大多都是矿工中的恶霸 徐 刘安 现在情况很糟糕 这些百姓每天吃的都只是些残羹剩饭 已经瘦成皮包骨了 要是再不解决 有很多人恐怕不是累死就是饿死 还有最严重的 这里很多人都生病了 很多还都是难民 你不是说江南正闹疫病 徐安听完众人的汇报 脸色都不由凝重下来 之前听完十三娘的话 他就已经有所预料 却没想到 情况比他所预料的还要糟糕 特别是疫病 江南正在闹疫病 要是有人染上疫病 又是成千上万人挤在一个矿洞里 那几乎一个都别想逃 说说现场监工的情况 监工是否在矿洞中监视 徐安沉吟了一会儿 问道 呵 监工 监个屁 耳中有声音传来 矿洞中通风不行 几千人窝在矿洞中又热又臭 他们就半个时辰过来看一次 有晕死或者死去的百姓 就会被拎着腿拖了出去 但矿工中应该有他们的人 但凡有人偷闲休息 他们下来的时候 几乎必死无疑 现在矿工对监工都很畏惧 话落 两边又陷入了长长的沉默 许久 有人主动打破沉默 声音已经带着浓浓的杀意 徐小公爷 我们该怎么做 徐安扭了扭脖子 道 第一 以闲聊的方式 告诉这些人 我作为钦差大臣 已经进入江南了 第二 和矿工宣传我的功绩 在他们心头树立起希望 第三 鉴别一下矿工中敌人的人 尽量在你们行动的时候 让他们不省人事 若是鉴别不出 有企图告状者 杀无赦 但要做成意外 这对你们来说应该不难 众人一愣 齐齐说道 没问题 虽说对徐安歌功颂德 对他们来说有些羞耻 但徐安说的对 现在这些人 需要重新树立希望 只要能救这些百姓 能彻底捣毁这矿场 别说给徐安歌功颂德 就是给徐安当牛做马 都没有问题 会不会太刻意了 无邪看向徐安 大量的案子被杀 肯定会引起敌人的警觉 不会 别忘了 不出意外的话 我明天就会对矿工 进行重新分配 徐安嘴角微微扬起 道 数千人挤在一起 甄别工作对他们来说太难了 但数百人呢 甄别起来应该没有问题吧 而且 他们混在矿工中的人 也不会太多 这一次 我要让淮南王知道 爱我痛彻他心扉 第六百八十一章 老子错过了一个亿 徐安抱着双手 满脸自信 看得无邪和孔妮儿无语 很想揍他 咋地 你还想和淮南王上演生死恋呢 爱你 淮南王估计 现在恨不得将你生吞活泼了 可 不过 你们别着急执行计划 一切是明天的情况再说 免得现在打草惊蛇 引起不必要的麻烦 徐安敲了敲耳阔 警告一群江湖高手 同时 他下意识与孔妮儿和无邪拉开了距离 总感觉这两个家伙 忽然有点危险了 等我接手管理矿工 并且将矿工重新分配的时候 你们再按照我的指示行事 还有 我不在 你们都给我收敛一点脾气 就算是挨揍了 只要不危及生命 那就给我忍住 再等几天 有你们释放怒火的时候 徐安可领教过了 这群江湖高手 个个可都是暴脾气 当初一个个上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要干他 快一N仇惯了 想要让他们乖乖受着窝囊气 那是不可能的 有他压着还好 他没在 真有不长眼的监工惹上他们 他们可能分分钟就会暴露本性 最重要的是 那些傻逼监工 干的不是人事 大骂矿工是常态 要是真在他们面前 打死打残矿工 这群家伙肯定也忍不住大开杀戒 那事情可就糟糕了 这时候 徐安都有些后悔了 早知道不该教他们好汉哥的 现在总有一种搬起石头 砸自己的脚的感觉 这群家伙的怒指已经拉满了 喂喂 有没有听到我的话 忍着别乱来 徐安连忙道 计划我已经有了 我将会带领这里的百姓起义 推翻淮南王的统治 这时候 你们要是给我坏事了 不仅咱们会死 这里所有矿工都会死 所以 不要成匹夫之勇 众人听到他这话 顿时更不爽了 一头一阵碎碎念 你不是神游玄境吗 你这神游玄境怕不是假的吧 徐小公爷 咱们有必要受这窝囊气吗 你是神游玄境 有你带头 我们还破不了这小小的矿场 有人忍不住了 直接开口质问 其他人也连连附和起来 就是啊 老子今天都挨了两顿鞭子了 老夫虽然境界不是太高 但好歹也是自在地境的高手吧 被一个区区三品武者的监工 打得不敢还手 老夫不要面子吗 杀出去吧 神游玄境一出 谁能抵挡 徐安只觉得 耳中一群蜜蜂嗡嗡嗡 黑着脸浮额无语 有神游玄境带头 要推翻这座矿场轻而易举 可问题是 老子不是神游玄境 我这神游玄境 都是框你们的 真要现在打出去 我这只能施展一次的 神游玄境的真气 顶多能吹飞几十上百个敌人 然后 只能蹲在地上等着挨仔了 都给老子闭嘴 吵什么吵 徐安昂昂首 满身正气 和你们说过多少次了 老子这神游玄境是底牌 是杀手锏懂不懂 还有 我来江南 不全是来杀人的 是来解决江南危机 这个矿场 有些人是该死 但有些人也是可以争取的 不问青红皂白全杀了 我们和淮南王又有什么区别 最重要的是 在铜县外 还驻扎着淮南王的 三万大军侧印矿场 难道我们 要将他们全部也杀了吗 大前这些年死的人 还不够多 听到他的话 那边再度沉默下来 是啊 大前这几年不太平 死了太多人了 他们现在真动手了 只会连累更多无辜的人死去 徐安沉吟了一下 道 当然 如果明天事情 按照我所计划的方向发展 有人还敢滥杀无辜 你们可以直接杀了 该死的人 我一个都不会放过 但淮南王的阵营中 很多士兵都只是听命行事而已 不到万不得已 我不想血流成河 说完 徐安直接中断联系 看向无邪道 你留下来保护孔烟 我还得出去一下去啊 无邪和孔烟 立即警惕起来 这家伙刚刚回来 又去找十三娘 放心 我不是找十三娘 我是去找关山 徐安扭了扭脖子 道 这老小子 该履行承诺 叫爷爷我一声大哥了 虽然之前士兵 带他绕了一大圈 但其实进了地牢 也是绕了回来 十三娘在地牢的房间 其实就在他房间对面 两者相距不足百米 他出来的时候 没有走牢门 而是直接从十三娘房间出来的 十三娘的房间外 又没人敢蹲守 到现在 几乎还没有什么人 知道他平安无事 既然平安无事 那自然就得让关山 乖乖叫一声大哥 和这老小子拉拢一下关系 毕竟从十三娘 给的信息来看 这个家伙并不是淮南王的亲信 还是有机会拉拢过来 为己用的 只是听了他的话 孔烟和无邪看向他的目光 那是相当的错愕 你又和人打赌了 刚才警告那群江湖高手 不要乱来 结果乱来的 明明就是你好吧 你就不能安分一点吗 我和你去吧 无邪皱了皱眉 不放心 徐安一个人单独去 不用 现在整个营地 没人敢动我 徐安嘚死的指了指自己 道 大爷我现在 可是十三娘的拼头 滚 无邪和孔烟直接抬脚 踹在了徐安的屁股上 直接将他踹飞出门 这混蛋 这种事竟然还引以为傲 简直不要脸 徐安从地上爬起来 揉着屁股 狠狠瞪了眼屋里的孔烟和无邪 搞个啥 老子现在是 你们的少爷 你们想造反吗 这要是被人看到 老子还搞个毛的计划 分分钟就计划破灭了 给少爷我等着 看我回来怎么收拾你们 徐安背着双手转身离开 向着关山的帅杖走去 他们的房间比较偏僻 加上有十三娘这个女煞心在 淮南军的巡逻队不敢在这边巡视 徐安走了近百米 才遇到淮南军的巡逻队 见到他 巡逻队原本整齐的队形 当场就乱了 前方的人待在当场 后方的人 齐齐撞在前方的人的后背 一个个瞪大双眼 一副见到鬼的样子 简直比看到敌人还震惊 兄弟们晚上好 辛苦了 完事找我 我请你们喝酒 徐安笑着抬手打招呼 昂手挺胸 从巡逻队的面前经过 巡逻队的目光 一直盯着徐安 随着徐安移动而移动 直到徐安走到数十米之后 小队长才终于回过神 当即惨豪 我草啊 一赔时的赔率 老子错过了一个亿 第682章 大将军说他不在 徐安和关山的赌约 早就在营地传开了 所有人都不相信徐安能赢 整个营地中 进了十三娘房间的人 几乎就没有活着出来的 却没想到 这个叫刘安的小白脸 竟然出来了 不仅出来了 还一副义德质满的样子 难不成十三娘真的被这家伙拿下了 这 这不可能吧 这不能吧 我特妈 谁 谁掐我一下 老子 是不是在做梦不是做梦 刘安真的从十三娘的房间出来了 我知道我这个想法不应该 可特妈可特妈 为何我这么难受 我的十三娘 我对不起你 小声点 你特妈想死吗你 巡逻队的一群士兵都惊了 都难以置信 不愿意去接受事实 那是十三娘 心狠手辣的十三娘啊 怎么就给这小子拿下了呢 简直没天理 当然 更让他们痛心的是 没有相信徐安的话压榻营 要是压榻营 那简直赚翻了 我操 那是刘安吧 刘安竟然活着 从十三娘的房间中出来了 这怎么可能 假的吧 这还没睡呢 就见到鬼了 徐安一路走下去 见到他的淮南军士兵 都一脸活见鬼 整个营地都喧嚣起来 所有士兵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甚至很多 原本已经熄灯的营帐 随着徐安的走来 都重新点了灯 一排排脑袋 从营帐中伸出来 冲着脚下带风的徐安 指指点点 特娘的 这家伙竟然还活着 十三娘什么时候这么仁慈了 竟然会放过他 这一定是哪里出现了问题 矿场 率账中 大将军关山正端着酒坛 狠狠地往嘴里灌了一口 看像站在不远处的几个心腹道 怎么 牢房那边还没有消息传来吗 心腹连忙拱手道 回将军 还没有 关山听到这话 顿时有些烦躁了 虽说那家伙有些惹人厌 竟然敢在众目睽睽之下 挑衅他的威严 不过不得不承认 是个有意思的家伙 要是就这样被十三娘玩死了 心里总觉得不太舒服 让牢房那边盯紧一点 别让十三娘真将 那家伙玩死了 关山狠狠灌了一口酒 冷哼一声道 那家伙就算是要死 那也只能死在我的手中 一群心腹脸色善善 当时就不敢接话了 说得容易 想要时刻注意刘安的动静 那就得时刻监视着十三娘 但监视十三娘 谁敢 连江淮都对十三娘敬而远之 更别说他们了 将军 不好了 出大事了 这时 一个淮南军士兵冲进了率仗 关山瞬间从榻上蹦了起来 当场就精神了 怎么了 是不是嫡媳 不是嫡媳 是刘安 淮南军士兵指着门外 报 学安从地牢出来了 而且是完完整整地从地牢出来了 嗖 关山一个剑步 直接出现在淮南军士兵的面前 将他从地上拎了起来 你说甚呢 刘安能从十三娘的床踏上下来 特娘的 你觉得可能吗 将军 手下说的是真的 刘安现在正往这边过来呢 听到这话 关山待在当场 满是胡杂的脸上 泛起了浓浓的震撼和难以置信 特娘的 这小兔崽子 竟然真做到了 真将十三娘那恶婆娘搞定了 怎么可能 他是怎么做到的 不对 现在这已经不是重点了 关山脸皮颤了颤 将手中的小兵丢了出去 现在的重点是 徐安过来了 肯定是让他兑现承诺的 他四十岁的老男人 任一个小兔崽子做大哥 传出去 不让人笑掉大牙才见鬼 不行 老子得躲躲 刘安来了 你们就说 老子不在 关山一个纵身 便躲到了床后 与此同时 率账的门帘被掀开 徐安单手父辈走了进来 看到还在地上 挣扎没起得来的士兵 徐安当即就明白 关山这老家伙 肯定躲起来了 兄弟 你们大将军呢 怎么店 他是不是输不起逃了 徐安目光在率账中转了一圈 故意问声问气说道 关山虽然不爽 却躲在床后没出来 他堂堂一个大将军 要拜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做老大 他要脸 然而 不出意外 还是出现了意外 他那几个心腹还在震惊中 这事也刚刚回过神 脑子还不太清醒 听到徐安的话 下意识就接过了话茬 大将军 说你过来了 救谁他不在 不 不对 我们大将军不在 说话的将领 脸色瞬间涨得通红 话没说完 连忙想要补救 徐安 好吗 刚才只是怀疑 现在连直接证实了 你们家将军 就在这帅账中 大将军 不用躲了 出了吧 整个帅账能藏人的只有床后 徐安抱着双手 盯着床的方向道 你是大将军 手底下管着上万人呢 你要不想认账 说一声就是了 我一个平民百姓 能教你怎么样 嘴上这么说 徐安心头却是一个美滋滋 关山会躲 这说明什么 说明 这家伙虽然是淮南王的恶人 却是个有血有肉的汉子 完全是有可能争取过来的 这个大哥 他还就当定了 谁说老子不认账了 老子认赌服输 关山床后走了出来 看着徐安道 背信弃义这种事 老子还做不出来 不就是认你做大哥吗 老子认了 关山满脸不爽 重重抱拳道 关山 见过 老大 他直接改了称呼 打个针叫不出口 反正意思一样 就是了 话落 他还瞪了一眼一群心腹 道 愣着干什么 老子的老大 就是你们老大 还不拜见老大 一群心腹看着徐安 脸皮直抽抽 别提有多腻歪了 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出来 年纪都比徐安大 现在却跟着老大一起拜老大 这种感觉简直让人抓狂 特别是看到徐安背着双手 一副悠然自在的样子 他们就更想打人了 想要将徐安按在地上 狠狠地打收拾一顿 拜见老大 虽然不爽 但老大都认老大了 他们也只能跟着认了 徐安抱着双手 面无表情 眉心却直跳 特娘的 换个称呼 怎么感觉话疯变了 满满的一股土匪味 感觉自己都成山大王了 第683章 老子要听细节 徐安原本还以为 得浪费一番口舌 倒是没想到 观山竟然这么痛快 就连他的小弟 也痛快地认了老大 当然只是表面痛快 徐安知道 这些家伙 心里肯定是很不服气的 当然包括观山在内 可没人真心服他 不过没关系 徐安并不在意 不服又怎样 他徐安专制各种不服 现在不服气没关系 保证过一段时间 你们会叫着真香 乖乖叫一声大哥 当然 前提是他计划 启动的时候 这些人不会拖他的后腿 嘿嘿 既然诸位兄弟客气了 嘿嘿 那我就确实不恭了 徐安手握拳 很霸气地 轻轻敲了敲胸口道 放心 我刘安向你们保证 跟着我刘安混 肯定让你们爽到飞起来 众人看着他 脸都在轻微抽搐 无语至极 我们叫你一声老大 完全是看在大将军的份上 你还真当自己 是个人物了是吧 干啥呢 你们这是什么表情啊 老大发话了 也不知道表示表示 观山瞪了一众心腹一眼 走到徐安的身边 拍着徐安的肩膀道 不过相比于这个 老子很想知道的是 你真爬上十三娘的床了 提到这个话题 营帐中所有人 几乎瞬间竖起了耳朵 所有人齐齐地看向徐安 虽说十三娘兄名在外 但那绝对是江南 数一数二的大美女 不敢靠近 不代表他们心里 没有一点点想法 所以 看向徐安的时候 原本不爽的众人 顿时更加的不爽了 特妈的 长得帅 就能为所欲为了是吧 徐安看到众人的目光 脊背也是有些毛了 娘的 你们是男人 一群男人 怎么能和女人一样八卦呢 他逆了一眼观山 冷哼一声道 什么叫我爬上十三娘的床 少爷 我是那种会出卖 自己身体的人的吗 明明是那个女人想要睡我 不过放心 我没同意 我的身体 可不是随便 哪个女人都能得到的 众人闻言恶然 都瞪着徐安一阵发呆 十三娘想要睡你 你还没同意 所有人齐齐攥紧拳头 有些咬牙切齿 想要直接将这个刚刚认下的老大 按在地上抱锤 这家伙脸上一副不情愿的样子 整个人却充满嘚瑟和炫耀 简直太无耻 观山眼角也是猛地跳了跳 直接抬手一巴掌 甩在徐安的后脑勺 少废话 老子想要听的是细节 细节懂不懂 他抬手揽着徐安的脖子 道 譬如 你怎么脱他的衣服 他怎么伺候的你 这才是老子想要听到的 老子年轻的时候 那也是比你帅多了 徐安无言 这种事能说吗 别说现在没发生什么 就算发生了 老子也没有分享自己床上经历的癖好吧 可 老官 你想要问既然没上床 十三娘怎么可能会放过我 直接问就是了 拐弯抹角做什么徐安瞪眼 这老家伙的手真重 巴掌差点将他拍成脑震荡了 明明就是想要问他 和十三娘达成了什么交易 非得拐弯抹角问风月 是想要问这个问题 但想要问床上的问题 也是真心想知道 观山抱着双手 逆着徐安 丝毫没有诡计被揭穿的尴尬 冲着他几眉弄眼 俨然一副正事我要知道 八卦我也要听得流氓样 其他人都围了过来 笑呵呵地将徐安围在中间 徐安 靠 啥意思 要我给你们现场编一个 老子可没时间满足你们的好奇心 真没有 不过可能在我离开矿山的时候会有 徐安贪了贪手 道 十三娘 说了等我办完正事 再睡我 我答应他和姜淮 每个月给他们赚十万两 我过来找兄弟你 就是想要带着你 带着兄弟们一起发财 听到这话 众人齐齐愣住 观山老眼一宁 原本有点痞的老脸 渐渐凝重下来 见到所有人都看向他 观山沉吟了一下 看向徐安道 老子就说 你小子肯定没安好心 你小子是想要死了 也要拉几个垫背的呀 别说我们还不知道 你有没有办法 每个月赚十万两 就算是你能证明你有这个能力 你最后的结局也是被灭口 江淮和十三娘 是不可能让这种秘密曝光的 小子 我们跟着你 相当于和你一起承担了这个风险 呦 这粗糙的汉子 心思倒是挺细啊 竟然已经想到这些了 徐安目光在众人身上扫过 最后目光落在了观山身上的 既然都是老聊斋 那大哥 我就开门见山了 如果不出意外 从后天开始 矿场的矿石产量 就会成倍增长 到时候运送矿场到同线外的军营 肯定需要一支固定的队伍 你和江淮不合 这种随时可能会要命的苦茶事 肯定会落在你的脑袋上 因为矿上的安危 它是不可能交给你的 而是交给自己的心腹 只要出了营地 外面的事情 可操作的空间可就多了 观山听到这话 瞳孔陡然一缩 满脸震惊地道 十三娘连这个都告诉你了 她竟然连同线军营的事 也告诉你了 当然 我现在可是十三娘的 嗯 心上人 徐安笑了笑 道 老官 你现在不必这么快就答应我 你们可以看看明天的情况再做决定 不过 有些事情我觉得 与其坐以待毙 不如拼一把 譬如我刘安 要我等死 那是不可能的 徐安冲着众人拱了拱手 转身出了帅杖 点到为止 没有将事情说透 他知道 观山能听得懂 说得太透 那就是明目张胆地和江淮为敌 那他的起义大计 还怎么玩 徐安走了 原本寂静的帅杖 瞬间就喧嚣起来 将军 他这是什么意思 大将军 这家伙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怎么感觉 他好像没安好心啊 大将军 能相信他吗 观山看着争论的一群心腹 脸皮不由抽搐起来 刘安你大爷的 这种事 你就不会私下和我说吗 虽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 但你这众目睽睽之下 说这种事 要是传出去 你让江淮怎么想 不能等死 所以你就打算拉着我们一起死 第684章 进孔烟房间 矿场东区 一座还算豪华的两层阁楼中 江淮站在二楼窗前 看着灯火通明的矿场 在他身后 还站着的黑衣青年 正是他的心腹 江峰 方才一直暗中观察监视徐安的 正是他 这么说 刘安见过十三娘之后 就直接去见了观山 江淮背着双手 声音冰冷道 倒是没想到 这家伙倒还真有点本事 竟然能搞定十三娘和观山 主上 要除掉他吗 江峰抬手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 不 他越这么明目张胆 就说明他有可能 真能一个月赚十万两银子 江淮抬手拒绝了江峰的提议 他嘴角微扬 笑容细血道 现在王爷要出兵京城 最缺的除了武器 就是银子 要是这家伙能一个月赚十万两 除掉我们能吃下的 剩下的也可以支援王爷 这也是大功一件 那小家伙再能挣扎 也不过是为我们做嫁衣罢了 江峰连忙拱手道 主人应命 话落 又道 只是这家伙搞定了十三娘 又联络了观山 手下担心 他们会联合起来对付主人 听到这话 江淮脸上泛起浓浓的不屑 道 联合 他们已经在联合了 只是他们 这中间人是个蠢货 竟然如此明目张胆地拉拢观山 他们怕不是忘记了 整个矿场到底听谁的 就算他们真敢有异动又如何 铜线外还有三万大军 我一声令下 三万大军半个时辰就能杀到这里 他们不足为虑 现在 我关心的只有银子 江淮挥了挥手 道 去告诉十三娘 他所说的事 我都答应了 我倒是想要看看 他和刘安在玩什么把戏 还有 派人去于县查一下 看一下于县清河镇刘家村 是否有这么一个人 江淮微微皱眉 虽然这个刘安看上去 极度愚蠢和狂妄 俨然一副爆发户的嘴脸 但他总觉得 事情没那么简单 得查清刘安的底细 免得阴沟里翻船 是 手下立即去办 江峰拱了拱手 道 主人 是否需要将此事汇报给王爷 江淮沉吟了一下 摇头 暂时不用汇报 先确定刘安是否每个月 能赚十万两 如果真能每个月赚十万两 再报上去 否则他要是做不到 我们都得死 江峰点点头 离开房间 徐安回到房间的时候 只有乌邪一个人坐在桌前 他愣了一下 道 怎么只有你一个 孔烟呢 乌邪指了指房间 嘴太贤 打晕了 在里面睡觉 徐安正住 打晕了睡觉 你这个睡字 倒是有的挺别致啊 乌邪虽然性格比较冷 但不轻易动手 也不知道孔烟这小妞 是怎么得罪他了 观山解决了 赤羽刚才来消息了 说蛊虫已经穿插到位 现在你可以放心 做你想要做的事情了 乌邪抬头看向徐安 道 就算你将这里闹个天翻地覆 只要神游玄境不出手 他都能保你无恙 现在 别打扰他睡觉 徐安这时候 才发现乌邪脸色很难看 一般能让乌邪生气的 除了他以外 没有任何人了 因为 让他生气的人 一般脑袋都搬家了 徐安立即反思自己 这段时间 自己挺乖啊 应该没得罪他吧 好 我知道了 那我现在开始练拳 徐安试探性地问道 难不成是 因为没有练拳吗 之前说好了 全力练流氓神拳第一事 现在 他还没来得及付诸行动 乌邪抬头逆着徐安 眼底有冷意 两天了 你是不是忘记什么事情了 什么事 我这两天没忘记什么事吧 徐安眨了眨眼 但还是有些心虚 我忘记什么事情了 我这几天都在想 怎么搞淮南亡 还有其他事没做 乌邪呼吸微微急促 手微微握拳 盖威呢 盖威 对啊 盖威呢 盖 盖 我草 坏事了 徐安待在当场 盖威 我草 这家伙昨天一轮断后的赤羽 被赤羽掉在铜县外的山中喂蚊子呢 他中了赤羽的毒 经脉还被封印了 根本就没办法自己证断绳索 原本他想进铜县之后 给赤羽买很多很多好吃的 然后再让无邪折回去 将这家伙给放了 结果他们连铜县都没进 直接就被张芒拐过来做矿工了 又因为十三娘 导致他精神一直极度紧张 没敢松懈半点 然后不出意外的出现了意外 他将盖威给忘记了 卧草 连忙唤醒蛊虫 圣女 你是不是傻 你现在自己找吃的多辛苦 我将盖威留给你 就是想要他在你身边当牛做马 有他在 饭还需要你自己做吗 猎还需要你自己打吗 烤肉还需要你自己烤吗 完全不需要 有盖威就足够了 听了徐安的话 那边立即传来吃鱼的声音 有道理 你怎么不早说 你早说的话 我就不用自己烤了 真难吃 徐安嘴角猛的一抽 说 我也忘记盖威了呀 无邪看着这一幕 顿时有些错愕 这就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几句话 就让赤鱼当即决定去放了戴威 要知道 他刚才找赤鱼 说了足足半个时辰 威胁力诱着女人都不去 没想到徐安两句话 竟然就让这个女人改变主意了 闹心 无邪不想说话了 直接起身回房间 徐安刚想跟过去 无邪回头冷冰冰的看着他 干嘛 睡觉啊 徐安下意识的说道 赶进我房间 你死定了 无邪冷哼一声 砰的一声关上门 差点撞到徐安的鼻子 徐安当时就猛了 我擦的 怎么总有一种 夫妻怄气的济世感 我就进了 你敢拿我怎么着 徐安抬脚下意识的要踹 结果还是没敢 无邪说一不二 又积累了一天的怨气 这时候踹门进去 肯定得挨揍 算了 老子不和你计较 徐安自己找借口 给自己抬接下 无邪的房间进不去 现在怎么办 进孔烟的房间